你虽是街头乞讨的瞎子 却能为了三文钱灭掉一个帮派 还能独自杀的三百骑兵片甲不留 甚至让皇朝的公主都朝思暮想 而你身边只有一头只是牛肉不吃草的牛 这牛已经被人偷过无数次了 可每次都能完好无损地自己跑回来 喂 臭瞎子 有三人站在了你的面前大骂道 大虎三人一直混迹于市井 你这个路边的瞎子自然就成为他们欺负的对象 文言你并不想理会转身要走 大虎却先一步伸腿将你绊倒在地 三人发出肆无忌惮的嘲笑声 街边摆摊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 没有人敢出声招惹他们 你也只是平静地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许 可大虎又伸手将你拐杖抢走嘲讽他 来追我啊瞎子 你仍旧没理自顾自地往前走 你这个刮耸连拐杖都不要了吗 大虎雄壮的身躯挡在你面前 你们几个再不走巡逻的就要来了 喊话的是豆腐西施王姑娘 她是这条街出了名的美 大虎三人迎荡迎笑 对着王姑娘一番言语调戏才悠悠离开 你对他道了一声谢便也牵着老牛离开 今日乞讨赚了十五文钱 你在街边买了一碗热汤面 吃饱喝足后也不着急离去 回去了还得挨动 在这里老板也不会赶你走 等客人多的时候你便自觉离开 绝不给老板找麻烦 老板来一碗面 这是王姑娘的男人牛大 原来他挺本分的 这几年不知怎么的进张了 手气真娘的差 牛大坐下后抱怨了 面馆老板对他劝说 牛大呀 你说你图什么 家里不但有产业 还有个那么漂亮的媳妇 牛大哼了一声 图个爽快 老板叹息着摇了摇头 某某两声牛叫响起 这是在提醒你天色不早该回去 随即你就开门迎着风雪离开 回到破庙里你裹着破旧的塔子 地上引进 催动体内的气血将脑海中杂念驱散 不久后小腹逐渐灼热起来 这个小镇没有五道功法 你只能一点点探索 还给现在的命名为暖身功法 也多亏了他你才能度过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一大早你走到自己卖唱的地方 要饭的老刘则是往旁边挪了挪 你点点头算是跟同事打过招呼 二胡之声也随之悠悠响起 听说了吗 张家的那个后生烤中秀才了 听说要大摆宴席 老刘说道 你到时候去拉个欢快的曲子 肯定能赏你一桌的好酒好菜 你闻眼脑中想了一下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等到张家大摆宴席的时候 你搬了个凳子坐在院子 欢快的二胡声让众人都忍不住鼓掌 由于这首曲子你获得上桌吃饭的机会 红烧鱼 臭桂鱼 清蒸鱼 生鱼片 平常看都看不到的菜勾起了你的食欲 可还没等宴席结束 一群人就拿出袋子往里面装剩菜剩饭 而你没有抢因为自己没有袋子 况且眼睛还是吓的 抢也抢不过这帮人 只能趁机多吃一些 吃饱肚子一抹嘴便要离开这里 这里这里 卖豆腐的王姑娘在招呼你 一手拽着自己的孩子 一手拎这个袋子递给你 你伸手摸了摸有小半只糖醋鱼 还有些凉菜 王姑娘又伸手递给你一个茶叶蛋抱院头 这群人下手太快了 这些你先拿着吧 说完便再次挤进了人群疯强 这里的人很多 他没听到你小声说了句多谢 眨眼又是一年冬至 这一年离你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自张家弹完那首曲子后 镇子里的红白事都愿意出钱喊你 也是这一年你学会了喝酒 随身物品多了一个酒不入 你像往常一样牵着老牛走在夕阳下 忽然你停住脚步偏向一个方向 没有听见熟悉卖豆腐的声音 心想王姑娘可能是病了 可第二日仍旧没见到她 直到第五日你跟人打听了一下王姑娘的消息 这才得知牛大那小子欠了一屁不债 不但把房子抵押给高利贷的 就连人也不知道跑哪去 王姑娘家在镇子冬灭 房子虽好可惜风水不好 养了牛大这么个混账玩意 你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回应 只有一阵阵的狗飞声 好一会儿才想起颤巍巍的声音 是谁啊 你闻言回了句 是我 屋门打开王姑娘看到你有些差异 豆腐今天不弄 明天再来吧 你欲言又止可最后还是转身离开 仿佛真的只是来买豆腐 等一等 王姑娘从灶台拿了几个馒头 又端来一碗白粥加了根咸萝卜给你 她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来找自己 心想你的日子可能过不下去 你干脆就蹲在门口就吃了起来 然后问她以后准备怎么办 王姑娘的声音带着几分倔强 欠战还钱天经地义 我还他们钱就舍 你没有说话 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利滚利人家是吃定王姑娘了 白粥喝完后一阵脚步声骤然响起 以大虎为首几个地皮走进了院子 你个瞎子倒挺会挑时间啊 人家丈夫刚走就来雪中送炭 大虎笑骂道 接着旧色迷迷地盯着王姑娘 我说这钱到底凑没凑起 上头追我追得可紧了 王姑娘有些为难道 再等等可以吗 我一时半会拿不出那么多钱 不过我保证还 大虎冷哼一声 就你每天卖几块豆腐怎么还 要不这样 以我跟郭公子的关系 帮你说一说话 宽限个一年半载不成问题 王姑娘狐疑地看着他 你真的能帮我吗 大虎上前拍了拍王姑娘的手说道 当然了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不和谐的声音 真奇了怪了 我还没见过狗能跟主人说上话呢 大虎愣了半想才反应过来 这是你在拐着弯骂他呢 你特抹地找死是不是 这不关他的事 王姑娘着急到 然后大虎现在怒上心头 从腰间抽出一把刀贴在你的脸上 瞎子不去街头乞讨 竟然敢跑来这英雄就美 话音刚落 大虎只感觉自己的脖子有点凉 那个曾被他欺负过无数次的瞎子 此刻正夺过他手中的刀架在他脖子上 大虎眼皮抖了抖不信你敢动手 我可是郭公子的人 有本事你把我砍了 文言你用刀柄狠狠戳了下他的胸口 大虎只感觉一阵剧痛传来 挖得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的小弟们都下蛋了 这些地痞流氓哪见过这场面 接着就搀扶着大虎仓皇跑了 你将挽还给王姑娘一抹嘴 谢谢你的周 王姑娘则是看着你满脸担忧 你还是出去避避风头吧 这群人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而你却是转身离开 在不远处的一条巷子里拉着老牛坐下 天渐渐黑了下来 街头出现二十多个手持武器的汉子 一群人直奔王姑娘家中 经过小巷子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你和老牛将巷子的路给堵死 我想跟你们当家的谈一谈 可否引荐一下 你低沉的嗓音顺着风飘来 张五冷哼一声 我们当家的没空见你 但你伤了我兄弟多少需要点说法 风中继续飘来一阵声音 我也不想多管 可谁让他天天给我豆腐吃 谁又能拒绝王姑娘的豆腐 风雪吹得那群人睁不开眼 耳边忽然传来咔嚓的声音 黑影猛然撞破雪木 隐约还夹杂着出窍的刀鸣之音 你的速度极快 扑扑几声闷响只剩张五还站立着 张五平住呼吸 手中大刀在空中划出残影 你却是回首一刀 一道青色的刀钢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张五顿时翻滚几圈摔倒在地 你沉声道 带我去见你们当家的 鸳鸯楼里一个面目争鸣的中年人 正搂着一名女子谈笑风声 只听喷一声张五被扔了进来 紧接着你便走了进去 我来找你们当家的 郭宇没毛一条 作为县太爷的侄子 还真没人敢找他的麻烦 郭宇站在二楼居高临下的看着你 手下已经悄无声息的包围了你 只待郭宇一声令下 阁下误会了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不是来抢生意 阵子东边牛大的债我来还 还请阁下给个面子 不要为难王公的 郭宇想都没想就拒绝 那个女人也看上了 以后你花点钱来这儿的青楼 说不定能点到他 你发出了一声叹息 何苦呢 郭宇与其轻了 杀了他 身后一名壮汉挥起刀 就朝你脑袋抬去 扑辞一声淒厉的惨叫响起 你的拐杖直接戳进那人胸口 接着又有两名汉子惨叫 庞大的身躯也飞了出去 你夺过其中一人的刀 在众人包围下犹如无人之境 快速地挥舞着手中力气 每一刀都带起凌厉的进风 几个呼吸间众人 便犹如土鸡娃狗扳倒 对不起 郭宇与眼看形势不妙想要逃跑 你甩手一刀 直接将它钉在木门上 接着随手掏出腰间的酒壶仰头 这是你最喜欢喝的烈酒 外面的血很大 比酒还浓 鸳鸯楼里只留下一张纸条 替天行道 杀人者乃是卖畅的瞎子 不久后你的画像传遍大街想象 官府出重金悬赏 一时间骨块和彪人蜂拥而至 卖豆腐卖豆腐嘞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小谈 还有熟悉的豆腐香气 王姑娘小脸冻得通火 在这场灾难之中 她性脸犹难 知情人全部葬身于那个夜晚 她像往常一样望向那个方向 只是再也看不见平日里牵着奴的人 时间流逝距离 你被通缉已过去两年 现在的你漂泊到青阳镇落脚 身边还跟着一个小男孩 男孩名叫陈楚生 从小吃百家饭这么大 在你被通缉漂泊时路过一个小村子 那晚碰巧遇到突厥铁骑起来 在整个村子就要被图路带进时 你出手将那三百铁骑拦下 这也给陈楚生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所以一直在求你收他为徒 对此你淡淡一笑 只是让陈楚生什么时候能碰到你 便什么时候教他武功 陈楚生试过很多次 可都被你的拐杖抽倒在地 自此你的身边多了一个免费的苦力少年 见你修炼也偷偷摸摸地学习 渴望有一天能和你一样厉害 新年如期而至 隔壁的姐妹花邀请你一起过年 陈楚生和阿丽亚争先恐后去贴春联 二人年纪相仿很快就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 吃完饭后陈楚生找了一张小荒桌 将纸铺在桌面上歪歪扭扭的写子 阿丽亚见了好奇道 楚生你在干嘛呢 陈楚生没有抬头回了局 再给母亲写信 此时你有些惊讶道 上次在村里怎么没看见你母亲 在京城呢 我是陈家的男子汉不怕苦 而且还要为爷爷和爹爹报仇 伴随着暴主生想起少年如是说道 转眼两年过去 陈楚生已经15岁达到了当兵的年纪 虽然他还尚未拜你为师 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锻炼下 本来心浮气躁的少年磨练的愈发坚韧不拔 而他的身手也在与你的斗争中慢慢成长起来 于是在某一天少年向你告别了 他准备去参军 这里的生活确实很美好 可他仍旧没有忘记自己的事 离别那天是九月份 你和隔壁的姐妹花还有老牛都来送陈楚生 阿丽亚泪眼朦胧地将一个包裹交给他 这是给你做的鞋子 还有一些干让你留着路上吃 陈楚生笑了笑 然后郑重地跪下给你磕了三个小猴 教会之恩楚生永生不忘 你淡淡一笑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 过了两久才轻声道 一路平安 此后陈楚生的信断断续续从边关传来 从信中你得知他顺利当上了兵 也知道边关时不时在打仗 陈楚生认识了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胖子 陈楚生问他为什么来当兵 胖子说可以买大房子取媳妇 娘亲也不用支部卖钱了 陈楚生闻言笑了笑 可分队的时候他们被调到了不同的队 临走的时候胖子将手里的饼掰开两半 后会有七兄弟 然而陈楚生再次见到胖子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这个嚷嚷赚钱取媳妇回家孝敬老娘的胖子 现在静冷冰冰地躺在尸体队中 陈楚生静坐片刻就埋葬了胖子 不久后两国的战争到了白热化阶段 谁都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战 士兵们都暗自窃喜 打完这场仗就可以回家了 但也意味着这场仗会非常惨烈 临战前一晚陈楚生磨着手里的剑 听说了吗 我们军营来了个修士 明天他会跟我们一起上战场 军营里士兵们怯怯思语 有一个厉害修士的加入让众人都放心不少 今夜无眠 陈楚生坐在树桩上 看着远处刚冒出的朝阳笑了笑 三月刚过你在家里倒腾的菜园 阿丽亚从围墙冒出头来 大叔 楚生有没有来信啊 你看着小丫头说道 还没呢 前线战争刚刚结束 士兵们还没安顿下来 信不可能这么快就到 转眼又过去两个多月 陈楚生的信还是没来 朵哈和阿丽亚都担心他出事了 阿丽亚更是梦到楚生死在了战场上 又过了几日你决定去前线看看 在途中你牵着老牛遇见一度复人 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 娘 喝口水歇一回吧 小伙拿出一哺水 又从包里翻出吹饼 随后还走到你的面前 大叔吃个烧饼 还有自己家弄的酱菜 您别嫌弃 你笑了笑 多谢了 通过闲聊得知 这对母子是去寻找亲人的 老妇人的大儿子也在军营当兵 现在战争结束了一直没有消息 不放心的他们准备去军营看看 娘你不用担心 大哥不会有事的 大哥说他回来就有钱了 你也可以不用直播 老妇人叹了一口气 我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就好了 数日后你赶到前线军营 向点击处的官员 要来一本厚厚的书籍 上面画红叉的就是死了 你只能睁开苍白的眼眸 凑近一点点点 两久过后你放下点击没有说话 五天后 你在一处山坡中 发现了陈楚生的尸体 这里不是主战场 没有人为他们收尸 少年的脸庞非常坚硬 在死前应该拼命抵抗 身上有着密密麻麻的伤口 几乎看不到一丝完整的血肉 听人说是遭到小队中一名修饰背叛 将队伍引到了突厥人的埋伏券 你挖了一个大坑 把所有尸体都买了 原本只想给楚生单独挖一个 可是你知道这孩子喜欢热闹 便把他跟他的同伴们埋在了一起 你坐在坟旁自顾自的说道 我来到这个世界受了许多的苦 打小就没有什么志向 我爹都说我长大成不了气候 这一点你比我强 你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一直在努力奋斗 楚生你放心 师父会给你讨要个说法 玉门关外 这是从中原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 玉门关附近湖泊众多 沼泽密布 芦苇丛生 就像一个湖心岛 东 南 北三面军事水路 只有西面一条旱路通往戈壁滩 在荒原戈壁上 占据了水源 也就占据了军事上的主动性 因此 这里向来都是修建关爱的绝佳地点 兵家必争之地 风乍起 欲吹欲击 阳开一身白衣 背后配着一柄青蓝色的宝剑 腰间系着一条淡色腰带 迎风而来 他的五官升得很美 隐隐带着一丝攻击性 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 夺目至极 让人不敢直视 阳开就是这样一个人 锋芒毕露 这时 视野之中出现了一辆马车 一个面向忠厚的男人跑出来 急切道 兄台 兄台 我娘子要不行了 这马跑不动了 劳烦兄台可否借马一用 见阳开没有答话 男人忙拿出一些钱 不白见 不白见 大恩大德在下永世难忘 面对男人的苦苦哀求 阳开只是露出不懈的目光 他很享受这种悟空一切的感觉 自从他八岁入仙门囚长生修道 凡人不过是猪狗而已 兄台 男人还想再说什么 滚 阳开冷冷吐出一个字 男人当即待在原地 只觉那一刻 心跳都停止了一般 一股强大的威压席卷而出 下一秒 男人身子倒飞出去 眼前一黑 生死不知 等他再次醒来 天已经下起了萌萌细雨 男人听着外面的雨声 忽然回过神来 猛地坐起身 只见一个陌生男子 正在马车中 为自己娘子搭卖 相公 你醒了 妻子倒 男人正欲说话 忽然胸口一热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淤血化开 不过还需要养一些时日 陌生男子缓缓开口 男人看向陌生男子的眼睛上 缠着一块黑布 瞎子 李平安从袖口拿出一根笔 又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侧子 川穹 乳香 家度重 桑记生 虫楼 黄草屋 边说边写 写完之后 撕下来递给男人 这是你的药 用水煎符 每日两次 切记这几日不要干重火 说完 又低下头 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他眼睛虽瞎 可是字迹却十分秀美 从他的字里 拖着一种清爽 安详的味道 不像有些人写出来的字 像是在嗡嗡作响 急促而不稳 不稳便是心不敬 你夫人的性命暂时无忧了 不过与你一样需要敬仰 照着我这个方子 吃上三个月 男人接过药方 反应过来 多谢恩公救命之恩 说着便要给李平安跪下 李平安却抢先一步 扶住了他 无须客气 举手之劳罢了 在下姓赵 单名一个上字 还未问恩公大名 家住何方 日后也好报答 举手之劳何须报答 赵上又道 恩公 也是要进城 不如我们一起进城吧 我家虽说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但也还是有着不小的生意 总得让我们请恩公吃顿饭吧 是啊是啊 赵上妻子在一旁附和道 先前他气息雷弱 身体忽冷忽热 似乎是离鬼门关 只差半步距离了 谁知道却被对方声声拉了回来 不了我还有事 赵上连忙说 恩公 有何事但说无妨 赵某定当竭尽全力 李平安笑了笑 不劳烦你们了 我只是来 替一个少年讨个说法 马车外的细语连绵不绝 与中一切的一切 都朦胧的呼成一片 李平安重新戴上缩帽 起身下了车 再会 在他起身的瞬间 男人清晰的听见了 金铁碰撞的清脆声响 似乎是刀剑香蕉之声 这时 他们才发现 李平安的代步工具 竟是一头牛 一人一牛 很快便消失在 朦胧细语当中 师兄 杨开刚刚见到 玉门关的轮廓 便见当下有四道身影 在前方等着他 三男一女 皆是同门子弟 师兄 这次游历如何 女子名换银儿 年纪虽小 却古灵精怪十分可爱 杨开是个十分矛盾的人 一方面 他瞧不起世俗的凡人 将其视为猪狗 几次下山游历 都曾害死过无辜之人 因为这事 常被师父责骂 甚至一次行事太过 险些被长教逐出师门 只是杨开很有修行天赋 他师父不愿埋没了 这样一个人才 竭力保了下来 而后杨开行事风格 才有所收敛 这一次游历 杨开在大随军中办事 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报酬 暗地里却沟通突厥 又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报酬 他虽是大随人 可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猪狗之间的争斗 无论谁输谁赢 自己总能稳坐钓鱼台 另一方面 杨开又对其同门师兄弟 十分照顾 无论是内门的师兄师姐 还是外门的师弟师妹 都对杨开有着很高的评价 在山门内人缘极好 师兄 我想死你了 杨开笑着摸了摸小师妹的头 看看师兄给你带回来了什么 说着手一番 手中多出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糕点 桃花苏 银儿眼睛一亮 师兄最好了 杨开又向一名年岁较大的男子 拱了拱手 劳烦韩师兄来此迎杨开 韩师兄摆了摆手 你我同门师兄弟不说这些 接着杨开又向另两位师弟打了招呼 礼数周全 跟之前判若两人 一行人有说有笑 正商量着去了城里到哪家下馆子 细雨威风之中 却有个人影向这边走来 他走得很慢 但一现身 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 带着一种天然的杀气 杨开几人纷纷转头 警惕地盯着那人 但见那人穿着一身青衣 左袖空空如也 右手拿着根竹竿 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 身后跟着一头黑牛 倒真是奇怪的紧 走到不远处 便站在那里 杨开察觉到 对方气息并非普通人 开口道 阁下有何事 在下想向杨公子讨个说法 这人一开口便知道自己姓胜 杨开不禁皱了皱眉 李平安微微低头 感受着雨珠从缩帽上划过 杨公子是修行中人 自当铭心见性 右手大随恩惠 却在战场上里通外敌 害死128名大随将士 在下想为这是讨个说法 雨水浸透了尘土 气氛诡异地沉默下来 几位师兄弟诧异地看向杨开 这件事很符合杨开的形式风格 这些年师兄弟们早已习惯了 就连师父都懒得骂了 可是帮助外境之敌 杀害本国将士 这事情做得属实 有些过分了 大随虽然雷弱 内部矛盾四起 可是谁也不会顶着天下的骂名 跟外族人合作 更何况 如今掌教当年 便曾在边疆率领弟子 对抗外族大军 家国情怀人皆有知 杨开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这种事情 虽然自己不在乎 可是被师兄弟们知道了 到底还是会留下隔阂 如果被捅到执法阁中 估计这次连师父都保不住他 只是 他又不屑于反驳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这才是君子所为 更何况这些年 他的行事作风有目共睹 即使是反驳 估计他们也不会信他 讨说法 那你是为他们中的哪一个讨说法 杨开反问 等于变相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说出来 杨公子可能也记不得了 李平安平静道 他不过是128名将士中 最不起眼的一个罢了 李平安解开缩帽的袋子 又脱下了缩衣 缩帽和缩衣落在地上 这时 几人才看清 他的腰间挂满了刀剑 手里的兵器 则是一柄板厚的刀 刀在窍中 外面裹着一层白绸 杨开嘴角轻轻勾起 不自量力 住手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 出生的是杨开的师兄 陆斌 这些人中 他的辈分最高 修为最深 发生了这种事 陆斌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以往杨开虽然做了一些过分的事情 但是好在处理的还算是干净 没有给山门抹黑 可这次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韦 李同外敌 而且竟还被别人查到了身份 如果这是不能妥善处理 恐怕要殃及师门 陆斌拿出了 自己作为师兄的威严 狠狠瞪了一眼杨开 一切回山门再说 接着又向李平安拱手 这位兄台 在下陆斌 是几人的师兄 此事尚未有定论 不如跟我们一起 回山门再做决断 如果真如你所说 师门长教 自是不会放过 我这位师弟 会给冤死的将士们一个公道 但如果 我师弟是被别人陷害 就又当别论了 李平安沉默片刻 如果真如我所说 阁下师门当如何处理此人 陆斌抿了抿嘴唇 心中清楚 出了这等丑闻 大概师门会将此事掩藏下来 自是不会宣扬 将杨开闭门撕过 或者处罚在罐中做苦役 却万万不会将杨开逐出师门 毕竟这样的人放出师门 保不齐还会留下什么黑点 至于那冤死的128名将士 死都死了 又能当如何 李平安忽然笑了 抬脚向杨开走去 最后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 你应该不缺那些钱 为什么帮助突厥人 害死那些将士 杨开身后那柄青蓝色的宝剑 嗡的一声响了起来 离窍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抖动起来 只能看见一丝丝残硬 蝼蚁一样的人物死就死了 杨开不屑地出声道 李平安拔刀出鞘 动作简单朴素 是啊 蝼蚁一样的人物 可是你今天也要死在蝼蚁的手里 他的动作有缓变慢 似乎只在一瞬间 完全没有提速的这个过程 手中的坡刀撕裂羽目 似是承载着那少年可悲的梦想 势不可挡 青蓝色的宝剑 带着一股炽热的气息 降落在剑身的雨滴 震成粉碎 只听一声急促的剑鸣之声响起 一缕细碎的剑影飞射而出 划过一道弧线 犹如一道残虹 凄凉而又优美 坡刀和飞剑相交 强烈的碰撞刺在周围 形成了绝对领域 将纷纷而落的雨水拦截在外 坡刀在距离之下 断成几节 可也因此短暂地阻止了 飞剑的进攻速度 李平安从腰间抽出 另一把细长的刀 他似乎知道 凭借着粗制滥造的武器 不会是扬开飞剑的对手 但一把刀不够 那就两把 三把 四把 蝼蚁虽小 亦能焊相 枪枪枪枪 电闪雷鸣 天地间一片寂静 似乎在酝酿着一场罕见的大雨 李平安保持着冲刺的速度 手上却没有丝毫的松懈 手中的刀也没有停止 他面无表情地向前 继续向前 一种无形的刀翼 通过他的心 传递到了他的脑海之中 这是一种奇妙的境界 李平安的腰间共有九把刀 阳开的飞剑折毁了其中的八把 一刀 没有任何意念 只存在于天 石 地利 人和的一瞬间 飞剑想要回身救主 可为时已晚 在半空中抖了抖 随后无力地跌落在地 阳开的身子摔倒在雨中 头颅飞出一帐开外 落在血泊之中 雨水从天落 让血水更快地蔓延开来 阳开的脸已被鲜血染红 但他的脸上却没有死亡的痛苦 有的只是一抹茫然 仿佛是到死 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没料到李平安会这么快 更料不到 对方会以这样干净利落的方式结束战斗 他还没来得及将身体提升到最佳状态 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剑招 还没来得及运转真气 李平安的刀便割下了他的脑袋 李平安微微皱眉 右臂 似乎也废了 应接了飞剑八次攻击 磅礴的剑气将肌肤中的每一寸都悉数斩断 诚然 如果再给阳开一次机会 让阳开有所准备 李平安绝不会这么轻松取得胜利 只是人生从来没有重来的机会 李平安深深吐出一口气 此件事了 再会 他没有理会其他人转身一步步的离开 这些人都是阳开的师兄弟 保不齐会有哪一个愿意为他报仇的 再战 李平安绝无取胜的可能 阳开死了 所有人 包括其中修为最高的师兄陆斌 全部愣住了 从开始到出手 仅在三个喘息之间 陆斌望着李平安离开的背影 嘴角不由自主地抖了抖 若是刚才换成自己对付这人 三息之间 他倒是有把握运转真气 将身体达到最佳状态 可问题的关键是 自己现在是马后炮 如果他真的处在阳开的位置 恐怕也不会想到三息之间 对方便能一刀毙命 此人的实力 陆斌等人别说出手了 甚至连出生的勇气都没有 直到李平安和那头牛 缓缓地消失在视野当中 无形的压力才消散了不少 几人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看着阳开的尸体 不禁都有几分茫然 前一刻还在与他们有说有笑的人 这一刻便成为了一具尸体 春雨像飘渺的云烟 扶过枝头 扶过枯黄的树叶 速速落下 李平安坐在一座破旧的城隍庙内 将嘴中的那颗金丹咬碎 扶下 既言和尚留下的宝藏 舍利子 江湖传言 具有生残补缺之能 李平安既然巧合得到之后 却担心其中有什么猫腻 没有扶下 直到今日 丹药在嘴中迅速化开 又灌入了他的体内 李平安瞬间浑身大汗淋漓 每一次呼吸都会喷出一口白气 气向丹田 尾驴部位催压 灌冲 当最后一缕钢气回到丹田的时候 大量的汗水从毛孔中渗出 一股恐怖的压力直逼他的五脏六腑 让他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然而很快 身体便重新恢复了力量 磅礴的生机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一点一点地修复着他的手臂经脉 虽然只是一缕一缕钢气连接在一起 但效果却是极好的 原本空荡荡的左臂 此时却是起氧无比 他努力地想要睁开眼睛 可是双眼仍旧带着炽热的刺痛 一股温热的液体从他的眼角滑落 一滴一滴地流了下来 全身的肌肉都在抽搐 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 每一根骨头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平安才安静地躺了下来 只有几处肌肉还在慢慢地蠕动 他想吐出一口浊气 可是喉咙里却被一股粘稠的甜味给堵住了 用力地咳嗽了一声 却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猫猫 老牛兴奋地叫了几声 李平安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臂 重新感知到了力量 原本空荡荡的左臂也重新长了出来 只是还没有习惯运用 拖着左臂倒像是雷坠一样 不过 李平安的眼中仍旧是灰蒙蒙的一片 没有半点恢复了的痕迹 可能这舍粒子只能生残补缺 没有负名的缘故 也有可能是什么不知名的缘故 李平安并没有计较太多 手能够恢复还没有什么副作用 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试着调戏真气 可是体内的真气却是有些紊乱 控制得十分吃力 明显能感觉到体内多了一份不属于自己的真气 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催动真气 不让它扩散开来 这才让李平安暂时平静下来 三日后 老牛将李平安驮回了安北寺镇 大叔大叔 阿丽亚大喜过望 高兴地叫着 李平安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大叔 楚生呢 楚生怎么样了 阿丽亚迫不及待地追问 李平安沉默片刻 从怀里摸出一封信 他去京城找他娘去了 短则个把月 长则三五年叫我们不要担心他 啊 这小子去京城也不知道跟我们打个招呼 害得我担心了这么多天 阿丽亚气呼呼地接过信件 鼓着小脸 等我下次见到他 一定把他做成猪头 朵哈也走了出来 看了看信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喜悦的表情将在脸上 抬起头看着李平安 大叔 李平安平静到 他过得很好 我们就不要再打扰他了 或许哪一天他会来看我们的 春风过 杨柳绪纷飞 像是要吹散少年的梦 原来是悲剧啊 李平安讨厌悲剧 可这世上就是如此 努力不一定有结果 用心也会得不到回报 少年一腔热血 迎着风而去 不停地编织着自己的梦想 将自己燃烧殆尽 没有功成名就 没有花团紧错 三个月后 李春月 你这段时间怎么了 不在状态 马三娘翘着二郎腿 目光瞥向一旁脸色憔悴的李平安 有一点 李平安低声道 自从服下了那颗 具有生残补缺智能的射粒子 虽然手臂恢复了 可是体内也多了一股乱窜的真气 消化不了 却又排挤不出去 每一次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功法 让其稳定下来 算了 那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吧 马三娘说 这段日子 正是历春月忙碌的时候 每个杀手都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 偏偏这时候 李平安不能接委托了 离开历春月 李平安有些烦恼 今晚吃什么呢 想了想 决定还是买几张荷叶饼吃 荷叶饼倒不是真的荷叶 因饼薄如纸 绵软洁白 酷似荷叶 因此得起名 嚼之富有弹性 客栈酒楼也多用荷叶饼卷烧鸡 或烤鸭丝 再服以甜面酱 葱等食用 不过 以李平安现在的经济水平 是买不起烤鸭的 买了几张饼 又要了一碗胡辣汤 就坐在市井路边 一口饼子 一口汤吃了起来 胡辣汤冒着热气 边喝边吹 喝了一碗 就出了一身的汗 还剩下最后小半张饼 干脆放进汤里 一仰头 一股奶的喝了下去 耳边传来 街头巷尾的趣味 听说了吗 最近来了的西域剑客 闹得沸沸扬扬的 在秋风亭外 静候中原舞者 到现在为止 已有不下数十人 败在了他的手上 那人好奇地问 现在却还能看见吗 每隔十日 那名西域剑客 便会出现在秋风亭 李平安默默听着 关于这个西域剑客的事情 他早就听说了 据说那西域剑客 剑法高强 是一把薄剑 扬言剑挑中原舞灵 此话一出 顿时吸引了 不少中原舞者的不满 不止一次想除掉他 但他武功极高 每一次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李平安抹了抹嘴 付了钱 牵着老牛缓缓走了 纵使他是神舟无敌 那也跟自己没关系 因为体内真气的影响 李平安这段时日 都无法修炼 每天多了很多时间 没事的时候便练练字 眼睛虽瞎 可是小半米的 可是距离足够了 练习书法 也不肯用白纸 宣纸 而是用旧报纸 只是今天写得特别不顺手 写完一张后 他也不满意 索性放下笔 端着一碗煮熟的黄豆 坐在门口 吃着黄豆想着心事 大叔大叔 阿丽亚从围墙轻车熟路的翻进来 少女一身蓝色衣裳 柳眉信念 鼻梁挺直 小嘴弯弯的 修长笔直的双腿 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 给人一种别样的美感 李平安听见动静了 头也不回得到 今天书院放假 嗯啊 大叔我们去看热闹吧 今天有庙会吗 阿丽亚说 不是庙会 但是比庙会还热闹 好多人都去看西域舞者 跟中原舞者打架 李平安丝毫不感兴趣 打架有什么好看的 听他们说 打得可精彩了呢 走吧走吧 李平安最后还是没有游过阿丽亚 被他拽着去了秋风亭 随行的 还有阿丽亚的同窗 两男一女 一行人有说有笑 互相打招呼 走得很慢 一边欣赏的风景 一边有说有笑 李平安跟在四人身后 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想想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街上要饭吗 赵琳儿 出自书香门第 生个眉清目秀 唇红齿白 俨然是一个美人胚子 从小就是个才女 能够背诵许多诗文 字也写得漂亮 王毅 锦衣华服 相貌英俊 同时也是几人中家世最好的 潘俊 人称胖俊 人如其名 胖乎乎的 没什么新年 王毅依然是几人中的头头 带着自己的小弟 和心中的后宫团 神奇洋洋的走在街头 只是 他有些嫌弃的 瞥了一眼跟在身后的李平安 一身朴素的打扮 还是个瞎子 身后跟着一头老牛 要多吐有多吐 王毅这人没有多坏 平日里讲义气 只要你跟他交朋友 就不会亏待你 不过年轻 孩子心性多一些 凡是讲究面子排场 李平安感受到了王毅的情绪 淡淡一笑 故意放缓了脚步 跟几人保持着距离 只是没走一会儿 前面的阿丽亚 见李平安落后了 便返回来拉着他一起走 李平安无法 一行人很快便来到了秋风亭 而此时的秋风亭处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大多都是来看热闹的 秋风亭内 立着一顶轿子 旁边还站着几位仆人 想必轿子内的 便是西域剑客了 倒是蛮托大的 气息锁定62% 李平安不动声色地 感应着轿子内那人的气息 让他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能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力量 可李平安感受不到 他体内的真气 或者说 他体内的气十分雷弱 与老弱病残相同 这让李平安有些诧异 对于这个古怪的西域剑客 也多了几分好奇 周遭嘈杂声不断 无一处空旷之地 倒是便宜了那些 卖茶水 蜜饯零食的的小贩 不用大声吆喝 不一会儿带来的东西 便被一扫而光了 王毅豪气地 买了一大兜子蜜饯零食瓜子 给大家分 大说 这个糖可好吃了呢 阿里亚将一颗糖 递到李平安手里 李平安用力咬了一口 一股甜甜的感觉 在口腔中炸开 很快 今天的第一个挑战者登场了 是一名刀客 穿着一身墨绿色的镜装 手里拿着一把宽刀 金刀严家 刺叫了 严家掌门人外号金刀无敌 在江湖之中 名号也算是响亮 轿子中的剑客 不但没有露面 连话都没有说 刀客不满的皱眉 举起手中的刀 刀是不会轻易显露出来的 一旦出刀 必见血 刀出鞘的声音 和他的声音同时响起 话音刚落 白光一闪 就像是一汪秋水 在刀身之上流转不休 刀客的刀光 当一声落在地上 目光有些呆滞 半晌众人才反应过来 结束了 告辞 刀客捡起地上的刀 脚步迅速地走了 哇 好厉害 你们看见刚才那道白光了吗 王毅双眼一亮 兴奋到 胖郡和阿丽亚 赵琳儿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眼睛 这场面对于十五六岁的少年少女来说 无疑是震撼的 踏实的是什么剑法 胖郡看向王毅 王毅家境好 府内雇了不少江湖门客负责安全 其中不乏武艺高强的 王毅也时常跟着学习几招 因为这是在小伙伴们面前引以为豪 此时见胖郡这么问了 当然不能说自己知道 应该是传说中的平沙落雁 王毅若有所思地说道 听名字就很厉害 胖郡道 王毅嘴角轻轻勾起 自豪道 这算什么 如果你们想看 来我家 我让我的那些师父们表演给你们看 赵琳儿扑闪扑闪着眼睛 一副十分好奇的模样 阿丽亚则是直截了当地说 等会儿去行吗 没问题 王毅一口答应 接下来又有几人出场 无一例外都失败了 甚至都没人能靠近轿子 甚至让轿子中的剑客现身 直到最后一名和尚的出现 那和尚一身不一 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 神态和蔼 长相清秀 面白似玉 莫眉似剑 倒不像是一个和尚 反倒像是莫上无双的公子 一出现 便引得周遭妇女一道道目光 法喜四长青 请赐教 话落 名为长青的和尚 踏不上前 当 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 响彻四周 当一声清脆的响声 在周遭响起 不懂强的人大眼瞪小眼 却是没看见双方出手 唯有一些舞者 清楚地感受到了 刚刚二人的交锋 和尚虽然年轻 却已然能用真气护体 轻描淡写地挡住对方一击 和尚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向前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和尚的身上 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金光 带着一股治刚之力 当当当 两股力量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 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力道 和尚的肩膀都被震得微微一颤 紧接着 他的身体像是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一样 向后退了一步 和尚定了定心神 一股热流从他的经脉内涌出 紧接着和尚身子忽然僵重 刺骨的寒意传来 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去找西街的医师王老 一个时辰内 经脉还能保住 教内第一次想起了那名西域剑客的声音 和尚长青强撑着站了起来 在他的手臂上有一道长长的血痕 看起来触目惊心 多谢施主手下留情 说吧 转身缓缓离去 这回再无人赶上前迎战了 过了好一会儿 四个仆人抬着轿子 朝着东面离去了 看热闹的众人也纷纷散去 想必今天发生的这场面 不久后便会传遍街头巷尾 胖俊几人意犹未尽地要去王毅家 看看他口中所谓更加厉害的舞者 李平安没想去凑那个热闹 但见他要回去 阿丽亚便也失了兴头 王毅一直试图将活泼灵动的阿丽亚追到手 见状连忙劝阻 瞎子说 去我家坐坐吧 你不是愿意喝酒吗 我家的酒保证你没喝过 李平安也只好顺势同意了 来到王家府邸 倒真是气势宏伟 庭院占地广 院落里有几座小楼 假山上几条小溪潺潺流淌 俨然是一座王公贵族的居所 好不容易来一次 王毅自然要好好炫耀一番 带着几人在府内转悠起来 来到后院 王毅拉来两个年轻力壮的舞者 跟他们耳语了一番 二人心照不炫地笑了笑 都明白小少爷的心思 反正闲着无聊 便当即在院子里鄙视起来 二人没用兵器 比的是拳脚 拳脚相交 打得难解难分 越打越快 时有呼啸声响起 清脆悦耳 两人听得清清楚楚 就这么一会功夫 二人以对了二三十个照面 这在阿利亚 胖郡 赵琳儿眼中 可比邱峰廷那几场战斗 精彩多了 一个劲儿的叫好鼓掌 李平安坐在场外 但笑不语 拳掌相交的声音 虽然不绝于耳 可二人耍的功夫 都是滑甲子 外行看起来十分漂亮 内行人却看得出来 比起邱峰廷那几场战斗 插了几条大马路 两人也知道 并非是真的要分胜负 主要还是逗逗小少爷的朋友们开心 反正皮糙弱后 又多收着力 挨几拳也无所谓 李平安坐着有些无聊 试图调转体内真气 却只觉得胸口越来越闷 心烦气闷 无奈只得放弃 吐出一口浊气 引得一缕缕清风 驱散了心中的燥热 道友也是修行中人 身旁传来一个温和的声音 李平安微微一愣 方才自己竟然毫无察觉 此人到了身边 想来是刚才因真气乱窜 固执心神烦乱 只是李平安并未流露出什么表情 平静道 在下不过是个学过几天功夫罢了 谈不上什么修行之人 老者微微眯起眼睛 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一身素衣 看不出什么法力道衡 但沉稳中透着一股清零 显然是一位实力不俗的高手 李平安不愿在他人面前露怯 只好凭住呼吸 催动体内的真气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顺畅起来 好香的酒 老者鼻子微动 李平安解开酒囊 十余年的佳酿 这还是上次委托时 那个开黑店的掌柜的 送免费的 老者咽了口吐沫 二人当即对迎起来 一面喝酒 一面谈话 老者瞥了一眼李平安身后的二胡 先生懂旋律 勉强混口饭吃罢了 不知老朽可否有幸能听先生一曲 李平安温温笑了笑 这人谈吐不凡 想必不是王家的长辈 便是贵客 自己冒昧来做客 哪里有拒绝的道理 当即解开绑在二胡上的绳子 那就现丑了 老者本是一时兴起 一双眼睛似睁未睁 只是越听越觉得有趣 舒服得像是外边下着细雨 雨点滴滴答答地落在窗边 屋里烤着火 温着酒 二人对坐 漫不经心地闲闹自己的人生 随后音符变得迟滞 仿佛遇事痛苦 让人生起一种无力感 取掉苍凉 洒脱中带着一丝惆怅 一种人生寂寞的悲凉 当随着这种情绪 快要到达极限时 黑暗中呼得有了光泽 旋律百转千回 从低沉往青月激昂处而去 高亢的像是九天放歌 杜鹃啼血 终于发出的一声不甘的嘶吼 月声又变了 这一次变得低沉 故事重新回到了最初的小屋 经历世事 透着一种淡然和超脱 一曲终了 破 老者手中的酒囊落在地上 身子像是定格了一般 表情古怪 相比起老者 另一边的几人 仍旧是全神贯注地 盯着比武的二人 这回二人改换成了兵器 观赏性更高 曲子便是这样 听懂的人能感悟许多 不懂的人 却只能体会出悲凉 与其听这些 不如看几段戏来得有趣 有些情绪是该说给 懂的人听 古先生 古先生 连续几声地呼喊 老者才回过神来 王毅之父 王家之主王山 诧异地望着古先生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刚才偶然路过听见曲声 好奇地走过来 这才有了这一幕 古先生意识到 自己失态了 笑了笑 目光直勾勾地望着李平安 敢问先生这首曲子 叫什么名字 出自何人之手 李平安回道 二拳应悦 是我一个友人所赚 古先生面露激动 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此曲若是未能流芳百事 当真是一大汗事 先生过誉了 王家家主王山 观察了一下李平安 拱手道 还未请教先生贵姓 在何处高足 谈不上什么高足 在街头卖唱罢了 卖 卖唱 王山不由得有几分诧异 爹 这是我带来的朋友 王毅走过来 解释道 王山板着脸责怪道 既是朋友 怎不通知我一生 这般没规矩 能做到王山这种地步的人 自是不会看人下菜碟 高鹤一句街头卖唱的 不配入我家门 然后将人轰出去 这种人是傻子 也断然不能白手起家 创立这份家业 王山那是人精一样的人物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就是一个乞丐在他面前 王山都能以平常人代之 唯有这样 方能走得长远 王山略有些歉意地说道 先生莫要见怪 娃娃不懂事 不如敬寒舍喝一杯 对对 喝一杯喝一杯 一旁的谷先生忙随声复合 李平安略意拱手 冒昧打扰已是唐突 怎好再行叨扰 李某这便告辞了 一听其要走 谷先生忙拦住他 哎呦 不着急不着急 酒逢知几千杯少 王山心中微微有些恶人 谷先生一向沉稳有度 今日这是怎么了 盛情难缺 李平安只得陪着他们走进堂下 王山虽然没什么兴致 但是见谷先生热情 便让厨房张罗了一大桌子好菜 荷包礼机 樱桃肉 金灵质 通花软牛肠 光明虾质 等等 肉质细嫩 口感滑嫩 多吃几块也不会腻 倒真是让李平安几人 想了一顿口福 通过聊天得知 李平安真只是一个唱曲的 王山便失了兴致 但是礼书上却一点也不含糊 十分周全 他看得出来 谷先生对于李平安的小曲十分喜欢 只要谷先生喜欢 别说对李平安的小曲了 就是对李平安 那也得办了 李平安喝了一壶美酒 倒也看得出来 谷先生的心思 便道 谷先生不妨有话直说 谷先生一笑 恕谷某冒昧 如果先生愿意的话 可否将刚才的曲子交于谷某 自然不会让先生白交的 王山拍了拍手 当即便有庸人拿着一个盒子走了过来 盒子长约一尺 宽约半尺 上面挂着一把增量的铜锁 木盒上还镶着铜条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不过真正值钱的 还是里面的大鹅银条 略表心意 还望先生笑呢 李平安笑了笑 二位不必如此客气 谷先生如此喜爱此曲 李某高兴还来不及呢 何来报仇一说 若是谷先生想学 在下必当知无不言 这话倒是令王山眼中 浮现出少些的赞叹之情 对方并非富贵之人 街头卖唱 鸡一顿饱一顿 可刚才却没有半点迟疑的拒绝了 谷先生道 谷某身无常物 就是这顿饭 也是借着王老板的光 王山赶忙道 先生这话 便是不将王某看作朋友了 谷先生哈哈一笑 不如这样如何 谷某颇通一些挂数 如若李先生不嫌弃 谷某愿为先生补上一挂 听闻此言 王山面色骤然一变 不可置信的望向谷先生 却见对方全然不是一副开玩笑的样子 算挂 李某对这些东西 却是很少有了解 王山沉声道 李先生 谷先生精通奇门遁甲之术 是大名鼎鼎的相师 多少人千金求谷先生 一挂尚不可得呢 王山心中五味杂陈 他这次请谷先生来到家中 就是为了能让谷先生 为王家补上一挂 只是谷先生这等高人 又怎会在乎金银珠宝 王山将其视为上兵 为的就是哪一天 谷先生一开心 为王家补上一挂 那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可谁知 今天一个卖畅的来到府中 拉了个小曲 便将谷先生的挂数求来了 王山想投何自尽的心都有了 你喜欢小曲早说啊 整个安北四镇唱曲的 老子都能给你找来 李平安顿觉有趣 便道 那就有老谷先生了 只是不知道 谷先生需要一些什么 生辰八字我可是没有的 李平安穿越到这个世界 便在乞丐窝里 哪里会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 谷先生笑了笑 先生小瞧古猛了 谷先生拿出一方式盘 奇门式盘主要由地盘八卦 人盘八门 天盘九星 神盘八神 以及三旗六仪组成 巧妙的将像术与五行融合一体 天 地 人 神盘 及三旗六仪 各有所代表之像与术 及各自的五行属性 和生杀关系 信息纵横成网 可迅速准确完整的描述 时空中天 地 人世的前因后果 或反映事物的发展阶段 或反映事物发展的结果 或反映出必或区及的发展规律 谷先生问了李平安几个问头 无非是姓甚名谁 年龄几何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李平安的面相 首相 按照谷先生的说法 单一看面相或首相的 多半都是假的 因果命运是一个庞大的计算工程 不是你代入一个加减法 便能解出来的 王毅几人也沾了眼符 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胖俊小声地问着 这个谷先生是什么人 王毅便在一旁 跟几人添油加醋地 吹嘘着这位谷先生 上之天闻下之地理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人称 赛半仙 这便是李先生的寿源了 谷先生指着是盘上的一条线 红色的草口正在不断上升 谷先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先生有福了 如果自己算到对方命不久已 那多少是有些尴尬 还好从卦象中可以看出来 对方的寿命超过了六十岁 破一百了 李先生足足能活一百多岁呢 谷先生话还没说完 忽见草口上的红线 已经突破了两百 三百 卧槽 谷先生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只见草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直线上升 转眼间便到了这方寿盘的极限 怎么可能 寿盘出问题了 谷先生最先想到了这个可能 话还没说完 胸口一闷 双眼一花 一股热气上涌 破 一口鲜血喷出 伴随着咔嚓一声响 整个是盘列成了两半 谷先生 一晃眼数日过去了 在李平安的调理下 常青和尚的身体逐渐恢复了过来 和尚与瞎子倒是蛮谈得来的 常青去过许多地方 各地的风土人情 民间故事 旅途经历 都令李平安十分感兴趣 李平安身上也有许多吸引常青的地方 二人越聊越投机 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虽然只是短短几日 却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日 李平安正在家中除地 忽然 气净利险 体内那股乱窜的真气再度暴走 盘旋着冲入他的丹田 冲击着他的心脉 令他气血翻腾 腹部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响声 一股赤红色的血溅从他口中喷出 李施主 常青和尚一步跨出 面色微微一变 一直点向李平安的数个穴位 一股浑厚的真气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一股恐怖的压力直逼常青的五脏六腑 把他的护体真气逼得半散半收 一部分回流到了丹田之中 常青勉强撑住身子 化解了大部分力道 用仅剩的真气保住李平安 半个时辰之后 危险解除 常青常吐出一口浊气 待到李平安醒来 天色已晚 常青守在床边 一边调息 一边恢复着刚才消耗的真气 李平安发现自己的心脉 近乎快要断了 气血也是微弱到了极点 如果不是常青的急事出现 恐怕他现在便成为一具尸体了 想来 命运当真是奇妙 几日前 李平安救了常青一命 几日后 常青便还了他一命 万般皆是命 一切有因果 谁知道一个小小的善举 竟会在关键时刻 就自己一命 李施主 感觉如何 放心死不了 最坏的情况 就是费了一身经脉 能活着就好 李平安看得很开 最难的日子 他都挺过来了 何必在乎这些 李施主体内 有一股疾难化解气之源 须不出 化不掉 降不浮 压不住 倒真是奇怪的紧 而且这股气 倒像是佛家的气息 施主可修炼过佛门秘法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这个说来可就化长了 长青看出李平安不愿多说 便也没有进一步探究 与众心肠的道 施主现在体内的真气 极其不稳定 不但难以调动真气 还会反噬 稍有不慎 便会丧命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驱除施主体内的那股真气 只是光靠你我二人 恐怕是无法做到的 还有一方法 不知施主可否愿意尝试 但说无妨 李平安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在坏能坏到哪去 佛家功法则以禅修为代表 儒家执中 道家守中 集中体现了佛家功的特点 而空则是指 万物没有实体 皆由圆而生 所谓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眼见长青跑题了 李平安忙开口 将话题拉到了正轨 长青尴尬的倾壳一声 知道现在不是给李平安度化佛家思想的时候 小僧自幼拜入佛门 又二十余年学一门涅槃经 以五脏之精神内生气血 继而转移脉络 筋骨 翘穴 改善资质 调和其性 使生机焕发 内素于心 故本培缘 调节阴阳 施主体内既是佛家之气 或许用此法能控制一二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佛门密法 在下红尘中人 恐无法领会其中奥妙 长青淡淡一笑 李施主慈悲为怀 乐观豁达 我佛自会保佑你的 小僧愿将佛家密法相托 一来是报答施主当日救命之恩 二则不愿施主这样的人 逢此大难 却无解救之法 当下长青便将涅槃经的心法倾囊相受 又指点种种呼吸 运气之法 其精妙之处 非外人所能揣摩 就算有人指点 也要时刻提醒 还需参悟者自己的领悟 如果没有人指点 没有文字的注解 想要参悟其中的奥妙 谈何容易 不自觉的 李平安便融入了其中 果然觉得经脉顺畅 脉息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到了清晨 只觉神清气爽 不知不觉 又是一天一夜过去 经过这两天两夜的参悟 李平安越练越有味道 喜得经书中的几世 也有了几分心得 一言而行 施展起来并不费力 渐渐的 竟感觉体内的真气 似乎壮大了一些 功力也有了一些进步 长青望着李平安 没曾想对方短短两日 便已有所领悟 小有成就 不由地深深感叹道 李施主与我佛有缘 若是能入我佛门 当真是一大幸事 李平安只是笑笑没说话 里里鼠云散 鸟鸟凉风起 这段日子 李平安身居简出 就连每日的拉曲都不常去了 大部分时间都在修炼涅槃经 修炼多了 杂念也少了 闻着平日爱吃食物的味道 竟有些提不起欲望 不过好在成果 还是十分令人满意的 体内那股乱窜的真气 虽然没有被完全消化 却也再翻不起什么浪漫 剩下的便只能教给时间 一点点的消化 在这个过程 李平安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身体的变化 自己丹田之中的真气 一天一天的增强 比以前更加的旺盛了 呼吸之间 就像是一根羽毛 一呼一息之间 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客观您的菜来了 神仙鸭子 袋子上巢 豆瓣鲫鱼 酸菜鱼 鱼香茄饼 粉蒸鸡 听着对面酒楼小二的呼喊 别说里面的客人了 就是外面的人 听了都不由地咽了口吐沫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他可不想真的成为一个 无欲无求的和尚 当即 大不留心地走进酒楼 豪气地点了一桌子美食 最后又要了一壶佳酿 李平安一个人 以风卷残云的速度 将整个桌子的菜 全部一扫而空 在场面看得周围的人 都不由得有些诧异 这是 几天没吃饭了 李平安喝掉最后一杯酒 消了消失 小二 结账 那边爽快地报了价格 又给李平安抹了铃 李平安一听 这价格微微皱眉 从怀里摸出钱 心道 坏菜了 钱不够 客观 小二见李平安迟迟拿不出钱 心中生了几分警惕 李平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今天出门仓促 钱没带够 见笑见笑 客观记性可真大 不如压一些值钱的东西在这儿 客观回去把钱取回来 李平安倒真是有些为难了 自从他体内多了那股真气 便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结尾托了 以前都是挣多少花多少 没什么积蓄 家里的钱都快用光了 想必早也不找出这么些钱来 小二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客观 不是拿我寻开心吧 正当李平安为难之际 忽见一熟人走了进来 街头混混刘二 先前身为火熊帮成员 负责李平安那条街道的阅历收取 后来火熊帮被毒蛇帮灭了 刘二转身成为了毒蛇帮的一份子 凭借着能说会道 现在已然是毒蛇帮帮主的亲信 瞎子 刘二诧异地看着出现在酒楼中的瞎子 按理说这种规模的酒楼 可不是他能吃得起的 你怎么在这儿 李平安笑道 二哥 你还真是急事语 刘二一挑眉 听李平安说了当前的窘迫后 拉拉拉李平安 低声道 你小子没钱 还跑到这儿来硬装犊子 李平安颇为无奈地说 一时粗心马虎 不知二哥可还有闲钱 借兄弟我应应急 刘二瞪了李平安一眼 你吃饭叫我付钱 说是这么说 可刘二到底还是替他付了钱 这一桌子的佳肴 价钱当真不菲 刘二付钱的时候 感觉心都在低血 客栈二楼 包厢内的王山谈完生意 恰巧看见了李平安 脸上一洗 郑狱开口 李平安已经先一步抬脚离开了 刘二在背后不满地嘟荡着 他刚刚得了这月的赏钱 本是想带着相好的来这吃上一顿 谁知道确替李平安付了钱 来都来了 总不能掉头就走吧 混江湖的 讲究一个面子 来一盘凉菜 再来两碗大米饭 免费的汤来一壶 小二眨了眨眼 没了 刘二翘起腿 没了 大爷大鱼大肉吃多了 吃点素的减肥 二层的王山招手叫来小二 问清楚发生了什么 小二当即将李平安没钱吃饭 刘二替他付了钱的事情说了一遍 王山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 古先生临走之时的话音犹在耳 献龙在天 利剑大人 如果遇到大人物 可以获得进一步的磨练和栽培 另外若得到大人物的提携 会更加顺利 那一日 古先生给李平安算命 导致事盘破损 自己也昏厥了 古先生醒来第一句话 便对李平安道 先生命格不凡 是在下唐突了 王山当时就在当场 听个一清二楚 将两相联想到一起 便认定李平安便是古先生口中王家的贵人 叫来随从 富而几句 打扮火辣的女子 看着桌子上寒酸的凉菜 不满地说道 我们再点个菜吧 刘二横了他一眼 拿鸡毛点 这时 一个小厮走上前来 刘公子 这是我们吩咐我交给您的 说吧 递上来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刘二不见 你 老爷 谁啊 王家钱庄 王山 刘二一惊 不过也是混迹多年的人物 压下心头的惊讶 王掌柜的 找我有事 小厮呵呵一笑 不是找您 我们老爷说了 这钱是替李先生还给您的饭钱 李 先生 李平安 李先生 小厮说完 便拱了拱手告辞了 独流刘二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的声 等小厮回来汇报事情办妥了 王山才命马赴离开酒楼 县妹的最高境界 不是主动上门 虚情假意地送一些名贵珍宝 送礼的人 要么是有所期待 要么是有所求 会主观地给人一种 不怀好意的印象 王山混迹多年 自然不会做那种 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 而是用自己的需求 去满足对方的需求 既要在背后默默地把事情做了 又必须让当事人知道 而且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不会显得自己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这样既能让李平安 被动领了自己的情 又能得到对方的认可 李平安盘歇而坐 嘴中念念有词 周身的力量缓缓涌动 将他全身的每一处都静润了一遍 他的身体微微晃动 隐隐带着一种韵律 似乎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扮上之后 李平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鼻息里满是污秽的味道 但是他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 施主 欲速则不达 常青在一旁提醒道 李平安确实有点心急 不过再这样下去 连饭都吃不起了 想到这儿 李平安休息了一会儿 便拿着自己吃饭的家伙出去了 来到熟悉的街角 旁边的乞丐见他来了 连忙让出地方 还用袖口在地上擦了擦 李平安有钱的时候 时不时地抛给乞丐几文钱 或者将家里的旧棉袄被褥 送给这些人 所以周边的乞丐跟他混得很熟 也好 实在混不下去了 加入丐帮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么想着 李平安如往常一样 拉起了小曲 呼的 脑海中闪过一道光芒 二拳音乐LV3 5001000等级三小有成就 恭喜宿主获得白色命格 情能捕捉 效果 当读书 修行时 时间愈长 获得的修行速度愉快 目前最高为普通修行速度的两倍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李平安一愣 他倒是好久没有听见系统的声音了 正月升级到等级三后 积累经验的速度 变缓了数倍不止 等级一的作用是增加寿命 疏通气血 驱失暖身 等级二提供的奖励 则是各种功法 等级三的作用一直是个谜 直到现在才知道 命格 回家试试具体效果如何 李平安继续拉着小曲 并没有因为系统的出现便停下 体现出了完美的专业素养 一日 晨登天竹山 山殿朝阳小 李平安早早起了床 坐在床檐上 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涅槃经 时间一细细流过 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经文 细细品味着其中的寒意 竟然豁然开朗 命格情能捕捉触发 李平安不由自主地 进入了忘我的观想状态 沉浸在玄奥的经文中 心中一片清明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平安回过神来 浑身前所未有的舒畅 仿佛在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之后 突然获得了一种 宁静和自由的感觉 就像是一汪干涸的湖水 被注入了一股活水 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三四日的时光转瞬即逝 小院中时不时传来破空的声响 李平安活动着 许久未曾动过的身子骨 渐入佳境 天空湛蓝如洗 带着一丝良意 却又带着一丝清心 依靠涅槃经 与命格情能捕捉 李平安体内的真气 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化 融入血脉 可也绝不会发生 上一次险要了他命的事情 剩下的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本以为接下来的日子漫长平淡 倒是发生了一件趋势 李平安得知了 王山为自己还债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都是得了人家的人情 不到一声陷 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想来王家府内不缺什么东西 李平安便从院子里 那棵椰枣树上摘了一大包枣 略表心意 王山则顺势将李平安留在府内 吃了一顿便饭 趁着吃饭喝酒的功夫 一边对李平安拉的二胡赞不绝口 一边换来自己的儿子王毅 想让王毅跟着李平安学习二胡 话说的滴水不漏 这倒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李平安却不明白 王山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想来王山绝不是单纯的 想要儿子王毅学习二胡 其中原由李平安没有贸然询问 如果王山不想说的话 再问也没用 李平安推测了一下 奈何王山坚持 再拒绝就扫了对方的面子 指得顺势答应了 王毅第一天上课 骑着一匹枣红大马 一身静装 手里拎着父亲 让给李平安带的拜师礼 李平安身无常物 唯能拉一首小曲 王毅实在不知道 有着时间在院子里多打几趟拳 岂不是更不好 不过王毅虽是百般不情愿 但父亲千叮咛万嘱咐 也只好照办了 先生 王毅下马 给李平安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 李平安看着手中的礼物 不由得一笑 王山是个聪明人 送礼不是送最贵的 而是要送最合适的 那日 谷先生想跟李平安学二胡 王山便给了李平安 一些大额度的银票 谁料李平安没有收 反而提出无偿交给谷先生 从这王山就能看出 李平安感兴趣的不是金银珠宝之类的 又发现他倒是对美酒加酿十分喜好 于是便让王毅拿了家中珍藏的美酒 薔薇露酒 使用古法萃取金贵的薔薇 用所得的薔薇精油加入至美酒中 工艺精湛 两次投料 九次蒸馏 八次发酵 七次取酒 长时间沉酿而成 此酒以浓香而著称 世人称其酒为开坛十里香 收了人家的礼 就要尽心 既然说要学习二胡 李平安便亲囊相授 他能看得出来王毅颇有几分聪慧 却对英语丝毫不感兴趣 能登大雅之堂的琴曲都吸引不到他 更何况是街头一人卖唱的二胡 不过王毅嫌弃不嫌弃 是他自己的事情 静不静心交则是李平安的事情 西风烈烈 秋景够美 却也凄凉 窗外的治疗有了一些疲倦 王毅怅然若失地趴在桌子上 耳边回荡着曲声 只觉刺耳 十五六岁 正是撒花撂卷子的年龄 不享受约束 叛逆心里强 让王毅学习枯燥无味的小曲 倒真有些难为王毅了 李平安对此也十分理解 只是受人之托又不得不叫 先生 你每天不觉得无聊吗 王毅趴在桌子上 双眼无神地望着李平安 在他看来 李平安的生活实在是太朴素了 每天吃饭睡觉街头卖唱 如是反复 实在是无聊的景 那什么又不无聊 李平安反问 习舞 看戏 逛街 王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当然 我最喜欢的还是练舞了 先生我最近心学了一套拳法打给你看 说完 王毅忽然意识到 李平安看不见 李平安看出来 他只是想放松一下身子骨 便道 无碍 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 王毅大喜 当即起身 快步走进院子里 伸手将腰间的腰带一紧 运起一口气在丹田中 摆了个拳架 一招一拭地练了一遍 这几个动作 招式一气呵成 想来是练了许久 每一招每一事都恰到好处 只是翻来覆去 便只有这几招了 李平安笑了笑 倒是不乏率性可爱 打了足足半个小时的拳 王毅才满身大汗地跑回来 先生 怎么样 厉害吧 王毅得意洋洋地说道 确实厉害 王毅道 先生你看不见 你若是能看见 便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三五个壮汉都进不了我的身 李平安挑了挑眉 竟然这么厉害 那当然了 王毅打量了一眼李平安的身子骨 想说 先生这体格子 我一个能打八个 话语出口 又觉得有些不太礼貌 先生 以后谁欺负你了 可以找我 李平安笑而不语 窗外传来悦耳的鸟鸣 李平安听见这声响 知道是马三娘找他了 便道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嘞 一听下课 王毅顿时大喜 王毅离开以后 李平安从后院的小门离开 来到立春院 找我什么事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马三娘对着镜子 为自己带上最新款的玉簪 勉勉强强 有委托 倒不是 只是有一个赌局 估计你会很有兴趣 说着 马三娘转过头 好看吗 李平安毫不犹豫 好看 身会敷衍 看不见都说好看 马三娘翻了一个白眼 将话题引了回来 那个西域剑客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吧 那个西域剑客 最近可是出尽了风头 地下赌局的盘子 也是越来越大 从最开始的赌谁能打败他 到现在已经细分出挑战者 在几步之前倒下 二人会出多少招 我们得到消息 这人再过几日 便要离开安北四镇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打赢他 到时候 我们狠狠赢上一笔 李平安沉默片刻 太出风头了 你到时候蒙个面不就完了 马三娘无所谓的说道 李平安 可是我的原则 赌金四六开 妥了 快快 还有最后半个时辰就要收盘了 想要下注的抓点紧 一个穿着青衫的汉子 大声喊道 刚喊完 那边就有人喊着要倒茶 汉子忙跑了下去 楼上赌场 楼下茶店倒是相得一张 安北四镇的赌方 大概有两百余家市井的酒楼 茶店 妓院等都是赌博的场所 二哥 还没想好 那个西域剑客铁定赢 不用想 刘二吊着一根杂草 为难地看着手上的两张牌 西域剑客 已是长胜将军 可这一次 立春院的马三娘下了一大笔钱 赌的是西域剑客版 马三娘一向不打无把握之仗 刘二怀疑 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所以迟迟不敢下决定 正在这时 脚步声响起 李平安走了上来 刘二看见他 略微诧异 瞎子 你怎么也来赌钱了 李平安将手里的袋子放下 院子里的树接的椰枣熟了 刚好路过 便给二哥带了一些 上一次替我解为付了饭钱 还没感谢二哥呢 小事小事 刘二摆了摆手 忽然又想起什么来 哎 对了 你跟王家钱庄的王老板 怎么认识的 李平安随口道 王老板喜欢我的曲子 仅此而已 刘二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上一次王山替李平安还钱 他还以为 这李平安跟王山有什么关系呢 瞎子你来得正好 帮我看看 我赌谁赢 刘二实在纠结得要命 便随口问问李平安怎么说 赌局本质上 就是一个风险性的游戏 一半对一半的概率 与其纠结不如交给命运 如何交 刘二问 李平安探出一只手 握住了刘二又手中的牌子 待李平安离开了茶馆 刘二回过神来 看着手中的牌子 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雷声千丈落 雨色万风来 王一看着外面落下的暴雨 爹 下这么大的雨 今天我能不能不去 李先生家学二胡了 不行 王山一口拒绝 爹 我就请一天假 王一祈求 不行 王一知道自己说不动老爹 心中满是无奈 他当然不是害怕这瓢泡的暴雨 今天是西域剑客 在安北四镇的最后一日 之前的每一场 王一都没有落下 统工算下来 败在西域剑客手下的敌人 共有一百余号人 而今天 传言将会有一个神秘高手出手 地下赌装的盘子 据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这么精彩的决战 王一当然不想错过 可偏偏是今天 他要去学牢十字二胡 王一太了解老爹的脾气了 想了的是酒头牛都拉不回来 无奈 王一只能冒着大雨 来到了李平安的小院当中 屋子内放置着一个小巧玲珑的暖炉 壁炉前 老牛正懒洋洋地看着炉子里的柴火 一大块木柴在噼里啪啦地燃烧着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肉香和松香 阿丽亚坐在一个蒲团上 舒服得似乎快要睡过去了一样 闲来无事的时候 他也会跟着李平安一起学学二胡 醒一醒 李平安敲了敲阿丽亚的脑袋 王一则心如死灰的 一屁股坐在蒲团上 眼神中充满了对外界的向往 二胡声悠悠吹得灯火摇曳 风一吹 树梢都在摇晃 雨水顺着亭延流下来 秋风亭 几棵古树撑起了一片天然的防护 一道道身影 在裸伞上一一浮现 有身份地位的人 无意不适让家蒲或下人抬着轿子 风大且急 轿子却像是平湖上的一叶偏粥 轻盈的没有一丝晃动 今时不同往日 秋风亭安静的 只有呼啸的风声和雨落之音 闲杂人等只能远远的张望着 虽然也有人想要往里面挤一挤 只是见四周 皆是清一色的汉子 或腰配短刀 或背着短棍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彪悍之气 便不敢再上前了 盘子越开越大 这种武斗赌局 哪里会少得了本地的帮派 毒蛇帮的帮主 虽然在旁人眼里 已是江湖地位极高的人物 只是现在却连轿子都坐不上 只能混迹在人群中 远远地望着秋风亭的方向 一旁的刘二道 帮主 听说这次立春院的三娘 请了一位神秘高手 而且还下了一大笔钱 赌西域剑客书 怎么还没看见神秘高手的人意 废话 都说是神秘高手了 指定是压轴登场 也不知道 这次谁能赢 刘二挫着手 满脸期待 帮主得意地笑了笑 废话 指定是那西域剑客 我得到的那部消息 刘二福尔凑近 马三娘这次是跟人联手作局 投了一大笔钱 显示自己胜券在握 骗一些傻子跟着他一起投钱 否则赌局怎么会做这么大 西域剑客的实力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刘二满脸震惊 马三娘这么做 自己不也赔钱吗 说你傻 你就不聪明 帮主给了刘二脑袋一下 事成之后 豪身的钱如数奉还 他们一起分那些傻子的钱 帮主见刘二脸色不好 胡一道 你 不会跟马三娘一起投了西域剑客拜吧 刘二欲哭无泪地点了点头 嗯 那日 他纠结得要命 最后听李平安的话觉得有理 交给了命运 哈哈 帮主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小子 你小子 帮主 我该怎么办 那可是我半个身家 刘二现在想杀了李平安的心都有了 帮主向征信地安慰了刘二几句 只是嘴角止不住的笑意出卖了他 猫 李平安听见老牛的叫声 知道到时间了 便放下二胡 先休息一下吧 喝口茶 王毅常常吐出一口气 身子厚痒 一脸的无奈 现在 自己应该在秋风亭外 等待着一场旷世大战的打响 精彩绝妙的剑法 各种精妙的招式 强者之间的生死搏杀 而现实却是 自己在一个破旧的小院 听一个瞎子 拉着难听至极的小曲 虚度光阴 喂 王毅 王毅 风雨中 似乎有人在喊自己 王毅转过头 却见院子的围墙上 冒出一个人 是胖倦 王毅 走啊 王毅一愣 走 去哪儿 当然是去秋风亭看比武了 王毅为难道 可我 我 喂 你不会怕了吧 谁说我怕的 但 我爹你也知道他那个脾气 放心 不会被发现的 胖倦摸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我都打探清楚了 你每次的休息时间 大概都在三炷箱左右 从这儿到秋风亭 我们脚步快一些 只有一炷箱 往返 也只要两炷箱 王毅仍然犹豫不决 胖倦道 老大别磨叽了 快来不及了 王毅一咬牙 回头看向阿丽亚 阿丽亚走吧 阿丽亚摇了摇头 大叔会生气的 没事的不会被发现 王毅拽上了阿丽亚 想着到时候就算被发现了 有阿丽亚再能为自己分担一下压力 他倒是不怕李平安 只是担心李平安会将这事情捅到他父亲那里 二人打着伞走出门外 赵铃也来了 站在墙边冲他们挥手 跑 四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少男少女 一起撒了欢的向秋风亭的方向跑去 当真在一炷箱内跑到了秋风亭 只是此时的秋风亭早已是人满为患 这也看不见 阿丽亚垫着脚尖 根本连个毛都看不见 放心 咱们王公子早有准备 胖郡气喘吁吁的说道 王毅得意一笑 挥了挥手 跟我来 四人来到秋风亭对面的一家酒楼 王毅预先定下了一间房 经过他的观测 那里是观战的最好角度 赶上了 还好没有来晚 胖郡松了一口气 秋风亭那顶轿子还在周遭人影错落 身穿各色衣衫的汉子 整齐的分为几列 每一个都是人高马大 当真是气派无比 来了 来了 胖郡兴奋地叫着 其余三人顺着胖郡手指的方向望去 不只是他们 秋风亭周围矗立的所有人都同时望向一个方向 滂沪的大雨 将所有人都笼罩在了气中 模糊了众人的视线 自东南方向有一道身影缓缓而来 一身缩衣 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立帽下垂的几乎遮住了他的脸 仔细一瞧 对方脸上戴着一顶廉价的猴脸面具 被水一浇 都有些掉色 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地摊上买的 左手则握着一把玻璃的燕灵刀 不是什么珍惜名贵的刀 这种刀相反十分的廉价 大随尚武 所以妖配武器之人并不少见 武器各有不同 也分三六九等 这种燕灵刀在市面上很常见 便宜皮实 但稍微有一些家底 身份的人便不屑于佩戴此刀 因为佩戴此刀的人多为落魄之人 久而久之 这刀便有了穷刀一说 他走向轿子 右手握住刀柄 枪枪枪 剑如飞芒 他的身体被割出一刀又一刀的口子 然而每一件都是浅长折脂 并没有血花飞出 仅仅只是划破了缩衣 距离轿子还有六步 在场的人都清楚 六步之内倒下了多少所谓的高手 剑名声不止 每一剑都是雪花般的剑影 羽目被剑锋撕卷开裂 让每一个目睹这一剑的人 都有一种难以承受的感觉 一步 两步 每一步都沉重无比 每一寸都充满了危险 明明这么冷的天 旁观的人却手心都在冒汗 四步 五步 还剩最后一步 所有的人的心都被提了上来 一道明亮的光影现身 突兀的光芒照耀在所有人的眼中 刺骨的寒意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被风卷动的雨珠骤然四散 众人或许不知道这一件的奥妙 但刺目的剑芒 就像是一座大山压在他们的胸口 让他们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雨越下越大 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 一股股冰冷的感觉 从暴雨中传进了每一个人的体内 剑光交织密密麻麻 就像是一张大网 向四面八方散开 然而直到为止 那人都没有拔刀 他好像在等 等一个决定胜负的机会 最后一步迈出 六步 所有人心都为之一宁 这是自秋风亭这顶轿子出现后 唯一一次有人走到如此近的距离 刀出鞘 没有任何声音响起 想象中刀鸣四龙银的声音 仅存在想象之中 终归只是一把普通的刀 然而这一刀 却像是要劈开一条路 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一刀的威力 至少在场的所有人 都无法形容这一刀的神韵 哼 刀锋像是一条笔直的线 没有任何诡异的角度 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沉稳如山 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随后 缓缓落下 轿子四分五裂 轿子中那名神秘的西域剑客 第一次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身影交错 一切重归寂静 空气中紧绷的杀气 消散于无形 西域剑客沐浴在雨中 胸前第一个扣子 无声地落在地上 他低下头 正正地望着那没掉落的扣子 能摘你扣子 就能要你的命 我输了 得罪 收刀入鞘 压了压力帽 回到熟悉的小巷 从后院入门 脱下缩衣 缩帽 虽披着缩衣 但到底还是沾了水 薄沙粘在身上 又湿又冷 李平安身子一抖 潮湿衣山上的水滴 被蒸汽迅速驱散 浑身烟雾缠绕 热气翻滚 一滴水珠从额头滑落 片刻便消散于无形 不一会儿 便再也看不出 他身上有半点被雨浇过的痕迹 李平安走入里屋 老牛眯着眼 趴在火炉旁 屋内早已不见 王毅和阿利亚的身影 李平安便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院子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完蛋了 大叔肯定会生气的 两道身影急匆匆的 跑入院子里 小点声 王毅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因为跑得太急 身上都被浇透了 时间赶烫 他肯定发现不了 我们身上都湿了 大叔怎么会发现不了 王毅道 你忘了 他是瞎子 看不见的 二人简单擦了擦 湿漉漉的头发 随后走进屋内 秋风萧瑟 冷人的景 再加上这无情的雨 二人不由自主地 往火炉那边靠了靠 片刻之后 李平安走了进来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他刚才仅仅只是 进屋小咪了一会儿 继续上课 阿利亚打了个哆嗦 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变得平和 可是跑了这么远的路 怎么可能这么快缓过来 王毅也强忍着呼吸频率 但还是控制不住地喘着粗气 因为害怕被李平安发现什么破绽 只好主动开口 混淆视听 今儿的风可真大 是啊 雨也大 李平安头也不抬地说 王毅抿了抿嘴唇 正想找一些别的话题 就听李平安道 锅里给你们熬了姜汤 屋里还有棉毯 一人披上一件 待会儿再喝几碗姜汤 免得受了风寒 对了 让你们的朋友也进来吧 外面冷 王毅和阿利亚二人尴尬得对视一眼 心里清楚 这是发现他们跑出去了 裹着棉被喝了姜汤 四人顿绝身上舒服多了 外面的雨已经小了许多 王毅身子厚痒 双手撑着 脸上露出陶醉羡慕的表情 仿佛还没从秋风亭那场战斗中 回过神来 嘴里嘟囔着什么 手作剑指 虚空乱画着 仿佛他就是秋风亭中 那个神秘的刀客 刚才那场战斗 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说什么时候 我能变得跟的人一样厉害 王毅感叹道 阿利亚将小脸埋在碗里 抬起头来 那个神秘高手 为什么要戴面具啊 王毅说 高手都这样 隐藏自己的身份 你见过哪个高手招摇壮士的 也是 阿利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胖俊道 按照画本小说的设定 这种神秘高手 说不准就是缺了牙的马夫 街头的乞丐 反正不惹人注意就对了 王毅翻身站了起来 哎 你们说我要是找到了他 他会不会说我为徒 胖俊摇了摇头 老大 你什么都不知道 去哪找 只要功夫身铁杵磨成针 不找怎么知道找不到 王毅坚定地说道 李平安默默地坐在一旁 聚精会神的观想 涅槃经虽然只有寥寥数千字 但他每看一遍 都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每一次回想 他都能感觉到 自己意念变得更加的坚定 更加的凝炼 先生 你会写字 不知何时 赵俊凑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望着暗桌上 压着的几张 整整齐齐的宣纸 写着玩玩罢了 我可以看看吗 赵俊小声道 得到了李平安的同意 赵俊拿起宣纸 细细看了一眼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他自幼长在深归 父亲乃是远近闻名的读书人 家中学识分为浓厚 琴棋书画自然无比精通 此刻见李平安的字 字是雄艺 如龙跳天门 虎卧凤雀 一横一竖 都给人一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赵俊念罢 愣了愣 随即抬头看着李平安的眼睛 似乎有点不敢相信 李平安真的是个瞎子 赵俊目光再次落在笔墨之上 两久之后 方才吐出一口气 先生的字当真是极好 李平安道 平时无趣 写来打发时间罢了 先生实在是过誉了 安北四镇 恐怕贤少有人能写出这样好的字来 赵俊儿由衷地说道 这一张也是先生写的吗 赵俊儿往下翻了一页 发现这一张跟上一张的笔墨完全不同 字迹飘风呼举 智鸟乍飞 寥寥几笔 便有一种扫进俗气的气度 那是大牛写的 李平安指了指火炉旁取暖的老牛 赵俊儿扑子一声笑了出来 先生可真会开玩笑 老牛懒啪啪地翻了个白眼 没礼貌 外面的雨停了 四人的衣服也烤干了 便向李平安告辞 准备各回个家了 临走前 赵俊儿依依不舍地看着李平安的墨宝 随后放回原位 喜欢就拿去吧 李平安忽然开口道 赵俊儿忙摇头 先生的墨宝 俊儿怎好随意拿去 李平安笑道 什么墨宝 不过是写着玩的罢了 你要喜欢就当送你了 赵俊儿咬着嘴唇 犹豫了一下 本想再拒绝 可最后还是点点头 那就多谢先生了 转眼又是三五日的时光 李平安在院子里和长青和尚对弈 李平安旗下得很臭 不过在与长青和尚薄杀之中 也渐渐悟出了一些招数 再加上命格 情能捕捉的这作用 很快便有了一些噪音 双方你来我往 两军厮杀 随着长青强攻不成 棋盘上的形势逐渐偏向于李平安 李平安脸上露出了颇有成就感的笑容 不枉自己兢兢业业这么多十日 终于要赢长青一盘了 长青手捏黑子 皱眉沉思 忽然 长青将手中黑子放下 一挥手将棋盘上的棋子打散 君子已自强不息 命运多舛 国难当头 你我却只能在这儿玩物丧志空谋时间 可悲 可叹 李平安看着被打散的棋盘 为了不输我 你还真是找了一个好借口 长青若有所思的昂首脉步离去 小僧要研读佛法去了 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 李平安沉默片刻 那重新来一盘 那便重新来一盘吧 长青转过身 过了一会儿 玩物丧志 玩物丧志 长青一边叹息 一边转头了 李平安看着还没有下完的棋盘 不当人子 韩风动地气苍茫 横吹先背出赛掌 夜晚的街头 李平安和长青结伴行 街边人迹罕志 只有韩风吹过两旁的树 这里蜀城南的平民区 到处都是乱搭乱建 只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 到处都是废弃的建筑 忽然长青停住了脚步 望向一个方向 怎么了 李平安问 长青道 那里有冤魂 带平僧去超度了他 说完便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长青再次回来 身上的衣服少了一件 鞋子也没了 阿弥陀佛 李平安好奇道 这是怎么了 超度并不顺利 那女鬼非要小僧的衣服 才肯罢休 所以你给他了 他非要 那你就给他了 他非要 哦 又走了一会儿 长青 这是别跟别人说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嗯 离别 只是没有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长青的伤早就好了 只是不放心李平安 这几日 见李平安身体稳定下来 便向李平安辞别了 李施主 山高水长 有缘再会 李平安笑了笑 下一次可不幸下棋耍赖了 二人互道着 来日方长 自会相见 却也知天下之大 相见一次 哪里有那么容易 有人的地方 就是江湖 只要有人 就一直会有江湖 今日 你我再江湖一段相聚 一段别离 陆不同 注定渐行渐远 终要告别 得与失 聚与散 忧与喜 只在一念之间 不必太过在意 不必强求 希望有一天 你我各自安好 有缘再相逢 再速中长 命格 勤能捕捉 念头通达 便凝宫以待 约莫一盏茶十分 只觉体内一阵 真气如洪流 在经脉中奔腾 从胸腔中冲出 传遍四肢百骸 似有一条蛟龙 向他喷出一口热气 突破了 李平安睁开苍白的双眸 这些日子 一边观想 涅槃精 一边消化体内 那股乱窜的真气 进步飞速 归西宫 92%至93% 真气运行到经脉 只见他全身经脉根根抱起 周身骨骼 发出咔咔的爆响 五脏六腑 如虫志在如动 真气在体内奔腾不息 深吸一口气 内息流转 精神未知一阵 李平安觉得自己 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只是具体是什么 他又说不上来 总之 为了庆祝自己的成功 李平安决定 今天下馆子 背着手 走在街上 老牛跟在身后 走得倒是极慢 人生嘈杂 显得很是悠闲 伯木的夕阳余辉 淡淡地洒在红砖绿瓦之上 清风拂面 增添了几分朦胧和失意 瞎子 瞎子 迎面遇见了满脸春风的刘二 刘二穿着一身上好的绸缎 腰间系着一条羊皮腰带 脚上穿着一双软皮靴 跨着一把刀 一身的行头 当真是价格不菲 二哥 这是在哪发了价 李平安笑道 刘二哈哈一笑 拍着李平安的肩膀 轻逆道 这都多亏了你小子 当即便把秋风亭 那场赌局的事情 跟李平安说了 要不是你告诉我 听从天意 我也不能压对了 谁知道那西域剑客真败了 我还以为我输定了 刘二回想起 当时帮主僵硬的脸色 就不由地震震发笑 我还真得谢谢 那个神秘的刀客 当然最该感谢的还是你 有没有空 二哥 请你吃饭 管子随便挑 刘二豪气道 李平安也没有拒绝 想着他能赢钱 自己确实出了理 李英芬自己一杯羹 于是狠狠宰了刘二一顿 与此同时 王府的别院中 爹 曲子我都学会了 以后就不去了吧 王毅为了脱离苦海 苦休数日 终于将这首曲子学会了 并且现场表演给王山 只是王山似乎并不关心 自己儿子究竟学没学会情 敷衍地应了一声 王毅眼睛一亮 爹 答应什么 不去学二胡了 王山若有所思 嗯 照理说二胡也应该学会了 那就学点别的吧 我听说李先生字写的也不错 明天起你就跟李先生学字吧 王毅愤怒地站起来 爹 我学那些干什么 百无疑用是书生 有什么用 混账话 王山狠狠瞪了他一眼 学也可以 但是也不用跟一个瞎子学吧 我跟一下瞎子学什么书法 少废话 让你学你就学 王毅欲哭无泪 气得跑到自己的屋子里 对着木桩就是一顿打 每一拳砸在上面 都会震得他的手生疼 少年心气 比天高 想的是海阔平愉悦 天空任鸟飞 现如今 父亲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执意将他送在一个瞎子门下 这让他如何不挠 如何不弃 一日 王山便宴请了李平安 感谢李平安这些日子 对王毅的照顾 顺势提出 让王毅再跟他学学书法 王山话说的真切 又是趁着李平安喝了美酒 心情大好 当真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他 便也就顺势答应了 王毅斗不过父亲 就将怨气发泄在李平安身上 但也不敢做得太甚 偶尔博对方几句 几日下来 王毅愈加郁闷 趁着一日天气晴朗 王毅骑着心爱的黄标马 沿着田野的小径 漫无目的地跑来跑去 在草木和泥土的气味中 感觉到了些许的自在 这时 忽闻远处传来破空之声 不久之后 双眼之中满是沙翼 身旁还有一柄三寸长的短剑 浮复而立 嗡鸣作响 感受着那冰冷的气息 而令人作呕的寒意 王毅咽了口吐沫 被吓得呆若木鸡 一动也不敢动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胯下的马也在剧烈地颤抖 行笔要沉着痛快 做到稳健 轻便 才能运笔自如 李平安耐心地讲解着 阿丽亚和赵琳在一旁 早早地练习起来 赵琳听说了 王山请李平安教 王毅书法的事情 便也要求父亲 想要跟着一起学 父亲虽然不明白 女儿为什么 要让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 卖场之人叫书法 更何况 还是一个瞎子 其离谱程度 不亚于让一个瞎子 去辨认凶手 但见女儿坚持 又见王山 也把儿子送去了 便觉得 对方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所以没有拒绝 李平安觉得 一只羊也是敢 两只羊也是放 倒没什么意见 阿丽亚没什么基础 但好在愿意学 有一定的书法基础 是几人中 自写的最好的 你自写的真好看 阿丽亚看着赵琳的笔墨 顿觉压力山大 赵琳笑道 我只是练多了罢了 熟能生巧 二人这边正聊着心得 一旁的王毅 看着窗外 吹着口哨 心情大好 这让阿丽亚和赵琳 都十分的好奇 王毅这些日子 都闷闷不乐的 怎么今天突然转性了 王毅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王毅嘿嘿一笑 秘秘秘秘 阿丽亚一扭头 切不说拉倒 反正肯定很无趣 这一击果然有用 王毅正惊危坐 剑里平安不在 这才低声道 告诉你们了 可不许告诉别人 我认识了一个 非常厉害的高手 能够驾驭飞剑 可牛了 驾驭飞剑 阿丽亚和赵琳对视一眼 显然是不幸的 于是 王毅跟他们 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 自己是如何 遇见那个神秘的高手 又如何帮他买药材 送食物 他还答应我 等他伤好以后 就教我绝世武功 只是任他说的 如何天花乱坠 赵琳和阿丽亚 都是不幸有人 能凭空遇见的 王毅便道 行 你们不幸是吧 待会儿我带你们 去见识见识 好奇心人皆有知 听王毅说的神奇 阿丽亚和赵琳 也产生了兴趣 练了这些时日 王毅的字毫无掌尽 李平安倒觉得 有些对不起王山 送给自己的美酒 于是决定多教教王毅 他让王毅握着笔 自己则握着王毅的手 一笔一画地写着 情能捕捉 越练便越觉得得心应手 王毅心浮气躁 根本不用力 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 李平安松了力气 写字跟练武是一个道理 精气 神 学识 技巧 缺一不可 多计多写多练 等你练好了字 自然就会融会贯通 等待的过程 虽然充满心酸 但是结果都是美满的 学习书法 不是一种枯燥的重复 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 不断地提高自己 这是一个不断锤炼的过程 困难越大 你学到的东西就越多 进步也就越大 宝剑锋从博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赵琳一正 在心底默默念了两遍 宝剑锋从博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眼眸中的光芒流转 却是想不出 这首诗是出自哪一家之手 王毅倒是不领会其中的意思 哼了一声 武文弄墨 那都是酸秀才做的事 百无一用是书生 写这些字有什么用 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才是男儿该干的事情 李平安淡淡一笑 无用之用 视为大用 武将奋勇卫国自然重要 文臣治国理政也不可少 只会死读书 叫百无一用是书生 把书读活了 才是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王毅嘴皮子说不过李平安 愤然站了起来 先生要是真有这么厉害 怎么还在这里 只是个卖场的 何不去考取功名 一展报复 只会空口说大话 书生误国 不说则已 一说便觉这些日子受的委屈 一股脑涌了出来 伸手将一旁的宣纸拿起来 撕了个粉碎 写这些字 就能庇护天下苍生 就能念头通达 我们可不像你 是个残废 我们还有大好的人生 美好的未来 岂是你能理解的 迂腐固执 王毅 你怎么能这么跟先生说话呢 赵林儿自幼学的便是尊师重道 此刻见王毅如此无礼 忍不住出声驳斥 就是就是 阿丽亚掐着腰 气势汹汹 王毅站在李平安面前 因为自幼习武的缘故 身姿挺拔 胸膛挺得很高 肌肉囚结 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就算先生 你说破天了 能抵得住我一拳吗 见李平安没答话 王毅冷哼一声 转身便走了 李平安倒也没脑 微微摇了摇头 捡起被王毅撕碎的宣旨 轻声念叨着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妾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且说王毅离开李平安的宅院后 便和胖君碰了头 骑马向着东边山上 幽伸之地跑去 老大 那人真的是个修行者 胖君不敢相信地问道 那是自然 胖君兴奋地说道 那他会说我们为徒吗 王毅得意地说道 人家只说过 教我一些剑术 至于你吗 啊 老大我可是 你忠实的小弟 王毅哈哈一笑 放心吧 以我的面子还不好说 更何况 就算他不教你 我学会了一样教你 胖君笑开了花 半个时辰的功夫 二人穿过一座小桥 来到了一处山洞 先生 先生 山洞里人影一闪 一双眼睛盯着他们 胖君心下一沉 只觉双腿有些发乱 那是一个长相 平平无奇的中年人 普通道放在人堆里 绝对找不出来 唯有一双眸子 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凌厉无匹的感觉 先生 我来看你了 这人是 孔阳目光紧紧盯着胖君 我朋友 他也想来见见您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把我的事情 跟任何人提起吗 孔阳沉声道 王毅尴尬地笑了笑 先生您放心 我这个朋友信得过 胖君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嘴巴可言了 沉默片刻 冷漠带着杀意的字样 从孔阳的口中吐出 到了阴曹地府 不要怪我 嗡 一声清脆的嗡鸣之音 在周围响起 二人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不约而同的惊慌失措起来 跑 王毅最先反应过来 转身便跑 胖君亮亮呛呛地追着他 等等 等 二人以极快的速度跑出山洞 他们可不认为 对方是在开玩笑 那丝毫没有感情的声音 仿佛是一柄尖刀 刺入了他们的心脏 孔阳食指中指并拢伸直 做了一个箭诀 轻轻一点 三寸长的短箭 猛地向二人逃窜的方向追去 闪光滑出一道流畅的弧线 几乎是在眨眼间 便追上了二人 胖子一个亮呛狼狈地跌倒在地 老大 就 我 王毅转过头 目光中满是恐惧 时间好似在这一刻静止了一般 天空变得灰暗 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 王毅看着这幅场面 心中有一丝悸动 在这一瞬间 他脑海中闪过了许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那轻声的男语 仿佛又传到了王毅的耳旁 一念通达 就像是一根尖锐的钢针 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王毅怒吼一声 一步跨出 地拳 胖郡 跑 王毅迎着飞剑跑了过去 就在他踏前一步的刹那 一股强大的气势 就像冰冷刺骨的寒流 迎面来 那一刻 王毅所有的勇气 在瞬间消散于无形 我 就这样死了 我 飞剑翁鸣 重重弹回 王毅吃了一惊 想象中的痛楚并没有传来 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王毅愣了片刻 抬起头 眼睛瞪得老大 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先 先生 孔阳微微皱眉 感知到对方并不是修行者 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老夫虽重伤 但仅仅只派了你一个人 是不是有些太小瞧人了 李平安道 阁下误会了 我只是想把这两个娃娃带走罢了 孔阳笑了笑 那也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他抬起一只手 捏起两根手指 在身前的剑锋上 飞快地弹了两下 像是注入了某种神奇的力量 三寸短剑 发出更加剧烈的嗡名之音 一剑斩碾 三寸短剑 压着一股锋利的气机 仿佛绝地泄洪 正 剑锋之灵力 足以令人的血液 都为之凝固 一缕风吹过 就像是刮起了一场沙尘暴 凌冽而肃杀 带着一股毁灭的气息 短剑消失在感知当中 下一刻 从身侧飞出 这一剑无声无息 就像是一条从地狱中窜出的毒蛇 带着一股阴风的死气 李平安以拐为刀 凭借着一种直觉 挥出一刀 争的一声巨响 这把剑没有任何力量 刚一接触 剑身已化作一道淡淡的光芒 真正的剑 挟刺而出 没有任何招式 就像是随手一挥 没有任何剑气和剑风 暗淡无光 孔阳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短剑距离李平安的命脉 只有一尺的距离 而这一尺 无关紧要 然而 本该死之人 却在下一刻 迈出了诡异的一步 燕子穿云纵百分之四十 一尺的距离 在瞬间被拉长到了三尺 李平安出刀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美感 将这一刀的动作演绎到了极致 速度之快 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孔阳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这一刀确实很快 但可惜的是 要跨越三丈的距离 才能够斩到他的面前 忽然孔阳眼前一花 一股浓烈的杀意 笼罩住他 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 让人不寒而栗 孔阳不敢再拖大 低贺一声 调动周遭全部气息 剑气破空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就像是撕开了一张大步 方圆两丈内的一切 都在他这一箭之下 闭眼 两个轻飘飘的字 从李平安口中吐出 王毅和胖郡看着这一幕 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眼前的一幕 让他们有一瞬间的失神 只是那两个字的分量 却格外的重 让人不由自主地 听从他的命令 破 孔阳闪得快 但怎奈身受重伤 孔阳双腿不听使欢 身子跟不上反应的速度 一条手臂飞到了空中 孔阳一咬牙 一剑指点向李平安的血脉 他想以磅礴的剑气 灌入到对方的体内 撑爆对方的经脉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即使是成了 恐怕自己也要雪上加霜 然而剑气入体 想象中的对方暴体而亡的场景 却并没有出现 就像是泥牛入海 杳无音信 孔阳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破 一切重归寂静 阳光照耀在三寸短剑上 反射出道道寒光 李平安吐出一口灼气 龟西宫93% 孔阳的剑气确实锐利 如若李平安没有消化那道真气 如若龟西宫没有增长到93% 给自己身体上带来了质的改变 恐怕此刻倒下的就是自己了 修行者 果然厉害 李平安运转真气 片刻之后 体内便再无异常 王毅和胖郡此时也回过神来 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孔阳 又看了看李平安 王毅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先 先生 此件事 莫要跟任何人提起 省得了 省得 二人盲点头 走吧 王毅快步跟上 回头看了一眼 想起先前的种种 脸骚得飞红 磕磕巴巴地说道 先生 原来 您那么厉害 我之前那样对您 您为何还来救我 李平安头也不回道 哪里有大人会跟小孩子计较的 王毅愣了一下 平常要是谁说他是小孩子 他肯定会愤怒地反驳 只是现在 在三人走后 老牛常常叹了一口气 用后提刨出一个坑 将孔阳的尸体 掩埋入土 这个家没有我 是一天 也支撑不住啊 天不过蒙蒙亮 李平安便暗示起了床 洗漱完毕 先在床上观想了一会儿功法 又在院子里 以之为刀 出了一身大汗 这才觉得神清气爽 随后一面默念 涅槃经 心法 一面回想与孔阳交手时的得失 修行者的力量 当真是常人所难敌 若是孔阳没有负伤 那一战自己恐怕只有三成胜算 李平安手一翻 三寸长的青色短剑 出现在手心当中 这是孔阳的剑 被李平安收了回来 他能感觉的 剑身中还藏着一股 属于孔阳的气息 修行者当真是奇妙无比 没穿越前 李平安喜欢一些玄幻小说 剑主角随随便便就能修炼 随便在哪儿买一本 关于修炼方面的书籍 便能闭门造车 等真轮到自己了 才明白 现实总是残酷的 三寸短剑 摸起来手感温润如玉 又窄又薄 宛如柳叶一般 没有剑饿饿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装饰 但剑风上却有一层淡淡的光滑 就像是一汪秋水 薄得几乎透明 李平安轻轻一弹 剑身发出一声脆响 思索片刻 李平安以真气注入指尖 随后轻便剑身 试图将剑身内孔阳残留的气息抹除 剑尖微微一颤 发出一声低沉的嘶鸣 似在抗拒 灵力的剑气 开始抵抗李平安的气息 李平安灌入的大量真气 如一片落叶 飘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中 归西弓 心面一动 气自生 讲究的是 呼吸绵绵不绝 使真气如潮水般涌动 李平安略微喘息片刻 便再度出击 如两军交战 想要彻底打败敌人 恐怕需要数十次上百次的战斗 三注相功夫后 李平安常常吐出一口气 额头浮现出细密的汗珠 只觉得胸口一闷 真气即将耗尽 那锋利的剑锋刺入了他的皮肤 李平安看着手指上的鲜血 眉头微皱 比自己想象中的 要难得多 不过 他并不着急 慢条丝里地擦拭着剑上的血迹 自己的真气可以恢复 可这三寸短剑中的剑气 可不会再生 早晚能将剑气去除干净 只不过是多花费一些时间罢了 这么想着 李平安收起短剑 迈步离开了家门 夕阳西下 天边一片血红 仿佛预示着一场 惊心动魄的暴风雨 即将来临 不过西南街上 此时却仍旧热闹得紧 这方地界是有名的美食街 人们摩肩接踵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诱人的香味 食部一摊 百部一家小店 李平安则一角落坐下 一烧酒 拌三丝 羊肉串 还有一份面汤 香味扑鼻而来 令人垂涎欲低 李平安吃得正开心 互闻一个熟悉的声音 先生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惊喜道 先生 真的是你 刘勇 李平安没想到 还能在这遇见刘勇 当初自己不忍见刘勇 一片赤诚化之东流 便将他推荐到公主府 本以为他应当在京城做官 没曾想 竟又回到了这里 不过只是略微一想 便明白了 这刘勇不枉自己当初高看他一眼 放着京城的好日子 不过 偏要来这里保家卫国 你怎么也来此处了 李平安问 多亏了先生 刘勇才能在夏侯将军手下做事 夏侯将军为人正直 受人尊敬 是难得的良将 刘勇在将军手下才真正有了立足之地 李平安白白手 无碍 我记得夏侯将军驻地不在此处 你来安北四镇可有药物在身 正是 刘勇小心翼翼的四处看了一眼 正要跟李平安说 李平安却抢先一步阻止了他 即使药物 我便不方便听了 刘勇道 还是先生考虑周全 他要办的事情确实是机密 一般人自然不肯告诉 只是见识李平安 这才没有半点怀疑 刘勇还有任务 在身不便多留 于是问到了李平安所住何处 便匆匆告辞了 我吃完了 王毅匆匆吃过了饭 便下了桌 母亲在一旁道 怎么才吃这么点 吃这么急干嘛 火急火了的 待会儿要迟到了 王毅头也不回地说道 他今天本就起碗了 要是最后一个去 可就不好了 王山诧异地看着自家孩子 前些十日 让他去李平安的小院 就跟把他送入地狱一样 可现在却每天盼着要去 这孩子 怎么了 母亲盯着儿子的背影 面露疑惑 这个疑惑 不仅仅是王毅的父母友 阿丽亚和赵琳儿 也对于王毅这几天的表现 十分困惑 怀疑他是不是吃错药了 或者他或许不是真的王毅 每日也不偷懒了 专心致志地练字 先生 让做什么便做什么 不敢有丝毫违背 一晃十余日便过去了 王毅想着 事事顺着李平安的心意 照着他说的做下去 说不准哪一天 李平安高兴了 就收自己做关门弟子了 只是渐渐地 王毅发现 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李平安对他的态度 从未有过改变 无论是王毅以前 如同叛逆少年一样 还是现在这般温顺 李平安只是教他书法 偶尔教一些做人的道理 不过分清静 却也不疏远 暮风 夕阳 就像是一幅巨大的画中的几笔 有一种舒朗的淡然 有一种清冷的宁静 李平安坐在树下 手指轻轻点在三寸短剑上 这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 只要一方稍有分神 另一方便会对另一方 发动致命一击 半个时辰后 李平安的额头和鼻端 都是汗珠 肌肉像是被火烧了一般 又麻又痒 十余日不休止的出兵伐战 终于将三寸短剑 最后的剑气逼了出来 今日 或许便是最后的决战了 李平安深深吸了一口气 将全身的力量 都集中在了指尖 哇 剑尖剧烈地颤抖起来 手中的剑化作一道残影 如莲花般绽放开来 下一秒 李平安的手背上 多了一个剑洞 若是他再慢上一步 这一剑便会刺穿他的咽喉 李平安有些没想到 在最后关头 这柄短剑 还能爆发出这样的威能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心念一动 真气源源不断地涌入短剑内 积压了数日的沉重 让他有一种畅快凌厉的感觉 不出片刻 短剑停止了嗡名 如同失去了翅膀的鸟 重新落回了李平安的手中 他放在眼前 睁开苍白的眸子 仔细瞧了瞧 用手指在剑刃上轻轻一弹 历时一道波纹般的剑光闪过 好剑 李平安思索片刻 念头之中 似乎多了一根无形的线 突然间 那条线变得清晰许多 光芒也强了许多 一股奇异的力量 慢慢地荡漾开来 三尺短剑缓缓扶空 划出一道弧线 几期的功夫 李平安额头便冒出了汗珠 嗖嗖 三尺短剑胡乱飞动起来 在半空划出一道 又快又圆的弧线 像是手里牵着风筝 却偶遇了狂风一般 突然间砰的一声轻响 短剑落在地上 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李平安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当真是难得要命 想要完全控制 还需要一些时日 李平安抚摸着短剑 想着应当给他起个名字 陈阴片刻 轻声道 衣上征辰砸酒痕 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何事诗人为 细雨骑驴入剑门 那便叫细雨吧 李平安将细雨收入袖口 乌云 一大片的乌云笼罩在一起 黑压压的一片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像是一座黑色的大山压了下来 今日傍晚的立春院 与往日不同 门口只挂着一盏大灯笼 烛火摇曳 歇夜了 李平安微微挑眉 马三娘那个财迷 就连过年都不会歇夜 今儿这是怎么了 李平安从立春院的后门 走进立春院 守卫却多了几个 明显不是立春院的人 身穿一袭黑衣 腰间都挂着斩马刀 气息彪悍 身上自带一股杀伐之气 君旅之人 李平安心生疑惑 还没等靠前 几名黑衣汉子的手 便摁在了刀柄上 警惕地盯着李平安 这时 一个认识李平安的小厮走出来 跟为首的汉子耳语几句 这才将李平安领了进去 三儿 这是怎么了 进了院子 李平安才开口询问 赵三低声道 您还是去问三娘吧 她在里面等您呢 立春院顶楼 三娘倚靠着栏杆 望着远处的安北寺镇 发生什么事了 身后 响起李平安的声音 马三娘扯出一个笑容 能有什么事 无非是最近生意不太好仇的慌 对了 最近有个委托 要你护送个人明天出发 好 马三娘随手将几包捆在一起的药 丢过去 你的药 李平安伸手接过 沉默片刻 马三娘转过头 没什么事就回家吧 这几天天气多变 多穿一些衣服 一日 李平安简单地收拾了包裹 挂在老牛身上 一手拿着竹竿 背着二胡 袖口里还藏着细语剑 又摘了一包椰草 便离开了家门 一手拿着竹竿 背着二胡 袖口里还藏着细语剑 又摘了一包椰草 便离开了家门 车队在了小沙河的东边 没什么特殊之处 没有惊奇 也没有车念 看上去就像是一支普通的商队 只是车队里的人 大部分都是熟面孔 立春院的杀手 这些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像是大街上的那些人一样 很难让人记住他们 真正的杀手 很少有一张精致的五官 出众的气质 充满杀意的眼神 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 一颗豆子 融入人群当中 仿佛豆子混进了一袋豆子中 除了立春院的熟人 李平安还发现了几个军旅汉子 以及刘勇 刘勇看见李平安的一刹那 也有些错愕 先生 你 路上再说 车队走在一条宽敞的道路上 很快便离开了安北四镇 沿着一条坡度不大的小道 爬上了一座小山丘 李平安猜测 马车上坐的英式某个贵人 跟夏侯尚将军有关 不然被派去夏侯尚身边的刘勇 不会跟着一起来 只是 为何要用立春院的人马 既有贵人出门 不应该派遣一些得力的下属吗 到现在为止 李平安只感觉到了 马车内有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种官家的事情 一向最忌讳 马三娘又为何掺和其中 车队休息的时候 刘勇终于找到了机会 走过来 递给李平安一壶酒 先生 尝尝这是岭南的酒 烈 李平安用鼻子嗅了嗅 像是在鉴定酒的好坏 然后仰起脖子 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 又烈又香 李平安留下半壶 递给老牛 缓了一口气 这才问道 车里的人是谁 将军的夫人还有柚子 刘勇没有犹豫 据实相告 怎么没有护卫 反倒用江湖人士 刘勇道 夫人出门 哪里需要护卫 本就是一等一的高手 只是出了些许的意外 我们这些人 原本在安北四镇执行任务 是被临时调过来的 安北四镇名义上 是属大随控制 实际上诸侯割据 突厥人 胡商家族 夏侯将军驻守岭南 胡人好战 只是绝跃不过夏侯将军这座大山 这些人恨透了夏侯将军 自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为何找到了立春院 刘勇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 好像听说夏侯将军 与立春院的掌柜马三娘 是旧时 马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据说是个修行高手 车队往西走 到了傍晚时分 马车拐入一条阳长小道 拐个弯 就见一片平地上 有一条小溪流过 是个歇脚的好地方 夜晚 火光在风中摇曳 忽明忽暗 偶尔有狂风吹过 卷起一片黄色的烟尘 呼啸而过 一片荒凉 破旧的帐篷里 有一堆微弱的柴火 火堆上正烤着一只肥兔子 和一只野鸡 浓浓的肉香扑鼻儿来 帐篷里只有一人一牛 李平安自己带的帐篷 别的帐篷都是一个帐篷 住着三五个人 因为老牛身躯庞大的缘故 所以这帐篷里 勉强只能挤下李平安一个人 有人想要跟李平安挤一挤 李平安便说 帐篷里没位置了 那人让李平安把牛牵出去 就好了 牛是畜生 哪里会怕风杀 李平安便说 不是畜生 是家人 细语剑在李平安的操控下 缓缓飞到兔子肉上 稍稍一用力 就把肉和肉分离开来 经过这些日子的修炼 但是初见商人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命格 勤能捕捉达成成就 略有小成 当读书 修行时 时间越长 获得的修行速度越快 最高为普通修行速度的两倍 提升至三倍 念头一闪 李平安观想了一会儿涅槃经 果然比之前进步更大 MOO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李平安回过神来 这才发现 因为自己意念下沉 导致细语间乱舞起来 一不小心 捅进了老牛的尾巴上 李平安笑了笑 正想安慰安慰老牛 风声忽然急促起来 有缓而急 越来越响 SOUL 一枚利剑破开帐篷 射在了距离李平安三尺的地面上 李平安愣了一下 我的帐篷 狄袭 外面有人大吼 一只弩箭从灵中射出 SOUL的一声 射入了一人的咽喉 是突厥人的旋弩 这是为了应对攻城战中 突厥人发明的弩 撕麻护脚为弦 轻巧监禁 弹力强劲 在三百余步的距离上 仍旧能入硬于木半剑之身 可见其霸道 采用足踏 运用全身之力上弦 手持稳定瞄准发射 射程之内 奴石可贯穿重甲 远处数十名死士身子后仰 脚踩旋弩 用手紧紧地勾住攻弦 搜搜搜 剑如暴雨 如飞红斑攻向敌人 刹那间 营地内的所有人都变成了靶子 好在立春院的这些人 全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或闪躲 或寻找掩体躲避 行尽自如 不知是什么缘故 对方并没有出动多少人马 两轮射击过后 敌人放弃了旋弩 翻身上马 冲杀了过来 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驾马而来 一字排开 如同一只下山的猛虎 小小的一块场地 顿时聚成了一片人海 金铁交明之声不断响起 立春院的杀手很清楚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并不与对方正面冲突 砖砍马腿 时不时便从暗处刺来一剑 给他们致命一击 一匹又一匹战马 哀鸣着折断了双腿 一个身着白色长衫的男子 缓缓走了出来 身上并未有任何武器 或者说他自己便是一剑杀器 脸色极为苍白 带着病态 身形单薄的 好似一阵风都能刮到了一样 他的步子看起来卖得很慢 但是几个喘息间便已接近了马车 行云小步 休士 男子的目标十分明确 直奔马车 刘勇挥舞斩马刀 想要拦住他 可是男子身上却发出一声 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 一重又一重的气 从身上弥漫开来 惊得狂奔的猎马 发出一声惊恐的嘶鸣 浩然悬刚 大袖一挥 卷动气浪 一股狂暴的刚气 打在车缘上 车缘阴声而断 那匹骏马也倒在了地上 哀嚎一声 再也爬不起来 当真是恐怖无比 这时 马车内那位神秘的休士 也在同时出手 一掌自车内轰出 没有风雷之声 没有呼啸之声 只有浓烈的杀戮之气 在震耳欲聋的轰响之中 二人全掌相交 在两人之间的空间之中 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力道 呼的 男子感觉到一道寒光 从他的身上扫过 让他有一种 被刀子割过的感觉 战场之上 除了马车上的神秘修士 还有一位高手 呼啸的风声中 一把长刀闪电般地拔出 这一刀来得太快了 快得让男子 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 刀锋已经飞到了他的身边 碰 男子抬起令指手 四周的气流立刻变成了黑色 一股阴冷的气息 充斥在整个空间之中 拦下了李平安的一刀 然而 也因分心 被马车内的神秘修士 占了上风 男子后退竖步 稳住身形 咻 一声清脆之音 手指长的五柄细语剑 从身侧绕了过来 直直地洗向男子的咽喉 男子吃了一惊 没料到竟然还有一名修士 不敢大意 调转气息 一掌震开了飞剑 不好 男子心下一景 这飞剑的威力太小了 不是修士应当有的威力 李平安俯身 腰腹部骤然发力 周身上下气血涌动 如长河奔流 全身之力灌注到一招之上 拔刀树星号斜撩出鞘 划出一道圆圈 尽力灌骨 刀锋深深地砍入了男子的胸骨之中 男子面色骤变 还想反击 可马车内的神秘修士 却万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手并剑指 在空中划过一刀弧线 斩起手急 高手过招 往往只在一瞬间 一念之差 往往便能决定胜负 厮杀之声 越来越凌厉 杂乱 本以为会是一场血战 然而 当天边一抹朝阳升起之时 战斗却已经抢先一步结束了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 力春院的杀手 以最小的代价 杀死了这五十余名突厥死士 或许是对方来不及有所调动 更强大的力量 又或许是别的什么缘故 但总之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件好事 李平安抬起头 听到一种低沉的声音 是乌鸦在半空中盘旋 与此同时 从力春院出发 离开安北四镇的另外三只马队 也遭遇了袭击 战况却比李平安这边惨烈了许多 三只马队全灭 他们是诱饵 是马三娘故意引起敌人的注意 而分散火力的饵 后世史书上记载过这样的一笔 那个为大随挡住突厥三十万铁骑 护佑边境安宁的下侯上的妻儿 曾在大随边锤 遭遇过突厥人的暗杀 只是史书上不会记载 在那场战斗中流淌着一群 岌岌无名杀手的鲜血 他们明知自己此战或许不归 却毅然决然地前往 不是为了家官禁绝 亦不是轻始流明 而是为了下侯上 在边陲处立的那座高山 是为了下侯上 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 是为了下侯上的那一句 不破突厥 此生不入玉门 亦是为了满城十万郎 夜色如墨 暴雨倾盆 马三娘抬起头 望着窗外 今年的雨倒是格外的频繁 立春院 这里本应是夜晚最热闹的地方 可是此时 却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 所有的庸人 姑娘 杀手 都被马三娘遣散走了 这些年 马三娘收留了不少无家可归之人 如今这些人 便又没有家了 也是在这样一个雨夜 她认识了下侯上 突厥将军骑着马 拖行着她怀了孕的母亲 从东到西 血肉翻滚 染红了她的衣衫 染红了她身下的土地 还有那个在雨中 狂笑的突厥将军 马三娘就那么看着 因痛苦发出惨叫的母亲 看着她泪流满面的脸 看着她被血染红的身体 不知为何突厥将军没有杀她 似乎是想 这个还未经逝世的小姑娘 体验世间的残酷 马三娘拖着早已变成尸体的母亲 走在荒凉的街道上 然后 她便遇见了骑着白马的下侯上 他们往哪儿走了 下侯上听受了马三娘的遭遇后 平静地问道 等她再回来 手里多了那个突厥将军的头 马三娘说 我欠你一条命 早晚会还你的 彼时下侯上笑了笑 并没有在意 只是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 那个瘦弱的小姑娘 当真履行了诺言 雨还在下着 风还在不停地往里灌 两个黑衣人 悄无声地从黑暗中走出 三娘 邓博有请 安北四镇帮派伶俐 鱼戎混杂 然而 各大帮派却并不混乱 虽然时常相互争斗 混战 但都在可控的范围内 各大帮派 都各有各的地盘 各有各的产业 当然它们能存在 只是因为 上面有人需要它们存在 而当它们不被需要的时候 这些威风凛凛的黑道大佬 便会如虫子一般被碾死 当这个名为国家的 暴力机器发动之时 任何黑道 都不过是挡在车轮下的躺壁 而在安北四镇 允许这些黑道 存在的是背后的突厥人 代价是 每月的四成例 而现在 因为马三娘 违背了突厥人的意志 阅历从每月的四成 涨到了六成 这对于安北四镇的黑道来说 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立春院的马三娘 无疑是惹了众目 她的所作所为 不仅连累了整个安北四镇的黑道 更是让他们的名声 一落千丈 影响到了他们 在突厥人心目中的分量 这对于整个安北四镇黑道 无疑是最致命的打击 因为这意味着 或许他们该被洗牌了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马三娘 自不会被安北四镇黑道所容 等宅府邸 这是一座古朴的宅院 院子里只有青石铺成 没有树木 没有亭台水线 也没有任何遮掩 像是一头趴在山腰上的巨兽 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有人说安北四镇 真正的黑道大佬 是东式的甲万 也有人说是柳式万锐 西式的张静 九式赵军 甲光 但真正清楚的人却知道 奠定了安北四镇 如今黑道格局 与突厥人相伤的人 就住在这座 并不怎么起眼的宅院中 邓伯坐在屋檐之下 把玩着一对鼻烟壶 年仅九十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算得上是老寿星了 身穿黄衫 仿佛只是方式中 一个普通的老人而已 宅院内外一张张撑开的伞 仿佛将世界的一切 都遮挡在外 只留下阳光下的黑暗 安北四镇黑道齐聚 将整个宅院围的水泄不通 扮上之后 邓伯缓缓开口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 还很年轻 你说 你要混出个名堂 安北四镇的江湖上 从来没有过女人 你是第一个 邓伯抬起头 一双苍老的毛子 射出一道金光 直勾勾地看向院子中央的马三娘 马三娘一袭白水裙 披着一条鹅黄披肩 胸前衣巾上勾出 几丝蕾丝花边 明知道自己今日不可能全身而退 眼中却没有丝毫的距移 那时候 你的眼神跟现在一模一样 邓伯轻轻叹了一口气 在这混的人都要给我递名铁 算是我的半个弟子 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我老了 想找个人接班 选来选去 也只有你最合适 所以我不介意在安地里 搞一些小动作 甚至是帮那些所谓的 无辜之人离开这里 亦或者是招募几个奇怪的手下 这些事情 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许是我太过放动你了 你如今竟做出了这等事情 为了所谓的家国情怀 舍弃自己的性命 值吗 马三娘笑了笑 邓伯 您误会了 从官府舍弃我们开始 从我娘被突厥人杀死的时候 我就不在乎什么国家家的 我只是 还一个人情罢了 值得用命还 是 马三娘毫不犹豫 沉默片刻 邓伯淡淡道 这是你那日送进我府内的门帖 日后你我再无干系 说吧 将其点燃 起身 在庸人的搀扶下 回到了屋内 两扇门缓缓合上 明明只有数步的距离 却代表着生与死的界限 门帖在火中化为灰烬 便代表着与邓伯再无干系 周围的一道道目光 如同冰冷的刀剑 三娘 外面请吧 免得扰了邓伯他老人家休息 说话的是东式的假腕 是啊 免得脏了邓伯的院子 这些年 丽春苑马三娘早就被他们恨之入骨 在这个举世接着的世界 丽春苑偏偏坚坚守着 那毫无意义的原则 丽春苑的杀手 为那些被街头贵人 才死的女人复仇 闯入他人的领地 将被拐走的孩子夺回去 往日里 众人忌惮着丽春苑的杀手 同时又因为邓伯的缘故 不敢对马三娘出手 可如今 马三娘犯了众目 惹了不敢惹的人 丽春苑的诸多杀手 也都被气遣散 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马三娘抬起头 感受着雨水从脸颊中划过 闭上眼睛 似是在回忆 过去的一切 似乎历历在目 又好似模糊不清 睁开眼 面对的是整个安北四镇的黑道 马三娘被绑在一根柱子上 目光冷漠地看着这群人 他们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一把手指粗细的刀片 按照江湖规矩 这些人会每人一刀 刺入马三娘的身体 直到他死亡 刀很细 确保他不会那么快死去 熊火帮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逐渐形成了一股势力 因此 刘二才能在人群中 不至于被前面的人海挡住视线 他看着马三娘 看着这个好似若不禁风的女子 心底升起一股同情 他知道立春院马三娘是个好人 听说过他的种种传闻 曾几何时 他也幻想过成为马三娘这样的人 可是在这样一个世界 他早已丧失了那样的勇气 想自己手持木棍 幻想中惩恶扬善的模样 长大才更觉得那是年少 可念不可再来 同情归同情 他又能做什么呢 有些事情 往往没有选择 只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东市的甲腕最先走过去 宁笑道 就历十二年 杀我一十二门下弟子 结我财物 如我爱妾 这些愁我都一笔笔记着呢 马三娘冷笑 一十二名弟子 夜宿皇家村 参加喜宴 却抢掠了人家的新娘 事后杀人灭口 图人满门 就历十年 你从南洋运送的 那是财物吗 那分明是被你掠来的一群女子 对了 还有你那个爱妾 看人家长得比他漂亮 就让人拐来 关进你家水牢里折磨 还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一窝的畜生 甲腕的眼神更冷 你以为你是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这世间本就是地狱 扑辞 一刀捅入了马三娘小妇 可惜啊 我能看见你的结局 你却看不见我的 第二个上前来的是 九世赵君 这样的美人 可惜了 当初你若跟了我起 会有今天的下场 赵君生了一副 白白净净的长相 身上一股浓浓的脂粉味 一双狭长的眼睛里 不时闪过一丝 让人不舒服的光芒 别跟我说话 看你就恶心 马三娘丝毫不掩饰嫌弃之情 哪个江湖大佬 没有一些怪癖好 尤其是在这安北四镇 赵君便偏喜欢一个色字 肉抬盘 肉屏风 温柔乙 相拓湖弯的飞气 当真是应了那句话 您为平家父 不作父家妾 赵君笑着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戏刀 插入了马三娘的左胸骨 缓缓刺下 四世故意为了 让她感受到疼痛一样 赵君手上的力气很慢 很慢 最后还故意发出 两声嘖嘖之音 马三娘从始至终 都未曾皱一下眉头 只是死死盯着她 从幼时 亲眼见过母亲 被突厥将军纵马托死 她便不知道 什么是痛了 半斩茶的功夫 鱼水染湿了脚下的一片鲜红 马三娘的身上 多了十几把手指 粗细的戏刀 她嘴角仍然挂着笑 眼神里毫不掩饰的嘲讽 以甲腕为首的诸位老大 已没有了刚开始的笑意 他们的神色暗淡了几分 心底甚至对于这个疯女人 有了一丝敬佩 不知为何 甲腕不愿这个女人 在世上再多活一秒 那女人的眼神 令她坐立不安 仿佛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剑 随时会落下 哒哒哒 一人撑着伞缓步走来 一身轻衣 头上带着一顶斗笠 脚步落在青石板上 发出的声音 清晰入耳 那人刚一出现 兵器出鞘的声音 便此起彼伏 不下数百余名汉子 或持刀或持棍 死死盯着对方 虽然对方身上并无任何兵器 气势却丝毫不弱 面对黑压压的数百人 慢条斯理地走着 面具人 秋凤婷的那个神秘人 众人认出了那张猴脸面具 李平安缓步来到马三娘身前 点了几指 为他指住伤口 随后解开绳子 你怎么回来了 马三娘低声道 走在半路上 忽然想通一件事 你把我们支走 想必是来一个人赴死的 李平安淡淡道 既知我来赴死 干嘛还来救我 只是忽然想起来 你还欠我一个月的工钱 便宜谁也不能便宜 你这个吝啬鬼 马三娘笑了笑 李平安将伞拢 罩在马三娘的头顶 为他遮住倾盆的大雨 抬起头 面对安北四镇的诸位 黑帮首领 诸位老大 风大雨急 我家掌柜身子娇弱 便不打扰了 说吧 抬一脚便迎着人群走去 显然人群并没有让开 一条路的意思 甲万英深深的开口 想走 恐怕没那么容易 李平安淡笑道 这条路太窄了 不过我并不担心 我想这条路很快就会变宽的 嗡 一道白色的亮光刺穿雨幕 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四周便响起清晰的剑鸣之声 众人的脸色奇奇一变 修心者 细语剑虽然目前还不能伤人 但是装装样子 撑撑排场倒是没什么问题 李平安露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他本就是一个极为厉害的高手 身上的气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略为一抬手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动作 却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开来 三寸短剑飞到众人的上空 众人心底都升起一股寒意 晨阴片刻 赵军冷笑道 修行者又怎样 是无敌的吗 难不成这安北四镇的江湖会怕你 时时务地离开这里 没你的事 话说的倒是在理 李平安点头认同 还是能杀个八成左右的 怎么样谁先来 这话说的轻巧 听在这群人耳中却极为的刺耳 他们不是战场上汉不畏死的兵族 亦不是布达木的死不休的死士 只是为了讨一口饭吃的江湖人 李平安却并不打算给他们多做犹豫的机会 脉步继续向前走着 很快 所有人都做出了选择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走了一段距离 李平安忽然停下 今日之事 还没谢过诸位老大呢 日后立春院自会相报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确定无人跟踪 李平安将马三娘带回了家 他受的伤并不重 只是血流的太多了 之后想做什么 经此一事 马三娘在这地界定是混不下去了 他望着天花板 还没想好 四处走走 找个合适的地方 说不准就住下了 沉默片刻 李平安道 立春院的宝贝全部分了 钱也都不要了 舍得吗 马三娘一笑 生不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有什么好舍不得的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当真是让我觉得 日出西方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 李平安站起身 你安心在这里休息 我去做饭 他推开门 抬脚走出去 屋内传来马三娘的声音 谢谢 客气 半月后 马三娘便独自一人 离开了安北四镇 没有告别 也没有留下一封信 只是某个清晨 他便离开了这里 就像他当初 只身一人来到这里一样 那一晚 安北四镇的江湖上 发生了两件大事 先是大名鼎鼎的立春院被拆毁 随后数位江湖老大 先后惨死家中 东市甲万 西市的张静 九市赵军 甲光 整个安北四镇黑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迎来了新的洗牌 仿佛是有人在用这几人的命 来祭奠死去的立春院 受过这些人欺辱的百姓们 无不拍手称快 对那位神秘的杀手 佩服的五体投地 压在他们头顶的这几座大山 终于被移走了 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上不少 然而没过多少十日 新的人便顶替了死去的那些江湖大佬 而他们的作为 相比前者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世界便是这样 一批人走了 另一批人来了 便开始重复 旧的牢笼的确被打破了 可时代仍然是同样的时代 李平安杀了那些人 却没能打倒他们 社会仍然是这个社会 时代仍然是这个时代 血腥残酷 如果没有奸挤天下的本领 至少也要做到独善其身 山尽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李平安坐在院子里 三寸飞剑细雨 在那棵椰枣树里上下飞舞 烈烈作响 经过小半年的修炼 李平安现在已经能控制 细雨件伤人了 如必指使谈不上 但也是相当熟练 念头一动 剑剑寒光一闪 这一剑便如一颗流星 直刺李平安的眉心 却猛地停在了半寸的距离 再一飞转 便安静下来 落到了李平安的手心当中 老牛叫了一声 提醒李平安该吃饭了 李平安走到灶台 下了两碗素面 配着咸萝卜条 猫 老牛抱怨着 火食的难吃 随着立春院的消失 李平安也失去了 最重要的生活来源 所以日子并不太好过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的身子 老牛 要不你奉献出一块肉来 咱俩吃一碗牛肉面 老牛翻了个白眼 端着面蹲到墙角 跟他保持着距离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老牛 晚上洗澡水别到了 明儿烧开了煮面吃 至少沾点牛肉味 一天早上起来 西北风瓜的足 去外面喝一喝 估计今天饭钱就省了 李平安带着老牛 走出屋子 一边逛街 一边买了两个烧饼 刚出炉的饼子 外酥里嫩 软糯适中 吃起来越紧越香 护文花香 这时候才注意到 自己逛到了一处园林 李平安挑了一处地方坐下来 闲来无事 一阵风刮来 风中飞舞着像棉絮一般的落叶 李平安兴致来了 解下后背的二胡 悠悠地拉了起来 风带着独有的气息 从耳边吹过 楼阁之上 一条灰白色的小狗 悠闲地走来走去 钟大家坐在一张紫坛以上 悠闲地看着亭前的花开花落 看着天空中的云卷云书 闻着花香 听着鸟鸣 没有喧闹 没有烦恼 天地之间都变得豁然开朗 偏偏这时 一道白色的身影 落进了楼阁之中 来人毫不客气地在一旁坐下 拿起糕点大口吃了起来 顾大家无奈叹了口气 又去哪儿玩了 尝了尝这儿的美食 结果不咋地 锦玉说着 瞥了一眼顾大家身后那张古琴 老师 这是你新买的琴 嗯 昨日买的品相不错 锦玉走过去 打量了一眼 这叫不错 比起您那把可差远了 说着 伸出手指拨了一下 云阴鸟鸟 出乎意料的不错 琴有四美 一约良智 二约善卓 三约妙指 四约正心 四美即备 则为天下之善情 这琴虽称不上绝品 却也是个难得的上品 老师 还是你有眼光 锦玉双手合在琴弦 手轻抚琴弦 一缕轻柔的琴音响起 她的手指很漂亮 像是女人的手 手指随情而摆 时而缓慢 时而如流水般 缠缠而下 带着一种柔和的节奏 进入了一种陶醉的状态 大随曾有人以琴入道 钻研音律之道 弹奏之时 音色极佳 圣人之琴也 天地万物之声 皆在其内 锦玉虽达不到那种极高的境界 却也是不俗 琴声飘逸潇洒 一会儿像一缕清风 一会儿又像一片自由飘荡的续云 恰在此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 曲调悲凉估计 意境寥寥 道跟锦玉的琴声 截然不同 是有水火之意 锦玉眉头一皱 手上的动作 却没有受到影响 奏琴者 心无旁骛 要是被对方影响到了心境 那岂不是 说明自己学意不经 于是在这样一个很好的天气里 一琴一二胡 各唱各的调 各吹个号 像是两军相争 打得热火朝天 钟大家本是不感兴趣的 此刻却来了兴致 对方的曲调 如鱼打残河 零零碎碎 却不由自主地被带入其中 仿佛对着冷月孤灯 缅怀往事 百感交集 战斗来得快 去得也快 锦玉的梅月舟越紧 只觉对方的大军 好似将自己包围了一样 越急越乱 只听得一声刺耳的声音 琴弦骤然断裂 嗡 锦玉脸色潮红 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叮咚 恭喜宿主 二拳音乐LV3 100001000 恭喜宿主 获得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效果 当修行 读书 学习时 大幅提高专注度 获得意志力的加持 系统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稍稍一愣 上一次 获得的是白色命格 勤能补捉 这一次则是一心一意 命格等级分为白青黄红蓝紫金 这两次获得的 都是有利于修行的辅助效果 不错不错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收起二胡回家 准备试验试验 新得到的命格 这一世 当真觉得不错 往常需要二十余西 修行愈加通达 李平安不自觉地 便沉浸在其中 一夜无眠 一日 清晨 李平安揉了揉额头 这一夜的修行 倒比之前四夜的修行 都要强上许多 用沾了水毛巾擦了擦脸 随后换了一套衣裳 收拾东西便出门了 牵着老牛 来到街头 一旁正靠在树旁 闭目养神的乞丐 听见声音睁开眼睛 便扔给他 一颗小孩子给的酥糖 乞丐跟李平安很有默契 有钱的时候 李平安时不时 给他三瓜两枣 什么时候不给了 那就说明 李平安没钱了 往常都只是一段时间 而如今 已经有很长时间 没见对方扩了 李平安放下板凳 老牛扬了扬头 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 加书一封十八文 对联晚联五文 李平安将一小块酥糖 掰开两半 另一半给了老牛 这个生意 李平安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 刚开始时 没人信一个瞎子会写字 一天借不到一笔生意 现在有了几个回头课 一天大概能写出两封家书 偶尔还能写个晚联什么的 大街上就像火炉一样热 街头热浪腾腾 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阿里亚和赵琳 夸着小篮子 欢快地跑在街上 你慢点 赵琳道 拐了一个巷子口 迎面却撞上了一人 小姑娘一屁股坐在地上 小篮子里的一摞草纸 洒落一地 赵琳喘云了气息 忙道歉 对不起 钟大家淡淡一笑 手轻轻一扶 原本随风散开的草纸 被一股轻柔的力量 推到了钟大家的手里 连雨不知春去 一情方绝下身 朗朗上口 只是有些突兀 似乎只有半首 一霄一剑平生意 附近狂明十五年 一笑出门去 千里落花风 钟大家往下翻了翻 越看越觉得有趣 不自觉便被吸引住了 等回过神来时 这才发觉自己 有些唐突了 双手地环 唐突了 赵琳儿微微点头 散失环礼 不知这诗词出自何人之手 老夫怎么从未听过 二位小姑娘 又拿着这些草纸去做什么 不知怎得 在这个老人面前 阿丽亚赵琳儿二人 只觉得 有股如沐春风般的舒适感 这都是我们先生写的 要拿去买的 五文钱一张 你要买吗 阿丽亚问道 钟大家顿觉有趣 不由得笑了笑 好啊 不过要带我去 见线你们那位先生 带到钟大家 跟着两个小姑娘 来到李平安的摊位前 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师 你怎么也来了 锦玉小声道 你又为何在此 昨天那个乱我心境的人找到了 锦玉指了指那头摆摊的李平安 喂 老爷爷 你还买不买了 阿丽亚在摊位前 招呼着钟大家 不想放弃这单生意 钟大家上前 看了一眼老牛身上挂的牌子 目光又转移到李平安身上 老爷爷 你要哪一幅 阿丽亚问 钟大家接过 细细看了一会儿 字写得极好 行云流水 纵横挥洒 藏风处微路锋芒 路风处一险含蓄 锤路收笔处 戛然而止 刺块刀灼销 甚妙甚妙 钟大家由心赞叹 只可惜 是在这地处边陲的地界 文化不通 能赏识的人寥寥无几 再看诗 更觉甚妙 有的写得气势磅礴 有的写得风情万种 无一例外 自己从未听过 却都是极好的诗句 这诗是先生所作 李平安道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沉没了半盏茶的时光 钟大家才开口道 老夫信钟 还未问过先生明慧 李平安 李平安 你可愿老夫进书院 钟大家满脸爱才之意 嘴角带着笑容 书院二字从他口中说出 仿佛带着荣誉感 一旁的云眉 转头诧异地望着钟大家 不愿 干净利索地回答 那你可知我是谁 不知道 李平安道 天下读书人给钟某一个面子 尊称一声钟大家 哦 久仰大名 他会这么说 倒不奇怪 钟大家栩栩点头 只是李平安的表现有些诧异 不似其他学子那般激动 于是钟大家狐疑地问道 你听说过我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阁下还买字吗 买 但你要实话告诉我 李平安这才道 在下孤陋寡闻 未曾实的先生大名 钟大家和锦玉 一并沉默下来 锦玉憋着笑 强忍着不笑出来 到底还买不买了 阿里亚不满的小声嘟囔着 钟大家淡淡一笑 颇有兴致地看着李平安 我若告诉你 书院是个神奇的地方 你愿不愿意去 多谢先生美意 在下漂泊二十余载 早就不习惯了约束 在江湖上的生活习惯了 便不愿离开了 钟大家脸上的表情 并没有半分变化 反而是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一旁的阿里亚 赵灵 还有给李平安帮忙的王毅 胖郡 倒是几个好苗子 正赶上书院开门迎人的时候 不知阁下可否愿意 将门下的学生送入书院 李平安道 这个不要问他们父母了 我不过是教他们拉拉小曲 写写字的罢了 做不了这个主 钟大家笑着点头 又让李平安为他写了几幅字 配上诗词 付了钱之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先生 他是谁啊 带钟大家走后 阿里亚问道 李平安道 钟大家 书院四儒之一 天下文明的大儒 学识渊博 尤其是在诗词上的造诣 赵灵儿不解地问道 先生 您知道他 那为什么刚才假装不认识 李平安虽然是瞎子 可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室 这个时代的纸并不贵 每月由官府和民间发行的月报 自证便多达二十余份 上面无非写着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字样 也有许多小道传闻的故事 所以李平安知道 大名鼎鼎的书院 和钟大家并不奇怪 李平安淡淡一笑 说认识了就很麻烦 我不适合那里 倒是你们回去 跟你们父母好好说说 这是一个好机会 老师 我们这次来 不只是要带走那两个小丫头的吗 为什么你还要那两个男娃 锦鱼不解地问道 钟大家道 或许会很有意思呢 那个李平安呢 说来也巧 这两个小丫头竟都做了她的弟子 钟大家但笑不语 赵福 书院 赵灵父亲赵凯坐在堂上 听女儿说了事情 一口茶喷了出来 赵凯乃是极富盛名的读书人 言行举止都极重丰度 赵灵何时见过父亲这样 不过这也难怪 书院那是全天下读书人的梦想之地 赵凯追寻了一辈子都不可得 赵灵儿平白无故地得到了一个 可以进入书院的机会 倒真是她的福气 赵凯在堂下来回夺着步子 书院 书院 忽然她猛地抬起头 钟大家何在 走了 赵灵儿说 不会是骗子吧 赵凯从机动中回过神来 按理说 这种天降的好事发生的概率 实在是太小了 赵灵儿回忆起初见钟大家时的印象 摇摇头 女儿觉得应该不像假的 老爷 老爷 下人走进来 老爷 外面有人找 何人 给您送了一张拜帖 赵凯打开结果 里面放着几行小字 自己苍镜 道觉眼熟得很 直到看见落款 钟大家 这才猛然反应过来 这是钟大家的字迹 钟大家的字 大随的读书人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有不少人专门研究这种字体 便形成了如今的中体字 爹 赵凯猛地回过神来 快 快有请 大随的军队 不是从来不开服到安北四镇吗 如今这是怎么了 是啊 我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呢 最近这段日子 还是少出门的好 一夜之间 安北四镇便变了天 大随两万铁骑 驻扎安北四镇 声势之浩大 前所未有 紧接着便是大规模的官场震动 从京城来的大批官员 对安北四镇的官员们 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青角风暴 有的甚至整个府衙都被封了起来 在百姓看来 这是一夜变天 但尚未人却都知道 这是公主在为自己登基铺路 数年的谋划 加上一场对外战争 大随终于重新有了底气 开始名正言顺地管理 安北四镇 李平安并没有给王山他们 一个肯定的答复 过了几日 这次风波还没有停歇 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李平安这才决定 先暂时离开安北四镇 避避风头 于是便答应了王山 临行的前一日 偶然得知 刘二也被下了大狱 说起来 刘二也算是自己的朋友 李平安便买了几个小菜 拎着一坛酒 去监牢里看望刘二 刘二倒是十分豁达 并没有因为被下狱 便为你不振 上面说了 我这样的 估计要在里面 蹲个五六年左右 刘二咬着鸡腿 含含糊糊地说道 近了老子里好 我有好些个认识的人 都被咔嚓斩立绝了 我这算是幸运的了 李平安又给他倒了一杯酒 多喝一点 以后可能喝的机会就少了 刘二豪爽地说道 瞎子 老子果然没看错人 你这人够意思 李平安笑笑 没说话 刘二便又道 别看小爷我现在落魄了 但是这人生起起落落 那都是尝试 说不准哪天我又辉煌了 李平安见刘二 对自己的未来这么有信心 便也不再担心他的状态 又托王山给自己之前 立春院的同僚们 烧了一些吃喝 他不方便露面 便只能麻烦王山了 想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菱形那一晚 李平安并没有睡觉 他坐在椰枣树下 思绪如潮 想着每一个接触过的人 想过每一件事 想着过去 想着未来 又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太矫情 自己又不是不回来 于是便运转气息 进入观想状态 一日 清晨 红日像一炉沸腾的钢水 喷博而出 金光耀眼 李平安牵着老牛在镇子口 拿着拐杖 背着二胡 腰间跨着一个九葫芦 不过巴掌大小 一看磨损程度 便只用了许久 倒是跟他来安北四镇那一年 没什么分别 过了一会儿 四个孩子才匆匆跑来 他们都背着行李 四人脸上 皆是不同的表情 阿里亚似乎哭过 眼眶红红的 刚跟姐姐告完别 王毅则是满脸兴奋 对着外界的向往 胖俊啃着果子 慢悠悠地走着 并不关心 能否进什么书院 赵灵儿似乎想要努力 装出很淡定的样子 但是眼中的不安 还是出卖了他 除了四个孩子 还有王山派来的两名护卫 崔城 崔彩 兄弟二人 都是在王府做了许久的门客 深得王山信任 回头看看吧 再回来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李平安对几个孩子道 五王毅一定要出人头店 王毅大喊 阿丽亚也喊道 阿丽亚一定不给阿爹 阿姐还有大叔丢脸 王毅对了对胖俊 胖俊回过神来 我胖俊 啊 就平安回来 结果话一出口 惹得王毅哈哈一笑 赵灵儿小声说了句什么 其他人没听见 李平安淡淡一笑 忽然想起一句话 少年就是少年 他们看春风不喜 看夏禅不凡 想必这一路南下 都不会太寂寞了 他们刚离开安北四镇 便遇见了一个 骑着白马的公子 景玉摘下帽子 李平安 我叫景玉 书院的弟子 是特意来接你们的 书院允许的 算是吧 实际上我只送你们到玉门关 顺道看看 你们有没有违反规定 景玉说的自然是假话 他来的目的 主要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见识见识 这个能靠二胡 乱了自己心境的人 那便走吧 景玉是个话牢 这点在第二天 众人便深有体会 原本大家还对他书院弟子的身份 十分好奇 还带着敬重 结果 没几日便成了狗不理 别人但凡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都能扯出长篇大论出来 非得把你说烦了不可 胖俊随口问了一嘴 书院都有什么好吃的 景玉夸夸其谈 丹龙金乳酥 曼陀样夹饼 巨圣奴 贵妃红 清高面 生进二十四气馄饨 等等 我最爱吃二十四气馄饨 那滋味 巨圣奴也好吃极了 把蜜和羊油置入面中 放入特殊的调料 油炸而出 其实这天气 应该吃一些烤肉的 我知道书院有一家烤肉 十分不错 不过 价钱就是有一些贵 提到钱了 就不得不说 京城这些年的物价 与日俱增 柴米油炎都贵 不过我倒是不用太担心 就对了 说起来 今年还没买新衣裳呢 走出来这几个月 也不知道京城流行 什么款式的了 你们实在不知道 现在这风尚是一天一遍 几人默默的都不说话 加快了行走的速度 将景玉甩到身后 哎 你们等等我啊 有时候不得不怀疑 他的嘴似乎是租来的 倒点了就要还回去 赶上一场雪 南下的几人 便躲在一间茶滩下 喝茶赏雪 真不错 景玉说 李平安低声道 这场雪来的邪乎 按理说 这才五月份 根本不会有雪 景玉哈哈一笑 你们见识太短了 见光一闪 还要九州河山 斩破人间第一场雪 说不准 这便是哪一位剑客在舞剑咯 李平安默默听着 轻不可闻的叹了一口气 这个世界下雪 不知有多少轻描 粮食要毁于一旦 后面一句话 则是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平白遭难 李平安想起 自己院子里种的粮食 感同身受 景玉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点 听李平安这么一说 呼得一愣 转头看向李平安 想要说些什么 李平安掰开一块干粮 背对着他 喂起老牛来 景玉秀眉微醋 望着这片雪 若有所思 天气陡然变冷了 阿里亚几人都没有准备厚衣服 本来他们自己能背的行李就不多 这季节戴厚衣服也没地方穿 没曾想走到半路 突遭了这么一个变故 倒是苦了四个孩子 李平安自是不怕冷的 景玉身为书院弟子 肯定有些本事在身上 崔成 崔才二人也都是习武之人 身上气血厚重 这点温度还能扛得住的 夜晚 李平安尽量将火生的更忘了一些 四个小家伙凑在火堆旁 瑟瑟发抖 李平安给他们的装水的囊 装满了热水 随后走进帐篷里 将热乎乎的水囊 压在他们的小脚丫上 又在火堆里多添了一把柴火 喝了一口酒暖暖身子 便准备进入观想 景玉凑了过来 说道 李兄 西风 猎马 好酒 不如我们做首诗吧 我出上句 你出下句 纵学染便千山道 猎马西风见雄鹰 见李平安半场没说话 景玉又道 李兄 该你了 我不会做诗 李平安道 别开玩笑了 李兄 真的不会 那些诗词 跟我没什么关系 景玉 那我们比剑如何 我比不过你 李平安说得很轻松 景玉有些急了 不比怎么知道 我很好打的 那也不打 景玉咬牙 那我们比琴 我不会弹琴 你拉二胡 我弹琴 哦 那我们开始比 景玉一喜 不比 景玉要被气疯了 到底怎样 你才肯多比 李平安无奈道 那这样如何 你去前面那个林子里等我 别打扰到孩子睡觉 好 没问题 景玉一喜 三步画作两步 窜进了林子 待他离开后 李平安重新定了定神 进入观想状态 命格 勤能捕捉 一心一意 发动 两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逝 一日清晨 南下的队伍再次出发 李平安无视身后 那道幽怨的目光 知道关外的荒漠上 什么最多吗 景玉喊道 没人答话 景玉也不觉得尴尬 自问自答 这荒漠中最多的 便是狮鬼君 遇见他们 便麻烦了 一轮明月被乌云笼罩 辽阔的大漠汉海 陷入了一片漆黑的夜色中 没有人说话 没有声音 只有偶尔 从天空掠过的验阵 李平安听着耳边传来的风声 呼得捕捉到了脚步声 是一个脚穿草鞋的汉子 压着帽子 看不清表情 用羊皮裹着一柄刀 夹在夜窝里 能否接个火 李平安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 汉子坐了下来 将怀里鼓囊囊的东西取了出来 是一只死鹰 崔才瞥了一眼 这汉子 警惕地握紧了腰间的武器 汉子很快便将鹰的内部掏空 放干净鞋 便开始用火烤了起来 不一会儿 便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将酒葫芦递过去 有酒 汉子接过酒 将手中的鹰丝成两半 递给李平安一半 李平安接过鹰 完成了这次交易 说实话 他还没吃过这种东西 今天尝了一口 感觉味道怪怪的 没有多好吃 但也没有多难吃 兄弟 并非常人 即使儒生 怎定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警惕靠在树叉上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悠悠地问道 汉子沉默片刻 早就不读书了 不读书做什么 改行了 警惕一如既往地能说 李平安只管吃鹰肉 并没有多说话 找个人 谁 我女人 她姓妍 跟我一样 也是个儒生 十年前失踪了 吃完了鹰肉 汉子到了生蟹便离开了 警惕自言自语地摇了摇头 犹如转霸 心口一口力气 倒真是可惜了这样一个人 第二天 南下的队伍继续出发 晚上十分 赶到了一处村庄 村庄不大 有一些破败 土墙毛顶 又矮又脏 村口蹲着一个勾搂着背的小老头 手里拿着一根烟斗 缩着头 见有人来了 站起身 崔才喊道 老汉 我们是行路的 天黑了 能不能在村子里借宿一宿啊 我们付钱 小老头打量了一眼几人 见对方带着四个孩子 警戒心才没有那么强了 行 那跟我走吧 村子里安静的连狗肺声都没有 这个时间 想必村子里的人都歇息了 小老头提着油灯 走在最前面 很快 来到一处院落 小老头打开门 村里人都睡了 老汉我住的屋子太小 你们便先在这对付一宿吧 崔才道了谢 老汉留了一盏油灯给他们 便离去了 感觉这个村子 怎么有些古怪 崔才皱着眉 大哥崔才问 具体说说 崔才抿了抿嘴唇 具体的我也说不上来 但总觉得一进村子 有股阴森森的感觉 忽然一声惊叫 景玉 你怎么了 景玉双眼一闭 仿佛忽然失去了意识一般 扑通倒在了地上 江一旁本就有些胆小的胖郡 吓了一大跳 李平安蹲下身下 检查了一番 气息 脉搏都很平稳 就像是昏过去了一般 无碍 将他扶进礼屋休息一下 崔成崔才将昏迷不醒的景玉 扶进屋子里 崔才道 这小子怎么这么重 崔才是气血五夫 身上扛着百八十斤重的东西 剑步如飞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背着景玉 倒真是费了他一把子力气 看样子 今晚就只能住这儿了 崔成说 希望是我们想多了 崔才道 屋子里的食物 肯定是不敢吃的 只能啃身上带的干粮 这个景玉平日里 大话一套一套的 到了关键时刻 第一个卸财 王毅撇了撇嘴 崔才笑笑 表示对自家少爷话的赞同 想来这书院也没什么神奇的 景玉这样的人都能进 几人都凑在里屋 崔成崔才二人 今晚是肯定不会睡觉的 虽然李平安让他们放心睡下 可二人到底还是不安心 睡觉的时候 王毅捡了一块大石头 放在自己的手边 说是 如果半夜有人来偷袭 自己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结果到了半夜 王毅呼噜打得震天响 气得阿丽亚用脚丫踹了他好几下 都没见他有半点醒过来的样子 风中传来极为细微的声音 崔才崔成没有捕捉到 却逃不过李平安的耳朵 有动静 我去看看 李平安站起身 李先生 我跟你一起 崔成抽出腰间的短刀 二人走出里屋 打开屋门 夜色很深 像是风声 又像是有人在哭泣 动静是从靠西边的房间传出来的 门是锁住的 不过这种破旧的老锁 崔成三两下便弄开了 嘎吱 一声极为刺耳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走了进去 借助气息锁定 李平安知道里面没人 屋内很暗 李平安根本什么都看不清 倒是一旁的崔成吓了一跳 李先生 这 是个灵堂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排位 香岸 蜡烛 两侧是鲜花与花篮 倒是弄得挺齐全 没有看见灵叔 不知道是灵叔已经入土了 灵堂没来得及撤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崔成饶了一圈 随后目光定格在香岸上摆放着的精致小巷上 小巷是用硬纸剪的 民间有这种习俗 在纸上画出小巷 用小刀一点点的划出来 不过一般都是剪死者模样的小巷 这怎么一剪 便剪了七个 李平安手指划过香岸 搓了搓手指肚 没有灰尘 蜡烛也是心放的 得罪了 李平安微微抬开排位 用手摸了摸 排位下面积攒了不少的灰 这说明 这个灵堂已经布置很久了 只是定期有人来打扫罢了 而打扫的人 一般不会碰排位 这就是为什么香岸上没有灰 而排位坐下 会有灰的原因 先生 先生 另一边 崔成颤颤巍巍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沉声道 怎么了 崔成手里拿着指剪的小巷 先生 这小巷 怎么这么像我们啊 先生 这小巷 怎么这么像我们啊 崔成颤颤巍巍的说道 饶食他胆子再大 此刻也不免后几发凉 如果说一个人像也就算了 这可是足足七个 巧合吗 李平安道 崔成摇了摇头 这七人跟我们都能对得上 唯独 少了先生你的 他们一行人算上警域 一共是八个 可现在只有七个小巷 唯独李平安的小巷不在其中 李平安让崔成将东西放回原处 二人便退了出去 这村子果然有古怪 崔成属实是被那小巷下的不轻 李平安道 过了今夜再说 嗯 一夜无事 一日 警域仍旧处在昏迷当中 只好由崔成背着他 一行人来不及跟小老头打招呼 便准备离开 村民们早早地就起了床 今儿似乎是什么节日 一大早便有鞭炮的声音 噼里啪啦地响起 让整个小山村 一下子都热闹起来 村子里的人 比李平安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看衣着打扮 有许多不是本村人 应该是过路的商人 或者从外地赶来的人 一行人拒绝了村民们的邀请 刚走出村子口 哎呦 我脚底好酸 是啊 总算有个村子 能让我们歇一歇了 几人边走边说 很快就再次走入小山村 李平安牵着老牛 站在原地 脸上的表情有些错愕 崔成崔彩等人 仿佛是湿了一般 放慢脚步 走在泥石路上 随后再次来到小老头 给他们安排的房间当中 李平安默默地跟着他们 发现这几人 都在重复着昨日的行为举止 并且似乎都看不见自己 说话也没人理 李平安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怪异之处 整个村子 只有他和老牛不受影响 李平安冷静地想了一下 起身走回去 阿利亚手里捧着热水 啃着饼子 李平安二话不说 将他抱起来 几个剑步窜出屋子 直奔山村外 既然他们走不出去 那自己便将他们带出去 一步迈出村子 李平安只却似遇见了强大的阻力 整个人就像是在泥潭里挣扎一般 越挣扎 陷得越深 几乎连一步都迈不动了 最后 无奈指的放弃了这个想法 又过了一日 村庄继续重复着昨日的景象 李平安想了想 觉得应该还是从景玉下手 因为算起来 除了自己和老牛 只有景玉是直接昏过去了 而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被控制住 得罪了 李平安默默念了一句 伸手给了景玉几个大帖子 啪啪啪 力道不断加强 打得那张白净的小脸红了一片 也不见对方有醒过来的迹象 又失败了 李平安只得将景玉放下 又为他削了种 这才走出去 窗外突然传来一声鸟鸣 落在院子中的景旁 李平安走过去 投了一颗石子落入景中 没有传来动静 景中一片漆黑 即使是有阳光也探不进去 那种黑暗是李平安能感知到的纯粹的黑 仿佛是深渊下的怪物一般 李平安由于片刻 纵身入景 一股淡淡的热气飘浮在周身上下 石子探路 景中十分宽敞 横在景中央的是一棵树 树干笔直 又高又细 就像是一根插在地上的长枪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落在李平安身前 李平安忽然开口 冒昧打扰 实属无奈之举 还望谅解 真是个奇怪的人 就连书院的小师弟都中招了 你竟然能安然无恙 对方轻柔开口 是个女人的声音 阁下也是书院之人 以前是 李平安语气平静 四名学子入书院 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 还望阁下能行得方便 女子道 你们没得罪我 把你们困在这里 也非我的本意 此阵法我已无力控制 不能放出你的朋友 除非我解开阵法 只是此间阵法一旦解除 我便要消散于世间 顿了顿 女子又道 要怪就怪他们倒霉吧 我反正是不肯死的 至于你 还是抓紧出去吧 话必 李平安一个恍惚 竟离开了景中 回到了院子 在院子站了片刻 李平安回屋睡觉了 太阳照常升起 李平安吃饭 修炼 随后在村子里转悠起来 悠闲得像是他本就是 生活在村子里的人一样 来碗面疙瘩 再来两个酥饼 得嘞 李平安正啃着酥饼 对面呼传来一个声音 你怎么还不走 女人白色的裙装随风飘着 一摆一起一落 威养的脸精美剔透 墨发流云般倾弦下 散落妖际 李平安喝了一口汤 答道 我答应过他们的父母 要把他们安全送到书院 言而有信 那你有办法了 女人问 没有 所以正在想 别白费力气了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 不受阵法的影响 可要想救那些人 难比登天 李平安没答话 自顾自地吃着东西 吃完了之后 擦了擦嘴 这才继续开口 还没问过姑娘姓名 燕巡 李平安想了一下 之前碰见过一个儒生 他说 他再找一个女人 也姓燕 失踪十年了 女人微微一正 沉默半晌 那儒生长什么样子 我看不见 李平安道 他找的人是你吗 十年 已经有十年了吗 女人喃喃自语 不如我帮你找到她 你放了我朋友如何 女人笑了笑 我可不想 让她看见我这个样子 女人跟景玉一样 是个画牢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 景玉是天生的画牢 而女人则是太久 没人与她说话别的 她的故事很简单 不复杂 也不狗血 因一场春风相识 因一场误会而谅解 因一个承诺而入书院 快一恩仇床 坦荡江湖 携手快马天涯 本该成为一段佳话 但现实却让一切戛然而止 一次游历 燕巡意外被人袭击 包括他在内 整个村子二百余口 皆丧命于此 冰死之际 燕巡开启了这方阵法 让自己在这方土地活了十年 早先他还是能控制阵法的 也有人路过 却都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村子 只是近一年 燕巡对于阵法的控制越来越弱 已无法掌控他人的出入 故事讲完了 不长 也没什么惊心动魄的反转 三角链 背叛 情杀 曲折迂回的元素 一个都没有 这样的情节 如果拍成电视剧 收视率肯定很低 只是现实就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 人生无常 命薄如指 李平安道 你有办法复活 自然没有 人死哪有复活的道理 那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不想死呗 燕巡笑了笑 是不是觉得我很自私 自己不想死 偏偏拉着一群人 跟自己遭罪 李平安没说话 燕巡手指轻轻摆动 其实啊 只是不甘心罢了 不甘心自己就这样死了 燕巡发现 李平安是一个怪人 意思就是 很怪的人 许是真的别太久了 没人说话 燕巡想要跟这个 唯一能跟自己说话的人 多聊一聊 可李平安偏偏是个闷葫芦 哎 你身边的牛呢 走了 走了 嗯 然后便不说话了 观想 修炼 拉二胡 吃饭睡觉 一连数日 他的生活规律得很 问他在干嘛 他便说 在找救人的办法 燕巡说 你别白费力气了 跟我聊聊天 说不准我一高兴 便不准备活了呢 李平安问 聊什么 燕巡说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李平安愣了一下神 便开始徐徐地回忆起 自己穿越之后的经历 夕阳西去 一盏茶引到无色 无味 没了 李平安说 嗯 然后便到了这里 如果离不开 便不是故事 而是事故了 你小子故事还真精彩 又是公主 又是杀手的 不会是你编的吧 燕巡狐疑地说 李平安没有反驳 那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 燕巡笑道 或者干脆 就把公主拿下了 一辈子衣食无忧 李平安知道 他在严余自己 便低着头不说话 燕巡又说 那个叫陈楚生的少年 好可惜 李平安说 雷打真孝子 才发狠命人 燕子不进寒家门 家猫不进白虎堂 叶草不肥并老马 横财不负命穷人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燕巡愣了冷 目光望向远处 不知在想什么 小半个月过去了 李平安仍是没有放弃 一日 燕巡有些怅然若失地说道 外面的世界真好 可惜再也看不见了 李平安轻声道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燕巡一阵 喃喃地念叨着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说得真好 只是世间有几人能想得通啊 沉默了一会儿 他忽然站起身 不错 过去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新的世界 总要有新的生活 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陪我玩十天 十天之后 我就解开阵法 李平安点了点头 本以为会是什么游戏 结果这姑娘能想到的 只有下棋 头呼无聊的紧 到了第三天 燕巡就觉得玩够了 李平安便教他新的玩法 燕巡能在这方阵法里 随心所欲 按照李平安的要求 他变化出了一个 圆呼呼带着弹力的物件 还有两颗高高的杆子 燕巡疑惑地问李平安 这是什么 李平安告诉他 这叫篮球 交了足足半天时间 这姑娘才终于领悟了规则 玩得不亦乐乎 这是什么游戏 我以前怎么没听过 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游戏 李平安说 人死之后 会去另一个世界吗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或许吧 十日的时间 转眼而逝 一切都变成了过往 一切都成了云烟 突然后悔了怎么办 燕巡望着夕阳 一声轻轻的叹息 从他的心中落下 眼底划过一抹淡淡的忧伤 见李平安没反应 燕巡笑了笑 逗你呢 本姑娘说话算话 她站起来 背对着李平安 人间完够了 走了 一路顺风 李平安说 对了 你是刀客 到现在怎么还没有刀呢 送你个礼物如何 她手一翻 院子中那口井 一阵悸动 紧接着一缕光芒冲天起 半夕之内 拔升至高空 宛如一道银色的流光 越远看越清晰 将四周照得一片通明 随后 落在烟巡身前 是在井中的那棵树 树根上长着几根粗壮的枝干 却并未散开 仿佛其中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此树名为扶桑 便送于你 去打磨出一柄刀来 对了 不白送 扶桑一旦断枝 便会重新化为种子 你把种子 替我还于南国功夫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随后点头答应 好 你小子重信诺 倒也不怕你失言 燕巡伸了一个懒腰 颇有些洒脱的说道 走了 不完了 梦 这时 一声牛叫 由远处传过来 十分响亮 李平安笑了笑 终于来了 他抬起头对燕巡道 你送了我一个礼物 我再还你一份如何 嗯 燕巡挑了条好看的眉毛 什么礼物 去村口看看便知道了 燕巡跟李平安来到村口 眸光一闪 十年未见 添了不少风霜 野花迎风飘摆 好像是在青素中长 绿草凑凑抖动 如无尽的缠绵依恋 带着斗笠的汉子迎风一笑 总算找到你了 燕巡笑中带泪 忽然狂奔过去 这个禁过了自己十年的姑娘 冲出了围墙 阵法小姐 伴随着点点荧光 姑娘身上亮起一片光华 开始随风消散 本姑娘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傻子别等我了 随着燕巡解开阵法 整个村子以及村中人 都伴随着一阵光芒消散 只留下那些 一年前被困在此地的人 他们仿佛如梦初醒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 干得不错 他将老牛放了出去 便是去寻找那个 犹如转霸的男人 我去 发生了什么 我脸好疼啊 锦玉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目光迷茫 一轮明月高悬在广袤的边塞 平日里柔媚清雅的明月 似乎也变得雄浑和壮丽 原来是有扶桑术的加持 怪不得我会被阵法所困 锦玉为自己找了一个 合情合理的理由 而且对方还是书院的师姐 燕巡 这个名字 我听我先生提起过 嗯 所以被他困住 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你们说对吧 没人搭理他 王毅切了一声 还是我们先生厉害 就是就是 阿丽亚随声附和 锦玉嘴角微微抽动 想反驳 可这时候又找不出什么话来 只好信心地对付火架上的烤兔子 他将扶桑术赠予你了 带着斗笠的汉子问道 是 李平安道 他说要送我一饼包 便把这束给我了 扶桑术一旦断枝 便会重新化为种子 所以你打磨的时候 要小心一些 李平安摸了摸横在一旁的扶桑术 明白 心愿已了 我此次要回书院一堂 向师门告罪 欠你一个人情 记下了 李平安笑笑 我也只是为了 能带他们早日离开阵法罢了 锦玉见李平安和书院的师兄 聊得热火朝天 自己被晾在一旁 多少有一些没面子 于是便凑过去 那个师兄啊 还没问过你是哪位先生门下弟子 书院几层楼 汉子瞥了他一眼 继续对李平安道 我叫顾西周 南风之我意 吹梦到西周 好名字 李平安赞道 锦玉倾咳一声 原来是顾师兄 在下锦玉 顾西周道 还没问过兄台姓名 李平安 平平安 不错 锦玉默默地离开了二人的身旁 目光在其他人身上扫过 催成催才二人 在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赵琳和阿里亚两个小姑娘凑在一起 胖俊正在听王毅吹着牛笔 想来想去 锦玉走到了老牛的旁边 语重心长地开口 老牛啊 话刚说出口 老牛站起身 走到离他稍远一点的位置 重新坐下 锦玉 这日子没法过了 绿洲与黄沙相伴 飞鸟半驼龄起舞 流水缠缠 沿着沙漠蜿蜒难去 穿过杨树 穿过草地 融入沙河 长路漫漫 微风作伴 飞剑细雨不断地攻击着扶桑树 力度很轻 耐心的仿佛是在做针线火一样 扶桑树其实并不大 只有一人多高 又高又细 像是一柄长枪 只是想要把它打造出一柄刀来 实在是太费心力了 你不是修士 为何能控制飞剑 顾熙周好奇道 李平安头也不抬 杀了一个修士 夺了他的飞剑 顾熙周点了点头 以纯武夫击杀修士 倒是难得 我也能修行吗 王毅凑过来 顾熙周笑了笑 等你到了书院便知道了 修行一事 从来都是各派有各派的见解 旁人没得到允许 是不敢随意交的 王毅失落地嗷了一声 顾熙周望向李平安 我听说中大家 曾邀请李兄入书院 结果被李兄拒绝了 难道李兄不想得长生之道 李平安笑了笑 世间求长生者数不胜数 又有几人能得长生 落日的余晖 给沙漠涂上了一层红色 有人求到立千山 有人自在逍遥闲 我独随风深远去 唯愿浅犬先凡间 其实他想说 我有外寡 可以增加寿命 但又不能这么说 于是只好换了一个 文艺点的说法 这时 锦鱼凑了过来 心态是好的 不过很可惜 你不能修行 李平安一愣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顾锡周也看向锦鱼 等待他的解释 锦鱼说 你搭搭他的脉便知道了 顾锡周当即摸了摸李平安的脉搏 又用真气探查了一下他的丹田 先是惊讶于对方体内的气血 有些骇然 竟如此强盛 甚至强过一些普通的修饰 真气也是身厚 绵长 阳火旺盛的 甚至有些诡异 并且在李平安诸身的气海穴上 各有一团乌黑 顾锡周试图查看 可那一团乌黑诡异得很 仿佛是能吞噬万物一般 气海雪山没有任何感知 身体猪翘也不通 当真如锦鱼所说 这辈子恐怕都无法踏上长生之路 顾锡周沉阴片刻 也好 一入仙门深四海 做一个普通的武夫 潇洒一生倒也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李平安笑着缩回手 得知自己不能修行 稍微有些失望 不过也仅此而已 继续专心致志地 削着扶桑术 你要做刀的话 可有草托 顾锡周说道 李平安摇了摇头 我只是想着先消出一个刑来 我认识一个朋友 在玉门关内是个打铁的好手 不如让他给你做个刀的草图 那便再好不过了 李平安没有拒绝顾锡周的好意 说实在的 他对于木雕这种技术活并不擅长 锦鱼试图跟二人并肩行 以表明自己的地位 这时 身后的王毅拉了拉他 大人再说话 你就不要凑上前去了 锦鱼气得要死 是可杀不可辱 扬言要把王毅的脑袋拧下来当尿壶 王毅嗤之以鼻 说自己打不过先生 但是打他应该绰绰有余 锦鱼吹嘘自己 可是书院二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几个孩子纷纷表示不幸 就连最乖巧的赵铃都眨了眨眼 心中对于这个书院的好感 降低了几分 阿利亚见锦鱼被气成这个样子 好心安慰道 好 那我们信还不行吗 你是天下第一 这不说还说 一说反倒更让锦鱼气愤了 这怎么听着 都像是在可怜自己 恰在这时 远处黄沙滚滚 夹杂着大量的飞沙走石 前面有东西 是尸鬼君 锦鱼哈哈一笑 你有毛病吧 笑毛啊 王毅不解道 锦鱼自豪道 终于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几匹快马急匆匆地向这边驶来 围首的人大叫 前面的人快跑 后面有危险 王毅几人看着这幅场面 一股股的旋风 把黄沙卷起好高 向平地冒起的大烟 浩浩荡荡而来 见了这场面 阿利亚等几个孩子 不免有些发怵 大说 我们真的不跑吗 李平安没说话 前头的顾锡周 喝了一口烈酒 眸光更亮 前面的人快跑 定远镖局的胡强 诧异地望着前面 一动不动的人 没听见 接着又加大了几分嗓门 然而 这是一匹白马 迎着他们冲了过来 快得仿佛是一柄利剑 用羊皮纸包裹着刀出鞘 在空中一晃 就像是千军万马在厮杀 喂 你别跟我抢啊 等锦鱼反应过来时 顾锡周已然纵马冲了过去 山丘之上 立有两道身影 其中一人年纪甚大 胸前挂着一串菩提佛珠 身穿灰衫 手持缠杖 另一人黑布裹着身 身材魁梧 方面大尔 三十岁左右 举手投足之间 自有一股摄人的威严 看模样 二人像是域外的僧人 灰衫僧人道 便是那异行人了 安北四镇一口气出了 四个书院弟子 未已绝后患除之 那个骑马 穿如服的公子 是书院的弟子 先把他引走 我们方能出手 黑衣僧人道 四名孩童 正好陷于我佛 话音未落 一道人影 非事来 黑衣僧人猛然一惊 弹出一只波及般的大手 那抹寒光一闪 胸前的衣巾 扑的一声 撕开了一道口子 鲜血勃勃流出 好快 李平安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一指弹出 在他的阳穴上 轻轻一点 真气震荡 黑衣僧人脑海一阵嗡鸣 只觉眼前一黑 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 灰山僧人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周身气血入车轮滚动 还未等出手 身后传来一阵寒意 灰山僧人猛地一掌向后荡去 掌风拦住了细语飞剑 李平安一脚横扫而出 扑的一声 扫在了灰山河上的左腿外侧 将他的下身踢得一歪 力量霸道无比 让灰山僧人心中一阵骇然 青涩命格 一心一意发动 念头一闪 提升战斗中的专注度 李平安洞穿了对方的动作 灰山僧人被逼得后退 先机进尸 落入了下风 猛吸了一口真气 身形腾空而起 禅杖化作西风卷帘 在半空中滑出一道弧线 紧接着飘出一帐开外 但他的双脚刚刚落地 又是一股更强的进风袭来 进风虽未击中他的胸口 却让他胸口一闷 他哪里还敢应接 又是向后一跃 仓皇躲避之间 却已判了他的死刑 他踉枪后退了六步 只觉得一阵头晕目血 哇的一声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李平安收手 轻吐出一口气 另一边 大战刚刚结束 遍地黄沙中 满是尸鬼恐怖的尸体 有的血肉模糊 有的身手易触 尸骨无存 然而顾锡舟的刀 却没有半点血迹 将刀重新收入了羊皮圈中 催成催彩二人吃惊的程度 不亚于几个孩童 没曾想 有生之年 竟能目睹这样一幕 他们只觉眼前的沟壑之中 刀气如惊涛海浪 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目瞪口呆 你小子 抢我风头 唯有锦玉不依不饶地叫着 顾锡舟没搭理他 这时 李平安也从山丘的一侧走了下来 冲顾锡舟微微点头 示意山丘上的敌人 已经解决了 总算是见到人气了 锦玉抱怨道 在大漠走久了 看着人来人往的街头 众人一时之间 竟有些不太习惯 几个孩子的血早就磨破了 脚也发酸 王爷还好 从小就习武 有一些底子 其他三个孩子 却都有些顶不住了 于是 李平安便决定 在这先歇两日 顺便去寻一寻顾锡舟口中的打铁的好手 找了一家客栈 暂且住了下来 李平安跟着顾锡舟 来到西市的一家铁匠铺 铁匠铺的一扇门是关着的 另一扇门也是关着的 里面红光四射 锤子叮叮当当地响得不停 顾锡舟毫不客气地推门走进去 一进门 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 空气中还夹杂着一股铁锈的味道 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老莫 老莫 来后院 一个嘶哑的声音传来 二人走进后院 院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小工厂 一个身躯庞大的汉子背对着二人 不断地抡着铁锤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顾锡舟道 找到了就回来了 汉子停止了敲打 转过头眼神略微有些诧异 找到了 嗯 随后汉子的目光又落在了李平安身上 准确地说是他扛着的扶桑树 扶桑 看来你还真找到他了 这次来找你 是想你帮个忙 雪儿临走前把扶桑树赠予他了 并且答应要为他打造一柄刀 汉子重新转过头 继续扔起铁锤 王我可以帮 不过锻造扶桑树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会让你白帮的 汉子犹豫了一下 行 把扶桑树放这里吧 李平安把扶桑树留下 便跟顾锡舟离开了铁匠铺 走到半路 跟顾锡舟分开 李平安在街上转了一会儿 走到一处摊子 要了一大碗羊肉泡馍 馍筷在中间 汤汁在周围 当地人称为水围城 吃完后 碗内无汤无馍无肉 李平安吃了一大碗 抹了抹嘴 觉得不错 便准备向老板多要几分 给阿里亚他们带回去 这时 街上呼的传来一阵悸动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匹骏马 在街上飞驰而过 扬起一片尘土 这里本就是闹市 人流聚集之内 仓皇之间 盲向两旁躲去 倒是一个妇人 拉着姑娘拥挤之间 被人推倒在地 眼看那高头大马 扬起的马蹄 便要向那对倒霉的妇女踏去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飞射而出 身子如山月一般 重重撞向马身 双手勒住马的头颅 脚下青砖碎成挤绊 竟硬生生将冲来的马 放倒在地 李平安站在不远处 手里的铜钱 正要见舍而出 忽然停止了动作 略有些意外地 望着出手那人的气息 是城门口拦住 他们的小鹤巴 四周的百姓 纷纷躲到一旁 一边庆幸自己没有受伤 一边看着热闹 锦衣公子 被赶来的家仆们 扶了起来 愤怒地冲过来 你他娘的好大的胆子 跟小鹤巴同路的兵族阿妩 嘴角微微抽动 他虽不认识锦衣公子 可是对方骑的马 却已经能代表了他的身份 周身通体赤红 没有一根杂毛 即使是他们 见过最大的官签户大人 也没有这样一匹马 阿妩知道让小鹤巴说话 这事肯定会闹得更大 硬着头皮上前 在下军中阿妩 这位是我的同僚 方才为救人情急之下 才伤了公子的爱马 话还没说完 便也挨了对方一脚 去你娘的 这一脚力度不大 尤其是阿妩还穿着盔甲 但却装作不行了 直接瘫倒在地 希望能给这位公子哥解解气 锦衣公子又把矛头对准了刚才 出手阻拦他的小鹤巴 却没想这家伙进上前一步 你 你 闹势纵马 对对军兵动武 找死 自古富贵公子多嚣张 在京城尚且如此 更何况这是边关 更是无法无天之地 嚣张跋扈 横行霸道 倒是跟匪徒也没什么两样 锦衣公子伸手拔刀 却不料对方说话慢 出手的速度 却一点也不慢 他手刚摸到了刀柄 对方的手便握住了他的手 咔嚓 阿 锦衣公子脸色骤变 周围的家仆一见公子被打 一个个全部冲了上去 根本不怕对方身穿官服 小柯巴一脚踹飞一个 又是一拳打在另一名家仆身上 将他打得倒飞出去 没几下 几名恋家子家仆都倒在了地上 疼得说不出话 根根 我去衙门 锦衣公子冷笑 好 好 你给我等着 同行的阿妩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一旦动了手 这事便可不能善了了 小柯巴伸手 必要从后面掏锁链 给对方扣上 何人敢在此上 我家公子 小柯巴抬起头 声音刚到 那人的身形便已来到了身前 五指如钩 勾住了小柯巴的脖子 将他往下一摁 膝盖扑的一声 狠狠撞在了他的头上 小柯巴亮腔地后退了几步 瞪着眼睛 来者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 一身滑浮 倒是有几把子蛮力气 钱叔 废了他 锦衣公子揉着被钻的发麻的手 怒道 你 你也要跟我走一趟 小柯巴道 老人嘴角泛起轻蔑的笑容 好大的口气 这么些年了 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不怕死的人物 他左脚一踏 右手一扶 展向了他的小柯巴脉门 小柯巴侧身一闪 右臂一凉 被划开了道口子 盲向后一跳 衣袖被扯破 手臂上也多了一道血痕 对方一出手便是杀招 小柯巴双手握拳 也被惹怒了 向对方砸去 老人面色微微一变 这一拳的力量倒是远超他的预料 竟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 紧接着又是一拳 这一拳比第一拳更狠 老人不敢再应接 显之又显地避过这一拳 小柯巴本能乘胜追击 却是收了些许的力气 不想闹出人命 抬起一脚踹向老人的膝盖 将老人踢得跪倒在地 一拳停在他脸上三寸之处 你 你你说了 话还没说完 老人眼中寒光一闪 猛地探出手指 如鳞蛇出洞 直刺小柯巴咽喉 噗哧 老人哀嚎一声 手掌之中多了一根筷子 鲜血鼓鼓而出 下一秒 便被回过神来的小柯巴摁在了地上 李平安多摸出一文钱 压在桌面上 就算是赔给老板的筷子钱了 这么大的动静 终于是把寻接的捕块吸引了过来 捕头一见锦衣公子 顿时一惊 锦衣公子冷笑 看着小柯巴 我说了 你完了 快 把袭击刘公子的人 给老子抓起来 几个捕块抽出刀 将小柯巴包围在内 捕头赶忙上前去扶起锦衣公子 锦衣公子一把甩开对方 想要冲过去 教训教训小柯巴 可以想到刚才对方的伸手 便猛地停下来 站在不远处 宁笑道 本公子 今天教你一个道理 拳头大有时候也讲不出道理 就在此时 有人沉声道 那在下也教公子一个道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几人寻声望去 却见一人坐在面摊前 手里还拿着打包好的几碗羊肉泡馍 你又是何人 锦衣公子冷声道 李平安面不改色 在下书院 锦衣 阿帖 客栈当中正在跟几个孩子 玩牌的锦衣打了一个喷嚏 书院 锦衣公子心思一转 正欲说些什么 却被一旁的老人拉住 老人细细打量了 眼李平安 一身青衫 带着斗笠 气质凌然出尘 完全不像是俗世蠢物 书院 阁下是书院的弟子 在下送安北四镇四名学子入书院 路过此地 恰巧目睹公子纵马伤人 当真是霸道 安北四镇出了四名书院学子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老人自视清楚 想必也没有蠢货感冒充书院的弟子 当下脸色一变 让 阁下见笑了 李平安沉声道 怪不得老师说 要向圣上敬言 整顿边关的励志 今日一见 当真是迫在眉睫 这短短的一句话 让老人顿时如坠冰枯 旁边的众多捕快 虽不知书院的含金亮 但是听对方的老师 能直接向圣山敬言 便悄悄退到了后面 这种级别的人物 想碾死他们 不比碾死一只蚂蚁 费力多少 沉默片刻 李平安挥了挥手 行了 滚吧 众目睽睽之下 锦衣公子 哪里受过这种委屈 老人再次拽住了他 低声道 公子 惹不起 锦衣公子手被拽得生疼 还是头一次见钱书如此这般 无奈只得作罢 告辞 告辞 还有一事 李平安冷声道 老人和锦衣公子 仿佛感觉到了 一柄利刃悬在头顶 一股寒意从心底涌了出来 浑身上下 更是如同僵住了一般 一动也不敢动 下次若是再让我知道了这样的事 公子便为自己准备棺材吧 如果公子不服 大可以找我书院锦衣来寻仇 我锦衣什么都不怕 客栈 阿梯阿梯 阿里亚嫌弃地看着锦衣 你生病了 生病 怎么可能 锦衣抽了抽鼻子 好像是有人在背后骂我 不敢不敢 老人拉着自家公子 三步画作两步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街道 锦衣公子的那匹马 也被家扑牵走 小柯巴站在原地 挠了挠头 哥哥 这是给你的 刚才被他救起的小女孩 手里拿着一块酥糖 小柯巴摆了摆手 不 不行的 官差不能思思受贿赂 阿梯踹了他屁股一脚 顾不得小女孩 拉着小柯巴走到李平安身前 便拱手给其道谢 多谢先生救命 无碍 李平安想了一下 不如一起吃碗泡馍 练舞的人 食量大 刚刚吃完了一碗 李平安现在 竟觉有些没吃饱 于是便又要了一大碗泡馍 扑呲扑呲吃了起来 你叫什么 李平安问小柯巴 琴 琴琴 一旁的阿武替他回道 他叫琴石 今年十八岁了 琴石 才来当兵 嗯 琴石点了点头 你这样当兵 早晚要出事的 李平安说 喂 为什么 琴石似乎真的不懂 阿武道 先生 这家伙就这样脑子一根筋 谁说都没用 脑子转不过弯 等吃过亏 被磨平了棱角便会懂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有棱角的人 可能会过得很痛苦 因为他们有坚定的志向 对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 与生俱来的强大意志力 也因此 他们往往 怀着一种悲壮的激情 在人生最艰难的道路上 进行一场生命的搏斗 对了 你练过舞 李平安想起 刚才琴石出手时 力气虽足 可是没有章法 琴石摇了摇头 没 没学过 李平安点了点头 一身的底子 不学舞 倒真是有些可惜了 只是李平安在玉门关 停留不了多少时日 否则还真有心教教他 希望琴石 这样的人 能得到老天的垂帘吧 吃完了泡膜 李平安便回到了客栈 几人还没有吃饭 闻到泡膜的味道 顿时来了精神 景玉看着自己这碗泡膜 明显分量更大 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如此可教也 李平安笑了笑 低声嘟囔 就当补偿你的了 补偿什么 没什么 一日清晨 顾锡周向李平安告别 他答应了铁匠 要为他做一件事情 铁匠才帮李平安 做一柄好刀 李平安略意拱手 辛苦顾兄了 无须客遣 我跟老莫已经说好了 只是此一行 恐怕便不能 送你们去书院了 一路多加小心 二人就此作别 李平安按着顾锡周的吩咐 下午的时候 来铁匠铺找老莫 那头扶桑树 还直挺挺地立在院子中 并未有丝毫动工的痕迹 在扶桑树旁 还有一位女子 年龄不大 看样子 方林不过二八 瓜子脸 睫毛又长又翘 眼睛很有神 个子很高 腰身也很细 美中不足的 是胸脯有些扁 见李平安来了 打亮了眼 你找谁 我找老莫 昨儿说好的 李平安指了指一旁的扶桑树 少女点点头 冲侧屋子喊道 爹 有人找 老莫从侧屋走出来 似乎是刚刚洗过脸 手里拿着手巾 擦了擦脸上胃干的水珠 直接了当地问道 对刀 你有什么要求吗 想要做个什么样的 李平安从怀里摸出一张图 他虽然不会画 但好在锦玉画工不错 锦玉刚开始 自是言辞拒绝 我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去画一柄刀 说出去 让人家嘲笑我 李平安觉得 锦玉这人不错 因为这家伙智商不高 并且是一个不经夸的人 你越夸他 他便越飘飘忽 不知所以 什么事都好办 按照王毅的话说 就是你给他一个鸡窝 他都能就着阳光下蛋 于是 李平安稍微动了动口舌 便得来的这幅画 老莫稍作打亮了一眼 画得倒是细致 刀身挟直 微微向外驱突 刀背随刃而取 两侧有两条血槽 及两条纹波形 指甲印花纹 柄长四寸 左右各有两指宽 老莫点了点头 目光继续往下看 刀鞘不是普通的刀鞘 而是想将刀身藏于拐中 老莫将画重新合上 我明白了 两日后你来取刀 劳烦了 李平安略一拱手 随后便退了出去 爹 那人是谁啊 好奇怪 带他走后 少女忍不住问道 我在他身上 嗅不到业力 老莫头也不回地说道 不要管 哦 少女颇有些不满地回了一句 嘟嘟囔囔 难不成是天乏之人 李平安回到客栈 跟几人说了 可能要在玉门关 再待上两日 几个孩子自是无比高兴 巴不得多休息几日 正值赏午 滚烫的阳光 配上滚烫的景色 让人觉得心烦气躁 再加上锦玉的一张嘴 喋喋不休 就连好脾气的赵琳 都有些不耐烦了 此刻众人便盼着 这家伙什么时候离开 锦玉曾说 送他们到玉门关后 便会自行离开 只是如今看来 似乎并没有想要走的架势 锦公子 锦公子 客栈外 呼传来声音 几人都好奇地寻声看过去 只见一个呆呆傻傻的家伙 拎着一些东西 在客栈外面喊着 喂 小壳八琴师抬起头 我 我找锦公子 我娘让我 我来答谢他 呦 一听这话 屋内的几人 都是诧异地望向锦玉 锦玉愣了一下 随后只冷起来 轻哼一声 十分得意地说道 这很奇怪吗 本公子游历天下 见义勇为 侠肝义胆 自是朋友满天下 听说我来了 人家都上门来感谢我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 锦玉副手走了出去 看着面前的琴石 锦玉一时雨色 你不是看门的那个兵士吗 我们之前认识 琴石摇了摇头 不 不不认识 那你干嘛喊我 我 我 找书院锦玉 我就是 琴石仍旧摇头 你不是 恰在这时 李平安溜弯回来 琴石眼睛一亮 忙跑过去 锦 锦锦公子 李平安愣了一下 呼得响起来 自己那日用的是锦玉的名字 不由得笑了笑 其实 我叫李平安 找我何事 我回去把把事情给我娘说了 我我娘让我来邀请你去我家吃饭 还让我给你送东西 李平安道 东西就不必了 正好我还没吃饭呢 那便去蹭个饭吧 哦 那跟我来吧 临走时 李平安跟锦玉道了一句 晚上饭不用等我吃了 锦玉站在原地 呆若木鸡 二楼的几人憋着笑 琴石的家并不富裕 只有一间小土房 分东西屋 琴石的父亲早年间参军死了 只留下孤儿寡母的 虽然日子不好受 但好在有补贴 也亏着几个战友的照顾 琴石才得以入了军 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 琴石这娃娃 从小脑袋就不好用 好不容易混了个职位 还没几日就闯下了大祸 好在公子出手相救 琴母给李平安盛了一碗鸡汤 鸡汤味道不错 看琴石的眼神 似乎是好久没吃过鸡了 琴母把鸡腿给了李平安 李平安感受到了琴石的目光 便把鸡腿给了他 琴石又将鸡腿给了母亲 母亲瞪了他一眼 便又将鸡腿夹到了李平安的碗里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只好笑纳了这只鸡腿 吃饱喝足 已是夕阳西下 夕阳牛被无人握 带得寒鸦两两龟 夜幕即将垂下 日落时带着田径而清明的禅意 闲暇之时坐在台阶上 看着石子在手中舒展沉浮 心都静了下来 你日后想做什么 李平安问 琴石想了一下 出人头地 然后让我娘 过过上好日 日子 李平安温温笑了笑 将手中的石子丢了出去 忽然道 我教你一套拳法如何 琴石望向李平安 眨了眨眼 拳 拳法 李平安站起身 先教你走庄 走庄也被称之为洞庄 就是选择一个柿子反复席练 十遍 百遍 千遍 万遍 石体内的气血 沿着固定的轨道巡航 久久席练 就能实现内脉寻精 全燕云 全练千遍 奇异自现 李平安演示了一遍走庄 越练越快 最后一脚 他在一块脑袋大小的石头上 脚瞬间发力 石头发出一声闷响 随后碎成两半 这个我也能 琴石道 李平安将碎石扫开 压在下面的一块小石头 却没有碎 不是让你用蛮力 而是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 琴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接着李平安又教了他几遍 待到天色已晚 这才告辞 临别前 李平安对琴石道 你想不想 你娘因为你平白无故下了大狱 或者被人杀害 不 不想 琴石毫不犹豫 那就要记住了 当你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与其飞蛾扑火 不如暗中继续力量 不然 你非但坚守不到你想要的 还会伤害了关心你的人 琴石正正地望着李平安的影子 被一抹夕阳拉得无限长 等他回过神来 就见母亲追了出来 哎呦 李先生走远了吗 娘 怎么了 琴母手里拿着李平安 放在角落里的一些钱 算作饭钱了 十二 快去追上李先生 琴石犹豫了一下 娘 追追不上的 追上了 爷爷没用 琴母叹了一口气 真是一个好人 时而记住了以后 有机会一定要报答李先生 到了十日 李平安来铁匠铺取刀 老莫敲了敲烟斗 将柜台上用破布包裹着的刀取了出来 李平安接过 解开布 真如他所想 刀鞘变成了那根竹质的拐棍 而刀便隐藏在其中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莫名的有些紧张 摁住刀柄 缓缓拔出 李平安的眼中仿佛出现了一缕光芒 一股灵动的气息 在刀身上流转盘旋 身指在刀身上微微一弹 叮 一声清脆之音响起 寒光四射 李平安微微皱眉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伸手在刀身上佛动 只觉一股寒意袭来 仿佛刀刃上蒙上了一层雾气 温度骤然下降 李平安不解道 扶桑木怎么变成 钢刀了 按理说 老莫的手艺再好 也不至于直接将扶桑木变了材质吧 老莫头也不回道 扶桑 变化万端 盖无常形 亦能分行为百身 你心中所想是刀 他便是刀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中直到神奇 老莫又道 有了他 你便可以对抗修士了 扶桑能破万法 通俗来说便是 如果你跟一个练器修士对抗 他向你喷一口火 你用普通的刀剑能应对吗 李平安摇了摇头 老莫继续解释道 可有了扶桑刀便不一样了 扶桑刀的特性便是能中和这些术法 拿着它 你就可以展开火焰 以前你遇见了修士被人家当成孙子打 可现在 你便有了一战之力 利用扶桑刀 出其不意 甚至可以把对方当成孙子揍 李平安将整个刀身拔了出来 试着挥舞了两下 当真是衬手无比 不轻不重 不长不短 多谢莫师父 无须客气 我又不是白帮你的 顾锡周已经替你付过钱了 李平安和尚扶桑刀 重新成为一根普通的竹棍 按理说以我跟顾锡周的交情 他托我帮个忙 不应该托三阻四 只是因果如此 老莫摸出腰间的酒葫芦 给你一口酒喝 也不枉我跟顾锡周一场交情 李平安本想拒绝 却又担心服了对方的面子 于是拔下葫芦筛子 喝了一口 辛辣的味道在口腔中久久不散 喉咙里仿佛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一口酒下肚 就能感觉到一股灼热的感觉 直冲丹田 紧接着顺着周身经脉 蔓延到周身 将他全身的每一处都浸润了一遍 李平安的脸上泛起了红韵 酒亦在周身徘徊 让他浑身酥麻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一开始他还有些不习惯 但习惯了之后 他就感觉到 这股力量似乎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你这辈子与修行无缘 周身汽血之力 却比普通修士还要强横 你的身体会支撑不住 老夫送你一口酒 倒也算便宜你了 这股力量 你还需慢慢消化 不必急于求成 稳中求胜比什么都强 李平安拱手 恭敬道 多谢前辈 对了 这是扶桑树的种子还给你 李平安小心翼翼的收好种子 他答应过燕巡 要帮他将扶桑树的种子 送回南国公府 一日清晨 歇谢了几日的南下队伍 整理好一切 重新踏上了征途 同乡的顾西周离开了 景玉也要走了 景玉临走时 轮番拍着几人的肩膀 你们眼光跌 小爷不怪你们 等你们到了书院 便知道我有多厉害了 说吧 纵马扬边去 几人看着他的背影 倒是不免有些伤感 虽然景玉挺招人烦的 王毅说 其实我知道 他应该是挺厉害的 阿丽亚点头 嗯 只是人太二了 胖君点头负荷 赵琳说 我父亲说了 这种平日里吊锒铛的人 一旦认真起来 就会很靠谱 只是没过多久 便见景玉匆匆地跑回来 哎呀妈呀东西 洛克战了 老师非得骂死我不可 几人沉默了一会儿 王毅 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阿丽亚摇了摇头 赵琳头一次觉得 父亲说的话 也不都是绝对的 心得了武器 李平安像是个宝贝一样 怎么哪都觉得有些不舒服 怕丢了 怕碰了 忽得自嘲笑了笑 怎么有种小孩猩猩 一出渡口码头 太阳升得老高 映照着岸边的青阳柳 湖岸上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 一眼望去 竟是一片绿意盎然 风带着阵阵凉意拂过湖面 撩起片片连衣 置身其中 让人有一种春暖花开的感觉 不知是坐船的人太多了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渡口中已经没有大船了 只有几艘小客船 南下的一行人来到渡口码头 李平安走在最前面 船家 风水府去不去 船上有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 还有两个赤着胳膊的汉子 看年龄应该是老头的儿子 老汉走过去 打量了一行人 见对方带着四个孩子 想必是出来游玩的 可看穿着又不像 倒像是赶路的 去的去的 包船吗 包船多少钱 这个时节去风水府署逆水行舟 乘船的价格要翻一翻 算上食杂费 大概六百文钱 李平安微微挑眉 包船的价格却有些贵了 老汉看出了李平安的顾虑 便道 不愿意包船的话 可以等一会儿与人拼船 几人便在渡口旁 一边吃着干粮 一边等人拼船 王毅正在滋滋不断地练习着走庄 他先前缠着李平安要学武功 李平安便教了他走庄的法子 实际上王毅之前就学过走庄 只不过这东西实在是太过枯燥无聊了 可如今先生说了 王毅便有了十足的动力 就好像首付给你指了一条路 只要你走下去 便会跟我一样成功 李平安坐在船头 嚼着干粮 老牛盯着他手中的干粮 似乎是想着他吃完了一半 剩下一半留给自己 到了风水府 距离京城便近了 从关道走脚成快一些 只需四五日的光景 听人说京城繁华似锦 宝马叼车香满路 李平安笑了笑 伸手将干粮丢入江水鱼群聚集的地方 老牛见状 赌气似的撇过了头 我见京城多妩媚 廖京城见我英如是 船只驶出渡口码头 悠然的行驶在江面之上 清风徐来 水波不星 船身随着江浪起伏 缓缓前行 船桨之声不绝 江水上形成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忽高忽低 节奏极快 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王毅还在练习着走庄 只是船上不比地面 怎么走都不舒服 崔才拉拉拉公子 不让公子走远了 船上有一伙人 看起来十分的不善 为首的人身材又高又瘦 就像是一根竹竿 长了一副尖诈模样 到风水府 续四天的水城 前两日都相安无事 到了第三日晌午 一连吃了两天的鱼 众人吃得倒是一点也不觉得腻了 鱼头汤鲜美多汁 鱼肉又细又嫩 吃得不亦乐乎 生炒鱼配上少许佐料 色香味俱全 清淡可口 扑通 众人吃得不亦乐乎 李平安却捕捉到了一丝生意 很多乘客纷纷一惊 立足不稳地被晃得东倒西歪 险些摔下水中 哄 仿佛惊雷滚滚 万马奔腾 倒是着实吓了众人一跳 这时 传老汉忙从船舱中 取出一个人头大小的馒头 上面裹着一层鲜红 只见传老汉将馒头扔进江里 随后跪下身来 但却没半点作用 江水仍旧跟沸腾了一样 传老汉吓得魂不附体 用近乎哀求的声音向众人说 诸位爷 哪个刚才说了 让江龙王忌讳的话 连累了我们大家一起受难 众人见传老汉 都被吓成这副模样了 更是乱作一团 这时 忽然有人道 是他 他之前说了 要把这女的扔下去 众人寻声望去 原来是一对外出游玩的男女 二人都很年轻 定了婚 打情骂俏 男的便随口道了一句 再不听话 便把你扔下江 女的说 你舍得就扔了 这话本是一日前说的 按理来说 就算出事 也不干他们的事 可现在众人都病急乱投医了 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命 谁还在乎他人的命 传老汉便走过来 你们遭了江龙王的计 现在不把这姑娘扔下江去 咱们一传人都要没命 小姑娘哪里见过这场面 当即人都吓傻了 小脸惨白 难得哪里能让人 把自己女人扔下河里去 将他护在身前 传老汉跟他僵持不下 坐在传脚的那个瘦高的汉子 一挥手 当即身旁的几个汉子便冲过去 架开了男人 将女人夺了过来 便要投进河里 见那姑娘叫得可怜 有两个书生想要出面阻拦 却被瘦高个一把推开 滚开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跳了下来 一脚踹在一个汉子的脸上 大喝道 放开那个姑娘 王毅小小的一只 站在几个汉子面前 像是兔子堵住了大灰狼的洞口 谁家的臭小子 滚开 令个汉子抬脚便踹 谁料王毅身形灵活 侧身躲过 一步跨出 一拳打在对方身上 只是却好似打在了钢板 汉子大怒 伸手拽去王毅 便要将他一并投入河中 啪的一声脆响 那汉子被打了一巴掌 左夹顿时肿了起来 嘴角一血 亮呛着向后退了两步 崔成 崔才 一人护住自家少爷 一人拦在汉子面前 江水滔滔 祸福难料 关一个小女子何事 崔成立声道 瘦高个音效 还他娘的挺爱管闲事 这叫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王毅道 江水更急 瘦高个知道 对方手上有两把刷子 便转头对着船上的众人喊道 好 那不把这女的扔下去 大家一起等死好了 一听这话 原本不准备出风头 在一旁看戏的众人 哪里能忍得了 当即纷纷喊道 谁让他嘴贱呢 就是就是 凭什么要 我们跟他一起死 赶紧把他扔下去吧 不管我们的事啊 一群人哭爹喊娘 生怕一个浪过来 将船打翻 有两个妇人走上前 你们不来 我们来 说着便伸手去拽难女子 却被崔承一把抓住 那夫人挣扎不过 一屁股坐在船上 便嗷嗷地叫了起来 还有没有王法了 不活了 王毅感受着众人恶意的目光 被千夫所指 忽然有些后悔了 这时 旁边的阿利亚喊道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人多就有理啊 嗓门大就说得对啊 这一声倒是把王毅拉回了神 脖子一僵 也跟着喊了起来 当即有人骂道 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 有爹生没娘养的贱种子 轮得到你们说话了 咱们这么多人不怕他们 对对 一时之间 群情激愤 崔城崔才二人 哪里能拦得住这么多人 无奈地望向坐在船头的李平安 却发现李平安不动如钟 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一样 先生 将水之上 忽然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影子 接着 一声轻笑 水面破开 影子诡异地舒展开来 一条雪花巨蟒的头颅 出现在众人眼前 张开嘴巴 发出刺耳的叫声 宛如一张血盆 獠牙如钩 密密麻麻 额头上长着一根倒角 争鸣而恐怖 众人 只觉浑身像僵住了一般 脊背发凉 那巨大的舌头一身一缩之间 就像是一只离弦之剑一般 嗖的一声射了出去 李平安站起身 翻滚的江水 建设在他的身上 却被沸腾的气血 化为屡屡飘渺的雾气 一经随风摆动 他便站在船头 背对着众人 面对着巨蟒 弱小的身躯 仿佛在下一秒 就要坚持不住狂风 而被吹下船去 李平安握住了拐杖的柄端 轻声道 第一站 可别给我丢人 说吧 杖刀出鞘 一刀斜斩而出 江水震动 水气沸腾 刀光如鹅毛般飘落 如风卷残叶 平泊无痕的空中 像是起伏的水面 从下倒上 从前倒后 以一起开始 以一幅收尾 巨蟒身形微微一致 哀嚎响彻四周 凄惨婉转 李平安合上刀 杖刀入鞘 发出清脆的摩擦声 不错不错 轻轻抚摸着刀身 爱意满满 老牛在一旁 用哀怨的眼神望着他 喜心厌旧的臭男人 传上一片寂静 只有江水拍打船底的声音 先生好厉害 阿丽亚兴奋地道 王毅双手插腰 像之前跟他们起冲突的汉子 得意洋洋的说道 我先生 那个是我先生 厉害吧 你们怎么不大呼小叫了 嗯 李平安一边驱散身上的水泽 一边道 船家将这巨蟒给大火炖了吧 压压惊 船老汉足足愣了好一会儿 才赶忙称事 这么大的巨猛 怕不是成精了 要是放在以前 船老汉自是不敢吃的 可现在仙人都发话了 船老汉赶忙招呼着自己儿子帮忙 李平安回到船头 继续坐了下来 这下子 众人都不敢再说话了 先前那个嚷着醉凶的妇女 灰溜溜地走回了去 瘦高个跟几个汉子 也是一言不发 那对险些遭了无妄之灾的男女 来给李平安道谢 李平安指到了一句不客气 便不再多言 赵琳和阿丽亚 还是第一次看见李平安出手 此时 两个小姑娘正好奇地盯着李平安 王毅则兴奋地在一旁 继续练习走庄 幻想着有朝一日 跟李平安一样厉害 经历这场风波以后 船老汉连忙将船上一尖雅尖给倒腾出来 让给李平安他们 自是被李平安拒绝了 过了半日 那头巨蟒便化作了众人的盘中餐 船老汉特意分给了李平安几人 一大碗蛇羹 这舌肉吃起来 当真是鲜美无比 尤其是传老汉的手艺还不错 要的是一个烫 味道尽在唇齿间 李平安吃得只觉嘴中寒香 美不胜收 便问传老汉 这舌羹的做法 传老汉此时也缓过神来 滔滔不绝地跟李平安讲着 这您可问对人了 小老汉 我一生只干三件事 划船 摸鱼 坐舌 先要将舌包肉成丝 聚骨 用熟猪油裂炒 烹料酒 下舌汤 味成瓦 凉柳成形 江水映得银波滚滚 家暗锤扬隐婆娑 阵阵凉风吹来 只觉眼前风光更加动人 置身于船头 一幅古老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 充满了一种田径的诗情画意 伴随着悠悠的二胡之音 李平安不由自主地陶醉其中 脑海中念头闪过 命格 一心一意 命格 情能捕捉 两种命格同时发动 不仅是在读书 修行上能起到加持作用 在了二胡时 也同样能启动效果 有两种命格相互加持 获得奖励的速度更加的迅捷 相当于以前只能用一倍速看视频 现在却能1.5倍 甚至是两倍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50 二拳音乐LV3 1500-1000 自制 夏品灵鼓 听风刀法 90% 领悟新的刀翼 91% 拔刀树星号邪疗出鞘 63%-65% 龟西弓 93% 无增加 燕子川云纵40%-42% 技能 气息锁定 62%-63% 修炼星经 涅槃经 获得宝物 修行者的飞剑 细雨一枚 控制程度60% 扶桑树化为的杖刀 体内未消化气息 酒气 残留佛家真气 各种念头在李平安脑海中划过 龟西弓没有增加 这很正常 一旦某种弓法达到了80% 余下20%便只能全凭自己努力 倒是听风刀法 之前久久未能突破瓶颈 莫非是因为刚才那一刀 一股无形的刀翼涌上心头 气息温润清凉 一道又一道璀璨的光芒在心中飞速划过 这或许不是一种刀翼 而是一种生命的魅力 余下的东西增长都不太明显 也没有什么值得变化 最令李平安在意的 还是体内那股酒气 还有残留的佛家真气 佛家真气是自己吞掉舍利子之后 便一直徘徊在体内 险些要了自己的命 好在长青和尚传了自己 涅槃经 随着不断的观想 这才将佛家真气消化了不少 只是还有不少残余 至于那股酒气 则是在玉门观时 打铁的老墨给自己喝的那一口酒 力量强盛 丝毫不亚于那股真气 却并没有破坏他的身体 反而安分守己的 像是守在闺房的姑娘 等待着他的出手 那股佛家真气以不足为惧 接下来的任务重心 便是尽快消化那股强盛的酒气 李平安定了定心神 又过了一日 傍晚时分 船终于靠了岸 这一趟虽然偶有波澜 但好在有惊无险 临别之时 船家向众人告着别 年修得共枕眠 今生能乘坐同一条船 这缘分也不浅了 船老汉没有要那对年轻男女的船前 毕竟先前做过那种事 但说到底 他本性也不坏 只是愚昧无知罢了 风水府的繁华 超过了几人的认知 之前觉得自己是公子哥的王毅 此刻也觉得自己 变成了香巴佬 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 气势恢弘的院门 又看了一眼守门的魁梧大汉 目光又落在街头的行人 咽了一口唾沫 第一次来这种繁华之地 四个孩子不免有些拘谨 看看他人穿得光鲜亮丽 再看看自己一身衣物 因为一路的风波 早就失去了颜色 李平安倒是不慎在意 走在前头 如果不是有任务在身 倒真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些时日 现在也只能把四个孩子 送到了书院后 再回来逛一逛吧 当夜 李平安一行人在风水府流宿 各自买了新衣裳和鞋袜 随后第二天晌午 便从关道直奔京城 京城 一英俊男子在城门口 摇着轻扇 白衣黑发 衣和发都飘飘翼翼 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眉宇间透着一股阴气 高挑秀雅的身材 衣服是冰蓝的上好丝绸 腰间系着一条白色丝带 配着一把长剑 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玉树 景玉时不时照照镜子 心中暗道 真探娘的帅死了 让他们再瞧不起本公子 只是左等右等 也不见李平安一行人的踪影 算算路程应该到了 莫非是中途 遇见了什么变故 越想越觉得奇怪 偏偏在这时 原本晴朗的天空 呼得阴云密布 没一会儿 静下起了暴雨 街上人纷纷躲到屋檐下 或钻进两旁的殿钟 或狂奔回家 没一会儿 原本热闹的街上 便看不见人了 唯有景玉还站在原地 他望着这长雨 倒是来的是时候 倒是后 李平安他们一来 自己站在雨中 嘴角在勾起淡淡的笑容 更帅了 你们看那个傻缺 怎么下雨天还在雨里站着 客栈二楼 王毅看着窗外 不由地笑道 外面雨下得大 几人都有些好奇凑过去 看了一眼 他是不是傻子 阿利亚没有嘲笑的意思 与其中带着同情 胖俊道 真可怜 赵琳儿 不如我们去给他送一把伞吧 或许是遇见了什么伤心的事情 还是让他自己静一静吧 李平安并没有回头 将二胡解下来 吃完饭 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入学 嗯 几人点头 王毅嘟荡了一句 也不知道景玉这家伙 跑哪去了呢 还说要在京城接我们 大骗子 这时 赵琳儿道 那个公子的背影 似乎有些像景公子 怎么可能 景玉下雨不知道躲 他智商再低 也不至于低到那种程度 说完 便又换了一个话题 几人便没有太过在意 一夜的暴雨 第二日清晨 雨过天晴 空气又湿又黏 四个孩子还没有醒 李平安早早地出了客栈 却忽地发现一个熟悉的气息 站在城门口的位置 李平安微微一愣 恰巧那人转过身来 两相对视 李平安想起昨日的对话 二人沉默两久 京城的早点铺子 似乎跟别的地方的 也没什么区别 一行人在一张桌子坐下 旁边还有四个时刻 看样子像是脚夫 正各自埋头 大嚼着一碗豆腐脑 见他们吃得香 李平安也要了一碗豆腐脑 只是等吃到嘴里才发现 这豆腐脑竟是甜的 李平安哪能受这种委屈 当即又要了一份 只是摊主一脸懵 咸的 豆腐脑有咸的吗 李平安觉得自己 受到了侮辱 又问了几家 最后都是徒劳无货 无奈值得放弃了豆腐脑 很快 一行人吃饱喝足 桌上的菜 有七成都是李平安吃的 京城的肉包皮薄肉厚 其余人吃了几个 便觉得饱了 他却像个无底洞似的 将多余的肉和包子 一扫而空 李平安食量本就大 自从喝了老莫那口酒后 食量更是大了许多 总觉得吃不饱 付过钱之后 一行人向着京郊 四十里外的书院而去 一路上 遇见了不少 同样赶往书院的学子 因为书院不准学子 乘坐马车 一些住在京城 娇生惯养的孩子 走了一半路 便有些支撑不住了 李平安他们便 遇见一个小少爷 锦衣玉符 只跟着母亲 还有两名家仆 皆是不行 吵着闹着 走不下去了 他那打扮漂亮 风韵犹存的母亲 只好苦苦劝说 对比起来 走了这么多路的阿里亚几人 呼绝一阵巨大的自豪感 不过区区四十里 阿里亚自豪的挺了挺胸脯 王毅哼了一声 就是 我们可是从安北四镇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 一路上 所有人都难掩兴奋之情 一边在林荫小道上走着 一边欣赏着周围的美景 一路走来 总算是见了曙光 任谁都免不得高兴 走过一段极长的山路 众人看见了这次旅途的目的地 明晃晃的匾额 上书四个大字 怀路书院 门口有数位身穿如服的弟子 正在接待学子 在景玉的带领下 一行人交了引荐函 随后便被静影弟子带走了 眼看便要和李平安分开 阿里亚抱着李平安 死死不松手 仿佛一松手 就会天崩地裂一般 李平安笑了笑 安慰到等考核结束 便来看他 根据景玉所言 入了书院还需进行考核 考核通过的弟子 才能成为书院的正式弟子 反之 则从哪来回哪去 阿里亚这才和几人离开了 三步一回头 直到身影消失 感受这四个孩子气息离开 李平安有心底说不出什么滋味 有一种自家孩子 终于长大了的欣慰 还带着一些不舍与伤感 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带你去书院逛一逛 景玉勾着李平安的肩膀 李平安说 书院不是不允许外人探视吗 景玉哼了一声 开什么玩笑 我谁啊 景玉 你也不在书院打听打听 说一不二 尽管跟我走 我看谁敢拦你 不让进 如福弟子拦住了李平安一行人 景玉轻哼一声 心来的 我 景玉 两名弟子对视一眼 脸上表情有些错愕 你就是景玉 景玉双手还胸 得意一笑 你就是那个偷看陆师姐洗走 结果被陆师姐揍了一顿 在书院的树上挂了三天的景玉 李平安默默后退了几步 与景玉拉开了距离 老牛也嫌弃的撇了撇嘴 李平安本就没什么心思逛书院 顺势也就离开了 临走时 景玉让他在客栈等自己 处理好事情 晚上找他喝酒 离开书院 一众穿着得体 气质儒雅的学子迎面走来 只觉清风拂面 崔城崔才二人回首 望着书院 沉默许久 长叹了一口气 满眼皆是羡慕 如果自己年轻时 能有这等福分 那该多好啊 直到是 同人不同命 同伞不同饼 时来天地皆同利 运去英雄不自由 李平安感受到了二人的情绪 开解道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少计较 不强求 做好自己 你才是那个最独特的风景 与其在这里纠结 不如去找个好点的馆子 如何 崔城崔才二人皆是一笑 刚才的感伤消解了不少 什么破地方 我家孩子脚都磨破了 就背了一段路怎么了 是路上遇见的那名美貌妇人 还有那名富家孩子 原来是从京城到书院这四十里路 那名自幼娇生惯养的孩子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妇人心疼孩子 便忘了老爷的叮嘱 让仆人偷偷背了一段路 谁知道入院的时候 就被直接劝退了 天底下哪里有这般的道理 丈夫刚刚升了官 若放在平时 妇人肯定要好好争论一番 甚至动起手来也未难免 可这是在书院 纵使妇人再蛮横 也不敢在这撒泼打混 所以只敢暗自埋怨几句 娘 我脚疼 孩子抱怨道 阿妩 还不把少爷背上 我不要他背 个得慌 我要骑马 这荒郊野岭的 哪有马啊 我要骑那个 孩子摇手一指 老牛瞥了一眼 嫌弃的翻了个白眼 妇人顺着孩子指的方向看去 三人一牛 脚下踩着草鞋 穿着也净显穷酸 唯一可以值得一谈的可能 便是气质吧 阿妩 妇人叫了一声 明幻阿妩的家谱会议 走到李平安三人身前 小子 今儿你捡便宜了 那头牛 我们家妇人要了 一边说着 一边扔出一个钱袋 李平安伸手接住 不用碰 听银子在空中相互碰撞的声音 便知道精良 李平安淡淡一笑 将钱袋重新抛了回去 抱歉 这牛不卖 阿妩面路诧异 嘿 你也不看看 里面有多少钱 多少钱也不卖 还请另讯卖主吧 无奈 阿妩只好跑回去 不卖 妇人破位的不耐烦 今儿他本来就 跟着儿子走了四十多里的路 又是一肚子火气 什么破牛 当成宝贝似的 阿妩道 既然不卖 不如跟他说 把牛租了 驮少爷下山 妇人挥了挥手 阿妩又跑了过去 这才只拿出了钱袋子里的一半 牛不卖 租总行吧 把我家少爷拖到山下 看没看见 这些钱就都是你的了 李平安摸了摸老牛 老牛你的意思呢 摸 李平安无奈耸了耸肩 我家老牛不同意 阿妩忍不住道 我看你脑子被驴踹了 李平安倒是不慎在意 身后的崔城愤然站出来 你这人会不会说话 香八老 说你怎么了 你可知我家夫人是 话还没说完 李平安便以招呼着崔城崔财兄弟俩 往山下走 跟白痴计较 别人会以为你也是白痴 那妇人气得不行 本来自己今日便受了一肚子的委屈 现在连个香八老都瞧不起她了 一巴掌扇在阿妩的脸上 又催又响 废物 阿妩捂着脸低着头 一言不敢发 只是妇人嚣张虽嚣张 却也知这是什么地界 一路向上去 一旁的孩子一直哭哭啼啼的 吵着闹着要坐车 闹得妇人心烦 走到一处水坑时 不慎滑倒在地 水溅了一身不说 两半又肥又圆的屁股 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哎呦 夫人一肚子火气 啪啪又赏了下人几个嘴巴子 好不容易赶到了山下 夫人看见了 正往这边赶来的丈夫的马车 怒气冲冲的几步走过去 夫人 这是怎么了 一个中年男人从马车上下来 什么怎么了 还不是被人气的 夫人气不打一处来 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什么老实的书院 还有那几个臭香巴佬 男人疑惑 什么香巴佬 夫人回头看了看 只见李平安一行人 缓缓从山上走下来 好不容易来一趟 自然是要四处好好看一看 边逛边看 所以他们的矫程 倒是比夫人还要慢上一些 就是那几个 气死我了 男人见夫人这般模样 免不了回家就是一顿磨叽 书院自是惹不起了 便拍着夫人雪花光嫩的小手 夫人 莫生气了 我让人教训教训那几个家伙 为夫人出气 还不行吗 男人挥了灰衣袖 换来一名黑衣剑客 找个没人的地方 教训教训他们 下手别太重 黑衣剑客点头秤势 便跟上了李平安几人脚步 一前一后 到了数十丈开外的一处巨石旁 前面那人是个瞎子 看不出有什么功夫底子 倒是身旁的另二人 走路带风 脚步厚重 一看便是习武之人 也好 否则要是真让他平白无故去揍一个瞎子 心中也过意不去 只能算你们倒霉 黑衣剑客心道 打亮了一眼四周的环境 便快步走上前 手搭住了李平安的肩膀 冷声道 站住 下一瞬间便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就像是一盆冰水浇在了他的头上 从头到脚都是一片冰凉 李平安微微偏头 沉声道 何事 黑衣人平住了呼吸 半嗓才回过神来 你 肩上有只红蜻蜓 现在没了 多谢 不 不不客气 黑衣剑客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声音 都变得有些颤抖了 正正地望着三人一牛的身影消失 这才重重吐出几口长气 李平安三人没有直接回客栈 而是打听了一处酒好且不贵的地方 足足喝了两三个时辰 最后是李平安和老牛 将催程和催彩扛了回去 李平安躺在床上 也有了几分的醉意 增值一分则太长 减值一分则太短 醉意恰好 他常常舒缓一口气 开口道 房上的君子寄来了 便下来喝一杯 没得到回应 过了片刻 气息消失 李平安微微挑眉 走了 自己才进京城便有人监视 李平安回想了一下 自己在京城也没有敌人 至于朋友 恰在这时 屋外闪进来一个人影 是来找李平安喝酒的景欲 喝酒去 李平安晃了晃酒糊落 示意自己刚刚喝完 你喝的那是什么破酒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月色满天 风中却带着初秋的凉意 一道黑影掠过 从十里亭的桥头飞掠而过 随后 落到一处暗像中 对着黑暗中的那顶轿子 轻声道 人找到了 滑灯初上 一片繁华 一片淫泥 属于清月阁的夜生活 才刚刚开始 各色马车停在路口 预示着一夜的繁华 四四主管弦之声入耳 像是一手走掉的小夜曲 李平安被景欲拉扯着走进去 你 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问得好 光喝酒多没意思啊 景欲道 一进门 便有个风姿绰约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宝迎上前来 哟 杨公子 您可好久没来了 景欲爽朗一笑 前些日子有事 这不是刚回来就来你这儿了 杨公子 李平安困惑 你什么时候改名了 废话 哪里有人进这种地方用真名 景欲低声道 我用的是我大师兄名字 说完 坏笑起来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点头 学到了 学到了 老宝凑到李平安身前 这位公子看着面生 第一次来吗 怎么称呼 景欲正在那边跟熟人打招呼 并没有注意到这边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景欲 老宝微微一笑 公子 名字起得真好 这波 这波叫学以致用 上了二楼 桌子靠着栏杆 微微低头便可尽情欣赏美色 当真是秀色可参 这地方好吧 景欲得意道 李平安听着思逐之声乱耳 觉得有些吵闹 不过该说不说 这里的酒确实不错 如果是三五个知己 闲暇之时喝上一杯 倒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这酒可不是寻常的酒 是我干了半年的活 才从老师那里弄来的 你少喝一些 这酒香甜却醉人 景欲解释道 片刻的功夫 便来了两个姑娘 一个抱着琵琶 一个拿着古针 都是衣着华贵 打扮得艳丽 却又不失清新 拿着古针的姑娘 神色微微有些羞涩 一看就是刚出道不久 颇有几分大家闺秀的味道 二位公子想听什么曲目 美酒配家人 便来一首醉红颜 景欲笑道 琵琶声轻柔婉转 轻柔悦耳 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 就进入了一种梦幻般的境界之中 仿佛是蜜糖调油 腌脂调粉 又甜又腻 又香又焦 两个姑娘打量了一眼 景欲和李平安 景欲一身顶级打扮 身上那枚玉佩 一看便知价值不菲 与之相比 一旁的李平安 倒更像是个吓人 抱着琵琶的姑娘 自然而然坐在了景欲的身旁 人之常情 倒也难免 手持骨针的羞涩姑娘 则坐在了李平安的一边 四五杯酒下肚 当真如景欲所说 有了一种飘飘乎乎 不知其所以的朦胧感 景欲喝得有些醉了 便从怀里摸出一些赏钱 相当于小费 开桌费都只是小钱 大头还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赏赐 景欲躺在那姑娘的腿上 脸上带着笑意 景欲是常客了 跟那姑娘相识 姑娘便也没有生气 这里不比普通的青楼 姑娘可不是给钱就睡的 讲究的是文雅二字 虽大多是官家女子 获罪之人 可背后靠的是礼部 哪个敢在这里放肆 就等着被餐吧 给礼平安弹琴的姑娘 名叫陈湘 前些日子因父亲获罪 抄家 而和母亲被送入了这里 初来乍到 日子自是不太好过 曲调中也带着些许的悲凉 她知道 如若客人喜欢哪个姑娘 便会多打一些赏钱 有了钱 和母亲的生活便能好过一些 只是这位客人 却迟迟没有掏银子 莫不是嫌自己弹得不好 还是今天的妆化的不好看 陈湘咬着嘴唇 目光无意间掠到大堂上 大堂之上 一位俊美的少年郎 坐在堂下的桌子上 肌肤白皙 面容清秀 布农不淡的剑眉下 狭长的眼眸 似潺潺春水 外表看起来 好像放淡不拘 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金光 让人不敢小看 令人怦然心动 公子不知姓名 却出手阔绰 一致千金 这一日 更是带来了一枚 戴帽香精欠珠宝珠镯 光彩夺目 宝气华盛 当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这桌子的价格 自然不言而喻 小四朗声道 我家公子说了 今日哪个姑娘 能做一首令公子满意的诗词 公子便将这桌子赏赐给谁 小四的声音 回荡在大堂内 吸引了多数人的注意力 陈湘盯着那桌子 微微有些愣神 心中一动 若是能得到这件宝物 我身上的钱不多了 李平安忽然开口 陈湘转过头 疑惑地望着他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你娶她的不错 只是我身上的钱不多了 还要回家呢 我这位朋友倒是有钱 可她好像醉了 锦玉睡得跟头猪一样 呼噜声震天 一点也不文雅 我看别的姑娘都有赏钱 在下身无常物 只能借花献佛 刚才那公子说 谁诗写得好 便将那镯子赠予谁 李平安支撑起身子 锦玉带来的酒 当真不是寻常酒 刚何时不觉得 此刻竟真的有些觉得醉了 陈湘姑娘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很快反应过来 多谢公子美意 陈湘本是卑贱之人 公子能听上一曲 便是陈湘的福分了 哪里还敢要赏钱 不要白不要 李平安说 陈湘姑娘微微咬着嘴唇 美眸流转 对方身上有几分少年的义气 却带着一股子稳重和成熟 当真是奇怪的警 陈湘还欲推辞 却被一旁的姑娘伸手拉住 意思很明显 不妨让对方去试一试 否则陈湘今夜 怕不是又要空手而归了 劳烦姑娘帮我拿一些笔纸 陈湘取来笔纸 还有一盒严好的水墨 李平安打了个九格 握笔 一笔一画 提案顿挫之间 净显功力 笔意内敛 筋骨前藏 带着一种韵绿般的韵绿 起起伏伏 行云流水 小思将李平安那符诗拿下楼 音声喊道 陈湘姑娘流失 众人齐声望去 距离那贵公子 喊话不过稍许的功夫 怎会有人这般迅速 莫不是早就写好了 就待今日 众人纷纷上前好奇地围观 二楼的陈湘姑娘 也紧张地张望着 小思将宣纸平铺在桌子上 大大方方地展开 随即清了清嗓子 朗声独到 咒以微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暗暗声天际 清月阁外 李平安扶着东倒西歪的景欲 踩在青石板的路上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安逸 你把书狂徒一醉 对酒当歌 抢乐还无味 小思的声音在清月阁内响起 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卸在小巷子里 将青石板的小路 点缀的斑驳陆离 今晚月色很美 风也温柔 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高潮 思绪已经完全进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不知道过了多久 小思的侯杰忽然动了动 衣带见宽忠不悔 未一霄得人憔悴 像是说书人最后的一声结尾 金唐木响起 将所有人的思绪 拉回了现实 远处的声音随风摇曳而逝 在众人的目光 齐聚那个名为沉香的姑娘时 却发现沉香急切地四下寻找着什么 公子呢 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的 我要撒尿 锦玉醉熏熏的准备解开裤子 一道残影在夜空中一闪而逝 无声无息 落在二人不远处 什么人 锦玉立声道 以为本小爷喝醉了 就能趁机偷袭我 异想天开 李平安 大哥 麻烦说话的时候 把裤子提上 来者微微躬身 在下并无恶意 说着 从腰间拿出一块金牌 锦玉哼了一声 凑上前去 借着月光仔细一看 当即愣了一下 眨了眨眼 一阵风吹来 酒劲醒了不少 打了个宝格 额 锦玉揉了揉脸 又擦了擦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盲挺起腰板 一边整理仪容 一边思绪飞转 公主 公主怎么会来这脸 莫非也是来清月阁玩耍的 没听说清月阁 什么时候有男宠了呀 看这架势 难不成是来找自己的 自己韬光养晦多年 才华终于被人发现了 当朝公主 确实曾在怀路书院 读书温养身心 可住的是小阁 锦玉一直未曾有幸得其言 锦玉深吸一口气 一聊一袍 铿腔有力地说道 前头带路 不是找你 啊 那人微微躬身 李公子 请 李平安点了点头 脚步有些虚晃地走了过去 锦玉指了指自己 那我呢 就在这站着 那人犹豫了一下 你蹲着也行 锦玉拐了一个弯 感知当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 身段高条的美人坐在石阶上 袖口 袖着深色的云朵 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白衫 卸下了裹身的黑衣 白衫勾勒出比例近乎完美的身段 在月光的映衬下 更添了几分神秘和朦胧的美感 怎得喝了这么多酒 味道深前 便嗅到了一身的酒气 时隔几年 语气中倒是没有半分生疏 酒好喝 谈杯了一些 李平安慢条思理地说道 在一个不经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轻轻吐出一口气 你的手 嗯 好了 沉默了一会儿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 四处逛一逛 觉得累了便回去了 柳韵清出一口气 当真是拿他没半点办法 美眸凝视着脸庞愈发坚毅的李平安 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脸上强行装出淡然来 却又立马土崩瓦解 黑了不少 嗯 边关的阳光太盛了 那个刘勇 我送他到夏侯上那里去了 原本想让他留在京城 没曾想他 还有几分傲骨 这人不错 多加培养 日后可堪大用 李平安点头 来之前我遇见他了 柳韵险些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一旁的轿子中走下来一位老者 满脸皱纹 两鬓斑白 鲜鹤羽毛般雪白的头发 却有着儿童般红润的面色 青天肩负坚政 青天肩不同于任何部门 只效力于皇帝陛下 坚政地位与一国之首府平起平坐 今儿 柳韵能把坚负请来 可见其着实费了不少力气 老者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点点头 也不知是用了什么手段 使得长公主这般在意 连我这个老家伙 都得亲自上门给你看遍 柳韵三岁时便识得了肩负 交情自然非同一般 这个玩笑是开得起的 所以柳韵只是眼波微闪 翘眉的脸颊上流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李平安微微拱手 有劳前辈了 老者一挥一袖 哎 让老夫看看你的眼睛 眼眸苍白 似乎是天生眼疾 老者不甚在意 觉得长公主 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 自己堂堂腹肩 却做起了江湖大夫的活 不过长公主在乎此人 那便无可奈何了 老者手中荧光微微闪烁 赫然是一根寸许长的细针 银针入体 李平安没有感觉到刺痛 反而是痒痒的 可下一秒 随着银针的深入 嗡 脑子嗡的一下 像是炸开了一般 老者眼急手快 轻轻一指 便令李平安不能再动弹半分 老者以气机注入银针 眉头不由的皱起 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仿佛能吞噬一切一般 老者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凝视着黑暗 似乎在面对一种难以形容的威胁 拼命地想要在黑暗中 找到一条生路 只是到处都是一片死寂 周围的温度 骤然降低了速度 老者嘴角微微抽搐 娘的 大意了 本以为是炸鱼 结果误入高端局 一枚金色耀眼的 针从老者的 手心之中掠出 柳玉脸色一变 握紧了拳头 强压制下心中的不安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者收回金针 原本璀璨的金色 此刻竟暗淡了几分 而先前的树莓银针 早就失去了色彩 与平常银针无异 老者眼角抽动 心在低险 沉吟了半晌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 天罚之人 无药可救 李平安强撑着自己没有倒下 一手扶着墙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如同窒息了一般 嘶哑着声音道 何为天罚之人 老者沉声道 不沾因果业力 却也终身入不得修行之道 身体有残缺 却在某个方面 拥有极强的力量 简单来说 就是不为天地之法所容 徘徊于规矩之外 更通俗易懂一些 你不属于这个事件 短短一句话 让李平安心中遗憾 他当真 不属于这个事件 莫非这就是自己穿越来的代价 老者常常叹了一口气 天罚之人虽然极为罕见 可像你这样这般强烈的别说贱了 闻所未闻 李平安咳嗽了几声 脑中还是嗡嗡作响 老者最后看了一眼李平安 作为一个普通人 安稳过一生也不错 说完 便跟柳韵告辞离开了 一边走 一边嘟囔 倒了八辈子 血没了 柳韵上前扶住李平安 担忧道 没事吧 浮香扑面 芬芳席人 肌肤圣血 温润如枝 李平安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 无碍 柳韵微微一震 一双眉眸缓缓地转动着 这次多谢了 李平安指的是 柳韵为他请人治眼睛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那老者的身份 不过从其谈吐 周身气息便能感觉到对方绝非常人 我先回去了 今夜酒喝的有些多 下次有机会再见 说完 没等柳韵回答 李平安已转身离开了 扶起蹲在地上睡着的景欲 一步步离开了 头疼欲裂 李平安深刻地体会到了 这是什么样的滋味 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只能强迫自己观想 涅槃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记得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 应该是天亮了 李平安才逐渐失去了意识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景欲正坐在床边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李平安揉了揉脑袋 怎么了 老实交代 组织可以考虑放你一马 交代什么 废话 昨天你跟公主是什么情况 你俩认识 算是吧 李平安随口道 什么叫算是吧 说清楚一点 就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骗鬼呢 普通朋友能大半夜来寻你 普通朋友能找青天间复间 来找你治眼疾 李平安挥了挥手 不想再多解释 打发了景欲 李平安简单吃了一顿饭 十二个肉包 三碗粥 一碟咸菜 十个罐汤包 三张糊饼 最后又买了一盒巧点心 这才新满意足地回去继续睡觉了 一连几日 李平安都四在醉生梦死当中 他喝的那些酒 本就不是反酒 而是景欲从书院中带来的佳酿 再加上青天间肩负的银金针催化 若不是李平安身体强盛 恐怕睡上个把来月都不是问题 短短几日 京城风雅之地 变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有人在清月阁一至千金 只为一名风月女子的一首诗词 这种故事情节 向来都受文人雅式的喜欢 一时之间 这首诗词在京城盛行起来 而后众人得知 做这首词的不是风月女子 而是书院之人 名幻景欲 那日 李平安留的姓名便是景欲 他人问陈湘姑娘那首诗的主人 陈湘便如实相告 书院 景欲 你身为书院学子 竟然不知廉耻去那种地方 景欲看着被打得通红的手心 委屈巴巴 满脑子的疑惑 我他娘的怎么暴露了呢 在河边走了这么多年 还没有试过血 怎么这次不但暴露了 而且闹得人尽皆知 甚至还莫名传出来 一首他写的诗词 景欲扁着嘴 眼中泪光闪烁 钟大家提着戒齿 目光严肃地望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 景欲正想为自己求求情 胡听老师道 那首诗真是你写的 我 我不知道啊 景欲当时喝得烂醉 一出门便遇见了公主 之后的事情 便是莫名听见了自己的大名 流传在各个妓院青楼的事迹了 随后便被钟大家叫来训斥了一顿 不知道 钟大家困惑 那首诗词 你可还记得 景欲摇了摇头 钟大家手一幅 一张宣纸 从桌子上无风而起 精准地落在景欲眼前 这自然不是李平安当日写的那张 而是钟大家摘抄的 字同样是极好 朴实无华 而接纳乾坤 注意微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暗暗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平兰义 你把书狂徒一醉 对酒当歌 抢了还无味 景欲深吸一口气 正正地看着最后两句 衣袋见宽中不悔 未衣消得人憔悴 景欲忽然站了起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 这首诗词是我写的 钟大家双眼一眯 无字七 声音不大 却如红中大驴 景欲心意紧 像是要爆开一样 急忙说道 应该大概可能或许不是我写的 那是何人用了你的名号 景欲回忆了一下 很快就锁定了对象 老师 好像是李平安所作 钟大家眉头一皱 那为何要用你的名字 是不是因为我请他去嫖 景欲连忙改口 请他去风雅之地喝酒聊天 他便将这首诗词赠予我了 钟大家一缕胡须 现在看来 似乎只有这一个解释了 他虽然接触李平安时日不多 但也知对方是个低调之人 景欲的目光 重新落在那首诗词上 拿起笔墨 在上面添了一行小字 天元十六年 由于景欲由 清月阁有杆发 所以作词赠予景欲 一首极佳的诗词流传于世 即使是在市井小巷 对于一个儒学修士 日后的发展都是极好的 更何况这诗词 想必用不了多久 便会成为一代佳作 钟大家皱了皱眉 长叹一口气 大随儒学衰败于斯 而等不想着如何弘扬儒学 却整日计较这些 悲爱 悲爱 说着便拿起笔 又多添了一行字 变成了 天元十六年 子游之游与弟子景欲 由清月阁有杆而发 最作词赠予子弟子景欲 钟大家 自 子游 景欲 老师 您真能蹭啊 昏昏沉沉了三四日 李平安才觉得有些恢复过来 酒精消散了不少 走出客栈 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 当真有一些不切实际之感 他走到客栈的后院 在马圈中找到了老牛 老牛哀怨地望着他 仿佛是在说 你小子总饭知道来了 一连饿了几日 老牛 我跟这群家伙抢东西吃 急了就舔点马耳朵 尝尝肉的味道 现在这群家伙 都以为我是变态呢 李平安笑了笑 摸着老牛的头 抱歉老伙计 今儿带你是好吃的去 李平安牵着老牛 离开了客栈 京城柴米油盐都贵 太好的东西 自然是吃不起的 再加上一路行来 钱也不剩下多少了 跟人家打听 有没有便宜吃东西的地方 一路向西 眼看着就要出城了 京城不是所有地方 都是繁华如景 阳光灿烂的地方 黑暗必不可少 比如李平安脚下 这条街道 人声鼎沸 却是又脏又乱 交通不便 左边的巷子又窄又长 透着一股霉味 两边都是门面 寒酸破旧小饭馆 冒着黑烟 呛得行人咳嗽不止 还有有鸡窝一样的小茶馆 京城的繁华 仿佛跟他们完全不搭边一样 先来一碗面开开胃 李平安忍痛 要了一碗蛮面 老板把事先处理干净的蛮鱼捞出来 把鱼肉合入面中 在这之前要先蒸烂 拆去鱼骨 入鸡汤轻揉汁 擀成面皮 小刀划成细条 入鸡汁 火腿汁 蘑菇汁滚 加入鰻鱼肉和鸡汤后 原本没有味道的面条 也就变得鲜美 味道也变得更加醇厚 再配上一些辣子 酱汁又酸又辣 又香又滑 吃上一口 再配上大蒜 美得要死 正赶上饭点 面摊上人很多 跟李平安挤在一桌子的 是一个母亲 带着十四五岁的姑娘 二人长得虽不如清月阁里的花魁 却也十分耐看 清水出芙蓉 吃了一会儿 李平安就觉浑身冒热汗 喝了一碗清凉的茶水 前几日的不舒服 一扫而尽 恰在这时 一群带刀卫兵将这里围住 身穿斗牛服 盲手牛角 头上双脚向下弯曲 如牛角状 手持腰刀 正是大随大名鼎鼎的锦衣卫 街上竖起缓缓而来 每一匹马上都坐着一名 身穿飞鱼服的锦衣卫 飞鱼服不是每个锦衣卫 都有资格穿的 而是须有一定品级 大抵是属于锦衣卫大小头领 才允许穿着飞鱼服 而现在一口气出现了十余人 走 走 少废话 一群人不由分说的 便要将面摊上的人全部带走 面对锦衣卫这些人 别说大喊大叫了 喘口气都得小心翼翼的 李平安不明所以 犹豫了一下 自己出来乍到 没招惹到什么人 也没犯什么事 深正不怕影子邪 于是便一口气 将剩余的面全部吃完 面摊的老汉 颤颤巍巍的走到一人面前 估计是认识那人 刚要开口 却被对方一脚踹翻 全部带走 面摊上包括李平安在内的 十余名时刻 都被平白无故地抓走了 街上的锦衣卫少说 也得有几十号人 气息一个比一个强 李平安还捕捉到 千胡大人的字样 幸好 老牛免遭于难 李平安便将杖刀留下 交给老牛看管 带一群人被锦衣卫带走以后 老牛望着李平安离开的方向 含泪吃了三大碗面条 锦衣卫又来抓人了 这几日是怎么了 鬼知道 说不准正找替死鬼呢 逮着谁算谁倒霉 众人意润纷纷 目睹了全过程的王小二 目光贪婪地盯着那头大黑牛 他刚才可是亲眼看见 这牛的主人被抓了 泽泽 平白无故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王小二快步上前 生怕被人抢先了 随手拿起一根鞭子 便要将牛往自己家干 这时 一个黑脸汉子窜了出来 与王小二一样直奔老黑牛 哎 你干什么 又一个白面书生走了出来 白面书生道 刚才被带走的是我大表哥 这牛我要帮他赶回家去 我呸 黑脸汉子义正言辞地说 刚才的人是我好哥们 眼看三人争执不下 旁边一人替他们出了注意 你们既然说都是主人的亲戚 那自然认识这头牛了 看这头牛 跟你们谁走 不就知道是谁的了吗 这个主意好 公平公正 三人也都没说什么 开始一个劲地叫着黑牛 结果黑牛根本不搭理他们 这时 机智的王小二发现了什么 在呼喊时 手里多了一根大香肠 黑牛看见香肠 果然向他走来 卑鄙 黑脸汉子 也赶忙去一旁卖包子的地方 买了几个大肉包 黑牛吃完了香肠 果断奔向大肉包 如是反复 老牛打了个宝格 回味了一会儿 随后摇着尾巴 慢悠悠地离开了 独留三人在风中凌乱 三个傻叉 锦衣卫大牢 正正方方的监牢里 人满为患 李平安靠在一脚 打着盹 锦衣卫素有门流 和记收的做法 这本是一种临时拘留的措施 但锦衣卫常常将那些无辜的证人 及有关人员一概收紧 借机向他们敲诈勒索 不满足这些官吏的要求 便不予释放 以至于监牢里 常常人满为患 甚至不给口粮 让他们活活饿死 再或者擅自对犯人严刑拷打 将他们折磨致死 有了案件 抓不到罪犯 便罗之罪名 居所无辜的平民 然后将他们弄死 手段之残忍 令人发指 当然这些人也不是傻子 抓人一般都去京郊之地 抓那些看起来就是平头百姓 没什么背景的人 抓了之后 便关进牢里 允许他们联系家里人 如果真看走了眼 有人深藏不露 家事背景都硬 那也能及时补救 不至于酿成什么大祸 确保万无一失 多年的官场之道 他们早已门清了 李平安出来乍道 自然不懂这些 原以为是协助办案什么的 听从监牢的人说了 才恍然大明白 哎 这次事可不小 锦衣卫千户亲自上街抓人 有人哀声叹息地说道 点卯完毕 理想今天的任务不是循接 而是去监牢看管犯人 刚走马上任三天 理想对于锦衣卫的一切都好奇得很 不像是其他浑浑噩噩的老油条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中 吃饭付钱 不去青楼 认认真真巡逻 教训街头有背景的混混 只是没人太当一回事 像他这种人 锦衣卫中的老油条件多了 谁刚迈入社会 不是有理想有报复的热血青年 想着清清白白做人 公公正正当差 可被社会毒打以后 不都是变成了随波逐流所谓的成熟人 犯人只有早晚各有一顿饭 理想负责的是晚饭 吸的不能再吸的粥 配上几块咸萝卜 冰字号监牢 理想一边给犯人盛粥 一边好奇地问道 犯人未免也太多了一些 问话的对象 畏畏缩缩的看了他一眼 不敢回答 理想觉得有些蹊跷 连续问了几人 都没有问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甚至连回答都没有人敢回答 不知道 正吃面呢 忽然就被抓了 这时 一个声音悠悠地响起 理想寻声看去 只见一人靠在墙边的一角 手里的粥早就见了底 是个瞎子 跟我仔细说说 李平安指了指自己的碗 理想便又多给他盛了一碗 李平安细心地将粥喝了底朝天 一滴不剩 随后又舔了舔嘴唇 我好像闻到了白面馒头的味道 理想犹豫了一下 将自己手里的晚餐递给了对方 李平安接过馒头 这才缓缓说道 城里出了要案 上面震怒 让锦衣卫整理治安 多抓一些犯人给上头看 锦衣卫便抓一些平头百姓 烂鱼冲树 幸运一点的 能逃过一死 做个几天的大牢就出去了 不幸的可能连命都没了 李平安在这住了一夜 打听到不少消息 无法无天 李想愤然站了起来 李平安淡定道 这话别跟别人说 是我告诉你的 我找他们去 李想说完 转身便走 李平安打了的哈气 没太抱什么希望 正欲要对付手里的白面馒头 却忽得感受到 一道炙热的视线 小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 盯着李平安 准确的来说 是李平安手中的馒头 随后被母亲拍了拍 小女孩才收回视线 将头埋在碗里 喝着跟水一样的米粥 李平安笑了笑 将手里的馒头掰开两半 一半递给她 小姑娘一愣 大眼睛眨了眨 抿了抿嘴唇 却不敢伸手去接 一旁的母亲道 我们不吃 你吃吧 没事 我喝饱了 小姑娘看了看母亲 在得到母亲的准允后 这才怯生生的伸手接过馒头 脆生生的说道 谢谢 监牢的生活无聊得紧 除了固定的时间节手 就是在牢里单坐着发呆 或者逗逗那个明娇月儿的小姑娘 李平安在地上画了一个九宫格 娇月儿玩三子棋的小游戏 双方依次在九宫格棋盘上摆放石子 率先将自己的三个石子走成一条线 就视为胜利 这游戏简单得很 掌握了规律 大多数是双方都能打成平局 到了第三日 一群人被锦衣卫赶着通过涌道 转了个弯式一条约一米多宽的胡同 胡同的两边是两排低矮的肩房 关押一般的杂贩 胡同的南镜头 往东拐直角弯室内间所在 专门关押死刑重犯 一群人蹲在屋下的两旁 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堂内时不时传来嗷嚎声 以及板子落在屁股上的啪啪啪声 听的人不寒而栗 几个锦衣卫走来走去 讨论着哪家青楼新来了姑娘 小声嘀咕着 今年的替死鬼会是哪一个 甚至下了赌注 李平安默然听着 胡同很矮 可是屋檐却遮掩了大部分的阳光 黑暗笼罩在每一个角落 一旁的年轻锦衣卫理想 阴沉着脸 握紧了刀 想必是昨天去告状 结果碰了钉子 李平安用膝盖都能想到 这时 一个身穿飞鱼服的男子走进来 卑职参见百护大人 锦衣卫纷纷弯腰拱手行礼 张公微微汗手 审得怎么样了 已经审出好几个了 张公露出满意的表情 嗯 干得不错 今年的指标完成了 这些日子 兄弟们辛苦了 晚上请兄弟们喝酒 张公说完 随意地扫了一眼 目光落在蹲在一旁的一个少女身上 一个眼色 手下立即会议 将那个明幻月的姑娘揪了出来 李想脸色刷得一变 似乎是意思到了什么 大人 这是做什么 张公诧异地看了一眼李想 冷声道 你这是 在跟我说话 周围的空气 似都凝固了几分 张公可不是普通的百户 爷爷官至锦衣卫阵服使 虽然现在退了下来 可他父亲 两位叔叔 接在锦衣卫任职 级别都不低 妥妥的官二代 李想却丝毫不拒 大人 卑职昨日便查清了 这些都是无辜之人 锦衣卫以张大为首的众人网罗罪名 陷害无辜百姓 您现在要带走的 是一个十三岁斗寇之年的孩子 这话 一下子便得罪了周围所有的同僚 众人无不阴狠地盯着李想 张公冷笑一声 无辜不无辜 是你说的算吗 敢问您现在是什么级别 莫不是已经成了锦衣卫的指挥使了 周围的同僚低效 这新人找死 上级要做什么 难道还要跟你汇报 张公一边说着 一边用指头 狠狠戳了戳李想的肩膀 将他戳得亮呛着后退了几步 李想硬着头皮 我怀疑大人要图谋不轨 张公被气笑了 一脚踹开偏房的门 将少女扔进去 进去几个兄弟 让这名罪犯好好享受享受 当即便有几名锦衣卫 就要走进屋内 我看谁敢 李想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当即便要拔刀 张公伸长了脖子 宁笑道 来 来 往这儿砍 李想牙几乎都要咬碎了 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锦衣卫家法森严对上级动刀 不但自己活不了 家人还要受牵连 张大人 今儿怎么了 火气这般大 这时 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 一个摇着折扇的翩翩公子 面带微笑地站在门口 张公转过身 锦公子怎么有闲功夫来锦衣卫 锦衣一笑 来接一个朋友 锦公子的朋友 哪一位 锦衣寻了一下 摇手指着角落中的李平安 就他 张公没功夫搭理锦衣 带走吧 他对于怀路书院的这些学子 向来没什么好印象 一群只知道空口说白话的穷秀才 不过也没必要得罪 属于井水不犯河水 锦衣摇着折扇 在下方才一进来 便见张大人欲侮辱无辜少女 不知是所谓何事 张公皱眉 不耐烦道 锦衣卫的事 还轮不到你来管 锦衣几步走到张公面前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更何况张大人所做之事 在下实在是看不下去 张公沉声道 你一介不一 身上未有半点功名在身 老子让你把人带走 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他娘的别给脸不要脸 说完便冲在偏房门口的几个锦衣卫河道 还愣着干什么 去给咱们锦公子掩饰一番车轮战 眼见一个无辜的可怜孩子 要经受这种遭遇 锦衣顿时急了 试了先前的风度 搬出了杀手锏 你可知我老师是谁 张公冷笑 知道啊 钟大家 同样是一介不一 无权管理锦衣卫 你 锦衣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钟大家虽然名声享誉天下读书人之间 可确实只是一介不一 并无任何功名 锦衣索性将腰间的佩肩握在手中 今儿你要是敢动他 本公子就 有人在锦衣卫行凶 话还没说完 张公便高声喊道 历任出窍的声音同时响起 监牢内外的锦衣卫闻声而来 不一会儿 便将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锦衣见了这场面 眼角微微抽动 恢复了些许的冷静 他是怀路书院的弟子不假 可并不代表 他能无法无天 更何况近几年年 陛下对于怀路书院一直颇有不满 尤其是在这锦衣卫里 他一无身份 二无合法的理由 一旦被下了狱 日后就甭想考取功名了 稍微重一点 恐怕性命都保不住 锦衣咬紧牙关 目光看向偏房那个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少女 他娘的 这帮畜生连孩子都不放过 若今日袖手旁观 不仅良心过不去 恐怕日后修行之心都要蒙尘 一滴汗珠从锦衣的额头划过 张公见锦衣没什么反应 轻蔑一笑 小子 在这装什么好人啊 其他的锦衣卫则抱着手 在不远处看戏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他们身上的官服 并不是公平正义的符号 而是权力的象征 李平安在锦衣卫的帮助下 解开了沉重的锁扣和铐链 伸了个懒腰 表情平静 仿佛对现在发生的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要么砍死我 要么待会儿 我就带着兄弟们去 张公挺了挺胯 嘿嘿一笑 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锦衣的眸中闪烁着阴光 手死死的顶在剑鞘上 仿佛下一秒 便要拔鞘而出 然而 最终他像是 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手无力的锤一下 低着头 不敢再去看任何人的目光 理想跟现实 从来都是两码事 张公得意道 来人 送咱们锦公子和他朋友出去 然后咱们关起门来 好好享受享受 尽量别弄得太大声 免得激起了锦公子的侧影之心 话音刚落 枪 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张公的脖梗划过 张公连锁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带得光芒泯灭 众人只看见一滴鲜红的血珠低落 紧接着 张公脖子上的一条红线 慢慢变得鲜红无比 他正正地站在原地 随后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再无声些 装你麻痹 李平安轻声到了一句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把腿便走 张公父亲张德明 前些日子出去执行任务 这两日返回京城 此刻还没有到家 张家老爷子主事 虽然退了下来 但四个儿子接入了锦衣卫 并且张家现在也没有分家 张老爷子早年间坐锦衣卫时 见那些门阀贵族联姻结亲 休妻与共 便也萌生了 成为一个想法 既然咱生下来不是门阀 那么就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门阀 当然 光靠自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 但是他有儿子 儿子的儿子 儿子的儿子的儿子 于是张老爷子为了实现自己这个梦想 趁着年轻 共生了七个儿子 三个夭折了 另外还有四个女儿 妄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登上枝头变凤凰 不好了 老爷 老爷 正在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张老爷子 微微抬起头 何是如此慌张 大公子 出事了 片刻后 张老爷子在家人的陪同下 看见了自己孙子张公的尸体 一刀毙命 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 都没有用 谁干的 张公二叔 张德海暴怒 是 是一个犯人 手下人回答 犯人 到底怎么回事 手下人便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诸位 等我们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逃了 书院的那个人呢 张德海沉声道 在里屋喝茶呢 小的们没敢让他离开 张德海怒道 喝茶 喝个屁茶 把他给老子关进牢里去 老子待会儿去审问他 他肯定的那个凶犯是一伙的 手下人本想提醒对方是书院的人 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合规矩 但是见张德海的脸色便不敢再问 很快 景玉便被投入了大牢 地牢内 景玉靠在墙角 双眼无神 心如乱麻 胸口像是压着一个沉重的东西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小子 看来你也知道自己惹上事了 张德海站在牢房门口 后面还有张老爷子等一行人 说 那人姓甚名谁 是什么身份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的 景玉斜了他们一眼 眼中近视不屑 你们动不了我 声音冰冷如铁 景玉确实不敢在景玉卫闹事 但是景玉卫也绝对动不了他 真正让他变成这般样子的 不是因为自己恐怕要被牵连 而是方才那一幕 自己 没有初见 无论是哪一家的修士 都在乎四个字一念通达 而就在刚刚 这四个字在景玉的心中轰然崩塌 渐心蒙沉 以前他常听老师讲 此刻才终于明白 是什么滋味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没有初见 是怕了吗 是啊 我怕了 君子修行 当以天下为己任 上不负君主 下不负黎明 偏偏有一个人的刀比他快 没有任何犹豫 仿佛出那一刀 就是为了杀人 就是为了平凶中一口恶气 念头通达 景玉苦笑 深深地埋下了头 另一边 张德海还在疯狂叫嚣着 要给景玉上行 要让他一辈子关在监牢里 然而 不出两个时辰 上面便让他赶紧放人 据说是指挥使亲自传的话 大人 那家伙分明跟杀了我侄子的凶徒是一伙的 张德海站在镇府使大人面前 愤愤不平地说道 镇府使先是安抚了他一通 见不起作用 便道 你有证据吗 凶徒是凶徒 他是他 你小子不会不知道他老师是谁吧 钟大家亲自去找的守抚大人 你赶紧给我放人 为了 要安慰到一定会把凶手抓住 给死去的张公一个交代 在锦衣卫监牢杀人 杀的还是锦衣卫 相当于打了所有锦衣卫的脸 这件事如果不处理好 锦衣卫的微信定会大打折扣 雨越下越大 房顶上 街上都建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雾 钟大家听着外面的雨打在屋脊上 现在锦衣卫满大街的搜捕 恐怕你很难逃出去 后悔吗 李平安笑了笑 做都做了 有什么好后悔的 如果当时我不动手 才会后悔 道士先生您 在下现在可是逃犯 为何怨住我 钟大家沉阴片刻 如果老夫在场 也会砍下那一刀 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 只是可惜 一刀毙命 便宜那小子了 要是老夫定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多谢 只是连累了锦衣 此事因我而起 害得他心境崩塌 渐心蒙尘 李平安欠一道 钟大家佛了佛手 不必自责 问新官 这是他必须要经历的一劫 如若跨过此劫 便是逾越龙门 反之 那只能说明 他的修行还远远不够 锦衣卫的势力很大 近些年身受陛下器重 你杀的又是张公 他父亲 叔叔 爷爷都在锦衣卫任职 很有背景 京城暂时是出不去了 老夫在书院 有个胡心小亭 你便暂时去那里歇息吧 帮老夫摘抄摘抄点击 亮他们也想不到 你会藏在书院 更不敢去书院搜人 李平安拱手 多谢先生 最近一段时日 京城流言蜚语 从家长里短 变成了锦衣卫三个字 锦衣卫百户长张公 在监牢被人杀死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事情的真相如何 便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谈子 说张公借是欺人 强抢名女 还是一个斗口之年的小姑娘 简直禽兽不如 一些御史言官 趁此机会 煽风点火 纷纷上奏弹劫 锦衣卫无法无天 欺上瞒下 长公主借势推了一把 星星之火燎原 锦衣卫一时之间 成为了人人过街喊打的老鼠 为了一瓶名分 转移注意力 不久张家父子被革职待办 张老爷子的门阀梦彻底告破 但名分归名分 歹人敢在锦衣卫监牢行凶杀人 这是不争的事实 锦衣卫无处宣泄的怒火 便全部放在了 搜捕这个罪魁祸首身上 各大地下帮派 暗庄 清朝而出 甚至 请动了青天间的术士 然而一无所获 这个人便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狐行小亭 一狠长堤 一点小亭 一戒孤舟 一杯酒 一曲乐声 一片山水化 一连秋风 一炉残烟 一壶啄酒 李平安坐在长亭上 面朝湖面 拉着二壶 清风徐徐吹来 明月追赶晚霞 岸边的柳树 在风中飘扬 像秋千一样 越飘越高 这几日清静 一日三餐都有人供应 闲来无事 便是拉曲 抄写点击 练功 倒是多了几分自在 悠闲 观想 涅槃经 也有了许多新的体会 并且今天 他决定发展一个新的爱好 钓鱼 据他观察 湖心亭四周的湖水中有鱼 虽然没有看出是什么鱼 但是 看模样便知道 味道应该不错 他事先向每日 给自己送饭的小树桶打听过 这壶的鱼能不能钓 毕竟自己是借助 不是这儿的主人 得到的回答是 小树桶不屑地哼了一声 你要是能钓到 便算你的本事 说完便和夏产手拉着手离去了 鱼竿有了 李平安手上的拐杖 便是一根竹竿 鱼线和鱼钩 就拜托春秋和夏产两个小树桶 为自己买来 用鱼线穿过竹竿 直通到底并绑个钩子 一个鱼竿就这么成了 李平安划着孤舟 飘荡在湖中 一手拿着竿子 一手啃着饼子 后背靠着老牛 老牛则打着盹 因为承受了老牛的重量 所以孤舟压水压得很深 这鱼档针不好掉 眨眼的功夫 两个时辰便过去了 鱼竿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李平安并没有着急 归纳吐西 运转归西弓 坐时一无所着 不思过去 不思未来 不念现在 自在祭兆 常在久住 不受内外援境 转变牵扯 亦不要制止鸭服 天边渐渐泛起了鱼堵白 愈发让天空显得清澈 光线柔和 随后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 护得竹竿一动 李平安手一甩 雨雪亮的身影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宛如一道淡淡的弧光 轻轻一闪 泽泽 掉了你一夜 总算是上钩了 万事开头难 很快便来了第二条 第三条 老牛 一大早咱俩就有口福了 回去吧 老牛摸得叫了一声 随后把后只腿探入水里 扑腾扑腾地倒腾起来 孤舟缓缓地向暗中心的小亭游去 老师对他还真好 又是馅饼 又是包子的 看着我都饿了 春秋走在前面 雨气里带着些许的不满 夏禅道 别抱怨了 还是想想 咱们今天能不能钓到 熙熙 春秋叹了一口长气 甭想了 都钓三年了 夏禅忽然想到 哎 上次胡星亭的李先生 朝咱们要了鱼钩和鱼线 他是不是也想钓鱼啊 春秋翻了翻眼睛 熙熙要是能那么好钓的 以你我的天资 能钓了三年 还没有钓到 夏禅点了点头 也是哦 那要不要跟他说一声 免得他白费力气 春秋想了一下 让他去钓呗 反正也钓不到 要是我们一说 他会误以为 我们小气不让他钓呢 反正他一天也没什么事 二人边说边走 很快来到胡星小亭 先生 我们来送饭了 夏禅喊道 一股香味随风传来 什么味道好香 春秋鼻子动了动 夏禅点了点头 确实好香 李平安正在煮鱼汤 老牛去接一下他们 老牛便坐上船 扑腾着后蹄 划着小船来到了岸边 照例 春秋和夏禅 都是将食物放在船上便可以了 可这次李平安却喊道 上来吧 我炖了鱼一起吃一些 炖鱼 哪来的鱼 春秋和夏禅一愣 忽然脑海中想到了某种可能 但随即便被他们否定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等到了湖中心的小亭 香味更甚 李平安笑道 等一下 马上就能吃了 这里的调料有点少 所以味道可能不太好吃 哪 哪来的鱼 春秋磕磕巴巴道 湖里钓的呀 春秋不可置信地叫道 不可能 李平安不解 怎么了 夏禅上前一看 真是 喜喜 盆子里还有两条 李平安一共掉了四条 两条顿了 还有两条便放在盆里了 春秋凑上前一看 喉咙动了动 随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的一下哭出了声 见他一哭 夏禅也跟着哭了起来 李平安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是怎么了 之前他还特意问过春秋 春秋告诉他随便掉 两个娃娃一个劲地哭 问什么也不说 过了好一会儿 小娃娃夏禅才止住了哭泣 支支吾吾地告诉了李平安事情的原委 老师说了 我们俩寿命短 这嬉嬉是大造化 什么时候能掉到了 我们俩才能活下来 否则到了明年冬天 我们就要死翘翘了 这湖里一共只有四条嬉嬉 全被你调走了 吾吾 夏禅要死翘翘了 夏禅小手抹着眼泪 扁着嘴唇 模样甚是可爱 春秋 春秋也要躺板板了 李平安忍不住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毫不在意地说道 这还剩下两条活的呢 那就送给你们了 此言一出 两个娃娃顿时止住了哭泣 诧异地望着李平安 真的吗 这可是大造化 我们老师说了 这笔千金还要值钱呢 李平安笑笑 折指锅里的鱼 我的千金在这儿呢 直到李平安将两条嬉嬉交给他们 二个娃娃才确定了 李平安不是开玩笑 从地上站起来 连连道谢 随后捧着嬉嬉便要离开 生怕李平安反悔一样 等等 两个娃娃身子一僵 莫不是反悔了 鱼汤还没吃呢 呼 二人常常松了一口气 看着锅里的鱼汤 春秋夏馋 心中百般不适滋味 李平安给他们盛了鱼汤 安慰道 这鱼确实很难得 我等了一夜才掉到四条 本是安慰的话 结果二人表情顿时不好了 心想自己辛辛苦苦了三年 结果被对方一夜就掉走了 吃完了鱼 二人恭恭敬敬敬地给李平安鞠了一躬 多谢先生 李平安挥了挥手 示意不用客气 两个娃娃乘船还没到岸边 便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 师兄 等凑近了 两个娃娃吓了一跳 短短几日不见 师兄锦玉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 变得 完全陌生 锦玉看了一眼他们手中的袭袭 挤出一个笑容 摸了摸他们的头 去吧 锦玉一身白衣 深深望了一眼湖心亭中的李平安 脚步轻点 轻飘飘地落到水面 一落便是树杖之外 脚尖点在水面上 如履平地 短短几步便走到了湖中心 衣经飘荡 长袖如水 深如流云 当真有几分仙人的风采 李平安微微一笑 就知道你不简单 平日浪荡不羁的外表 只是你的伪装 下一秒 锦玉扑通一声落进了水中 李平安微微皱眉 却是没有动 这种时候 锦玉不会搞这样的节目效果 所以只可能是 别的什么原因 又等了半盏茶的功夫 不见锦玉从水中出来 该出来了吧 这小子 不会溺水了吧 锦玉锦玉 李平安忙跳入水中 不多时 便将锦玉从水中捞了出来 锦玉吐出几口水 终于缓过气了 你看娘的 怎么不早点来救老子 老子差点淹死 李平安尴尬一笑 转移了话题 锅里还有点剩余 正好咱俩喝着酒 给他全吃了 缓了一会 锦玉轻吐出一口气 喃喃道 淹死我得了 沉默片刻 他忽然问 那时候 为什么拔刀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他不爽 是啊 看他不爽 可是我犹豫了 甚至放弃了 如果当时你不在场 我肯定 就会就会走了 什么也不敢做 连剑也不敢拔 他的语气极为低沉 像是临死之前的土气若私 李平安淡淡道 你跟我不一样 我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江湖人士 没有那么多顾虑 随心所欲 而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人 做大事便要讲究分寸 谋的不是一子 也不是一局 而是千秋万事 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你便要小心翼翼 甚至违背本心做事 遵守你不得不遵守的规矩 你要救的 不是那个被锦衣卫侮辱的姑娘 而是要让成千上万的底层百姓 再也不会遭受这种无望之灾 说到这儿 李平安顿了顿 至于我 目光短浅 没什么未来 凡是惹了我的 我看不顺眼的 一刀斩了便好 然后换个地方继续游利 他拍了拍锦衣的肩膀 笑道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要请我喝一杯酒吗 锦衣一正随后咧嘴一笑 哼 今天喝他的痛快 张德鸣在得知儿子张公生死的消息 匆匆赶回了京城 好在紧赶慢赶 总算是赶上了张公入馆 对于儿子的死 张德鸣全程一言未发 阴沉着脸 坐在大堂上 空气似乎都凝固下来 锦衣卫权力大 张家也有关系 俗话说 静朱者赤 静默者黑 跟着父亲和几位叔叔办案 耳濡目染 没学到多少真本领 倒是敲诈勒索 公保私囊 威逼利诱的手段学了不少 再加上张公是嫡子 从小娇生惯养 养成了飞扬跋扈的性格 上一次 闹出事情 同样也是因为张公酒后 强暴了一名仆人的幼女 那名仆人家中 恰巧还有一位亲戚 在一名严官家里做庸人 险些就酿成了大祸 好在张德鸣及时出手 找了许多关系 又塞了钱 这才将这事平了下来 没想到 刚没过多久 张公便不长记性 不仅张公身死 整个张家都被连累 张德鸣彻职查办 二叔张德海 本来今年便能升职的 现在风声这么紧 想必也无望了 能保住官职便不错了 大哥 下面的帮派 我都打过招呼了 那小子绝不能离开京城 他肯定还在京城藏着呢 张德海道 张德鸣闭目沉思 半赏开口道 那个书院名叫锦玉的家伙盯死了 放心吧 大哥 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感受到了大哥狂暴的气息 屋内的几人 不由地平住了呼吸 咔 木桌发出咔嚓一声巨响 音声断裂 张德海眼前一亮 惊喜道 大哥 你突破了 先前已经有了迹象 本以为是一件好事 谁知道祸福相依 张德鸣长叹一口气 狐行小婷 李平安抄录着点击 老牛趴在地上 看着点击的原文 摸摸地叫着 念给李平安听 李平安边听边写 效率倒是提升了不少 这次抄录的是 儒家关于修行一说 这些都是不传之法 市面上书籍是绝对看不见的 倒是让李平安长了不少见识 儒家是天下庙堂的正统 把持着九州万邦 大半世俗王朝的权柄 辅佐各朝君主 帮助帝王凝聚 以及镇压一国契运 其中以为臣三术 最为扬名 屠龙术 扶龙术 从龙术 屠龙术指 限制皇权 目的是让国家成为国天下 而不是家天下 扶龙术指 辅佐皇帝治国 从龙术指 找准一个皇子辅佐 日后 他得到你 也能升天 而能成为一国之帝师 则是每个儒家学子的梦想 读书 读至与圣人会心处 又有文运这一说 先慢慢来 再破镜如飞 修一股浩然正气 是立身安命之机 也是自我修炼之手 儒家修行从格物至之 明德正身开始的 开辟灵台 于灵台之中 建一尊小人 便是人宗所修的君子相 笼共分为一至九品 一品静 凡静 明德正身 二品静 灵台 开辟灵台 三品静 君子 在灵台中生成君子相 四品静 心静 自上而下灌顶浩然之气 以浩然之气脆体 五品静 格物 自丹田之中 萌生浩然之气 然后冲破尼丸宫 六品静 文宫 体内灵台化作一方小世界 君子 持征以利四方 七品静 命缘 生成命缘 言出法随 口含天线 八品静 神通 获得本命字 九品静 大如 可将体内小世界的规则 投影到现实世界之中 有点类似于领域 至于九品之上的圣人 如门历史上成圣者极少 凤毛麟角 大千世界 修行之法千千万万 这还只是如门一家的修炼体系 李平安摇了摇头 修行之法 当真是奇妙无比 可惜自己终生不能修行 有些可惜 说起来 锦欲是什么境界 忠大家又是何等境界 不过境界这种事情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何况这是每个人的小秘密 就像问你胯下之物有多大一样 终归是不太礼貌 所以想想就算了 你倒是挺有闲心 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李平安头也不回 不然干嘛 在这抄录书籍修身养性 我觉得不错 锦欲道 这次来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想听哪一个 随便 李平安满不在意 阿丽亚他们已经被书院录取了 李平安点点头 这个消息确实算得上好消息 坏消息是王毅没有被录取 李平安表情平静 手上的动作不停 他现在在哪 锦欲道 还在书院 按照规定 明天就要哪来回哪去了 当然陆飞书院会报销的 那小子兴气高 傲气足 四人来却只有自己被淘汰了 估计现在正郁闷呢 李平安点了点头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们 一日 胡心小婷多了四位小客人 大叔 一见到李平安 阿丽亚便倒腾着两条小短腿 飞奔过来 牛牛 阿丽亚是老牛为数不多 愿意让其摸的人 阿丽亚从怀里摸出四五个红红的樱桃 大叔 大叔 你快看 这就是书上书的樱桃 前二个书院里的先生给我的 接着点七脚 对李平安低声道 我就分给了铃儿 胖郡 王毅一人一颗 给大叔和牛牛留了五颗 给姐姐留了两颗 李平安笑笑 那自己有没有吃 阿丽亚鼓着小脸 违心地说道 阿丽亚不喜欢樱桃 李平安让景玉准备了一些食材 在小亭做了一株丰盛的菜肴 考核通过 入住书院 又与李平安相逢 几人都很开心 唯独王毅在一旁 有些闷闷不乐 四人当中 王毅心气最高 可现在却唯独他没有录取 估计换谁 都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先生 我没脸回去了 王毅耸拉着脑袋 有气无力地说道 李平安知道小孩子 你讲什么大道理 很少有能听进去的 便闭上眼睛 装模作样地说 先生早就料到了 王毅抬起头 先生早就料到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 你觉得自己是一辈子 碌碌无为之人吗 王毅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绝对不是 那你为什么 没有被书院录取呢 王毅眼神中透着疑惑 等待着李平安的解释 李平安悠悠道 因为你的路不在这里 你想想你喜欢读书 写字 听夫子教会吗 王毅犹豫了一下 随后又摇了摇头 李平安一笑 用一种高深莫测的口吻道 你的机缘还在后头呢 真的 王毅大喜 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王毅一直将李平安 是做标杆 李平安说的话 自是在他心中极有分量 此刻听李平安这么一说 顿时喜笑颜开 将这几日的烦恼抛之脑后 没错 书院有什么了不起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上车饺子 下车面 身为穿越过来的北方人 李平安特意准备一些饺子 在北方传统习俗中 有上车饺子 下车面一说 这是指送行的时候 给被送人吃饺子 接风时给被接的人吃面条 因为饺子是包起来的 象征团聚 所以送行吃饺子的寓意 就是盼望团圆 一日 阿里亚 赵琳 胖俊三人正式入住书院 王毅独自一人下山去了 催成催彩二人 想着带小少爷四处逛一逛 一来 是为了缓解缓解小少爷的郁闷心情 二来 好不容易来一次京城 不四处逛一逛 那倒是真可惜了 怀路书院 一处雅堂 房间当中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 岸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 并数十方宝燕 以及一叠古书 比海内插得比如树林一般 香炉冒出栩栩白烟 清香袭人 非子与白子在棋盘之上相互交错 棋盘之外 却是一片祥和 老者长眉细目 红光满面 浑身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雅之气 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怀路书院院长 而在他对面的 极有可能便是未来帝国接班人的女子 红衣裹身 露出线条优美的景象 和清晰可见的锁骨 眉宇间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即使是一身素衣 也给人一种仙子般的感觉 蜿蜒的长王外 站满了披甲士兵 小书童站在一旁 眼睛不由自主地去瞟那位胭脂膀上 大名鼎鼎的美人 公主 已有许久未上山了 柳韵苦笑 是啊 琐事繁忙 每日焦头烂额 睡觉都不踏实 亏了院长的安神香 每日才能安心入睡 早年间 柳韵在怀路书院修行 便是由院长亲自教导 说起来 院长也算是柳韵半个老师 当初院长虽对柳韵倾囊相授 却死活不愿意受拜失礼 这让当时的人十分困惑 谁都知道 陛下十分有可能让他这位女儿继位 一旦柳韵继位 院长便是名副其实的帝师 只是院长并未说明其中缘由 到现在还是一桩怪谈 公主 此次上山并未是为了看看 我这个糟老头子吧 院长笑道 柳韵神色平静 微微一笑 恰到好处 院长说笑了 大随向来遵师重道 常乐来看望老师自是礼数所在 只是政务繁忙 抽不开身才怠慢了 公主 封号常乐公主 只是 话风一转 此番前来 却有一事 想要劳烦院长 院长落子 公主 但说无妨 常乐有意有人 侠义心肠 待人厚道 常乐本欲寻名师 引他入修行之道 奈何天公不作美 他常年游历江湖 难免会遇见危机之事 好在他武艺不错 只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妖魔鬼怪 痴媚亡凉 若是遇见普通武学 无法解决的事情 那便束手无策了 恐怕还会有性命之忧 所以 常乐想求院长一支笔 赠予有人 院长微微挑眉 能让公主亲自求笔 想必此人跟公主关系匪浅 柳韵表情不变 心情却有些复杂 以他的身份 自是什么样的男子 都曾见过 世家大祖子弟有之 王公贵胄有之 一不登天的才子 亦有之 也有不少曾大胆地向其表达心意 不过 柳韵却是没有半点感觉 能让他如此上心的 恐怕也只有那个 不爱功名利路 漂泊在江湖的瞎子了 我欠他许多 半赏 柳韵才轻轻吐出一口气 既是公主所托 老夫自是没有拒绝之力 院长一挥手 书童便将岸上的笔架端了过来 不知公主想要哪一支 柳韵道 尝乐多谢院长 贸然索要笔墨已是不尽 不敢多有所求 还望院长能为有人挑选一支 院长微微一笑 你倒是机灵 知道若是你自己挑 万一挑到了不好的 不仅欠了我一个人情 还可能让你那有人 日后陷入危难之中 若是我挑 必不能给你挑之坏的 柳韵但笑不语 说着 院长抽出靠左侧的一支笔 既是侠甘义胆之人 那便是这支吧 笔名 侠客 侠就是家 左边是人 右边是义 头顶灰天 脚踩泥地 只因存爱 所以存恨 只因心慈 所以心悲 只因城王败寇 所以既若福清 只因天下无道 所以义武犯禁 没错 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有人马踏轻苗 只为寻乐 有人屠杀幼子 亦为寻乐 十户守平之 凤凰差一支 可偏偏有一些人 要为那些弱者求一个公平 可屈身是人 尽忠之志 亦可拂袖而去 不出恶声 可拔剑而起 快意恩仇 与随手厮杀 鱼若无辜的匪徒 势不两立 名曰 侠客 胡心小婷的鱼 一共只有四支 李平安一晚上就全掉光了 说起来还真是无趣 与胡心小婷的冷清不同 整个京城皇宫 却是十分的热闹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长公主受担 按理说 长公主过生日 引由内务府操办 礼仪规模不宜太过隆重 可今年却大为不同 由礼部亲自操办 凡是在京的文武百官 收到礼部的文书 须穿着与身份相符合的 蟒袍补服 并且长公主受担前后三日 民间禁止宰杀生处 县府衙门 也不能够处罚刑事案件 礼部安排如下 迎时入宫 向陛下请安 随后便是接受皇族宗室 文武百官 乃至外来依附国家的使臣朝贺 接着入宗庙 再回内宫 接受主位兄弟姐妹的祝贺 外地官员的各个寿礼 也分批进入皇宫 西市珍宝数不胜数 甚至还有人送出了 高达九九八十一件之多的礼品 这一切都是皇帝才该有的待遇 而如今 在皇帝的默许下 礼部为长公主安排了一切 谁都明白 皇帝这是在为公主接班铺路 皇宫内外 一片热闹欢快的气息 到了夜晚 四十八门礼炮响彻夜空 同样也是皇帝该有的待遇 一切的一切皆不言而喻 宴席上 六部尚书 诸多大臣 甚至是内阁首府轮番敬酒 柳韵来者不拒 他幼时在淮路书院修行 十三岁入道家龙虎山 十六岁与帝师学治国之道 琴棋书画占了四样 帝师称之为治国为士之才 或许 大随在他手里 真的会再次虎聚九州 湖面倒映着月亮 波光零零 李平安端坐在亭中 身躯正直 俗话说 身正则气正 气正则心正 一想抱着一个红色火球 两手在左右 上下轻轻旋转 待两掌间的火球实感形成后 再用意念将火球送入腹内 两掌配合动作 然后两手倾贴于旗部 稍停在做丹田内气轻缓微柔的转圈运动 一到哪里 气就往哪里运 行随事而动 力随事而动 很快 身体那份酒气 便开始消散融化到体内 不多时 李平安便感受到了醉意 老莫给他喝的那口酒 当真是神奇 直到现在 体内那股力量还没有消化 甚至还不及十分之一 李平安每一次都要耗费许多精力 去消化这股力量 只是获得的奖励也同样丰厚 每消化一分 便强一分 只会副作用也很明显 消化完之后 会陷入虚弱状态 并且还会产生醉意 用真气驱散不出 果不其然不消片刻 脸颊便红润起来 吐出一口热气 昏昏沉沉 正准备回屋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岸边的船去缓缓地向湖中心驶来 嗯 来者感应不到气息 小船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动 李平安眉头微皱 手握着拐杖 偏偏在这个时候 由于片刻 手上的力气松了几分 这里是怀路书院 恐怕还没有人敢在这里行凶 船上那人走上了亭子 也不说话 便站在那里 气息锁定 无法锁定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对方就像是一个隐身的人一般 片刻 李平安松了一口气 你来 怎么也不说一声 吓我一跳 你怎么猜到是我的 我明明带了玉佩 五品修饰都感知不到的 对面那人声音轻了 闻到的 李平安放下拐杖 挪出一张凳子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来看看你 柳韵自然地坐下 四下看了一眼 颇为感伤地说道 我当时求学便住在这里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 李平安笑道 以你的身份 不应该建一个八进八出的大宅子 再配上一百多个仆人 柳韵知道他在严于自己 翻了个俏理的白眼 你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一切都好 沉默了一会儿 柳韵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这个送给你 这是什么 院长的笔 你不能修行 若是遇见妖魔鬼怪 或者修士找你麻烦 他可保你性命 李平安虽不懂其中含义 但是怀路书院院长的笔分量 可值一二 这礼物太贵重了一些 无功不受禄 李平安笑笑 我本想找人帮你复明 只是 想来想去 也只有这个礼物送给你了 你救我一命 我又在你家躲了半年 你又送我出城 欠你的太多了 这个东西你就收下吧 就算是让我安安心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这才结过笔 那 你我两清了 柳韵呼地抬起头 双眸一鸣 两清 这是什么意思 还没等他说什么 李平安便扯开了话题 这个笔怎么用 李平安将笔拿了出来 倒是没什么特殊之处 平平无奇 笔毫圆满如枣河之行 毫毛充足 这笔是院长年轻时常用的一只 你佩戴着他 等闲妖魔鬼怪不敢靠近 而且也能温养心性 安神静气 对你的修炼有很大的好处 最重要的是 他蕴含着院长的部分规矩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你试着写一个字 写什么字 柳韵略一思索 比如一个斩字 李平安当即在宣纸上 写了一个斩字 笔利雄魂 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 给人一种旋而又旋的奇妙之感 仿佛有一尊神王站在他的面前 刚刚写了一个偏手 便让李平安身体沉了几分 再要落笔 手中的笔 却好似千斤重一般 李平安额头浮现出虚汗 他刚刚消化完体内的酒气 此刻正处在虚弱期 一咬牙 艰难地写完了这一笔 斩 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 仿佛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李平安重重吐出一口气 在柳韵的指引下 将那张斩字以气引入刀身 杖刀顿时好似承载了千斤重弹 寒光耀眼 李平安握着变成了数倍的杖刀 感受着刀鞘中传来的阵阵寒意 心底生起一股诧异的感觉 原本血量如冰的杖刀 此时却变得暗淡无光 像是一面破碎的铜镜 上面布满了裂纹 又像是封印着什么强大的力量 一刀挥出 这一刀没有半点破空之声 周围寂静如丝 仿佛所有的空气和风 都被这一刀吸收了一般 形成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 半溪之内 远处湖面上刀锋所指之处 乍起一道水墓 哗啦一声 无数水珠化为一缕青烟 消散在空气中 果然神奇 李平安说 柳韵满意的笑了笑 你喜欢就好 说完 他看了一眼李平安 又看了看一旁的孤舟 犹豫了一下 低声道 时间上早 不如我们乘船去湖里转转 我许久没来了 怪想这里的 好 柳韵提着裙子 免得沾了水 小心翼翼地上了船 整理了一下衣衫 看着湖面 漫不经心地望着湖面 幽兰的月色映照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脸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有一种梦幻般的朦胧 不知是今夜的酒喝的有些多了 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挺翘的鼻尖 还沾染着月色的翘皮 饱满的双唇迎着月光微微上扬 带着淡淡的笑意 李平安走过来 开动 柳韵一愣 接着惊奇地发现船 真的动了 美眸亮了亮 不动声色地盯着李平安 过了片刻 才发现是老牛在船板上 蹬着两条腿滑行 眼神幽怨 似是受了什么委屈一般 柳韵抬起头 望着夜幕 天上星河转 人间连目垂 灯火万家城四盘 星河一道水中央 真美啊 李平安静静地没说话 他的世界只有黑暗 也只有在光线明亮的地方 才能有一丝光明 二十多年 似乎早就忘记了夜空的模样 这时 就听柳韵在一旁 向他介绍着天上星星的情况 那个那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又在哪边 李平安笑了笑 呼得一个亮呛 身子直挺挺地倒下 柳韵连忙扶住 微微平促 平安 你没事吧 李平安 嘖嘖嘖嘖呼 半嗓 柳韵才反应过来 他这是睡着了 修行之后的疲倦 再加上又用侠客 写了一个斩字 早就疲惫不堪了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脸上 李平安伸了一个懒腰 昨夜的疲倦一扫而空 柳韵已经离开了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每次修炼完 都需要大量的进食 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听人家说 修饰到了一定的境界 便能避鼓 一颗避鼓丹 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想来 真是奇妙 过了一会儿 春秋和夏禅 便为李平安送来了早饭 自从李平安 给了这两个娃娃洗洗后 两个娃娃便将李平安 当成了救命恩人 每日的饭菜 不仅更加丰盛了 时不时还带来一些 京城的特色美食 供李平安品尝 两条鱼便换来这么多东西 李平安觉得很值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补充完体力 李平安顿觉神清气爽 又消化了一些酒气 看来完全消化这些酒气 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随后李平安便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柳韵送给他的 这支笔上 虽然昨日 自己刚刚修行完 身体虚弱 但是写斩字时候 那种压迫感 却是半点没有夸大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再次握笔 这次没有写斩 而是写了一个火字 笔尖微微颤抖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掌心之中传来 让他浑身一震 真气在慢慢的凝聚 李平安将这些真力 引导到了自己的手上 伴赏之后 一个火字完成 额头浮现了不少汗水 感觉精力消耗了大半 将火字融入杖刀之中 杖刀顿时给人一种诡异的感觉 仿佛藏在窍中的 不是一柄刀 而是一条蛰伏的火龙 如果说得到扶桑刀 自己是得到了一柄 能够与修饰对抗的力气 那么这支笔 便是给武器附加魔法攻击 又研究了两日 李平安有了不少新的发现 这笔限制很大 以自己现在的身体 一天最多能写两个字 即使是有力气 写到第三个字 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并且写下的字最强的时候 便是落笔的那一刻 如果放置不用 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失去作用 维持时间最长为三日 虽然限制多 但是带来的效果 却是极为惊人 更重要的是 它不仅能有提升战力的效果 李平安试着写下一个镜子 将其吸收 顿时脑中一片清明 气血通畅 精神未知提振 思维也更加清晰 更加轻松 又过了一日 景玉来胡心廷找李平安 真让你猜着了 他们要动手了 李平安点了点头 嗯 知道了 你准备怎么做 景玉问 话音刚落 景玉表情猛的一变 师生叫道 侠客 怎么在你这儿 李平安淡淡一笑 别人送我的 谁 一个朋友 朋友 景玉吞了口吐沫 脑海中思索片刻 只有一种可能了 是公主 李平安没有否认 景玉抽了抽鼻子 忙将李平安扶到了凳子上 半蹲在他面前 尊敬地说道 李兄 以后你我就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等你与公主日后 掌控了这大随的天下 千万别忘了你我之间的情分 小弟别的不多要 就那个住钱的地方 让我管就行 还有教方司 那种勾兰之所 那种勾会之地 比人愿意为李兄分忧 李平安笑骂 世界那么大 你怎么不去看看 什么意思 景玉疑惑 滚 张家 大哥 下面的人传来消息 张德海匆匆跑进来 没等他说完 张德明猛然站了起来 人找到了 张德海摇了摇头 不是 是跟他一起进城的人 一个叫王毅的孩子 还有两个武夫 他们明日准备离京 张德明眼睛一转 好 明儿把他们拿了 拿 他们做什么 废话 当然是逼那个家伙出来 张德海 他应该不会这么傻吧 明知道我们在找他 他会出来 而且我打听过了这个孩子 跟他飞清飞过 他没必要冒这个风险 张德明音音一笑 你知道他为什么动手杀官吗 张德海愣了一下 因为 他跟公儿有仇 张德明笃定的说道 不对 他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种人不像你我这种人渣 他们还有良心 但这也是他们的弱点 张德海 内心吐槽 真是狠起来 连自己都骂 虽然咱们是人渣 可也不用说的这么直白吧 对了 大哥 督察院的人开始查我们以前办的那些案子了 我有朋友跟我说 可能有点麻烦 张德明额头上的黑线多了几道 他们办的案子 没有几个斤得起查的 尚有好者 下壁甚烟 张公是个禽兽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几位叔叔伯伯 也都好不到哪里去 张家如今这么大的家业 靠的自然也不是什么正物 别的不说 光是被张德明害死的无辜之人 便有几十人之多 这些事情不查则已 一查便是祸事 张德明眼神阴郁 不管了 先去对付那家伙 现在只有他死了 我们的注意力才能被转移 明白 张德海道 带多少人 别叫外人 就我们兄弟四个 好 催成催才带着小少爷王毅 买了一辆马车 京城柴米油盐贵 一辆马车的价格 在安北四镇足可买三辆 趁着天色未晚 乘着马车向城外驶去 京郊外 一辆马车刚刚驶出京城 向着官路一路狂奔 驾 不多时 两匹快马在前面便堵住了去路 赶车的小丝一惊 看着驾驶像是打劫的 这可是官道 而且刚刚出京城不久 各位大眼 没等他多说话 张家兄弟便一下子围了过来 大哥 马车没人 张德明沉声道 怎么回事 娘的 中计了 回去 一行人匆匆往回赶 只是现在 哪里还来得及 大哥 现在怎么办 张德明面色阴沉 扮上之后 忽然道 那对母女呢 哪对母女 张德海一愣 就是那对被公儿 要侮辱的母女 放回去了 抓回来 大哥 这张德海面色为难 咱们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这么做 不是等着给别人抓把柄吗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德海咬了咬牙 那我让人去打听打听那对母女的踪迹 九月人银 京城有雨 雨下得很快 月下越大 宛如银河掘堤 千百道瀑布从天而降 屋檐上溅起的水花 各有各的奇形怪状 今日 我要出城了 李平安平静地对锦玉说道 锦玉没想到会这么快 不过也确实合情合理 张家兄弟要完了 他打听到 督察院正在查处张家兄弟的罪名 共有58条之多 滥用职权 逼粮为娼 贪污受贿 有关系的人命 就有不下数十人 几乎每一条都是死罪 估计现在张家兄弟 正被弄得焦头烂额 没空搭理李平安 锦玉醒过神来 我送你吧 离开书院 锦玉和李平安来到京城的一处街边面摊 这里距离张家的府邸很近 拐个街口 不到500米的距离 老板 三碗葱花面 加一碟咸菜 再看着弄点熟食 李平安坐下 这顿我请 多谢这些日子的照顾 突然一道闪电划过 硬生生的把本已被乌云丝碎的天空 劈成了两半 面来喽 李平安戴上缩帽 我去解一下手 锦玉闻着香喷喷的葱花面 快一点 不然这面该凉了 嗯 李平安朝着雨中 快步走去 雨滴从空中急速落下 在风的作用下 拉出一道道细长的白线 在青石板的地面上划过 拐个街口 却没有去茅厕 而是走到一处府邸 上面的匾额 写着四个大字 紫阳士泽 张家府邸 砰砰 扣了扣门 估计是雨大风急 里面的人没听见 李平安加重了力量 片刻的功夫后 里面终于传来声音 紧接着门被打开 请问您 找哪位 李平安沉声道 我找张德明 张大人 张家大堂 张德明正在堂内翻看着这些年的卷宗 试图从中找出一些 能给自己辩解的东西 这些案子只在许和不许之间 也就是说 只要上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己便可以逃过一劫 这是官场 横顾不变的规律 人家要是纯心整你 你辩解的再好 也没有用 现在就盼着 能快一些找出那对母女 然后把那个杀了自己儿子的混蛋逼出来 张德明和尚卷踪 揉了揉额头 长叹一口气 挥手招来管家 那几个女孩都处理了吗 还没呢 正好 去放松放松 张府有一处偏房 专门是用来关押一些 从外地拐来的女子 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只是 现在正在风口浪尖 张德明便让管家 将这几个女孩处理了 好在管家下手 没有那么快 张德明提了提裤子 刚站起身 一个带着缩帽的人 忽然走了进来 不是府里的庸人 何人 来人抬起头 张大人好差的记性 一直满京城的找在下 怎么这时候 反倒把在下忘了 张德明眉头一皱 猛地认出来那张脸 跟画像上的凶徒 完全吻合 是你 张德明周身气息暴动 没曾想 对方的胆子 竟然这般大 直直地找上了门 找死 张德明一脚踹飞了 岸上的梨花桌 与此同时 脚下地砖瞬间碎裂 便如一道鸡射 而出的飞溅 刹那间冲向 堂下那道 有些单薄的人影 刀光滑破雨幕 张德明一拳轰然落下 黄暴的劲气 直接将李平安 震退至墙角 你就拿一根竹棍 张德明冷笑 继而跨出一步 单脚弹起 气血便如这院子中的 瓢泼大雨 直压而下 整个人如同炸出糖的炮弹 李平安被震得飞出树杖开外 身后的墙壁轰然倒塌 似乎整个大堂都在摇晃 张德明的皮肤变得暗红 仿佛有股可怖的力量 隐藏在其中 正在宣泄 一阵刺耳的嗡鸣之声响起 飞溅星号细雨 张德明目光横扫 抬臂 如金铁骄鸣 当的一声挡住了这一剑 甚至连张德明的皮肤 都没有刺破 骨皮淬炼两次以上 早已变得极为凝实 李平安手握刀柄 杖刀出翘半寸 全身肌肉紧绷 上身微弓 左腿向后 蹬地微曲 拇指将刀形推开 右手掌心搭于刀柄之上 张德明抡起右拳 带着万军之力 砸向李平安 竟然妄想跟修士搏杀 不自量力 一刀无形无掷 一闪即逝 然而灵力的刀锋 却是撕裂了空气 在周围撕开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杖刀安静地插在翘内 仿佛从来没有拔出过一样 一个筷子在杖刀内缓缓消散 张德明的身子忽然僵住 双眼瞪得滚圆 一道血线从胸口蔓延开来 血红一片 就像是一张被撕开的血盆大口 张德明身子无力地倒下 李平安平静地转身 向着偏电走去 大哥 张德海闻声赶到 怎么了 呼得 后急猛地冒一层冷汗 飞剑细雨直奔眉心 张德海下意识地抬手 他的修为不比张德明 细雨刺穿了他的手掌 鲜红的血珠流了下来 但也仅此而已 只是身后 一柄刀光无声无息地划过 哒哒哒哒 脚步声继续响起 院内惊叫声也在此起彼伏地响起 张德山听见动静 忙将哭泣的少女甩开 穿好裤子 正要冲出去 门缝中间便射进来一柄剑 张德山反应不及 细雨剑插入到小腹当中 好在他及时地抓住了 剩下一半的剑身 哄 下一刻 整扇门都被距离轰开 李平安一刀下去 纵使他铜皮铁骨 却也挡不住扶桑刀 一刀封喉 李平安随手捡起地上的一块布 将刀身上的血迹擦拭干净 呼得感觉有些不对 步上似乎带着热气 似乎是 杜兜 抱歉 李平安将杜兜放下 没有理会其余人的尖叫 不虚不及地执行着早就定好的计划 整个院子在他脑海中格外的清晰 张家四兄弟接连倒在血泊之中 扶桑刀 破甲 侠客笔 腹膜 外加打了的对方措手不及 这场战斗来得快 去得也快 做完这一切 李平安轻车熟路地从后门离开 表情平静 仿佛他刚才真的只是撒了泡尿 嗯 回来了 景玉抬起头 问道 解个手 怎么这么久 李平安落座 不虚不及地解下梭梦 解释道 顺道买了一壶酒 葱花面有些驼了 李平安搅拌了一下 加了辣子 香油 随后大口吃了起来 接下来准备去哪 景玉问 去广陵 南国公府 我答应过殷勋姑娘 将扶桑树的种子 归还给南国公府 半盏茶的公府 一碗面吃完 大街上有人匆匆跑过 杀人了 杀人了 景玉好奇地张望了一下 怎么回事 李平安没有理会 重新戴上梭梦 阿里亚他们就拜托你了 帮我多照顾照顾他们 有缘再会 他正要离开 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对了 替我跟钟大家道一声线 景玉道 临走前 什么 笔情 景玉今日特意带了自己的情 我可不会弹情 你拉二胡就行 李平安不解 这是什么笔法 你都要走了 救了我这个心愿吗 先前在安北四镇 景玉弹情 被李平安扰了心境 如今度过了问心关后 景玉心境与先前 有着云尼之别 便有了再次挑战 李平安的想法 李平安笑笑 时间好像来不及了 等下次一定 下次 心锤平也阔 月涌大江流 转眼便是三日过去了 船上的伙食师傅做菜实在是太难吃了 船舱内的人无不抱怨着难吃 甚至有一天做的螃蟹 拿筷子去夹 结果却被螃蟹反手夹住了筷子 刀疤脸看着今天依旧像狗屎一样难吃的晚饭 一气之下 直接将碗倒扣在地上 他娘的 狗都不吃 就是 这东西 就是给狗吃的 狗才吃 一旁立即有人附和 他娘的我之前吃狗屎 都觉得比这好吃 众人纷纷望向说话那人 似乎是 暴露了什么 老牛默默停止了进食 感觉有被冒犯到 李平安不管不顾 吃得正香 却被老牛拦了下来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 能不能有点骨气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李平安 船老大也无可奈何 船上做饭的师傅 临行前有事来不了 这些曹老爷们 哪里会做饭呢 就是将食材放入锅里 然后倒入调料 搅拌在一起 便出锅了 这东西能好吃才怪呢 这群人闹起来 可不得了 无奈船老大指得道 你们有谁会做饭的 做几天饭 我开几天的工钱 没人站出来 都是混迹江湖之人 刀口上填血 谁他娘的学做饭 我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李平安站起身 你会做饭 船老大狐疑的 看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李平安道 会做 平常在家里 便是自己做饭 那便试一试吧 来到伙食房 李平安先是查看了一下食材 米面凉油倒是管够 螃蟹鱼什么的 更是不缺 于是李平安撸起袖子 将手洗干净 想了一下 准备做一些蟹黄面 螃蟹一桶桶的装 听说有的地方这东西 比大米还要便宜 蒸好后 将螃蟹去腿去壳去腮 从中间掰断 将蟹黄与蟹肉踢出来 李平安将这个任务 交给了原来的 不会做饭的伙食师傅 葱将军切丁状 红辣椒切丝 装盘备用 锅中加油 放葱爆出香味 葱白变得焦黄后 放入姜粒和辣椒丝 一旁不会做饭的伙夫 看着李平安熟练的动作 又诧异地望着他的眼睛 这是瞎子 再加入蟹黄与蟹肉 小火慢炒至出现红花油 加入各种调料 最后将蟹黄蟹肉 扑在面条上 尝尝味道如何 李平安将面 递给一个离他最近的伙夫 那伙夫舔了舔嘴唇 正要吃 先拌匀了 伙夫便将面上的蟹黄 好吃好吃 船老大站在甲板上 望着远处的河面 咬着棒棒硬硬的大饼子 他娘的 这帮人做得真难吃 果然一个船上 绝不能离开了一个 会做饭的伙夫 再这样下去 估计船还没等到地方了 这帮人先不干了 不行 还是得靠岸请个靠谱点的厨子 一旁的手下道 那瞎子不是去火房了吗 你指望一个瞎子 能做出什么来 正说着呢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 什么味道 卧槽 好香 二人转头看去 只见船上的汉子 端着蟹黄面 一个个跟看见了 没穿衣服的 白花花大姑娘似的 船老大咽了口吐沫 赶忙凑过去 也要了一碗 一边嚼着大蒜 一边咕噜咕噜地喝着面汤 蟹黄油润欲滴 咸香中带着一丝辛辣 先没可口 越吃越想吃 说到底 也不是李平安的手艺有多好 他的手艺 也就跟普通厨师差不多 只是这船上的人 一连吃了几日的猪食 一对比 能得几回文 众多汉子大口大口地吃着面 根本停不下来 李平安还特意多做了一些 结果到最后完全不够吃 连汤汁都没有留下 船老大大喜过望 当日便给了李平安半钱银子 果然 只要有一门手艺 就饿不死 玉门关 戈壁仿佛在炉上烤着 卓人的热浪席卷着每一寸土地 使人喘不过气来 一辆马车从远处的关道 驶入玉门 少爷 快到家了 崔城说道 王毅伸着头 看着外面的景色 虽然之前在李平安的开导下 已经想通了 可现在还是不由得有些伤感 去的时候明明七个人 回来就只剩下三个了 一种误视人非的感慨 浮现在这个少年的心头 不多时 进了玉门关 今夜便要在这住下了 因为回来的时候遇见歹人 崔城和崔才的武器都丢了 等使出玉门关 只会更危险 没有武器 显然是不行的 我记得李先生 曾跟我们说过 一家铁匠铺 崔城忽然道 崔才也想了起来 我记得那家 不 少女在院子里 踢着剑子 101 102 103 第104个的时候 剑子飞到了门口 王毅接下了 这第104个 少女伸手 将剑子抓到手中 明眸眨了眨 你们找谁 小姑娘 你家大人在家吗 不在 崔城道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吗 不可以 崔城笑道 这是为什么 你家大人今天不回来吗 我爹待会儿就回来了 崔城说 那为什么要赶我们走 我们是来 跟你父亲做生意的 哥 这儿的武器真不错 崔才四处看了一眼 少女似乎不知道该怎么说 于是便道 我爹不会跟一般人做生意 崔城和崔才结识一笑 王毅愤愤不平道 小爷才不是普通人呢 不是普通人 你是什么人 这时 身后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王毅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身高九尺的汉子 虎背熊腰地站在 只见身后 对上他的一双眼睛 王毅嘴角抽动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爹 你回来了 少女开心地叫道 崔城道 师父 我们是李平安李先生的朋友 想买两柄兵器 老末仿佛没听见 李也不理他们 静止走到院子里 洗了一把脸 崔城和崔才二人 不由皱了皱眉 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师父 不卖 老末干脆利落地回答了他们 王毅硬着头皮道 嘿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老末坐在凳子上 翘着二郎腿 为自己点上烟斗 吐出一口烟雾 颇为玩味地说道 想让我帮你们做兵器 那个剑侠看见了没有 里面的剑 只要你们能随便拔出一柄 我就帮你们 不就是个剑侠吗 崔城不屑地哼了一声 大步走过去 剑侠朴实无华 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地上 共含了四柄剑 崔城伸出一只手 拔起来 可是刚一用力 便有一种 自己仿佛要将一座山 拔起来的感觉 表情微微一变 深吸了一口气 气血涌动 手不发力 崔城尴尬一笑 这剑还挺沉喊 说着 不再拖大令之手 也握住了剑柄 这一次用尽全力 额头清惊暴起 只是那剑侠中的剑 却是仍旧纹丝未动 我来试试 崔才不幸挟地走过来 结果两兄弟围着剑侠 发出类似便秘的叫声 扮上之后 二人终于认清了现实 崔城喘着粗气 想到了一种可能 你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机关 没等老莫解释 少女走过去 伸手握住其中一柄剑 轻而易举地拔了出来 晃了晃 随后又插了进去 崔城和崔才沉默片刻 打扰了道辞 王毅可不甘心这么走了 凑过去 卯足了镜 握住离他最近的一柄剑 便往外拔 嗯 少爷 走吧 崔城和崔才二人 一左一右拉起少爷 转身便走 李先生并非常人 那么他的这位古怪朋友 也绝非常人 他们这些凡夫俗子 还是少沾边的好 站住 身后老莫的声音忽然响起 三人皆是吓了一跳 莫非是惹怒了人家 不准备让他们走了 老莫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剑侠中 靠最左边的一柄剑 剑柄微微脱离了原先的位置 含着的剑锋露出了半寸 老莫的目光呆至了片刻 随后又落在王毅身上 那目光让王毅不由地遍体声寒 催成催财二人连忙将小少爷护在身后 你叫什么 老莫沉声道 王毅咽了口吐沫 我没叫啊 老莫双眼一咪 你觉得自己很有幽默感 王毅闭上嘴巴 不再说话了 愿不愿意跟我学打铁 老莫话锋一转 忽然说道 打 打铁 王毅一愣 随即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不学 老莫冷笑 你可知这世上有多少人想跟我学打铁 都求不得呢 王毅在心里吐槽了一句 竟吹牛 嘴上道 我可是将来要成为像先生一样厉害的大人物 才不要学打铁呢 我要学习武道 老莫吐出一口肠烟 你先生是那个天罚之人 王毅疑惑地眨了眨眼 叫神来着 李平安对吧 王毅点头 老莫道 他的刀就是我给他做的 你说我厉不厉害 王毅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 应该是有一点厉害 但是绝对没有先生厉害 老莫表情依旧冰冷 站起身 右脚重重一踏 地面出现一道细微的裂痕 仿佛是一条黑线般不起眼 紧接着黑线迅速延伸 笔直地冲向门口的一棵巨树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轰的一声巨响 树叶如同雪花般飘落下来 树根猛烈地扭动着 轰然倒地 别说王毅了 崔成崔才二人 此时也被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惊得说不出话来 怎么样 现在改主意了吗 王毅缓过神来 连忙点头 学 学 我要学 老莫点了点头 那我要做什么 帮您打铁 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学到绝世神功 王毅满脸的惊喜 先把那棵断树清理干净 老莫淡淡道 王毅便在老莫这里站住了下来 崔成崔才不放心 小少爷陪着住了几日 随后才回去向老爷汇报 毕竟如果老莫真图谋不轨 直接出手便好了 用不着拐弯抹脚的 王毅很是开心 虽然每天的任务 只是清理那棵巨大的断树 老莫在院子里翘着腿 望着王毅跑来跑去的背影 有些差异道 我让你天天干活 你不觉得烦吗 不觉得 王毅道 为何 先生说过 先苦后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老莫 倒是个民事里的 他说你就听 那当然了 老莫忽然来了兴趣 那你现在觉得 是我厉害 还是你先生厉害 王毅脱口而出 那当然还是先生 这又是为何 你虽然很厉害 但是我先生很早就来料到了这一切 老莫冰冷的表情 第一次有了变化 王毅继续说 我之前没被书院录取 先生就跟我说 我的大纪元在后头 然后 我便遇见了你 所以说 这一切 早就被我们先生料到了 老莫眉头皱了起来 什么 王毅点了点头 对啊 先生早就料到这一切了 老莫 他一个天罚之人 怎么可能窥探天机 王毅哼了一声 先生可厉害了呢 你根本想象不到 阿T 远隔万里的李平安 轻轻打了个喷嚏 算算日子 已经过去七八天了 江面起了雾 四周白茫茫的可见度很低 水也很浑浊 让人很不舒服 只是这些 却影响不到李平安 他是个怪人 这是传上其他同伴 对他的评价 每日定时起床 定时睡觉 什么时候闭目观想 什么时候该在外面溜达 什么时候又该去甲板上 用他那个二胡拉曲子 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闲下来便静静地坐在那里 听同传的人闲聊天 偶尔搭话 但大多数时候 都在闭目沉思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又是一个夜晚 李平安坐在老牛身旁 哼着歌 老牛 我们送完扶桑树的种子 就回家吧 好不好 老牛 摸 你想在四处看看 去哪 摸摸 李平安笑了笑 行 你想去哪 咱们就去哪 我听人说九州很大 大的一辈子都走不完 不过好在 咱们有手艺 不怕饿死 寿命也长 那咱们就慢慢走 什么时候累了就回去 老牛 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摸 大哥 那船都在后面 跟我们三四天了 会不会是结船呢 小冬有些担心 怕什么 船里那些人 哪一个不是手上见过血的 船老大满不在意 我就怕他们在背后搞小动作 船老大犹豫了一下 把船靠过去 好嘞 两艘船逐渐靠近 船老大瞥了一眼甲板 并没有看见人意 这是一艘典型的曹船 用来大规模运粮 喂 船上的朋友 船老大高喊了一声 听声音便知道是个炼家子 中气十足 声音洪亮 声音回荡在江面 却并未听到对面的回答 大哥 有点不对劲 小冬皱眉道 去船上看看 两艘船这时已靠得很近 小冬当即和另外一名船员 一个起跃落到曹船的甲板上 有人吗 仍旧没人回答 船上静得十分反常 二人莫名地紧张 手摸着刀 小心翼翼地走进船舱 船老大望着曹船 等了片刻 小冬 得到的是一片死寂 船老大心一紧 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又喊了几声 船舱内正在打坐的李平安 忽然感受到了侠客的异常 彼端散发出淡淡的温润光芒与热量 白雾漫空白浪身 周如竹叶性浮沉 弥漫的白雾 让空气变得无比压抑 潮湿的雾气像是瘴气一样 雾浴浓 天浴黑 像是无穷无尽的墨汁 从天空中倾泻而下 船老大清楚地听见 自己的心脏发出咚咚的声音 一股危险的气息袭来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一群人匆匆从船舱中钻了出来 那条船上有问题 李平安跟着人群慢悠悠地走出来 侠客笔散发着不安的气息 走去看看 咱们这么多人还能怕他不成 说说说 历史便有树道人影落在了那条草船上 正要钻入船舱中 砰 船舱的门便被一股距离破开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条白零大蛇 人面蛇身 诡异程度不亚于看见了一只鸟 长了老虎的脑袋 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 众人表情骤变 下意识地向后退去 那人面蛇身的怪物吐着杏子 白森森的皮肤在微弱的月光的映照下 给人一种阴森可步的感觉 这是什么妖怪 蛇腰一扭身 没入了水中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早已消失了身影 小冬 船老大赶忙扶起小冬 小冬二人没有大爱 只是昏了过去 经历了这事 船上的人都是心有余悸 担心那蛇腰再度袭来 忙加快了速度 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真他娘的吓人 是不是传说中的化蛇 他会不会再来啊 船舱内众人意润纷纷 他们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如果是遇见了什么劫道的匪徒 自不会害怕 可这神神鬼鬼的东西 便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了 不过好在没有闹出人命 那蛇只是迷晕了小冬二人 并未伤害他们 接下来的日子也都相安无事 众人就逐渐放松了下来 将这件事情抛到了脑后 唯有李平安默默地提了几分警惕 侠客笔时不时地发出异动 很明显那条蛇腰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在跟着他们的船 又是一个清晨 李平安从观想中回过神来 行至此处 水似乎急了 船身比先前摇晃了一些 喝点粥 草上飞端着一碗粥走过来 船摇摇晃晃 他手里的粥却很稳 这人是有些功夫的 草上飞也是要去广陵府 据他说是回家探亲 得知李平安也要去广陵府 草上飞便对他亲近了几分 这船虽说是去广陵府 可实际上 要去广陵府的人寥寥无几 都是顺路去别的地方 草上飞好爽道 放心 有我草上飞在 一路上保你平安无事 李平安笑笑 不由地想起了安北四镇的刘二 二人倒是有些共同之处 晚上 李平安坐了一些鱼 在船上吃鱼 有一条规矩 吃鱼不能翻面 因为这暗示着船会翻 要先吃一面 再踢出骨头 吃剩下的一面 类似的 还有姓陈的人不能坐船 陈与陈同音 倒是蛮有意思的规矩 有人的地方 便有江湖 船舱内也分大小 比如有本事的人便睡在里面 没本事的 只能睡外面 在船上每日无事 便欺负欺负人 为自己找找乐子 李平安因为会做饭的缘故 所以被船老大特别照顾 倒也没有人去欺负他 俗话说 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厨子 毕竟谁也不知道 他会在你饭里家一些什么 哎 你们听说京城张家 被灭门的事情了吗 一日闲聊 刀疤脸忽然道 刀疤脸是几人当中 通缉榜上金额最高的匪人 据说是杀了五六个不快 所以在这船舱内 坏人堆里以他为尊 这谁不知道啊 张德鸣 张德海 四兄弟一日之间全部惨死 据说那张德鸣 已是四平五夫了 刀疤脸道 那你们知道 杀他的人是谁吗 有人道 这个倒没听说 对了 说好像是一个瞎子 有人提了一嘴 在锦衣卫监牢 杀死锦衣卫 又去灭了锦衣卫一家 这消息对于江湖中人 可以说是相当的轰动 所以多多少少还清楚一些 只是知道的并不全面 听说那人是个杀人狂魔 见谁不爽就杀 吃饭做小孩那做 就因为小孩没给他敬酒 便把小孩全杀了 谣言越传越离谱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呼的目光全落在李平安身上 咱们这儿不就有个瞎子吗 李平安平静地笑了笑 这世上的瞎子多了去了 众人倒也觉得 是了 这时 又有人道 听说还拿着一个绿色的竹竿 竹竿 众人的目光 再次落在李平安手中的竹竿上 李平安 这绿色的竹竿 用的人也多了去了 倒也能说得通 众人互相交换着知道的信息 很快便把完整的形象 抽丝剥茧抽了出来 对了 听人说他还背着二胡 李平安摸了摸后背的二胡 会拉二胡的人 也蛮多的 还带一只牛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这世上的牛也多了去了 众人呼得沉默下来 那人好像叫李平安 李平安忽然有了底气 我就说你们误会了吧 我不叫李平安 不信你问草上飞我叫什么 草上飞道 他叫景玉 这一路上倒还算是顺利 这一日 远远的便看见了一处 又脏又乱的码头 他们这些人都是有暗底的人 直接在广陵府的大码头停靠 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只能绕到龟驼城 从龟驼城出发去广陵府 还需二十余日的路程 传老大对众人道 龟驼城规模不大 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唯有龟神词 可以去看一看 拜一拜保平安 众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 纷纷下了传 诸位 有缘再会 传老大意拱手 众人纷纷还礼 平安 走啊 草上飞回头叫道 李平安下了船 站在岸边并没有着急离开 李平安道 不急 等一个东西 等什么 草上飞不捡 蛇妖一直跟在船后面 李平安原以为 这蛇妖是奔着一船人来的 可现在下了船 却发现 这家伙似乎是冲自己来的 既然如此 不如现在就解决了 省着麻烦 李平安手指捏着一张射字 这是他前一日便写好的 虽说有杖刀在手 可对付这些妖魔 万不能大意了 江水拍打着岸边 溅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出来吧 过了片刻 一双白骨般的手 从水里伸了出来 紧接着便是一个人头 以及被白铃覆盖着的蛇身 草上飞一屁股坐在地上 望着那猙獰的头颅 蛇身在水里翻腾着 吓得险些没尿出来 反应倒是挺快 拉着李平安 兄弟 快跑 没拉动李平安 无奈只得几个 岂跃落到了树杖之外 倒真不是浪得虚传 李平安捏着射子的手 握住了刀柄 咱俩有仇 蛇妖摇了摇头 李平安 那为什么跟着我 你 你很奇怪 蛇妖的声音嘶哑低沉 听起来十分的奇怪 就像是有人嗓子里 堵着一大口浓潭一样 李平安微微挑眉 这是在骂自己 眼看着李平安便要出手 蛇妖赶忙道 我 在书院层 见过先生 书院 先生一夜间调了四条席席 为春秋和夏禅 送了一个大造画 所以 在下就想偷偷跟着先生 看能不能得到一些指点 书院 有叫无泪 李平安倒是听锦鱼说过 在书院 你还能看见微画形的狗熊 捧着书在学堂上 那画面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即使书院学子 为何无故伤人 蛇妖 在下不是无故伤人 他们身上都有恶果 在下与书院有过约定 每月最多能是四个 拥有不下四个恶果的恶人 先前那曹船上 是一群专门杀人掠获的匪徒 恶果太重 在下没有忍住 就全部吃了 还望先生莫要告诉书院 否则在下又要挨罚了 李平安去书院的事情 鲜少有人知晓 至于赠给春秋和夏禅瑜 除了当事人 也只有锦鱼知晓 从这点来看 这蛇妖的话 确实可信 见李平安不再戒备 蛇妖和善地笑了笑 只是那笑 却比哭还难看 十分甚人 李平安道 你还是回去吧 修行一事我一无所知 不要白费力气了 蛇妖犹豫了一下 在下既已至此 还是将先生送到广陵府的为好 一来 难免有些萧小之徒 打扰先生清修 在下虽本领不大 但是对付这些鸡鸣狗盗之辈 还是足够用的 二来 若是老师问起 在下也好 有个说辞 恐怕这第二 才是最主要的吧 李平安猜透了对方的心思 倒也没有揭穿 对方即是书院之人 自己便要给几分薄面 毕竟欠了书院那么大的人情 李平安说 那便随你吧 只是你这个样子 会吓到人的 蛇妖当即一甩蛇身 不消片刻便变化出了四肢 只是身上的皮肤 还是苍白无比 蛇妖不知用了什么神奇的物件 取出来一件黑色的斗篷 给自己披上 学着人的模样 拱手道 在下书院子房 子房 李平安笑笑 倒是好名字 草上飞对于路上 多了一个同乡的妖怪一事 很是抗拒 李平安做了许多保证 这蛇妖不会 还稍稍安下心来 子房信誓旦旦的说道 自己之前吃的 都是有恶果的人 草上飞没有恶果 所以并不会吃它的 李平安有些好奇 你能看出一个人的恶果与善果 子房点了点头 在下刚得灵智 便拥有了这项天赋 在一次游历时 意外遇见了中大家 老实说我天资聪颖 是修行的苗子 于是便问我 愿不愿意入书院修行 果然 能被书院录取的人或非人 绝对是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或能力 那我是恶果多一些 还是善果多一些 李平安又问 子房恭敬地说道 先生并无恶果 哦 难道我全是善果 先生也并无善果 无善无恶 子房什么也看不出来 李平安微微有些错愕 想起之前青天间的父坚正说 自己是天伐之人 没有业力因果 或许跟这个有关系 怪不得子房觉得自己奇怪 子房心道 先生定是有大神通的人 子房至今为止 看不透善恶果的人 只遇见两个 一个是老实中大家 一个是书院的院长 现在又多了一个李平安 龟驼城 是一座小孤岛 三面环水 成形如龟 俗称瓮城 民间称龟驼城 传说瓮城每逢夏季 洪水泛滥 巨浪过树 所以有神龟驼城 让瓮城永无水患 李平安想着 在这多留几日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自然是要四处走走 掌掌见识 最关键的是听草上飞说 这龟驼城的火锅是一绝 再加上这天气转凉 吃一些铜锅 再饮一杯酒 晚来昼雨 天遇冷 瑟瑟秋风 看亭堂 笑语欢声 其乐融融 一碗麻酱撒香蜜 三盘肥扬酒满中 铜锅亮 香汤白雾熏 辣油红 一头尘 自西蒙 黄瓜条 肉鲜浓 酒花香油葱 味个不同 李平安的味蕾 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 过了码头 走入城中 只是并未有想象中的热闹 龟驼城的百姓大多麻木 来来往往 随处可见有神龟造型的建筑 还有一些身着奇怪服饰的人 巨大的神龟雕像 俯瞰着这座小城 透着一股诡异的压抑感 草上飞解释道 龟驼城因龟神的保佑 才风调雨顺 百姓安居乐业 所以当地官民 无人不信奉龟神 以其为尊 甚至还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教会 神龟教 在当地神龟教教主的权利 甚至要大过当地的县令 如若在龟驼城 有人不尊敬神龟 轻则人头落地 众则轻足都要受牵连 李平安问 官府不管 草上飞道 凡是皆有两面 这龟神教 虽然飞扬跋扈 可是对于龟驼城的发展 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更何况有龟驼城这个名号 龟驼城在周边地区 也算是颇有名望 否则就这个小城 谁能想起来 也因此每年得到的拨款 收上的赋税 都是其他县的几倍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这世间从来都是非黑非白 而是一道精致的灰 有草上飞带着走进路边的一家客栈 各种冬日火锅在各地 都是十分常见的佳肴美味 民间有暖冬风俗 时常有人举办暖炉会 吃的便是这火锅 能吃的东西几乎都能涮上 我跟你说这家的火锅绝了 我之前吃过一次 别的地方的火锅 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草上飞兴致冲冲地说道 很快的功夫 小二便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铜锅 热气翻滚 肥羊肉 肉丸 血豆腐 各类蔬菜在铜锅里滚烫焦绒 香气肆意 扑别而来 令人垂涎欲滴 李平安囊中羞涩 好在子房出门时带购了银子 李平安便写了欠条 想着等有钱的时候还给人家 毕竟人家一个小蛇妖 每月在书院的阅历也不多 小二端着另一个火锅 来到院子里 将火锅放在老牛的眼前 嘴里嘟囔着 真叹娘的奇了怪了 头一次见人给牛吃锅子的 老牛翻了个白眼 没见识 围如巨吹欢呼处 百味笑容小腐中 李平安加了几片块羊肉 涮着麻将 每每吃下肚子 草上飞的调料 则是简单的香油和蒜泥 子房这儿的龟神 你觉得是正统的神寺吗 子房道 像这种神在大随境内还有许多 大随国力鼎盛时期 无论是山神江神 都是要得到官方的认可 方能正道 李平安又加了数片的羊肉 子房继续道 但现在大随国力衰弱 这些不是正统的神也就多了 大随无力管辖 只要不惹出太大的乱子 便也随他们去了 李平安点头赞同 又捞了一大筷子 子房 有的地方确实给百姓带来了好处 可有的失去了约束 久而久之 便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太对了 一针见血 李平安将盘子里的肉 塞进嘴巴里 听到李平安的表扬 子房面色一喜 顿时滔滔不绝起来 李平安一边点头称事 一边与草上飞 挥舞筷子不断地在铜锅中捞来捞去 子房将自己的见解 李平安他们吃得香 自己也觉得饿了 正准备吃一些东西 低头一看锅子 哦 那几大盘肉呢 吃饱喝足 天色不早 几人便准备休息一晚 明日再去四处逛逛 掌柜地给他们开了两间房 屋子倒是没什么可说的地方 一切正常 只是屋子内的东南角 供着龟神的神龛 颇为诡异 掌柜地给三人介绍到 咱们龟托城的规定 无论是外来的游人也好 还是本地的百姓 都要供奉龟神老爷的神像 不敢诅于你们的 龟神老爷也会找你们的麻烦 子房低声道 哦 我不攻他 他还会找我的麻烦 这是什么道理 掌柜忙道 客人不要胡说 犯忌讳 前些年 走马上任的主部来到龟托城 扬言要铲除龟神老爷 结果一家老小 全都不明不白死了 一些外来的游客 有的不信龟神老爷 没给龟神老爷上香 大多都没什么好下场 李平安有些没想到 这龟神竟如此嚣张 不上香便取人性命 从中可见 大随无论是励志腐败 还是对于周府县山野 江河之神教条法规 都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 老皇帝估计也是认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近些年 一直为接班人柳韵铺路 希望他继位后能改革除弊 临走前 掌柜的又千叮宁万嘱咐了鼠变 绝不能怠慢了龟神老爷 随后才不放心地离去 此房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是儒家弟子 怎么能败这种乌七八糟的野神 李平安却是不甚在意 入乡随俗 还是不要惹麻烦的为好 既来之则安之 更何况还是在人家的地盘 上炷香又不会花钱 神灵授丰于诱命 可以享受香火供奉 借助此力量修行 而这些对象 多是当地死去的人杰 自然生灵 或者偏远地区盛行的 胡黄百柳辉 五大仙盖妙界香火修行 不过明不正言不顺 与佛家的供奉 无甚差别 但显然龟陀城的龟神 没有经过这八经的授丰 却也可以像山神 水神可以控制一方山水 饱风调雨顺 与民同乐 李平安手持三柱香 便对着神龛 像模像样的虚败了三败 败都败了 自然不能白败 李平安心中默念 保佑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万事如意 说完将三根香插入香炉当中 随后 李平安明显感受到 体内的气息飘出去一缕 就像是一盆水中 洒出去了一滴水一样 虽然十分微弱 却还是被他敏锐地捕捉到 这莫非便是香火之烈 微弱的气息顺势飘荡而去 归陀城 广阔的宁江水面 卷起一道道雪白的巨浪 比起此幅 与波涛汹涌的江面不同 江河之下 却是无比平静 一座宏伟的府邸 平静地矗立在那里 大门上 树立着一块匾额 上书四个大字 乾坤府 殿内的金漆雕玉宝座上 坐着一位青袍老者 底下 歌舞升平 衣袖飘荡 民中激庆 月升悠扬 檀香 烟雾缭绕 奇怪的是 这府邸明明坐落在水下 殿内却连半点水迹都找不到 就好像是在陆路上的 一座富贵宅院一般 当真是神奇无比 青袍老者面目春风 正是这归陀城中 家家供奉的归神 早年间在归陀城修行数百年 寿元已到了极限 谁知一次偶遇 两位大能以归陀城为局 相互落子厮杀 老龟偶然得了造化 这才有了今天这番成就 还得了其中一位大能赐名 宁燕 宁燕站起身 举起酒杯 这杯敬大家 敬归神也 众人齐声道 堂下皆不是寻常人 最左边第一位 乃是他的独子宁铁柱 当初宁燕喜得一子 甭提有多高兴了 取名为宁长青 结果命格不顺 险些夭折 后来迫不得已改名宁铁柱 这才勉强活了下来 但天资不佳 修行之路不顺 或许这便是上天对宁燕的惩罚 宁燕还有一女 名为宁宁龙 女儿倒是天赋齐家 是个修行的好苗子 只是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 早些年便搬出了家 这时 脚步声响起 一条肥链鱼化作人形 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老干 归神爷的宴会 你也敢迟到 说话的是肥链鱼的死对头 一个身材妩媚的女人 真身则是一只水蛇 肥链鱼一笑 将一颗人头抛落在地 归神爷 这就是前几日那个放了狂言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小的已经将他杀了 他身边那个女的 让小的给黑黑 二人的尸体 都头盒里喂了鱼 给归神爷泄粉 这二人皆是年轻的散修 途经此地 见归神在此次无法无天 归神叫信徒 更是明目张胆地 在街上对清白姑娘强取豪夺 年轻修士当即出手 教训了对方 还当街痛骂了一番 这老十字归神 事后 似乎也明白自己惹了事 便迅速逃离了此地 没想到 还是被对方找到 宁燕微微点头 看了一眼那年轻散修的头 随后嫌弃地收回视线 这是干得不错 赏 肥年鱼拱手 谢归神爷 一旁的水蛇腰 翻了个白眼 宁燕挥了挥手 将这家伙的头拿走 免得挨了我的眼 话音刚落 宁燕表情呼得一僵 紧接着一口血喷了出来 就像被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疼得他浑身一颤 归神爷 躺下众妖皆是一惊 这好好地吃个饭 忽然这是怎么了 宁铁柱一马当先 扶住父亲 父亲 宁燕被搀扶着重新坐下 眼神有些涣散 平平安安 四个大字如耳旁乍响惊雷 震得宁燕心弦嗡嗡作响 气海翻涌起 汹涌如万马奔腾 周遭体内各个翘穴一道 仿佛山摇地动 如惊涛骇浪 又如万边抽打 宁燕双眼一黑 胸口如遭重击 闷哼一声 心神险些被震碎 哇的一声 又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身形一晃 倒在地上 顿时将水扶底一阵混乱 而与此同时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李平安 刚刚拜完龟神后 便坐在一旁 进入了观想状态 一旁的子房 仔细观察着李平安 一呼一息之间浓厚绵长 似是一个武夫 子房脸上微微露出不解之色 随后忽然想到一个词 大道至简 对他来说 并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含义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结束观想 方才一遍又一遍的 在心中念着涅槃经 细细品味着其中的含义 似有所悟 在一遍又一遍的墨颂中 努力地寻找着 可以思考和追求的东西 体内那股残留的佛家真气 似乎又消耗了一些 想必再过不久 便可以完全融入自己的身体当中 为己所用了 李平安随口问道 我之前听人说 这世上除了练气势 还有武夫一说 练武的人也能得到吗 子房一愣 月光下惨白的皮肤 更加可怖 心中狐疑 先生怎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 却还是老老实实地说道 武夫不同于练气势 他们并没有修行天赋 所以成为不了练气势 只能退而求其次 追求武道 武夫虽然蛮横无比 据传甚至能跨修为战斗 但是寿命太短 练气势夺天地造化 长生久世 而据书院记载 最长寿的武夫 也就只有四百余年的寿命 练气势追求的是长生 本身就不是为了与人争斗 所以在战斗方面 练气势略逊于武夫 但是在其他方面都碾压武夫 李平安又问 武夫寿命为何会这般短 子房答 武夫只练肉身 不打磨魂魄魄 用的是一口纯粹的真气 就像是悄悄板 一头过重 自会失去平衡 更不用说武夫战斗时 还常用一命搏命的法子 每战斗一分 身体便消耗一分 久而久之 自是不会长寿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修炼武道损耗寿命 自己的系统可以增加寿命 萧萧乐 李平安将这个念头暂时放下了 子房看起来也知道的不太多 毕竟他现在连完全化形都做不到呢 走着走着 时不时就露出尾巴 还是等日后有机会再说吧 时间在我 没什么可着急的 一切顺其自然便好了 睡觉 一日清晨 二人一蛇一牛 十分新奇的配置走在街上 旁人倒是看不出什么异样来 这龟驼城 当真是没什么有趣的地方 只有一座龟神庙 称得上是风景名胜 只是进去了 免不了又要上香 子房自是不干的 而且在庙里上香 可不是免费的 所以几人只是在江边逛了逛 便又去吃了那家火锅 除此之外 龟驼城的酒也是酒富盛名 最著名的 当属龟驼城的特产宁江酒 只是价格十分高昂 李平安虽然喜酒 可是听说价格以后 也只能望而却步 宁江水下的乾坤府 龟神宁宴的长子宁铁柱 正焦急的四处夺着步子 随着父亲修为的舰长 占领了这片水域后 已经许多年 没有受过如此重的伤了 宁铁柱跟几名手下一商量 觉得应该是之前的仇家 用了某种巫术 或者他们从不知晓的诅咒之类的 否则父亲 不可能无缘无故受伤 如果对方趁着父亲病重杀过来 这当如何是好 水蛇妖道 少主 不必担忧 龟神虽昏迷不醒 可是咱们兄弟 也不是吃单饭的 再者 对方既然用这种卑劣手段 就证明他不敢正面献身 绝没有杀上门来的实力 所以当务之急 一 应该是调查凶手 二 帮助龟神尽快恢复 宁铁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此言有理 此言有理 随后他那不太聪明的小脑袋瓜 转了转 说道 通知下去 从今天开始 城里所有百姓 从一日一份龟神 增加到一日两份 香火愿力纯粹 不仅能为父亲增加修为 还能为父亲疗伤 智商超强宁铁柱 水蛇妖 少主英明 什么 一天一份不够 现在要一天两份 子房语气中颇为不满 一个小小的野神 竟如此贪得无厌 掌柜无奈道 没办法 这是教会下的命令 必须执行 子房郑玉再说些什么 却被李平安拦了下来 没关系 不就是多少挤柱箱吗 掌柜的放心便是 掌柜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位明示李 先生 这野神实在是太贪得无厌了 带掌柜走后 子房忍不住抱怨 李平安淡淡道 多插几柱箱而已 又不费什么力气 子房吐了吐杏子 心里有些嫉妒 这个老十字归神了 能让先生这样的人物 供奉香火 想必他授意不少 此刻 授意不少的宁燕 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缓缓睁开了双眼 父亲 你醒了 宁铁柱惊喜道 宁燕缓缓吐出几口气 我昏迷了多久 整整一天一夜了 父亲您可吓死我了 孩儿已经让小的们 自己这个儿子天资愚笨 不过在他一步步的培养之中 也逐渐可以独当一面了 正要夸夸自己的好大 又听令铁柱说 我还让他们将香火的供奉 从一日一次 改成了一日两次 宁燕表情一僵 他之前便感受到 是香火之力出了问题 只是没来得及说 便昏迷过去 此刻听儿子这么一说 猛然想起来 郑宇说话 扑 一口老血再次喷了出来 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那如滚滚红雷般的声音 再一次响起 虚空之中 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强迫他 承受着这句话 所带来的的因果业力 傅建 傅建 宁燕强忍着一丝力气 不 香 没说完 便再次昏死过去 府门外 少主 现在该如何是好 肥年鱼急切到 宁铁柱沉思片刻 父亲昏迷前说的 不 香 这是什么意思 哦 是香火之力还不够 宁铁柱恍然大悟 不用慌 去请薛神医卫 我爹整脉 另外从即日起 香火供奉从一日两次 增加到一日三次 重要 少主英明 又在龟驼城待了一日 李平安一行人 便准备离开这里了 实在是龟驼城 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临行前 李平安不忘掌柜主妇 又给龟神上了三炷香 保佑一路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岸边一眼望去 连人影都望不见 更别说船了 等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看见了一条 小渔船的影子 划船的人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砸着大辫子 脚上踩着一双浅绿色的鞋子 看起来就像是荷花池里的一朵青莲 姑娘 去广陵吗 女子道 去的 不过进不了城 进外城是要收购路费的 往返一趟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可以 那船钱怎么算 不要船钱 女子出乎几人意料地说道 草上飞只觉得是捡了便宜 子房低声道 先生 这不是人 李平安微微点头 已经注意到了侠客笔的变化 无碍 上船再说 江风遇冷 越吹越刺骨 女子笑盈盈地对子房道 没完全化形便跑出来 若是遇见了斩妖除魔的修饰 可便不好了 子房抬起头 略微有些诧异 反驳道 你不也是一样 女子道 我可是化成人形的了 再说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每日就在江上宰人渡河 还不收钱 人家才不会欺负我嘞 子房道 我是书院的弟子 才不是什么也胡缠呢 李平安来了兴趣 这位姑娘 真身是一只狐狸 女子并不介意 直言道 在下真身是一只龟 眼看几人说的热闹 一旁的草上飞缩了缩身子 藏在角落里 有些委屈巴巴 又遇见一个妖精 李平安道 那龟驼城的龟神 跟你是亲戚吗 一提到龟神 女子的笑容顿时将在脸上 冷声道 是仇人 李平安饶有兴致地听着 女子娓娓道来 那个老不死的叫宁燕 占据了宁江一片区域 作威作福 横行多年 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 在这里 他便是土皇帝 掳掠百姓 无恶不作 我娘便是被他掳去的女子之一 子房插嘴道 那他得有多少子女啊 女子冷笑 恰恰相反 那畜生只有一个傻瓜儿子 估计是遭天浅了吧 普通女子哪能承受得住 怀上临胎 所以几乎都是痛苦而死 母子巨王 只有我娘侥幸活了下来 那畜生没想到我能活下来 把我娘和我当作了她的耻辱 之后她的孩子陆续夭折 这才重新重视起我来 为了不让人知道 我是人类女子所生 于是害死了我娘 子房狠狠淬了一口吐沫 义愤填膺 人渣 不对 龟渣 难道从始至终 就没人管吗 女子又是一声冷笑 管 管什么 那老龟跟当地的官员狼狈为奸 上下其手 他就是龟驼城的土皇帝 李平安轻声道 随其原队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女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若真是有神明俯瞰于世间 又怎会有这么多灾荒激活 妻离子散 我现在就盼着熬到这老畜生寿命 到了尽头 再把他杀了 替我娘报仇 李平安随口道了一句 嫩草怕双双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魔 他种下的因 早晚要尝到恶果 倒是姑娘心结太重 可是对你的修行不利 女子下意识地转头 望了一眼李平安 先生也是书院之人 没带李平安回答 一旁的子房抢先道 先生虽不是书院之人 可却跟我们院长是至交好友 院长甚至将自己的笔赠女先生了 跟我的老师中大家 他时常坐而论道 那首轰动文坛的情诗你没听吗 一带见宽忠不悔 为一宵得人憔悴 就是先生写给我师兄锦玉的 他二人的爱情不为世俗所容 李平安前面的谣言也就算了 跟锦玉的爱情不为世俗所容是什么情况 李平安气得眼睛险些都要复明了 女子虽有些不明所以 但是书院的分量自是清楚不过的 书院院长 钟大家 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儒 据说儒家修士到达了某种境界 便可言出法随 口含天线 对付一方萧小之徒 自是手道擒来 那么与二人相交的李平安 自不是寻常人 女子当即跪下身来 小女宁宁龙恳求先生 救救归陀成的百姓 小女今生今世 定当竭尽全力报答先生 李平安伸手扶住宁宁龙 宁姑娘快快请起 在下可受不起你这一拜 先生答应吗 宁宁龙只觉自己终于看见了曙光 李平安苦笑 在下也很想成恶扬善 还姑娘以及归陀成的百姓一个公道 只是在下实在是能力有限 自保尚且困难 更何求去杀一方的江神 先前那些话 不过是传言 在下只是一个普通人 估计都不是宁姑娘的对手 宁宁龙眼中的光芒 逐渐黯淡了下去 沉默片刻 可能是怕宁宁龙 日后都失去希望 一蹶不振 李平安突然又到了一句 宁姑娘不必担忧 据我观测 那老龟估计活不了多久了 宁宁龙低着头 没说话 心里清楚 这是对方在信口安慰之久 龟的寿命本就漫长 动辄便是百年 得到之后 更是活千年 数千年之久 而那老龟 现在正处壮年 一旁的子房 也颇为不解的 看了一眼李平安 只是心中所想 却跟宁宁龙不太一样 先生绝不是坐视不理 冷眼旁观之人 或许是另有图谋吧 某非是已经将这事 禀报给了朝廷 一路无话 到了广陵府外 众人便要分开了 子房离开书院太久 若是再不回去 恐怕会被发现 于是李平安和草上 朝着广陵府而去 子房则跟着宁宁龙 返回归陀城 一路上 宁宁龙兴致都不高 本以为遇见了希望 谁知道又是失望 子房看出了他的失落 安慰道 宁姑娘不必担心 等我回去之后 将此事禀报书院 定没那老龟好果子吃 宁宁龙挤出一个笑容 天高皇帝远 书院里的大能修士 谁会来这种地方 再说 那老龟跟当地官府沆泻一气 当地还有不少痴迷的信徒 就算书院想管 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放心吧 我都习惯了 宁宁龙道 子房想了一下 不如宁姑娘跟我回书院 届时跟书院提起 也好有个证明 宁宁龙看出对方 是真的想帮助自己 心生感激 略意犹豫 随即点了点头 好 带我回去收拾一下 二人当即来到宁宁龙的府邸 宁宁龙的府邸 是一座柱扎龟陀城外围的 一座破庙里 香火不多 龟魔比起龟神庙 更是云泥之别 只是宁宁龙是真心帮助百姓 不思那老龟 别人不给他上香 动辄便要起性命 子房打量了一眼 这破败的环境 长叹一口气 这个是到什么时候 变成这样了 这时 一只小妖匆匆跑进来 老大 老大 宁宁龙道 什么时候这么慌慌张张的 那小妖气喘吁吁道 那老乌龟 他他 他怎么了 来杀我了 宁宁龙冷声道 他 他死了 宁宁龙顿时睁大了双眼 什么 千真万确 咱们安插在他府邸几个探子 都传来了消息 现在宁江水下好些个水妖 也都在疯传此事 宁宁龙激动地抓住小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然说 那老乌龟前一秒 还好好地跟大家一起吃饭呢 结果忽然就吐了血 随后又连续吐了几次的血 没几日便一命呜呼了 惊起来的太突然 就像是龙卷风 宁宁龙一时之间有些恍神 子房 恭喜 你爹终于死了 半晌 宁宁龙缓过神来 是 念叨着 先生 子房疑惑不解 随后回想起零行时 先生说的一番话 这老乌龟活不了多久了 子房恍然大悟 怪不得 原来如此 是先生出手了 宁宁龙朝着广陵府的方向 郑重地跪下 为自己死去的娘亲 为这么多年归陀城死的百姓 向李平安拜了三拜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随着神归的生死到消 整个归陀城的局势骤然大变 宁铁柱完全就是个二傻子 又蠢又坏 修为平平 却也不乏一些支持者 与之相对应的 便是以肥年鱼为首的一些骨干力量 反对宁铁柱代替龟神的位置 不久双方 爆发了大战 之后更是摩擦不断 皆是损失惨重 倒是让宁宁龙捡了便宜 他先前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 不同于宁铁柱 宁宁龙天资聪慧 修行天赋高 再加上顶着神龟之女的名号 很快便笼络了一批手下 李平安尚且不知道自己的几炷箱 几个虚败 给龟驼城带来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此时的他正坐在一处巷子口 耐心地等待着 广陵府外城有一座巡洋桥 桥下有一条河 小桥上拴着一条袖极斑斑的铁链 一端没入水中 管着桥的是一个名叫刘兴堂的帮派 平日收取一些过桥费和保护费为生 每经过一次都要向他买录 看货多少送上平安钱 来来往往的船只 也不能例外 这每月下来也是一笔大生意 然而 此时的刘兴堂却遇见了不小的麻烦 最近一段时日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名为老龙帮的狗杂种 黑道有黑道的规矩 像是或不及其二 帮派斗争 不能惊动官府 不能在闹市上亮铁器等等 可这帮家伙完全就是一群疯狗 根本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 专门在背后对敌对帮派的家眷下黑手 已经连续吞并了两个帮派 现在目标直指刘兴堂 所以刘兴堂的堂主 准备雇人杀了这老龙帮的帮主 李平安此番前来 便是为了应聘这份工作 一 是为钱 刘兴堂价格开得不菲 二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广陵府内进出盘查慎言 李平安现在是通缉之人 要想进城 没那么容易 草上飞离聚之前 给自己介绍了这个活 如果帮刘兴堂办成了事 刘兴堂答应 会送他进城 缠声随风而起 在风中飘荡着 一轮弯月挂在柳树之头 朦朦朦朦朦 仿佛是蒙上了一层乳白色的雾气 李平安一身青衫 端着一杯茶 吃着白给的免费小点心 而他今天的岗位竞争对手 一个身高九尺的汉子 正靠在一旁闭目养神 一滴墨 浸入了清水中 慢慢蕴染开 勾勒出每个人心底的江湖 是飞马快剑 是快意恩仇 是美人长袖 而李平安便觉江湖 是自己手中的免费小点心 为了钱就搭上命 值吗 那闭目养神的汉子忽然说 似乎是想下跑李平安 李平安道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能进内城 汉子微微挑眉 那咱俩目标倒是一样 你也要进城 嗯 我婆娘生了 我要回去看她 不消片刻 李屋走出人来 一个穿着大褂的中年 正是流行堂的堂主马玉 手里捏着两颗铁担子 你们俩都是我从茫茫人海中选出来的 李平安心道 不是一共就四个吗 马玉 但是可惜杀手只能有一个 我去 汉子上前一步 我保证完成任务 李平安正要说什么 就听汉子道 价钱我只要一半 李平安略意犹豫 汉子大手一挥 钱我不要了 只要你把我送进内城 李平安抿了名嘴唇 我 汉子立即道 我在倒搭你二两银子 李平安 马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李平安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平安摇了摇头 我还说个屁啊 再说一句 待会那汉子都得把腰子搭上 临走时 汉子冲李平安一拱手 兄弟对不住了 只是我答应了婆娘 要回去看他 李平安并不在意 这是一两银子 就当请兄弟喝个酒 汉子从钱带礼 摸出最后一钉银子 李平安笑笑 那便恭敬不如从命了 你叫什么 这钱赶名还你 再姓铁 李平安将银子揣进口袋里 准备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 汉子一笑 男娃叫铁二狗 女娃叫铁妞 我没啥子文化 兄弟可认知 能否给孩子 取个好听些的名字 李平安略意思索 男娃叫铁两浅 女娃叫铁梦深 如何 汉子念了两遍 随后一拱手 多谢兄弟 缠声逐渐远去 李平安在桥洞底下醒了过来 晚风吹拂在他的脸上 带着几分暖意 牵着老牛 昨夜用汉子给的一两银子 喝了许多烈酒 不愿驱散酒意 此刻脚下像是踩在棉花上 有些飘飘然 来到一处菜市场 空气里充满了各种味道 摊主们一边吆喝着 一边催促着食物的香味 各种口音的叫卖声 混杂着鸡鸭身上 发出的骚臭气 李平安在一处小摊坐了下来 小摊上只有一个时刻 面前摆着一壶酒 一碟小菜 还有一碗阳春面 子方临走时 给李平安留一些钱 倒是足够应付几日的伙食了 两碗阳春面 不要葱花 不要香菜 多放面就行 李平安道 面摊的摊主倒也不介意 遇见这种人 已经不足为奇了 当即上了两碗 满满的大面条 无酒无菜 这面也少了许多滋味 正吃着呢 胡亭身后传来声音 哎呦 瞎眼 您怎么在这儿快 跟我回去吧 来者是刘兴堂的一个白纸扇 白纸扇江湖上的一个称呼 有这个称呼的人 就相当于是一个帮派老大身旁的智囊军师 怎么了 李平安疑惑 白纸扇道 刺杀失败了 那汉子死了 李平安想起 昨日说着要回去看婆娘的汉子 自己还用他的一两银子 喝了顿美酒 不免有些惋惜 随后 老板道 老板 再来两份猪脚面 不要面 全要猪脚 老龙帮 这是广陵府城南 最近新崛起的一个帮派 为首的帮主曹广山 是从北派来的全师 在北边饭料室 便带着几个弟子 跑到了广陵一带 为人心狠手辣 在江湖上得罪过不少人 奈何手上功夫了得 来了这里以后 曹广山有一个习惯 每日吃了晚饭 都要沿着荷花堂的长亭走上几圈 称之为走山 据传是曹家祖先 曾得一本影视留下的全谱 走山泉 这才保了曹家几世富贵 如今年过五旬 曹广山 却与四十多岁 没甚差别 穿着一件朴素的灰色镜衫 叼着一个烟斗 大不留心地走着 仔细看便会发现 他不是在乱走 步伐带着一种韵律 每一步落下脚步 都会变成几分 地上随之便会出现 一道清晰的脚印 这段时日 何花堂这条路 被他踩满了脚印 一度惹人惊奇 迎面来了一个人影 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当中 仿佛是不愿让人看见他的面容 曹广山似乎完全不在意那人 自顾自地迈着脚步 但是他的眼睛 却一直在盯着对方的手 观察着对方的每一个动作 非常仔细 那是一双练武的手 一看便知 对方现在还没有出手 只不过在等待机会而已 谁的人 刘兴棠 曹广山立即锁定了凶手背后的人物 想必昨日的刺杀 也是他们做的 此事之后 定要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 砰砰砰 沉重的脚步声 一次又一次的响起 二人的速度不减 身躯愈拥愈近 三丈 二丈 一丈 八尺 曹广山平住一口气 十步之内 自己的拳头不惧怕任何武器 最后一步 击中 脚下的地面向下凹陷半寸 曹广山那双比寻常人 大上两倍的手 忽然动了 在空中发出一声闷响 就像是一根巨木倒下 又像是马车急转弯的声音 李平安向右前方侧滑了一步 前掌向外一拍 带着一股镜 两个动作 就像是一个连环的动作 收放自如 极为自然 随后 绕过曹广山 从头到尾 双方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只是这一动一镜之间的变化 就足以看出 两人之间的差距 曹广山身躯在秋风中摇曳 像是一片落叶 随后僵硬地跌在地上 李平安微微皱眉 又是一个武夫 只是不知道是何品阶 像这种大地方 还真是高手如云 以后要小心才是 这一路走来 算上这次 总共成了三次船 李平安倒也习惯了 刘兴堂兑现了诺言 用一艘小渔船 将李平安送入了内城 李平安坐在船尾 手里拿着一根鸡腿 如水的凉风 轻轻地荡去了白天的喧嚣和浮躁 让人的心变得无比的宁静 白纸扇摇着扇子 轻轻摇晃 微风拂面 正给李平安滔滔不绝地 介绍着广陵府内的各色游玩之地 谁家的酒好喝 谁家的饭堂伙食味道香 亦或者讲着 这广陵府的江湖之事 李平安端着酒一脸的惬意 似乎对江湖上的纷争 并不感兴趣 一门心思应付着桌上的韭菜 到了码头 李平安一脚跨过去 将怀里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 抛还给白纸扇 白纸扇忙伸手接住 这是不久前 刘兴堂从账房拿出的二百两银子 算作此次刺杀的报酬 钱袋中的银子碰撞在一起 发出清脆的声音 十分悦耳 白纸扇不明白 瞎眼 这是何意 还没有见过杀手杀完人之后 把报酬还回来的事情 昨天死去的那个汉子 找到他家人 把这些钱给他老婆吧 白纸扇一愣 随即竖起一个大拇指 由衷地说道 爷 仗义 要是让我知道你贪了这钱 没等李平安说完 白纸扇忙在身后道 爷 您这话就太看不起我了 混江湖的一字当头 您出去打听打听 我们流行堂办事最受规矩 李平安转身迈入夜色当中 倒不是他仗义 而是前日那汉子给他的一两银子 全让他用来喝了酒 那酒不错 交水脸香 这二百两算是付过酒钱了 秋风 月影 寒水空流 夜市千灯照避云 高楼红袖可纷纷 出陵广陵 不跳远处 只看街星 浮光掠影 繁华转瞬即达 亭台楼阁交香灰映 占尽深秋风情 处处到进广陵美 游人入醉谋 出则繁华 入则静谜 可赏白云必杖入化 亦可置身繁华 寻觅新归处 瓜儿赏其妙 维而月其香 李平安手持竹竿 牵着老牛行在光影之下 虽不能赏其美 却能感受这其中几分滋味 老牛摸摸地叫着 给李平安讲述着 这广陵府一景一貌 一人一牛走得很慢 满街的月光 把青石路面照耀的雪亮 行人如知 有的站着 有的骑着马 在地面上 留下一道淡淡的影子 老牛给李平安 介绍着街上富人的穿着 比京城的还要开放许多 打扮得花枝招展 在大街上扭来扭去 他们挤在一起 搞得整条街 就像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流 李平安忍不住道 老牛 别光介绍女人的模样 老牛拱了拱李平安 仿佛是在说 你小子该找个对象了 走着走着 四周的人便少了许多 也不知道多久以后 李平安坐在一处茶滩下 轻轻吐出一口气 在这里有人风光过 有人落寞过 有人来了 就有人走了 李平安想着自己离开的时候 不奢望能获得什么 至少不要失去什么 李平安来了兴致 取出二胡 拉起了熟悉的曲调 胡声就像是清泉 山石 鱼打芭蕉 时而悠长 时而轻柔 直入人心 常言道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广陵府多的是情声消悦 倒是这二胡拉得这么好的人 倒真是少见 不多时便为了好些人 不断有人扔出钱 内城的人大多都是家境富裕 谁也不在乎那几个钱 少爷 我们去看花灯吧 丫鬟蓝月道 燕十三笑着点头 却忽得注意到一处围着好些人 不由的好奇凑了过去 与他想象中的江湖一人不同 一身青山 记着斗笠 面色平静如水 颇有几分大家气质 胡声缓缓入耳 燕十三本是好奇一听 谁知那单纯的音色 却一下子吸引住了他 悠扬且缓慢的旋律 在冥冥中曲折流淌 欲揍欲急 伸出深夜里涌动的潮水 阵阵揪心 又如孤寂得心灵中流淌出来的声音 包含了悲凉心酸的音乐 让人的心无法不随之颤抖 燕十三深吸一口气 胡声在便 带着一丝淡淡的失落 遗憾与惋惜 却又带着一丝倔强 诉说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苦涩 丫鬟蓝月 只觉得悲伤 燕十三却能感同身受 母亲去世后身为私生子 受尽冷落与白眼 遭人嫌恶 小小年纪却已尝尽人情冷暖 这首曲子仿佛是一种感情 一种意见 已经超越了任何一首曲子 纯粹是一种内在的情绪 一曲终了 周围沉寂片刻 随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哗啦啦啦 头前声音不断 燕十三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半赏回过神来 少爷 你怎么哭了 没事 燕十三苦笑 蓝月 我们还有钱吗 蓝月拿出半钱银子 还有一些是留着给少爷买鞋子的 燕十三便将半钱银子拿了 却不是扔 而是郑重地放在地上 少爷 蓝月很是不舍 无碍 就鞋子也能穿一穿 燕十三笑了笑 随即又深深望了一眼二胡之人 先生 我府中缺一个月师 先生可有兴趣 有人喊道 李平安笑笑 多谢美意 只是在下还有要事在身 恕不能从命 每月无两银子 管吃管住 要知道 普通客栈的伙计 一个月也就二千银子 这无两银子已是高价 不过李平安还是拒绝了 那人也只能性性作罢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有人起哄 李平安便又徐徐拉了起来 第二遍听 虽是一样的曲子 但感觉却大不相同 燕十三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不知听了多少遍 走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 直到夜深了 瞎子放下二胡 金月便到这里吧 像是在对自己说 又像是在对周围的听众说 燕十三拉了拉蹲在一旁 打着短的蓝月 走了 嗯 少爷 燕十三温柔地笑笑 月光照射在少女的脸庞 令她的眼眸熠熠生辉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50-160 二拳音乐LV3 1600-1000 自至 夏品领鼓 听风刀法 91%无增加 拔刀数星号邪疗出窍 65%-68% 龟西弓 93%无增加 燕子川云纵42%-43% 技能 气息锁定 63%-64% 修炼心经 涅槃经 获得宝物 修行者的飞剑 细语一眉 控制程度70% 扶桑数化为的杖刀 瑕刻笔 笔内残留儒家圣人 锁定部分规矩 体内未消化气息 酒气 残留佛家真气 已完全消化 命格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提声都不太大 只是拔刀数星号邪疗出窍 从65% 直接升到了68% 足足升了三个百分点 倒是令李平安有些诧异 脑中有轻微的电感 手握在刀柄 能明显地感觉到 和之前的差别 刀身在空中猛地划过 在黑暗中 撕扯出一片荧光 转瞬即逝 微风拂过周遭 刀光如一汪碧波洒开 不错不错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气息锁定和燕子 穿运纵的提声不太明显 却也能细微地感受到 与之前的差别 接而是个好日子 李平安蹲下身子 将地面上的钱 一一捡了起来 老牛 看来这几日的花销 都不用愁了 早知道在京城 也该多了一些小曲 老牛 猫 李平安打了个哈气 重新站起来 接而睡一觉 明儿去南国公府 还付丧树的种子 老牛 你说那龟驼城的老龟 是不是真显灵了 我前脚刚拜过他 后脚就得了好运 白天的广陵府 则又是一番风景了 李平安趁着吃早饭的功夫 向人打听到了 南国公府的位置 走在宽阔的大街上 呼听一阵破风声 李平安抬起手 食指和中指轻轻一夹 一个圆形不足 马眼大小的物件 他家公子哥在花月阁的二楼 睡过了花魁 闲得无聊 便带着穿着暴露的花魁 在二楼用弹弓打戏耍行人 然而这些人非但不生气 反倒凑过来 让他们打 关键在于 他们打出去的妃子 十分特别 不是普通的石子 或者什么铁柱 而是实打实的金珠子 要是捡到了这一颗金珠子 这颗金珠子 可是抵得上普通人家 小半个月的吃喝 被打了 无非是脑袋上起一个小包 或者痛一会儿 但这可是实打实的真惊 李平安摸了摸这颗金珠子 不由得有些好笑 当真是走了好运 走在大街上 都有钱捡 哎呦 燕绍 那人身手不错 一个锦衣公子笑道 被称作燕绍的那人 身穿水墨衣 生得风流韵质 浩浩中不识文雅秀气 燕金阳 南国功夫的子嗣 自视阔得很 燕金阳当即又拉起弹弓 So 金珠子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落在了李平安面前 李平安脚步不停 丝毫不受影响 将第二颗金珠子 也放入了怀中 花月阁的二楼 传来花魁们的笑声 燕金阳脸上 又有些挂不住 这次上了两颗金珠子 手上多沉了几分力气 两颗金珠子在空中 嗖的一声 化成了两道金光 常人看不出 只觉得这次的担子更快了 稍微有些捂到底子的人 便能看出来 这燕金阳 倒是有几分手法 李平安单手钻拳 一颗金珠子 浮现在大拇指上 轻轻一弹 手上的金珠子 和空中的一颗金珠子相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紧接着伸手 抓住了另一颗 飞过来的金珠子 空中那两颗 互相撞在一起 而后齐齐掉落的金珠子 正好又掉在了 他的另只手里 这一幕 看到楼上的公子哥 和花魁姑娘们 忍不住叫好 燕金阳也颇为意外地 望着对方 哎 好像是个瞎子 这时有人说道 我草 还真是 神了呀 有点功夫在身上 有个公子哥 我饶有兴趣地喊道 喂 那个瞎子 上来喝一杯 礼平安全当作没听见 很快便消失在街头 一人道 妾无趣 接而是广陵府的大日子 老祖宗受淡 仆人们忙里忙外 不断地穿梭其中 有的摆桌子 有的台礼品 迎来送往 前呼后拥 场面越摆越大 燕家先祖 曾为大隋开国皇帝 征战沙场 立下汉马功劳 战死三子 二女 大隋开国后 太祖皇帝赶念其有功 赐国公爵位 其子孙可是习南国公爵位 广陵烟士 因此得了数百年的繁荣昌盛 然而到了如今 这广陵烟士 倒真是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家中子弟 大多都是保时中日 无所用心的贵族派头 沉溺在醉生梦死的生活里 毕竟什么也不用干 便吃喝不愁 顶着国公的爵位 家族里又做着生意 当真是应了那句话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李平安来到府前时 府门前早已聚集了不少人 有的在低声交谈 有的互相挥手之意 李平安有些狐疑 怎么这般热闹 他尚且还不知情 今儿是南国公府 老祖宗的寿蛋 广陵府上上下下 有头有脸的人物 几乎前来官吏 甚至还有一些京城 或者其他地方的贵人 虽不能来 却也让家族送来了贵礼 或者派家中小辈 带为祝贺 李平安好奇地问了一下 这才知道 今儿是南国公府 老祖宗的寿蛋 想来人家过寿蛋 自己不能空手来 想起怀里的扶桑树种子 勉强算是祝贺的礼品吧 这时 一个仆人走上前来 见李平安穿着朴素 手里拎着一根破拐棍 后面还牵着一头牛 倒像是去赶大吉的 绝不是什么达官贵人 只是这江湖上 卧虎藏龙的人物 海了去了 真正的大人物 偏偏便不愿意穿得高调 身为南国公府的仆人 自然懂得几分眼色 上前作衣 笑道 小的眼镯 不知这位也如何称呼 李平安道 在下姓李 李爷 劳烦李爷让小的看一眼请柬 李爷便可入府了 李平安道 在下没有请柬 是燕巡姑娘 托我来给燕家带一个信 燕巡 仆人将这个名字 在脑海里过了一下 南国公子四岁多 可并没有哪位叫这个名字 这位爷 您是不是记错名字了 府里头 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主子 仆人露出微微疑惑的表情 燕巡自又离家 随后又失踪十余年 仆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现在家中 已很少有仆人 能知晓燕巡这个名字了 在下却没有记错 李平安道 还是劳烦帮在下禀告一声 这个时候家主繁忙 仆人自不会因为这些小事 去打扰家主 便跟仆人中 一个小管事的人说了一声 小管事的瞥了一眼李平安 满不在乎 估计又是来蹭饭的 带他去外面凉棚 仆人道 我看这气势不像啊 废话 能让你看出来 这已经是今天第八波人了 赶紧弄走 南国公府的大日子 自然吸引了不少 想来蹭吃蹭喝的 五花八门的理由都有 李平安的理由 在其中算是最朴素的一个了 还有更扯淡的 直接说是哪个哪个老爷的私生子 南国公财大气粗 干脆就在外面搭了个凉棚 将这些想来蹭吃蹭喝的人 全安置在凉棚 好酒好菜 只要不捣乱就行 当然 也没有哪一个赶不要命 来南国公府捣乱 仆人再次走过来 虽然内心多了几分厌气 然而脸上笑容不减 并不会像一些没头脑之人 出言嘲讽 而是带着李平安来到凉棚 十分委婉地说道 李爷 这边的菜随便吃 不够了 有人会加 有事直接找我们就行 李平安无奈 也只能暂时坐下 桌子上的菜 当真不错 李平安鼻子动了动 依次闻了出来 四洗完 肘子肉 拌羊肉 烧鸡 盐水大虾 糖醋里介 这一桌足足有二十多道菜 外加四道汤 像这样的一桌 从街头摆到街尾 还只是 给这些外头来蹭吃蹭喝 没什么身份的人吃的 要是里面的人 指不定吃什么山珍海味 兄弟 哪里人 这时 旁边的一个汉子到 李平安 外地人 汉子瞥了一眼 李平安身后的老牛 兄弟 占便宜的高手啊 出来蹭吃蹭喝 还把自己家牛给带上了 李平安一笑 老哥 过奖了 叫我留乔就行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娘子 左边的妇人跟李平安 微微点头示意 那个是我爹 老汉手里拿着个鸡腿 那个是我娘 老太太正端着盘子 喝着花生米 那边那个是我大姑 三舅 三姨父 我妹妹 我妹夫 我侄子 还有我三姨奶 老姨老 李平安 李平安举起酒杯 兄弟 敬你一个 刘乔看了一眼 李平安身后背的二胡 兄弟 回拉二胡 李平安点头 会一点 我这儿有个活 你接不接 过两天人家办白事 给人家拉取 有钱花还有吃的 李平安 多谢大哥 我考虑考虑 这还考虑啥 我不会坑你的 那家给的钱蛮多 不远处 梁匹马正缓缓驶来 一匹马黑里透红 油光发亮 双腿又长又肥 双眼炯炯有神 一看便是一匹梁区 马上坐着一位风流少年 自是在花月阁上 用金珠子打人的燕金羊 另一匹马 一身雪白 没有一点杂毛 闪闪发亮 就像劈了一身银丝 俊马上坐着一位少女 柳梅信念 美艳中 拓着一股逼人的阴气 一身流苏红卷 头上挽着一个邪迹 乃是清禾苏家之女 苏星兰 二人来到府前 当即便有小丝迎了出来 燕金羊扫了一眼 梁亭上吃相不佳的众人 颇为嫌弃 这是怎么一回事 哪来这么多人 仆人道 是大奶奶吩咐的 说是接儿大喜 让这些人念得老祖宗的好 燕金羊心中不屑 当着苏星兰的面 又不好表现出来 呼的 他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在梁亭中蹭吃蹭喝 正是在花月阁楼下 连接了自己几个金珠子的瞎子 李平安也感受到了燕金羊的气息 对方出手不菲 虽隔得老远 人声嘈杂 可李平安的一双耳朵 却一字不落地捕捉到了 他与仆人的对话 得知对方是这难过功夫的公子 于是便走过去 略意拱手 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燕金羊一皱眉 他是在花月阁遇见的李平安 若是此时 对方当着苏星兰的面说出来 那他在苏星兰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可就全毁了 又见面 你谁啊 燕金羊装作不认识对方 反正对方也是一个瞎子 到时自己不承认 别人也只会当他是来故意讨关系 李平安不是不识抬举的人 对方这么一说 便不在这多做计较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在下想麻烦燕公子 话还没说完 燕金羊便抬手制止了李平安 给仆人使了一个眼色 仆人赶忙上前 拦在了李平安面前 燕金羊转头对苏星兰道 星兰 我们进去吧 苏星兰瞥了眼李平安 这人似乎是找你有事 燕金羊笑了笑 都是骗吃骗喝的 见多了 没事我们进去吧 苏星兰是客人 字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便跟着燕金羊一起进去了 仆人这回是真有些生气了 你老老实实吃饭就得了 表情些不善 狠狠蹬着李平安 却忽得发觉他看不见 便加重了几分语气 那是我们家的三少爷 你疯了 我告诉你再这样 你连饭都别吃了 李平安被赶回了凉亭 一旁的刘桥道 兄弟 胆子挺肥啊 凑到贵人面前讨赏 这种事 我劝你以后还是少做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随口道 为什么 刘桥四处看了一眼 压低了生命 这种贵人杀你 跟您死一只蚂蚁一样 他们兜里怎么可能有小钱 都是一些价值连城的东西 不舍得赏给你 反之 你要是惹他不高兴了 轻则被捶一顿 重则小命难保 尤其是那个燕金羊 他可是咱广林 刘桥顿了一下 没再继续说下去 来 不说了喝酒 他没继续说 李平安也没追问 燕金羊就算是天王老子 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少爷 今儿穿着身型吗 兰月今儿穿了一身 翘绿色的衣裳 保养的倒是崭新 只是早已过时了 还有些不合身 燕十三看着自己 这个唯一的丫鬟 不免面露苦涩 这身衣服 还是十一年前给他买的 府里别的丫鬟穿金带银 兰月却因为跟了他的缘故 一直未能想上什么服 赶明儿该去给你买件布料 做一身新衣裳了 兰月不在意道 这身衣裳就挺好 干嘛还买新的 二人走出偏院 来到主宅 此时早已是高棚满座 文人雅士 青银樱花 或品名论道 或推杯换盏 谈笑风生 净显大家风范 燕十三寻了一下位置 这时 一个丫鬟走过来 一个丫鬟走过来 燕十三认得她 是二夫人身边的丫鬟 二夫人便是燕金阳的生母 大夫人虽是正妻 可二夫人受老爷宠爱 这府中二人说话 常常免礼藏针 互相较劲 到了近几年 大夫人身体抱恙 这府中便是二夫人主持家里室了 十三少爷 二夫人说了 今儿客人多 让您去外面帮忙招呼招呼 这是什么意思 燕十三拦住了 正欲发作的燕十三 我们走吧 燕十三和燕十三走出府门 燕十三气得胸脯起伏 小脸竟是愤怒之色 燕十三却早已习惯了 扫了一眼凉亭 今儿吃饭 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我看这儿的伙食不错 咱俩在这吃一口吧 燕十三正寻着哪儿有空位 忽得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快步走过去 正是昨夜在路边拉二胡的那人 燕十三没想到 在这儿还能遇见对方 不由一喜 怎么是你 李平安听了声音 微微一愣 燕十三解释道 先生定是不记得我了 昨日有幸听先生一曲 感同身受 李平安恍然大悟 笑道 咱们倒真是有缘分 燕十三的蓝月便坐了下来 刘乔走江湖 自来熟 便对李平安道 你朋友 介绍一下 李平安给燕十三介绍了一下刘乔 介绍燕十三的时候 才想起来自己并不知道对方名字 燕十三也不隐瞒 在下燕十三 燕十三 刘乔略一寻思 脱口出 你便是燕家那个坠絮 说完 当即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剁了 这两杯酒下肚 说话便不够脑子了 当即狠狠给了自己两个嘴巴 瞧瞧小人这张嘴 该死真该死 燕十三摆摆手 颇为大度 无碍 这广陵府谁不知道 他是即将入探门的坠絮 燕十三早就习惯了他人异样的目光 李平安却颇为惊喜 并没有在意坠絮二字 对方姓燕 是燕家的公子 于是开口道 燕公子 在下是受了燕家之女燕巡所托 将扶桑树的种子还于燕家 不知可否劳烦公子替在下禀报一声 燕巡 燕十三微微一惊 这个名字既陌生又熟悉 陌生的原因是燕十三从未见过燕巡 只是幼年时常听母亲提起过燕巡 这燕巡乃是燕家长女 自幼在老祖宗西下长大 对老祖宗宠爱 天资聪颖 饱读诗书 九岁便便的数位书院如生 哑口无言 十岁便入了儒家一品镜 明德正身 不出半年开辟灵台 两年后 入三品镜 在灵台中生成君子相 并且获得了南国公府扶桑术的认可 想当年燕家祖先便是手持扶桑术所化的长刀 所向披靡立下汉马功劳 只是之那以后 燕家族人再无人获得扶桑术的认可 直到燕巡的问世 燕家人无不引以为傲 只是十余年前 燕巡忽然失去了所有的下落 再无消息 老祖宗时常以泪掩面 在得到青天间术师的补挂 燕巡大概率已经死亡的消息后 老祖宗险些一命呜呼 现如今十余年过去了 燕家大多仆人或年轻一代 早就忘记了燕巡的名字 可是上了年岁的燕家子弟 自是不会忘记这个曾经燕家的骄傲 半上 燕十三才缓过神来 正正地望着对方 似乎是在确认 对方是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一双仓墓中无波无痕 令人不由的心生敬畏 燕十三犹豫了一下 先生 此话当真 自是千真万确 好 那我这边去通禀一声 李平安略意拱手 有劳燕公子了 刘桥狐疑地望着燕十三 匆匆奔去的身影 又看了看李平安 有些不明所以 兄弟 你这是 没什么大事 待人还一个东西吧 李平安加了一个肉丸子 刘桥沉默片刻 那过两天那个白活 你还干不 未了 又加了一句 待遇着实不错 燕十三走入燕客厅 瞥见了带着自己名字的座位 果不其然 在一个极为不起眼的角落里 倒也真是难为他们了 明明看自己碍眼 却不得不给自己安排的座位 这时候 老祖宗还没有来 稍等了一会儿 燕金阳和苏星兰走了进来 燕金阳见了燕十三 冷哼一声 并未给什么好脸色 二人的恩恩怨怨 一时半会儿倒也是说不清 燕十三只当作看不见 倒是苏星兰拱手 并未因为是燕家私生子 坠绪等身份 瞧不起对方 十三公子 许久不见 燕十三回礼 嘴角带着几分苦笑 苏姑娘 不由得便想起幼年时 自己母亲在世时 苏母常带着苏星兰串门 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 在后院撒鸭子狂奔 燕金阳美好气地说道 十三 我记得 你不是去外面招呼客人吗 客人招呼完了 燕十三面吴波兰 堂兄 十三有要事 要禀报老祖宗 燕金阳微微挑眉 要事 是你的婚事吧 十三你着急也没用 那林家推迟毁约 摆明了是想毁婚 你去求老祖宗也没用 大庭广众之下 这话便等同于当中 打了燕十三的脸 苏星兰微微醋眉 对燕金阳的做法 颇有些不满 虽是坠绪 却也不能如此侮辱 再看燕十三 出乎意料并没有动怒 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面色平静 堂兄误会了 十三并不是为了此事 而是另一桩事 什么事 燕金阳追问 事关重大 燕十三淡淡道 燕金阳脸色也有了几分怒涩 事关重大 这么说我不能听了 燕十三沉默 燕金阳便是最看不惯他这副模样 明明是个私生子 母亲无名无分 如今 又是燕家的耻辱 却总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上前一步 狠狠道 燕十三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一旁苏星兰看得分明 心道 这燕金阳当真是孩子脾性 恐怕成不了什么大气 道是燕十三虽身份为人所不齿 可这份心思 便不知道比燕金阳高出多少倍来 这时 呼听门外有丫鬟的声音传来 老太君道 私下称呼老祖宗 到了外人面前 称呼必要改上一改了 一位病发如瘾 衣着华贵的老妇人走了进来 便是这南国功夫的燕老太君 众人无不起身道喜 燕老太君被两个儿子搀扶着 满目春风 劳烦诸位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婆子 众人哈哈一笑 纷纷逗着老太君开心 老太君笑得合不拢嘴 还未等落座 就听燕金阳道 祖母 燕十三有要事 非要与祖母禀报 燕十三微微皱眉 他方才还在犹豫 这个场合出生恐怕不太好 老太君本就嫌弃他 可没成想 这燕金阳先生夺人 老太君本是春风拂面 一听燕十三的名字 笑容僵住了半秒 瞥了身旁的二儿子燕起一眼 燕起表情略微有些尴尬 这燕十三 就像是他喉咙里的一根鱼刺 吞不进去 吐不出来 难受得很 这大好的日子 他偏偏来添堵 有事待会说 燕起道 燕金阳煽风点火 十三说了是要事 必须非说不可 燕十三面不改色 这话无疑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了 若是待会儿 自己说不出什么重要的事情 亦或者 那拉二胡的瞎子是个骗子 恐怕 他又要挨罚了 老太君摆了摆手 十三 你有何事 燕十三站出来 清吸一口气 丙祖母 外面有一人求见 什么人 是一个 拉二胡的 先生 瞎子 燕金阳皱眉 一下子就联想到了 方才那个来找他说 有事要办的瞎子 那瞎子便正好背着一个 二胡 不会 燕十三继续道 他说 他是受燕巡姑姑所 托送扶桑树的种子 归还燕家 此言一出 满堂皆经 扶桑树 燕巡 扶桑树 一直便是燕家的圣物 只是十余年前 随着燕巡失踪 这两个名字 哪一个对于燕家长辈来说 都足够震撼 尤其是燕家老太君 燕家老太君 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声音嘶哑 你 你再说一遍 燕十三心中祈祷 这大二胡的瞎子不是耍自己玩 否则今天这场面很难收场 不过事到临头 也没有什么退路了 便又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老太君大口喘着粗气 两个儿子忙扶住了老母亲 老太君倒还真是见过风浪的人物 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换来管家 快让那位先生进来 兄弟 那白氏你给我个准信 到底有没有兴趣 刘桥还没有放弃 李平安这时也吃饱喝足了 抹了抹嘴 这时候燕十三都没有出来 看样子 今天是去不了难过功夫了 明日再来吧 兄弟 等等 刘桥这时递给李平安两个大纸包 里面装着一些没吃完的剩菜 另一个纸包则是剩下半只鸡 那个白氏 你再考虑考虑 李平安笑笑 正要道歉 这时 就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中年人 急匆匆地跑出来 目光扫了一下 随后落在丫鬟蓝月身上 又看了看李平安 以及他身后背着的二胡 向蓝月确定了一下 是他吗 蓝月点头 管家便道 这位先生 我们老太君有请 李平安一愣 哦 您这边请 看着李平安被管家拉走 刘桥愣了一下 随即叫道 哎 过两天那个白氏 你到底去不去啊 燕客厅 此时整个燕客厅的重心 因为被燕十三的一句话 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堂内众人无不再窃窃私语 燕家诸位子弟也在谈论着什么 此时老太君的心情十分复杂 十余年来 再一次得知女儿的消息 激动 却也害怕 在他的内心深处 多希望自己的女儿 只是躲在了某一个地方 然后 忽然有一天 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 千呼万唤使出来 在众人的期待下 管家终于跑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一道不虚不及的身影 人群中的燕金羊 瞪大了眼睛 还真是他 老太君万寿 李平安略意拱手 到了人家 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老太君点点头 不知先生明慧 师从何处 无名无师 不过是个跑江湖的罢了 堂内的众人 无不在打量着李平安 其中也不乏练弃高手 却半点也看不出对方的深浅 只是对方的造型 实在是一言难尽 一身洗的有些发白的青衫 补丁有些多 倒还算是干净 一手攥着竹竿 一手拿着包着剩菜的油脂 一双草鞋 老太君只顾点头 他倒不是真关心对方的名字 这只是客套话 总不能上来 便直问人家 有了前几句的铺垫 老太君总算是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 小女燕巡 现在如何 李平安沉默片刻 老太君请节哀 虽说早有预料 可真当正事以后 老太君眼前一花 险些昏了过去 娘 无碍 半晌 老太君缓过神来 言启迫不及待的道 先生 方才十三所说 我妹妹将扶桑树的种子交给你了 此话当真 李平安从怀里 拿出背部裹着的扶桑树种子 物归原主 众人无不瞪大了双眼去看 扶桑树早已随着燕巡消失十余年 此刻却再回难过功夫 当真是一件轰动的大新闻了 扶桑树种子被人送到老太君和两位家主眼前 仔细地检查了一番 当真是扶桑树的种子无疑了 做不得假 燕家众人无不是激动万分 这扶桑树乃是燕家的圣物 丢失十余年再度被找回 当真是一件幸事 老太君当即起身 老泪纵横 老身本以为死后无言面对列祖列宗 没曾想有朝一日还能再找回扶桑树 先生 请受老圣一拜 老太君轻败 在座的燕家子弟哪里还敢站着 连忙站了起来 必要跟着老太君一起败下去 李平安抢先一步 扶住老太君 老太君 折煞晚辈了 老太君忙对一旁的管家道 快 给先生安排一个上位 先生 您是我燕家的恩人请上座 燕十三心底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自己赌对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燕金阳阴狠狠地看了一眼燕十三 老太君没有忘记 今天这些人 全部是来给自己祝寿的 举起酒杯 有劳诸位千里迢迢 来为我这个老太婆子喝寿了 老太婆敬大家一杯 众人纷纷起身 供饮了一杯 随后 早就准备好的戏班子走了进来 老太君最爱看戏 这个戏班子在江南 可是赫赫有名 独具特色的江南枪 让人怎么听都不腻 南国公府花了五万两银子 买下了这个戏班子 宴会很快便热闹起来 然而今日的老太君 却无心听戏 一门心思拉着李平安问东问西 十三 你这是做得不错 燕起难得夸赞了 自己这个私生子一句 燕十三并未动容 只是微微汉手 表尊敬之意 燕起扫了一眼燕十三的穿着 微微醋眉 府里没给你阅历吗 穿得这般破烂 像什么样子 让人去账房取一些银子 做几套衣服 燕十三 谢父亲 李平安面前的桌子上 唯有一盘酱牛肉 是他认识的 牛肉薄如纸 嚼起来又人又鲜 别有一番风味 还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唇香 这牛肉老牛应该喜欢 堂下时不时便有人将目光投向李平安 对这个为燕家带回扶桑树种子的人 十分好奇 李平安坐在主位的一旁 不像是客人 倒像是主人 宴会持续了小半天 老太君年纪大了 不能长时间出席 只能由自己的子孙们代替自己接待客人 老太君喝了一杯茶 眼下屋内除了李平安便全是自家人了 李先生 这么大的恩情 我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才好啊 李平安道 李某只是为了完成有人所托 老太君要谢 便谢那位把我引进门的十三公子吧 如果不是他 在厦门还进不来呢 坐在角落里的燕十三 没想到李平安会提到自己 忽得抬起头来 堂内燕家子弟的目光纷纷望向他 老太君点点头 虽对燕十三百般厌恶 却还是道 十三也是有功的 既然李先生都说 那便赏赐他一些 燕金阳心中烦躁 有些后悔 方才在府门时 自己怎么不多听这瞎子多说一句 他倒是不在乎那些赏赐 只是让燕十三平白无故 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老太君也因为扶桑术回归的喜事 而看燕十三也顺眼了许多 这令燕金阳感到糟透了 既然如初 李先生便一定要在府中多留一些时日 也好让我们静静地主之意 老太君和燕家的几位长辈 一再坚持 老太君想念女儿 自是要多留一留 这位最后见过女儿一面之人 李平安推辞不过 便只好答应了 在府中多留一些时日 南国公府的空院子很多 给李平安导腾出一间清新雅致的院子 仅用了小半天的时间 位置极佳 靠着湖边 院中涌路相闲 山石点缀 颇有几分趋近通幽之感 圆灵韵味 李平安将先前没吃完的酱牛肉 老牛 尝一尝 是你哪家的亲切 老牛用牛角拱了拱李平安 所以年过三十 然自容不减半分 一双长眉下 一双丹凤眼熠熠生辉 身段风鱼 腰枝纤细 盈盈一握 再往下 却是一张粉臀 让人怦然心动 倒也难怪迷得燕府的大老爷 神魂颠倒 备受宠爱 京阳 卫娘准备了一些礼物 女儿你去送给那位 住在湖畔的李先生 燕京阳道 送他东西做什么 今儿老祖宗不是送过了吗 老祖宗是老祖宗的 卫娘是卫娘的 现在老太太极为关注那李先生 咱们送一些礼 老太太知道了 定会高兴的 二夫人顿了顿 继续道 而且卫娘见那李先生气度不凡 绝非常忍 娇拾一下 并非坏事 燕京阳心不在焉道 知道了 二夫人又道 过几日那林家要来 估计是要跟老太太 提与燕十三婚约的事情 燕京阳露出幸灾乐祸的笑意 料到了 毕竟谁也不想自己女儿以后 嫁给一个废人 二夫人道 之前两家有过约定 燕十三机身二品镜 便可入坠到林府 想必林家便会拿这个约定 出来说是 推迟婚约 搞得现在南国功夫 都跟着一起丢人 燕京阳说 四年了 他本就是散修 估计这辈子都选 行了 别在这幸灾乐祸了 明儿别忘了去看李先生 放心吧 娘 隔天 燕京阳便将这事给忘了 跟着几个顽固子弟 去郊外六马 一大早 便有人给李平安送来了早餐 足足一十八样 皆是冒着热气 似乎是刚刚出锅 控制好时间 就为了将食物最美的香味 留在这一刻 吃过早餐之后 李平安正在观想修行 呼听脚步声传来 先生 冒昧打扰了 是烟十三和丫鬟兰月 李平安道 李某本是客人 来此借助 公子和来打扰一说 先生在这里住的 可还习惯 江湖中人住哪里都习惯 鸡脚胡同桥洞底下 李平安为二人泡了茶 早上的时候 有仆人送来了几盒桂花酥 说是老太君赏的 李某便借花献佛了 兰月眼前不由的一亮 抿了抿唇 这种桂花酥香味浓郁 甜而细腻 价格也十分高昂 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老太君才会赏赐一些 给燕家的子弟 而烟十三自是分不到的 兰月曾有幸吃过小半块 是伺候其他主子的丫鬟 分给他的 兰月舍不得吃 便想着拿回去 分给自家少爷 谁知道太过兴奋 在半路跌了一跤 小半块桂花酥 也落入了水中 为此 兰月哭了小半天 烟十三安慰他 以后一定会带他吃个够 看着眼前的桂花糕 燕十三嘴角带着几分苦笑 月儿 吃吧 少爷先吃 这姑娘就是这样 跟熟悉的人风风火火 在不熟悉的人面前 谨慎得像是一只小兔子 燕十三拿起一块糕点 递到兰月手里 又跟李平安聊了几句 呼地注意到 他腰间别着一支笔 看了一眼李平安的仓墓 不由得好奇道 先生 会写字 李平安随口道 略懂略懂 只当是消遣消遣 没什么大用 不思燕公子 日后若是能讨上公民 再有燕家的身份 前途不可限量 燕十三苦笑着摇了摇头 李先生不了解内情 在下入了剑籍 这辈子与公民无缘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堂堂南国功夫的子弟 虽不受人待见 但也不至于入了剑籍 燕十三解释道 大随律法坠序 一律是剑籍 与商人同列 所谓坠序者 多系家平难以滋养 故出坠为序 坠序一词 最早史书记载 人之子点压给妇人做奴隶 称坠子 过妻不熟 主家给坠子娶妻 仍做奴隶 称坠序 李平安听出了 燕十三语气中的苦楚 安慰道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行而不错 未来可期 燕十三微微一正 品味着这句话的含义 先生 你觉得我还有希望 李平安看出了 对方的心结所在 淡淡一笑 难不成我觉得 公子没有希望了 公子现在 便跳入湖里不活了不成 你不是为任何人而活的 不要让贤语 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更不要因为一些闲语 而阻碍了自己的人生 燕十三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自从娘亲离世后 身边除了蓝月 再无人跟她说过这种话 听过最多的便是讥讽 见过最多的便是白眼 虽早已习惯 表现得风轻云淡 可燕十三 今年不过十六岁 日积月累 自己都不知晓别人的偏见 早已成为了心中的一座大山 这或许也是 她为什么多年来 止不一平静的原因 也是心结所在 李平安放下茶杯 语气轻缓许多 且让流言随风走 任凭飞雨春夏秋 我笑与鸟飞自在 不学商敢读自由 必谋懒看命人泰 色尔不闻灵家愁 心衰悲前微微熏 再无闲事挂心头 燕十三却对文章诗词颇有研究 细细一品这诗 却是荡真气和她如今的状况 不由得赞道 先生 好文采 诗词力量最能振奋人心 燕十三虽不是儒家修士 但同样能感同身受 多谢先生开导 燕十三感激的冲李平安一败 李平安对燕十三的印象很好 想起那日自己出入广陵 拉一曲二拳 燕十三在一旁默默听了许久 如若不是经历人情冷暖 知晓世间百般无奈 万不能被那首曲子牢牢吸引住 所以李平安愿意多开导开导对方 反正也只是花一些时间 而他最不缺的便是时间了 于是便铺开一张宣纸 抽出侠客笔 燕公子昨日帮了李某一个忙 李某也还燕公子两个字如何 燕十三是心结所在 李平安觉得侠客笔或许能帮到他 当即在纸上挥舞笔墨 问心 燕十三走上前来 纸上二字好似带着一股射人心魄的力量 让他心猛的一沉 只觉得眼前一片迷雾 似乎有什么联系 又像是杂乱无章 一股无形的重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心莫名其妙地跳得厉害 燕十三 你深入剑集 早已无药可救 何苦为难自己 莫非你还对自己的人生抱有一线希望 李平安的声音在燕十三耳旁 如春雷般乍响 他心中猛的一阵 胸口浊气翻涌 眼前仿佛是出现了一位圣人法相 缥缈的文字浩如烟海 浩然之气充斥天地 脚下皆为蝼蚁 那是一种高傲 一种屁腻天下 却又与众生融为一体的气度 让人无法抗拒 每说一句话 便扣人心弦 燕十三的身子在颤抖 仿佛有什么东西 想要从心底破土而出 却被一块又一块巨石死压住 燕十三 你忘了 你母亲对你的期盼 你忘了遭受过的不公 既无破釜沉舟的勇气 你便老老实实地 接受自己的命运 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把利剑 刺入了燕十三的心脏 心中仿佛有一股热流在涌动 十三 娘看不见你长大了 以后一个人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别跟我们一起玩 你不是燕家的人 少爷 你别哭了 蓝月会一直陪着你的 许久过后 万物归于沉寂 李平安微微蹙眉 失败了 不 不 燕十三的声音自尘埃之下响起 像是要把自己最后的力气 都用在了这个字上 透着一股决绝之意 老子才不信 什么狗屁的命运 去你妈的上天注定 顷刻间 圣人法相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于无形 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 半晌 燕十三缓过神来 体内生起一股奇妙的感觉 心结已破 这是破镜的征兆 其实严格来说 燕十三早入了二品镜 只是 常年受心结影响 一直没有完成那最后一步 因此 只不一品巅峰 迟迟不能前行 修行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如今心结已破 自身修为 自然迈上一层楼 先生 大恩无以为报 容十三缓上几日 再向先生道谢 燕十三到了险 便匆匆离去了 体内力量翻滚 现在必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进行修行 稳固修为才是 几日后 蓝国公府 会客厅 老太君 以及府中二老爷烟起 二夫人 正在颇为热切地 与一位美貌妇人交谈着 美貌妇人 便是邻家的大夫人 谢夫人 前些日子老夫人大寿 日夜兼程 还是未能赶上 疏忽怠慢 还请老夫人勿怪 谢夫人歉意地说道 老太君笑道 无碍无碍 不过是一个寿淡罢了 如若不是家里 这些人嚷嚷着要大半 老太太我就想着吃碗面就行了 这次给老太君带了一些礼物 还望老太君笑拿 礼物全放在了堂下 其中最为气派的 当属于座整块美玉 雕成的玉座观音菩萨 当真是稀罕之物 又聊了半课多种 谢夫人才终于觉得合适了 便将今儿的目的说了出来 放下茶杯 轻叹一声 想当年两家老爷子 莫逆之交 让人算了八字 定下了这婚约 本是一桩美事 可这两老爷子 也不知怎么想的 偏偏要让十三公子修行之路 到了二平静 才履行婚约 可谁知道 如今十三公子修行之路停滞 怕不是要耽误了这两个孩子 谢夫人顿了顿 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脸色 这才继续说道 但是两家老爷子已经先逝 二人的约定也成了一院 咱做小辈的 也不能违背了他二人的约定 又怕耽搁了两个孩子婚约 我家老爷跟我说了 不如辩解了两个孩子婚约 这样也算是两全其美了 听了这话 燕家之人皆是面色变了变 倒是特意跟着母亲 前来的燕金羊 一副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模样 谢夫人温和地笑了笑 老太君 意下如何 大厅之中 气氛有些寂静 苏星兰皱了皱眉头 虽早有预料 可以想到燕十三 因此要遭受不知多少冷眼嘲笑 心中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六年时两家母亲交好 说起来 苏星兰和燕十三 也算半个青梅竹马 沉默片刻 老太君的声音清冷了几分 只能是十三没这个福分 谢夫人松了一口气 忙道 老夫人话不能这么说 只能怪两个孩子 有缘无分 不妨将十三公子叫来 我也好亲自给他赔个罪 这件事 无论如何 也是要告知当事人一生的 于是老太君便派人去叫燕十三前来 不久后 一身轻衣的燕十三大步走了进来 一出现 便吸引了堂内所有人的目光 有担忧 有不忍 有嘲讽 燕十三给祖母请安 给父亲请安 随后又向其他人行礼 少年表情平静 既不恭敬 也不失礼 站在中央 眉宇间一股阴气 骨子里透着一股刚义之气 林府的谢夫人 不动声色地望了一眼 这燕十三模样 真是不错 不似普通少年那样轻浮 给人一种沉稳如山的感觉 只是可惜 一想到呆会场面 燕金羊嘴角勾起轻笑 老太君道 十三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林家的大夫人谢夫人 林家 燕十三微微一愣 心中猜到了某种可能 晚辈拜见谢夫人 谢夫人须与尾仪地夸赞道 十三公子都长得这般高了 当真是一表人才 燕十三淡淡笑了笑 燕起看着自己这个私生子 眼神中止不住地嫌弃 退婚的话让谢夫人再说一次 就连他这张老脸 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便直接开门见山 十三 这一次谢夫人是来谈 嗯 燕起忽然一愣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当即摒弃名神 师生道 十三 你 你破镜了 短短一句话 让在场的人都是一愣 燕十三当初不足十一岁 便入了散修一品镜 当真是惊艳了燕家众人 只是谁能想到 一品镜足足困了他六年之久 此后 众人本以为燕十三一辈子 便也就这样了 毕竟没有修炼资源 没有明示教导 再加上散修本就是最难走的路子 在想破关难如登天 谁知今日 十三 你入二品镜吗 二夫人诧一道 燕十三略一拱手 十三已入三品 声音不大 却掷地有声 又如平地响起了一声惊雷 众人无不震惊 足足过了数息的时间 燕起大步走上前来 不可置信地检查了一番 沉生道 错不了 三品镜 从一品直越三品 苏星兰瞪大了眼睛 燕金阳的眼神变了又变 难难低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多么希望是束缚燕起误判了 只是燕起身为五品修饰 自然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十三 让为父看一看 不仅是燕金阳狐疑 就连燕起都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燕十三深吸一口气 自体内荡开一股强烈的气息 空气中发出清脆高亢的响声 似有川金烈石之威 凌厉之极 这下子再没人怀疑了 堂下众多燕家子弟皆是神色复杂 他们自幼修行 得家族大量资源清闲 可现在却被 老太君从始至中 神色都未有什么变化 沉声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燕十三如实到来 前些日子 十三去看望李先生 先生看出我心结所在 便用特殊之法考验于我 好在十三经过了考验 解开心结 迈过此官 李先生 众人皆是一愣 老太君最先反应过来 可是湖畔的李平安 李先生 正是 二夫人神色一变 下意识地 看向自己的儿子燕金阳 燕金阳的表情 则更加复杂 那日母亲还特意 让她去带着礼物 看望李先生 只是她没当一回事 转头就忘记了这茶 跟朋友去郊外遛马了 李先生 苏星岚默默念了两遍 想起来是那日 在老太君寿宴上 送上扶桑树种子的那人 一旁前来退婚的谢夫人 此刻有些猛 然而表面上 却不动声色地 稍稍抿了一口茶 心绪飞转 这个李平安是哪位大家 之前也没听说过 南国公府有信里的客亲 还有这燕金阳 怎么直接便突破三平了 本来是一场好戏 结果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 好戏比想象中的 还要精彩万分 谢夫人没有再提退婚的事情 借口舟车劳顿 要在南国公府歇息几日 而燕十三入三平静的消息 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南国公府 相信不久之后 这件事便会被广陵府的 一些豪门世家所知晓 我前些日子 便让你带着礼物去看望那李先生 结果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倒好反倒是让那个祸害 捡了这么大的便宜 回了房间 二夫人少见的 对藤爱有加的儿子动了怒 燕金阳自知理亏 苍白的辩解道 孩儿 孩儿给忘了 谁知道 谁知道燕十三抢了仙 得了一个这么大的造化 二夫人恼道 娘都没跟你说过 那李先生看气度绝非常忍 你骗不信 燕金阳垂下头 娘 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 都怪儿子有眼无珠 二夫人换来贴身的丫鬟 让妻带着人去库房里 准备一些礼品 燕金阳道 娘 现在再去送礼品 显得是不是有些别有用心了 二夫人轻声道 无妨 那燕十三不过是个遭老太君嫌弃 尚不得台面的子孙 你娘我是府中长氏 你又是我儿子 受老太君喜爱 那李先生没理由不站在我们这边 何况 身为府中长氏 咱们去看望一下燕家的恩人 也是理所应当 于是母子二人当即便和丫鬟 带着礼物 前往李平安站住的湖畔院子 湖畔小院 二夫人带着儿子燕金阳 以及一众仆人匆匆赶来 大门敞开着 只是一行人并未走进去 丫鬟在外面喊道 李先生 李先生在吗 没有得到回应 反而是听见了一声牛叫 猫 他去外面溜达了 丫鬟又喊了几声 没听见回应 娘 似乎是不在 现在怎么办 去里面等一会儿 一行人走入院子当中 屋内空无一人 人也不知是做什么去了 丫鬟搬来的凳子 二夫人和燕金阳坐下 燕金阳脸色阴沉 一想到那个坠絮 迈入三品镜 他便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忍不住抱怨道 谁知道这个瞎子 还是个世外高人 穿得跟个要饭的一样 我上哪儿判断得出 二夫人正色道 勿要失言 他又不在 燕金阳小声嘀咕了一句 随即发现 一旁的老牛 目光悠悠地望着自己 他忽然有一种错觉 这老牛似乎 听懂自己说什么了 燕金阳不由地笑了笑 自己怎么会冒出 这么个荒唐的想法 小二 上酒 酒之风土 一见地方风物 对于李平安来说 有酒喝 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更不用说 眼下正值今秋十月 正式吃蟹的好时节 所谓酒瓷石雄 以为农历九月吃母的 十月吃宫的 故有九月团奇 十月间之说 此时的螃蟹最鲜嫩 各大 也是蟹膏最多的时候 肉质鲜美 营养丰富 自古以来 吃蟹就是一种雅士 与赏菊 饮酒 饮食作画一样 是一种享受 吃一口蟹黄 喝上一口黄酒 美哉美哉 李平安要了一大盘子螃蟹 准备一次性吃个爽 一口黄酒下肚 便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配上一口蟹黄 更绝美味无比 不由得兴致勃勃 将一碗酒一饮而尽 可惜老牛不愿意动弹 这份美味 注定是享受不到了 这时小二走过来 歉意地说道 客官实在对不住 今儿客人太多了 小火炉都没有了 黄酒虚热 热了之后的黄酒酒香浓郁 酒味柔和 不过加热时间不宜过酒 否则酒精容易挥发掉 只是这个时节 大家都出来喝黄酒吃大螃蟹 导致客栈内煮黄酒的小火炉不够用了 不然 您再等一会儿 或者我让人去厨房给您热一下 厨房热的 并没有那般仔细 出来吃便一定要精致 不必了 用墨盒纸吗 小二不解 有室友 只是客官要这个做什么 李平安笑而不语 不一会儿 小二将墨盒纸拿了过来 掏出腰间的侠客笔 笔底春风 在纸上写了一个火字 小二先是一愣 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客官 这是何意 写一个火就能生出火了 小二怀疑 这客官是不是有什么毛病 李平安将盛放黄酒的酒中 压在火字之上 小二一笑 客官 您可别跟我开玩笑了 李平安没有多解释 自得其乐 小二知觉对方是在自娱自乐 而且也没有因为小火炉而为难自己 所以等一下 便给李平安赠送了一盘甜品 过了一会儿 有小火炉空出来了 小二第一个想到了李平安 只是李平安摆摆手 示意自己不需要 小二转过头 嘀嘀咕咕 这哥们还玩上瘾了 夜幕降临 店内的人少了许多 小二也终于得空喘了一口气 目光看向坐在角落里的李平安 不由的被他桌子上 落着小山高的螃蟹壳 惊住了 这是吃了多少个螃蟹 又过了许久 李平安才终于打了个宝格 截了账 一抹嘴 拿着小竹竿 走了 客官 慢走 小二拉长了声音 小二一边收拾桌子上的残物 一边低声嘀咕 真是个怪人 应该是智商有些问题 说着 伸手去抓向酒中 哇 一股灼热的感觉传到手心 这酒中好热 小二不由的想起方才的种种 瞪大了眼睛 抬头望去 却早已见不到身影了 小二咽了一口兔目 卧槽 还真是遇见高人了 秋缠锅灶 夜色沉寂 不知哪棵树上的缠 突然脱长吊子叫了一声 惊起了一群的鸟 凉风带着秋的凉意 李平安呼的停住脚步 面前是条小巷子 这条纵向右窄又偏僻 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平日几乎无人经过 像一条安逸又幽密的长道 两个幼小的身影 缩在角落里 月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偶尔有微风吹过 将路边的树叶 吹得速速作响 却掩盖不住他们急促的呼吸声 李平安微微一愣 走过去 除了两个幼子 他还感觉到了另一个气息 草上飞 二人从京城坐船相遇 到龟驼城 再到广陵 入了广陵府后 便分别了 李平安还蹭过草上飞几顿饭 草上飞着急回家与亲人团聚 便将李平安介绍给了刘兴堂 李平安才得以躲避盘查 入了内城 没想到广陵府这般大 二人竟还能相遇 两个幼子见有人来了 小的男孩吓得立马推到了姐姐的身后 李平安温和地笑了笑 我跟你们父亲是朋友 草上飞躺在地上 酒气弥漫 但是在这儿睡一觉 难免会染上风寒 李平安扶起草上飞 叫了数声 草上飞才终于勉强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李平安 哎 你怎么也在这儿 走 喝酒去 一开口满是酒气 你这到底是喝了多少 自己喝就算了还带着孩子 也不怕出事了 草上飞一笑 出事 出事了更好 死了一了百了 比活着痛快 说完便栽倒在李平安怀里 李平安无奈只好让两个幼子 带着自己去他家 两个幼子乖乖的带路 七拐八绕 两个孩子绞成慢 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挨着水边的一户人家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李平安问 稍大一点的小姑娘低着头 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意 声音滴滴的说道 娘亲还有弟弟 小姑娘打开门 娘亲 我们回来了 屋内没有开灯 可这并不影响李平安 两个奇怪的人影 出现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让他不由的一正 半上都没有回过神来 这便是 草上飞的娘子 黑暗中的风烈烈作响 将树叶吹得东倒西歪 屋内正中央摆放着一个酒瓮 这没什么稀奇的 稀奇的是 酒瓮中盛放着一颗人头 双眼无神 嘴唇微动 杀了我 杀了我 似乎只会这一句话一样 前世 李平安在书上读到过 人质 不过等书读多了 也知道了 人质在古代不太可能存在 以古代的医疗技术 砍断四肢后 人不可能还存活 只是在这个世界 李平安沉默了许久 娘 喝水 一旁的男孩端着一瓢水 酒瓮中的女人 却看也不看 念叨着 杀了我 求求你 活不了多久了 草上飞不知何时醒了 估计也就这两天了 我找到她的时候就这样了 上街买菜的时候 背一火人贩子给绑了 我不在 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和她 那火人估计是早就盯上她了 草上飞蹲在地上 望着明媚的月空 李平安道 我刚才闻到酒瓮里 有一些特殊的药材 这个团伙还蛮专业的 应该不是一般人 李平安没有说后半句话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 他不认为 把一个普通人砍断四肢后 还能存活 除非是练气势 只抓到了两个跑腿的畜生 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 草上低沉着声音 杀了我 求求你 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传来 听得人心酸 她一直让我杀了她 让我给她一个解脱 可是我她妈的下不去手 我怎么可能下得去手啊 说着说着 草上飞低声抽气起来 沉默片刻 李平安道 把孩子带走 我给她一个痛快 三个幼子正凑在一起 包着李平安送给他们的螃蟹 那原本是李平安带回去留给老牛的 草上飞走进来 站在后面 你们三先跟爹出去一下 两个小男童老老实实地放下了手里的螃蟹 跟着草上飞往屋外走去 稍大一点的姐姐 抬起头看着李平安 似乎是意识到什么 将手里的蟹黄递到母亲嘴边 娘 这个好吃 等母亲吃完了才走了出去 三个孩子各自抱着螃蟹 靠着一棵树将油纸铺在地上 我打听到了 先生说 这世上有能够起死回生的神仙 要是能找到神仙 娘亲的手脚就能重新长出来了 小男童道 另个小男还点头 那我们明天就去找神仙 稍大一点的女童默默地不说话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重新走出来 草上飞似乎是想要站起来 可是双腿软得跟面条一样 多谢 我我送你 走了一段路 钟声悠然地传来 伴着朦胧的夜色 李平安忽然停下脚步 你还有钱吗 草上飞摸了摸身上 却只掏出一文钱了 苦涩地笑了笑 就剩一文了 一文也够了 草上飞将一文钱抛过去 李平安伸手接住 对了 还没跟你介绍过我的职业 我是一个杀手 专业的 草上飞一愣 李平安继续道 这钱就算做用金了 你的仇人我帮你处理 按照丽春院的规矩 你是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啊 草上飞还没有回过神来 活的我要活的 片刻后 草上飞咬着牙说道 李平安 活的得加钱 多少 我去见 草上飞心里盘算 自己大概能凑个二三十两银子 李平安 活的两文 草上飞一愣 回到南国公府的湖畔小院 二夫人和燕京阳久等 李平安不见回来 早已离去了 只好想着明日再来 老牛 摸摸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有人来过了 还说我坏话 老牛哼了一声 要不是我 你小子在背后被别人骂了都不知道 给我带着吃的呢 李平安两手空空 歉意的笑了笑 原本给你带了大螃蟹 结果出了点意外 又想着去街边给你买点 可时间太晚了 都关门了 摸 老牛气的拱了拱李平安 你个没良心的 李平安坐在台阶上 轻叹了一口气 老牛 你说有的人为什么这么坏 坏的没有理由 好像就是纯粹为了看别人痛苦 他们就会开心一样 老牛趴在地上 赌气的不理他 李平安自顾自的说着 我之前听人说人质 只觉得有些残忍 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可今天见识过之后 才知道不仅仅是残忍这么简单 尤其是那女人的孩子们 还在想着找神仙 让他们母亲的手脚重新长出来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从小心肠就软 所以才把给你带回来的螃蟹 给了他们 老牛又拱了拱李平安 仿佛是在说 好吧 那我原谅你了 一日 燕氏三一大早便和丫鬟蓝月 前去湖畔小月 看望李平安 走到半路 正好遇见了二夫人和燕金阳 相比较二夫人和燕金阳带着的礼品 燕氏三的东西 实在是拿不出台面 蓝月拉了拉燕氏三的袖子 少爷 我们 喂 咱们心意到了就够了 等日后 有钱了再报答先生也不迟 蓝月点了点头 二夫人瞥了一眼燕氏三 明知顾问的说道 十三 这是要去干嘛 燕氏三道 回婶婶的话 十三正要去湖畔看望李先生 二夫人点了点头 正好我也要带老夫人 去问候一下李先生 你便把礼品交于我吧 我带你送过去便是 毕竟 你现在的身份去拜访李先生 总归是不太好的 燕氏三忽略了对方言语中的嘲讽之意 十三蒙先生指点 解开心结 得以登堂入室 迈入三品镜 有幸与金阳表哥并驾齐驱 这等恩情 怎能不亲自去拜谢 燕金阳太阳穴跳了跳 气得牙根痒痒 想他多少年勤学苦练 明师指点 丹药辅助 才得以迈入了三品镜的门槛 谁知道这小子走了狗屎运 让燕金阳顿绝多年努力 全部复制东流 湖畔小院 李平安正在温着茶水 等待着自己的客人 没一会儿 外面就响起了脚步声 不过都不是他要等的客人 李先生 人还未等 便传来了热切的声音 二夫人笑着走进来 冒昧打扰 还望李先生莫要见怪 原来是二夫人 有失远迎 勿怪勿怪 二夫人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老太君受淡 前几日迎来送往的 客人繁多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 不过想着 李先生是自家人 应不会见怪 这不 终于忙活完了 我儿子金阳 便一个劲的催促着我 说要好好来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 是我燕家的恩人 这话说的李平安 险些都要信了 不愧是人精中的人精 二夫人拉着燕金阳 向李平安介绍道 先生 这便是我金阳 金阳 还不见过先生 李平安 金阳公子 你我可真有缘分 这是咱们第三次见面了吧 燕金阳善善一笑 二夫人一喜 第三次见面 金阳想不到 你与先生这般有缘 燕金阳则更加尴尬了 第一次见面 是在花月阁 燕金阳用弹弓设李平安 第二次见 则是在府门 李平安让燕金阳帮忙传个话 结果被燕金阳无情拒绝了 二夫人见自家儿子脸色不太好 便猜出了八九分 估计前两次见面 给李平安留下了什么不好的印象 忙改口 金阳年轻不懂事 如若冒犯了先生 还望先生能够见谅 李平安白白手 无碍无碍 随即又招呼着燕十三 兰月主仆二人一起坐下 多拿出几个茶杯 为他们各自倒了一杯茶水 二夫人在场 从礼书上来讲 燕十三便不能随便说话 而且二夫人那张嘴 口若悬河 能说会道 想要在他面前 见缝插针 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只是任由二夫人一张瞧嘴 如何天花乱坠 李平安却是不为所动 既不失礼 却也不被对方花言巧语所迷惑 二夫人抿了一口茶 终于忍不住说道 先生 听说您为我家十三解了心结 助他一步 迈入三品镜 李平安微微一挑眉 自己都有些吃惊 之前对方还说自己是一品镜 没过几日 竟然直奔三品 一直没找着说话机会的燕十三 终于开口道 先生 多亏了您 十三才能解开心结 大恩大德 十三永世难忘 李平安说 我只是帮了你一个小忙 能有今天是你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坚持 二夫人道 先生谦虚了 先生大财 略微指点一二 便已经让这些小辈受益不尽 不瞒先生说 我家金阳和老十三关系 自幼便十分要好 听说老十三终于突破了心结 别提有多高兴了 燕十三 就连亲儿子燕金阳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不自觉的摸了摸鼻子 又听二夫人继续说 不瞒先生说说 我家金阳半部三品 一直未能登堂入室 这次前来 就是想请先生指点一二 李平安笑了笑 夫人过誉了 在下只是一介凡人 十三公子纯粹是心魔所至 平安稍加辅助 十三公子凭借着自己的毅力 破除心魔 这才及身三品 至于金阳公子 在下实在是能力有限 看不出金阳公子有肾心魔 还望夫人 莫要见怪 这便是明明确确的拒绝了 二夫人面不改色 依旧热情 一旁的燕金阳的脸色 却是早已冷了下来 片刻后 见事情无果 二夫人便只好告辞了 临走时 瞥了一眼燕十三 热情道 十三 正好一起回去吧 婶婶让人去库房里 给你取一些阅历 她自然不是什么好心 而是怕自己走后 这燕十三留下来 万一李平安再次传给她 什么特殊秘法 燕十三一眼看穿了她的伎俩 婶婶和堂兄先回吧 十三待会儿去库房 自己取便可以了 不劳烦婶婶 二夫人微笑汗手 转头一张脸 却是冷若冰霜 回去的路上 二夫人面露愁容 这个燕十三 当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哎 燕金阳低着头 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 她心里可能除了后悔 便没有其他了 若是自己当初在府门外 没有拒绝李平安 为其传话的请求 若是当时母亲吩咐她 带着礼物去拜访李平安 她没有忘到脑后 那么一切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她不指望 李平安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变化 但是她绝对不想看到 那个废材 突破心结 迈入三品镜 这是她绝对接受不了的 心魔滋掌 燕金阳放慢脚步 看向跟在一行人身后的灰袍老者 五叔 那个李平安的修为 到底如何 灰袍老者摇了摇头 沉声道 看不透 待众人全部离开后 李平安要等的人才终于来了 刘兴堂的白纸扇 当初李平安入内城 便是跟刘兴堂合作 杀了老龙帮的帮助 如今李平安又找上了他们 白纸扇一路走来 恨不得多长一双眼睛 原来这位虾爷 跟南国公府还有关系 不同凡笑 虾爷 您让我打听的事情打听到了 最近广陵府确实是有一个帮派 拐卖妇女 不过很奇怪 他们既没有卖到青楼换钱 也没有送出城去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安静地听着 白纸扇又道 虾爷 有用得着的地方 您一句话 这帮畜生便交给我们 我们老大说了 虾爷您的事 就是我们刘兴堂的事情 何况这帮人太不讲道义了 拐卖妇女小孩 破坏行规 说完 白纸扇等待着李平安的回应 李平安却是忽略了他的话 留下两颗金珠子 算作报酬 辛苦了 虾爷 这钱我可不能要 李平安白手 一马是一马 一辆马车缓缓行驶到胡同口 胡同口有两个老人正在下棋 马车掠过二人 在一处民宅停了下来 车夫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掀开车帘 当即便有两个人 拖着一个姿色较好的女人走了下来 女人早已昏了过去 被他们抬着走进了院子里 院子里还有十余名三十多岁的汉子 胸膛敞开着 腰间揣着一把尖刀 一个洛塞湖汉子从屋里走出来 怎么就带回来一个 老大 这段时间风生紧 洛塞湖汉子狠狠瞪了眼手下 无奈指得道 先带进去 堂下 一个僧人正跪在蒲团上 敲着木鱼 嘴里念着经文 洛塞湖推门而入 恭敬道 碧青法师 人带来了 碧青和尚停止了念诵经文 头也不回 怎么只有一个 声音清冷 带着一股寒意 洛塞湖咽了一口唾沫 最近丢失妇女多 风声有些紧 不好抓 堂内陷入了沉默 洛塞湖心紧紧绷着 大气都不敢喘 许久之后 才听碧青悠悠道 聚手聚脚 声音很轻 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洛塞湖松了一口气 是 阿弥陀佛 碧青和尚嘴角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 在他面前的 也根本不是什么佛像 而是一排 整整五个酒瓮 酒瓮上 各自有一个人头 碧青和尚正在用经文 来驱散他们心中的怨气 这个月只有五个 也不知道会不会耽误了师父修行 我佛慈悲 忽然一声惊呼响了起来 那个刚被绑来的女人 中途醒了 碧青和尚微微皱眉 似乎是见不得这场面 再次把眼睛闭了下来 我佛慈悲 洛塞湖让人堵住女人的嘴巴 拖进一处偏屋 屋内昏暗 一进门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便扑鼻而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无辜之人 在这里丧了命 洛塞湖取出还手刀 嘴寒一口酒喷在上面 女人发出乌叶声 希望你能挺得住 洛塞湖早已习惯了 举起刀 狠狠落下 女子闭着眼 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然而 却并没有鲜血见出 反而是发出枪的一声 金铁交鸣之声 洛塞湖汉子倒退两步 手中的还手大刀 崩开一个缺口 一抹银色的流光 出现在半空之中 这是 飞剑 一阵阵清风吹过胡同 戏弄着路上的枯叶 响着一片轻微的速速声 李平安站在胡同口 弯着腰 嘴里叼着一根杂草 注意力全部放在两个老头之间的棋盘上 他已经等了半天了 其中一个臭棋篓子 总算是回家吃饭去了 李平安坐下来 大爷 咱俩来一盘 大爷爽快地答应了 李平安拿起一颗白子 在棋盘的一脚敲了一下 发出一声脆响 老牛嫌弃地翻了个白眼 就你那技术 也就能下过长青和尚 那家伙 还是一个赖皮毛子 院中有风 不断穿梭其中 时而被风吹来 时而夹杂着牧鱼的声音 一盏明灯 在风中摇曳 散发着淡淡的黄光 飞剑惊鸿般掠过 荧光微微一偏 撞在了院子里的一块巨石上 躲在巨石后的汉子 身子一僵 口中吐出大量鲜血 瘫倒在地 银剑在空中飞舞 血花飞剑 小院里一片死寂 两扇门狠狠被撞开 牧鱼声停止 李平安和尚微微皱眉 身姿不变 荧光从身后狠狠撞在他身上 叮 一声尖锐的脆响 溅起一阵火星 阿弥陀佛 毕青和尚的周身 隐约浮现一层金色的气罩 随后叮当之声不断响起 迎见滑出的剑木 越转越快 形成了一道绚丽的光墙 一圈银色的剑光 将毕青和尚的身体 笼罩在其中 毕青和尚眉头越皱越紧 念诵佛经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 哎 我说你这年轻人 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只见李平安一手捏子 一手食指中指并拢伸直 无名指和小指弯曲 在半空中不断地晃动着 有清风萦绕 李平安笑笑 没什么 正在跟一个畜生切磋切磋 大爷脸色一变 李平安忙道 不是说您 过了一会儿 被李平安认为是臭齐篓子的大爷 步步为营 眼看便要奠定胜局 大爷露出得意的笑容 年轻人 还是太毛躁了 李平安皱眉沉思许久 这局怕是解不开了 没办法 只好用绝招了 李平安表情沉重 挥秀 将棋盘打散 起身 不完了 动作一气呵成 大爷 说完 转头便走 不理会大爷 在身后的甜言蜜语 推开院门 李平安大步走了进去 院子里横七竖八地 躺着不少人都没有死 只是全都动弹不得了 所有人的脚筋和手筋 几乎都被挑了 只有一两个 李平安没有控制好力道 不小心被杀了 静止走入堂内 毕青和尚倒在血泼之中 浑身是血 早已没有了 任何反抗的力气 听见声音了 扭头望去 阁下是何人 不知与贫僧有何冤仇 有人花钱 买你的命 多少钱 毕青和尚心中 生起了希望 对方拿钱办事 那么自己 也可以给他钱 一闻 李平安淡淡道 毕青和尚愣了一下 一 一闻 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不对 一定是自己听错了 No 老牛 见了酒问上的姑娘 气愤地给了 毕青和尚一脚 畜生 牛都看不下去了 我问你答 说一句废话要你命 懂了吗 毕青和尚 懂 你幕后的主使是谁 我师父 敢业似的住持 这么做说了什么 为了长生 师父说 为了长生死一两个人 不算什么 李平安漠然 老牛又气愤地 给了毕青一脚 死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母亲 一个妻子 一个女儿 一个家庭 甚至是几个家庭 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饿了 厨房里应该有什么吃的 你要吃吗 毕青和尚以为李平安 是在与自己说话 心中顿时大喜 对方这是准备放过自己了 阿弥陀佛 施主果然慈悲 佛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 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毕青和尚看见了一个 手拎着柴刀的矮小汉子 草上飞胸口一口恶气 双眼瞪得老大 手还在发抖 清晰的牙齿摩擦声音传来 毕青和尚猛然意识到什么 咱们有话好好说 诉诸于法律好不好 都是文明人 话还没说完 草上飞便已像野兽一般冲了过去 一柴刀砍在和尚的胸骨上 想拔却似乎勾在了骨头上 怎么也拔不出来 疼得毕青和尚 哇呀呀地直叫 草上飞干脆放弃了柴刀 抡起拳头 一拳拳地砸在对方的脸上 老牛也凑过来 房翻找了一下食物 只有一袋银丝挂面 于是便升起火来 没一会儿的功夫 面便煮好了 挑起三碗面条 走出去 院子里血腥味更重了 草上飞正一个个的沙 发泄着心中的戾气 院子里时不时传来惨叫声 惊得树上的乌鸦乱飞 倒是毕青和尚 之前被李平安打的只剩下一口气 又被草上飞狠狠折磨了一通 竟然凭借着强硬的体魄 还没有死 你是修佛的 李平安在他面前坐了下来 大口吃着面条 语气像是闲聊天一样 我只知道儒家的修炼体系 你们佛家是什么体系 毕青和尚冷笑 似乎是知道自己今天死定了 也不再求饶 断断续续的说道 我 师父不会放过你的 老牛一口便将碗里的面条吃完了 随后眼巴巴的看着李平安碗里的 李平安挑了一大筷子 放在老牛的碗里 你师父 放心吧 过几日我便把他送下去陪你 你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不是跟你说了吗 杀手 男人钱财 替人消灾 外面的风阴冷的嚎叫着 屋檐上的瓦片也在不停的颤抖着 草上飞亮亮腔腔的走回来 满身的血污 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李平安问 吃点面 草上飞接过面 恰巧脑袋上粘着的一块血肉掉入碗里 哦 草上飞再也忍受不住 趴在一旁嗷嗷的吐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胃里实在是没什么东西了 一屁股坐下来 抱着头痛哭 过了好一会儿 伸手接过李平安递过来的东西 以为是抹布 正要擦嘴 却发现是银票 从那个和尚怀里搜出来的 带着你孩子走吧 草上飞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这 也太多了 你留着吧 李平安怂怂肩 死人的东西不能拿 否则对方会变成厉鬼来找你的 我怕他找我 所以只能给你了 这样 他就不会找我来寻仇了 草上飞知道他在说笑 勉强笑了笑 李平安拍拍他的肩膀 明天早上就走吧 离开这里 为什么 帮我 咱俩是雇佣关系 李平安举起手 手指中央夹着那一枚文钱 草上飞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郑重地说道 谢谢你 景玉 书院 景玉狐疑地感受着 莫名其妙出现在体内的一丝力量 嗯 什么情况 这是独属于儒家体系的教化之力 类似于佛家的功德之力 佛家普度众生 儒家教化众生 儒生到达一定境界 都会拥有自己的本命字 当世人写此字时 都会给儒生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力量 而本命字的雏形 便是儒生自己的名字 所谓倾史留名 便是儒道体系的一个体现 许多儒家子弟 都会在出师后 游历四方 或地方做教书先生 或在朝为官 整理古籍 编转文章 教化众生 从而获取教化之力 这是一个有些模糊的概念 但大体来说 总离不开教化的方向 景玉疑惑地挠着下巴 自己最近这段时间 也没做什么好事啊 给教方司的姑娘们 送钱算不算 不仅送钱 还安慰那些寂寞空虚冷的姑娘 莫非这也算是教化之力 滂沱大雨像开了闸门似的卸下来 地上射起无数箭头 老牛看着外面的雨景 雕琢笔 在纸上写写画画 随后拱了拱李平安 猫 李平安道 老牛你写什么呢 猫 作战计划 猫 这么多 老牛翻了个白眼 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于是 老牛全方位地给李平安 介绍了一下自己的作战计划 老牛定下了一套完整的镜 杀 退的计划制定出了一套 相当有针对性的战术 在这套战术的后面 还有许多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如何竞技 如何出手 如何退走 如何结束 都写得井井有条 后面还附了一张详细的地图 感业寺 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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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住持在房间里 跳着诡异的舞步 他的寿员即将到达极限 死亡带给他的恐惧 让他变得愈加痛苦 狂躁不安 因此入了魔道 希望以此达到长生 喷喷 外面传来敲门声 老住持停止了诡异的舞步 住持 怎么了 碧青师兄 托我给您带个话 碧青 老住持微微皱眉 碧青已经消失了两天了 他还以为这小子出事了呢 随即打开门 碧青何在 一只手笨住了他的头 白光一闪而逝 寺庙里唯有雨声 一只老乌鸦躲在房檐下 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 突然大叫一声 飞了起来 回到湖畔小院 李平安解下缩帽 老牛叫了一声 摸 怎么样小子 我的计划用上了吗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算是用到了吧 一边说着 一边擦拭杖刀身上残留的血迹 老牛眨了眨眼 摸 老牛坐在小院子里 嘴里嚼着南国功夫送来的饭菜 不愧是大户人家 做的就是好吃 老牛表示赞同 尤其是牛肉管购 令他很是满意 腰间的侠客笔 似乎有了某种变化 李平安解下侠客笔 握在手心当中 总觉得比以前 更加称手了不少 侠客笔 侠长为客 因为有力量 因为有良心 因为想对抗这个世界 所以 他们总是站在这个强权的另一边 他们翱翔九天 隐藏在人群中 在风雨飘摇中 总能挺身而出 也所以他们 一直是丧家犬 流浪无处可去 而此时此刻 侠客笔带给李平安的 可不只是心境开明 李平安握着笔 脑中似有一阵电光闪烁 提笔 一连写了十个字 这才感到历解 呼 李平安长吐出一口气 笑了笑 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千里之外 书院院长站在山栏之上 苍卖的手指动了动 同样笑了笑 感叹道 还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胡盼小院 老牛吃饱了 正在湖边溜达 碧绿的湖面云雾缭绕 两山加一湖 俨然一幅老牛饮肩的古画 李平安则坐在一块巨石上 全神灌注 呼吸吐纳 空气中的真气成流 似容未容 浸透了他的心和身体 静中声明 循序渐进 心如止水 以神欲气 困于归西 如拳如肾 归西功 李平安无法修行 只能靠着系统和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力量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 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练得很勤 不断地精进 不久 他就感觉到了一种很舒服的疼痛 这说明 他的力量在增长 骨骼也在发生着变化 老牛 你说 咱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老牛能预知有限的未来 时常告诉李平安 一些即将发生的事情 让他屈极避凶 或为他带来益处 比如救下柳韵 再比如 往哪儿走能捡到银子 乃一道关卡关兵盘查的盐 老牛只当作没听见 一匹彪肥体壮的黑马 拴在池塘的一棵柳树上 两个人靠着树根坐着 燕十三时不时的望向远处 盘坐着的李平安 怎么了 十三 苏继网道 苏继网 苏星兰的长兄 为人生性豪爽 仗义 兄妹二人与燕十三的关系都不错 并没有因为其身份 便对其有其事 如今燕十三入三平静 苏继网自是要来好好道喜 顺便让燕十三请他喝一顿酒 二人边喝边说着江湖上的趣闻一事 只是燕十三时不时望着远处的一个人影 让苏继网有些好奇 不由得道 那人是谁啊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李先生 苏继网点点头 便是他 助你破开心结 迈入三瓶的 燕十三点点头 那为何不叫来一起喝杯酒 先生在清修 还是莫要打扰他了 燕十三道 苏继网看不出什么名头 他似乎只是在普通的搬运气血 燕十三笑了笑 先生的境界 我们怎么会懂 苏继网喝一口酒 有些不以为然 一抬头发现李平安呼的骑上了牛 往回奔去 苏继网来了兴趣 正好 叫来一起喝酒 燕十三道 别冲撞了先生 先生骑牛可是很快的 苏继网不在意的笑了 牛能快过我跨下龙骑 苏继网十一岁入军务 曾在下手上将军任职 在虎山战役中 跟随三百精兵一夜奔袭千里 与杨马河歼灭敌人二十余步 战后 夏侯将军将突厥将军跨下龙骑马 赏给苏继网 以示嘉奖 龙骑马一丈多高 全身有黑 像黑段子一样 油光放亮 长须及膝 尾垂地 蹄如丹 筋骨强健 肌肉囚结 苏继网翻身上马 驾 骏马打了的响笛 昂首亭尔 鬃毛直立 四蹄如飞 快如闪电 宛如一缕黑烟 直向李平安离去的方向奔去 老娘 快一些 李平安修炼修得忘记了时间 险些忘了一件大事 接儿厨房说有闸凤尾虾 他特意打听过了 闸凤尾虾的最佳食用时间 是在出锅后的大约一刻的时间 约磨三盏茶的功夫 而现在眼看着 要过了三盏茶的时间 勇敢妞妞 不怕困难 驾驾驾 苏继网越跑 越觉得不对劲 刚才还能远远地看见李平安的背影 此刻连牛屁股都看不见了 苏继网不幸邪地挥舞着马鞭 龙骑马长银一声 仿佛是在说别他娘的打了 老子追不上 正在这时 苏继网眼前一亮 牛屁股 对方的速度慢了下来 苏继网笑了笑 我就说嘛 一头牛怎么可能跑得过 我夸下龙骑马 对方一定是用什么符转 短时间内提升了牛的速度 驾 苏继网加快了速度 你刚才一直跟着我有什么事吗 李平安问 李先生 我是烟十三的朋友 邀请您去喝一杯 刚强的气血之力 夹杂着霸道的声音 好像不是来邀请 而是来准备打劫的 李平安嗷了一声 稍等我片刻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马上回来 苏继网豪爽道 不如骑我的龙骑吧 更快一些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瞧不起牛咋爹 李平安淡淡一笑 不用 我习惯骑牛了 说吧 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走了 待会儿有人请喝酒 要是跑得再快一点 奖励你一包牛肉干 梦 老牛发出一声咆哮 鼻孔里喷出两道白气 眨眼间便消失了身影 苏继网望望着李平安消失的方向 嘴角微微抽搐 平湖秋月 泛舟湖上 湖岸上柳树 空蚁 轮廓 都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秋色 深浅不一 高低不一 远远近近 形成了一幅赏星月幕的秋景图 一经竹高梯传尾 两幅青木幅传头 鱼有靶展 悠哉悠哉 苏继网是豪爽之人 在军营中便与士兵们同吃同住 丝毫没有豪门贵族的一些臭气 这也是为什么 他能和燕十三成为朋友的原因 燕十三和李平安也皆是爽快之人 丝毫不扭泥作态 没一会儿便熟络起来 谈笑风声 一杯又一杯的美酒下肚 意气风发 一顿酒从下午喝到傍晚 可谓是情投意合 酒逢之急 苏继网醉熏熏的躺在船舱上 老李 听十三说 你胸中有秋鹤 腹内有乾坤 称呼不知何时从先生 改成了老李 更显清静 李平安含含糊糊的摇手 不敢当不敢当 这么说我实在是 苏继网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嘿嘿一笑 老李 你真谦虚 谁料李平安继续说 这么说我实在是有点谦虚了 苏继网哈哈大笑 我就喜欢老李这样的人 咱俩再走一个 明月有情 洒下一道荧光 再风的带动下 水面泛起了鱼林般的涟漪 苏继网道 老李能不能以今天这情景做首诗 李平安笑着摇了摇头 醉呼呼的说 我会 做什么诗啊 都是别人写的 先生 谦虚了 燕十三道 三人喝的是苏继网从边关带回来的烈酒 酒一上头 飘飘渺渺 自不舍得用真气消散 坐一手 这酒 女儿我让人给你送三坛 李平安打了个酒隔 沉饮片刻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星河 苏继网是习武之人 对诗词文化了解甚少 所以只是捧场地 说了三个好字 然后便打起了呼噜 另一边的燕十三 也早就睡了过去 李平安笑笑 又喝了一大口酒 全是我的喽 苏家 刘园是苏家诸多园林中最为别致的存在 虽为人造 宛如天开 全园景致简朴 落落大方 不以宫桥取胜 而以自然为美 俗话说山是园林之风骨 水是园林之命脉 无山则无景观 无水则无生气 山得水而活 水得沙而媚 而这刘园 正是古典园林的精髓所在 苏继网穿过一处假山 经过拱门 一条白石小径 通向一座六角小亭 这是园中最为僻静之所 苏继网一身静衣 不似寻常公子 总是一身华服 他偏偏喜欢这些朴素 贴身舒服的衣物 昨夜的酒气 已然散去 六角小亭中 有一女子和一名老者 兄长 昨夜又去哪儿 苏星兰则问道 不回来 也不知道带个话 母亲忧心忡忡的 苏继网道 我刚才已经去见过母亲了 你兄长 我这么大人了 能出什么事 说着 走过来抱拳 见过张先生 老者名为张泰 常州人 赫赫有名的儒师 广陵三角之首 自女皇登基后 便一直隐居 以诗话自渝 十年前 苏家竭力相邀 再加上张泰剑 苏星兰天资不凡 便答应下来 留在苏家 为其教授学艺 苏星兰鼻子微动 秀眉微错 兄长 你又去喝酒了 苏继网一笑 十三脉入三品镜 我怎能不去好好庆祝一番 而且这顿酒不白喝 还交了一个好兄弟 苏星兰瞥了一眼 谁不是你的好兄弟 见了面就拉着人家喝酒 拜把子 张泰嘴角不由地泛起一抹笑意 为苏继网倒了一杯清茶 苏继网摆摆手 这个不一样 老李既有文人的书生义气 又有匹夫的豪爽 不喜欢摆架子 太对我胃口了 说到这儿 苏继网忽然想起来 对了 我好像还答应了老李要 给他送三坛酒来着 我得去准备酒了 苏继网正要离开 却又停下 对张泰的 张先生 麻烦你个试呗 何试 张泰语气温和 想让您帮我品鉴一首诗 张泰笑了笑 哦 苏公子还会做诗 谁都知道 如系苏家的公子 精通武道 却不善诗词作画 胸中无半分点磨 苏继网却毫不介意 别人说他没文化 先生 你就别笑话我了 是一个朋友做的诗 公子说说看 苏继网略一思索 缓缓念叨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清梦压星河 一旁正在练子的苏星兰 呼的手一顿 张泰本是玩味的表情 眸光一闪 难难地念叨了两遍 苏星兰回过神来 忍不住道 好美的诗 以诗入景 三人中数张泰学问最深 又是如诗 眼中之景 已然不局限在这世俗的园林当中 仿佛已经半睡半醒之间 望见水中星空的倒影 在银河之上飘荡 沉睡在一片星光灿烂中 憨然入梦 两酒 张泰深吸一口气 下一句呢 苏继网皱眉沉思 好像是没了 也有可能是我忘记了 当时喝醉了没听清 苏继网忽然发觉 张泰看自己的眼神不太对 像是撒尿撒一半 忽然被人堵住了水龙头似的 苏继网看向自家妹妹 这是很好吗 在得到妹妹肯定的答复后 苏继网得意一笑 他苏继网的兄弟 自是不一般 南国功夫 堂内 母亲 你看 现在十三已入了三品 是否应当给他寻一位老师了 二夫人试探性地问道 一方面是打探老太君的心意 另一方面 如果老太君真的同意了 二夫人也能掌握主动权 将寻老师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 也好方便做手脚 找老师 有什么用 不过是侥幸而已 老太君喝了一口茶 满不在意 终究不是咱们燕家的人 随他去吧 二夫人笑了笑 却没有附和着老太君说什么 老太君可以说 燕十三的不是 但他这个做婶婶的 当着老太君的面 便不能如此说了 老太君 二夫人 丫鬟走进来 苏公子 苏小姐还有张泰先生 在门外等候 拜见老太君 张泰 老太君和二夫人同时一惊 大如张泰 早已隐居多年 而后被苏家请去 做了苏家小姐苏星兰的老师 当时南国公府 也是费了好一番力气 想要请张泰入南国公府 哪怕是挂一个名号 但可惜张泰不看重名利 一眼相中了苏星兰 入了苏家 这些年 张泰一直身居简出 但不妨碍 他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 快 有请 片刻后 苏家的苏星兰 苏继网和一位中年人步入堂中 老太君起身 笑道 一别十五载 张先生别来无恙 张泰回礼 老太君安 托福 身体安康 请坐 几人聊了一会儿 老太君打去道 当初先夫在世 极力邀请先生 入我南国公府 奈何被先生婉拒 必是十余载 今日先生再入府门 真是令我小小的南国公府 棚毕生辉 张泰笑了笑 老太君说笑了 张泰一介不一 不过是教书十字讨口饭吃罢了 说着拿出一份画卷 老太君大寿 张某身无常物 也唯有一副山水画卷 还望老太君笑那 老太君笑道 先生实在是谦虚 张泰张静远的话 乃广陵三角之手 得一幅画卷 胜过万般西式珍宝 劳烦先生 特意亲自来府门一趟 张泰这时才终于提出了 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老太君 在下这次前来 一 是为了向老太君问好 二 则是为了见一个人 在场的人都清楚 这二才是关键所在 哦 什么人 听闻南国公府 有一位客亲 名唤李平安 在下偶然听过 其人所作诗词 特来请教一番 二夫人心中暗惊讶 怎样的诗句 竟惹得张泰亲自前来 老太君恍然 原来是李先生 忙换来身边的丫鬟 去湖畔小院 请李平安 不多时 丫鬟匆匆赶回来 禀老太君 李先生正在午休 老太君望向张泰 张先生不如稍等片刻 评评我南国公府的茶 张泰笑笑 既然李先生正在午休 张某还是亲自去 湖畔小院拜访的为好 此时的张泰 就像是看小说 看了一半 却突然被断了后文的读者 恨不得直接冲进座者家里 没多时 众人来到湖畔小院 微风吹来 湖面泛起一道道迷人的光波 院子中 李平安躺在摇椅上 悠然入睡 一旁还有两个人影 分别是燕十三 和他的丫鬟兰月 燕十三向诸位一一行礼 二夫人微微醋眉 却是转瞬即逝 说道 十三 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来帮李先生抄路书籍 燕十三道 二夫人笑道 下次也让金阳一起跟你来吧 这要问李先生的意思 二夫人皮笑若不笑 自然而然地转移了话题 李先生可醒了 自然是醒的的 李平安打了的哈欠 从摇椅上站起来 不知诸位前来 有失远迎 勿怪勿怪 张太上下打亮了眼李平安 走上前自我介绍 李先生 在下姓张 明太 自敬远 有幸听闻先生诗句 特来讨教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最后不知天在水 满船青梦鸭心河 张太声音徐徐 如一缕春风 飘入众人的耳中 老太居与二夫人 皆不是寻常女子 对诗词之道知之甚多 此刻一听 面色都是一变 二夫人心中忍不住又是悔恨 埋怨自己那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儿子 若是当时结交了李平安 哪里还有燕十三的便宜点 现在李平安明显是 看中了燕十三 张太满怀期待地望着李平安 等待着后半句 李平安一愣 昨夜酒喝多了 张太一提他才想起来 他倒是不在意 西风吹老洞庭波 一夜香菌白发多 只是就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没有洞庭 有没有所谓的香菌 所以略意犹豫 笑道 偶然所得 并没有后半句 张太的表情顿时不好了 仿佛是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断耕的作者 本想让他威胁他继续写书 结果发现他死了 张太长叹一口气 摇了摇头 难免有些失态 不过却是对李平安的兴趣 越来越浓 李平安为其泡了茶 张太在李平安的屋子里转悠起来 观赏着李平安的笔墨 泽泽称奇 一个瞎子能写这么好的字 说来也怪 李平安在某些方面 确实是有着超群的天赋 譬如琴棋书画 想来或许这便是 青天兼复坚所说 天乏之人 先天残缺 却在某方面 有着异于常人的能力 自然李平安现在还会发现 其他特殊之处 张太正感叹着 自己写的字 可能都不如一个瞎子 忽然看见 一旁的老牛 嘴里叼着一根笔 在纸上写着什么 张太不由一笑 就连这头牛 都有样学样 可见李平安平日里 有多么努力练字 张太好奇地走过去 一看 撕 张太看着牛 牛也瞥了一眼张太 梦 走开 你挡亮了 没看正练字呢吗 张太抿了明嘴唇 这牛写的 也不错 张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随即诧意地望着这头牛 似妖飞妖 还真是奇了怪了 以自己的修为镜看不透对方 想不通则不想 张太摇了摇头 又看了一眼一旁超书的燕十三 燕家的坠续 张太对于燕十三有所耳闻 今日一见 却不似传闻 那般不堪 便随意语气聊了几句 只是这一聊 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位少年郎 许久之后 张太笑道 不错不错 着实不错 无论是谈吐 还是心性 都不似寻常之人 幼时的磨难 让少年的心性愈发坚毅 常言道 艰难方显永逸 魔力使得玉成 有意义的是能从苦难中吸取的教训 总结的经验 通过克服苦难而提升的能力 张太欲看燕十三 郁家觉得喜欢 这少年不错 李平安忽然悠悠地说道 只是可惜无人教导 肆意有所指 张太眸光一闪 能得到李先生的认可 说明燕十三着实不错 李先生的意思 是要老夫教导着燕十三 二夫人见张太与燕十三聊了甚久 忽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便听张太道 燕十三 你若是愿意 每日可随兴兰一同来老夫的小院 苏兴兰吃了一惊 诧异的妄想张太 他之前也曾想将燕十三介绍给张太 只是被拒绝了一次之后 便不好再开口 没曾想 今日张太竟主动提出 燕十三没有立即答应 这种事情无论如何 都是要询问老太君的意思 毕竟他现在还是燕家的人 二夫人笑得恰到好处 张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 怎好让先生教十三 不瞒先生说 我已经为十三物色好了老师 这种小事 还是不劳烦先生啊 张太看了一眼二夫人 心中清明 温和地笑了笑 十三 你的意思呢 燕十三上前行了一礼 十三愿意跟随张先生 眼见二夫人还要说些什么 张太抢先一步 对老太君道 老太君 我与十三公子实在是投缘 还望老太君给再下几分薄面 话都说到这份上老太君 自然是不再好拒绝 张太上门收徒 哪里有不答应的道理 这要是传出去 指不定广陵的人 要怎么看待自己呢 两夕之后 老太君缓缓点头 能得到张先生的指点 是他的福分 吹烟四起 晚霞灿然 燕十三望着天空 仿佛还没有回过神来 短短数日 他便从一个不待见的家族废财 不仅入了三平 日后还能得到大如张太的指定 这便相当于是张太的半个弟子 日后他人万不能四以前那般轻视自己 大起大落 如梦如幻 燕十三此刻便是这种感觉 而这一切的一切 他转身望向李平安 如果说李平安是他的恩人 也不为过 为他破开心结 今日张太又本是寻李平安而来 燕十三恰巧在此 又因李平安那一句可惜无人教导 才让张太临时起义 想至此 燕十三正重向李平安行了一礼 多谢先生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少年之声响彻了整个湖畔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转身挥了挥手 与我何干 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 要谢便谢你自己吧 燕十三 路就在脚下 无论前方有多么艰难 只要想走 脚下的路便如履平定 少年挣了片刻 随即又郑重地鞠了一躬 谢先生解惑 那燕十三被张太说为半个弟子了 燕金阳语气低沉 看着湖中的景色 自从那个瞎子来了以后 那家伙就好运不断 他迟早 迟早会骑在我头上的 燕金阳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冬天 明明是任意被人欺负的燕十三 却因为燕金阳在他娘寄日那一天 故意藏起了燕十三攒了许久的纸钱 让燕十三没有烧纸钱给他娘 还故意说没了纸钱 他娘在地下便会被冻死或饿死 那时候燕十三只是一言不发地走了 燕金阳没太荡一回事 谁知晚上回家的时候 被突然窜出来的燕十三 用石头砸在脑袋上 燕十三早早地救入了一瓶颈 那时的燕金阳根本不是他对手 险些被对方活活给打死 后来虽然燕十三受到了家伐处置 丢了半条命 让燕金阳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可那次的经历 却成为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 随着年岁渐长踏入修行之路 久而久之竟成为了自己的心结 我说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身穿灰袍的吴佩童站在一旁 沉吟片刻 人与人之间的命格不同 有的可以互补合作 有的排斥 一个人的运势也会影响到周围人的气韵 李平安一来 燕十三的气韵便高涨 燕金阳握紧了拳头 那若是他死了呢 吴佩童神色微微一变 燕十三无论地位如何低微 亦是燕家子孙 你可欺他辱他 万万不可动杀念 否则 燕家不会容你 燕金阳低下头 我说的不是燕十三 而是李平安 湖畔明月 敬夜泥南 微风拂柳 二人坐于亭内 身着灰袍的吴佩同站于一侧 燕金阳亲自起身为李平安道酒 李先生 我敬您一杯 咱俩之前的恩怨就此一笔都消 李平安道 公子说笑了 咱俩何时来的恩怨 李平安真不觉得自己和燕金阳什么仇什么怨 当初在花月阁 燕金阳打的金珠子 让李平安平白无故 捡了几日的酒钱 在府门 燕金阳为帮李平安禀报 俗话说 帮是勤奋 不帮是本分 更何况那时 二人尚且不相识 所以李平安认为 二人实在谈不上有过节 燕金阳沉默片刻 举杯一饮而尽 先生宽宏大量 燕金阳连喝了三杯 先生 我便不绕弯子了 我与那燕十三自幼有仇 他是我的一个心结 我若是要一念通达 继续走这条长生路 日后 燕十三定被我所杀 但是如今在先生有意无意的栽培下 燕十三得了这么多的便宜 金阳实在是心烦气躁 倘若先生愿意 从此不与燕十三来往 南国公府自会对先生感恩戴德 金阳也会感激先生 李平安愣了片刻 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又想起二夫人的精明伶俐 再看他他的儿子 忍不住心里胡疑 燕金阳真是二夫人的亲生儿子吗 怎么可以这么愚蠢 几期过后 李平安栩栩栩开口 金阳公子与十三公子的恩怨 与在下并无任何干系 至于要断绝与十三公子的往来 树在下不能接受这个无礼的要求 李平安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直白点就是 你他娘的谁啊 老子跟谁交往 用你说三道四 燕金阳的脸色渐渐冷了下来 深吐出一口气 站起身 我记得先生之前说过 自己并不是修行中人吧 李平安点点头 不错 燕金阳盯着李平安脸部的每一个细节 似乎是在确定对方有没有在撒谎 随后他站起身负着手 走出庭内 庭内只于站立的吴佩童和李平安 感受到对面的杀意 李平安愣了片刻 随后不由的一笑 原本以为这燕金阳只是单纯的蠢响 现在才发现错了 这家伙 蠢得很特别 俗称 特别的蠢 刺叫了 吴佩童略微一拱手 从手中寄出一片叶子 叶子落地 画一根根粗大的青藤 入雨后春笋 吴佩童猛地抬手 一根根巨大的青藤 如同蟒蛇甩尾一般 在空中打出巨响 李平安向后跃去 轻而易举地躲过一击 又是一声巨响 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大 狂风呼啸 支撑亭子的粗壮柱子 直接被拦腰斩断 极品 李平安判断不出 只是在他的感知中 这一根根看似威力巨大的青藤 却如同枝叶一般脆弱不堪 原以为 对方会更强一些的 李平安刚站稳身子 一根青藤从脚下窜出 很快便缠遍他全身 把他牢牢地勒住 使他动弹不得 吴佩童冷哼一声 你果真不是修行者 别怨我 他的手重重一握 青藤发出令人胆寒的声音 别说是人了 就算是一头大象 此刻也会被碾得粉身碎骨 可下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猛然爆发 归西弓 李平安从幼年时积累的气 已经让归西弓无比庞大 像是一颗炸弹 自体内爆发 青藤化作一团绿色的粉末 吴佩童面色阴沉 张开五指 青藤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剑人 从四面八方刺向李平安 李平安闪躲而过 表情仍旧轻松 仿佛是在逗弄孩童 吴佩童低吼一声 无数青藤蜿蜒蜒而来 从四面八方压来 让李平安避无可避 你是吉品 走的是哪一门的路子 李平安忽然问 吴佩童双眼尽是杀意 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李平安右手落在杖刀的刀柄 难难道 我只想确认一下 自己如今的实力在吉品 以后遇见了练气室 也好知道吉品该跑 吉品可以揍他 一张宣纸从袖口中弹出 风为二字印在旗上 一道耀眼的光韵玄在秋风当中 鱼鹰在耳中轻颤 随后落入湖水当中 犹如一道残虹 凄凉而为美 青藤忽然失去了生命一般 吴佩童目光呆滞 一脚被风撕开 仿佛风中藏着一把刀子 一刀便将他的衣衫斩断 也要了他的命 扶桑刀 这是他遗留在世界最后的一句话 刀入鞘 李平安却觉得有些浪费笔墨了 在吴佩童落败的一瞬间 燕金阳转身想逃 再动一下 刀会偏 可能会砍在脑袋上 声音顺着湖水落下 燕金阳不敢再动 李平安从他身边掠过 尸体交给你处理 理由估计你也会编好 尽量合理一些 你是南国公的子嗣 杀了你会很麻烦 但若是 再发生一次这种事 即使麻烦 我也不得不送你一程了 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有机会 跟你娘做一下亲子鉴定 李平安深刻怀疑 燕金阳并不是二夫人亲生的 随即便踏着月色 向湖畔小院走去 在南国公府待了几日 想来也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虽然有些不舍南国公府的佳肴美味 但扶桑树种子也送到了 再蹭吃蹭喝 便有些不礼貌了 老牛 你说接下来去哪 老牛 猫 李平安本想跟老太君告了别 便要离开南国公府 至于该去哪里 既然老牛不想这么快回安北四镇 那么走到哪里 便是哪里了 反正路就在脚下 无论要去哪 无论有多远 一步一步走 总能走到的 李平安最不缺的便是时间 只是刚收拾好东西 湖畔小院便来了一位客人 来人一身不一 脸色有黑 一双宝金风霜的眼睛 炯炯有神 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 顾熙周 顾熙周为了让老末帮忙打造扶桑刀 答应对方提起办一件事 随后二人在御门关分别 李平安送阿利亚四人入书院 金色的落日沉入湖底 一片朦胧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 一杯酒伴着清风 在微醺晚风中与秋叶干杯 事情解决了 李平安问 顾熙周点点头 有些麻烦 不过不是什么大麻烦 二人架起了一方铜锅 锅里的肉 丸子 蔬菜都在锅里翻腾 喷腾的热气 翻滚的汤汁 仿佛都在舌尖上融化开来 二人都快速地挥动筷子 顾熙周目光如电 紧紧盯着锅里的肉 李平安顾及重施 跟我讲讲 老莫到底拜托了 你什么事吧 我很感兴趣 顾熙周看穿了他的伎俩 一筷子挑走一大块肉 一边吃 一边敷衍 小事小事 无趣得很 说着还不忘给李平安下套 跟我讲讲我离开以后 都发生了什么吧 我很感兴趣 李平安轻飘飘地道了一句 一路平安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顾熙周双眼微眯 我怎么听说你被通缉了呢 跟我详细地说一说 到底怎么回事 李平安单手一扶 搅动沸腾的汤汁 将肉片从顾熙周的一边 转移到自己的一边 小事 小事 无趣得很 李兄 莫非是不愿意说给我听 顾熙周使出乾坤大挪移 再次将肉片转移了回来 李平安淡淡一笑 顾熙说笑了 比起我这些小事 还是更加关心顾熙的事情 火锅如战场 稍有分神便是万劫不复 顾熙周望着李平安 表情凝重 李平安同样是一脸严肃 李兄 还是你先请吧 顾熙周笑笑 李平安 还是顾熙请吧 这时 老牛忽然探过头来 冲着火锅打了个喷嚏 阿帖 顾熙周看了一眼火锅 嘴角微微抽动 还有这招 李平安 顾熙周 某 老牛叫了一声 仿佛是在说 你们还吃吗 不吃我吃了 秋风吹过 水面上阵阵波纹 柳条摇曳 几只不知名的鸟 在水面上时而平飞 时而俯冲 时而跃起 你觉得我有机会踏入五道吗 李平安好奇地问道 顾熙周看了他一眼 老莫说 你是天伐之人 无论是武夫还是炼气势 这两个路子 你都走不了 武夫虽然没有修到天赋 可与你有着本质的区别 他是没有天赋 但是路还在 但你是脚下根本没有路 这就好比一个硬不起来的人 跟一个太监的区别是一样 李平安被这个比喻 弄得沉默了许久 顾熙周看出 李平安对修炼之法很感兴趣 便向他耐心地解释道 修炼体系 笼共分为五道和炼气势两个体系 而炼气势的分支 又种类繁多 儒儒家的开辟灵台胸中一点浩然气 道家的藏宫 除此之外 还有独立的剑修 虽有不同 却都大同小异 都有着统一的品阶划分 一致九品 每一品九品 每一境界 还分四个小境界 对于一般修士来说 每一步都很难跨越 到了一定境界 已经不是光靠修炼 便能扶摇直上的 还需许多外在因素 总之长生之路漫漫无边 能走上这条路 并且有所成就的人 皆是万中无一 顾熙周顿了顿 继续说 沧海桑田云卷云书 江山义主王朝兴衰 家国恩怨 凯歌振振 四幻四真 又是无防无伤 古往今来 人世间有多少爱恨情仇 又有多少红颜薄命 多少英雄豪杰 为之折腰 总之 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因为不能修炼 而感到神上 人活一世 八十年是死 八百年也是死 李平安笑了笑 悠然道 我还不至于因为这些是郁闷 既然修不了 也不必强求 顾熙周赞赏的望了一眼李平安 忽然想起一世来 虽说天罚之人不能修炼 然而你体内的密藏 却无比强大 这是你不同于普通炼气式的显著区别 金金 天门 长经 玄泉 天谷 尼丸 若以六密放置大道符文 未尝不是一种修炼之法 李平安微微醋眉 大道符文 顾熙周解释道 大道符文是具一种有奇异力量的符号 是道的碎片化载体 炼气式修炼的战技 魂技 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大道符文 加入道泽和道静 便赋予了术法独特的生命 成就了神通 普通修士的体内六密 无法承载大道符文 即使是有幸成功 也会遭到天道的反噬 可是天罚之人 却不会有这个顾虑 并且成功几率很高 之前九州便出现了一位 以大道符文入道的天罚之人 李平安问 很牛吗 顾熙周道 很牛 只是他已经失踪许久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 顾熙周喝了一口酒 只是这大道符文极难寻找 而且天罚之人入不了修行之道 称死活个一百多岁 所以我怀疑之前那人 便是在找大道符文的路上 老死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还是那句话 自己可能最不缺的便是时间了 即使不踏上长生路 靠着系统给的寿命 自己也可长生 既如此 那便找找看吧 一年 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甚至是一万年 漫长的岁月 总要给自己找些事情做 否则人生多无聊啊 接下来 你准备去哪儿 顾熙周身子后仰 用双臂支撑住身体 我想试着 去找找你说的大道符文 顾熙周笑道 那玩意确实神奇 融合之后 周身即是阵法 足以与练气势对抗 不过也着实难寻 全看命和运气 你觉得自己运气足够好吗 李平安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随即摇了摇头 不算太好 只是 只是什么 没什么 李平安本想说 我运气是不太好 可是架不住我寿命长 顾熙周说 总之我不推荐你去找寻那东西 事实上谁也不知道 大道符文究竟会出现在哪里 可能在某处灵山庙宇 也有可能在市井小巷 不经意间便会错过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顾熙周只待了一日 便要离开了 他说自己在镇腰关 跟别人约了假 在那之前 要回书院去拜访一下恩师 李平安问道 镇腰关是什么地方 镇腰关在九州的最北部 有趣吗 很有趣 古往近来多少豪杰 都是要去看一看的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对老牛道 老牛听起来不错 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老牛 猫 李平安笑笑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临行前 顾熙周回头说道 你要去镇腰关的话 脚程要快一些 否则错过了 我跟那家伙的打架 可是一个损失 若是遇上了妖魔鬼怪 报我顾熙周的名字 李平安挥了挥手 江湖再见 顾熙周哈哈一笑 乘风而去 李平安用二胡为他送行 二胡声音响起 七七晚晚 背中带伤 顾熙周回头 这 是要送走我 叮咚 恭喜宿主解锁黄色命格 命格 君子不忘动 动必有道 周身五步以内 体内力量大幅提升 肉身强度增强 等级一周身六步以内 等级二周身七步以内 等级三周身十步以内 附加 等级三升呈特殊效果 十步以内 对方修饰的力量减弱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60-170 二全音乐LV3 2000-1000 自至 夏品领鼓 听风刀法 91% 拔刀树星号斜聊出窍 68%-70% 龟西弓 93% 燕子穿云纵 纵43%-45% 技能 气息锁定 64%-66% 达成成就 二全音乐LV3 完成五分之一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情能捕捉 获得升级 效果大幅提升 命格等级 白青黄红兰子 李平安站在原地站了许久 随后转身 木叶纷纷归路 残月小风何处 浮云掩日 风吹原提 秋雨 秋雨 一半阴风吹去 李平安跟老太君说了自己即将离开的事情 老太君虽极力挽留 奈何李平安去意已决 除了老太君 李平安没有惊动任何人 智慧老太君 也是出于一种礼貌 李平安的行李很简单 一把二胡 一根拐棍 既能打架 也能钓鱼 腰间一支笔 袖口藏着一柄手指长短的五柄飞剑 外加一头牛 说书人云 一块醒目为夜 扇子一把生牙 江河湖海变为家 万丈风涛不怕 处处无家 却处处家 人生苦短 财富和地位都是累赘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简单的生活就是快乐的生活 李平安很认同这话 因为财富和地位他都没有 离开南国公府 在市井小巷中穿梭 地对春抗光似玉 杀瓶主斗 软如酥 李平安步履轻盈 如玉风而行 走到一半 忽然发现老牛嘴里叼着两个烧鸡 李平安无奈只好付了钱 一边吃 一边埋怨老牛 还没等走出城 便感受到了几个熟悉的气息 燕十三和他的丫鬟蓝月 苏继网苏星蓝兄妹 老李 要走怎么不跟我们一声 太不够意思了 苏继网大大咧咧地说道 李平安笑笑 虽只认识了些许时日 可分别难免会让人伤感 老李 准备去哪 镇妖关 镇妖关 你去镇妖关做什么 那地方可远着呢 而且一路上可不安全 李平安满不在意 路在脚下 只要走 再远的地方都会到达的 他说这话时 面对的却是燕十三 燕十三行了一个礼 先生放心 十三定不会忘记先生的教诲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欣慰地笑了笑 随即转身对众人道 诸位 咱们有缘再会 黄昏 满是风 正在落下的夕阳 和远处可见鸟鸟生起的吹烟 烟火气十足 这正是他喜欢的人间 草枯鹰眼疾 雪尽马蹄青 李平安和老牛 一路走走停停 抛弃了关路 在小道上欢快地走着 雪越下越大 两旁的灌丛 渐渐被积雪覆盖 白茫茫一片 翻过一座山 脚下又踏上了另一座山 上山的路越来越窄 越来越荒凉 也越来越安静 一人一牛 却不寂寞 李平安哼哼着歌曲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潮 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苍天笑 纷纷世上朝 谁富谁胜出 天知晓 不知多久 前方终于有了烟火气 路上偶遇三个男子 扛着一些年货 大包小包的 从山的一头 走向另一头 喜气洋洋的模样 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 原来是赶上年关 村里头还有新娘子要出嫁 李平安便带着老牛 凑上前去 准备讨一口喜酒喝 村里村外喜气洋洋的一片 大喜还没有开始 村民们用青砖红砖 砌成零食的炉子 烧火炒菜 农村办宴席 挨家挨户 几乎都是要到的 自家的厨房显然太小了 因此 必须搭建一个露天厨房 才能伸展手脚 众人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闲聊着 家常里短 场面越摆越大 饭菜越上越多 滋味越来越浓 大家围坐在桌旁 边吃边聊 像其乐融融 这感觉让李平安回忆起而食 感觉吃的不是酒席 而是那种幸福的氛围 和那股热闹 李平安急性拉了一首 欢快的曲子 毕竟人家大喜的日子 总不能拉二拳 李平安蛮喜欢这种氛围的 而且农村的大厨做菜 别有一番风味 李平安现在还仍然觉得 黄鹤楼做菜的师傅 比不上当初自己在小山村时 吃过的第一场大喜 莫笑农家辣酒魂 丰年刘克足迹屯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新郎新娘也已入了洞府 也没有什么闹洞房的事情 盘子里的菜几乎都见了底 李平安走到一处山头 本是想吹吹风 却见一个少年 站在山头挥舞着竹棍 有模有样 嘴里还激励咕噜着什么 李平安笑笑 少年挥舞得起劲 扮上之后 一转头发现了 站在他身后的李平安 小脸顿时扫得通红 李平安笑笑 吃完饭 剧烈运动对身体不好 少年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嘿嘿笑了笑 把竹棍扛在肩头 目光看向李平安的竹棍 他说 你的棍没有我的好看 李平安找了个干净地方坐下 你刚才练的是什么 剑法吗 少年搓了搓手 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是 我的梦想 是做一名仗剑走天涯的侠客 李平安道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他们都笑话我 我娘也说我幼稚 我觉得 你倒是蛮有志气的 真的 少年谋中满是兴奋 似乎得到一个人的认同 是什么满了不得的事情 大说 我给你表演一下我的剑法 少年在夕阳下挥舞着木棍 青黄交叠的枝叶 从容着光阴的故事 李平安嘴角勾起笑容 少时只觉心可摘 挥剑也曾抹斜阳 大说 这棍子可不能给你玩 李平安来的心情 从石头上跳起来 他迈开脚步 周身越来越轻 是风动也是心动 一股清风从他体内扩散开来 带着一股只有在深山中 才能闻到的清新气息 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 都透着一股凉意 仿佛有一股极细的气流 从他体内钻了进去 此身已不是在山巒之上 而是纵横于万里之间 由约而泊 由近而远 少年正正地望着这一幕 似幻似梦 人生本不该有梦 却偏偏有梦 梦见江湖客提一壶酒 点一盏灯 九里渡生平 骏马四风飙 梦见弯弓瓷汉月 插雨破天骄 梦见印马渡秋水 水寒风四刀 浮生如梦 亦如烟 风吹散了梦 少年处立于山巒 听着风起风面 几乎忘记了世间的一切 李平安一刀入梦 一经烈烈作响 听风刀法 91%至92% 少年正在原地 心底似乎是被打开了某种东西 浑身颤抖了一下 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却又什么都没懂 两久 他回过神来 那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少年一脸稚气 脸上没有一丝畏惧之色 只是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四处张望 一片落叶悠然落下 少年重新挥舞木棍 带起清风一片 在村子里住了一夜 一日清晨 李平安便踏着朝阳 再次出发了 少年站在山巒之上 一遍又一遍地挥舞着木棍 李平安一路直奔玉门关 一路向北 走过多少条路 见过多少人 他自己怕都记不清了 河流 山丘 村庄 那些遥不可及的存在 渐渐地都被他抛到了草鞋之后 惊心动魄的场面 几乎很少发生 闲来无事便坐在老牛身上 拉着二胡 拂云柳絮无根地 天地阔远随飞扬 最淡 新年一始 李平安走在大山中 遮天蔽日的大树隔绝了一切 听不见烟火的声音 嗅不到新年的喜气 只有寒冬腊月的北风 不要前世地吹 老牛 过年了 李平安一张嘴 肚子里灌进去一肚子风 老牛 猫 前面有一个洞 咱们进去躲一躲 风雪被拦在外面 火光温暖了不大的壁动 上面摆着一个锅子 冰茶子在里面逐渐化成了废水 下了面条 就着被刚刚烤软和了的胡饼 李平安端着一杯酒 跟老牛碰了一下 新年快乐 猫 李平安吐出一口寒气 奶奶的 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 能到镇腰关 等到了玉门关 一定要好好吃他一顿 老牛点头表示赞同 李平安笑了笑 在心中默默地念叨 新年 愿新纳结 万事兴 遂安平 玉门关 李平安一路风霜 踏着雪月入了玉门关 肩头还残留昨日的落叶 李平安身指 轻轻一弹 烧饼 热乎的羊杂汤嘞 鸭血粉 众多小贩比着谁的嗓门子大 脚下一片轻盈 绚烂的阳光菩萨在绿瓦红墙之间 斑驳的树影在红墙上摇曳 一砖一瓦 为这座雄伟的玉门关 平添了几分柔情 高高飘扬的商铺招牌旗帜 淋漓而来的车马 与川流不息的行人 让李平安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闻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美食 让他忍不住咽了一口兔目 老牛 今儿带你大吃一顿 李平安豪气地说道 这一路走来 李平安靠着拉小曲 也积攒了一些银子 虽然不多 但是美美地吃上一顿 睡上一觉是完全足够的 老牛 把钱拿出来 老牛 摸 李平安微微皱眉 钱怎么会在我这儿 不是在那儿吗 哦 片刻后 过路的行人便看见一个傻子 跟一头牛在街上吵了起来 李平安 说 你是不是把咱们的钱 给了哪个小母牛 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找小母牛了 老牛 摸摸摸 吵了一会儿 李平安摸了摸身上 只剩下最后五文钱了 老牛 你喜欢吃什么 咱们只剩下五文钱了 老牛 摸 李平安 年糕 不行 不好 老牛 摸 炒粉 不好吃 老牛 摸 李平安仍旧摇头 馒头 太干满了 李平安想了一下 老牛 你喜欢吃烧饼吗 老牛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一点也不喜欢 老板 两个烧饼 李平安拿着两个烧饼 老牛 既然你不喜欢吃 那两个烧饼 就全是我的了 老牛 李平安张大了嘴巴 正要一口咬下去 这时 一道人影呼的闪过 如同一阵吹过来的北风 一口咬在了李平安手里的壶饼上 紧接着又像一阵风似的向远处飘去 李平安气得险些要飙脏话 拔腿便追 你给我站住 你他娘的不去抢鸡腿 抢老子烧饼 不能忍 众人只觉街道上飘过去两道疾风 从街头跑到街尾 只在喘息之间 一时之间叫骂声 惊讶声 赞叹声不绝于耳 对方一个转弯 眼看便要冲入一旁人流密集的主街 这家伙也不是一般人 情急之下 李平安直接将老牛举了起来 走你 很快 寻接的捕快便围了过来 李平安和身穿破衣蓝缕的老头 都被抓起墙角 罚站了一个时辰 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在蓝天里游荡的白云 老头冲着李平安笑了笑 谢谢你的烧饼 少年 李平安咬着牙 过来 让我掐死你 老头抹了抹嘴 不就是一个烧饼吗 老夫 把这头牛赔给你 老牛白了他一眼 算我倒霉 李平安拽着老牛 转头便要走 别走啊 小兄弟 老头跟上来 小兄弟 我看你骨骼惊奇 是练武之人吧 老夫出手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被人抓住 李平安 那你还能活到现在 真该感谢上仓 老头解开自己的酒葫芦 嘿嘿一笑 李平安鼻子一动 闻到了酒味 伸手将对方的酒葫芦夺了过来 白白损失了两个烧饼 还被罚在墙根脚下 站了一个多时辰 不白嫖他一点东西 李平安实在是心里过不去 老头笑笑 小兄弟这酒 可不能随便喝 一般人受不住 李平安喝了一口 不像是喝了一口酒 而是吃了一口辣子 李平安表情微微一变 这感觉如同他上次喝老莫的酒一般 周身气血之力躁动 快如怒潮涌起 只觉一股无形的压力 似是吞进了体内一只蛟龙 翻将倒海 穿过神雀 万麦 九尾 蛋中 冲天起 将他身体的每一处 每一丝力量都淹没在其中 只是这股力量 相比起老莫的酒 却似溪流遇进了大海 片刻后 还你 李平安轻飘飘吐出二字 把腿便走 脏兮兮的老头一震 呼得笑了 几步追上来 小兄弟 姓甚名谁 家住何方啊 你根骨不错 天资不凡 白白埋没了 岂不是可惜 不瞒小兄弟你说 我乃龙虎山道长 此次下山便是来寻找有缘人 收作门下弟子 怎么样小兄弟 有没有兴趣入我龙虎山 成为首席大弟子 没有 李平安打了个阁 体内那股力量还在翻腾 老头好像没听见一样 继续道 你可知 老夫这酒葫萝 是何来历 老夫这葫萝 名为养剑狐 不仅可以温养飞剑 还能增强人的体魄 虽然这个养剑狐成色一般 可是对于一般修饰来说 已经是不可多的法宝了 一般人可喝不下去这酒 你两个烧饼 还老夫一口酒 你赚大发了 李平安 既然这葫芦这么好 不如送我吧 老头连忙把葫芦糊在胸口 想了想 又拿出来 你跟我走 我便把这葫芦送你 别说一个了 为师送你俩 李平安略意犹豫 不如我给你介绍一个徒弟 你把这酒葫芦送我如何 我正好有一柄飞剑 细语飞剑无声无息地 从李平安袖口流出 像是一汪秋水 老头一笑 嘖嘖 你小子连练气势都杀过 还夺了人家的飞剑 有点东西 李平安道 你到底同不同意 我帮你介绍一个徒弟 你把酒葫芦送我 老头略意犹豫 你可别介绍歪瓜裂枣给我 我们龙虎山可是名门正派 哦 一共有多少人 算上平道和山门那条大黄狗 一个人 李平安转身便走 怪不得一进门 便能成为首席大弟子吗 老头连忙拉住他 兄弟 说好的 要给我介绍徒弟呢 你可不能反悔 李平安 世界这么大 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老头抱住李平安的大腿 小兄弟 你听我说啊 咱们龙虎山只是落寞了 但不代表会一直落寞 现在就缺几个 能支撑起龙虎山未来的弟子 天地大劫将至 九州的希望 就全压在你身上了呀 小兄弟 李平安无奈 你真不是骗子 显然不是啊 李平安略意犹豫 那就走吧 二人一牛走在街上 老头滔滔不绝地 给李平安讲述着 龙虎山曾经辉煌的过去 李平安却没什么兴趣 老头忽然道 对了 你要给我介绍的徒弟 是什么模样 呆呆傻傻的 半事一根筋 李平安回忆了一下 不过顾熙周说他天赋很好 是少见的武道奇才 临走时 我虽然教了他一些 为人处事之道 可是他在衙门任职 以他的性格 难免会得罪人 你若是能收了他为徒 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老头择了一声 顾熙周 那个犹如转霸的顾熙周 你还认识他 走过一条青石巷 左手边第二家 李平安道 便是这家了 那孩子心性不错 就是有点憨 你要好好待他 说完 转身便走了 老头诧意道 喂 你不留下吗 不了 九葫芦你不要了 李平安笑道 本来就是说说而已 考验一下你的诚心 老头哈哈一笑 挥手将九葫芦扔了过去 李平安伸手接住 道了一声 多谢 对了 那小子叫什么名字 秦石 二月念一日 今儿是拜神的日子 将云躲在家里 其实他蛮好奇 神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只是爹从来不告诉他 也从来不敢带他去祭祀城皇老爷 这是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一年拜三次 家家户户都要去敬神 不仅仅是上香那般简单 还要有鸡鸭鱼肉 水果蔬菜 反正只要是值钱的东西 城皇老爷都喜欢 便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谁啊 姑娘 在下是云游的行者 能否讨一杯水喝 江云犹豫了一下 打开门 眼前出现了一个戴着斗笠 牵着头牛的男人 风尘仆仆 道真像是云游了许久的行者 大哥 你从哪里来 大隋 大隋 那是哪里 江云一脸好奇 李平安笑笑 是个很远的地方 这般大的少女 自然对外界是十分好奇的 再看李平安面容和善 不像是坏人 当即便让他进屋暖和暖和 到了碗水 李平安又道 麻烦能不能给我的牛也喝点 我这牛也渴了 少女有些疑惑 远游的人不都是骑马吗 为什么要骑一头牛 不过他没有去过远处 这些话也都是听别人提起的 便没有太过在意 村落里的姑娘 没有那么多的约束 要是在城里 未出嫁的姑娘 可是不能随意跟陌生男子 在房间里聊天的 聊了几句 李平安问道 这村子里的人呢 我找了许多家 怎么都没人在 今儿是拜神的日子 他们都去孝敬城皇老爷了 李平安恍然 那你为什么不去 江云眨了眨眼 我爹不让我去 这是为什么 我爹说 城皇老爷喜欢年轻女子 若是见了我 要娶我就麻烦了 李平安皱眉 城皇还能娶妻 这倒是从未听过 城皇大多都是本地的善人 或者官员 死后被人们立庙祭祀 肃经生 再得到朝廷的认可 便可享受香火 保佑一方平安 前些年 江云的堂姐 便被城皇老爷 辱去做了小妾 自那之后 江云便从未见过他 听人说 他已经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像大隋一样 拥有着虽然不完善 却足够健全的制度 君王俯瞰天下 铁骑踏遍万里河山 如是到三家 都为其输送大量的人才 大隋之外 更多的还是混乱 像这种山沟里的村落 距离县衙 还要翻两座大山的 鸟不拉屎的地方 自是不会有人记得 而在这里作为作福的 便是本地的城皇老爷 江云收回心思 蹲在那里继续编着小竹框 一个三文钱 一天最多能卖七八个 要是能赶上集市 便能卖得更多了 只是即使这样 日子还是不好过 每年都要攒钱 给城皇老爷上供 还要上脚赴水 没过一会儿 江云的父亲江老汉 便回来了 见屋子里有个陌生人 愣了一下 在听说李平安 是远游的行者后 便让女儿 把家里的茶叶末子拿出来 泡了茶的水 还不如不泡得好喝 不过李平安 也不是挑挑拣拣的人 桥洞底下盖小贝 小贝里面抹眼泪 抹完眼泪无所谓 逢人就说对对对 江云发现 江老汉将献给 城皇老爷的东西 又全部拿了回来 好奇道 爹 东西怎么没有给城皇老爷 江老汉喝了一大口茶 城皇老爷今儿不在 让我们明天再过去 晚上吃饭的时候 江老汉特意多做了几个窝头 熬了一锅棒米面粥 只是这点东西 对于李平安来说 连塞牙缝都不够 江家妇女惊讶地看着李平安 吃完了锅里最后一碗粥 将剩下半个窝窝头 塞进嘴里 咸菜疙瘩也被吃得干净 妇女二人同时冒出一个念头 真贪娘的能吃 李平安吃完了一抹嘴 知道对方家里困难 也不白吃 把口袋里最后两千银子 全给了江老汉 江老汉顿时大惊 忙叫着 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两千银子 对于这种村落里的人家 抵得上两个多月的伙食了 李平安道 走了这么多日 我也累了 要在这儿住上一两日 这些便算是住宿费吧 双方撕扯了一会儿 江老汉最后还是收了钱 夜深人静 村子里时不时 只有一两身狗费 李平安坐在院子里 四在打盹 又四在休息 鼻息均匀 似乎很是舒服 手里握着酒葫芦 却没有喝 这是龙虎山的老道 送给他的养剑葫芦 除了能温养飞剑 还能增强体魄 李平安便将自己的飞剑细语 放入其中 没过几日 果真感觉到了飞剑细语的变化 不仅如此 就连自身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脑中时不时的闪过一缕剑意 顾锡周曾说 李平体内气血太过旺盛 而且还揉杂着各种力量 别说普通人了 就是下三品修饰的身体 恐怕也支撑不住 早就暴体而亡了 他能活到现在 多亏了天罚之人强大的体魄 以及金晶 天门 掌晶 玄泉 天骨 尼丸 人体六密的旺盛 能让李平安承受更多的力量 藏住于体内 这时 江云走出来 外面冷 小心染了风寒 李平安道 无碍 习惯了 我爹说 明儿城皇也娶清 要大半宴席 你要一起去看看吗 去 有吃的干嘛不去 李平安毫不犹豫 二月念一日 今儿是拜神的日子 江云躲在家里 其实他蛮好奇 神到底是什么模样的 只是爹从来不告诉他 也从来不敢带他去祭祀城皇老爷 这是每年最重要的日子 一年拜三次 家家户户都要去敬神 不仅仅是上香那般简单 还要有鸡鸭鱼肉 水果蔬菜 反正只要是值钱的东西 城皇老爷都喜欢 便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谁啊 姑娘 在下是云游的行者 能否讨一杯水喝 江云犹豫了一下 打开门 眼前出现了一个带着斗笠 牵着头牛的男人 风尘仆仆 倒真像是云游了许久的行者 大哥 你从哪里来 大隋 大隋 那是哪里 江云一脸好奇 李平安笑笑 是个很远的地方 这般大的少女 自然对外界是十分好奇的 在看李平安面容和善 不像是坏人 当即便让她进屋暖和暖和 倒了碗水 李平安又道 麻烦能不能给我的牛也喝点 我这牛也渴了 少女有些疑惑 远游的人不都是骑马吗 为什么要骑一头牛 不过她没有去过远处 这些话 也都是听别人提起的 便没有太过在意 村落里的姑娘 没有那么多的约束 要是在城里 未出嫁的姑娘 可是不能随意跟陌生男子 在房间里聊天的 聊了几句 李平安问道 这村子里的人呢 我找了许多家 怎么都没人在 竟然是拜神的日子 他们都去孝敬城隍老爷了 李平安恍然 那你为什么不去 江云眨了眨眼 我爹不让我去 这是为什么 我爹说 城隍老爷喜欢年轻女子 若是见了我 要娶我就麻烦了 李平安皱眉 城隍还能娶妻 这倒是从未听过 城隍大多都是本地的善人 或者官员 死后被人们立庙祭祀 肃精深 再得到朝廷的认可 便可享受香火 保佑一方平安 前些年 江云的堂姐 便被城隍老爷 卤去做了小妾 自那之后 江云便从未见过她 听人说 她已经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像大随一样 拥有着虽然不完善 却足够健全的制度 君王俯瞰天下 铁骑踏遍万里河山 如是道三家 都为其输送大量的人才 大随之外 更多的还是混乱 像这种山沟里的村落 距离县崖 还要翻两座大山的 鸟不拉屎的地方 自是不会有人记得 而在这里作为作福的 便是本地的城隍老爷 江云收回心思 蹲在那里继续编着小竹筐 一个三文钱 一天最多能卖七八个 要是能赶上集市 便能卖得更多了 城隍爷要取亲 大摆宴席 这钱自然不会是城隍爷出 而是村子里各户人家一起出力 当然出大头的 还是村子里的几个地主 李平安跟着江老汉 一起混进去吃席 倒是没人注意到他 李平安也自觉地在一旁帮忙洗菜 干点杂活 毕竟白嫖不提倡 祠堂内 泥塑的神像缓缓醒来 化为血肉之躯 仪仗多高 像是一个小巨人一般 身穿红色的官袍 头上戴着一顶紫金冠 系着一条缎带 又胸口袖着一朵红云 看起来威风凛凛 在几位地主的陪同下 走了出来 城隍爷今儿心情很好 哈哈一笑 走上前去 摘下了他帽子 又摘下了他腰间的玉佩 今儿大家一起喝得痛快 众人纷纷敬酒 李平安手里提着一壶酒 令只手拿着筷子 不断地在桌子上扫荡 一副纵横天下的模样 李平安混迹江湖多年 对于如何完美地融入人群当中 可谓是颇有心得 尚可跟茶馆的茶客 聊谈国家大事 下可与大妈掰扯 家长里短 酒喝了一壶 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林桌的烧鸡上 他们这一桌肉食只有三盘 烧鸡更是没有 而林桌则是地主家的几个傻儿子 寒冬腊月再加上地处荒僻 算算日子 自己已经半个月没吃过肉了 老牛也同样如此 咽了一口吐沫 险些便要按捺不住自己 呼听那边传来嘈杂声 众人寻声看去 只见一人被城隍老爷一脚踹飞出去 碗盘摔得满地都是 叮叮当当的直响 人群皆是脸色一变 只觉得脖子上一凉 娘的 没钱也就算了 你说说这几年都给了老子啥 还他娘的 跑这蹭吃蹭喝 城隍爷破口大骂 被他踹飞的是村里的吴老汉 早些年唯一的儿子 为了给城隍老爷建庙 被石头给砸死了 当时 城隍老爷义正词严地 拍着吴老汉的手说道 以后我养你 再看看如今这场景 当真是令人唏嘘 吴老汉年轻时 本就落下了毛病 干不了重活 儿子一死 伤心过度 并更严重了 家里穷的接不开锅 哪里还有东西 给孝敬城隍爷 城隍爷这一脚 力道可不轻 再加上吴老汉 本就身体又老又弱 眼看着就要入土了 又挨了一脚 当下便像是一滩烂泥般 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了 有人大着胆子看了一眼 死了 快快 抬走抬走 别扫了城隍爷的心 一个性前的地主 赶忙吩咐自家庸人 将吴老汉的尸体抬走 城隍老爷 宁消消气 城隍老爷手里拎着一个酒缸 硕大的酒缸 在他手里像是玩具一般 老子不发威 真当老子是好欺负的 你 你 还有你 城隍老爷随手指了几个人 富二强 你他娘的 把粮食偷偷埋在房后 以为老子不知道 老子一问你要粮 你就说没有 富二强脸色煞白 扑通跪下来 一句话也不敢说 城隍老爷放下酒缸 怒气冲冲地望向另一人 还有你 今年的粮食比去年少了一半 那人颤颤巍巍道 城隍爷 我娘病重 郎中说了 要多喝一些米粥 不然老饿着 对病情不好 不瞒城隍老爷说 小的已经连着喝了半个多月的杂草汤了 城隍老爷 您就看在小的这份孝心上 便成全了我吧 城隍冷哼一声 半截身子都要入土的老太太 怎么你 也想跟你娘一起去下面 那人紧紧扶着头 抖成了筛子 赶紧把你缺的粮食补齐 否则你知道后果 教训完了二人 城隍又转过头 这次目光直勾勾盯着江老汉 笑得阴森 江老汉 你家那女儿呢 怎么又没带出来 江老汉脸色顿时大变 给老子上贡 从来不敢带着你女儿 别以为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进而老子新婚 等过些时日 你自己把女儿送来 江老汉一下子像是 失去了所有的力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城隍杀鸡儆猴 目光扫视着众人 无人敢与其对视 所有人都在瑟瑟发抖 生怕城隍下一个点名的 便是自己 李平安给老牛使了一个眼色 看我眼色行事 老牛 不过一人一牛相处多年 早已心有灵犀 老牛悄咪咪的伸出 醉恶的小蹄子 摸向灵桌那只烧鸡 没有交够树木地 现半月之内补齐 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说着 城隍一仰手 将手中的酒缸 抛到了空中 酒缸在半空中 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 跌入人堆当中 几个离得近的人 匆忙向一旁闪避 这么大的酒缸 要是被砸中了 即使不要了性命 也够瘦的 眼看老牛就要得手了 砰的一声响 酒缸重重砸在桌子上 桌子上的美味 尽数落在地上 老牛待在原地 李平安默默地喝了一口酒 站起身 与此同时 城隍也注意到了 这个不属于村庄的凡人 微微眯起眼睛盯着对方 这人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几十年来 城隍早已习惯他人畏惧自己 可那人站在那里 却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 你是何人 城隍沉声道 李平安语气不善 你又是什么东西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无不色辩 城隍作威作福惯了 旁人甭说骂他了 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喘 不由得勃然大怒 左手一闪 找死 一巴掌扇的空气嗡嗡作响 老牛正低着头 捡着剩下的花生米 心比去隔 他刚好挡在李平安面前 突然只觉有人一巴掌 便扇在了屁股上 啪啪啪啪 鱼鹰绕凉 老牛一个哆嗦 抬起头愤怒地盯着城隍 畜上 连牛都不放过 城隍目光怪异 他这一掌下去 这头牛不死 估计也是半惨 怎么打在对方身上 却毫无效果 城隍双眼瞪得老大 胸腔中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香火之力凝结在手 无知的凡人 老夫送你下十八层地狱 城隍将香火之力凝聚在手掌之上 话音刚落 朴实无华地一拳迎面打来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整个人被这一拳轰得倒飞出数丈远 城隍爷大惊失色 仓皇之中挡在身前的手臂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 香火之力不断从洞口中流失 城隍出现了一瞬间的茫然 以往他只要略微出手 那些的刁民要么昏厥 要么直接隔屁 在安逸生活的滋养下 他已经忘记了 受伤是一种什么滋味了 李平安甩了甩手 还真是你做的呀 未等对方再有什么反应 身影瞬善出现在城隍的上空 一脚踩在了他的脑袋上 紧接着又是一拳砸了过去 你好好吃饭不行吗 吃饭非得先捉 谁给你灌的臭毛便 你妈没教过你 不要浪费粮食吗 本想着吃完了饭再收拾你 你怎么就这么不老实 一拳又一拳 地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大坑 城隍只在最开始 发出了一声哀嚎 紧接着便没有了声息 肉身消散 化作一滩泥土 这个在小山村 作为作福了数十年的城隍 就此与命 周遭一片死寂 跑啊 也不知道是谁大叫了一声 周围人惊恐的一哄而散 唯有将老汉还呆坐在原地 李平安平静地 胆了胆身上的灰尘 重新寻了个有肉的桌子坐下来 莫要跟别人说是你带我来宴习的 江老汉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 忙不迭地点头 明白对方是不想牵连自己 连城隍老爷都不是他的对手 莫不成是神仙 不多时 李平安撂下筷子 没有吃到烧鸡 总觉得差了一点什么 再会 李平安重新拿起竹竿 轻轻叹了一口气 江老汉挣了片刻 揉了揉眼睛 对方明明只迈出去几步 可是转眼间便消失了身影 江老汉忙跪在地上 朝着对方离去的方向拜了三拜 李平安并没有直接离开村子 而是来到城隍庙 高大好红的城隍像 此时因为城隍的陨落 变成了一尊冰冷的泥台像 不再有任何生计 可笑的是 明明村民们日子过得 鸡一顿饱一顿 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 然而被村民供奉起来 保佑平安的城隍爷住的地方 却是砖琉璃瓦 甚至里面建了一座亭台楼阁 种着竹子 花草 俨然一座阔气的后花园 李平安摇了摇头 这个世界便是这般光怪陆离 轰的一声巨响 这座城隍庙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 发出了一声身影 尘土飞扬 轰然倒塌 变成了一片废墟 昔日的雄伟 转眼便是一片凄凉 李平安拎着竹竿 哼着歌 刚才没吃到烧鸡的郁闷心情转瞬即逝 横在面前的是连绵起伏的大山 李平安满不在乎 脚下草鞋 不知已踏遍了多少山川河流 老妞 走着 你 你真真真是李先生的朋友 秦时磕磕巴巴的问道 龙虎山的老道士也被他带跑偏了 必 必必须的 他还拿走了老夫一个养剑葫芦呢 秦时嗷了一声 娜娜 我去给您炒一盘菜 老道士已经吃了四个大馒头 就着咸菜 一听对方有炒菜 颇为不满的说道 刚才怎么不给老夫炒一盘 秦时 刚才不不知道您是先生的朋友 那菜是留给我和我娘吃的 待会儿 我我就不吃了 老道士不由得一笑 你这娃娃 倒还真是时尚 秦时便真的开始准备生火炒菜 一旁的木头落得老高 秦时拿起一块木头 也不用斧子 双手轻轻一用力 便将木头撕成两半 仿佛比司机腿难不了多少 老道士走在一旁 细细观察着他 见他穿着官服问道 你还是官家的人 什么职位 算了 看你家这样子 就知道职位不高 秦时低着头 往里面添柴火 根骨确实不凡 老道士满意的点了点头 小子 想不想跟我去龙虎山 不 不想 你还没问我龙虎山是什么地方呢 秦时继续低头撕着 不大一会儿功夫 便已经撕了不下几十的木头 表情依旧木讷讷的 不管老道士花言巧语 把龙虎山吹上天了 都没有半点心动 老道士说的口干舌燥 你就不想踏上长生之路 秦时犹豫了一下 我我要走了 我娘曾怎么办 你可以把你娘一起带上 别说你娘了 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带上 都没关系 咱们龙虎山地广人稀 正是时候天天人气 沉默片刻 秦时还是摇了摇头 老道士问他为什么 他也不说话 老道士微微眯着双眼 笑了笑 伸出右脚 在地上画了一个圆 把自己圈住 开口道 这样如何 如果你能想办法 把老夫弄出这个圈里 老夫就随你 反之 你若做不到 便随老夫去龙虎山如何 未了 又怕对方拒绝 加了一句 你李先生也说了 你跟我去龙虎山 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秦时抬起头 看了一眼那个圈 又看了看老道士 我力气有点大 你能行吗 老道士呵呵一笑 让他放马过来 秦时张开五指 搭在对方的肩膀 稍下一点的位置 轻轻一用力 对方已然不动 秦时便又加了几分力气 一抬头就见老道士 笑眯眯地望着自己 仿佛是在说就这 秦时有些恼怒了 吸了一口气 双手发力 十一岁时 秦时便能推动五六个汉子 都奈何不得的巨石 拽一头马 便跟六狗一样 只是任由他有万般力气 施加在老道士身上 却像是泥牛入了海 秦时脸色通红 退后一步 一拳重重挥来 这一拳又快又猛 凌厉至极 纵使前面是一堵墙 也会被他一拳打碎 然而老道士只是伸出右手 轻轻一抓 笑道 如何 秦时胸脯起伏 头也不回地走了 哎 你干嘛去 反悔了 老道士急了 我 我去收拾东西 半月后 一处山剑小道上 秦时将背上的母亲 放在一块干净的石块上 又将水壶递过去 你啊 你喝水 随后便在一旁练习着 李平安教给他的走庄 明明早已学会了 却还是不知疲倦地走着 老道士蹲在一旁 用木棍在地上画着什么 道不像是一个老头 而是一个孩童 秦时见了 不由地好奇道 是师父你在画什么 老道士叹了一口气 为师在算这天地之间的命数 大劫将至 也不知九州能不能扛过这一次 这九州的未来 到底在哪 老道士望着天空 眼神中出现了一抹茫然之色 与此同时 大随 怀入书院 天晴得像一张蓝纸 几片薄薄的白云 阿丽亚趴在书院一年四季 依旧绿意盎然的草地上 给姐姐写着信 给大叔李平安的信 已经写了好多 只是不知道 大叔现在去了哪里 所以只好积攒起来 姐姐见性如物 误念 阿丽亚在这一切都很好 书院的老师很凶 不过也有不凶的 阿丽亚虽然有点笨 但是好在努力学的话 勉强能跟得上 也没有人欺负阿丽亚 书院的其他人都很好 我们当中 赵琳儿学得最好 时常受到先生的表扬 赵琳儿最受男孩子欢迎了 他偷偷跟我说 已经有好几个人 给他写过情书了 但是他谁都不喜欢 其实我知道他喜欢谁 但是他不让我说 胖俊还是跟以前一样贪吃 有一次他半夜 偷偷带着鸡腿 去毛厕偷吃东西 结果不小心掉进了毛坑里 这事儿 全院的人都知道了 胖俊说 没脸见人了 吵着要回家 但转头就给忘了 姐姐 王医怎么样了 他被书院淘汰了 一定很伤心吧 你见了他 一定要安慰安慰他 阿丽亚将写给姐姐的信折好 揣进怀里 准备到时候便寄出去 只是大叔的信 却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 阿丽亚叹了一口气 将写给大叔的信折成了纸飞机 这是大叔教他的 说这样便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 传递给那人了 阿丽亚将纸飞机抛出去 一阵阵飘飘的清风 带着纸飞机不知飘到了何处 怀路书院 风吹裤当淡淡凉 景玉蹲在一处角落里 闭目沉思 他奶奶的 上厕所望带纸了 抬头看了一眼树枝 要不 扣扣得了 恰在这时 一个纸飞机顺着风飘了过来 落在他的头顶 天助我眼 景玉大喜过望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忽然 好奇地打开一看 这才发现 原来是阿丽亚写给李平安的信 片刻后 景玉将纸飞机重新飞了出去 地上留着几根折断的树枝 景玉一边走 一边抱怨 奶奶的 树枝 太疼了 玉门关 院落传来清脆的响声 似乎是老末又开始打铁了 砰砰 光着膀子的王毅 挥动着比自己胳膊还有粗的铁锤 一遍又一遍地砸着 不够 不够 老末躺在摇椅上 继续 王毅大口吐着气 委屈道 师父 都砸了这么多核桃了 还不够啊 老末摇摇头 不够 王毅只好继续为老末砸核桃 一旁的少女低头一笑 王毅瞪了她一眼 笑屁啊 少女哼了一声 不再看她 王毅瞥了一眼一旁堆成山的核桃 这要什么时候能全部敲完啊 过了一会儿 王毅忽见少女拿着锤子 蹲在一旁 莫不作声地敲起核桃来 王毅嘿嘿一笑 广陵 南国功夫 天空成壁 欠云不染 今天是个好天气 阳光洒在院落 主仆二人在房间里 一个阎墨 丫鬟蓝月凑过去看 念叨着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这是临走时 李平安留给燕十三的一句话 为了激励自己 燕十三每日都要抄写一遍 吃过了晚饭 主仆二人坐在门前的石阶上 望着夕阳 月儿 我记得你来府的那天 也是在这个时候 蓝月明眸闪了一下 小脸有些红润 少爷 还记得啊 怎么可能会忘 燕十三色生了个懒腰 少女的脸更加红了 燕十三道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蓝月小鸡卓米四对点了点头 该收拾的都收拾了 主仆二人拎着行李 燕十三将几个重的包裹 都背在了自己身上 踏着黄昏的夕阳 离开了南国公府 大随 这个时辰 皇宫内外已经封禁 可是通往皇宫内的神武门 却在这时打开 在这长公主的轿子 直奔皇宫身处 这一夜 谁也不知道 长公主与皇帝陛下说了什么 只是没过多久 长公主便带着皇帝陛下的天子剑 成天子马 带着自己的一半班底 底牌 还有性命 走上了堵桌 边关 兔绝 大随衰落二十余年 又立兵末马五年 此战若成 他便是当之无愧的帝国继承人 大随将会在他的手中 再次走向辉煌 若败 天子马 只任皇室血统的天子马 驮着长公主 从五门的中门 向皇宫外走去 哒哒哒 马蹄踏在方石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按组制 只有皇帝本人 能够不受限制地 随时随地从五门的中门进出皇宫 此外 还有电视后的状元 榜眼 探花的三名读书人 可以从五门中门走出一次 体现了国家对读书人的尊重 阳光洒在肩头 格外温暖 柳韵仰头望着太阳 望着蔚蓝的天空 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人 他摇了摇头 不让自己去想 驾 就在他开口的那一刹那 哄 一声爆响 一朵橘红色的烟花 在天空中炸开 瞬间弥漫开来 那是出征的礼炮 橘色光韵将他的脸庞映照得如画 眉宇间却透着一股阴气 微风吹过 吹乱了他那一头美丽的长发 飞马快奔而去 他的身影越来越远 雄伟的雪山插入天空 乌龙云遮飘渺中 浑然好气灌苍穹 李平安一步一个脚印 征服着横在身前连绵不绝的雪山 不知多久 终于站到了最高峰的一处山顶 李平安张开双臂 扯开喉咙 像傻子一样吼叫着 老牛也摸摸地叫着 声音很快便被呼啸的风声所掩盖 一人一牛肚子里都灌入了不少风雪 耳边回想起一句话 这个天地 我来过 我奋战过 我深爱过 所以我不再会结局 老道是哈哈一笑 不算了 不算了 天地之间自有定数 这个世界从不缺力挽狂澜之人 秦时 背起自己的母亲 一行三人 逐渐消失在山间小路上 人生路漫漫 何曾又坦途 岂不闻人有逆天之时 天无绝人之路 两脚踏翻尘势路 以天为盖地为炉 春阳交圣 下雨多情 山河待扰 愿雨风行 且高歌 且前行 且快意 且从容 诸位莫及 路还很长 雨已经连续下了整整三日 但雨势却是丝毫不减 二胡的调子在雨中缓缓飘荡 时而婉转 时而高亢 时而低沉 雨中的北道 让人浮想连翩 这是一个马帮 干的是脚下的生意 把南边的货带到北边 把一个国家的货带到另一个国家 更有甚者把一个州的货带到另一个州 李平安便在这个马帮当中 穿着一身黑衣 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坐在棚子下拉着二胡 他是在一个集市上遇见了这只马帮 那时候 他穷得叮当响 正跟老牛商量着 要不剁下一条牛腿 考来吃吃 反正还剩下三条呢 气得老牛把他顶翻在地 然后 他便恰巧发现了这只马帮 正在拉人入伙 帮忙看看货 谢谢东西什么的 钱虽然不多 但是管饭 于是李平安便来了 刀疤叼着烟锅 对着狗日子的天气 骂骂咧咧 他说的是家乡话 所以马帮中的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骂什么 刀疤是马帮的帮主 这条路 他已经跑了十多年了 如果雨还这么下的话 他们只能在这儿多休息几日了 跑马帮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路上峭壁身见 山中恶虎猛兽 和李毒蛇蝎子 沿途匪患骚扰 甚至遇见当兵的 还不如遇见土匪 刀疤吐出一口烟雾 狗日子的 雨什么时候能停 李平安手里端着一碗吃剩下的面汤 一手拿着半张饼 一边嚼着 一边哼着小曲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在马帮里吃喝不愁 而且同行的人也不错 没有因为他是一个瞎子 就平白无故欺负他 看不起他 随后 自己再来一段装杯打脸的情节 虽然平淡 但好在省事 一日晌午 雨终于停了 远处的山头上 飘来了一大片蓝天白云 越来越近 越来越亮 马帮重新出发 走在一条阳长小道上 唉 想什么呢 盒子对了对李平安 没什么 盒子跟李平安一样 也是被临时拉入火的 干一些杂活 只是与李平安不同 盒子的家境不错 之所以加入马帮 是为了逃避征兵 看你小子是想红姑娘的吧 盒子黑黑一笑 红姑娘是马帮主刀疤的女儿 娘今年没了 这是她第一次出来 跟父亲跑马帮 驾 驾 时不时的 就能看见一抹红色的身影 从对手掠到对尾 红姑娘长得好看 一双大眼睛 炯炯有神 扎着一条大辫子 美艳中透着一股逼人的阴气 皮肤因为这些日子的风吹日晒 有点黑 但是无伤大雅 马帮里不少人 都在偷偷地瞄着她 但也仅限于此 毕竟帮主腰间的马刀 可不是吃素的 李平安笑道 我一个瞎子 也看不见 惦记她做什么 盒子惋惜地说 也是 兄弟你说你眼睛都这样了 还出来瞎溜达 也不怕出了什么事 没事 都习惯了 盒子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盒子是个好人 至少李平安看来 他是个不错的人 知道李平安是瞎子后 便一直很照顾她 虽然她的照顾 令李平安有些 哎 你上茅厕 怎么擦屁股 对得准吗 我帮你 你尿尿握得准吗 我可以 在旁边指导你握住 李平安 总之他的热情 令李平安一度感到不习惯 山路陡峭 人必须在后面推着马 马才敢往上爬 所以走得格外的吃力 注意脚下的路 盒子提醒李平安 又觉得不太放心 伸手去帮李平安推 你别推了 注意脚下的路 小心掉下去 盒子说完便一步步地往上走 只是他自己力气也不大 站立不稳 险些跌下去 这时 又一个人影走了过来 我帮你们 红姑娘的力气 甚至比盒子还要大一些 盒子诧异地望了一眼红姑娘 不由地加了一把劲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在一个姑娘面前 尤其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面前 激发了盒子身体内全部的潜能 这二人的力气 虽是一等于二 可别人家一个人的力气便是一百 根本没法比 仍旧慢得像是乌龟 还是我来吧 李平安笑了笑 一手扶住货物 一手推着马屁股 三步化作两步 剑步如飞 如履平地 转眼便追上了大部队 盒子愣了片刻 尴尬地挠了挠头 挺 挺好 红姑娘也扑斥一笑 行走江湖 难免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 更何况 还是这样一只招摇的马帮 自然也有许多不怀好意之人 只是见了马帮的规模 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便没有了动心思的念头 期间还遇见了一位美貌的妇人 没有随从 也没人陪伴 就一个人骑着马 慢悠悠地走着 身穿一件薄杀屁肩 身段风鱼 一平一笑 皆是别有一番韵味 那种气质 是那些年轻姑娘绝对没有的 自然对于男人的吸引力 可比那些情斗初开的姑娘们 不知道多出多少倍来 陆不平 胯下的马一点点的 妇人的身子 也跟着晃动起来 马帮的众人都看傻了眼 目光直勾勾地盯在对方身上 盒子咽了一口吐沫 这样 也不怕遇见了胆人 这儿又不是城里 这种独自出行的妇人 跟没穿衣服没什么两样 帮主刀疤冷冷的 收起心思来 江湖的水深着呢 想要活得久 越漂亮的女人 离得越远一些 为什么 和子疑惑道 江湖险额 你觉得那女人没有点本事 敢一个人独行吗 又或者说 她即使有这个胆子 凭什么安然无恙地走到现在 运气 刀疤哼了一声 如果没有点手段 这女人早就成为了 别人胯下的玩物 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里 你以为自己是猎人 实际上真正的猎人 都伪装了起来 现在 你还觉得那女人迷远吗 和子抿了抿嘴唇 再看向那女人 想起刀疤的话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刀疤叼着烟锅继续道 桶里 那个瞎子 和子一愣 顺着刀疤的目光 看向在树下歇息的瞎子 平平无奇 刀疤道 你觉得他一个瞎子 凭什么敢一人一牛走江湖 和子不再说话 刀疤大手 奔在他的肩膀上 小子 不要用眼睛 要用心 否则在江湖里 你才是瞎子 马帮路走得稳 再加上人多势众 所以一连几日 都没有遇见什么事 对于马帮的人说 没事 就代表着好消息 这一日暮色 马帮经过一条古道时 遇见了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 倒在路边 见有人来了 赶忙凑上前去 大爷 行行好吧 烧上我们一程 路上遇见了贼人 钱都被劫了 面对女人苦苦的哀求 刀疤只是冷冷的瞥上一眼 便是做无误 马帮中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要么一言不发 要么连看都不看 这时 红姑娘走过来 没事啊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呗 女人眼睛一亮 感激地说道 姑娘 我就到前面的小镇 绝不会耽误你们的 丫头 别多事 回来 刀疤冷声道 红姑娘抬起头 爹 这孤儿寡母的路上 万一遇见了歹人怎么办 那也不关你的事 红姑娘有些稚嫩的脸上 带着不满 十五六岁 涉事未深 又是从小读着快意恩仇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 画本小说长大 哪里懂得 刀疤这么做的原因 爹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再说了 就是让他们母子 跟咱们一起走而已 我说不行就不行 刀疤加重了语气 副帮主和几个心腹手下 忙将红姑娘劝了回来 跟在后头的盒子 见了这一幕 皱眉道 这未免也太绝情了 不就是烧人家一段路吗 又不费什么力气 你懂个屁 一个常年 跟着刀疤走马帮的人伸手 给了盒子一个大搏溜子 马帮一旦出发 便不能往队伍里带人 这是规矩 而且这荒郊野岭的 对方说什么 你都信 也不怕 把小命丢在这 盒子挠了挠头 嘀咕道 有那么严重吗 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娃娃 懂个屁 那人骂骂咧咧的走了 盒子转头看向李平安 平安 你说呢 李平安耸耸肩 我 我说什么 老老实实干活就好了 天色不早了 马帮在一处小溪旁安营扎寨 和对岸三里处是一座大山 山上有一条六丈宽的通道 山下有一条长达八里的河床 吃过了饭 李平安便躺在一块石头上 肌肉像是被火烧了一般 又麻又痒 让他很不舒服 自从得了那养剑胡萝卜 每隔一段时间喝一次酒 他的身体便出现了这种症状 不过忍过这段时间后 便会察觉到自己体魄又增长了一分 只是他没有着急 仍旧按照龙虎山老道士的吩咐 三天喝一小口 五天一大口 欲速则不达 稳达稳渣 比什么都重要 月光朦胧 像隔着一层薄雾 深邃的天空 星星眨着眼 没有风 丝丝凉意涌到身边 喂 咻 红姑娘和盒子二人 小心翼翼地凑在一起 各自手里都拿着食物 趁着没人注意 向林子里走去 本应该熟睡的李平安 动了动 快吃吧 盒子将饼递过去 夫人一个劲的道谢 谢谢 谢谢 红姑娘道 大婶快吃吧 孩子这么小 别饿坏了 夫人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你们真是好人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盒子挺着腰板 行走江湖 这都是应该做的 就算是别人见了 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话一出口 便知道说错话了 毕竟白天时 盒子下意识地看向红姑娘 红姑娘低着头 我也不知道 我爹怎么了 她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其实他人很好的 夫人贴心地说道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令尊的做法我理解 听了这话 盒子和红姑娘 更觉得自己做对了 毕竟一个妇人一个孩童 有什么需要警惕的 对了 你们给我送吃的 没有人知道吧 妇人忽然问道 盒子摇了摇头 以为是妇人担心 他们被责骂 放心吧 没人知道我们来 妇人轻轻一笑 那我就放心了 盒子微微皱眉 这话 怎么听着有些怪呢 下一瞬间 妇人忽然退却了人皮 身后冒出树根黑色的触角 大如彻伦的肉流 重重垂在地上 竟是一只蜘蛛精 翩翩头颅还是人形 妇人怀里的小男孩 也化成了一只体型较小的蜘蛛 盒子和红姑娘 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一幕 只觉浑身血液都被冻住了一样 一股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连呼吸都变得冰冷麻木 跑 盒子喉咙里挤出这一句话 变成蜘蛛精的男孩 向盒子扑了过来 正准备吸干净他的全部精血 嗖的一声 一道亮白色的荧光掠过 紧接着是男孩撕心裂肺的惨叫 和那名妇人的惊呼 我的 盒子与红姑娘 只觉耳阔中有轻轻的擦的一声 树身微微一震 随后便看见男孩被钉在树上 口吐鲜血 荧光流转 风锐无比 周身之上仿佛流淌着朦胧的月光 带着一股失忆的美 妇人试图用触手阻挡 可是那荧光却轻而易举地 穿破了她的触角 妇人毫不犹豫 抓起地上还未死透的孩子 为自己形成盾牌 同时将周身法力凝聚 儿 别怪为娘 手指长短的五柄飞剑 却划出半丈多长的剑光 轻而易举地贯穿了妇人的身体 随后五柄飞剑转了个圈 迅速消失在黑夜当中 盒子和红姑娘正在原地 半赏回过神来 慌不择路地往回跑去 月色似流水 李平安躺在一根树叉上 惬意地喝了一口葫芦里的酒 随后伸出手 不远处 五柄飞剑化作一道流光 重新钻入养剑葫芦当中 李平安打了个哈欠 接下来的几日 红姑娘和盒子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显然是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刺激 尤其是盒子 给孩子弄得都怀疑人生了 别人问他 他也不说 直到有一天 他实在憋不住了 拉着李平安到一个角落 神秘兮兮兮地说 我跟你说个事 你不要害怕 李平安微微点头 说吧 我不害怕 盒子深吸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四处看了他 我 遇见妖怪了 李平安 哦 盒子皱眉 我的意思是说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李平安说 遗憾 我能保住小命 就已经是天大的姓氏了 你知道那个蜘蛛巾有多大吗 有你家牛那么大 李平安笑而不语 盒子继续说 他把我和红姑娘骗进林子里 然后就变成蜘蛛就要吃我们 还好关键时刻冒出来一柄飞剑 那飞剑贼看娘的帅 刷刷 两下就把那两个妖怪全杀了 说着说着 盒子顿住了 看了一眼李平安 你 不会以为我得失心疯了 或者逗你完了吧 李平安摇了摇头 不会啊 盒子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话要是对别人说 多半会认为自己脑袋进水了 你是不知道 当时的情况有多凶险 险些小命就要玩完了 李平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侠义心肠是好事 但行好事之前 也要顾全仔细 切莫鲁莽行事 否则好事做不成 只会白白丢了性命 盒子正了正 望着李平安离去的身影 点点头 嘴里嘟囔着 急事 急事 哎 等等我 一更里啊 送秦郎哥枕头边要 银子送给你啊 送给我秦郎哥 刀疤喊着走马帮的歌 称不上有多好听 但是十分洪亮 刀疤一手拎着砍柴刀 不断地砍掉挡在身前的灌木 身边还有好些个汉子 一起挥舞武器 对准了这些挡路的家伙 他们下手快 配合得十分娴熟 没一会儿 便砍出一条路来 每年这地方 都要重新长出来一次 每年都要砍一次 心比剧隔 有人抱怨道 这些活旁人是做不得的 只能是鼠手 否则既耽误时间 再砍灌木的时候 也容易伤到兄弟 一行人走走停停 李平安坐在老牛身上 拉着二胡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170-172 不知不觉中 又加了两年的寿命 似乎是觉得足够了 便收起了二胡 富帮主正在给盒子 讲着北道上的故事 吓得盒子小脸一会儿一个颜色 随后富帮主又给盒子 讲起了各地的风土人情 北道的尽头是哪 李平安好奇地问 尽头 北道的尽头是沧海 那沧海的尽头呢 沧海的尽头是另一个州 什么州 李平安像是一个好奇宝宝 富帮主挠了挠头 神色有些尴尬 云州 这时帮主刀疤忽然开口 沧海的尽头是云州 怎么 你想去 李平安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周围人都纷纷诧异地望着他 富帮主诧异道 你去云州做什么 去云州是要过沧海的 嫌少有人敢去 李平安笑道 我就是嫌溜达 刀疤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北道可不好走 再不好走的路都走过了 李平安说 马帮是要从草原做生意 到酋长的部落去 到牧民的帐房里去 李平安则是要沿着北道 一直走下去 双方注定要分道扬镳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 何子伤心了整两天 这一路上 他和李平安最为交好 此刻 听李平安要走 而且还是要一直沿着北道走 到沧海 到云州去 便化身劝说团 有事没事便在李平安身旁说着 北道如何如何的危险 沧海如何如何的危险 豺狼虎豹 妖魔鬼怪 只不定会遇见什么 你说你没事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啥 跟我们去草原 我把我这次走马跑的钱全给你 再送你两块好不 何子拍着胸脯说道 然而 无论他开什么条件 李平安也没有说 那就不去了 这种话 李平安倒也不嫌弃他烦 无论何子说什么 他都耐心烦的听着 好几次都让何子误以为 对方听尽了他的话 结果最后一问 李平安倒 我还是要去见识见识的 老话说 上山容易 下山难 越往下 坡度越大 速度越快 也就越危险 盒子的鞋换了七双 身上的衣服也早就破烂不堪了 而且地上还有积水 鞋子里全是水 鞋底全是泥 走起路来格外沉重 走到一半 天气陡然一变 阳光越来越盛 热的人发昏 偏偏灌从中的叶子 墨植往衣服中钻 难受得要死 侦探娘的遭罪 盒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原本一张白白净净的小脸 到这时候 已经黑里透着红 身上又湿又脏 胳膊上也被荆棘刺的千疮百孔 再看看李平安 一对比 感觉自己像是野人一样 就连常年走马帮的汉子 都十分诧异 问李平安秘诀是什么 李平安便说 注意一些便好 灌从今年尤其的秘 好些个开路的汉子 都有些遭不住了 刀疤看了一眼盒子 行吗 盒子早就手痒了 连连点头 刀疤便各自让人给盒子 递了一把砍柴刀 盒子第一次拿刀 有些兴奋 结果一刀挥下去 没砍刀 反倒险些被划伤 惹得一众大笑 盒子扫红了脸 嘀咕道 笑毛啊 谁第一次握刀不是这样 副帮主笑着走过去 不是这么砍的 要注意方法 跟着副帮主学了不久 盒子便掌握了方法 虽然有些生疏 但好歹不会出现刚才的情况 盒子咧嘴一笑 转头去寻李平安 像是得到了什么玩具 等不及跟朋友炫耀一样的小孩子 平安 李平安掂量着手里的砍柴刀 盒子道 哎 平安 你拿着砍柴刀做什么 帮主说人手不够了 让我帮忙 你眼睛能行吗 我来帮你 不用 盒子笑道 我告诉你啊 砍这东西 讲究一个方法 说说说 贯从一片片的倒下去 李平安手握砍柴刀 像是切菜一般 盒子抿了抿嘴唇 嗯 没事了 好刀法 刀疤道 李平安笑了笑 走江湖的 自然有些本事在身上 湖 前面有湖 有人惊呼 所有人都抬头看去 只见前方不远处 还真出现了一个湖 湖面上波光零零 依偎在树林里 带着浓重的湖水味道 带着一丝凉意 啊 众人都都跟风了一样的喊着 嗷嗷的往前冲了过去 仿佛只要到了那湖 这一路的疲倦 便可完全消减了一般 众人全部解开衣服 扑进了湖里 湖水清凉 流淌在肌肤上 让人情不自禁地沉入水中 湖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 每个人身上都挂着水珠 脸上像是哭过一样 盒子倒是真的哭了 太他娘的不容易了 你们看 毛蛋子哭了 盒子回头叫骂 哭你娘 众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红姑娘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李平安站在水里 洗了一把脸 老牛在水里打着欢 不停地在水里跳来跳去 玩得不亦乐乎 李平安拍了他屁股一下 老牛一甩腿 将水花全溅在了李平安身上 李平安扑上去 老牛 老牛一个翻身 将他压在身下 扑通一声扎进水里 溅起的水花像一束绿色的花束 向四面八方飞溅 一人一牛在湖面上打起水杖来 夜湖美景 涟漪练艳 倒影碎裂 波光摇曳 太阳已经落山了 但他的光却从云层下穿透过来 在湖面上缓缓流动着 红光照到湖面上 湖面像燃烧起来似的 老牛绘声绘色地 为李平安描述着这个景色 李平安笑道 真美啊 老牛 猫 两酒后 李平安躺在地上 伴着清风与明月 缓缓入梦 一日清晨 马帮的人从昨日的兴奋中回过神来 开始整理货物 而李平安也要收拾东西离开了 马帮的人要改路去草原 而李平安则要继续顺着北道走 一直走到北道的尽头 沧海 再从沧海到云州 继续走直到云州的最北部 时间上早 李平安蹲在地上 争取编几双草鞋 草鞋有好几种称呼 草鞋价钱便宜 谁都买得起 或自己会编 不必见 也无人见 故称不见 虽然简陋 但可以随穿者千里之行 也称千里马 平安 走了 有人跟李平安打招呼 李平安笑着点头 说着 有缘再见 江湖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风波 萍水相逢就是缘 不少人都来跟李平安打招呼 一路走来 李平安人员不错 能喝酒 会聊天 待人也很好 所以这些人都跟他关系不错 帮主刀疤 送了李平安两匹布 折散成钱 够吃两个月的饭了 有些多了吧 李平安道 拿着吧 刀疤道 你救了我女儿一命 李平安没再说什么 收下了两匹布 正午时分 吃过了饭 马帮便要动身了 只是李平安一直未见到盒子 这些日子 盒子跟他同吃同住 此刻要分别了 李平安觉得 应该跟他说一声 可能这次之后 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这家伙 不会是生我气了吧 李平安笑着摇了摇头 牵着老牛 正准备启程 呼见前面 也有一匹快马急驰而来 马背上坐着盒子 李平安抬起头 走了 盒子抽了抽鼻子 语气低沉 娘的 一路上山高水组 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盒子不想再多说些什么 似乎怕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像他这般大的少年 自是很少经历分别 给你的布 一路顺风 说手中的马鞭猛的一挥 啪的一声 鞭子抽在了马上 下 有缘再会 李平安翻身 爬上老牛的背 老牛 我们走了 老牛摸得叫了一声 不虚不及地迈动脚步 李平安哼着歌 欢快的声音在风中荡来荡去 图片为网图 一处山坡之上 熊腰熊大抱着狼牙棒 打着瞌睡 大鼻涕冒跑 嘻嘻嘻呼 这时有人戳了戳他 喂 别闹 熊大一挥手 喂 别睡了 熊大睁开眼睛 直接面前出现了一个人脸 将他吓了一跳 阿鸭妈呀 吓死我了 对面的人笑了笑 明明你才是妖怪好吧 熊大愣了一下 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份来 拿起狼牙棒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呃 然后是 熊大挠了挠头 显然是忘辞了 那人提醒道 要想此路过 留下买路才 熊大恍然 随后那人伸出手 正好我饿了 把钱交出来 吃得也行 哦 熊大当即从怀里 拿出一张烧饼 那人接过烧饼 撕开两半 另一半递给身后的老牛 我叫李平安 你叫什么 熊大 挣了片刻 熊大反应过来 你把饼子还给俺 那是俺的午饭 李平安道 有水吗 有些噎得慌 老牛叫了一声 表示自己也噎 熊大怒了 你当俺是什么 俺可是 话还没说完 李平安手摁在一旁 一棵水桶粗细的树上 内镜一收一放 一道细小的裂痕 沿着树木迅速开裂 哄 树木轰然坍塌 灰尘四溅 熊大大鼻涕 不由地流了出来 李平安拍了拍手 有水吗 有 洞穴内 熊大委屈巴巴地 缩在角落里 白弄着手指 快要哭出来了 李平安嚼着胡萝卜 问道 没有别的吃的了吗 你天天就吃这个 熊大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还有重的玉米和红薯 李平安 好吃吗 熊大 不太好吃 既然不好吃 那我就帮你处理干净吧 熊大揉了揉脸 这日子没法过了 眼看着李平安和老牛 吃完了自己的大半家底 熊大都要哭出来了 哥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总觉得没有肉菜 少了些什么 目光望向熊大 舔了舔嘴唇 熊肉 熊大心中一阵恶寒 瑟瑟发抖 俺可不好吃 李平安笑道 逗你玩呢 这时整座山都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天空像是裂开了一道口子 哄 天像是裂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大颗大颗的雨点往下砸落 落在地上 一层又一层的泥土在地面上炸开 就像是被炮弹点燃了一样 看样子 只能在这休息一晚了 李平安说 熊大嘴角微微抽动 敢怒不敢言 李平安盘坐在熊大的石床上 体内力量缓缓升腾 晶晶 天门 长晶 玄泉 天谷 泥丸 这便是顾锡周所说的人体密藏 普通的武夫没有踏入武道 身体的总容量总共就那么大 所以 纵使他气血强大 身体也无法支撑庞大的气血 就好比一个小水库 承载了超过他体积的水 便会承受不住压力 从内部爆开 李平安虽说是天乏之人 体魄强大 但终究还是肉体繁胎 与在体内已经形成小天地的修饰 有着云泥之别 李平安真正的特殊之处 在于天乏之人 人体密藏的旺盛 所以他能将多余的气血储存在密藏当中 李平安隐约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承载的气血已经到了极限 这些日子 他一直尝试打开泥丸 但还是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 最近几日 李平安隐约察觉到了 自己似乎要突破 这才想找个亲近一些的地方 不多时 李平安再度进入观想状态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两种命格的属性 因为二胡升级了的缘故 所以大幅提升 加持起身 老牛在一旁打着哈气 虽然看起来无精打采 却一直有意无意地盯着山洞外 和角落里委屈巴巴的熊大 防止有什么变故 趁着李平安进入观想状态时 突然袭击 熊大似乎是饿了 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见李平安没注意到自己 轻轻点着脚 偷偷拿出了一根萝卜 啃了起来 一转头 却见老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熊大愣了一下 你也要吗 于是一牛一熊欢快地啃起萝卜来 一日清晨 熊大昨晚跟老牛玩了一夜的游戏 其中包括蛋不限于五子棋 锦字棋 猜谜 抽王八等等 一熊一牛 顺利成为了朋友 熊大伸了个懒腰 忽然一股异常强大的压力 笼罩着他的全身 每一寸皮肤 每一个毛孔 都让他喘不过气来 熊大暗道 不好 自己这是要变成一盘菜了 无命休矣 熊大闭上了眼睛 只是等了许久 也不见有什么变化 李平安缓缓走了出来 吐出一口热气 他感觉 现在自己的身体 充满了力量 每一根骨骼 每一条经脉 每一块肌肉 都快要爆炸了 让他有一种 想要大战一场的冲动 每走一步 就像是有一块千斤重的千块 突然打开了一样 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泥丸开 虽然仅仅只是 打开了泥丸的门户 却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体内的气血之力 疯狂地涌入到了 密藏泥丸当中 一股奇妙的力量 在自己的体内蔓延开来 及体内的气血 发生了质的变化 变得更加的明亮 更加的顺畅 一呼一息之间 便有一种冲天起的感觉 熊大道西一口凉气 俺的清娘嘞 只见李平安浑身通红 跟刚出炉的红皮猪一样 李平安走出山洞 雨还没有停 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时候才发现 河道上涨 水流奔腾 被河水卷着 从一条河流 冲到了另一条河中 山下面的路 已经被水淹了 李平安从山洞上 一跃下跳进了水里 出滋滋的响声 随后化作一缕缕白烟 片刻后 水没到了他的脖子里 风一吹 终于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熊大抹了一把 额头上的汗水 好家伙 变得更强了 李平安纵身一跃 从水中跳了上来 直勾勾的盯着熊大 有肉吗 我饿了 熊大 你直接说想 吃饭不就好了 禽兽 火光噼里啪啦的跃动着 李平安很呃 呃到什么程度呢 这从他看熊大的眼神中 就能很好地诠释出来 熊大瑟瑟发抖 躲在老牛身后 经过昨夜的交流 一熊一牛 结下了身后的友谊 老牛摸地叫了一声 仿佛是在说 要想吃熊大 便先吃了我老牛 于是李平安贪婪的目光 锁定了老牛 嘴里嘀咕着 熊肉和牛肉的搭配 怎么吃才能好吃呢 老牛沉默片刻 默默地转身躲到了一旁 刚才当我放一个片 俺有办法了 熊大一拍脑门 终于想到了 自己不被做成菜的法子 山里还有许多其他妖怪 可以去找他们接一点食物 喷喷 不过一会儿 门开了 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从洞内踏出头来 是熊大 有什么事吗 小狐狸呆呆地说道 他刚刚修炼成人没多久 所以说话 还并不是太流畅 熊大觉得 实在有些对不起兄弟 但是为了保命也没办法 狐狸兄弟 你家里还有吃的吗 小狐狸眨了眨眼 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我家才没有五包大米 两包地瓜干 一包辣肉 以及一袋面饼呢 空气中沉寂了两秒钟 熊大看着这个 比自己还傻的小狐狸 无奈道 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小狐狸顺着熊大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人 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嘿 体内泥丸门户大开 李平安对于力量的控制 提升了一个档次 气血之力从内部 直接将树木震得粉碎 小狐狸 不久后山洞中 小狐狸和熊大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洞内除了收刮来的食物 还有一头野狼 心比剧隔 李平安正生火 烤着狼肉 不一会儿 洞穴内香气肆意 密集的水泉不断地朝地面砸来 风的笑声也是越来越是害人 洞内 滋滋冒油的烤肉 香酥了冻病 你们不吃吗 李平安问道 熊大和小狐狸 吓得相互抱在一起 这是一头狼不够 准备吃头熊 再加一只狐狸 放心 一头狼够吃了 李平安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只是熊大和小狐狸 还是不敢靠近 等李平安和老牛吃完了 一大块肉一块一块地晃动着 让人食欲打开 李平安将养件葫芦丢给他们 不白吃你们东西 给你们喝一口酒 熊大和小狐狸心里负费 真是个强盗 抢了他们这么多食物 结果就给他们喝一口酒 不过心里是这么想 嘴上却不敢这么说 谁知道下一秒 李平安会不会把他们 也放进锅里给煮了 于是熊大和小狐狸 各自喝了一口养件葫芦里的酒 不大一会儿 便觉得体内像是烧起来了一样 什么情况 熊大和小狐狸二连猛逼 小狐狸瘫倒在地 完蛋了 酒里有毒 熊大震惊 杀我们还用得着毒吗 小狐狸抹了一把眼泪 娘 我对不起你啊 说着在身上揪了一撮毛 将一头粘起来 当做毛笔的尖沾了沾口水 准备开始写一书 熊大到底还是修为 比小狐狸高一些的 很快就发觉了 这股力量的特殊之处 盲掉转气息 如果说原本体内 就像是一条小溪 那么这股力量就像是风浪 推着小溪 向更高的地方驶去 不多时 小狐狸便也盘腿坐了起来 一熊一狐狸 在洞内一动也不动 像是两个雕像一样 李平安吃饱了饭 闲来无事 则坐在一旁 和老牛玩起了五子旗 外面狂风暴雨 洞穴内却岁月静好 又过了两日 成了 俺成了 熊大从修炼中 领悟到了更高的境界 此时 不仅体内骨骼发生了变化 原本有些干瘤的身躯 也在一瞬间变得晶莹剔透 熊大终于变强了 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 小狐狸也获得了不小的成长 此刻正得意地掐着腰 朝气蓬勃 李平安站在山洞外 感受着雨水噼里啪啦的落下 山红咆哮着 像受惊的野兽 吞噬着一切挡在他前进路上的东西 势不可挡 头顶黑压压的一片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像是一座黑色的大山压了下来 李平安抬起头 估计是大王又要化骄了 熊大看了一眼这天气 忧心忡忡地说道 希望这次能够顺利 化骄 熊大点点头 我们这个山有个很厉害的老大 是一条蟒蛇 名叫张三 已经修炼了好多好多年 我爷爷的爷爷活着的时候 张三便是这座山上的老大 李平安倒是听过一些传言 入降为骄 入海为龙 走骄 往往都是洪水爆发之日 伴随而来的 就是一场严重的灾难 所到之处桥梁 梁田敬毁 也因此民间便有了顺水行骄 危害四方讲法 看样子 只能等他走骄结束了 李平安无奈地说道 他可没有斩杀这条大蟒的念头 蟒蛇五百年化骄 甭管是真是假 对方修为肯定前不了 这可与他去京城坐大船时 斩杀的那条巨蟒大为不同 还是老老实实地 等着走骄结束吧 熊大叹了一口气 要是大王走骄不成功 估计我们就要遭殃了 他走骄失败 关你们什么事 熊大垂丧着头 大王之前已经走过三次骄了 每一次失败都要拿我们撒气 前一次失败 他便编了好几日的花绳 李平安笑了 编花绳 这也算撒气 熊大 关键那根花绳 是一条成精的小蛇 李平安 太残暴了 小狐狸也常常叹了一口气 大王走骄失败后 身体受损 便需要吃一些妖怪 来恢复自己的体力 说不准 我们都要变成大王的食物 我奶奶和我娘 就是被大王给吃了 像小狐狸这种断位的妖怪 自然不敢想着 报仇之类不切实际的想法 能够活下去 比什么都重要 李平安在心里默默保佑 助这家伙走跤成功 大水能够早一些退去 大山深处 身着白衣的小童 手中拿着一座数寸高的山峰 晶莹剔透 山峰之中 盘踞着一条极为细小的黑影 仔细看才发现 不是蚯蚓 而是一条小蛇 哈哈 我说张三 你怎么胆子还是这么小 放心吧 这次雷劫劈不到你的 我已经在周遭设下了阵法 大山内的所有生灵 将会带你承受雷劫 与之相对应你 也要带他们承受夜里 那些个乌七八糟的夜里 对你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小蟒蛇从白衣小童手中的山峰上冲了出来 宛如一道流星 落在一旁的河水之中 陡然之间 变成一条比碗口还粗的巨蟒 小童笑了笑 这巨蟒乃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宠物 平日里喜爱极了 只是因为夜里被的太多 这次若是再不成功 恐怕一身修为便要废了 小童无奈 只得求着自家长辈 将家中的法宝借来了 再配合着这门写法 妄图以整座大山上的生灵 代替自己的小蛇承受雷劫 雷声震震 宛若龙吟 河水奔腾着 一浪高过一浪 一浪接着一浪 浩荡荡的水流 呼啸着将暴雨和荧光尽数吞噬 大蛇在其中不停地翻滚着 尾巴甩来甩去 小童哼着欢快地取掉 洪水越过堤坝 像一头凶猛的野兽 肆无忌惮地冲入村中 轰隆一声巨响 山崩地裂 村子好似变成了一汪湖水 就连许多参天大树 也被洪水冲断 好些连根拔起 不住地摇晃着 呼起呼落 更不用说村落里的人了 他们根本无法躲避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那凶猛的洪水呼啸而来 将他们彻底的吞噬 伴随着小童的曲调 是无数人的哀嚎 挣扎着 嘶吼着 但是能听见他们声音的 只有他们自己 哗啦啦的水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整座大山都被困在了漫天的水里 大山之上 雷鸣声不断 狂风越来越大 气温也越来越低 仿佛一片死寂 嗅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 熊大和小狐狸隐约之中 似乎是感受到了什么 缩在角落里 抖成了筛子 小狐狸用两只耳朵盖住脑袋 熊大则把头埋在土里 只露出一个大屁股 李平安不免觉得有些好笑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而且这蛟龙走蛟 应该不会连累到自己 应该吧 这么想着 李平安便生起了火 还有一些野菜 和吃剩下的肉 以及面条什么的 李平安便煮了一锅肉丝面 吃面了 熊大从地里钻出来 迅速给自己盛了一碗面 随后抱着面 再次把自己埋入了地洞中 李平安和老牛坐在洞口 吹着凉风 吃着面 吼 吼声震耳欲聋 震得周围的山都在颤抖 大地也在颤抖 巨蟒冲过了一片山谷 翻滚着向山下冲去 巨浪翻腾 滔天洪水席卷而下 掀起千层巨浪 所过之处 树木纷纷倒下 一切都被卷入了 这恐怖的漩涡之中 所过之处 尽皆烟灭 巨蟒的眼前出现了一条 巨大的拱桥 此桥横跨在两岸的绝壁之上 借江星一礁石下角立住 桥面铺着石板 每一块石板 都有一尺多厚 巨蟒发出一声咆哮 以水漫过桥身 水淹过桥才能遮掩身体 越过桥才有出头之日 灵蛇修行之后 断不可自桥下经过 桥为人走 若是灵蛇自桥下经过 就等同于被人踩在脚下 一辈子无出头之日 巨蟒随时可以渡桥而过 只是 他微微昂起头颅 目光盯着空中那跃动的电光 眼神之中充满了畏惧 仿佛苍穹之上 有一位发怒的天神 在驱赶着群魔 一声声怒吼震得地动山摇 大山之中 小童看着手中如宝塔一般的假山 微微一笑 手捏法诀 嘴中吐出一个字 是 如金口欲言 大山之外庞大的法阵 缓缓转动 一条长长的金线 在地上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印记 嗡 天地之间 有清脆的声音回荡 随后两股力量纠缠在一起 声声不息 与此同时 大山之内的所有生灵 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众妖都感觉到了一股浩瀚的神秘力量 那股强大到令人站立的力量 仿佛束缚住了他们的灵魂 让他们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隐约可以看到 他们的魂魄被牵引着 想要从他们的身体中钻出来 小童一笑 借你们的业力一用 能为本座的小蛇抗住雷劫 也算你们的造化了 下一瞬间 半空中原本的雷劫 被一股风吹散 用大山内周遭生灵的业力 为蟒蛇抵消了这次雷劫 此后 这些生灵一旦渡截 便会共同分担 今日雷劫之危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 他们替蟒蛇挡了一截 自身的部分业力 也转嫁到了蟒蛇身上 巨蟒的身上 亮起了一层奇异的光芒 原本有些昏暗的光线 在这一刻 变得明亮了许多 巨蟒发出一声兴奋的喊叫 再无顾忌 便要越过桥身 入江为交 他的半个身子 掠过了桥身 江面静在眼前 哄 忽然 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苍穹之上划过 将天地照得异常明亮 只一划落 天空便撕裂出一条光痕 刹那间又消失在天际 紧接着震耳欲聋的劈雷 沉闷的坐下 巨蟒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 身子重重的跌入水中 身死倒消 再无半点生机 深山之中 那名原本淡然自若的小童 神色猛的一变 灵魂中出现了一丝恐惧的波动 手中那座宝物 轰然炸裂成鸡粉 顾不得想太多 双脚猛的一蹬 身子如星辰般冲天气 一道道雷光 犹如银蛇一般 在苍穹之上游走 犹如一片雷尺 小童早已面无血色 这雷杰的威力 堪比父亲化灵之时 轰的一声巨响 江中腾起树道十多丈高的水柱 小童化身成一只蛟龙 跑 现在他只有这一个念头 就在他身影窜起的瞬间 两道长虹 一左一右电射向小童 轰鸣之中 巍峨的山脉 剧烈地颤抖起来 山峰硬生生被劈成了两半 形成一道巨大的沟壑 绵长而苍近 正在吃面对老牛 猛地一个亮枪 碗中的面 直接护在了脸上 大雨结束了 乌云散开 阳光洒下 染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色 熊大和小狐狸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情形 双双瘫倒在地 大汗淋漓 李平安碗里的面就见底了 他端起碗来 一仰头 将碗里剩下的汤液 滴不胜地喝了下去 雨过天晴 也不知道那头蟒蛇 有没有化骄成功 李平安打了个阁 吐出一口气 又该出发了 天空一壁如洗 如同一块上好的蓝宝石般 晶莹剔透 阳光透过淡泊的云层 像一束亮闪闪的金线 天红云 满海金波 熊大和小狐狸 站在山洞外 望着李平安和老牛离去的身影 再见啊 倪田当中 一只身形庞大的胶正 缓缓地涌动着 地面拖出一道冗长的痕迹 正是方才在大山之中 被雷杰击中的小童 本名为童子生 是一江之主 蛟龙之子 生死关头 他已自身灵骗 天地灵气 最后又迫不得已 毁了自己的护命法宝 这才勉强化解 代价却仍然惨重 数百年道行 几乎毁于一旦 打死他都没有想到 不过是一时兴起 想着以邪门之法 助自己的养大的一条蟒蛇 渡过雷杰 谁知道偷鸡不成十把米 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 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 真他娘的倒霉 童子生暗暗骂了一句 方才的雷杰 想必会吸引周遭地区的 其他修士 自己这个样子 难免其他人会趁人之危 当务之急 还是早些回去 前方出现了脚步声 童子生硕大的眼球动了动 是一个人 还有一头牛 正好送上门来 童子生张大了嘴巴 加快速度 苍蝇肉也是肉 他的速度比起之前 自是天差地别 可在普通人眼里 却仍旧是快的 一人多高的芦苇 被齐齐压在身下 头颅重重撞在地面 那人却已经率先感知到了 灵敏地向后跃去 李平安一双脚尖 在芦苇肩上轻轻一点 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 蟒蛇 李平安皱眉 对方这副模样 似乎没有画胶成功 李平安并不知道童子生的存在 所以把他当成了 山上画胶的巨蟒 真是倒霉 李平安轻声嘟囔了一句 右手握住刀柄 一道惊鸿掠过 扑的一声闷响 这一刀在童子生的身上 开了一朵小红花 只是并没有拦住 他庞大的身躯 一股灵力的静风 从身前袭来 李平安闷哼一声 他的衣袖 被一股静风扫中 衣袖裂开了一道口子 李平安轻吐出一口气 很强 童子生也是微微一惊 只觉一股寒一袭来 双目如电 死死盯着对方 气血充足 最有阳刚之气 正是大补的好食材 童子生伸出性子 再度涌动身躯 凶狠地向李平安撞来 李平安不与其正面交手 闪身向一旁闪躲 呼啸的静风 从侧面横扫来 童子生粗壮的尾巴 秋风扫落叶斑 在没有任何法术的加持下 快准狠 便是最强大的攻击手段 燕子穿云纵45% 飘逸清零 一尾渡江 飞檐走壁 黄色命格 君子不忘动 动臂有道 与敌对战时 周身五步以内 体内力量大幅提升 肉身强度增强 在两种力量力量的加持下 李平安显而又显地避过这一击 童子生一击不成 一记飞燕归巢盘旋一圈 等李平安再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对方巨大的身躯给包围了 对方的攻势太快太猛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的机会 只能快速闪避 李平安突然腰背一弯 心脏猛的一缩 脚下一旋 与童子生的头颅再次擦肩而过 好快的身法 童子生暗暴 虽然自己现在是残躯 可要是对付眼前这个武夫 还是十拿九稳的 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 冷笑一声 攻击愈发凌乱 李平安左躲右闪 时不时挥出一刀 每一刀都是一刀 都快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可对方皮糙肉厚 根本不是一时半刻便能解决得掉的 童子生是打定了主意 要活活耗死对方 只是足足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已经被逼到方寸之地的李平安 仍旧没有理解 反而是越战越勇 手中握着一柄扶桑刀 每一招每一事 都是那么的得心应手 体内泥丸密藏 给了他更多的回旋余地 这场战斗 对于李平安来说正是时候 如若来得再早一些 没有开启体内的泥丸密藏 恐怕李平安很难有取胜之道 而现在与童子生的战斗 反而是激发了李平安的潜力 生死搏杀中的一息 却抵得上数日的修行 这混蛋怎么这么难缠 童子生心中暗骂 不仅难缠 还屡屡让自己吃扁 想自己堂堂一将主神之子 如今却被一个武夫欺负 气息不禁更加狂暴 张大了嘴巴 腥风扑面 李平安定了定神 知道想要击败对方 并不是一拳一脚便能做到的 他一边想着 一边运起气血 往前跨了两步 一刀斩出 童子生虽然不知道这刀的来历 可确实已经领会过了他的厉害 下意识地避开了这一刀 就是在这一瞬间 李平安猛然将自己的潜力 发挥到了极致 施展出了自己平生最强的一刀 两张飘荡的宣纸 不知何时夹在了李平安的手指中央 上约 风 火二字 这是李平安在山洞时 便早早背下的 以防万一 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听风刀法 扶桑刀带着出鞘的火龙 迎风一掌 哗啦 将方圆四五米的范围 都笼罩在了一片火海之中 李平安对这一刀极为自信 为了这一击 他已经折服了很久 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机会 这一击也不负他的所托 只取童子生巨大的头颅 带童子生反应过来时 早已来不及了 这小子 在藏桌 蛟龙之血喷洒而出 如雨点般落下 灵力地刀器还没有散去 周遭无风自动 李平安抬起头 沐浴在血雨之下 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让李平安再次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老娘 打扫战利片 蛟龙实在是太过巨大 李平安用扶桑刀挖出了蛟龙胆 随后又割下了一些蛟龙肉 便带着老牛匆匆跑了 谁知道会不会再有一条蛟龙 再或者 突然冒出来一个被吸引过来的修士 总之 哪一条对李平安来说 都算不上什么好消息 一人一牛 闷头赶了一天一夜的路 确定后面没有追兵 这才停了下来 老牛从背后拿出一口大黑锅 这是临走时 兄弟熊大送给他的 将蛟龙肉炖了 煮了半天也没有熟 老牛又添了一把柴火 李平安则将蛟龙胆清理干净 随后放入养剑葫芦当中 以前见人家泡蛇丹酒 都是这般 蛟龙本质上到底还是蛇 自然是能入酒的 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 李平安那将养剑葫芦风上 准备过些时日再尝尝看 梦 老牛兴奋地叫着 煮了四个多时辰 这蛟龙肉总算是熟了 一人一牛 当即抱着锅吃了起来 该说不说 这蛟龙肉的味道 当真不咋地 有一种啃皮带的感觉 又干又老 不过吃了几块 李平安便觉 先前战斗消耗的气血 再度补充了回来 接下来的三四天内 李平安和老牛低米未入 却没有感觉到饿肚子 想来是这蛟龙肉起了作用 当真是神奇 早知道多哥几块好了 只是当时情况不明 跑路是明智的选择 一日 一人一牛踏着朝阳 走在北道荒凉偏僻的路上 北道的尽头是沧海 沧海的尽头是云州 云州的尽头是镇腰关 李平安身一脚 潜一脚地踩在泥坑里 别回头 身后万家灯火 皆不是归处 往前走 前路坎坷 却是你的必经之路 动动 响亮的钟声回荡在寨子当中 寨子中的青壮年 纷纷在寨门口汇聚 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寨子 屋房全是用竹木搭建 屋顶上铺着一层茅草 在屋檐下挂着一盏又一盏的风灯 此时的寨子黑云压顶 似乎预示着风雨欲来 人们穿着短衫 头上戴着一顶硕大的竹边帽 寨子外 数十名黑旗一字排开 一人高举着一面三角黑旗 人高马大 高高举起 走到黑旗首领前 这是今年的年前 首领一言不发 气氛顿时有些沉寂 寨子中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 半嗓 声音才缓缓响起 今年的年前涨了 你们这些不够 众人心中都涌起一股怒气 却是敢怒不敢言 年前 已经连着涨了三次了 过去时 我再来 届时把年前备好 说吧 黑旗迅速离去 黑旗离去后 众人这才敢咒骂起来 不过仍就是小心翼翼地压低了声音 生怕被对方听见了似的 这时 一个略微有些稚嫩的声音响起 我们难道真的要一直受他们的压迫吗 众人的视线 汇聚在一个身材矮小 皮肤有黑的男孩身上 个头还没有手里的刚差高 我们这么多人 为什么要怕他们 我们可以组织起来反抗他们 男孩虽小 声音却十分洪亮 众人只觉得可笑 没人理会一个孩子说的话 他们虽然敢抱怨 可让他们真拿起武器反抗 却是万万不敢的 老寨主无奈叹了一口气 都散了吧 散了吧 他们只有十几个人 我们这么多人 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真是胆小如鼠 男孩在后面不服气地大叫着 夕阳西下 天边一片血红 远处的风发出低沉而压抑的咆哮 就像一只受伤的野兽 李平安和老牛踩在泥泞的路上 林中多雨 已经连着下了七八天了 路上还有许多沼泽 一不小心人就陷进去了 要是普通人 这一路上估计都要死七八回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 令人窒息的阴霾 让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地上稀稀拉拉地 躺着一具又一具的黑色尸体 似乎是某种鸟 这一路 当真是艰难无比 李平安翻身上牛 伸了个懒腰 这林子里鬼都看不见 更别说吃的了 期间 李平安也摘了几个果子 发扬了尊老爱幼的风格 好心好意地 先让老牛尝了一尝 结果老牛吃完 便化身喷射战士 走一路 喷一路 李平安摇了摇头 果然是有毒的 随即便将果子给扔了 老牛气得好几日 都没让李平安气自己 又一日 在林中走着 忽然前面跳出来三头野狼 皆是茅色灰暗 体型削瘦 肯定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 贪婪的目光嗖嗖飞来 肠尾平翘 像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军刀 眼神中按捺不住的兴奋 仿佛是在为终于找到了食物 而感到高兴 老牛兴奋地叫了一声 李平安也刷得一下蹦起来 难得激动地叫起来 快 老牛别让他们跑了 老牛 猫 三头野狼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忽然生出一种恐惧的感觉 哦 三头野狼的本能告诉他们 这家伙不好惹 于是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身后响起狂暴的叫声 猫 追 快追 李平安兴奋地挥舞着拐杖 不多时 李平安和老牛便各自抱着一条狼腿肯 虽说蛟龙肉还有一些 可是那味道实在是难吃 只能顶饱 还是狼肉鲜美 肥肉亦是肥而不腻 又嫩又香 再下面一层是瘦肉 越嚼越香 肥瘦相间 层次分明 又不见风冷 啃完了狼肉 继续上路 这里是大山 号称十万大山 千丈悬崖 群山匍匐 一边是高山 一边是深谷 弯弯曲曲 让人头晕目眩 穿过十万大山 便是北道的尽头 沧海 李平安幻想着沧海的模样 前方出现了一条五米多宽的小河 一座巨大的村落 出现在了老牛的视野当中 总算是见到人气了 李平安笑了笑 在河边用清水洗了一把脸 河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 说深不深 说浅不浅 由山泉汇集成的 潺潺作响 让人舒服的 想要在这睡上一觉 李平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躺在小石坛上 打开养剑葫芦 之前往里面放了蛟龙的蛇胆 又封存了数日 想想差不多是时候了 一口下去 像是吞下了一把刀子 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部 随后是全身 周身的力量都被调动起来 全身的力量仿佛连成了一条线 就像是一颗颗星辰在运转 足足好一会儿 这股感觉才消失 李平安活动了一下筋骨 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时 林中传来脚步声 一个男孩从林中冒出了头 见了李平安微微一愣 看服饰便知道对方是外地来的 小男孩不免有些警惕 又有几分好奇 李平安拿着拐杖 解下一头缠着的鱼线 便准备吊几条鱼出来 小男孩好奇地望着这个外来人 不由地出声道 你是从哪来的 口音有些听不清 但还是能分辨出他说的话 这个世界便是这点好 在三交的影响下 九州各地虽大有不同 饮食文化的差异 思想观念的差异 生活方式的差异等等 却也总有几分相似之处 比如语言 究其原因在于 统一的语言体系 对于宗教有着极大的益处 很远的地方 李平安道 有多远 你想象不到的远 李平安笑了笑 回想起这一路上 不知道走坏了多少双草鞋 以后请教他草鞋王 骗人 小男孩忽然盯着李平安的眼睛 你什么也看不见 怎么可能走这么远 李平安也不辩解 耐心地等着鱼上钩 小男孩只当他吹牛 在稍远处的地方站定 练习扎马步 是不是好奇地望眼这个怪人 瞎子 也能钓鱼吗 不知过了多久 鱼儿仍是不肯上钩 李平安呼吸仍是有条不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你这样是钓不到鱼的 小男孩凑过来 好心地提醒他 鱼竿忽然扬起 一条一尺多长的大鱼 从水里钻了出来 紧接着便是一条接着一条的鱼 小男孩看傻了 这么大 李平安笑笑 想要吗 小男孩愣了一下 点点头 随即又摇了摇头 李平安微微挑眉 不是我的东西 我不要 小男孩说 那这样 你帮我带路 我给你鱼当报酬 你要去寨子吗 李平安点点头 你出门 为什么要带这一头牛啊 小男孩踩在石头上 不乏轻快 牛是家人 当然要带着 我之前也有一头牛 我以前无论去哪都带着它 跟你这头牛长得差不多 不过比你的牛好看 老牛不满地叫了一声 那你的牛呢 李平安随口问道 男孩低下头 语气低落 给别人了 爷也说不给他们牛 他们就要杀人 那帮子强盗 我明明不用受他们欺负的 李平安便没再多问 绕过了这个话题 很快便到了寨子 寨子大概有千户人家 两条小溪会成一条小河 穿寨而过 一山傍水 四面群山环抱 西畔有一大片桑树林 风一吹 桑叶清脆欲滴 随风摇曳 偶尔有一条大黄狗爬在门口 一只鸭子带着一群小鸭子 在溪水中游荡 清风徐来 又有炉声吹来 不关风月不关晴 墨上浮离缓缓行 翠柳之头无絮影 红花深处有蛙声 一山一水一秋春 入化无势令我称 李平安忽然有一种 在这儿安家的冲动 一路走过 悠闲的长者 雾字一边喝着酒 一边吹着凉风 漂亮的姑娘带着野花 做着刺绣 美得像一幅画 恍若世外桃源般 李平安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我要回家了 男孩捧着李平安给他的鱼 走出几步 忽然回过头来 我叫伊哈 李平安 伊哈笑得牙花子都露了出来 三部画作两部跑远了 李平安也不着急 在寨子慢慢悠悠地转了起来 待到日落时分 这才找了个酒室做了下来 几个小菜 一壶寨子娘的酒 带着一丝甜味 却又带着一丝辛辣 很是享受 麻烦 把我帮酒葫芦打满 李平安把养件葫芦 放在桌子上 店内没有店小二 只有两个漂亮的姑娘 白白净净 一双大眼睛 炯炯有神 嘴角微微一动 脸颊上就多了两个酒窝 看起来可爱极了 两个姑娘围着李平安 谈笑风声 最后干脆一左一右 搂住了李平安 李平安略有些尴尬 不得已草草喝完了酒 便准备结账离开 只是结账的时候 才发现 这里流通的货币 不是银子 而是一种特殊的金属 没办法只好 将马帮的刀疤 送给自己的一块布 抵押了酒钱 日头渐渐落下 一片光雨 将寨子照得一片通明 今天是个好日子 山里的阳光很温暖 李平安笑了笑 忽然觉得 人生真美好 这一路上的辛苦都值了 寨子里的路 很少有平坦的路 都是石梯 越走越高 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就像是踩着一条天梯 直上云霄 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仿佛都被踩在了脚下 李平安哼着山歌 享受着山间清新的空气 此生逍遥天休问 古来万事东流水 李平安并不着急 寻找大道符文 顾锡周说过 这东西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 只能碰运气 无所谓 时间会出手 李平安也不刻意去寻 现在体内六个密藏 只有泥丸门户大开 所以 这段时间的重点 就是稳固泥丸 李平安伸了一个懒腰 正想着今晚该住哪的时候 老牛慢悠悠地爬上一道桥的中央 恰在这时 迎面走来一个和尚 老牛猛地一愣 随即叫了起来 那和尚也是吃了一惊 李施主 李平安只起身子 不由地一愣 这不是下棋不当人子的长青和尚吗 有人说 人生最好的三个词分别是 久别重逢 失而复得 虚惊一场 吸去雪如花 今来花似雪 哟 好久不见 李平安笑道 长青和尚行了一个佛礼 阿弥陀佛 诸法皆由因缘而起 施主 你为何来这里 长青和尚暗纳住心中的欣喜 我要去镇妖关 一路上弦溜达 镇妖关 长青微微一惊 此去镇妖关险向还生 最少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 李平安道 总能走到的 说说你爸 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长青和尚双手合十 平僧奉施命一路游历 宣扬佛法 这一路感触颇深 李平安确实感知到 长青和尚变化了不少 之前长青和尚的气息 现在却如一轮昭日 隐隐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涌动 气血也更加的精纯 凝炼 不说这个了 你来这儿多久了 小僧已到此三月有余 李平安笑道 正巧 我还没地方住呢 跟长青和尚倒是无须客气 这个是自然 不过小僧今天尚有事情未处理完 还需施主陪小僧走上一遭 李平安好奇道 哦 什么事情 是平僧每日的工作 想来长青和尚在这儿混得不错 都找到工作了 斩妖除魔 还是替人主持法事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朋友变天下 走到哪里都不怕 又可以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了 长青和尚从袖子口掏出一只碗 放在地上 随后挨着墙角坐下 李平安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在 要饭 什么话这是 长青和尚严肃地说道 此乃化缘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色色半江红 等了许久 碗内还是空空如也 长青和尚叹了一口气 今天说声不怎么样 李平安从背后拿出二胡 要饭还得看我的 长青和尚义正言辞地纠正道 此乃化缘 不是要饭 不多时 悠悠地二胡声响起 寨子里的人 似乎没见过这物件 见两个外乡人 在这弹作着不知名的乐器 三五成群地走了过来 很快便吸引了许多人 长青和尚看着碗里的前落的老高 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微笑 今天吃面条 可以吃两碗了 吹烟鸟鸟 一群白鹿翩翅舞 长红引剑 分外妖娆 在树林的眼映中 在雾气的缭绕中 寨子透出一种安静和温婉 李平安和长青和尚 坐在一处面摊 吃着十万大山中特有的落瓜面 今晚我们睡哪 李平安问 长青和尚 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李平安猜到了 都沦落到要饭了 睡街头就已经很不错了 吃完了面 二人一牛 走在夜色下的寨子 吹烟鸟鸟 走过一道石桥 长青和尚悠悠地说道 十万大山一百八十弯 弯弯有故事 桥桥有来历 那座桥名为保佑桥 据当地人说 当年下面是一条河 河水湍井 那边的人顾不来 这边的人顾不去 便有一老僧在此地 坐地画桥 连接了两岸 现在虽然河水已经干枯 可是这个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贫僧走过的路 走过的桥不计其数 唯独这座桥 带给贫僧的感悟颇深 李平安沉阴片刻 你是想告诉我 人故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趋一眼 长青 不 平僧是想说 今晚我们就睡这桥洞底下 李平安 桥洞底下盖小被 躲在被子里面抹眼泪 抹完眼泪无所谓 逢人就说对对对 李平安已经习惯了 风餐露宿 至少这儿还有被子 挑三拣四并不是他的性格 一如往常的在睡前 冲击着体内密藏泥丸 泥丸虽以门户打开 可也只是一个空架子 要在气内开牙剑斧 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李平安略微估算了一下 以现在这个速度 完全打开泥丸 至少需要十余年的时间 李平安不着急突破 保守估计奔着二十年去发展 造房子打好地基 是重中之重 傻子 别跑 傻子 这时 桥上忽然传来声音 几个孩童将一个 穿着有些破烂的孩子 堵在了桥上 你跑啊 你跑个屁 为首的一人不由分说上去 便是一脚 随后又是一巴掌 被他打的孩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鼻涕流下来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告你说啊 你再告你说啊 不上 正讨论着 该如何处理这家伙时 呼得有人高贺 住手 寻声望去 只见依哈拎着一个木棍 怒气冲冲地冲上来 原本气势汹汹的众孩童见了依哈 立马慌了神色 快跑 那个疯子又来了 众孩尖叫一声 撒鸭子就跑 吃我一个飞脚 依哈猛地跳起来 便是一个飞踢 先是踢中了围手的一个小胖蹲 小胖蹲反手一推 依哈再度扑了过来 挣扎之中 依哈一个踉枪 这可将其他人吓傻了 有的呆呆地站在原地 有的掉头就跑 依哈眨了眨眼 大头朝下 双腿被人拎着 哎 我没死 随即眼睛一亮 是你啊 李平安 明月如霜 清井无限 她叫乐欢 小时候得过一次病 然后巫婆婆就说 她的脑子出了问题 依哈拿着一竹竿 似乎完全忘记了 先前差点死掉的事情 乐欢鼻中央挂着一道亮晶晶的鼻涕 小心翼翼地跟在依哈的后面 那些家伙 等我明天去好好教训教训他们 依哈愤愤不平地说道 说完又转头问道 对了 你们在桥底下做什么 睡觉 李平安平静道 为什么要在底下睡觉 没钱 小依哈毫不犹豫 那正好去我家吧 要不是你 我刚才可能就要死掉了 几人先把乐欢送回了家 乐欢的家住在寨子的靠南端 家里只有一个母亲 前些年因为父亲死了 母亲也有些不正常 基本上全靠寨子里人救济 依哈拍了拍乐欢的肩膀 回去吧 明儿我再来找你 乐欢呆呆傻傻地点了点头 随后依哈便带着李平安他们回了家 依哈的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有一个已经年老体衰的爷爷 腿还有残疾 家里穷的叮光响 属于那种 长青见了都要留下两个 才能走的程度 不过好在还有个屋子 能够遮风挡雨 李平安枕在自己的拐棍上 并没有睡 似乎是在想着什么 长青和尚躺下便睡着了 仍旧是熟悉震天的呼噜 很快便吸引了不少人 不知情地以为 是依哈家里杀猪了呢 李平安坐了起来 不是被长青吵着睡不着了 而是听见外面有奇怪的声响 走出去 才发现是依哈在后院正拉弓搭建 描着一棵树 你怎么还不睡 依哈转过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个事情 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李平安不由地一笑 依哈叹了一口气 江湖上的事情 你还是少打听 李平安 你不会要用这功 去对付今天欺负乐欢的那些人吧 他们 依哈不懈地哼了一声 他们不配 这是用来对付那些强盗的 李平安闲着无聊 找了个板凳坐下 之前就听你提起过 这寨子周边有很多强盗吗 依哈摇了摇头 就有一伙 叫黑七帮 周边的寨子都害怕他们 每年都要给许多钱和东西 说到这儿 依哈更加气愤了 一群瓜怂 明明他们就只有几十个人 我们这么多人 根本不用怕他们的 现在黑七帮越来越过分 粮食 钱 每年还有好多个漂亮的姑娘 寨主爷爷老想着西式宁人 可那帮家伙贪得无厌 只有打 才能把他们打服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你们寨子 就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吗 有 以前有 很多人 我爹以前还是巡逻兵的统领嘛 那现在呢 依哈低下了头 现在 就有我 未了 又补充了一句 还有乐欢 李平安正想安慰他几句 依哈忽然重新抬起头 别看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人 不过力量不可小觑 而且我们还会壮大的 到时候把那些强盗全部赶跑 李平安由衷地赞叹道 有志气 上摇债 残阳似血 驾驾驾 黑棋肆虐 尸体七零八落地躺在地面 散发着恐怖的死亡气息 赤裸的女人被当街拉了出来 凌辱过后 成为一具尸体 如此惨烈的一幕 出现在寨子里 却没有人敢阻止 甚至没有人敢露出不忍之色 所有人都麻木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是在祈祷正义降临 也不祈祷自己有能力反抗 而是寄希望于 敌人会到此为止 放过他们 十几个寨子中的 倒霉弹被揪了出来 马上的黑棋弯弓搭建 一轮骑射 几乎全部毙命 一个母亲紧紧捂住了孩子的眼睛 不让孩子看见自己的父亲 被人杀死这一幕 仍旧是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紧紧低着头 黑棋首领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三日 我最会再给三日 三日若还未愁其 屠债 黑棋扬长而去 留下仍旧麻木的人群 清晨 阳光明媚 李平安早早地就起床 在院子里归纳吐息 施展归息功法 深吸一口气 内息流转 使呼吸变缓 呼吸自然顺畅 精神也未知一振 功夫就是功夫 需要下决心 老手一个横字 寒暑无有始无终 求速效 一反复 这样的人是万万修不成的 吃过了早饭 长青便带着李平安和老牛 在寨子里闲逛起来 二人一牛 来到寨子外的一处瀑布前 瀑布从二十多米高的山脊上 轻线下 直入坛中 坛面上始终拢罩着一层水雾 似云似雾 飘渺如仙境 听着水流敲打石块的声音 十分悦耳 一翩翩公子 手持折扇站在不远处 听见声音了 微微偏头 扫了一眼二人 死人乃是黑棋帮的二当家 白宇 滚滚 别打扰了我家二爷的雅兴 这时一旁的手下 便要轰走李平安和长青和尚 哎 不可无礼 白宇能察觉到 对方并非常人 纵使黑棋在此地势大 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况只是萍水相逢 白宇冲二人略为一拱手 手下人无意冲撞二位 抱歉 无碍 双方都没有要找事的意思 毕竟谁没事愿意出个门 动辄就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离开了瀑布处 白宇摇着折扇 不虚不及地往山下走去 两个手下跟在后面 白宇呼的一笑 轻声到了一句 不自量力 便在这时 两侧树梢上 同时冲下来两名汉子 手持开山刀 一左一右围住了白宇 不由分说 挥刀便砍 一刀劈下 一声惨叫响起 却是另一名大汉的一条胳膊 被砍了下来 片刻后 两名汉子倒在了血泊之中 白宇轻摇折扇 白色的衣巾上 沾染了不少的血迹 又是哪个寨子冒出来的杂碎 白宇嫌弃地说道 丧死了 说着 一脚将其中一人的脑袋踩爆 骂骂咧咧地下山去了 身后两个手下 亦是心狠手辣之辈 只是实在是不敢看那场面 跟着二当家 快不离开了 上摇寨被杀了几十号人 黑骑帮还放出话来 若是三日之内 凑不齐便要图寨 寨子的祠堂里 坐着的都是寨子里 有威望的老人 此刻 皆是一脸愁容 前车之箭 后车之失 更何况 上摇遭距离他们的寨子 并不算太远 骑马的话 只有两个多时辰的路程 老寨主手里 拿着一根两尺多长的烟斗 咱们寨子今年 本就没有多少粮食 大伙吃喝都成问题 哪还有东西给他们 即使是凑齐了 下半年吃什么喝什么 有人抱怨 那你说怎么办 不给 等着对方来图债 众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说话了 不给粮食活不了 给了粮食更活不了 要不 跑吧 跑 脱家带口的 能跑哪去 去尚府躲一些日子 我听从尚府来的人说 上面又要剿匪了 等风头过去了 我们再回来 总比在这等死强 众人再次沉默 这恐怕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 跑不出去的 对面全是骑兵 咱们跑不过他们的 只有打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伊哈提不知何时 从房梁上跳了进来 手里 还拿着一张自己画的草图 近山的路只有两条 一条是向南走的 另一条是向东的 咱们只要把东边的路 挖出一条饮水道 就能将东边的路给堵死 南边是天险 咱们没有弓箭 可以用石头 他们的骑兵冲不上来 话还没说完 便有一老者大声吼道 荒唐 祠堂岂是你一个娃娃能进来的 赶紧轰出去 当即便有两个汉子一左一右 抓住了伊哈 伊哈奋力地挣扎着 你们宁可把希望寄托于 虚无缥缈地逃跑 也不愿意反抗吗 懦夫 活该被人欺负 拖走拖走 哎呦 伊哈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弧线 屁股重重着了地 随后祠堂的大门重重关上 伊哈不甘心地叫骂了几声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这时 躲在一旁的乐欢终于走出来 你你屁股疼不疼 伊哈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屁股疼算个屁 等那群强盗冲进来 咱们连病都没了 乐欢吸了吸鼻涕 他们为啥要杀我们 他们杀了我们 不就没人给他们钱了吗 伊哈诧异地看了一眼乐欢 你小子这种事都能想得明白 可以啊 乐欢嘿嘿一笑 不过 伊哈话风一转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这几年 他们的举动愈加疯狂 胆子也越来越大 脸财的欲望 变得越来越强烈 只有让他们见识到我们的决心 让他们明白 惹怒我们的后果很严重 当获取的利益 与付出的代价不相等 才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乐欢呆愣愣地望着伊哈 完全听不懂 算了 说了你也不明白 老大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乐欢问 去找别人帮忙 这几个老顽固说不动 我听老大的 乐欢点点头 月亮爬上之头 我让你胡言乱语 让你不听话 院子中传来柳条 抽在屁股上的声音 李平安和长青和尚 在屋内听了个一清二楚 原来是白天的时候 伊哈带着乐欢 挨家挨户地找人 想让更多的人 加入他们的巡逻兵 对抗黑气帮 最后是伊哈爷爷 亲手将伊哈拎了回来 柳条抽屁股 啪啪的地直响 可以看出来 老爷子这回事 真动了怒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忘记 你爹是怎么死的 伊哈倒也硬气 屁股上全是红印子 愣是一声不吭 最后长青和尚 将愤怒的老人劝了回去 伊哈躺在小板凳上 咬着牙 李平安坐在他一旁 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听说寨子的人 要准备逃去上府 一群懦夫 伊哈咬牙道 他们跑不过黑气帮的 蠢货 无知 李平安沉默片刻 你若是面对那群家伙 真的有勇气反抗吗 当然了 他们不过是 看着吓人而已 伊哈不屑地说道 那咱俩打个赌 如果你真有那份勇气 我就帮你打跑他们好不好 伊哈知道李平安在哄他玩 我不是小孩子 说着把头偏过去 又补充了一句 一点也不好笑 两日后 寨中的大部分人都同意了 去上府先避避风头的决定 于是众人提前开始收拾东西 按照计划 他们准备趁着夜色 偷偷绕到直奔上府 那里有官兵把守 黑气帮的人不敢太过放肆 一只展翅高飞的鸟 钻入房间中 可笑 白羽摇着扇子 不禁一笑 一群愚民 打当家头也不抬 既然他们找死 就怨不得我们了 让兄弟们都准备好 到时给他们一个大惊喜 白羽是又好气又好笑 他们这群人 怎么会这么愚蠢 打当家笑道 一群山村汉子 愚蠢是正常的 他们不愚蠢 哪来的我们的财路 甭废话了 下棋下棋 大风刮了一天 西边的云层 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 这一天的最后一缕阳光 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随后黑暗笼罩住了寨子 一切都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狂风估计的 在空旷的大街小巷中穿梭着 很快 一道道影子 在火把的照应下出现 快 快 快一点 小点动静 拿东西就别拿了 你个败家老娘吧 整个寨子的人 小心翼翼的 汇集在祠堂外 窃窃私语声不断 有的人在咒骂狗日的黑气帮 有的人在骂着哭闹的孩子 所有人的心 在此刻都莫名的狂跳起来 片刻之后 一条黑狗从人群中跑了出来 一双狗眼珠子 滴溜溜的转着 随后狂吠起来 快快 离得最近的一人 抄起棍子 便将黑狗打昏在地 一群人在老寨主的带领下 迅速离开了寨子 一路相安无事 直到第二天清晨 众人在一处山泉旁歇歇脚 喝点水 乐欢睁大了眼睛 在人群中四处寻找着 只是哪都看不见他的老大 我老大呢 老大呢 乐欢四处走了起来 从一边晃悠到另一边 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疑惑 喂 傻子 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乐欢回头看去 是平日里老欺负自己的小胖墩 你找什么呢 乐欢没脸 嘴里嘟囔着 我老大呢 一群 一群没脑子的家伙 河边 依哈拎着比自己个头还高的木敲 正一点点铲着淤泥 他的衣角不停地往下滴着水 汗水还在不停地往外冒 妄图以自己的力量 使这条河改道 将东边的路堵死 这样才能有机会跟黑棋帮周旋 远处的林子中忽然惊起一片飞鸟 依哈一惊 连忙把耳朵贴在地上 马踢声 他没有料到 黑棋帮竟然回来得这么快 现在改道肯定是来不及了 依哈立刻跳上一棵树 找了一处树叶茂密的地方躲了起来 不过转眼间的功夫 几十余匹黑棋便走到了眼前 这些棋士各个身材魁梧 一身黑衣 连成一片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野兽 只是依哈知道 他们可比野兽可怕多了 依哈咽了一口唾沫 嘴唇微抖 现在怎么办 拦住他们 不对凭自己根本拦不住他们 只能拖延时间 为寨子里的人拖延时间 吹压一声 那张公被他拉开之后 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 老大 老大 偏偏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只见远处一道身影 正快速地向这边跑过来 老大 不是脑子坏掉的乐欢 还能有谁 似乎是跑得太快了的缘故 鼻涕都甩出老长 乐欢伸手一抹 焦急地向四周寻着 老大 黑棋帮的人 纷纷勒马停住 众人诧异地望着这个傻子 哪来的小屁孩 好像是寨子里的人 喂 小子你们寨子里的人 是不是都跑了 把你给扔下了 有人大声道 乐欢也不怕他们 硬气道 你们 你们别嚣张 等我老大来了 把你们都灭了 众人被这孩子的话 逗得哈哈直笑 小子 那你老大呢 我老大 我老大 乐欢四顾茫然 首领微微眯着双眼 小子 勇气可嘉 你叫什么名字 我老大不在这 乐欢挠了挠头 转身想走 So 一枚少剑贴着他的身边划过 射进一旁的地面上 逞完了 英雄便想跑 小子 你想的挺美啊 乐欢此时终于感到了害怕 一屁股跌坐在地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我老大不会放过你们的 又是一片哄笑 白语挥了挥手 颇有些不耐烦 还要赶路呢 别废话了 一名手下拉弓搭剑 这一次瞄准的 则是乐欢的身体 住手 一哈身形一动 就像是一只离弦的剑冲了出来 你们要找的人是我 放过我兄弟 你又是谁 首领忍不住乐了 一哈站在众人面前 高声喊道 巡逻队的统领一哈 巡逻队 巡逻队不是几年前就被我们灭了吗 哪儿还来的巡逻队 一哈怒吼一声 巡逻队已经重新成立了 我便是新一人的统领 告诉你们 要想踏平我们的寨子 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首领笑着摇了摇头 我记起来了 一峰是你父亲吗 他是一个不错的对手 只可惜脑筋不会转弯 如果当初选择跟我合作 哪里会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小子 你们的寨子 其实早就被我们黑七帮踏平了 寨子里的人宁可逃跑 也不敢反抗我们 黑七帮只有寥寥几十人 可周边所有寨子加在一起 能有一万多人 但一万多人 却被我们踩在脚底下近十年 首领为一哈叹了一口气 小子 你以为自己是英雄 其实没人把你当英雄 他们只会认为你是一个傻子 如果现在 你身边站着几百个 几千个寨子里的人 他们各个手持武器 挡在我们的面前 你觉得 我们还能这么肆无忌惮吗 不过可惜 只有你 我告诉你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会踏着你的尸体 追上 你寨子里的人 然后杀死他们十几个人 以示成见 我敢保证 那时候不会有一个人敢反抗 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在想 应该不会轮到我的 应该不会轮到我的 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了 缩在人堆里的胆小鬼 首领发出一阵阴冷的怪笑 一哈牙齿打架 手也在颤抖 去你娘的 乐欢低吼一声 老大 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身边还有我呢 咱们徐罗队跟他拼了 一哈诧异地望了一眼乐欢 接着也大吼一声 跟他拼了 手领眉头紧皱 跟他跌一个德行 说着挥了挥手 嗖嗖 话音一落 两只利剑破空而出 直奔一哈和乐欢 一哈一把推开乐欢 挥舞着木棍 似乎是想拦住飞剑 但就在他出手的一刹那 刀光一闪而逝 小子 退后 两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一哈的一左一右 带着斗笠的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还记得我跟你的约定吗 一哈愣了一下 随即想起那叶二人的对话 小鸡灼米式的点头 李平安笑道 现在我来旅行约定了 阿弥陀佛 常青和尚双手合十 观察着眼前 黑气帮众人看自己的神色 果然 压轴出场就是亮 施主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首领打量着突然出现的二人 一个和尚身穿白色袈裟 脖子上挂着一串念珠 神态和蔼中透着一股威严 另一人带着斗笠 手里拿着根竹竿 你们是何人 常青和尚 施主已造杀虐太多 现在唯有放下屠刀 方有救赎之路 李平安收敛了笑意 来吧 我送你们去救赎之路 见对方没有退步的意思 首领冷声道 杀了他们 闭眼 李平安的声音 在两个小童的耳边响起 随即身影陡然拔高 来到半空中央 猛然拔刀出鞘 一刀斩出 化作了一片刀墓 仿佛所有的空气和风都被这一刀吸收了一般 形成了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 更有一股狂暴的杀意在其中涌动 冲上来的敌人 瞬间便被刀光裹挟着 有的人脑袋被劈成了两半 有的被拦腰斩断 幸运一点的胸骨尽碎 砸在地面上发出闷响 这一刀似乎要将它和大帝一起劈成两半 最后才是七粒地惨嚎 这一刀造成的视觉冲击 对于剩余的人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他们只觉刀气如惊涛骇浪 疯狂地吞噬着他们的灵魂 在惊骇欲绝的时刻 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呆愣在原地 那个平日里一向高高在上 自诩是散修二平静的二当家白雨 此刻更是一屁股摔坐在地上 李平安脚尖点在竹枝上的一颗叶子 今天即使你们不出手 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李平安的一句话 让众人如坠冰枯 跟 这句话声音虽然不大 却像是一把锥子 刺入了每个人的耳朵中 让他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拼了 拼了 李平安站在竹叶上 离地有差不多两丈多高 众人便齐齐地冲向长青和尚 长青和尚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战意 双掌一合 发出浓厚的声响 那声音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上 震得他们每一根骨头都在颤抖 离得长青和尚最近的二人口吐鲜血 筋骨尽断 那人跌坐在地 虚弱地叫道 大师 你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我放下了 放过我吧 长青微笑着点头 始祖能有这般领悟 平僧很是欣慰 那人一喜 比起那个斗力男 这和尚好说话多了 这时 又听秃头和尚继续说 平僧这便送你去见佛祖 让你在佛祖身边得以修行 说着一掌拍死了那人 白羽嘴角微微抽搐 长青却是一脸的平静 仿佛是自己又度化了一人 阿弥陀佛 无量功德 别以为我们黑七帮是好气的 白羽大喝一声 手中扇子迎风一扇 轰的一声 一股狂风击事而出 离得近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气息 随即转头便跑 翻身上马 一张神行符贴在马背上 驾 一气呵成 这一幕 让在场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李平安不由的一笑 轻面了一个字 去 酒壶中的五柄飞剑 化作一道长虹 如风如电 飞掠而出 半戏之间 原本都要跑出众人视线之外的 二当家白羽 身子一个亮呛 随即倒在地上 山道之中 李平安摘下腰间的葫芦 喝了一口酒 一哈和乐欢跟在后面 执意要将二人送到山下 你们不多待几日吗 一哈追问 李平安道 不了 还有路要走吗 一哈有些小失落 大叔你们俩可真厉害 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你们那么厉害 李平安笑笑 你也很厉害啊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可不敢一个人面对那么多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一哈咧嘴露出灿烂的笑容 拍了拍乐欢的肩膀 乐欢也很厉害 乐欢傻呵呵的笑着 山路中有镜头 很快便到了山脚下 回去吧 别让家里人担心 一哈点了点头 大叔 你一路慢一点 记得回来看我们 李平安忽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小一哈 你觉得这人生中什么关最难过 一哈一愣 摇了摇头 不知道 人生中第一关最难 此关开始前人生无难 此关开始后 一难接一难 心缘未收 一马难迁 一哈正正的望着李平安 小小的眼睛大大的疑惑 一旁的长青和尚默念了几遍 品味着其中的寒意 随后神情微微一变 诧异地望向李平安 李平安也不多做解释 轻轻点了点一哈的眉心 小子 有缘再会 娇阳高悬春风起 自有山花烂漫时 十万大山连绵不绝 这些山脉互相连接 放眼望去 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越往山中深处走 越看不见人烟 不过好在食物是不缺的 时不时就从哪儿冒出来一两只野兽 然而 都不是李平安和长青和尚的对手 诚然 大山深处有许多可怕的存在 可数量也不多 在这茫茫大山之中 遇见他们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 除非是那种 一天之内能被雷劈中八次的倒霉蛋 李平安坐在一块石头上 意念神游 俯视着大地 日月更替 四季变迁 兽奔鸟飞 草木凋零 体内气息流转 每一株小草 每一块微不足道的岩石 似乎都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 冥冥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着自己 让自己的身体与之产生了共鸣 龟西宫 93%至94% 一股轻盈之气 在李平安的经脉之中游走一圈 顺着头顶向后流淌 挥入后背的雪山之中 随后又冲入泥丸 为泥丸内部开疆阔土 给人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这一刻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就像一株小草 一块石头 与宇宙的运行 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周遭无风自动 自然之力在其中流转 感受到了李平安的变化 长青和尚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一花一世界 一树一菩提 世间红尘就是最好的修道场 当下事物就藏着心中所求的禅机 李施主能领悟到这个境界 实属不易 若是何时能做到像平僧一样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便是迈向一个更高的阶梯了 说完 有些志得意满地笑了笑 老牛白了他一眼 抬脚打走了长青和尚 偷偷伸过来的罪恶小手 目标直奔老牛包裹里的饼子 长青收回手 悠悠地说道 是风日下 牛风不鼓啊 悠悠的二胡声再度响起 这种曲子 不论听多少遍都不会腻 山上下起了雨 远山笼罩在烟雨之中 若隐若现 透着一股淡淡的凉意 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错觉 眼前一片迷茫 这朦胧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李平安 长青和老牛便躲在一处山洞中 听穿灵打夜声 伴着二胡之音 长青和尚的行李 只有一物 一盏茶具 偏偏是在喝茶这一世上 长青十分的讲究 甚至已经到了严苛的地步 少一步都不带碰的 盖上壶盖 浸泡约半炷香 这茶壶外层的热水收干后倒出 把冲泡完的茶汤倒入茶海 最后再把闻香杯的茶 倒入品名杯 先观赏闻香杯内茶汤的色泽变化 并闻闻香杯中的茶香 再品名 老牛时常骂他是臭讲究 长青和尚便道 非也非也 喝茶也是一种修行 若是少了哪一步 贫僧宁可不喝 李平安便问他 假如你被困在沙漠当中 手边只有一杯不完美的茶 还有一杯尿 你选择喝哪一个 长青和尚纠结了半生 都没有想出答案 最后将这个问题 记在了小本门上 二人来到一座山脚下 这座山极为险峻 没办法只能慢慢地往上爬 老牛体型过于庞大 而且双体无法借力 没办法 最后李平安只好想了一个 不是办法的办法 把老牛绑在了自己的身上 一刀又一刀地插在山崖上 然后慢慢地往上爬 那场面长青和尚 看了都要单走一个溜 足足花了两日的时间 才终于爬到了山顶上 站在崖边 游牧四股 荡敌胸中勾壳 翩翩龟鸟 这一刻 只却心中豁然开朗 所有的杂念都烟消云散 所有的烦恼 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个带着斗笠的瞎子 一个身穿僧袍的秃头和尚 还有一头一屁股 坐在地上的老牛 二人一牛坐在风顶 望着夕阳 云彩为他们披着一层淡淡的金光 偶尔有清风拂过他们的衣脚 将他们的衣脚 吹得烈烈作响 老牛 梦 李平安 爽 长青和尚 阿弥陀佛 尿一上涌 老牛率先站起身 风吹裤当淡淡凉 开闸放水 李平安一撩一跑 也站起了身 老牛 你很训爱 看我的 老牛翻了个白眼 长青和尚摇了摇头 这样做是不对的 尿尿要掌握方法 才能尿得更远 尿得更高 尿出水瓶 尿出风采 带平僧给你们演示一下 说吧 深吸一口气 只见一道水柱喷涌出 李平安和老牛皆是大惊 不由地竖起一个大拇指 好风好景 十万大山果然名不虚传 张松深吸一口气 张开双臂 做出拥抱大山的姿势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僻腻天下的气势 张松笑着对身后的剑说道 喂 你看见了吗 越过这座山之后 便能走出十万大山 看见沧海了 到了沧海 便能直奔云州 云州过后就是镇邀关了 剑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 发出阵阵嗡鸣之音 忽然 天降甘露 张松忍不住一喜 抬起头 甘露正好撒在脸上 天降甘露 怎么还带着 一股怪味 张松有些疑惑 下一瞬间 一道水柱喷洒在脸上 好他娘的骚 张松点了点头 尿尿之人应该是上火了 这种时候应该多喝点菊花茶去去火 片刻后 张松反应过来 他娘的 谁这么没素质 在山顶上尿尿 天下修士千千万万 踏上长生之路 一念通达 天才地宝 恩怨情仇 免不了就要厮杀争斗 像是武者 兵家修士 生死搏杀 对于二者是最有益的修行 但是很少有修士 愿意去惹剑修 因为这帮家伙 动不动就是你死我活 屁大点事 都要追求各一念通达 见心纯粹 所以什么气都忍不了 常言 剑修仗着一把剑 不需要看谁的脸色行事 也不需要讨好谁 而张松便是一名纯粹的剑修 锦衣公子冷冷道 滚 张松一拍桌子 猛地站了起来 十分硬气地说道 滚就滚 说吧 端着自己的面条 走到门外 蹲在一角吃了起来 李平安倒了一杯酒 喝了一口 加了一块肉 慢条丝里地吃了起来 心中评价道 从心 锦衣公子不屑地哼了一声 店内的其余几人 锦衣公子名唤李子傲 其父乃是掌握 一座真玉楼的八品炼器室 李氏家族 也是赫赫有名的世家 即使看不惯对方 大多数人 却也都不愿意得罪 掌握真玉楼的李氏家族 这时 子脸汉子放下了碗筷 多谢 我吃饱了 我要等的人来了 谢谢你们的款待 说吧 站了起来 李子傲吗 想想你讨教两招 去外面 别坏了这儿的规矩 李子傲一双锐利的眼眸 扫了一眼子脸汉子 你是哪根葱 外面青 子脸汉子 也不与他多说什么 大步向外走去 李子傲轻蔑一笑 冲着老板娘拱了拱手 老板娘 带我先去解决了 这个不长眼的家伙 再来单独陪你 老板娘嘴角含笑 好 我等你 子脸汉子与李子傲 一前一后走出客栈 本是无风的天气 猛地刮起了一阵风 狂风向两边吹去 靠近门边的一张桌子 被吹得四分五裂 木屑纷飞 屋顶更是被吹开了 五六寸宽的天窗 只是还没等散落在地 老板娘轻轻吐出一口烟雾 一切便都恢复了原样 阿弥陀佛 长青和尚念了一句 李平安啃着一根鸡腿 片刻后 客栈的门再次打开 子脸汉子安然无恙地走了进来 冲李平安和长青和尚抱了抱拳 两位兄弟 有缘再会 说吧 便离开了 店内剩余的人都好奇地走出去 李平安跟长青和尚也凑了过去 远处的山峰上已经变成了深红色 山峰一吹 便有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山峰顶端 像是被什么巨大的怪物咬了一口似的 碎石的粉末随风飘散在空中 周遭的气息死一样的凝重 好强的武夫 至少六品 不对 应该更强 张松蹲在门口 捧着那碗没有吃完的面 他方才亲眼目睹了那场战斗 李子傲不愧是李氏家族之人 手上法宝众多 哪一样都是珍惜无比的物件 只可惜 面对的是一个比他修为高上一层楼的武夫 不仅如此 甚至还拖大的被人近身五步 对方只用了两拳 便打死了这位天子骄子 李平安能清楚地感知到 这股力量的强大 即使战斗已早早结束 可是那股强大的气息 却徘徊在天地中央 久久不散 这便是强者吗 夜晚 李平安躺在客栈的床榻上 久久不能入睡 白日的战斗带给他的震撼 不亚于一个纯情小楚男 某一日突然找到了爸爸珍藏许久的蝶片 修士李平安见过不少 从最初自己在玉门关斩杀的那位杨开 再到京城的张德鸣 张德海张家兄弟 李平安其实没觉得修士有什么可怕的 可能是见惯了修士中弱小的存在 从而忽视了那些真正强大的存在 比如 今天在客栈内的那些人 不说子脸汉子 亦或者是嚣张的李子奥 就是被李子奥赶出去的那两名年轻道士 自己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李平安翻了个身 认识到自己终归还是太弱了 这一路到镇腰关 还要走许久的路 他暗暗告诉自己 低调做人总是没错的 没必要跟谁争个长短 若是遇见了看不过眼的事情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当没看见 问心无愧便好 这一夜 李平安无眠 修炼了一夜 继续扩展泥丸 现在他的体力 几日几夜 没睡 对于他完全不算什么 本来商定是准备第二日下午便走的 只是临走时 老板娘忽然传来话 找单独见一见长青 不会出什么事吧 李平安有些警惕 长青道 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李平安道 我是怕他吃了你啊 昨天我就感受到了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你 长青自信一笑 贫僧乃是出家人 七情六欲早已斩断 女人只会影响贫僧念经的速度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 那我等你得胜归来 长青留给李平安 一个自信且从容的背影 客栅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卧房当中 明媚的阳光从竹窗洒下来 落在檀木所雕成的桌椅上 竹窗上所挂着的是紫色薄纱 床的斜对面是一座彩被镶嵌的梳妆台 右侧摆放着一张柔软的芙蓉榻 床榻前铺着一层青纱 窗外是假衫 小池 闭塞和藕 老板娘便侧身躺在芙蓉榻上 下面铺着一床柔软的丝毯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美眸流转 笑盈盈地望着坐在房间中的光头和尚 这小和尚长得真漂亮 老板娘见过不少容貌俊美的男子 只是像长青这样的人 当真是少见 五官清晰雅致 肌肤白皙细嫩 却又不似病态般苍白 而是如玉般温婉 金银无瑕 美得令人迷醉 泽泽 长青端茶的手微微颤抖 喉咙动了动 额头全是汗水 那个 这个 施主 你找小僧所为何事 小僧还要跟有人赶路呢 老板娘娇妹一笑 没事 就不能找你了吗 声音能让男人骨头都酥了 长青只敢不寒而栗 春宵一刻之千金 施主 小僧自幼入佛门 早已断了七情六欲 无心此事 老板娘笑着走下芙蓉榻 当和尚多无趣啊 我教你一些更加有趣的事情 哎 施主你要做什么 你要自咒 老板娘张开娇艳的红唇 吐出一口虚无飘渺的雾 长青眼神立马僵住了 就是喜欢你这种佛门弟子 老板娘伸出仙仙玉手 抚摸着长青的天灵盖 嘶 这时 突然一阵灼热感传到手心 连忙收回了手 手心之中赤红一片 老板娘秀眉紧皱 只见长青身后 浮现出一层淡淡的金光法香 化作一个老僧的形象 阿弥陀佛 老板娘退后一步 咯咯一笑 好有趣的佛家弟子 老板娘似乎认识这个老和尚 喂 老和尚 这个小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阿弥陀佛 还望施主能够手下留情 你叫我手下留情 我就手下留情 岂不是很没面子 以前打不过你 但你现在不过是一缕气息 三招如何 贫僧这缕气息 若是抵得住施主三招 施主便放过贫僧的坨 老板娘一笑 爽快地答应了 好 两酒之后 李平安听着里面奇怪的动静 忍不住推开门 长青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只见长青和尚 双手摁住一个板凳 正在疯狂地冲刺 一边冲刺 一边说道 姑娘 放心 小僧会对你负责的 这个场面 让李平安一辈子都无法完缓 天空成壁 茜云不染 远山寒带 和风送暖 二人一牛 走在下山的道路上 我 之前没做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长青和尚不放心地问 李平安想到 那个被摧残的凳子 抿了抿嘴唇 没 没做什么奇怪的事 长青小心翼翼地提了提了裤子 怎么忽然觉得自己 下面好疼啊 老板娘趴在客栈的二楼 沉甸甸的胸脯压在台子上 望着二人离去的方向 笑了笑 越来越有趣了 沧海 连接着云州和中州的一条辽阔海域 沿岸江河纵横 有大小河流百余条之多 最早记录在云州义物质中 沙玉县 客人 您的滚鱼面来了 大师您的素面也好了 滚鱼面 其实便是尼丘面 再配上鸡蛋 鸡蛋能让尼丘的肉质更加滑嫩 尼丘要生烟 不能切成段 这样才能保持其原有的风味 鲜儿不腥 软儿不烂 李平安品尝了一下味道 味道着实不错 鲜嫩 辣 香 正和他的口味 不由的大口吃了起来 能走到这里真不容易 感觉像做梦一样 李平安笑道 是啊 长青和尚也笑了笑 李平安淡淡道 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 长青和尚正吃着面 忽地抬起头来 脸色古怪 随后再次郑重地说道 李施主 你不入佛门 真是一大憨事 这话一路上 你都说八百回了 若是能让李施主入佛门 别说八百回了 就是说 上八千回贫僧也愿意 一路上 李平安总是能说一些 令长青醍醐灌顶的话 有时候 他会莫名其妙地说出一句话 但实际上 他说的每一句话 长青一气琢磨 都觉得很有深意 我还有很多欲望呢 做不了和尚 唉 长青叹了一口气 喷喷 这时 外面响起了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李平安好奇地 向小二打听 今儿是什么日子 小二便告诉他们 今儿是季海节 正所谓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鲨域县的大多数人 都是靠水为生 打鱼捞鱼 久而久之 便有了季海节 每年这个时候 都要焚香化纸 然放鞭炮烟花 朝着大海行叩拜里 用鲤鱼来祭祀海龙王 取鲤鱼跳龙门的寓意 长青 李平安与老牛吃完了饭 便来到码头 看着一艘艘的船 有大有小 黑压压的一片 先要在船上祭祀神之 烧化疏蝶 俗称行文书 以求出海打鱼时 平安无事 青烟样的陈雾 还笼罩在江面上 没有散去 许多船只 排着长长的队伍鱼贯而出 好像是一串信天翁 到最后 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 在向远处移动 李平安二旁 回荡着浪花 拍打着浪花 还有海风吹过的声音 他脱了鞋袜 慢慢走进海里 海水一沉一浮 真美 李平安感叹 长青和尚道 能到此处 实乃人生之幸事 沧海并不是终点 到了沧海 这段旅程 可能连一半都算不上 要找横渡沧海的船很难 毕竟不会有渔民闲的没事做 开着船 横跨一个大舟 当然普通的渔船也做不到 李平安和长青 一连寻了几日 都没有找到 能够在他们去云州的船 一晃半个月便过去了 长青未免有些着急 李平安却是仍旧跟以前一样 修炼 散步 寻船 似乎完全不着急 实际上 他真的不着急 这东西 就像寻找大道符文一样 讲究一个缘 如果没有缘分 那便只能用时间一点点地磨 李平安带着老牛散步回来 傅着手 哼着哥 小妹妹我坐船头 哥哥你在岸上走 走进门 长青和尚坐在床榻上 盘膝而坐 若有所思 怎么了 有心事 李平安随口问道 平僧觉得自己的心性 比起施主 还要差得多得多得多 何处此言 就拿找船这一件小事来说 小僧这几日 总想着快一些找船渡海 心境难免有些烦躁 可反观施主却淡然自若 无我无称 无喜无忧 管中窥报 平僧还是没有修行到家 这日 李平安照例来到卖小包的报馆 小包的消息 虽然有时并不可靠 可也具备一些参考价值 而且相比起官方出的底报 小包价钱便宜 也没有那么多官话 趣味性十足 小包的摊主奇怪地看着这个瞎子 小包五日一出 对方便五日一来 瞎子买报纸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地方 更奇怪的是 这家伙买的报纸 便在一旁 喝着免费的大碗茶 也不看报纸 而是将报纸交给身后的那头牛 牛就把报纸摊在凳子上 摸摸地叫着 瞎子还时不时地点点头 仿佛真的听懂了什么 摊主觉得 这家伙八成是个傻子 这不 瞎子又来了 摊主将今天的报纸给他 一手交报纸 一手交钱 摊主看了一眼他的眼睛 好心道 兄弟 要不我念给你听吧 李平安淡淡一笑 谢谢 不过不需要 摊主摇了摇头 叹了一声 可怜啊 老牛仍就像往常一样 给李平安读着报纸 李平安喝了一碗大壶茶 嗯 有人要寻找去云州的伙伴 摸 还留了联系方式 摸 叫什么 家住哪 我们去找他 摸 一人一牛迅速走了 摊主呆愣在原地 嘴角微微抽搐 卧槽 这牛真认字啊 大顺府 大顺府周家 乃是人尽皆知的首富 旗下大大小小 包括了二十三家票号 十三家金号 三十二家家粮行 一百二十家棉花行 而周家老爷老来得子 自幼便是极尽宠爱 这位公子对于吃喝享乐 没有半点兴趣 偏偏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这不一年前 得到了一个所谓的藏宝图 便要准备出发去海上寻找宝藏 为此花了高价 请来了造船的师傅 用了一年的时间 造了一艘足以横跨沧海的大船 这份壮举 在大顺府 人尽皆知 这几日 开船在即 周公子便广要各路志同道合的豪杰 与他一起去寻那虚无缥缈的宝藏 出嫁不菲 一时之间 什么阿猫阿狗都信来了 我问你 你可懂得 这趟探险是为了什么 大堂之上 一个有些肥胖的年轻人 似笑非笑地问 眼神中透着几分天真俏皮 正是周家公子 周有才 啊 为了寻找宝藏 粗笔 你连去探险的意义都不知道 你这样的人 不配成为本公子的伙伴 出去 那人垂头丧气地走出了大堂 外面的人都纷纷凑过来 怎么样 问什么了 那人扫了一眼中人 反正自己也没戏了 何必把问题提前告诉他们 所以只是切了一声 便扭身走了 拿着折扇的管家走出来 吓一位 李平安默默地喝了一口茶 大堂内虽然隔音 可隔音 不代表什么都听不见 尤其是对李平安这种 无感敏锐的人 探险的意义 李平安琢磨 又连续失败了几人 终于轮到了李平安 李平安起身 便要走进去 哎 你这眼睛 管家拦住他 你一个瞎子 就别乱跑了 回去吧 李平安一拱手 兄台 这招告上 可没有写瞎子不能来 管家道 废话 这还用说吗 到时候上了船 还得照顾你 我们家少爷 是找志同道合的同伴 你就别下餐盒了 李平安道 还望给 再下一个机会 管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得了 别在这耽误时间 下一个下一个 夜半 月儿偏西 心斗满天 没一个满意的 气死本公子了 周友才摇着扇子 气冲冲地从大堂内走出来 管家道 公子 千金易得良将难求 要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周友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千金难得 那万金行吗 管家一时语色 嗨嗨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 管家撇过去 眉头一皱 哎 你怎么还在这儿 李平安拿着酒葫芦 喝了一口酒 无缘未见的公子 在下只好再次等待了 快滚 唉 周公子拦住管家 远来急事客 给钱 再把人赶走 是 来人给钱 李平安微微一愣 这就是有钱人见面 打招呼的方式吗 周公子不是一直在寻找 志同道合的伙伴吗 在下虽没几分见识 但也是一步步 从大随而来 不说行万里路 却也差不了多少 大随 管家哼了一声 你小子是真能吹牛笔 老牛在一旁 默默夹紧了双腿 周友才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笑了笑 既然如此 在下想向兄台请教一个问题 在下定知无不言 周友才 兄台 可知这探险的意义是什么 探险并无任何意义 什么 周友才当即面色一变 小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轰走轰走 赶紧轰走 李平安不紧不慢地说道 探险并没有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 在旅途中遇见的人和事 是在于自我的成长 人生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冒险 或者说 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 每一天都是充满了未知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哪个先来 其实 冒险不仅仅是一种勇气和魄力 其非比寻常的意义在于 不管最后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都不会让自己留下遗憾 当你鼓起勇气 放下恐惧和怀疑 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走一步 你都能看清下一步的路 说到这儿 李平安顿了顿 从周友才波动的气息上来看 自己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再加一把劲 想至此 李平安抬头 侧往天空 嘴角轻轻勾起 露出一丝笑容 说话的同时 气息微动 引起一缕微风 声随风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这句话仿佛是从头顶 直接钻到了脚底 震慑身心 周友才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好 好 好 他激动的一连说了三个好 李平安淡淡一笑 知道今天这事是成了 周友才激动地道 快 兄台堂内请 管家快去上茶 最好的茶 唉 管家忙不迭的答应了 瞥了一眼李平安 心道 这都是什么事啊 让一个瞎子跟着公子出海 长青和尚在客栈酒等 李平安未归 不免有些疑惑 这大晚上的李施主 能去哪 便在这世门被推开 李平安和一个胖乎乎的公子 走进来 勾肩搭背地走进来 二人满身酒气 一看便是喝了不少酒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长青 长青 这位是周公子 他能带我们去渡海 去云州 长青神色一喜 当真 周友才打了一个酒格 拍了拍李平安的肩膀 你是李兄的朋友 那便是我周友才的朋友了 来 给钱 仆人当即递上了一个箱子 打开箱子 里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子 长青深吸一口气 委婉地说道 这 这不好吧 好 那就不给了 仆人当即关上箱子 退了出去 周友才是个画牢 其凡人程度 几乎可以媲美景欲 不过他唯一招人喜欢的一点 便是有钱 此刻 李平安和长青和尚 正躺在周家后花园中的 一间豪华凉亭当中 山石点缀 院落富丽堂皇 雍容华贵 颇有几分王府的气派 最觉得当属一旁 九丈多高的珊瑚树 宛若一座华盖 当真是一大奇观 树枝上都挂满了铜铃 微风拂过 就叮叮咚咚地揍起来 十分悦耳 李平安躺在一张摇椅上 随手摘下一颗 晶莹剔透的葡萄 放入嘴里 听着悦耳动听的悦声 微风轻拂脸颊 心中甚是舒畅 悠闲且富足的生活 当真是许久没有享受到了 吃饱喝足后 和尚一壶相鸣 倒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周友才蹲在一旁 兄弟 这安排还满意不 用不用我再去为你 叫几个小妹妹来 常青呼地睁开了眼睛 李平安道 妹妹便不用了 常青和尚重新闭上了眼睛 周友才道 兄弟 咱们再多等几日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便可以出发了 麻烦周兄了 哎 兄弟 这话说得便拿我当外人了 话说 兄弟你 真是一路从大随走过来 当然 这话并不是不信兄弟 只是从大随到这儿 山高水祖 李平安道 正所谓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 不灵深息 不知地之后也 这一路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周友才双眼放光 太好了 说的 简直太感人了 与兄 我真后悔 没能早些认识你 周友才连忙对下人喊道 比比 快拿比 周友才奋笔疾书 记上记上 这句话必须记上 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 不灵深息 不知地之后也 李平安摇摇头 不禁笑了笑 少爷 少爷 这是今儿的灵石 这时 下人捧着一个盘子走过来 知道了 放那儿吧 周友才漫不经心地说道 灵石 李平安略有些好奇 之前只听说过 灵石乃是修饰中流通的一种货币 只是具体的 并不知道太多 周友才拿起一颗灵石 那灵石晶莹剔透 熠熠生辉 握在手心当中 张口一息 顿时有一股灵韵气息 从灵石中钻入他的体内 过了一会儿 灵石逐渐失去了色彩 最终变得暗淡无光 如同一颗普通的石子 呼 周友才吐出一口气 李平安好奇道 周兄 这是在做什么 周友才道 我自幼体内多病 被人打碎了根基 只能每日由这种灵石 来维持生命 李平安若有所思 周友才看出了他的好奇 李兄没见过这玩意儿 灵石这东西 在修行人中 虽然说不算什么罕见之物 可要是普通人 我可以看看吗 自然 李平安手掌 一接触到这青色石头 顿时感觉到 一股温润之感传来 在他的感知之中 这枚灵石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泽 因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流转 心念一动 当即有一丝 微弱的能量波动传来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一颗灵石 便已被他吸取干净 嗯 李平安只觉一股 微弱的能量 迅速地渗入了他的体内 游走一圈 随后化为 自己身体力量的一部分 这 看不出来 李兄也是一名修士 周友才差一道 李平安摇了摇头 并不是 李兄 不是修士 如何吸收得了这灵石 李平安颇为不解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心念一动 这灵石的能量 便转移到我身上了 还望周兄勿怪 周友才摆了摆手 你我兄弟不说这些 要是李兄喜欢 我送李兄一些便是了 李平安并不知道 对方是客气 还是真心实意 只是他是在有些好奇 若是周兄不介意 便算借我一些 日后必当奉还 小意思小意思 周友才出手大方 直接给了李平安一袋灵石 而且看瓶色 都极为不菲 周友才也是一个 低品阶的小炼气势 根据他的介绍 灵石既有充当货币的作用 也有引气养生的功效 灵石可以为修士 提供蕴含的灵气 但是并不能直接增强修士的实力 它的作用 在于相当于游戏中的血瓶 修士战斗 修炼 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都会消耗灵气 而灵石便可以补充灵气 可是李平安吸收灵石中的灵气 却能直接转化为力量 似乎是 被人体六蜜中的泥丸穴吸收了 方才吸收得太快 李平安不太敢确定 所以才向周友才 借了一袋子灵石 此刻将灵石全部倒了出来 握在手心当中 很快便找到了吸收的方法 不出半盏茶的功夫 一袋子灵石便被自己吸收得一干二净 那股力量 确实是被吸收到了泥丸当中 不仅温润着泥丸 似乎对于自己冲击其他五蜜 也有不小的作用 李平安拿起一颗 已经变成石子的灵石 东西是好东西 只可惜自己没有 这一袋灵石 还是向周友才借的 有借就有还 何况这一袋灵石 价值不菲 周友才虽然不差钱 可二人刚刚相识不过两日 就算是相识许久 也没有白拿人家东西的道理 可能看起来是一点小事 可以点点小事积累起来 李平安将以与石子无异的灵石 重新装入口袋里 修行者要想有所成就 法财屡地缺一不可 现在看来所言非虚 只是自己现在穷得叮当响 不代表以后也能穷得叮当响 三千年河东 三千年河西 不着急 不着急 软绵绵的丝绸枕头 李平安睡不惯 还是习惯整着老牛入睡 老牛习惯地伸出一只腿 让李平安靠着 一日吃过了早饭 周友才便准备带着李平安和长青 去看看大船 只是刚出门 便遇见了一个子脸汉子 请问哪位是周公子 是你 子脸汉子拱了拱手 原来是二位兄弟 三月前 李平安和长青 再有一间客栈 遇见了这子脸汉子 当时还请他吃了一顿饭 随后子脸汉子出手 杀了那个名叫李子傲的 嚣张修士 便离开了 没想到 今儿在这遇见了 哪位是周公子 我是 胖乎乎的周友才站了出来 见汉子这副模样 有点吓人 你 你是哪位 听闻周公子在找人 共同去云州 在下也正好要去云州 愿意贴身保护周公子 周友才吸了吸鼻子 躲到李平安身后 在下有李兄在一旁保护 用不着你保护 而且 我的伙伴已经找到了 你请回吧 周友才可不认为 这个子脸汉子懂什么 他懂探险的真正含义吗 他会迎师作对吗 总之这货 定不如李兄一般好 子脸汉子站着没动 挠了挠头 随后目光看了看李平安 李平安故意没说话 子脸汉子拱手道 还望兄弟能为在下说个情 李平安这才道 周兄 我与这位兄台还算相识 不如看在我的面子上 便让他与我们一同前行 一路上还能有个照应 周友才点头 既然李兄说了 那便行了 子脸汉子道 多谢兄台 在下温涛 算上之前请我吃饭的人情 我已经欠了兄台两个人情 日后必当相报 那不如再加在下一个 这时 又信不走来一人 这不是巧了吗 大家都在有一间客栈见过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在十万大山贝里平安 长青和老牛的甘露 洗礼过的剑修张松 面对强敌李子傲 更是毫不犹豫地喊道 滚就滚 原来是从心见客 李平安道 张松一愣 从心见客 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张松自信道 有我保护你们 大可以放心 算上我一个吧 李平安微微一笑 想来这趟旅行 不会太过寂寞 有的热闹了 正所谓杨帆彩石滑 挂袭石海岳 大船乘风而下 如车碾螳螂 压着滔天巨浪 越走越远 爹 我走了 周友才对着岸边大喊 周父早已是泪眼朦胧 而啊 一路小心 大船驶出码头 航向万里之外 楼船如一片芦苇 在海浪中穿行 又快又稳 经过了一夜 有的人坐在甲板上 欣赏着海景 有的人在甲板上喝着酒 还与天无边无际 船在海中 就像是一粒戒子 李平安坐在甲板上 吹着海风 老牛 过了沧海便是云州了 咱们的路 已经走到一半了 老牛兴奋地叫了一声 李平安将头枕在手上 世界真大 你说咱们要是全走完 要用多长时间 一旁张松道 没想到李兄还有这志向 闲得无聊罢了 李平安笑了笑 还没问张兄 要去云州做什么 我 我去云州只是路过 在下是要去镇腰关的 李平安微微挑眉 那还真是巧了 张松道 李兄 真是有趣 偏偏要去镇腰关溜达 那张兄又所谓何事 张松随口说 我去还一柄见 李平安笑了笑 并没有再多问 行走江湖 谁还没几段故事 李平安打开酒壶 干杯 兜兜转转 谁与谁有缘 谁与谁擦肩而过 红尘俗事 牵挂太多 与其背负着太多的负担 还不如一壶酒一匹马 放声高歌 畅饮江湖 一匹马 老牛一脚踹过去 你个没良心的混蛋 是谁让你骑了一路 现在嫌弃我了 今夜明月高 江山如画 夜色清丽 海上风大 船上便煮起了一大锅热食 一群人围在一起 吹着海风 一边看着热腾腾的汤底 一边听着咕咚咕咚的声音 吃得好不热烈 手起快落 一片滑嫩的小肥羊 就这么入了口 满口都是肉香 一个人吃的是食物的本味 一群人吃的是食物 衍生出来的烟火味 张松道 快多吃一些 等过了一段时日 就吃不到了 海上食物虽不缺 可也不丰富 只有海里的东西 等时日一过 像这种嫩羊肉 肯定保存不了多长时日 张兄 不必担心 周有才到 传仓的厨物袋里 还有许多嫩羊肉 张松道 厨物袋 就算是一个厨物袋 也放不了多少 所以我弄了三十个 张松喉咙动了动 当我放了个屁 李平安颇为好奇 按理说 即使周府家大业大 可终究只是世俗的财力 怎么会有这么多 与修行有关的东西 张松解释道 李兄有所不知 这周家可不是 普通的富贵人家这么简单 周家的老祖 乃是赫赫有名的财神爷 势力遍布各大周 别说三十个储物袋了 就是三百个人家 也不在乎 李平安恍然 没想到周有才还有这背景 看来这一路上 有舒服日子过了 陈希徐徐拉开了帷幕 李兄 喝点粥吧 子脸汉子温涛 大步走过来 李平安道了一声谢 一碗粥下肚 一股暖流 瞬间传遍了他的全身 随即懒洋洋的 打了个哈欠 靠在老牛身上 悠哉悠哉的说道 披心带月千里走 满载欢乐时常有 车身伴随快乐凑 陈希路上找自由 人生坎坷会自走 前途光明你会有 好事好事 周有才连忙拿出小本本 李兄 你说慢一点 我全记下来 李平安本以为 一路上会遇见 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 可有时生活 会跟戏剧一样有趣 有时生活就是生活 一连半个月 都是相安无事 他们能看见的除了海 便只有海而已 大家最初的兴奋劲 也逐渐过去了 四周降起了大雾 雾浪一个又一个的 慢速翻滚着 张松无聊的 在甲板上晃来晃去 真够无聊的 你说咱们也遇不见什么事 哪怕遇见个小麻烦也行 李平安笑道 顺利一些 你好像很不开心 张松叹了一口气 不是不开心 而是无聊 什么都碰不见 怎么展示我超群的剑术 李平安笑着摇了摇头 平平安安 这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了 只是张松这个乌鸦嘴 前脚刚说完 后脚船便撞上了一座海岛 雾太大 等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了 不过好在船 并没有损伤太严重 公子 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随行的管家问道 马友才打亮了一眼 我看这风景不错 不如便在这多留几日 说不准还能发现什么宝藏呢 说完 又看向李平安 李兄 你说呢 全听公子安排 岛看起来不太大 风景却很好 小岛上有几座小山 有一片小平原 还有几条小溪 在小岛上蜿蜿流过 古墓参天 树大灵密 有的完了 谁跟我去溜达溜达 张松剑没人答话 背着剑便纵身一跃 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紫脸汉子温涛 庞若无人的练着拳 在船上时 他也不愿意多说话 没事的时候 便一个人默默的练着拳 只有对李平安话能多一些 温兄练的 这是什么拳法 李平安好奇道 温涛摆了一个拳架 浑身拳意流淌 这是秦天拳 师父嘱咐 我要秦家练习 还没问过 温兄是哪一派的弟子 在下是石卷门的弟子 李兄是哪一门派 我 无门无派 闲散人员 李平安自嘲地笑了笑 那既然这样 不如便加入我们石卷门吧 我师父一定会同意的 李平安笑道 谢谢温兄的好意了 不过在下并不是修行中人 怎么会 李兄气血如此旺盛 应是一个舞者 李平安道 说到这个 正好有个事情 想劳烦温兄 但说无妨 在下想跟温兄切磋切磋 不知温兄意下如何 李平安尚且不知道 自己现在的具体实力 到底如何 一直想找个机会试一试 李平安和温涛 各站在一边 不知李兄 想要把品阶压到什么实力 猫妹问一下 温兄现在是几品 六品五夫 四 周友才吸了一口凉气 拉了拉李平安 李兄 六品五夫 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父亲说了 六品五夫 打同等品阶的练气势 跟玩一样 除非有大法宝在身 而且这些五夫 多多少少 脑子都沾点病 无碍 见李平安坚持 周友才也不好再说什么 神色中满是担忧 可千万别打坏了李兄的脑子 李平安 二品如何 没问题 只是即使我将实力压到二品 也并不说 便是普通二品修饰便能抗衡的 李平安将杖刀放在地上 切磋武艺 自然用不上扶桑刀 我明白 那便得罪了 温涛周身气势陡然一变 一步踏出 一拳递了过来 这一拳又快又猛 凌厉至极 五夫便是快准狠 一拳破万法 根本不跟你玩花里胡哨的 有个流传许久的笑话 就是嘲讽武夫不讲道理的 练气室 我有一法可翻江倒海 武夫 吃我一拳 练气室 我有一法可摘得日月 武夫 吃我一拳 练气室 我有一法可遨游于光阴之外 武夫 吃我 一脚 练气室 你除了拳脚还会什么 武夫 吃我一头锤 李平安没有躲 一拳赢了上去 温涛出拳之后 还未来得及收拾 又是一拳轰出 李平安连续硬扛了三拳的尽力 密藏尼丸 龟西宫 命格君子不妄动 动臂有道 诸多力量的加持下 李平安还是被震退了八步 手骨像是裂开了一样 后背的衣衫裂开一道长口子 呼呼 不错 温涛点头称赞 李兄 接下来我可不客气了 燕子穿云纵百分之四十五 李平安施展身法 温涛又长一番 一记蓝将封住了他的去路 半晌后 李平安一屁股跌走在地上 浑身无力 连站都站不稳 体内气血像是被抽干净了一般 恐怕要数日才能恢复过来 李兄 果然厉害 温涛由衷地说道 交手中确定了对方并不是修行者 然而 这才是令温涛惊奇的地方 普通武人竟然逼得他 最后不得不升到了三品 才结束了战斗 否则李平安至少还能跟他耗上半个时辰 这根本不是普通武人 甚至是下三品进武者拥有的气血之力 李平安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只是扯出一个笑容 能跟温涛耗到现在 还要归功于自己开启了尼丸 以及常年累月的修炼归西弓 归西弓虽然进步十分缓慢 但是一旦有所成就 心性中和平静 气息优远绵长 非常人能及 要是换一般人 早就累死了 夜深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闷热的湿气 李平安吃了一些东西补充体力 随后又将养件葫萄 和没了小半瓶 运转归西弓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他的身体才逐渐恢复了一些 活动了一下筋骨 力量似乎更加醇厚了 温兄 不如我们再来一场 温涛诧异地望向李平安 愣了一愣 随即笑道 李兄 真非常人眼 周友才歪着头 看李平安和温涛打得火热 有些不满 明明是我先来的 既然到了岛上 自然要四处走走 更何况周友才没有忘记自己 这趟的使命 探险 李兄 你说这宝藏在什么地方 几人走在贯通密集的小路上 周友才不安分地四处乱跑 温涛沉声 你都这么有钱了 还要寻宝藏做什么 周友才不屑地切了一声 我在乎的不是宝藏 而是探险的这个过程 果然 只有李兄是懂自己的 周友才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志同道合的好伙伴 心底不由地生起一种 惺惺相惜的感觉 岛上的野兽很多 豹子 野猪 花面梨 走了没多久 便遇见不下四五只 不过 温涛周身气势外放 没等出手 这群野兽便都吓跑了 温涛不用出手 光凭借着的强大的气血之力 隔空便毙命了一野猪 当做挤人的晚餐 夜色深了 返回去是来不及了 便随便找了个山洞住下 好在老牛身上 带着锅碗瓢盆 还有许多剩下的调料瓶 迅速将野猪处理了 架在火堆上 我好饿啊 什么时候能熟 周友才捧着自己的小肚子 温涛 快了 周友才苦着脸 这话你半个时辰之前就说过 长青和尚 则熬了一锅野菜汤 李平安提醒道 长青 你确定这野菜没毒吗 长青自信一笑 贫僧游遍各地 无毒有毒还是分得清的 不然贫僧早就失衡荒野了 说完将菜汤一饮而尽 不出片刻 口吐白沫倒在了地上 温涛搭了大脉搏 无碍 只是中毒了而已 睡一觉便好了 李平安默默地咬了一口野猪肉 周友才低声道 李兄 这和尚是跟你一路走过来的 李平安毫不犹豫地说道 不 我跟他并不熟 李平安枕着牛腿 哼着小哥 抬起头 正对着苍穹 大征之事已然到来 妖族在镇妖关 蠢蠢欲动 中州 云州 雍州 衍州 青州 商洛 水川 齐州 奉京 九州混乱不止 内斗不断 天下先有太平之地 有的人已经粉末登场 有的人还在苦苦坚持 有的身居幕后 有的还未登上历史的舞台 与暗中积蓄力量 有的人却已不知不觉 兼为这个大事埋下了伏笔 李平安伸出手 在半空中抓了抓 正所谓福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亦不是棋子 却不是棋手 一路向北 暗潮流动 其中凶险 却都与之无关 李平安翻了个身 睡觉 这沧海什么时候能到头啊 深夜 李平安忽然被老牛给弄醒了 老牛 你做什么 老牛不由分说 拉着李平安离开洞穴 七拐八绕 随后来到另一处洞穴 洞穴内处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 云雾缭绕 石碑上有一道朦胧的雾气 看不真切 李平安 老牛 这是什么 老牛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只是临时发现的 你也不知道 那让我来做什么 这石碑上写着什么 老牛仔细看了看 摸 擅闯折死 李平安挑了挑眉 这么明目张胆的危险 里面说不准有宝藏 老牛再次点了点头 又添了一句 不过危险程度实在不好说 李平安沉思片刻 拿出一枚铜钱 那便一切交给天意吧 这枚铜钱 如果正面朝上 那我便乖乖回去睡觉 如果反面朝上 我便乖乖回去睡觉 如果他立在地上 那我便去寻找宝藏 老牛 老牛 你给我做个公平的见证 唉 老牛 你把牛比对着我干嘛 莫非是想说我牛比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一切都是命运的选择 随即将铜钱置于地上 此时 李平安脑海中 诸多念头划过 铜钱在半空中翻滚 随后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片刻后 直直地立在了地上 李平安面色不变 一脚将铜钱踩在脚下 其实当把铜钱抛起的那一瞬间 心里便已经做好了决定 说完 转身离开了洞穴 只留给老牛一个背影 老牛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怂你就直说 还非得绕个这么大的圈子 真当老牛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德行 李平安走出洞穴 伸了个懒腰 老牛这次给的预言太不靠谱 宝藏和危险程度 都属于薛定恶的猫 还是算了吧 活命重要 刚走出洞穴 一阵青烟飘来 随即化作一名老者 土地宫 参见先世 土地宫 李平安笑着回礼 没曾想此地还有土地宫 我等唐突了 这地界连个人气都没有 竟然还有土地 何况这岛屿的归属国 也不知是哪一个 土地走到一旁坐了下来 老朽已经近十年来 没跟人说过话了 有人能来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知土地宫 实力属于哪个王朝 土地宫叹了一口气 哪还有什么王朝啊 茫茫大海上的一个孤岛 任何价值都没有 连地图上都找不到了 本来在一百年前 邻近的一个大岛上 曾出现过一个王朝 土地宫也是在那时候 被封了这座小岛屿的土地 只是后来出了一场事故 王朝覆灭 那座大岛沉没 土地宫便留在了这里 没有香火之力 硬生生熬到了现在 时也命也 那土地宫此番前来 不敢隐瞒先师 老朽想求的一线生机 还望先师开恩 那土地宫可找错了人 在下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 土地宫欲言又止 最终重重叹了口气 既然先师不愿出手 那老朽便先告辞了 能熬到现在也不容易 李平安心念一动 忽然开口 土地宫 可知此地有一处宝藏 土地宫心中微微一惊 方来便察觉到了此处 先师果不简单 先师有所不知 这宝藏存在的时间 恐怕比老生还要久远 只是周遭有护山大镇保护 凭老生这一身的法力 恐怕 都已是将死之人了 为何连拼一把的勇气都没有 啊 这 土地宫低下了头 若是被护山大镇杀死 可不只是单纯的死那么简单 而是身形俱灭 再也不会存在于这个世间 只是这一点 李平安哪里知道 他单纯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毕竟在他看来 等过几日死也是死 搏一搏 说不准还有机会活 土地宫不像自己 有着大把的时间 所以这宝藏 对于李平安来说要不要 都可与不可 可对土地宫则意义非凡 既然想连拼命的勇气都没有 那么你又怎能活下去呢 你们修行部都是追求一念通达 有死无生 更何况 你都是将死之人了 还在乎什么 我 土地宫欲瑟 李平安笑了笑 当然 毕竟我不是你 其中隐情 只有你自己知晓 外人说一句闲话 还望土地宫莫要介意 土地宫盲道 不会 自然不会 只是可惜我那几个朋友 一个是只会逃跑的剑修 一个是纯粹的武夫 一个是个不靠谱的和尚 还有一个 只会拿钱砸人的副十八代 李平安摇了摇头 略意拱手 告辞 土地宫主着拐杖 再次来到洞口 石碑上那道朦胧的雾气 仿佛便是他心中的枷锁 已经困住了他百年之久 若是失败 当真是万劫不复 可如果就这么死了 实在是心有不甘 土地宫闭上眼睛 想起往事的种种 想起自己的年少时的暴富 想着挥剑斩妖除魔的豪情 想着万人敬仰的洒脱 想着土地宫深深吐出一口气 起挂 往常 每日他都会来此处起挂 风雨无阻 每日只算一挂 也从来都只得到一个结果 凶 这一次 或许是最后一次起挂 全身放松 凝神尽气 心无杂念 铜钱落于地面 土地宫定睛一看 凶 仍旧是大凶 此去凶多吉少 土地宫重重叹了一口气 这时目光忽然落在另一枚铜钱上 这 这不是自己挂像中的铜钱 是方才的先师 土地宫面色猛然一变 只见几枚铜钱连在一起 相互交融 形成了一副特殊的挂像 仿佛是棋局中的关键一子 起死回生 由凶转疾 这 土地宫愣了片刻 心中一动 忽然狂笑起来 他懂了 他一切都明白了 多谢先师指点 土地宫身躯猛的一转 冲天起 土地宫流堪 为求一线生机 今日破阵 不是跟你们吹牛皮 我先前在岛上遇见了七八名剑修 看见我就要干我 结果被我一人一剑 全都削平了脑袋 张松 不对 准确的来说应该叫张从心 正在跟几人吹着牛皮 你们看着伤痕还在呢 张松把屁股撅起来 长青和尚道 施主 你看天上有牛在飞 张松抬起头 牛 哪呢 牛怎么会在天上飞 被你吹起来的 长青和尚淡淡地说 你屁股上的伤痕 那分明是被狼咬的 原本听的热火朝天的几个水手 纷纷向张松投来鄙的眼神 张松辩解 那头狼是妖狼 也很大的好吧 切 众人发出不懈的声音 周友才摇了摇头 终归还是太浮躁了 他的目光落在李平安身上 嘴角洋溢着笑容 还是我的李兄最棒 上船吧 我们该出发了 上船咯 众人相互招呼着 李平安打开酒葫芦 喝了一口酒 又让老牛喝了一口 哎 别全喝了 给我留点 李平安站起身 又要出发了 人生很多美好 都是在路上不期而遇的 出发咯 哎 李兄你信我不 我真的没骗你 那只妖狼有那么大 张松拉着李平安 李平安笑而不语 两个月后 小岛上海鸥不断的盘旋 时而拍打着翅膀 时而停歇 就在这时 半空中卷起一道烟柱 土地公刘堪破土而出 因为香火之力缺失 而早就残缺的身躯 此刻仿佛是镀上了一层金子 身躯也变得更加高大 气势如虹 谢仙师指点迷惊 刘堪朝着大船离去的方向重重 败了三败 随后站起身 狗日的妖狼 老子 这就去找你报仇 小岛之上 除了土地公 一名修饰圈养的宠物 而后遗失到此岛 此后 这只狼妖便在岛上横行霸道 他这个土地公 都常常被对方追着四处跑 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土地公当即便要去寻那狼妖报仇 哪知连寻了两三处 巨都未见 向岛内其他小妖一打听才得知 那狼妖竟然死了 土地公刘堪站在狼妖的尸体面前 发现狼妖是被人一箭削去了脑袋 即使过去了许久 周遭却仍然残留着些许剑气 你教我拉二胡呗 某一天 张松闲着无聊说道 李平安正坐在船头上 听他这么说 停止了拉二胡 你想学二胡 不是想学 主要是太无聊了 张松打了个哈欠 我要是什么时候 能像李兄这样自得其乐便好了 李平安道 我这种乞盖窝里长大的 只要有口吃的 有个睡觉的地方便知足了 张松笑了笑 李兄 李兄 快来一盘棋 周遥才招呼着李平安 下棋去了 李平安收起二胡 等你什么时候真感兴趣 我教你 说着拍了拍张松的肩膀 李兄 今儿我想到赢你的办法了 周遥才一连研究了数日的棋谱 又时常与船上几个会骑的人对异 总算觉得自己有了些许的实力 李平安笑道 行 那陪你耍耍 双方捏子 落子 黑白二子在棋盘上相互交错 四龙走蛇游 斗在一起 只是不下四十余手 周遥才便败尽明显 李平安淡淡一笑 周遥才深吸一口气 逆转阴阳 说着 掀翻了棋盘 随后面不改色的说道 李兄 气盘不小心散了 不如我们重来一盘 李平安 你这招是跟谁学的 常青和尚 这个不当人子的家伙 自己学闲门歪道也罢了 现在竟然还欺骗无知的小朋友 起风了 远处的乌云越来越暗 越来越低 向海面直压下来 顷刻间 海上一道电光划破天际 发出巨大的轰鸣 铜钱大的雨点 狠狠的打在海面上 整艘船都是一阵 就连一根桅杆都从船弦上掉了下来 船身剧烈的摇晃起来 这时 又是一道巨浪袭来 诸位回船舱 当心被风刮进了海里 剁手喊道 快进去 李平安站在船头 双手负在身后 表情淡然 你 不进去躲躲 下雨的时候 总能让我想起他 张松抬起头 李平安微微挑眉 哦 每当雨滴打在我身上时 总感觉是他在拥抱我 张松伸出双手 李平安 说人话 张松表情猙獰 腿抽筋了 海面上传来轰隆隆的声响 一道十尺高的巨浪 向岸边卷了过来 海上的天气波轨云厥 天堂和地狱 往往只在一瞬间 又过了两日 风暴不停 反而愈演愈烈 风浪越来越大了 巨大的海浪 就像是一群凶猛的野兽 恨不得将这艘船一口吞掉 不好了 遇见龙王爷发威了 剁手一句话还未说完 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巨浪扑面来 船舱内的几人 都被摇得东倒西歪 长青 阿弥陀佛 越是在这种时候 我们越要淡定 李平安说 大师您能不能 别抱着我家老牛了 我家老牛还没成亲呢 长青死死抱着 体型最稳的老牛 阿弥陀佛 平僧不会睡 大船像是喝醉了酒的人 摇摇晃晃 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温涛沉声问道 周兄 你家这船接不接是 周友才抱着一根柱子 自然是接是无比的 船舱底部 管家喃喃的念叨着 你你 爹会救你出来 紧接着 便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 安置在船舱底部的一角 老牛 摸 什么 船要炸 李平安一惊 老牛敢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出来 就证明预言肯定是对的 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 老牛伸出两个蹄子 李平安 两个时辰 二 一 哄 李平安忍不住骂道 老牛 你个坑爹货 哄的一声巨响 船上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这一声巨响给打翻在了海里 海水一片漆黑 让人有一种坠入地狱的感觉 海中央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发出一声尖锐的呼啸 将所有的海水都吸了进去 老牛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平安从水面里钻了出来 抱着一块木板 老牛 趴在他的背上 大口吐着气 还好自己会水 更加庆幸自己体内气血充足 这才有力量对抗海浪 确保自己不会沉下去 现在该怎么办 李平安暂时想不出什么主意来 船毁了 自己总不能抱着这条木板 扛着老牛在大海里游回去吧 其他人怎么样了 爆炸的一瞬间 自己只来得及护住 离自己最近的老牛和周有才 只是被涌入海中 周有才也不知所踪了 老牛叫了一声 猫 远处的风暴之中 一个人影屹立在海中 全队苍穹 双臂一震 震得海水翻滚 一股强烈的钢气 从对方身上散发出 即使相隔甚远 也能感受到钢气的灵力 温涛 全刚带着一种射人的杀气 伴随着轰隆隆的巨响 李兄 李兄 救我 周有才的声音传来 周有才是练气势不假 可也只是一个二品进的练气势 体质弱 根基也没有打好 二品与二品的差别 有时便是天差地别 以周有才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一品练气势的修为 大浪滔天 根本不是他能应付的 靠着一颗碧水珠 才没有被浪打入海底 只是方才慌乱之中 碧水珠也被风浪打入了水底 救命啊 这才便要被裹挟着卷入水底 千钧一发之际 他抓住了一个物件 狠狠一捏 随后迅速爬到了老牛的背上 老牛表情微微抽搐 畜上 一头牛家一个人的重量 再加上周遭海浪翻卷 李平安一咬牙 猛地从海水中跳了起来 脚尖点在海面上 燕子穿云纵百分之四十五 身子一旋 纵身一跃 躲过了拍胆来的巨浪 哄 六品五福的气势 毫不保留地爆发 温涛四语天斗 一拳逆风而去 呼啸的风声压过了海浪上的一切 冲破了数丈高的巨浪 每一拳都蕴含着强大的劲力 足以轰碎一座山峰 让人心惊胆战 越战越勇 温涛身上的气血之力 如滚滚江潮 与这片海域形成了对峙之势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只是五福 终归只是五福 除了擅长打架 其余的说是一窍不通 都毫不为过 此刻如果有一个三品炼气势在场 恐怕都比温涛有作用 温涛试图将这股飓风打散 只是他的力量 反而使得周遭海浪更加狂暴 两个力量叠加在一起 叠加的是 他们的作用效果 能量是不会消失的 周有才 温兄 住手 快别打了 李平安抽出侠客笔 老牛 老牛从怀中掏出一个手指长短的卷筒 将藏在里面的宣纸抽出 在半空中铺开 李平安大手一挥 落在纸上 每一笔落下 都透着一股磅瀑瀚的气息 给人一种气吞山河的感觉 又一片大浪打来 李平安右掌向上一拖 侠客笔再次腾空而起 在空中盘旋了一圈 李平安随着巨浪起伏 体会到了纸上的意境 纸 纸 纸 连续三个大字 都从他的笔尖倾泻而出 李平安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这是他从未尝试过的 而与之相对应蕴含的能量 也是远超之前 每一个字落下 李平安脸色便苍白几分 笔尖的光芒越来越盛 仿佛他手中握着的不是一支笔 而是一颗光球 等他写完三个纸 随即重重一点 风一吹 原本白色的纸张 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纸堆里燃起了火焰 像是一朵盛开的花朵 轰隆一声巨响 海水像是一座高山 汹涌而起 高达百丈 轰然炸开 一股强大的领域 包裹了周遭的一切 转瞬风平浪静 云开月明 再无半点波澜 仿佛方才发生的一切都似虚幻 一笔定乾坤 周遥才瞪大了眼睛 肥胖的脸颊 控制不住的抖了起来 李兄 咕噜咕噜 话还没说完 便沉入了水中 周遥才从昏迷中醒过来 我 这是在哪 阎王殿 周遥才摸了摸自己的脸 还活着 他翻身坐起来 看着远处平静的海面 随后目光一转 落在不远处 面色苍白的李平安身上 李兄 周遥才激动的扑了上去 咱们还没死 李平安挤出一个笑容 是啊 还没死 三个纸子 似是抽干了李平安的所有惊气 温涛带着他们 跑到了一处最近的小岛上 虽然暂时平息了风暴 可船也毁了 温兄呢 他去找找 有没有其他的幸存者 李平安施展龟西宫 让自己体内的力量 一点点恢复 不久之后 温涛从不远处的海面上 飞奔来 明明无处借力的海面 在他脚下 却如履平地 几个步子 便跃到了小岛上 温涛拖着一个箱子 里面装着一些紧存的腊肉 人只找到一个 不过早就死了 其他的都不知道 被大海卷哪去了 全 全死了 周友才咽了一口兔目 大概吧 温涛道 常青 张松张从心 还有管家 那么多仆人 谁手 周友才似乎一时之间 有些接受不了 李平安平静道 船尸被人炸了 有人要害你 害 害我 是 李平安保持姿势不变 运起归西宫的吐纳之法 随着呼吸 他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 一股气旋从丹田缓缓升起 流向了气海 而且越来越大 舅 就为了杀我 就杀了这么多人 甚至不惜把船都炸了 周友才这个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哪有经历过这些 此刻不禁陷入了怀疑人生当中 与其考虑这个 不如考虑一下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吧 夜色抹去了最后一缕残阳 漆黑的星空下 只剩下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 两个兔子在火堆上 噼里啪啦的冒着油光 夹杂着诱人的香味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一阵风吹来 周友才往火边靠了靠 李平安又往火堆里扔了些枯枝 让火势又大了起来 将烤好的兔子腿撕开 咬了一大口 两个方法 要么在这儿等路过的船只经过 要么坐一条船 坐 坐一条船 横渡沧海 周友才觉得这想法 有些太天马行空了 不过转念一想 李兄都能一笔定乾坤 平静风波 还能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李平安道 以及食物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最好能弄一些方便储存的食物 我和老牛负责坐船的事宜 温涛点点头 放心吧 一日清晨 海风带着咸味 让人有一种潮湿的感觉 一缕阳光洒落下来 照耀在茫茫大海上的那座孤岛上 岛上 一棵又一棵的树轰然倒下 飞溅细雨 挥洒着一片白光 李平安坐在一块石头上 啃着之前剩下的蛟龙肉 复杂一点的船 李平安不会坐 可如果只是独木舟的话 还是很在行的 选一棵大一点的树 把整棵树砍倒后 在树中间用火烧 等中间烧成木炭 再挖掉成空心 这样就造成了独木舟了 不过单凭一个木舟 肯定是不够用的 李平安便一口气做了三个 随后用四根横木 将三个独木舟全部连在了一起 三个独木舟就这样牢固的结成一体 这趟旅程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精彩许多 李平安一边打磨着独木舟的细节 一边感叹 长青和尚福大命大 那家伙应该会没事的 周有才则跟着温涛打了许多猎物 腌制了后方便携带 过了七八日 三人一牛才终于重新出发 划着连在一起的三条独木舟 在海中游荡 夕阳落下 天边仿佛燃起大火 厚厚重重的云雾盘踞在天空 李平安躺在船上打着喝歉 夕阳落在船身 溅起一片光雨 就像一条绚丽的尾巴 独木舟上的日子枯燥无味 连个身腿的地方都没有 温涛有时便跳下船 站在海面上 拽着连在一起的三条木舟 快速前进 武夫真是半点法术都不会 按理说六品练器士 已经能够欲物飞行了 李平安问温涛会不会飞 温涛说自己只会大跳 李平安说少了唱和rap 温涛不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只有八品巅峰武夫 才能做到御风而行 自己集中精神 才能在海上站稳脚跟 已数不易 果然 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 武夫具备了强悍的肉体 和战斗力 可除了这两样 无论是哪一方面 都远远要落后于练器士 沧海 横隔了两个大舟 旗下水族众多 而老龟便是众多水族中 平平无奇的一员 有时 他也会在水上 救几个落水的船员 或帮他人补挂 免去灾祸 只是这修为迟迟不上涨 修行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无非是白号寿源而已 亏得龟生来命长 否则现在 恐怕早就像老友一样归天了 老龟正在海中闲逛 忽然发现 海面上有三条小木舟 沧海是出了名的凶险 就连官家的战船 稍不留神 都有万劫不负的风险 这些人竟然赶指承着小舟 行驶在沧海之上 胆子真够肥的 好香的酒 老龟嗅到了酒香 忍不住不要上前 去讨一口喝的 咕咚咕咚 海面起了动静 一只硕大的乌龟 在海面上露出了头 望着李平安 准确的来说 是李平安腰间的酒葫芦 李平安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乌龟顺从地低下了头 怎么 想喝我的酒 乌龟似乎是听懂了李平安的话 吐出几个泡泡 想喝就喝 不过我就剩下最后一口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云州呢 李平安解下酒葫芦 不小心把侠客笔 也一并拿了出来 那乌龟吓了一大跳 一扭身重新钻入了海底 瑟瑟发抖 不敢再靠近 沧海曾有囚龙兴风作浪 圣人途经此地 再次斩囚龙 据传囚龙将沧海引得腾空 等于其百丈高 意图以沧海之力覆灭圣人 谁知圣人一笔断了半个沧海 那场面老龟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可却听父亲讲过 父亲一再警告他 以后遇见了读书的绕道走 这帮家伙跟你讲理的时候 你最好庆幸 因为他不跟你讲道理 那就代表着他已经做好了 把你打到认同他的观点为止 而老龟感受到 那只笔身上携带着一股浑然天成 催枯拉朽的力量 不会是儒家的圣人吧 不对 圣人可不是那么好遇见的 不过即使不是圣人 也绝对不是寻常儒家修士 喂 龟兄 还喝不喝酒了 李平安喊道 老龟缩着头 不敢吱声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将酒葫芦中的酒烧 微倒入海水中一邪 老龟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伸出舌头瓶了瓶 扎了扎嘴 摇头晃脑 很是惬意 好酒 真乃好酒 龟兄 现身吧 听到对方又一次召唤 老龟这才探出了头 老龟起横 拜见仙师 仙师不敢当 李平安晃了晃酒壶 还剩下小半口 全部给你了 多谢仙师 仙人赐酒 这传出去 也是一个佳话 好酒 真是好酒 老龟黑黑一笑 见李平安非但没有读书人的臭架子 反而身上自带一股示警之气 忍不住跟对方聊了起来 一来二去便熟络了 听李平安说 要去云州 老龟便将独木舟的绳子 牵到了自己身上 向云州出发 这样速度 至少比之前快了几倍 小半口酒 换来了一个朋友 李平安觉得很值 李平安坐在船头 运起龟西宫的土纳之法 飞剑细雨 在仰剑葫芦中待了多日 除了变得更加锋利 隐隐约约也有了一抹灵性 多了几分生机 即使在自己无意识当中 如果有危险 细雨也能主动出窍保护自己 前几日便有一只海鸥路过 似乎是想在李平安身上 留下一泡屎 结果还没等落下 便被细雨飞剑一剑射进了海中 李平安屈指一弹 飞剑一阵 仿佛有光芒从剑身上洒落下来 发出一声剑影 在海上支盘回荡 飞剑在半空划了一个弯 随即射入水中 挑出一条鱼 李平安伸手一抓 正好将鱼抓在手心当中 这鱼真不小 大概能有三十多斤 今天晚上炖鱼汤 李平安笑道 从一个一来张口 范来伸手的富家公子哥 陡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落魄的流浪汉 这对于周有才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过他适应的到快 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 温涛仍旧跟以前一样 日复一日的练着拳 时常与李平安踩在海面上对峙 只是刚开始时 既要专心在脚下 不让自己落水 又要应付温涛 这让李平安时不时的 便要突然掉入海中 不过借助命格一心一意 与勤能捕捉 一连打了几日 很快便适应过来 一日 李平安呼地感受到了空中的异样 一股股强大的气息传来 隐得葫芦中的飞剑 嗡嗡震动 几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片银带 从天的一头飞向另一头 是飞剑 好多的飞剑 一味味身着白色的白袍的修饰 脚踩飞剑 空气中发出嗡的一声清鸣 在半空中闪烁过一道 板剔透的银白色光芒 裹挟着极卷的风冲远方飞去 无数声清鸣连成一片 连绵不绝 宛如一道闪电 在天空中洒下一片剑木 周友才张大了嘴巴 啊 这场面当真是难得一见 无数修士浩浩荡荡 向远方而去 悬着柔和夺目的日光 耳畔滑过呼啸的风声 那无数道剑光 每一道都是那么的潇洒 那么的清晰 那么的让人向往 以你刀光剑影 罪礼笑傲江湖 诗中留我残梦 此生不复深情 当真是羡煞旁人 周友才忍不住道 真贪娘的帅 李兄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他们那样 李平安笑了笑 摸着老牛的头 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李平安刚开始 还算着日子 可时间一长 便忘记哪一天是哪一天了 这些日子 李平安将大部分时间 都用在了修炼 领悟了不少傲义 实力也达到了另一个境界 越练越有味道 甚至还学会了一个绝学 捏子 落子 虽然仍旧是对垒 可棋盘换成了一块大的石头 棋子也变成了一颗颗石子 周友才眉头紧皱 逆转阴阳 随即掀翻了棋盘 李兄 不小心掀翻了 我们重新来一盘吧 李平安微微一笑 接我绝学 时光回溯 接着便将方才的棋局 重新摆了回来 来 我们继续 周友才 李兄真乃大才业 心比去隔 李平安淡淡一笑 略有些伤感地想到 若是再遇见长青和尚 肯定能赢他 只是不知道 这秃头和尚 到底是生是死 这时 老龟道 先师 再有两日的水城 便能到云州了 周友才看着鱼汤 叹了一口气 现在看见鱼我就想吐 李平安把最后一块鱼 吃进肚子里 有的吃 就已经很好了 眼看接下来的日子 没多少了 老龟更加卖力了 比预期的日期 提前了一日 从出发到现在 再次看见陆地 几人都极为的高兴 独木周停靠在一处码头 周友才激动得泪流不止 哽咽到 太不容易了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李平安回首 不禁笑了笑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看似很困难 根本望不到尽头 可真当做成了之后 回首望去 便会发现 其实也不是那么难 一切似乎只在眨眼间 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都是一步一步完成的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 也没有碰巧的成功 一切无心插柳 其实都是水到渠成 李平安想着 给老龟一些钱 毕竟人家拉了他们这么久 于情于理 都应该回报一些 只是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钱 何况世俗的钱 估计对方也看不上 贵兄 我这手镯留给你 届时你可以去我周家钱庄 取换零食 你不想换也没关系 我这手镯可是一件法宝 周友才说着 便要摘下手腕上的手镯 老龟知道那手镯绝非凡品 周家的事情 他也多少知道一些 周家公子身上带的东西 想必都是不同凡响 只是老龟不愿意收 他帮他们 只是因为李平安 将最后剩下的小半壶酒给了他 而且 老龟也感受到了 那葫芦中酒的奇妙 对他来说已经够了 知足常乐 多得的东西 并非都是好事 李平安便也没有多劝 到了别便和温涛 周友才离开了码头 老龟望着他们的身影 消失在码头 有缘再会 正要离开 却发现独木舟上 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嗯 莫非是仙师的东西 落在了这里 老龟将那颗亮晶晶 类似黑色石子的东西捡起来 这 这是蛇胆石 老龟大惊 看这品色 这蛇胆石 最次也要取自蛟龙 这么贵重的东西 仙师怎么会落在这里 老龟很快便想通了 这是 李仙师故意留给自己的 老龟大喜过望 向着远处一拜 多谢李仙师 远处 李平安将一包蛇胆石 重新装回怀里 从蛟龙童子生身上 一共取了九颗蛇胆石 两颗泡酒 一颗给了老龟 还剩下六颗 这玩意儿 除了泡酒喝 李平安真不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送出去了 也没多少心疼 毕竟一抱还一抱 世间得与失 有时候便是这般不知不觉 天地造化 妙不可言 皆是自招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云州 古志记载 云州商业繁华 商谷云集 声名远扬 街边卖堂的 百家旗谱的 卖乐器的 卖艺的等等 满目琳琅 不胜眉举 令人有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之感 因地处北风 是以市面上的繁华 街道上的行人 大多都是一副粗犷的模样 李平安行走在其中 感受着其中的热闹与繁华 新生 巧笑于柳墨花渠 暗管调闲于茶坊九四 又因地处沿海 往来货物不绝 似是分物不同 乐意无穷也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周有才望着周遭的食物 琳琅满目的零食 忍不住抹了一把嘴角的口水 蜜膏 罐藕 石心果子 花果 鱼仙猪羊蹄肉 可是我们没钱了 温涛道 好 不远处 有人鼓掌叫好 是一伙卖艺的人 李平安心念一动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瞧一瞧 看一看了 诸位 我等随行经商 来到贵宝地 不要本钱全部赔光 因此斗胆再次献丑 故再次卖艺 望各位 有钱的捧钱厂 没钱的捧人厂了 先谢过大家了 洪亮的声音 似响彻云霄 又有一伙卖艺的 看看去 这声音简直比锣鼓还要响 不由地吸引了街道上的众人 李平安抱拳 诸位父老乡亲 正所为山在溪来水在东 海水滔滔南北通 人走江湖交朋友 走到四方都相逢 刀强斧差立战场 五湖四海把名扬 周有才 愈发钦佩起李平安来 太压了 简直太压了 李兄真是个压运小能手 李平安混迹江湖 这套说辞 自然倒背如流 众人只见一个 光着身子的汉子 趴在地上 身上压着一块厚厚的石板 堂堂六平五夫 竟然沦落到街头卖艺 温涛觉得自己 未免有些丢了师门的脸 保险起见 他把袜子挖了两个窟窿眼 套在了头上 这样就不丢人了 胸口碎大石 这我见过 就是就是 没什么好新鲜的 在这地界 难来北往 这些人见多识广 自然知道许多 看样子普通的招数 糊弄不了他们 李平安高声道 错 我们这不是胸口碎大石 是脑门碎大石 对对 周有才在一旁附和 有人喊道 也见过了 就是 李平安脱口出 那我们还可以胸下碎大石 你们见过吗 众人纷纷摇头 胸下碎大石 想想都疼 温涛 李平安低声道 温兄 你行吗 温涛沉声道 来吧 温涛不愧是六平五夫 运起气来浑身硬得像铁一样 一旁的女人见了这束场面 看向温涛的眼神 纷纷一变 这男人 真强 自然 表扬不能单表演一个胸下碎大石 来 小牛给他们整个活 老牛当即四提一灯 来了个后空翻 好 众人忍不住拍手叫好 牛会空翻 这可比胸下碎大石这种节目 趣味多了 再来一段 老牛当即双腿站了起来 扭动着肚子 跳起舞步来 有人喝彩 有人拍手叫好 有人欢呼 欢声笑语 很快便吸引来了一群人 老牛摇着屁股 果不其然 这个家没我指定散 不远处 茶摊上一个男子 目光在周友才脸上停了片刻 随后看着他们走入一间客栈 这才转身离开 小二 桌子上的菜 再全部重新来一份 周友才喊道 吃 放开了吃 小二端着菜风风火火送到了桌前 心道 这是几辈子没吃过饭了 好菜好酒 李平安摸着肚子 躺在椅子上 李兄 周兄 在下走了 温涛一拱手 温涛是要回师门的 到了云州 便跟李平安他们不顺路了 李平安要去镇腰关 周家在云州有不少产业 周友才这个样子 肯定是要知会家里人一声 那便告辞了 温涛一拱手 山水有相逢 李平安笑道 温涛道 欢迎来石卷门找我 江湖便是这样 初出茅庐的侠士 遇见许多许多的人 随后便是即刻的分离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闲着无聊 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年人 有些人不甘心 又拿出了刀剑 准备再来一次江湖 站在已知的未来 回溯一段风云诡诀 世世沧桑 追忆一场塑造出了 每一张面孔的风霜雨雪 李平安觉得自己哪一天 不想走了 就找个山头 慢慢地回忆起 自己曾经经历的一切 哦 有一次 我跟一个姓温的汉子 在一条船上被掀翻了 随后又坐了一条木舟 横跨了整个沧海 没什么太多的生死轮回 曲折离奇的故事 只是一起在一条船上 待了许久 吃了好多的鱼 加在让人思绪万千的 回忆中的仙衣怒骂 恩怨情愁 不是也挺有趣的吗 久违地躺在客栈的床上 周有才幸福的 都要哭出来了 这些日子 整着帮帮硬的木板 别提有多不舒服了 李兄 你不是床上吗 很舒服的 他们的钱 只够开一间房了 所以只能二人 挤在一间屋子里 李平安整着老牛的腿 没事 我习惯了 早些睡吧 明早还要赶路呢 是啊 明早还要赶路呢 周有才打了个哈欠 要是放在往常 让他早早起床 这可是万万做不到的 心比句哥 他睡觉起床 那都是要看心情 只是这趟旅程 让他不知不觉 养成了许多好习惯 晚云收 淡天一片流离 微风传来一声 细不可闻的声音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就在二楼左手边的 第一间房 黑暗中几个人影 躲在客栈的后院 真是命打 在海上还能活下来 动手 得手以后 别忘了切一根手指头 去邀功 月黑风高夜 杀人放火天 窗户被轻轻地 推开一条缝 黑衣人正欲跳进去 呼得脖子一凉 待看清了 才发现是一柄无柄短剑 抵在了自己的喉咙上 只是却未见持剑的主人 黑衣人微微偏头 想要躲开短剑 只是短剑像是感知到了似的 他挪几分 短剑便偏几分 紧紧地抵住他的脖子 休士 黑衣人凝神摒气 猛地探出手 欲要抓住飞剑 嗡 大哥 黑衣人从窗户口 重重跌落下来 黑衣人捂着手臂上的 血流不止的伤口 快走 李平安微微摇了摇头 不太平了 一日 清晨 李平安准备 先送周友才 去周家在云州的分家 虽然跟自己不顺路 可也总不能抛下周友才 一个人不管 李兄 你对我真好 周友才感动得一塌糊涂 李兄 你放心 等我回到家 以后一定报答你 你已经付过钱了 李平安淡淡道 啊 什么时候 那一袋零食 李平安没有忘记 刚开始时 周友才送给自己的 一袋零食 啊 周友才挠了挠头 自己都把这个小事 给忘了 哎 李兄 你等着我 心比去哥 李兄 我们为什么不走官路 通行文书都被大海吞了 也不怕被人抓起来 二人一牛出了城 便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方才已经向人打听过来 周家有一处分家 就在渔城里 据这儿 大概有十余日的矫程 天边下起了嘻嘻沥沥沥的小雨 但林中却没有半点山峰 连树叶都没有晃动一下 前面有个茶摊 正好喝口茶 也躲躲雨 小二 来三碗茶 小二躬身应了一声 一边端茶 一边走过来 二位这是打哪来 话音未落 他端着茶水的手 微微一动 一抹寒光 直奔周友才 李平安两根手指 夹住了一寸多长的筷子 中指一弹 啪的一声 弹在了小二腰间 小二浑身一颤 跌倒在地 饶是如此 周友才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安慰自己 我可是二品修为 不怕不怕 李平安喝了一口茶 喝完 就上路吧 看样子 我们被人盯上了 周友才望着小二 说 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算了 不会说的 云州的茶叶不似中州 前者性较温 传统韵味足 后者香气高 轻味强 各有特色 李平安一口气喝了三大碗 走吧 就在二人离开后不久 一辆马车轿子 停在了茶滩前 较内是一个年轻人 悠闲地靠在椅背上 一双黑布鞋 一袭青衫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纹饰 右手握着一柄 镶嵌着宝石的绚丽宝剑 人呢 之前那个小二 亮亮呛呛地爬过来 往往 东边去了 较前的一个红衣女子 手持一个龟壳 背映着周友才的生辰八字 公子 是往西边 小二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我明明看见他们 是往东边 年轻剑客哼了一声 好手段 废物 被人算计了还不知道 马车向西边追去 李兄 我怀疑要杀我的人 可能是我二哥 你不是独子吗 不是青哥 李平安嗷了一声 没多大话 他的任务 只是把周友才安全地 送到周家的分家 至于家族恩怨情仇 夺敌之争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沿着一条 又长又陡的阳长小道 一直走到天黑 找到了一处破旧的庙宇 庙内一片漆黑 一股霉味扑面来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人住的地方 李平安和周友才 各自吃了食物 呼听外面传来脚步声 紧接着大门被人推开 一辆马车堂而皇之地闯了进来 公子 人找到了 红衣侍女微微躬身 轿内声音如箭 杀了 红衣侍女问 还有一人也一并杀了吗 有没有点职业操守 本公子说杀一个人 就杀一个人 年轻公子义正言辞 四个仆人当即分作两队 向李平安杀来 李平安在四柄长剑之间穿梭 一剑一指 转眼间便将长剑悉 谈成几节 本事倒是不小 看样子 还需公子亲自出手 红衣侍女道 马车内的年轻剑客哼了一声 真乃一群废物 红衣侍女看向李平安 阁下是哪门哪派 无门无派 既然如此 奉劝你别多管闲事 可知我家公子的名讳 还望赐教 七十二路青连剑 一点千里快栽风 你应该听说过吧 李平安 抱歉 并没有 跟他说这些作甚 浪费口舌 年轻公子一手握住了剑柄 双脚发力 便要起身从马车里走出来 哄 拉车的马儿惊慌失措地撕鸣着 一道进风袭来 啪的一声 尘土飞扬 年轻公子还没等走出马车 甚至剑还没有来得及拔出来 校内的架子 便已被飞了三四丈高 对方的拳头近在眼前 只是距离他的脑门偏离的二分 狂暴的气血之力 直接将破妙的两扇门撞得粉碎 毫不怀疑 如果没有偏那几分 现在碎的 就是那年轻公子的脑袋了 七十二路青莲剑 一点千里快栽风 名气很响 年轻公子面部表情僵硬 这 这是我师父的名号 哦 李平安抽出年轻公子的剑 剑不错 随即手腕一翻 刷的一声 长剑入鞘 先前叫嚣的红衣侍女 此刻站在原地 同样一动不敢动 李平安根本没搭理他 对年轻公子道 你是几品 三 三品 三品 剑修 不是 看来使剑的也并非都是剑修 李平安了然了 最关键的是 知道了现在的自己 打三品练气势 是摁着打 看样子 对方能找的人实力有限 李平安齐在老牛身上 周友才有些得意洋洋的说道 修士并不是那么好找的 更何况是找个不要命的修士 我要是死了 我父亲 我爷爷 整个周家都会彻查此事 我们周家虽然实力不咋地 但是架不住钱多 到时满天下的追杀凶手 插翅难飞 盛怒之下 凶手的家人都不能幸免 李平安点了点头 是这个道理 于后心情的原野 晨曦出生 白雾红云染上了一层金色 周友才呼的惊叫道 李兄 李兄 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条幅 上面写着几个显眼的大字 请周少爷看见此消息后 感到最近的于成分家 是我们周家的 周友才大喜 接下来的几日 又陆续看见了 更多漂浮在空中的条幅 还有许多悬赏的信息 看样子 周家已经收到了公子大船被炸的消息 并且也得知了周友才没有死 而是安全到达了云州 李平安加快了脚步 三日后 终于赶到了于成 此时的于成外 大大小小全是周友才的画像 官差甚至拿着画像 挨个问着进城出城的人 还有一个中年人 站在城门外 焦急地望着官道的方向 一张圆脸 一拢红衣 悬纹云秀 一看便是价值不菲 说起来 那容貌跟周友才倒有几分相像 中年人身旁 还站着几位身穿官袍的官员 是我二舅 周友才眼睛一亮 二舅是周友才的娘家人 即使那些叔叔不能信任 娘家亲戚却是绝对可以信任的 因为娘家的人 他没有资格跟你争夺财产 所以他会毫无保留地保住你 可那些同性的叔叔便不一样了 信得过 李平安道 信得过 信得过 周友才激动地跳下去 二舅 二舅 二舅寻声望来 激动地不行 哎呦我胖乎乎的大外甥啊 可把二舅给吓死了 二舅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 周友才眼睛一红 忍不住哭了出来 快让二舅看看 有没有受伤 周围几个官员全部围了上来 纷纷松了一口气 周家公子还活着 没有 都好好的 周友才到 二舅 可得好好谢谢李兄 要不是他我在 就没命了 放心吧大外甥 咱家有恩必报 不会亏待人家的 周友才点头 是他救了我 好几次呢 说着转过头 李 李兄 四下寻去 别说李平安了 连老牛的人影都不见了 小二 把这个酒葫芦打满 得嘞 小二将酒葫芦拿走 片刻的功夫 便将酒葫芦递给了李平安 客官 您的酒 李平安秀了秀 酒不错 李平安付了钱 将酒葫芦放在腰间 拉着牛 融入街头 很快便消失在人海当中 云州分为北部和南部 以渭水为分界线 南部因交通便利 所以商贸发达 而北部则山地复杂 多匪患 加上兵勇骚扰 甚于土匪 多是瘴气之地 地远山之险 民不聊生 石头山上 有一个山洞 洞壁上挂着一根绳子 下面挂着一个活套 吊着一个人 洞内盘踞着一伙山贼 以一个名叫金眼镖的山贼为首 金眼镖 本是个小贼 一对招子 据传能在百米之外 看见绯闻 身怀绝技 擅长银针刺穴之术 对敌之时 无声无息地偷袭 少有人是其对手 周遭几个村庄 都遭遇过他们的喜结 百姓们对他们恨之入骨 却也畏惧如虎 此时 以金眼镖为首的几个匪徒 正聚在一起 饮酒取了 每个人身边 还带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子 一看便是从某地乳来的良家女子 为了活命 只得伪身求全 尤其是人群中央的一个女子 更是美艳动人 只是此时早已是被吓得脸色惨白 浑身抖个不停 而她的老公 正是洞壁上挂着的那个男人 跳舞 跳得好 你男人能活 金眼镖冷冷开口 女人犹豫了两秒 这才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跳 女人学过舞蹈 再加上衣裳 已经被撕扯了大半 时不时便露出风光 惹得众人一阵吟笑 大哥 这女人 二当家忍不住开口 金眼镖瞥了她一眼 瞧你小子那德性 狗肚子装不了二两游 二当家黑黑笑了笑 又听金眼镖道 这女的兄弟们一起享用 大哥万岁 大哥英明 众人发出兴奋的叫声 女人早已是面无血色 似乎是预料到了 自己待会儿的结局 大当家的 外面有人求见 这时 一个山贼跑进来 何人 是个瞎子 挺豪横 说是跟大当家的是老相识 瞎子 老相识 金眼镖回忆了一下 自己认识的 并没有这好人物 让她进来 金眼镖也不怕 对方是在玩自己 毕竟谁他娘的不要命了 跑匪窝里 来跟匪头看玩笑 不一会儿 一个瞎子走了进来 金眼镖打量了她一眼 你说 你认识我 李平安静止走过来 周围几个匪徒 纷纷站了起来 谁料对方只是从桌下 拿了张板凳坐下 金眼镖微微眯着眼睛 挥挥手 示意众人少安无躁 李平安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一饮而尽 在下是从南面来的 已经有好些时日没吃饱饭了 连累着我家牛 跟我一起挨饿 还没说完 当即便有匪徒忍不住了 你他娘的胆子够肥的呀 没钱吃饭 来我们石头山蹭饭吃 金眼镖也冷笑出声 兄台 真是好气魄 不过气魄虽大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本事 李平安摆了摆手 说来惭愧 我也就对付对付 你们这些小猫贼还行 要是你们当真有修饰 我可能就要掂量掂量了 不过好在 我都打听了 你们这儿安全得很 随即从怀里 掏出一份份通缉令 金眼镖 原名金长公 聚野人 原在一户人家做长公 应看中了那户人家的妻子 随后 将其先奸后杀 为了掩盖事情 又杀了人家全家 落草为寇 如若能抓住此人 无论死活 皆予已赏金 金眼镖冷笑出声 好好 我今天就看看 你到底长了几个胆子 二当家拎着一柄喧花板斧 低吼一声 率先冲了过来 李平安一仰手 插的一声 伏柄应声而断 沉重的斧头 砰的一声 将二当家的脚趾 齐齐切断 啊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李平安怂怂肩 这可是 你自己干的 说着反手关上了门 外面的匪徒见识不妙 想要冲进去 砰的一声巨响 沉重的门扇猛的合拢 巨大的冲击力 将离得最近的两个匪徒 震得飞出一仗开外 吃足了苦头 众人皆是脸色大变 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敢闯山门 而且竟然还是孤身一人 现在怎么办 其中一个小头目道 抓紧把门撞开 不一会儿 几个匪徒 抬着一根粗木头 快步走来 砰砰 连续砸了好几下 门没有撞开 反倒是先从里面打开了 嘎吱 李平安手里拿着一只完整的烧鸡 还拎着两壶酒 背上还背着一个包裹 地上的鲜血已经流淌了一片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睁大了眼睛一瞧 只见堂内躺着横七竖八的 躺着十余具尸体 正是大当家的和几位头目 每个人死状之惨 令人触目惊心 每个人的头颅都被割掉了 李平安杀他们没有费多大力气 但是收集脑袋的时候 却费了不少的力气 毕竟官府通缉 你不能说你杀了就是你杀了 总要带个凭证 而最好的凭证 无非就是这些人的头颅 众匪徒吓了一跳 纷纷向后退去 杀 杀了他们为大当家的报仇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石头山下有一百余号土匪 难道打不过对方 更何况现在当家的已死 谁要是能杀了这人 便可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任当家 李平安打开酒葫芦 一缕白光从酒葫芦中积事儿出 杀 将洞壁上先前挂着的那人救了下来 随后冲入人群当中 大杀四方 众人连哀嚎都没有 每一剑都是一击毙命 速度匪夷所思 其中一人见识不好 正要捏手捏脚的想要溜出去 但剑光一闪 他便没了动静 李平安吐出一口气 转身对着那些被掳来的女子道 跟我下山吧 去官府 我还能多领一些赏钱 众女子哪里不敢答应 这人身后的袋子里可全是人头啊 惹怒了 说不准一剑把他们的脑袋也搁下来 清水衙门 两扇又高又大的珠红大门上挂着两盏车灯 县衙老爷跟自己的三位夫人打着马吊 四川云快的阳光就像根根金线 纵横交错 照得四下的屋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几个捕快在门外打着哈欠 好一副惬意的场面 当真是猪门酒肉臭 若有冻死鬼 这时属下匆匆来报 老爷 老爷 叫什么叫 又有人来上告 告诉他们 今儿本县爷病了 老爷 是有人领赏来了 领赏 县太爷皱眉 是啊 说是杀了石头山上的匪徒 县太爷略意犹豫 带我去看看 哎哟 老爷再陪我们玩一会儿 三夫人道 就是 不就是杀了个山贼跑来领赏的吗 有什么好见的 女人家家的懂什么 等我回来 县老爷跟师爷走到堂下 邪言打亮了眼来者 稍稍抿了一口茶水 师爷道 这位便是我们县老爷 李平安行了个礼 县老爷眉头紧皱 盯着对方的眼睛 瞎子 是 师爷方才还没发现 对方走进来的表现 可全然不像一个瞎子 此刻仔细一看 对方可不就是瞎子 县老爷心中 了然了 想来是从哪儿捡到了匪徒的尸体 随后听人一说 来这儿妖宫来了 刚才那手牌还不错 让这家伙给搅黄了 他娘的 找肖 县老爷一拍金堂木 把昏昏欲睡的捕快 吓了一大跳 你 还没等开口 李平安接下了身后的包裹 到处里面的东西来 全部滚落在地 众人见了这场面 皆是吓了一跳 纷纷面色骤变 几个捕快 都也都是出了一身冷汗 李平安却不慌不忙地 拿出通缉令 这个是金眼镖 这个是石头山的二当家张刀 这个是 李平安按照顺序 依次将通缉令 贴在了几人的脑门上 随后抬起头 合计一共七十两文银 就收七十两银子好了 众人嘴角微微抽动 您搁这儿进货来了 县老爷咽了一口兔沫 缓过神来 挥挥手 示意捕头过去 带捕头燕鸣正身以后 这才道 好好 敢问这位壮士 尊姓大名 李平安 县太爷神色肃穆 态度变得诚恳了许多 吩咐一旁的师爷 要为李平安接风洗尘 没一会儿 一桌子好酒好菜 便备下来了 李平安道 能劳烦给我这头牛 也添几个菜 我这头牛也喜欢吃 县太爷虽是疑惑 却也让人照办了 一连喝了四坛酒 韭菜就吃得干干净净净 李平安这才满足地摸了摸肚子 这时 外面忽然传来动静 原来是之前那些女人回家以后 百姓们听说了有好汉 将石头山上的土匪斩尽了 这才纷纷拿着家里的食物 值钱的东西来感谢这位好汉 好汉 请受老汉一拜 李平安扶住他 大爷 不必如此多礼 好汉 你是不知道 这群匪徒丧尽天良 就因为少交了钱 便把我儿子包了皮 挂在村口 威慑众人 简直禽兽不如 县太爷在一旁尴尬地笑了笑 好不容易 打翻了这些人 他们送给李平安的东西 却怎么也推脱不了 有柴鸡蛋 猪肉 茶叶 馒头 和一些干粮 这些东西岁不值钱 对于这些百姓来说 有时候便是救命的口粮了 李平安笑了笑 这时 有下人来传话 壮士 我们老爷请您到后花园一叙 李平安跟着下人来到后花园 夜深人静 却不见现老爷 一位身穿灰袍的老祖 坐在亭内 应深深地望着李平安 身旁还有两位壮汉 灰袍老人面前 放着一把黑色的古琴 琴头上雕刻着牛头 冷声道 报上名来 老夫手下不死无名之鬼 李平安坐在一块石头上 疑惑道 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为何要杀我 阁下记性可真差 当当在石头山上 杀了老夫的徒子徒孙 现在便不认账了 哦 你是那群人的师父 心比去哥 正是老朽 李平安恍然 原来你跟着县老爷是一伙的 我是他三舅 怪不得 李平安说 从官家抽取明知明高 还觉得不够 又在暗地里养寇自重 你们这些人 手段真是高明 灰袍老人冷哼了一声 道 小子 今日便让你死个明白 灰袍老人食指纤细 拨动琴弦 高炕 咯咯作响 轻柔中夹杂着金石之声 李平安呼觉心脏一紧 同时耳膜响起雷霆般的声音 练气势 灰袍老人哼了一声 小子 现在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了吧 嗡 嗡 嗡 李平安的心猛被一颤 凝聚的气血顿时溃散 见李平安这副模样 灰袍老人笑了起来 执法突然变得急促 从八声变成了百声 每一声都像是一道惊雷在耳边炸响 惊心动魄 震撼人心 只是 灰袍老人的脸色 慢慢变得阴沉 按理说 对方早应该支撑不住 蹊跷流血才对 怎么还站在那里 灰袍老人眼中 寒光一闪 食指连弹 李平安抬起头 表情轻松 没了 灰袍老人面色猛的一变 李平安周身气血如车轮般滚动 闲庭雅致地向前迈出一步 这种战斗手法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似乎效果并不是太理想 身边的两个壮汉 力时拦在灰袍老人身前 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 不擅长近身作战的灰袍老人 二人庞大的身躯 便像是一堵墙 李平安脚掌四周 站起一圈灰尘 身影掠过二人 灰袍老人面无血色 阁下 老朽乃是三结交的弟子 不如我们 话音未落 李平安一直点向他的咽喉 灰袍老人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气息紊乱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悲凉 李平安懒得听他废话 没想到 自己就像领个赏钱 反而揪出了保护伞 果然扫黑除恶 势在必行 好汉饶命啊 是他胁迫我的 跟我没关系 老牛将于要逃跑的县太爷叼了回来 我的银子呢 说好的赏银还没有发下来 李平安伸出手 有 有 县太爷当即伸手在袋子里摸了摸 摸出了五块银钉和一个金子 放过我 这些就都是你的了 老牛踹了他一蹄子 摸的叫了一声 蠢货 结果了你 这些钱也都是我们的 山间小路上 欺着几只寂寞的乌鸦 时不时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 微风扶过树梢 一人和一牛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李平安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 还有一本秘笈 都是回跑老人身上的东西 秘笈是关于一本炼器法门的 对于李平安来说没有多大作用 倒是这小袋子里的东西 十分有价值 是一袋子零食 虽然在品色上还是其他方面 不如之前周有才的那一袋 可是苍蝇肉也也是肉 何况其中还有一枚十分与众不同的零食 制品很足 李平安当即便找了的地方 稍作休息 不着急吸收 而是研究起这些零食来 很快 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一口气吸收掉几枚零食的收益 远不如自己隔一段时间吸收一枚 这可能便是所谓的欲速则不达 物尽其用 李平安仅吸收了两枚 便将其余的零食收了起来 与蛇胆食放在一起 一路走来 自己的小宝藏真是越来越多的 二壶 扶桑刀 养剑葫芦 五柄飞剑细语 侠客笔 蛇胆十六克 以及现在十二块零食 还收获了熊大宋的一口铁锅 让李平安和老牛 无论走到哪儿 都能吃上一口热食 李平安笑了笑 一股满足感 油然而生 似乎就像小时候 收集一些木棍 树根 盾牌什么的 明明是一堆不值钱的玩意儿 却宝贝的别人用金子都不愿意换 风吹拂 草木匍匐 一片萧瑟 草地上 两只鹤兔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 真可爱的兔子 只是相比起来 烤兔子似乎更可爱些 下一瞬间 两个木棍分别插入了 到了他俩的身体中 空气里充满了一种细微醉人的夜的芳香 晚风在这里 坐着最后一次疲倦的散步 两只兔子在火中噼里啪啦作响 时不时地与热浪碰撞在一起 很快 便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 李平安悠闲地吃着烤兔子 一手拿着酒 吹着夜风 老牛则趴在地上 看着地图 地图是从县太爷家中找到的 梦 嗯 我们好像走错路了 老牛 梦 还得绕回去 李平安倒是不太在意 既然走错路 那走回去便是了 三日后 李平安骑着老牛 不须不急地拉着二胡 沿着一条小径而去 这些日子 系统都没有给他什么像样的奖励 等级越高 需要拉的时间越长 慢工出细活 李平安觉得慢一点挺好 毕竟自己还不知道要活多久 几千年 几万年 甚至是 更久 总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这时 远处出现了两个骑马的汉子 大哥 是不是那个人 是他 嗖的一声 空中传来急促的声音 李平安微微偏头 轻易地躲了过去 小子 今儿遇见我们 算你倒霉 乖乖地跟我们去官府领赏 还能少吃点的苦头 应该是类似中州捉刀人 赏金猎人之类的职业 云州虽然乱 可是李平安杀了一线的县令 到底不是一件小事 李平安笑道 那你们 可要追上我才行 老牛 驾 汉子扬鞭一挥 马蹄如飞 嗖嗖嗖 不只是身后有追兵 四周 同时也冒出来不少人 挡住了李平安的去路 老牛转身向山上奔去 追 别让他跑了 我操 他牛怎么跑那么快 李平安回手用竹棍 将一只利剑打飞 同时不忘俯身伸手一抓 一个香瓜出现在手中 有人叫道 前面是死路 他跑不出去 四周响起了急促的响声 似乎是这帮人在召集同伴 时不时有飞剑掠身而过 李平安用衣袖擦了擦香瓜 狠狠咬了一口 长满杂草灌木的山峰上 到这断了一间 隔着约莫七八丈的距离 是另一座山峰 小子 别跑了 围首的汉子 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老牛脚步不停 四体猛地一跃 七八丈的距离 眨眼间便跃了过去 重重落在另一座山峰上 这场面着实震惊了众人 围首的汉子猛地将绳一收 两匹马前提一蹬 微微一声长嘶 停在了断风之上 李平安摆了摆手 笑道 下次换个更快一些的马来追我吧 可恶 灰蒙蒙的天空下 带着几分肃穆 多了几分暴风雨前的宁静 不久 随着一个人的出现 雨终于落了下来 云舟的雨少了几分美感 多了几分厚重 在脸上如同针扎一般 冰凉刺骨 二胡的声音游远至近 很快便被雨声淹没 下雨了 李平安不紧不慢地收起二胡 走到屋檐底下 酒室内坐着十余人喝着酒 等待着雨停 靠角落里 一位中年人和一位老者喝茶 交谈着什么 雨越下越大 隐隐有一种膨胀的声音 仿佛天空在缓缓张开了嘴 发出了一声叹息 小二道 客官 敬里面点胡酒 暖暖身子 李平安笑了笑 我怕你给我下毒 小二跟着笑起来 客官说笑了 这光天化日的我们这儿 又不是黑店 你们还真是不死心 两个月以来 这已经是第九次了 一时之间 原本正喝酒的十余人沉默下来 角落里的中年人和老者 也停止了交谈 四周围有风雨声 片刻之后 那老者起身 没办法 阁下伸手了得 我等也只能在此地设服 虽不光明正大 却也是无奈之举 李平安无奈地打了的哈欠 有些不耐烦 自从杀了那个县令 这云州山里土匪 捉刀人 捕快 便蜂拥而至 仿佛他们是苍蝇 而李平安便是那香喷喷的大便一样 甚至还遇见了两次修行者 不过好在品阶都不太高 可这次的埋伏与以往不同 李平安听见了四周公奴紧绷的声音 仿佛是下一秒 便要将他射成刺猬 李平安一跃而起 双脚一蹬 左手一甩 几名耻弩之人惨叫着 倒下了五六人 拦住他 中年人刺出一枪 枪身比利剑更快 只是扑的一声 一枪刺在一棵树干上 将树干拦腰斩断 人影错落 十余人围住了李平安 李平安一脚踹飞一人 青山翻卷 走一步 吸一口气 二十四挂走完 这口气才缓缓吐出 纵然急行 心意即场 燕子穿云纵 转眼间已跃过了十余人 捧起一个桌子 桌子上有摆好的韭菜 赠的一声 老者右手握着的坡刀 从刀鞘中脱身而出 刀一出鞘 便有一股肃杀之气 这老者左眉上有一道 极深的刀疤 双眉断眉 五虎断门刀的掌门人 三平五夫 出手迅捷 这一刀劈下 寒光一闪 刀锋呼啸 若是被这一刀砍实了 连头戴尖都要被劈了下来 只是老者守护的一马 李平安的竹棍 率先抽在了他的手上 破刀扑通一声落在地上 刚应付了老者 枪间带着一点寒芒 中年人抽身折回 招式凌厉 李平安轻而易举地越过了他 飘掠在雨中 周围的弩剑骑射而出 李平安抱着桌子 整个人就像一只悬在半空的蜘蛛 一尘一声 恰到好处地避开了这些弩剑 李平安脚尖点在屋顶 留下一句 最好别再见了 修走 持刀的老者 只是大街上除了雨水 已再看不见其他 他捧着桌子做什么 中年人胡一道 莫非是在羞辱我们 他即使抱着桌子 我们也追不上他 老者恼羞成怒 舍物的混蛋 一个僻静的避风口 李平安和老牛坐在桌子的两端 桌子上的菜倒是丰盛 李平安数了一下 一共四荤三素 花生米丢留一点 拿筷子夹 别直接端盘子喝 老牛翻了个白眼 抓紧吃 吃完了 我们好继续赶落 李平安道 地图研究明白没 老牛自信地点了点头 孟 放心吧 要不是上次地图拿反了 咱们也不至于走那么多歪路 李平安一听这话就来气 你还好意思说 地图你都能看反了 看看别人家的小牛 再看看你 能不能给我争点气 老牛趴在地上 幽怨地望了李平安一眼 孟 老牛拱了拱李平安 李平安道 这荒郊野岭的 上哪儿给你找书去 等到了稍大一点的阵子里再说吧 老牛有个小爱好 便是看书 无论是什么书都看 尚可治国经伦 夏可少而不移 都能看得津津有味 而到了云州这地界 大部分时间都在山地里 确实是没书可看了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爱 生活不易 牛牛叹气 吃过了饭 李平安盘坐在地 吸收了三枚零食后 便开始继续修行 扩展泥丸 许久之后 李平安吐出一口浊气 熟练地拿出二胡 每天就这点事 拉二胡 修炼 拉二胡 修炼 系统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 像是微风拂过耳垂 姓名李平安寿命 190-200 寿命的上限 已经到达了200岁 正好凑个正 不错 李平安继续拉动二胡 一轮圆圆升起来了 像一盏明灯 高悬在天幕上 老牛伴着曲调 缓缓入睡 明天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两久之后 李平安靠在老牛的身上 希望明天不要再遇见 这么多想捉自己领赏的人 希望早一点到镇妖馆 三淮庄 村庄的夜晚 静密空旷 偶尔路上 响起细碎的脚步声 夹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李平安走到村口的一家 扣了扣门 劳烦问一下 有人在家吗 一条大黄狗趴在门口 见有生人朝着李平安狂吠起来 现在大街上 有许多自己的画像 一去茶馆酒楼 就会有麻烦 有钱都花不出去了 一个妇女走出来 劳烦 想讨口水喝 去去 上别家要去 妇女转身回了屋子 一边走 一边嘟囔着 臭药饭的 没办法 李平安只好向另外一家走去 很快 门开了 走出来一个穿着粗布衣服的汉子 踩着一双麻鞋 有什么事吗 在下是远游的行人 不知可否讨口水喝 汉子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行 那里面请 李平安喝了三大碗凉水 汉子又热情地拿出一些瓜子 兄弟 这是准备去哪 往北走 往北 汉子脸色微微一变 李平安听出了 他语气中的不对劲 北边怎么了 汉子苦笑 兄弟有所不知 这三怀庄 只有南边和北边两条道 可现在北边的道早就走不了了 路被山红吞了 汉子低声道 不是山红 却比山红还恐怖 是 妖怪 村里许多人都遭了难 现在谁也不敢往北边走 官府不管吗 李平安问 这荒山野岭的谁去管 更何况这妖怪 只在北边的山里 不去北边就没事了 反正出村的路也不止一条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那绕到去北边的话 需要多走多久的时间 至少两月 李平安微微皱眉 要绕这么远 汉子道 两山加一口 要想绕过去 废老鼻子近了 越往后走遍越难了 再说 这北边啥也没有 李平安陷入了为难之中 兄弟 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没什么事比命重要 几个月前 我们村里有个叫刘大胆的 喝了点酒便上山了 结果到现在还没回来 八成是没了 心比去隔 汉子叹了一口气 李平安虽然不想找麻烦 可是如果绕路的话 今夜太晚了 不如便在我家住下来吧 那就有劳了 晚饭很简单 西州配上咸菜疙瘩 因为李平安的缘故 汉子炒了两个菜 只是没多少油水 吃起来味道色色的 汉子的女儿 穿着一件粗布长裙 干干净净 却是有些瘦弱 一看便是长期的 营养不良导致 来 这都是自己家种的土豆 汉子很是热情 吃过了饭 李平安在院子里吹风 小女孩走过来 调皮地眨着眼睛 大叔 你能不能多留在我们家几天啊 为什么 小女孩凑近了 趴在李平安的耳边道 因为有你在 爹爹就能做好吃的了 李平安不禁一笑 摸了摸他的头 那你们平常都吃什么 稀饭和咸菜 小女孩贬着嘴 李平安不禁向汉子问道 大哥 你们的税收很重吗 汉子苦涩地笑了笑 原本交完了税 一家几口还能凑合 一年要交税五两银子 市面上价格五百个铜钱 就可以换一两银子 按市价 只用交两千五百个铜钱 就可以抵税 可现在朝廷规定 必须要用银子交付 可一般人家哪里有银子 都是用铜钱流通 没办法 便只能去官府换银子 而官府换银子的价格 要用八百个铜钱 这样每年交税 就变成了四千个铜钱 李平安点点头 没再多言语 这都是官府惯用的伎俩了 他也经历过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春种一粒素 秋收万科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游饿死 这狗日的势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 小女孩把过年时 藏下的一颗糖 给了李平安 恳求她多留两日 这样明天也能吃到菜了 李平安笑着答应了 小女孩欢天喜地地去睡觉了 可是第二天 李平安便跟汉子一家告了别 小女孩正正地望着李平安 随后逗大的泪珠 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单纯的孩子 在这一刻 看见了人世间的险恶 母亲问她怎么了 孩子又不肯说 李平安忍不住 摸了摸她的小鼻子 小声道 大叔 把你的糖放在枕头底下了 真的 小女孩含含糊糊道 大叔 从来不骗人 小女孩鼓着小脸 你昨晚就骗我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带李平安走后 小女孩跑到床头拿开枕头 呼得一愣 没有糖块 我的糖 小女孩正要挖的一声哭出来 却呼得发现了一个 银闪闪的小石块 小女孩不认识 便喊道 爹爹 这是什么 汉子走过来一看 脸色猛的一变 银子 妞妞你从哪拿来的 汉子反应过来 铁定是昨晚的兄弟望下的 追出去 却早已看不见人影了 汉子看着手上的一大块银定 咽了一口兔沫 这最少值二十两 自己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妞妞眨了眨眼 糖块脸 一屁股坐地上 抽气起来 大人都是骗子 远处 李平安牵着老牛 朝远处的大山走去 嘴里含着那块糖 点了点头 蛮甜 老牛用牛角拱了拱他 也不知道给我带一块 李平安道 就一块 等会上山 给你摘个果子吃 话说这山上 不会真有妖怪吧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妖怪 与此同时 世兄 便是那座山了 两个身穿道袍的年轻男女 出现在山脚下 果然是妖气冲天 师妹 我们走吧 世兄 我怎么总觉得 心里有些毛毛的 不如还是回去 禀告师父一声吧 年轻女倒是 颇为担忧地说道 怕什么 有这盏妖剑在 与女倒是不同 男倒是 倒是自信满满 李平安和老牛 行走在林子中 每一步都伴随着草木的芬芳 让人心旷神疑 在外围还看见了一座小亭 坐在这里休息片刻 林间鸟语花香 溪水潺潺 如果不是事先知情 真不相信这地方 会有什么妖魔 七八日之后 一处茂密的丛林之中 李平安和老牛站在河边 尽力的溪水荡漾开来 明月洒下一道荧光 喝了一口山泉水 靠在树边休息了一会儿 这时 忽闻脚步声 一对年轻到男倒女 从林子中走了出来 这还是这些日子来 李平安第一次感受到人的气息 二人警惕地打量了李平安一眼 确认对方身上并无煞气之后 方才放下了持剑的手 只是警惕之心并不减 两位道长好 李平安率先打了招呼 二人也向李平安还礼 男倒是道 兄台 这是要去哪 北边 兄台 莫非是外地来的 不知道这山中 有妖怪出没的传闻 李平安点头道 我是外地来的不假 不过传闻倒是听了不少 那怎么还来山上 不怕遇见了妖怪 李平安笑道 要是路上都是妖怪 那么这路还不走了不成 女倒是提醒道 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或者等我们 除了妖你在上山 这山上是真有妖怪的 男倒是看了一眼 李平安的眼睛 兄台的眼睛 眼睛 老毛病了 男倒是诱到 这山上妖气很大 想必这妖怪道红不浅 我们师兄妹二人 便是专门来瓷斩妖除魔的 李平安一拱手 没想到二位年纪轻轻 竟然有如此本领 狭义心肠 更是难得可贵 此话一出 男倒是和女倒是 对李平安的好感 顿时提升了不少 二人毕竟年轻 虽说李平安这话 有拍马屁的嫌疑 可是谁又不愿意听好话呢 那妖怪杀人不眨眼 免得被误伤了 年轻倒是语气诚恳 李平安犹豫了片刻 此刻若是再回去 岂不是要多走好几日的路 于是便道 不如这样吧 我便在此地住一晚 等二位道长斩了那妖怪后 我再继续上山 难道是点了点头 也好 接着双方又聊了一会儿 李平安得知 男倒是名叫周宝山 女倒是名幻林轩 皆是某处道观的弟子 二人应该是第一次下山 虽然他们没说 但是从对话中 李平安便能判断出来 年纪轻轻 李平安不免有些担心 这两人会是那妖怪的对手吗 不过 见对方自信满满 李平安便也不好说什么 说多了 反而会遭人嫌弃 不知二位想要如何对付那妖怪 李平安试探性地问道 周宝山毕竟年长几岁 犹豫了一下没有说话 道是名幻林轩的年轻女道士 直率地说道 我师兄身后的斩妖剑 厉害得很 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 周宝山狠狠撇了师妹一眼 上来便将底裤的颜色 告诉别人了 林轩似乎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摸了摸肚子 忙转移了话题 师兄 我饿了 周宝山摸出一张烧饼 林轩叹了一口气 又吃烧饼啊 爱吃不吃 周宝山没好气道 李平安解开竹竿上的鱼线 笑道 二位道长为百姓斩妖除魔 替天行道 行侠义之举 可惜在下身无常物 便请二位吃一顿饭吧 算是为二位撞行 不一会儿 李平安便钓出来五六条 在李平安钓鱼的功夫 老牛已经起锅烧好了水 风一吹 便有一股浓浓的鱼腥味 李平安将老牛身上的锅碗瓢盆拿下来 又从口袋里拿出一袋盐 正好还有三个生鸡蛋 切好的鱼片放入干净的碗里 再加适量的盐和鸡蛋 最后煮成一锅鱼汤 就和着烧饼一起咽下肚 林轩拿起筷子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满头大汗 鲜鱼又肥又嫩 吃到嘴里带着一股特殊的香味 让连续吃了几日烧饼的两个年轻道士 欲罢不能 李平安则没有动款 吃饱喝足 二人便准备出发了 李平安向一拱手 道 二位马到成功 不送 二人回礼 很快便消失在前方 李平安将锅刷干净了 重新坐在水潭边开始钓鱼 闭上眼睛 进入观想状态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周遭落叶又飘了起来 雾气也淡了 李平安站起身 周宝山与林轩一夜未归 也不知道到底是成功了 还是没有寻到妖怪的踪影 李平安牵着老牛重新出发 山路难行 最难走的 就是中间那一大片密林 和一条沟壑 这时 便听林中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救命啊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亮亮呛呛地跑着 身后跟着两个赤裸胸膛的男人 小妞 别跑了 赶紧让爷们享受享受 女子身上的衣袍被撕开大半 雪白的大腿露在外面 胸口也是雪白高耸 风光无限 看见了李平安 女子连忙跑过来 壮士 李平安表情平静 一手附在身后 心比去隔 脚尖轻轻一点 便有一股轻风掠过 两个男人还没等反应过来 便只觉下巴一痛 身子飞了出去 重重撞在树上 二人只觉头晕目眩 在地上缩成了一团 壮士 女人做事 不要扑进李平安怀里 李平安笑着退了一步 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有以身相许 女子弯腰 富有且慷慨 以身相许 嗯 女子点了点头 私下看了一眼 公子 你看这四下无人 不如我们干柴烈火 在这儿 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我经验可丰富了呢 我是说 人家也是第一次 觉得在这儿会刺激一些 李平安倾咳一声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女子倾笑 这有什么好客气的 李平安护得亮出另一只手 一板砖狠狠地拍在女子的脑袋上 板砖上贴着一张字条 上写一个大字 是 那女子浑身一震 当即显出了原形 原来是一只蜘蛛精 那两个先前追着女子的壮汉 也在同时显出了真身 竟是两个纸片人 这一出自导自演的戏码 倒真是不错 啊 蜘蛛精发出一声惨叫 被这板砖拍得神魂震荡 险些直接晕了过去 咬牙切齿道 左儿刚逮了两个道士 今儿又来一个 你倒是比他们聪明几分 李平安颠了颠手里的板砖 原来那两个道士 已经被捉了 还以为他们 没有找到妖怪呢 他们现在 硕大的蜘蛛精张嘴 吐出一道猪网 同时挥动像鞭子一样 粗壮的钩罩 李平安向后跃去 旁边的一棵树 瞬间被拦腰折断 蜘蛛精挥动八个钩罩 迅速爬到一棵树上 占据高点 嘴中不断吐出丝网 似要困住李平安 李平安轻而易举地 躲过去一个 然后忽然就不动了 被大王笼罩在其中 李平安鼻尖嗅到一股 极为难闻的味道 像是穿了好几个月的裤衩 在水里抛了半个月后 又被人穿上了 哦 老牛忍受不了 趴在一旁嗷嗷地吐了起来 受死吧 蜘蛛精明笑道 李平安捏着鼻子 轻吐出一个字 去 腰间的仰剑葫芦当中 一抹流光飞出 在半空中滴流翼 转化为一道飞剑 飞剑 蜘蛛精一惊 当即转身必要逃跑 在飞剑射来的瞬间 蜘蛛精身体在空中一转 堪堪避过了这一剑 然而第一剑落空 还有第二剑 扑呲 飞剑回转 划出一道弧线 一道绿色的血液喷沙 蜘蛛精瘫倒在地 先尸饶命 先尸饶命啊 李平安破开珠网 将飞剑收了回来 蜘蛛精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先尸饶命啊 我很会的 玩什么我都能配合你 我有八条腿 普通女的才有两条 我能满足你 蜘蛛洞 建在一处天然的洞穴中 有一道可容易人通过的洞口 洞口被一块巨石挡住 即使在白天也很难被人发觉 洞内有一大面蜘蛛网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里面的蜘蛛都能感知到 师妹 师妹 在周宝山的一声声呼唤下 林轩终于睁开了眼睛 师 师兄 我们这是在哪 他愣了一秒 随即反应过来 你忘了 我们被妖怪抓来了 此刻 二人被蛛丝紧紧缠着 像是两个粽子指露出头来 倒挂在洞壁上 林轩这才想起来 自己和师兄 本来是准备上山斩妖除魔的 谁知道还没等交手 便中了蜘蛛精的毒计 洞内阴气森森 腥臭难闻 蛛网密布 灰蒙蒙的一片 除此之外 还有几十个被蛛网挂起来的人 同样只露出脑袋 骨瘦如柴 本来是一句夸张的形容 可林轩觉得 现在用这个词形容这些死人来说 再合适不过了 这些人仿佛是被蜘蛛精活生生吸干了一样 一想到没多久 自己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林轩吓得面无血色 处处茅庐的小姑娘 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诡异的事情 师兄 别怕 过不了多久我便能解开这珠网了 周宝山一遍一遍地运转金刚诀 灵气在体内行了数个周天 却还是差了几分 心急则乱 周宝山额头上冒起起细密的汗珠 话说 你们逃跑能不能带我一个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林轩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正笑呵呵地望着他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 咱们脚前脚后 男人道 我叫张松 两位是道士 都快死了 就别自报姓名了 一个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随后 一只体型约有两丈多高的蜘蛛精 顺着珠网爬了过来 就是远远地看一眼 都觉得对方压迫感十足 明明身子巨大 却有着一颗小小的人头 一口气抓了三个 两个还是具有灵气的猎物 真香 蜘蛛精眼神贪婪 张松大声地叫着 别吃我啊 先吃他们俩行不行 我不爱洗澡 放屁又臭 一定不好吃 林轩瞪了他一眼 道 你这个人也太坏了吧 先吃他 他心肯定是黑的和你胃口 嘿 你这个姑娘怎么说话呢 二人你一言我一句 眼看就要吵起来了 蜘蛛精怒道 别吵 再吵你俩一起吃 眼看着蜘蛛精的注意力 被吸引过去了 计划成功了一半 金刚爵已运转了数个周天 周宝山一咬牙 威力由内而外 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 哄 束缚在身上的猪网瞬间被炸开 周宝山从空中落下 目标直奔 挂在一旁自己的斩妖剑 如果不是中了这妖怪的奸计 有斩妖剑在手 周宝山有必胜的把握 看我的 妖精受死吧 周宝山大喝一声 此刻的自己究竟到底有多么耀眼 恐怕只有天晓的 他真想将这个画面记录下来 手战即巅峰 碰 下一秒 周宝山双膝重重着地 跪在了蜘蛛精面前 这一刻的时间似乎停止了几秒 师兄 就算打不过他 也没有必要这样吧 林轩心都碎了 张松在心里竖起一个大拇指 奶奶的 你比老子还怂啊 周宝山嘴角抽动 没有力气 破开束缚之后 全身上下的力量 忽然像是被抽空了一般 周宝山不知道 自己虽然破开了猪网 可也触发了上面的毒素 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 你可知我师父是谁 周宝山现在能做到的 也只有放狠话而已 蜘蛛精不屑地冷哼一声 我管你师父是谁 老娘互动阵法 可不是一般人能破得了得 既然你叫嚣得最凶 那便从你开始吧 说着走过去 张开嘴巴就要咬下去 周宝山别说反抗了 毒素蔓延 连动态一下的能力都没有 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 无命休矣 李平安提笔刚写完一个集字 老牛 梦 李平安眉头微微一皱 什么 来不及了 当即拿出酒葫芦 敲了敲 看你的了 将集字贴在旗上 天色黑白交错的一瞬间 一抹荧光一闪而逝 蜘蛛精耳廓中 有轻轻的擦的一声响 剑如白蛇土杏 丝丝破风 咒如闪电 落叶分崩 每一剑都仿佛扫过了 方圆五丈内的每一寸空间 一点剑一千穿秒 两袖白云万刃摇 一剑落在了洞穴之外 渐渐的弧光一瞬破开了洞外的法阵 挑入洞内 如黑夜中破晓的第一道光芒 蜘蛛精锋利的勾牙 已经穿破了周宝山脖梗的皮肤 正欲吸食 从阵法被迫 到飞剑带着光芒涌入 几乎是在同时发生 蜘蛛精明显没有反应过来 身形微微一致 锋利剑气汇聚成一条线 一剑吐出 不消片刻 剑风消散 蜘蛛精惨叫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飞剑只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个很小的伤口 可是身体内部 却已被剑气破坏的七零八落 周宝山愣了一下 嗯 没错 这正是自己想要的出场方式 解决了 李平安放下心来 喝了一口酒 等他赶到洞口的时候 周宝山三人 已经相互搀扶着走了出来 李平安收回飞剑 慢悠悠地走过去 是你 周宝山一惊 李平安笑道 我们又见面了 平安 张松瞪大了眼睛 平安真的是你啊 你还没死呢 张重新 大船在海上炸了之后 他们便失散了 没想到又在这遇见了 故人相遇 总是令人欣喜的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李平安好奇 张松拍了拍胸脯 别提了 还好老子幸运 抱着一块木板 在海里飘了一夜 最后被一个路过的商船 给救了 其他人呢 张松摇了摇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虽然没得到 长青和尚的消息 不过张松都活了下来 那兔头和尚命大 估计死不了 但愿吧 周宝山张了张嘴 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 是你 救了 只是身中诸毒 一句话都说不利索 李平安拿出养间葫芦 一人喝一口 说不准能解毒 三人皆喝了一口 好了 林轩只觉得 唇间顿时抹了 也被落得失去了知觉 片刻后 身体升起一股热议 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越烧越旺 紧跟着那团火 在体内乱窜 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额头上冷汗直冒 然而 忍过之后 便觉得浑身舒畅 身体也随之恢复了力量 周宝山和林轩对视一眼 缓过劲儿来 忙向李平安抱拳 恭身道谢 多谢阁下相救 是我师兄妹不自量力了 以为学到了一些本事 便天下无敌 经过这次事件 周宝山成长了不少 李平安一边伸手 将自己的酒葫芦 从张松手里夺了回来 再让他喝下去就没了 一边说道 出出茅庐 自然要受一些苦 遭一些灾 才能吸取教训 学到的东西 这辈子都会受益肥浅 那蜘蛛精 你们便带回去吧 也好跟师妹有个交代 二人文言 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又向李平安 郑重行了一个礼 大恩不言谢 周宝山和林轩准备休息一下 再收拾蜘蛛精的遗体 李平安在洞中逛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好东西 与周宝山与林轩告别了 便跟张松离开了 二人都是要去镇妖关的 张松说他要去还剑 至于具体是什么意思 李平安不明白 但也没有多问 数日后 山路崎岖不平 山峰延绵不绝 二人走着走着 呼得消失在另一座山脚 觉得前方无路可走 拐了个弯 竟然又是一条山道出现在眼前 当真是十里崎岖半里平 一峰才送一峰迎 青山四茧将人果 不幸前头有路行 张松也不嫌累 李平安骑着老牛 拉着二胡 他就在下面吹着牛笔 当然不是真的吹牛笔 否则老牛早就一脚 把他踹飞了 想当年仇家偷袭我 我正上茅厕呢 忽然就冲出来几百个大汗 我当时裤子都没提 拎着剑皮里啪啦 就是一顿砍 那场面 李平安挠补了一番 皱眉道 那场面一定很销魂 必须的 既然你这么厉害 怎么还被蜘蛛精给抓住了 张松黑黑笑了笑 你懂什么 我的剑气不能随便施展 都在体内藏着呢 我要去送剑 后面还有几场印章等着我呢 现在施展了 之后就不能用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此后 二人一牛 便向着前方一步步走着 一路上倒还算是顺利 玉山翻山 玉河过河 越走越觉得山清水秀 心中的烦闷也就少了许多 随着越走越远 那些个想要抓自己领赏的人 也不见了踪影 到了某座山 正好有阳光从山的另一端照射过来 在山脊上投下一片光亮 李平安便坐在山顶 拉着二胡 不知是错觉 还是什么 在这种地方 拉二胡总能给李平安一种事半功倍的感觉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200-210 二全音乐LV3 300-1000-0 自至下品领鼓 听风刀法 93百分毫无增加 拔刀数星号斜疗出窍 70%至72% 龟西弓 93百分毫无增加 燕子川云纵45%至50% 恭喜宿主 燕子川云纵达到50% 获得特殊效果 缩地成寸 一步月五丈 技能 气息锁定 66%至68% 黄色命格 君子不妄动 动臂有道 与敌对战时 周身五步以内 周身六步以内 体内力量大幅提升 肉身强度增强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命格等级 白青黄红篮子 修炼星经 涅槃经 获得宝物 修行者的飞剑 细语一枚 控制程度70%至85% 扶桑术化为的杖刀 侠客笔 笔内残留儒家圣人 锁定部分规矩 人体六密 尼丸 已完成20% 金金 天门 长金 玄泉 天谷 尚未开发 不错 又升级了 二胡之声悠悠 就像是一缕青泉 从云下流过 在青山上缓缓流淌 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步子一天天迈着 老话说得好 路得一步步走 步子迈大了 咔嚓 容易扯着淡 山脉之外的一处荒野之上 前面便是金门山了 过了这里 便能看见镇妖关了 号称九州第一雄关 张松扯着嗓子喊道 李平安有些恍神 真的要到了吗 金门山 重重叠叠的山峰 如同一面屏风 群峰之巅的树梢上 似是挂着一朵又一朵的彩云 看样子 又要爬好一会儿了 不过李平安脚下的山 已经不计其数了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爬山前 李平安开始重新编制草鞋 原先的草鞋已经坏了 估计爬到半山腰都坚持不住 便在这时山里 刮起了一阵大风 一红一紫两道流光 在空中划过 仔细看去 是两个御剑而行的年轻人 两人都是一袭青山 淡淡的颜色 却能衬托出两人的不凡 左侧一人背后插着一柄长剑 红色的剑碎在风中飘荡 手中抓着一个 早已下的面无血色的女童 哈哈大笑 最后再问你一遍 愿不愿意做我的暖手小童 女童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 我 我愿意 太晚了 那人手一松 女童从半空中掉了下去 伴随着女童的尖叫声 李平安双臂一撑地面 整个人冲天气 一把抓住了从天而降的女童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别叫了 女童身子还在发抖 惊恐地望着李平安 张松抬头看着那两个年轻人 哼了一声 哪来的两个不知死活的小子 不知道金门山上空是进飞区吗 话音未落 两道璀璨的长虹 从半空中垂落而下 紧接着一道长达十余米 深近一米的沟壑出现在了地面 沟壑中埋着两个人的身子 正是方才在空中嚣张的年轻人 此刻 却成为了两具再也不能说话的尸体 张松瞥了一眼 死得不冤 既知金门山规矩 还敢如此放肆 定是背后有人 可见平常形势作风 嚣张跋扈 仗着有人撑腰 只是这次 恐怕他们的师门或家族 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李平安感受着那股灵力的气息 也不知是哪一位大能出手 果然 做人还是低调一些为好 向这两人便扯着淡了 李平安将怀中的女童放下来 女童约莫有十一二的年纪 生得一张鹅蛋脸 扎着两条辫子 一双大大的眼睛 看起来又甜又美 虽然稚气未脱 但身材发育得很好 不亚于成年女性 怪不得其中一人 要求她做暖手小童 女童像模像样的 给李平安行了个万福 谢谢公子 小脸现在还没有恢复颜色 女童名唤小军 本是一个公子的婢女 结果再随公子 去往镇妖关的路上 被这二人给掠了 幸好这二人嚣张异常 受到了报应 又有李平安出手相助 这才大难不死 李平安问小军 接下来要去哪 小军说 要去镇妖关找公子 正好与李平安二人顺路 李平安便多编了一双草鞋 这个鞋 爬山的时候不累 小军接过草鞋 看了看自己脚下 穿着的裸颈绸缎的鞋子 仙仙玉卒 配上精致的翘头鞋 而且和衣服的颜色也大 再看看这双草鞋 犹豫了一下 小军小心翼翼地 瞥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知道他看不见 于是就没有穿草鞋 但也没有扔掉 而是挂在了腰间 李平安虽察觉到了 却什么也没说 只当做不知情 等爬了一会儿的山 走了几十步 小军便觉得 脚下像是绑了个重物 每走一步 都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一路跟公子行来 都是乘着豪华的马车 哪里爬过这种陡峭的山路 休息的时候 小军无意中摸到了腰间的草鞋 这才连忙把草鞋换上了 草鞋穿上之后 除了有一丝扎脚之外 并没有给人任何不适的感觉 反而如释重负 根本不需要磨合 爬起山路来 也轻快了不少 小军笑嘻嘻道 公子 你草鞋编得可真好 都可以拿出去卖了 不过一双草鞋 也改变不了什么 大多数时候 小军只能坐在老牛身上 老牛嘴角轻轻勾起 平日里驮着操汉子驮惯了 好不容易驮小姑娘 让她有点害羞 Omega 金门山顶 孤峰之巅 群山环抱 山外有山 有一条瀑布 宛如一条百丈长的御龙 直冲云霄 直入深渊 宛如一条通天大道 云雾蒸腾 向远处望去 绿阴深处 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青瓦红墙 点缀其中 佛家古叉白马寺 在白马寺的东面 有一座春秋阁 依山而建 气势辉弘 用翠竹搭建 背靠一座孤峰 乃是道家庙宇 向西看去 有一座古色古香的楼阁 造型古谱别致 格言上悬着一块匾额 尚书文昌书院四个大字 字体苍境有力 一看就是出自明家之手 细儒家书院 三教把守在金门山 通往镇腰关的必经之路 如是道三教子弟 经过这里 按照规矩 都要走相应的道路 各家去各家的古叉 庙宇 是为百家修饰和散修准备的 张松叼着一根杂草 侃侃而谈 李平安和小军默默听着 张松道 兄弟上一次来这里时 那可是风光得很 如是道 三家都请我走他们的道 可以说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但是小爷我就是特立独行 小军眨着眼睛 萌萌地问道 那你以前那么厉害 为什么现在落魄了呢 张松挥了挥手 去去 你个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 记住了 到了镇妖关少说话 否则容易哀笑 小军身子缩了缩 张松大不留心地走着 能看得出来 到了镇妖关 他是真的开心 摸了摸身后的剑 笑了笑 兄弟 我们快到了 李平安也轻声对老牛道 老牛 我们真的到了 镇妖关与人间的路 早已被阻绝 若想进入关只能等着非洲 一个老头 依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 一动也不动 好似一尊塑像 来往镇妖关的人落意不绝 便在山头等着非洲破开云雾 承载着他们到达镇妖关 李平安他们到的时候 队伍已经排起了长龙 小军看了一眼队伍 这得排到什么时候 张松拍了拍胸脯 看没看见那个开门的老头 我跟他老熟人了 让他们给咱插个队 能行吗 张松哼了一声 什么叫能行吗 那是必须的 说吧张松昂手挺胸的走过去 我给个面子 插个队行不行 不行 滚 得嘞 张松走回来 他说了因为天气变暖 导致海面上涨 直接导致了海水的负营氧化 从而导致了海藻的大规模爆发 赤巢 红树林的大规模重灾 再加上近年来海河水体负营氧化 浮游生物大量繁殖 这些生物会释放毒素 消耗水中的氧气 从而导致鱼类死亡 现在前海的渔民 已经很难打捞到鱼了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因此我们不能插断 李平安 小军 听起来 好有道理的样子 这时 在几人的簇拥下 一名老者牵着一个幼童 排在了李平安等人的身后 老者须发揭张 在凛冽的北风中烈烈作响 却有一种独特的气度 天色已晚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能来镇腰关的修士 绝非常人 毕竟谁没事不在家好好修炼 跑这里来 自是不用吃饭 一些年轻的修士 也单单服下一颗壁骨丹便好了 饿了吗 李平安问小军 小军抬起小脸 不饿 还没等说完 肚子便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小军沉默了两秒 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看 我的小赌都说他不饿 李平安忍不住笑了笑 从老牛身上拿出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一些腌制的肉 另一个袋子装着野菜 土豆 鸡蛋 玉米 红薯像是一个百宝箱似的 犹豫了一下 还是吃一顿烧烤吧 不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便组了一个简单的烧烤架 用石头垫着 摆在地上 升起火来 很快香味随风飘散 李平安又给自己和张松 搁到了一些酒 爷爷 我也想吃 老者身旁的幼童 嗅到了烧烤的香味 老者微微睁开眼睛 踏入长生之路 这口腹之欲最好不要有了 更何况这东西对身体不好 能不吃便不吃 不嘛不嘛 我就要吃 幼童哪里在乎这些 只是觉得那烧烤闻起来香 见他们吃起来更香 老者无奈挥了挥手 仆人会议 过去和李平安商量了一下 本是想付钱的 但李平安没要 一个小孩子 估计也吃不了多少 无非就是多添一双筷子 为这事 收人家钱不值当 幼童当即便坐在小军旁边 加了一块烤土豆 嗯嗯好烫 慢些吃 吹一吹 小军笑了笑 如碧波半清澈的眼神 嘴角的弧度似月牙般完美 这孩子比他还小 这让他生起了一股保护欲 依然一笑 明媚好耻 幼童眨了眨眼 忽然指着小军道 我要你做我的奴婢 小军一愣 一双大而美的毛子露出疑惑 我要你做我的奴婢 幼童站起身 又重复了一遍 小军摇了摇头 不可以 幼童瞪着眼睛 几步跑回去 拉着爷爷说了这件事情 老者不由一笑 扫了一眼虽然说的女童 资质虽然差 不过小小年纪 倒是有几分姿色 长大了以后 定是个美人胚子 老者没说话 一旁的仆人 上前两步 向李平安略意拱手 这位先生 我家小少爷想买这位女童 您看可否开个价钱 小军本以为 这是孩童之间的玩笑话 但听了这话 不由被吓了一跳 转头看向李平安 李平安平静道 这女孩是我朋友的孩子 不是仆人 仆人瞥了一眼自家老爷 老者闭目 并未说话 仆人便心领神会了 自报家门 我家老爷是青州三无丰丰主 名号宝山 不知阁下是 三无丰 李平安虽然不知道 这三个字的含义 但是对方既然敢 这么有底气的说出来 便知道来头不小 果不其然 周围的人听了这名号 不少人都下意识的 望向那老者 小军脸色刷的一变 难难道 三 三无丰 小军与自家公子 也是青州人 因为公子的缘故 多少也知道一些各大宗门 在青州的道门中 虽算不上一等一的宗门 实力却不可小觑 自古以来能开宗立派的 都不是等闲之辈 启丰主在青州 亦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即使在青州一流的道门 也有一定的名声 仆人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容 主人的名号响亮 坐下人的脸上 也跟着沾光 见对方并不回答 理所应当的认为 是被震慑住了 我家老爷愿意高价换这女童 届时指点一二 这女童说不准 日后会有更大的作为 想必她父母也会很开心的 场面话说的倒是滴水不漏 毕竟这么多人看着 她总不能像个匪徒一样 抢人家姑娘 这传出去 对名声总是不太好听 张松低着头 摆弄着烧烤 一句话也不说 似乎是什么也没听见 什么也没看见 李平安并没有理会那仆人 对小军道 你愿意吗 小军咬着嘴唇 心里百般不愿意 可是对方是大 就算是自家公子 在这都惹不起 她更不愿给李平安找麻烦 我 正要说我愿意 忽听李平安说 不愿意就不愿意 愿意就愿意 实话实话便好 李平安其实觉得 小军的公子并不太靠谱 否则小军也不会被人掳了去 如果跟一个背景大一点的人 倒也不是坏事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小军愿意 小军望着李平安 一时雨色 我 小军深吸一口气 李平安的话 让他忽然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我 我不愿意 小军声音像蚊子一样 李平安 大点声 不是刚吃过饭吗 以后还怎么开军舰 啊 小军疑惑的眨了眨眼 虽然不明白 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前半句倒是听懂了 我不愿意 李平安这才对仆人道 他不愿意 爷爷 又同急的抓了抓老者的袖子 仆人笑容不变 小孩子懂什么 先生在考虑考虑 不如先生出个假 李平安没在搭理他 起身对老者拱了拱手 之前听家师提起过您 久闻大名 晚辈有礼了 名号宝珊的三无风风主 这才睁开眼睛 漫不经心地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并不在意对方口中的家师 认识他的人比河里的泥丘都要多 直截了当地说道 十块上品零食 换这个丫头 周围人不动声色地向李平安投去目光 李平安轻轻笑了笑 方才小军已经说了不愿 还请老先生 莫要为难我等了 爷爷 又同急的跺脚 宝珊眉头微微皱了皱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陈生道 年轻人倒是有几分胆气 叫什么名字 李平安面不改色 在下怀禄书院 景欲 怀禄书院 中周 儒家三大书院之一 人尽皆知 相比起来 在青州道门二流势力的三无风 倒真不算的什么了 宝珊神色不改 你这样子 可不像是一个儒生 说来惭愧 在下修为不惊 无法揣摩前任的文章 所以奉师命游历至此 临行时 老师担心我遇见麻烦 无法解决 特意向院长求了这侠客笔防身 李平安将侠客笔拿在手中 语气平淡 只是在平淡的语气 配上这话 却都像是一记重锤 敲击在人的心上 令人心惊肉跳 尤其是当事人三无风风 竹宝山 侠客笔 这是做不得假的 他愣了片刻 随后竟然拱手 像一个小背道 今日只是对不住了 李平安微微一笑 并不言语 爷爷 我要那个婢女 幼童不依不饶 爷爷 你把那个瞎子打死好不好 我要婢女 话音未落 啪的一声 幼童脸颊高高肿起 狠狠挨了宝山一巴掌 混账东西 宝山怒骂 幼童当即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宝山自然不是怕手持侠客笔的李平安 别说一支笔了 就是把圣人所有用的宝物都给李平安 宝山都能轻而易举地碾死李平安 真正有威慑力的是侠客笔身后的人 能给这支侠客笔 便表明了儒家圣贤的一个态度 这人是我照着 就像是黑道大佬派小弟去收债 小弟耀武扬威却没人敢动他 因为知道这个小弟代表了背后的大佬 得罪 宝山脸色不太好 今儿这面子算是丢了 他总不能为了一个女童去得罪儒家圣贤 那帮家伙可是极为的互犊子 李平安回了一个礼并不再多说什么 随后 宝山带着孙儿和仆人离开了 经历了这事 哪里还好意思多待了 就算是再来 也要等着李平安几人走了以后再说 李平安心里松了一口气 重新坐下 无论是庙堂 还是江湖 亦或者是所谓炼气室的世界 有背景 或者让别人误以为自己有背景 都能省去许多麻烦 无事 继续吃吧 小君低着头不敢说话 戳着自己的手指 不吃了 李平安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小君低声道 都怨我 你这小姑娘倒是挺会给自己懒责任的 李平安给他夹了一块肉 就是就是 关你什么事 分明是那帮家伙不讲理 张松这时才敢抬起头来 刚才要不是小平安 我把他们试打出来 小君白了他一眼 就会吹牛 关键时候还得是李公子 张松摇头晃脑 我都说了我这体内剑气不能破 留着后面要打架呢 不过 如果他们太过分的话 我也不介意 分出一缕剑气来 小君转过头去 不再搭理他 给李平安加了一大块肉 公子 你吃 李平安笑了笑 对了公子 你刚才说什么警域 是怎么回事啊 小君好奇道 他呀 他是我一个朋友 那你冒充他名字 他不会生气吗 不会 李平安小声补充了一句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京城 某处烟花巷子 哎呀 公子 您里面请 讨厌 你都有多少日子 没来看人家了 打扮妖艳的女子 花枝招展地揽着客人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 越来越多的客人 进进出出 景玉站在不远处 观察了一番 经过这些日子的潜伏 他发现这个地方安全 并且姑娘漂亮 这两点十分重要 景玉摇着折扇 迈步走了进去 老宝间对方仪表堂堂 身着不俗 立马迎了上去 哎哟 这位公子长得可真俊俏 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我怎么看这眼神呢 第一次来 给我找两个漂亮的 要没有特殊癖号的 景玉回忆起上一次 被人拿鞭子抽了一晚上 现在还是一阵后怕 放心吧 对了公子 你还没告诉人家 你的名字呢 景玉微微一笑 李平安 李平安呼的 感到一阵恶寒 嗯 这是怎么了 梅容他多思考 就听一声呼喊 非洲来了 云雾飘渺的半空 有一团黑影若隐若现 下一瞬间 黑影破开层层云雾 撑起一片方圆树杖的云雾 猛地向下一沉 紧接着 一方巨州出现在众人眼前 众人当中 不乏第一次来镇妖关的人 此刻纷纷被这巨大的非洲所惊住了 非洲像是一座高楼 在云雾的笼罩下 宛如一条巨龙在云层中穿梭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 上船了 李平安站在非洲的一头 感受着清风从病角流过 在非洲之下 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风铃 枫叶如火 苍翠的枫叶中 隐隐有道音 读书 沐鱼之声 与山间的风涛之声 遥相呼应 老牛兴奋地叫着 飞起来咯 牛上天了 非洲平稳地在半空中滑行 约莫几个十分的功夫 非洲缓缓下降 再一次破开云雾 而那座被称作天下第一雄关的镇妖关 便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镇妖关 此处虽不是防御最密集的地段 却是整个镇妖关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 单单是此处便拥有一百多座飞剑塔 每个飞剑塔前 都有一位赢甲守卫 高达三丈 顶端有着一座座楼阁 每一层之间都连接着一座飞桥 这便是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镇妖关 威震天下 无论谁来到这里 都会对这里充满了敬畏和戒备 客官 您的太齐了 随着一个清朗的声音响起 一股淡淡的菜香扑鼻而来 李平安吸了一口气 林横普通的食物 却不知为何 有一种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张松解释道 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修士 所以这里的食材 有多半都融合了药材 或者其他的补品 李平安吃了一口 一股异香在他的口腔中弥漫开来 随后是周深 让他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确实不错 李平安评价道 小军点头如捣蒜 张松也点了点头 就是价钱贵了一点 李平安好奇 能有多贵 快点刷 外边的客人还等着呢 奶奶的 没钱还敢来这蹭吃蹭喝 小二的声音在耳旁乍响 李平安三人一言不发地刷着盘子 张松用胳膊肘对了对李平安 低声道 现在知道有多贵了吧 我特意挑了这家 就为了让你见识见识 李平安微微一笑 用十分和善的语气道 滚 我们得刷到什么时候啊 小军扁着嘴唇 快要哭出来了 就我们吃的那些菜 保守估计要这个数 张松伸出一根手指头 小军一寻 张松摇了摇头 小军痘大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一年 张松仍旧摇了摇头 是一直刷 小军小脸被吓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 李平安头也不回地说道 别吓唬他 张松笑了笑 小军知道自己被戏耍了 鼓着小脸瞪了张松一眼 盘子一直刷到了后半夜 李平安让小军先去睡了 自己和张松把剩下的盘子都刷完了 客栈的掌柜十分有人道地为 李平安他们安排了睡觉的地方 并且通知明天接着刷 李平安坐在院子的一块石头上 没来由的想笑 想不到自己第一次来镇腰关 竟然跑这儿刷碗来了 想象中的绝世大战 机缘其遇 曲折迂回的故事 仿佛都是自己的幻想 不过 这倒也满符合自己的 江湖不仅仅只有仙衣怒马 快衣恩仇 刀光剑影 更多的还是柴米油盐 大人物之间的争斗 小人物之间的小打小闹 挺好 李平安回到掌柜为他们安排的房间 之前是个杂货房 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 其他都放着杂七杂八的东西 张松正在洗脚 表情惬意 泡个热水饺 真舒服 话说这掌柜人真不错 李平安坐在一旁归纳吐息 那具精神 不使外游 进入观想状态 等李平安从观想状态中脱离出来 天都快亮了 这才钻进了被窝 虽然以现在的经历 十余日不睡觉都没问题 可要有谁能拒绝 躺在被窝里的舒服感觉呢 张松呼呼地睡着 即使睡觉他都背着那把剑 上茅厕的时候 都不见他剪下来 李平安每每想到那画面 都觉得十分滑稽 店里不忙的时候 李平安便牵着老牛 在镇妖关内溜达着 镇妖关之外 便是妖族所在 只是却看不见所谓的妖族 远处只有一片苍茫 一片混沌 给人一种北风卷地 百草折的感觉 隐约能看见 某种建筑的轮廓远远望去 就像一只巨兽匍匐在地 街上的许多人 都能察觉到气息不凡 大半都是炼气室 武夫 有的配剑 有的拿着刀 有的拿着奇门兵刃 很奇怪 以往若是在街上见了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指高气昂的模样 瞧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官府里的老爷 见了他们都要退让三分 可在这里 这些修士一个个 却是谦虚有理 谨慎有加 想必也都明白 能来此处的人 绝非常人 谁都不敢得罪 李平安想要去城墙上看看 不过却被守卫拦住了去路 于是便只找了个较高的塔楼 坐在塔楼上 吹着从北边妖族 栖息之地来的风 感知中浮现出周围景物的轮廓 老牛在一旁 为他描绘着种种细节 李平安枕着双手 嘴角轻轻勾起 想想自己一路走来 当真是有些恍惚 远处 一座古老的塔楼 隐隐透出一丝亮光 不知何时下起了雪 大雪纷飞 整个镇腰关 很快便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顾西周曾说自己在镇腰关 跟别人约了一场假 他要先去怀路书院 拜别师门 再来镇腰关 算算日子 顾西周所说的约假 还没有开始 自己还需要再等几旬左右 李平安这次来镇腰关 主要有三个目的 其一便是一路走来 碰运气 能不能找到大道符文 当然这种小概率事件 李平安也没指望真能碰见 其二 也是为了多长长见识 见识一下更广阔的事件 其三 算一算自己这一路上的收获 总的来说 这趟旅行 不亏 客栈迎来送往 倒是好不热闹 李平安手里提着一块破布 笑容满面的 把三位客人迎进店里 擦了擦桌子 等三人点了菜后 便在柜台边坐下 客栈掌柜为人着实不错 就算李平安三人欠了钱 待遇也跟普通伙计一样 赚钱 你要找赚钱的地方做甚 掌柜扒拉着算盘 李平安道 自然是还你钱 而且穷家富路的 总得留些钱在身上 俗话说 有钱男子汉 没钱汉子男 掌柜抬起头 你在我这当伙计 去别家做短工时间上 也错不开 有别的生意吗 李平安沉声问 最好能赚一些零食 在民间零食 自然不是那么容易赚到的 不过在镇腰关 天下炼气室聚集的地方 就大不一样了 既然来了这里 李平安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掌柜听出了 他话语中的意思 便笑道 看不出来 你小子志向还不小 还望掌柜只条名路 见仙街有一个万事阁 专门帮人处理一些杂事 你可以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适合你的 于是一日 李平安便趁着下午休息的时候 找到了这个所谓的万事阁 一座很大的三层楼阁 在闹市的街位 有几座附属建筑 还有一座厢房 一进门 一间茶室 还有一间小堂屋 来往的人很多 李平安牵着一头牛 站在门口 倒是极为的引人注意 一个伙计迎了上来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李 李先生看着面声 出道着镇腰关 李平安点点头 伙计给李平安倒了一壶茶 像李平安这种人 在这儿 他倒是见多了 出道镇腰关 人生地不熟 又苦于手上没什么盘缠 万事阁60%的生意 也都靠着这些人 是想替人办事 李平安应了一声 伙计又道 敢问先生是练气势 还是武夫 是极品修为 可否告知 在下走的是 哪家的路子 李平安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我暂时还没有修为 伙计挑了挑眉 笑容减了几分 先生 我们这儿的生意 只针对炼气势 一般炼气势做的 我也能做 见李平安说的真切 伙计不由的倾笑 先生 普通人跟炼气势的差距 天差地别 说着 他手指粘起一片茶叶 挥手轻轻一弹 茶叶划出一道弧线 设在院外的一棵树上 伙计端起茶杯 这便是准备送客的意思了 录这一首 也是为了让对方明白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的道理 免得在外面惹了祸事 伙计自己也是普通人 苦苦久休 才能在这儿混口饭吃 所以并没有高高在上 瞧不起人的姿态 反而对于这种 跟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带着几分好感 李平安运气归西宫 也抓起一片茶叶 so 一道静气射过 树梢上发出一声 凄厉的鸣叫 火机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 那棵几乎被茶叶射穿的树 轻壳一声 手上功夫不错 专门学暗器的 但是会暗器有什么用呢 练气是不会惧怕这些东西 主要靠的还是实力 来 你打我一拳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这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不信你一拳 能给我干趴下 万事阁分为一到三层 对应着事件的不同等级 三层中 数第一层人最多 第二层其次 第三层则是寥寥无几 第一层大多都是一些 没有危险的杂事 深受散修喜爱 毕竟没有危险 又能获取零食 上头挂着玉牌 玉牌内部都含对应的事件 只要注入些许灵气 便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刻 不少人正在一层的大堂内 寻找着合适的玉牌 碰 便在这时 呼的传来一阵破风声 火机苦学多年 虽只是二品修为 可底子却并不弱 并且有名师指点 配上相应的功法 相比起江湖上 其他的散修三品都要强 一手背在身后 一手拦住了李平安一拳 双眼微微一眯 沉声道 着实不错 是我小瞧你了 李平安收回拳 略意拱手 得罪 既如此 你便去一层寻个玉牌吧 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多谢 李平安转身走出去 火机目睹他的背影消失 淡然的表情 这才有了变化 嘴角微微抽搐 握着手 疼疼 我操 偏在这时 李平安去而复返 火机趴在地上 愣了半秒 恢复了平静 我在修炼蛤蟆弓 你怎么又回来了 哦 我跟忘拿了 李平安拿起竹棍 转身走了 火机捂着右手 看来这几日不能奖励自己了 玉牌需要注入灵器 方能显现委托的任务 李平安身上半点灵气都没有 好在玉牌后面 都有委托人的住址 以及联系方式 直接找过去便可以了 取下一枚玉牌 登了记之后 这个委托价值15枚下品零食 显然给的有点少 所以即使在第一层 也没人去见 像这种任务 大概率会被淹没 幸好被李平安遇见了 第一次接任务 需要留下一样物品做抵押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二胡 这是自己吃饭的家伙 但是在对方看来并不值钱 身上值钱的 便是养剑葫芦和杖刀了 只是这两样都留着防身用 谁知道会遇见什么危险 等我一下 不一会儿 李平安扛着老牛走进来 这是我兄弟 我把我兄弟压在这儿行吗 老牛 最后 李平安无奈 只得交了自己的养剑葫芦 这时又有一人走来 交了玉牌 垂头丧气道 城南的案子 我实在查不出来 登记的那人叹了一口气 不仅包人皮 还要挖心脏 多半是个邪修 现在光是发现的尸体 就有三句了 李平安听了一耳朵 没太在意 按照玉牌后面的地址 找到了委托人的住址 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 李平安说明了来意 又交了玉牌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中年人将他迎进屋内 这才讲述起事件的起因 听完之后 李平安面色沉重 半夜母猪为何频频惨叫 中年人名叫葛大利 是养殖大户 算是英识人家 只是 最近家里养的老母猪 不知为何在半夜频频发出惨叫 而且隔几日 便失踪一支 找了人半夜看着 便无事发生 但只要人不在 这种事便会再次发生 总不能夜夜都派人守着猪圈吧 葛大利刚开始怀疑是人为 可是又觉得 这种严密的防守 不太可能有人这么大胆子 惊人提醒 这才怀疑是妖魔作祟 于是便找到了万事格 只是挂出去半个多月了 一直未见有人接下 这个委托 毕竟哪个修行者没事 愿意跑猪圈里去调查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这个任务正好适合他 零风险 十五枚零食 对于别人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于李平安 已经算是高回报了 这事便交给我吧 葛大利一喜 时间上早 当即便让厨房 张罗了一桌子的好酒好菜 酒足饭饱 天色也逐渐暗了下来 李平安让葛大利 为自己准备了一张宣纸 用侠客笔写了个大字 尹 随后贴在自己的脑门上 隐藏气息 让葛大利他们一切如常 自己则偷偷潜伏到猪圈的一角 藏了起来 等待着罪魁祸首的出现 月亮昏晕 星光稀疏 整个大队似乎都沉睡过去了 李平安从袖口 祭出细语飞剑 养剑葫芦虽然压在了万事阁 可事先李平安便将细语飞剑取了出来 李平安并没有啥等 体内气海沉浮 吸气 呼气 皆宜伸长云缓 全身无一处不放松 归西宫 无时无刻都可以修行 除了进展缓慢 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了 持之以恒 全身便有热流澎湃之感 有飞剑在一旁狱警 也不怕歹人突然偷袭 就这样一夜过去了 今夜 母猪相安无事 并没有惨叫 李平安草草吃了早饭 便带着老牛离开了 准备晚上再来 张松抱着剑 站在客栈门口 望着远处 看什么呢 剑葛 剑葛 张松道 镇妖关有一座守剑葛 乃是千年前 号称剑祖之人所设 凡是在镇妖关战死的剑修 其配剑都会被插在剑葛剑齿之上 以表其忠意 李平安想起张松之前说过的话 那你这一次来 便是为了将剑插在剑齿之上 张松笑了笑 这不是我的剑 是我一个友人的 晚上 李平安又带着老牛离开了客栈 潜伏在母猪圈里 一连几日 李平安都坚持不懈 张松望着李平安的身影 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太太娘的敬业了 和往常一样 李平安借着乱石和枝叶的掩护 一边打坐调膝 一边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月上中天 草木都蒙上了一层银色的月光 就在李平安以为 今夜也无收获之时 忽然感知到了一团气息 哦 终于等到了 李平安一下子来了精神 黑影钻进猪圈 四处看了看 随后趴在一头熟睡的母猪身上 正欲行不轨之事 这是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大胆小贼 放开那头母猪 黑影大惊 转头便跑 李平安并没有着急去追 不知道对方虚实 在这里动手 容易伤到其他人 那黑影越跑越远 足足跑出十多里地 李平安脚尖一点 施展出燕子穿云纵的缩地成寸 黑影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身后那人如影随形 下一瞬间 便已到了面前 呼的一声 一掌拍出 黑影被重重拍在地上 原来是一只狐狸 小狐狸瘫倒在地 脸色苍白 一动也不敢动 说 为什么要糟蹋黄花小母猪 小狐狸 哭 哭也算时间 郊外 一处山洞中 一只红毛小狐狸 裹着纱布 躺在石床上 一张肥嘟嘟的小脸 一鼓一缩 无聊地吐着泡泡 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山洞外传来的动静 表哥 你回来了 一抬头 却看见一个人类 出现在自己面前 红毛狐狸嘴里的泡泡 当即碎开 表情大变 犹豫了半秒 随后果断闭上眼睛装死 用长长的尾巴 盘到脑袋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李平安问 这傻子是你妹妹 还是你弟弟 李平安身后 一只稍大点的狐狸走出来 是我表妹 表哥 小红狐狸大惊 你怎么会跟人类在一起 表妹 这位是李先生 李先生 这是我表妹阿红 两个小狐狸 一个叫阿红 一个叫阿白 是表兄妹 两个小狐狸 早早地就定下了婚约 腰也分好坏 一类是潜心修行 像是阿红阿白 一类则是如李平安 遇见的蜘蛛精一样 只是有时候 人比腰还坏 两个狐狸生活虽然平淡 但胜在温馨 却忽然遇见了一个道士 大肆抓腰修炼 出手打伤了阿红 关键时刻 阿白带着阿红逃了出去 躲在这山洞里 只是阿红受了伤 阿白只能隔几日 抓一些牲畜 来给阿红补充气血 呜呜 我们不是有意的 等我赚了钱 便把小母猪赔给他们 多大了还哭 李平安道 何况你偷猪就偷猪 非得咳着一家羊毛蒿 阿白低头 扣着小爪子 人家也是第一次 没有经验吗 我下一次会注意的 还有下一次 李平安走过去 伸手搭了大阿红的脉搏 还好 受伤不算是太严重 只是对于这里 两个修为低下的小狐狸来说 实在不知道怎么处理 小狐狸又吸了许多的猪血 非但没有恢复 反而导致身体的伤势 更加严重了 李平安想着养剑葫芦中的酒 应该对他们有用 可是养剑葫芦 抵押在万事阁了 于是便拿出三个小卷筒 从卷筒取出纸来 在纸上一笔一画的 写下三个大字 拿出一张贴在小狐狸脑袋上 哎哟 阿红眨了眨眼 这是什么 帮你疗伤的 多谢先生 阿白学着人类的模样 拱了拱爪子 这三张纸 一天用一次 估计就差不多好了 以后不要去偷人家的小母猪了 两只小狐狸 点头如捣算 李平安又道 不过 你还是要跟我回去 向小母猪的主人道个歉 随后李平安便跟阿白离开了山洞 来到了葛大利家 阿白给葛大利正中道了歉 并答应日后会把钱还回来 葛大利原以为是恶鬼作祟 原来是两只小狐狸 现在事情解决了 便也不太当一回事了 以他的家业 不差几头小母猪 事情圆满解决 李平安去万事阁 将玉牌还了回去 兑换了十五枚零食 小心翼翼的装进口袋里 满满的成就感 为了感谢李平安 阿白说 要请李平安去洞内吃一顿大餐 李平安想着晚饭还没吃 当即便答应下来 夜色昏暗 看不到一丝灯火 使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风寂寞的低雨 悠悠的荧光斜斜的 照在一排排冰凉的石碑上 一人一牛 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走在凄凉的月色之下 微风拂过 树梢上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 呼得 李平安停下脚步 拉着小狐狸 躲进一旁的灌丛中 老牛十分有默契的 一个后空帆 悄无声息地落到了灌丛后 趴在地上 两条腿使劲地蜷缩着 一动也不动 李平安掏出那张之前 还残留着一些力量的影子 贴在了小狐狸阿白的脑门上 紧接着 嗖的一声 一条瘦小的人影窜了出来 走到一座孤零零的坟墓前 站在坟前 双手在坟上挖了起来 越挖越快 很快就挖出了一个大洞 借着月光 阿白看清了那人 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正是那个伤了阿红的道士 那道士扛着一具尸体 等洞挖好了 便将尸体重新埋入土 小心翼翼地四处看了一眼 这才转身离开 先生 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道士 阿白小声说道 李平安微微挑眉 去看看 来到之前倒是埋尸的地方 因为泥土刚刚被填上 所以很容易挖开 待看清了里面的尸体后 阿白原本就白白的小狐脸 变得更加苍白了 这 是人的尸体 而且不止一具 很快 他们便挖出了足足六具尸体 每一具尸体都被包去了皮 死状之惨 令人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 李平安还注意到 尸体除了被包皮以外 心也没了 这么残忍 杀人还要诛心 先生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那老道太可怕了 阿白吓得抱着老牛的尾巴 瑟瑟发抖 李平安暗暗记下了 这老道士埋尸的地方 他想起前几日去万事阁时 听登记处的二人讨论的事情 包皮 心脏失踪 随后便将尸体重新埋了回去 离开了这个地方 一日 李平安回到客栈 昨晚那十五枚夏品灵石 现在只剩下了五枚了 夏品灵石蕴含的力量虽小 可对于李平安来说 却已经很不错了 他能直接从灵石中提取力量 从而扩展自己的密藏 增强实力 先生 你这两天都在做什么 小军好奇道 没什么 去挣点外快 好快点 帮咱们输身 小军轻声道 其实在这儿也挺好的 离开这儿 我们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 李平安笑了笑 实际上 他也只是随口一说 离了这儿 他们只能睡大街上了 在客栈既有吃的 还有睡觉的地方 每天干的活也不累 晚上 李平安回到房间 张松蹲在门口 绝着一个大屁股 在地上放了一块魔剑石 正在魔剑 发出清脆的响音 这是张松第一次亮出那把剑 剑身又嫩又亮 弧度优美 柔和 确实是一把好剑 相比起来 那块魔剑石 看起来便极为的普通 像是一块板砖 灰扑扑的 没有一丝光泽 你准备去剑阁还剑了 张松摇了摇头 还没到时候呢 对了 你万事阁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李平安脱了外套 还算顺利 得了十五枚零石 张松凑过来 笑道 兄弟 下次去带我一个呗 做什么 挣钱啊 咱去剑阁插剑 到时万众瞩目 总要换一身像样的行头吧 李平安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还有热水吗 有 给你留着呢 放心 我绝不给你拖后腿 李平安说 你不是说你不能出手吗 嘿嘿 这不是有兄弟你吗 张松道 放心 我张松绝不是贪小便宜的人 事成之后 这块魔剑石便送给你了 我要他做什么 你小子可别不识货 我这可是无价之宝 一般人要我都不给他 这是看在你我勤奋的份上 李平安洗完了脸 说 行 我正好相中了一个委托 第二天 李平安便再次来到万事阁 找到跟他熟悉的那个伙计 伙计右手缠着绷带 一脸摔样 李平安好奇道 你手怎么了 伙计轻咳一声 没什么 之前挨了李平安一拳 好在伤得不重 及时服下了丹药 又贴了膏药 本来已经好了 结果夜深人静之时 忍不住奖励了自己一把 导致错位 更坦扬得严重了 伙计道 你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 有没有兴趣 接一个难度高一点的 比如这个 九旬老太太杜兜士气案 再或者是个 老尼姑的门夜夜被敲 怀疑是鬼怪所谓 李平安开门见山 我听说城南连续有人失踪 被包皮 挖去了心脏 伙计点点头 有这是没错 不过就别想了 这件事的等级太高 现在已经有人专门负责了 伙计这些日子多半的烦闷 便是被这事弄出来的 每天找线索 翻资料 一个头两个大 头发哗哗的掉 结果还是没如期完成任务 被老大一顿痛骂 李平安 我有线索 什么 伙计变色猛然一变 我有线索 李平安又重复了一变 果真吗 义父 李平安忽视了他的称呼 比珍珠还真 这个消息值几枚零食 先带我去看看 郊外 坟地 伙计捂着鼻子 露出嫌弃的表情 娘的 这个混蛋 竟然把尸体都埋这儿了 张松蹲在地上 还不止 这洞外被射了某种禁锢 一般的寻气术 根本寻不到 伙计道 先不要打草惊蛇 我们把尸体重新埋回去 一转头 瞥见从灌丛中 突然走出来的一个老道士 伙计皱了皱眉 语气冰冷 我们是万事阁的人 道长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老道士愣了一下 点点头 转身便走 伙计整理了一下衣领 这件事 你们俩也要保密 李平安 打断一下 刚才那个老道 伙计自信一笑 放心 那老道不敢多说的 万事阁这三个字的分量 你以后便会知道了 李平安 不 我是想说 那老道就是凶手 伙计 啊 追 张松大吼一声 拔腿就追 伙计 这家伙是不是跑反了 李平安心想 地球是圆的 他应该是想着能跑回来 抓住他 不能让那家伙跑了 伙计纵身一跃 直接跳进一片灌丛当中 那老道不知是施展了何等法术 速度之快 令人望尘莫及 伙计卯足了力气 很快就跑出了树林 跑上了一片青草芬芳的山坡 就在这时 伙计突然感觉脚下一空 只来得及大叫一声 整个人就从一个十几米高的山谷中滚了下去 嗯 这样跑快多了 身旁传来李平安清飘飘的声音 啊 快 追 李平安道 那老道是说不准很厉害呢 我没有修为 可能打不过他 伙计一边滚 一边断断续续的说 他修为 不高 你别装算了 李平安犹豫 那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你知道我这个人 伙计 我加钱 拖 老道飞奔了一段时间 突然瞥见一仗开外的灌丛中 有些不对劲 刷 老道是向左一闪 避开了这一击 小子 别找死 我告诉你 我发起火来 连自己都怕 老道是怒目而视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那可否让我见识见识 老道是眼中凶光一闪 这是你逼我的 接我一招 天魔造化大阵 好残暴的名字 李平安 唤出飞剑细语 一手握住扶桑刀的刀柄 老道是冷笑一声 接招 话音未落 身形一转 脚下加快 借着灌木丛的掩护 快如闪电 跑了 李平安愣了半秒 好一个声东击西 老道是耳边 传出一声尖锐的破空声 他想也不想 一缩声 想要向右闪去 却没料到对方的飞剑 来得如此之快 老道大喝一声 身形一扭 一剑斩向飞剑 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电光闪过 老道闷声一声 倒在树下 衣袖一挥 枝叶摇曳 松针纷飞 李平安迈着步子 一步跨出 老道是宁笑道 好 好小子 既然你不给我活络 那便怨不得我了 他的喉咙中 忽然发出诡异的声音 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 他本就瘦小 这下看起来更像是一具干尸 一双手干枯如鸟爪 却是烟红如血 十分诡异 周遭黑气环绕 恐怖的气息 就像是一条 从地狱中窜出的毒蛇 带着一股阴森的死气 小子 今日你必死无疑 话还没说完 一截刀尖从他胸口冒了出来 紧接着抽出刀 旋风一般的反手一刀 老道是眼神正了正 脑袋飞了出去 啊 这是怎么了 我 死了 直到失去意识 老道估计都没有反应过来 李平安神情淡然 慢条思理的说道 你见过哪个刺客 会等着法师放大招 方才 老道是身上散发出的力量 着实有些恐怖 含着一股凌厉的杀戮之气 隐隐透着一股同归于尽的味道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释放太慢了 恰巧李平安的燕子川云纵 刚刚领悟了缩地成寸 爆发速度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原本老道出手的一刹那 李平安小小担心了一下 可是谁知道对方半天没出手 在原地酝酿 李平安又不是傻子 待在一旁惊讶着配合他说 这招如何如何恐怖 我他娘的 直接上去就是一刀 只是虽然结束了战斗 可老道的身体 却呼地爆发出赤红色的光芒 紧接着迅速膨胀 哄 狂暴的进气 以一个点为中心 以极快的速度 向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夹杂着尖锐的破空声 这一片空间 都是震得颤抖了起来 伴随着一股雄浑无匹的进风 狠狠地轰击而出 李平安反应极快 身形骤然在半空中 划出一道弧线 飘出树杖开外 然而还没等落地 便被瞬间的破空之声 硬生生地弹了出去 周身气血涌动 仿佛在身前 形成了一道防护罩 嗨嗨 李平安重新爬起来 庆幸自己 还好出手够快 否则露死水手 还真未可知 爆炸的威力足够惊人 周遭地面崩裂开来 露出一道道漆黑的窟窿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绷 而尖锐的气压 仿佛要把人 一寸一寸地切割成碎片 老道士的身体 早就化成了灰烬 在锯坑中 只有一块红色的碎片 李平安试探性地伸手 将那碎片抓在手中 这是 老道士身上的所有物件 都被炸成了粉碎 却只有这一块红色的碎片 流了下来 想必应该是个宝贝 李平安毫不犹豫地 将碎片揣入了怀中 过了一会儿 伙计听见动静跑了过来 怎么样 李平安简单跟他阐述了一下 伙计四处看了一眼 这他娘的都成渣渣了 他有没有遗留下什么东西 诚实手心的李平安摇了摇头 面不改色地说道 没有 随后 他们处理 虽然老道炸了 可是他残害的尸体 还埋在坟坑里 足以证明 他就是罪魁祸首 至于报酬 伙计让李平安回家等消息 回到客栈 李平安便拿出 从老道士身上搜刮出的碎片 好奇地研究起来 碎片现在已经失去了光芒 就像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碎片 但给人的感觉 却极为不寻常 李平安研究了半场 也没研究出个结果 这时 碎片散发着阴晕的光芒 紧接着 一段文字 呈现在李平安的感知当中 静机的老鹰 小甜心 怎么样了 你压制住符文碎片了吗 小甜心 好古怪的名字 这老道士 果然是个心理变态 李平安微微皱眉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符文 他第一个联想到了大道符文 自己果真这么幸运 不过从对方的话中 自己得到的大道符文 并不完全 只是其中一枚碎片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给对方回来的信息 小甜心 嗯 已经压制住了 静机的老鹰 那就好 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这时 又冒出来一条信息 快乐的大男孩 话说最近我的碎片异常活跃 搞得我好几日都心神不宁的 静机的老鹰 你也跟小甜心一样 快乐大男孩 小甜心 你是用什么方法压制的碎片 面对这条信息 李平安沉默了片刻 装作没看见 容易引起怀疑 联想到玉牌的主人老道士 将人包皮挖心 估计就是为了压制符文碎片 于是说道 小甜心 用了某种秘法 快乐大男孩 老规矩 你告诉我是什么秘法 我用宝物换 或者帮你做一件事 小甜心 抱歉 秘法不外传 快乐大男孩 哎 那没办法了 接着他们便又聊了起来 李平安化作小甜心 默默潜水 因此获得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算上死去的老道士 拥有这种符文碎片的人有五个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其余四人的身份 不过他们似乎也跟自己一样 无意或有意得到了这符文碎片 随后才发现 一枚符文碎片 能沟通其余四枚符文碎片 莫非像是龙珠一样 自己要筹起五枚碎片 才能集起一个完整的大道符文 根据顾锡周所说 自己是天罚之体 若是能发挥体内六密全部的力量 可以承载六个大道符文 现在虽然只得到了一枚大道符文的碎片 不过对于李平安来说 已属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如果每个大道符文都有五枚碎片 那么自己现在已经凑齐一百三十了 李平安忍不住笑了笑 兴奋地抱着老牛 老牛 我们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老牛 猫 今儿必须吃点牛肉庆祝一下 李平安将符文碎片握在手心当中 感受着其中的力量 现在该怎么做 兴奋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困惑 哟 好东西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在身后响起来 李平安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气息锁定百分之六十八神识 已能够覆盖方圆树长 饶是如此 却还是没感受到对方是何时接近的 别激动 是我 张松凑过来 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大道符文 哟 好东西 是从那个老道士身上搜来的 李平安点点头 你也知道 大道符文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 张松道 你得到的是其中一枚碎片 跟其他四人联系了吗 联系了 李平安露出狐疑的表情 张松摆了摆手 别露出这种奇怪的表情 也不看看你哥我是谁 知道这点事情不稀奇 不过好心提醒你一句 得到符文碎片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每个得到符文碎片的人 都想将其余四枚碎片集齐 所以最好的办法 李平安沉声道 相互残杀 没错 张松打了个响指 所以记着跟碎片其他主人交流时 千万别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否则大概率会被杀死 李平安莫名想到了 黑暗森森法则 每个手持符文碎片的人 都是带枪的猎人 像幽灵般前行于林间 如果发现了其他的符文拥有者 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开枪消灭之 他人即是地狱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郑重地对张松道 谢谢你 张松心 张松忽视了他奇怪的称呼 继续道 单独的符文碎片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就算得到了完整的一枚大道符文 也很难有人能够驾驭 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所以争夺的人并不多 但不代表没有 一高人胆大 玩的就是刺激 幻想着一步登天 五枚碎片 便能够筹齐完整的一枚大道符文 届时 吸收至密藏泥丸当中 当然 前提是你的泥丸 能够承受住大道符文 否则便会碰 李平安沉阴片刻 收起符文碎片 我明白了 张松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我们去喝酒吧 你请客 为什么要我请客 李平安抬起头 张松得意地笑了笑 你当当才的讲解是免费的吗 果然 有文化的人走到哪里都饿不死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行 走吧 一日 李平安便收到了万事格的报酬 十枚中品零食 三十枚下品零食 外加一枚聚器丹 聚器丹 对于李平安来说 没什么作用 便让万事格直接给自己换了钱 拿着这些钱 给张松置办了一套帅气无比的行头 又兑换了数枚零食 本想着还了客栈掌柜的钱 回去的时候 才知道小军的公子 已经把几人欠的饭钱付了 原来李平安去万事格的时候 恰巧小军的公子来客栈吃饭 意外遇见了在这还债的小军 在知道了事情原委后 便将三人的债全部还了 多谢二位出手相救 否则小军恐怕早已没了性命 二位有所不知 小军母亲是我的乳母 我也一直将小军当成亲妹妹 如果这次小军真的出了意外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母亲交代 温顺向李平安和张松 郑重到了县 随后小军哭唧唧地 跟李平安和张松到了别 便与自家公子一起离开了 张松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开玩笑地说道 还想着那丫头以后给我当同养席呢 可惜了 虽然还清了老板的债务 可暂时也没地方去 李平安便留了下来 奇怪的是张松也没有走 李平安问他不是要去还借吗 张松便慢悠悠地说道 还不是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 李平安时不时地便去万事格 接下一些杂活 获取零食 虽然价格低 但是胜在危险性几乎为零 符文碎片上 偶尔会传出其他符文碎片拥有者的信息 不过大多时候都在闲聊天 在闲聊中互相套话 从直言片语中分析着互相的身份 争取早日及其其他的符文碎片 五个人 八百个新眼子 这日 李平安又受理了一个委托任务 寻找遗失的狗狗 这狗的主人是一个修士 主人修行 所以这狗多少有一些灵性 后来又误食了主人的灵丹 生出了灵智 那修士 只觉得养个灵虫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便开始教导 他为狗处事 滋滋不倦地教他修行学习 谁知道这狗竟然在某一日留下一封信 便离家出走了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那修士抱着李平安 为了他 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 李平安无奈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这个散修可真够穷的 李平安深深怀疑 是这狗嫌弃主人家太穷了 所以离家出走了 不过既然接了任务 还是要尽心尽力办事才是 李平安在纸上写了一个寻字 随后将纸叠成一个纸盒 系上了狗狗的毛发 纸盒顿时便像活过来一样 扇动着翅膀而去 这是李平安新开发的招数 虽然距离有限 不过用来做一些小事 已经足够了 跟着纸鹤来到郊外的某处山洞 怎么觉得这洞有点熟悉呢 兄弟干杯 干了 洞内一只白狐狸 与一只小狗正勾肩搭背地喝着酒 一只小红狐狸 给他们端来烤土豆和一盘馒头 阿白和阿红 嗯 你是谁 小狗发现了李平安 李平安道 小灰是吧 我是来许你回家的 回家 回个屁 小灰狠狠地一敲桌子 模样十分好笑 老子不回去 你给我滚 不然我就让我兄弟揍你了 我兄弟可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仙师 是不是兄弟 阿白掐着腰 醉熏熏地点头 李平安也没动怒 只是笑了笑 小灰迈着步子走过来 你小子看什么看 阿白迷迷糊糊地睁着眼睛 嗯 嗯 先生 阿白猛地反应过来 我告诉你 我这兄弟可牛着呢 有个老道伤了我弟妹 我兄弟追了那老道七天七夜 又跟他大战了七天七夜 最终被我兄弟拿下了 小灰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吹嘘着 阿白的小脸更加红了 忙捂住小灰的嘴巴 别 别吹了 阿白道 先生 你怎么来了 李平安指了指小灰 找他 原来小灰离家出走以后 意外遇见了巡视的阿白 一壶一狗一见如故 便败了把子 小灰便暂时在阿白家里住了下来 当李平安提出要接小灰回去时 小灰撇过头去 我才会不去 这是为何 你主人对你不好 小灰委屈巴巴地说道 我每日被他逼着 天还没亮 便要起床读书 一直到深夜 不让我跟其他小狗玩 连看小母狗都不让看 背不上书 还要打手心 李平安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遍 小灰仍旧是一副 今儿天王老爷来了 都不好使的态度 李平安笑容不变 君子不重则不畏 小灰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小灰高傲地抬起了狗头 李平安解释道 意思是 君子打人就得下重手 不然没法树立威信 小灰愣了愣 是这个意思吗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散修激动地拉着李平安的手 不客气 我已经好好地教育了他一番 他已经深刻明白了自己的错误 散修 你没打他吧 怎么可能 体罚不提倡 我只是口头上的教育 不信你问他 浑身缠着纱布的小灰点了点头 没错 这都是我不小心自己摔倒的 好了 那没事 我便走了 圆满完成了任务 李平安便离开了 小灰流下了倔强的泪水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努力修行的重要性 日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成为腰中一霸 你给我等着 书院景欲 我记住了你了 几片薄薄的白云像被阳光晒化了似的 随风缓缓浮游着 李平安回去的路上 忽然发现一个和尚蹲在角落里 身前摆着一只碗 哦 李平安愣了片刻 张 长青 长青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 抬起头 泪眼朦胧 小曾可找到你了 客栈内 大多数客人都在好奇地盯着 靠角落里那个狼吞虎咽的和尚 面前的碗已经落了半人膏 放在桌子上 眼看着就要到顶了 李平安小小心疼了一下自己口袋里的钱 还好这家伙不吃肉 不喝酒 否则今儿得把老牛压在这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足足又过了一个多时辰 李平安实在忍不住问道 你这脸为何圆润了不少 按理说 长青一路上吃不饱穿不暖 应该销瘦许多 怎么反倒胖了不少 长青这才微微讲述起了自己的悲催经历 他在海里飘了半个多月 脸都泡肿了 能不胖吗 最后是被一只成了金的乌龟给救了 不然还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呢 说来巧 那乌龟和李平安还颇有渊源 李平安给了乌龟一口酒 乌龟便拉着李平安 周有才 温涛三人横渡沧海 李平安有些过意不去 最后又留给了老龟一颗蛟龙的蛇胆石 没曾想 这老龟后来又救了长青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这世间因果果然一报还一报 闲来无事不从容 睡觉东窗日已红 自从来到镇妖关 李平安觉得自己似乎胖了几斤 没办法生活实在是太好了 每日便是做做任务 转转零食 拉拉小曲 跟长青和尚与张松扯扯淡 吹吹牛饼 偶尔跟符文碎片的其余四人聊聊天 互相交换一下八卦 试探着对方的真实身份 仿佛是在玩狼人杀 有意思得很 这日 镇妖关出了一件大事 犹如转霸的顾锡州 要在镇妖关外 与三明八品巅峰的大妖决战 赴八年之约 这件事在八年前便传得沸沸扬扬了 如今八年之约已到 有不少修士为此专门赴镇妖关 毕竟这么精彩的战斗 还关乎着人族荣誉 谁也不愿错过 决战当天 李平安老牛 张松 长青 三人一牛挤在了人群当中 人实在是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挤来挤去 离开了镇妖关前往战场的中心 或遇见而行 或乘风而去 或谈笑间飞出百丈开外 而像李平安这种没什么实力 却也不愿错过热闹的人 便都挤到了城墙上 争先恐后地往前挤 想要挤到最好的位置 一赌这位或许会躋身 当时一流武夫的风采 李平安他们来得早 所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三人一牛坐在石阶上 吃着买来的烧饼 从正午等到午夜 李平安听着周遭嘈杂 又热闹的声音 面带微笑 那些故事离他很远 却又很近 李平安抬起头 喝了一口烈酒 老牛 美不美 老牛 梦 李平安说 你说咱们以后 会不会也变成顾锡周那么厉害 老牛说 那是必须的 你以后能打十个顾锡周 李平安哈哈一笑 说 我要是能打十个顾锡周 便给你找石头小母牛 长青长得好看 不知道被哪个女流氓 摸了一下屁股 狠狠地说道 别让小僧抓住她 随后低下头 羞涩地笑了起来 其实那一日 挤在墙头上的众人 什么也没有看见 只感受到了 时不时涌来的狂风 他们当中 大多数都是一些 修为低下的年轻人 眼中充满了 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属于他们一代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重重山影 万里波涛 慎中如始 则无败事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天红云 满海惊波 如云四霞 如梦如换 一阵清风拂面 又是新的一日 远处 一个身影 缓缓地走来 正是顾西周 李平安没有打招呼 只是在人群中 冲他笑了笑 那个长着落腮胡的汉子 身形骤然拔起 化作一道流光 直冲天际 眨眼间便消失在镇妖关外 后来听人说 顾西周在这场战役中 以一人占三位八品 巅峰大妖 生死之际 羽化破镜 李平安们 替他感到高兴的 人生当如誓言 张松轻飘飘地说道 李平安笑着摇了摇头 也没出言反驳 心比去隔 人的活法 轰轰烈烈确实吸引人 但平平淡淡也不错 李平安不知道张松的来历 从没问过 就像张松也没问过李平安一样 张松是个蛮不靠谱的人 掌柜的让他去买酱油 落过茶馆的时候 他便跟别人吹起牛笔来 忘了买酱油的事情 有一次 张松跟人家吹牛皮 说着自己待的客栈如何如何 你们这几个穷鬼 我们客栈的菜 你们压根都点不起 当即便有人反驳道 你就点得起 张松插着腰 十分硬气地说道 我可以吃剩下的 当即四下鸦雀无声 有人默默出声道 下次给我留一点 李平安嫌弃太丢人 拉着张松回到了客栈 最近张松魔剑越来越频繁了 他说再过不久 自己便要去剑阁还剑了 李平安觉得 张松具备了高手的一切特征 但是总分不清 这家伙是在装弱 还是真的很弱 他说他的剑气都藏着呢 不能轻易外露 做人要低调 可转头 便在街上因为吹牛笔 被人追着满街跑 李平安能忍受长青的呼噜 因为长青的呼噜声音大 但是在一个调子上 听着听着就习惯了 可张松的呼噜 就感觉一会儿有人 在你耳边敲锣 一会儿有人打鼓 过了一会儿 便杀起了猪 随后又像是在磨菜刀 一晚上的呼噜声 不带虫样的 于是某一天 张松起夜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袜子 被塞进了嘴里 李平安以长青和尚的寿命启示 说 绝不是自己干的 某一日夜晚 风景很好 一弯朦胧的月亮 正灵禅一般透明的云里 钻出来 邪挂在夜空中 三人一牛坐在院子里 锅里炖着肥羊肉 肉香扑鼻 吹着醉烈的风 吃着醉香的肉 喝着醉烈的酒 长青苦着脸 喝着蔬菜汤 张松喝得醉醺醺 笑道 今儿月亮真美 李平安点头乘势 张松抱着酒坛 我喜欢过一个女子 李平安说 你喜欢男人才稀奇 张松哈哈一笑 说 这个女子不一般 李平安也有些醉了 笑道 她头上有鸡脚 还是身后有尾巴 张松也跟着捧腹大笑 今天几人的心情都很好 半晌 她才又沉声道 她是一名剑客 也是我师父 一个镇守镇腰关的剑客 她在九州游历的时候 受了伤遇见了我 便开始教我剑术 可惜我笨得要死 她跟我说 她父母都是在镇腰关 战死的剑客 她死后 剑也会插在守剑阁当中 那是她的荣耀 我跟她说 九州任何地方 我都陪你去 那时候她揉着我的头说 等什么时候剑 练好了再来 张松顿了顿又到 可惜她教了一个笨徒弟 直到她战死在了镇腰关 我都没能练好剑 她也遭人陷害 剑没能被插在守剑阁当中 我断断续续来了这里三次 可这些人根本不在乎我 更不会在乎一个死去的人 既然这帮老家伙不讲理 那老子便自己将剑 插入这守剑阁当中 李平安默默听着 这还是张松第一次 跟她讲自己的故事 张松喝干了一大坛酒 起身 握住奈柄磨了许久的剑 她的身形骤然拔起 紧接着如滚滚雷鸣般的声音 响彻镇腰关 今日张松问剑镇腰关 镇腰关 九州镇守妖族的第一防线 镇腰关内修饰如云 其人异事更是比比皆是 历代城主皆为如是道三教大能 五百年一轮换 现如今镇守镇腰关的事 道祖弟子清玄 修道数千载 身怀三柄先剑 剑术身不可测 坐镇镇腰关 天时地利人和 战力无双 所向披靡 一位身穿白袍的年轻人 匆匆走向高台 向高台的诸位行礼 城主清玄闭关 代替城主直视的是一位身穿薄袍 眉心有一颗轻质的男子 脸上戴着淡淡的微笑 儒雅中戴着一丝淡淡的从容 儒家子弟孔阳 孔阳的身旁 还有一位先锋倒鼓的男子 背后插着一柄长剑 气宇轩昂 但眉宇间却带着一丝忧色 戏道门修士 杨坚白 已经有多久 没人敢在镇妖关问贱了 1312歳 孔阳淡淡道 打杀了便是 以以警校友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人 手中握着酒葫芦 一袭轻袍 风度翩翩 气度不凡 隐隐有一股涉人的威严 似乎是当当在喝酒 临时被罩了过来 所以此刻很是不爽 最先出现身穿白袍的年轻男子 地位不高 所以只是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 和一种荣幸的表情 孔阳冲他微微点头 年轻男子会议一挥手 一十二道身影 犹如平地一抹惊鸿 冲天而去 今日张松问剑镇妖关 声音回荡在空中 带着一股逼人的气势 长剑出鞘 月光下 剑光如秋水般璀璨 十二道白光先后迎面来 其中一道高大的身影 通体泛着红光 另一道身影 则是浑身散发着清光 身上带着一股浓烈的杀气 不是人 而是两具道家的披甲浮将 只是与剑尖上的银芒相碰 一触击碎 所有人都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 只看到一道白光冲天起 两具实力强悍的浮将 便被一股凛冽的剑气吞没 第三道身影 并没有因为两具浮将的失败 而仓皇后退 反而发起了凶猛的反扑 脚下一朵莲花若隐若现 带起一道杖许长的清光 围绕着他不断地旋转着 在他的身上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威压 让人不由自主地 生出一种敬畏之心 然而剑光一闪 一股剑气 已经逼到了他的头顶 仿佛离他的天灵盖 只有几寸之油 那人急忙闪开 不敢再阻拦 对方也并没有要了他命的想法 继续勇往直前 那人摸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感觉第一次 自己离死亡这么近 与此同时 在镇腰关内的绝大多数修士 都感受到了异样 他们有的手持浮沉 有的背负长剑 有的腰缠软剑 有的手持兵器 有的粘着胡须微笑 看热闹不嫌是大 有的面色微变 甚至有些人的身体都在颤抖 突然间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一股难以言喻的压力 笼罩着他们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许多修士都说不出话来 剑阁大阵一开 随着大阵的开启 张松像是被无数软锁缠住了一样 举步为奸 就像陷入了一片流动的沼泽 让他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张松这辈子 很少跟人打架 初剑的次数则是更少 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出来 他添资太过愚钝 剑气用一些便少一些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当剑客 可是有个人 说他以后能成为天下第一的剑客 父母早逝 那时他已浪荡了十余仔 却还是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那个说他会成为天下第一剑客的女人 笑起来的时候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但眉宇间却透着一股豪气 他也有一柄剑 后来他又知道仗剑为生的人 总有一天会死在剑下 他想的太多的时候 就会疯狂地练剑 他在剑术上浸染了无数个日夜 为的就是金招 心若有所向往 何惧道足且长 给老子破 长剑一挥 三尺长的清风散发出一股苍凉的气息 杀鸡凛然 在他的控制下 一剑斩出 带着一股惊天动地的霸道之意 剑锋所指之处 无物可挡 哄 一阵阵暴响声不绝于耳 那道身影落在了剑阁之上 那个男人很奇怪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气势逼人 整个人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利剑 但他的神色 却透着一股淡淡的沧桑之胆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身上会有一种矛盾而复杂的气质 众人都在打量着他 打量着这个突然间要问剑阵 腰关的奇怪男人 张松咧嘴笑了笑 原来这便是扬名立万的感觉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要当高手 受人敬仰吗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那是一种从容不迫 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 阁下 何故问剑 一位老者不紧不慢地问道 为了一个女人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唐轩 他也是镇妖关的剑客 众人脸上不禁都露出了几次茫然之色 张松又笑了笑 死了好些年了 估计也没人记得他 我今日来 便是要将他的剑插入守剑阁当中 老者道 即是镇妖关剑客 在镇妖关战死 配剑里应入剑阁当中 张松声音低沉 他被人陷害了 你们说他是叛徒 镇妖关以利万载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老者沉声道 若是其中有何隐情 镇妖关自会查清 阁下说他是被陷害的 可有证据 张松抬起头 有 我有确凿的证据 可是你们一直让我回去等消息 我等了二十年 断断续续来了镇妖关三次 抱歉 我等不及了 剑已出窍 今日恩怨了 谁来迎战 张松一剑挥出 风雷之声不绝于耳 剑光如蓄日般越滚越大 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全场 所有人的呼吸都为之一致 心神俱震 所指之处 风云变色 老者慈眉善目的表情猛的一变 眼里流露出一股可怕的杀意 冰冷中带着一种 闭逆众生的傲然 长剑出窍 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剑鸣 两股剑刚撞在一起 场中的所有人都在后退 不得不后退 双剑碰撞的威压 足以让人窒息 就像是一座大山 压在他们的胸口 让他们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呛 呛 长剑落地 发出一声闷雷般的巨响 老者手臂一震 气血翻腾 身形一震 整个人跌落出去 不震 有人大吼 拦住他 无论对错 今日若是任由他闯了剑鸣 守剑鸣此后 孔陵玉不在 高台之上 方才指挥围杀张松 身穿白袍的年轻人 嘴角露出苦笑 待城主直视 孔阳面色不改 之前喝酒的青山老者哼了一声 倒是个不错的小子 老夫会回答 剑鸣之上的灵气 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干扰 变得沉寂了下来 张松 这个名字很陌生 老者的声音 如红中大驴 他想了半场 也没有想出 有这么一号人物 张松道 没什么本事 在江湖上没混出名 见笑了 你若是能接老夫三招 今日可活 张松哈哈一笑 我今日便是来挑事的 你尽管放开打就是 狂妄 张松如流红般的身影 仿佛被这两个字里 挟着的力量所击中 猛然停住 手中长剑不断颤抖 那股力量 仿佛要将他压垮 张松挤出一个笑容 不过如此 台步继续向前走去 他走得很慢 但胸膛却挺得笔直 高台之上 青山老者沉稳如山的气息 微微一变 右手微微抬起 宽大的衣袖一挥 面前的云雾顿时消散一空 一道光影 从云层中一闪而逝 宛如一道流星 从天而降 张松看都未看 手中长剑 宛如一条灵蛇 在头顶上方一闪而逝 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张松深吸一口气 一步落下 就在他踏出这一步的刹那 虚空中传来一声轻响 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牢笼破碎开来 随后 他每一步落下 高台都会微微一颤 但脚下却是一片寂静 只是每走一步 他都会深吸一口气 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三招一出 青山老者面色沉重 大袖一挥 起身离开了高台 杨坚看着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叹了一口气 可惜 言罢也转身离去 孔阳苦笑一声 飘然而去 走出食欲帐后 他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张松亮亮呛呛地走上了高台 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可是短短数丈距离 竟让他从一个生机勃勃的汉子 变成了一个默契沉沉的老人 须发揭白 略显消瘦的身躯 神色仍旧坚毅 却又多了几分凄凉 瘦小的背影 在这一刻显露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感 孔阳对身旁的白袍年轻人道 查一下他口中的那个女剑客 是 白袍年轻人郑重地点了点头 只是当真认他将剑插入剑阁当中吗 若是传了出去 守剑阁的名声 孔阳沉默片刻 随他去吧 守剑阁 万年来 剑池当中已有无数禀宝剑 其中步伐 有被后辈重新取出 带长辈直剑 这是每一个剑修的荣耀 也是对仙人的永久纪念 配剑入剑阁每十年一次 是镇妖关的大日子 几乎所有修士都会参加 而今天却很特殊 一道身影亮亮腔腔地闯入剑阁 虽然剑阁大阵的告破 无数修士分分为在剑阁之外 但谁也不敢轻易踏入 他们只是想远远地看一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敢孤身一人问剑镇妖关 这个场面实在是难得 剑阁内 张松用剑支撑着身体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气喘吁吁的望着剑池 他艰难地笑了笑 举起剑 恍惚间 他还是一个少年 仿佛自己无坚不摧 无所不能 任命自然可以 只是有的人 偏偏要为自己寻一个结果 张松深吸一口气 朗声道 今日剑客张松 持唐轩佩剑无悔 入剑阁 似是将胸中最后的力量 宣泄而出 洪亮的声音震人心神 他的眉宇间 眼瞳里 没有一丝畏惧 有的只是一丝平静 还有一丝淡淡的惆怅与释怀 难难地说道 师父啊 你这个笨徒弟 给你长脸了 张松问剑阵阳关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道惊雷 很快便在阵阳关传开 估计不久之后 整个九州都会知晓此事 事实上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 他们根本没有听过 九州有张松这一号人 至于他问剑的原因 更是离谱得很 据说是待人问剑 教他见的师父 死在了阵阳关 因人陷害 配剑未能入剑阁 他收集证据 奔走二十余年无果 最后迫不得已 问剑阵阳关 付出了性命的代价 这故事倒是 蛮受说书人的喜欢 英雄美人 快意恩仇 张松的尸体 被放置在城墙上 待人认领 那一日 阵阳关几乎所有知晓 此事的修士都来为官 有人暗暗惋惜 有人幸灾乐祸 有人愤愤不平 有人暗自伤神 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 牵着一头牛 走到城墙上 李平安知道了这个消息 想着不能让张松的尸体 便放在这里认人为官 于是便来了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李平安走到张松身前 张松穿着那身 向他借钱买的帅气行头 他说自己要去挑事 自然要穿得体面一些 不能丢人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沉默片刻 你的魔剑石 我收下了 果然 不能白收人家东西 现在还得为你来收尸 你知不知道 现在出名了 一辈子就这么出名一次 还是临死的时候 李平安一边轻声念叨着 一边扛起张松 只是还没等他走下城墙 路边已经被人堵死了 数名配见少年 用锐利的眼神盯着李平安 李平安无奈道 麻烦让个路 你是他什么人 其中一个穿着长袍的少年道 算是 朋友吧 李平安没有隐瞒 也没必要隐瞒 你的朋友做了什么 你不会不知道吧 长袍少年冷声道 剑阁对于他们这些 从小便受到长辈熏陶的少年来说 乃是无比神圣的存在 能入剑阁是荣耀 虽死无憾 而昨日 有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 竟然堂而皇之地 闯入了剑阁 李平安没说话 转身必要从另一条路离开 长袍少年不依不饶 你知不知道 剑阁对于镇邀关的剑修意味着什么 那是尊严 是荣誉 嗯 李平安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喂 你这家伙是什么态度 要是没有前辈的心血 你以为你这家伙 能安然无恙活到现在 你的朋友 不仅践踏了前人的尊严 还让剑阁名声扫地 李平安抬起头 他都死了 长袍少年一字一句道 带着他去剑阁道歉 李平安沉音片刻 这是那些大人物的意思 还是你们几个娃娃的想法 是我们的想法 猜到了 李平安又道 他并没有逾越任何镇邀关一条规矩 镇邀关问剑也是从来被允许的 没必要道歉 周围众人的眼神愈发灵力 他们才不管李平安的理由如何正当 仿佛今日李平安不答应他们 便不会放任他离开一样 这样会招来巡逻队的 李平安轻声道 放心 巡逻队已经被我们支走了 有人哼了一声 李平安挑挑眉 这么说 闹出多大动静巡逻队都不会来了 没错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点头 他又不放心地用气息锁定 仔仔细细 扫描了几遍找逝的这些个少年 随后说道 既然你们是剑客 那便用手中的剑 让我答应吧 就等你这句话 长袍少年当即拔剑而起 碰 只是下一秒 他的身影便倒飞了出去 身旁的众多伙伴顿时呆住了 还没反应过来 李平安神色淡然 喃喃道 张松 幸好我虽然不像你这般厉害 可对付几个小屁还是足够的 半盏茶的功夫 李平安背着张松的尸体 一步步走了下来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少年 李平安和长青 将张松埋在了一个衣衫傍水之地 风水不错 李平安拿出自己的钱 给他买了一个棺材 毕竟总不能裹着草席 便扔进坑里 长青和尚说 要给张松超度 李平安便拿着二胡 为他拉着一手悲伤的小曲 也不知道说什么 一路走好吧 兄弟 等长青和尚超完了肚 李平安拉完了小曲 已经到了下午 二人挖了个大坑 随后给棺材放进坑里 立了一块石碑 李平安坐在一块石头上 身子厚仰靠在老牛的身上 心比俱阁 吹着风 长青和尚叹了一口气 似乎是想说一些话 但最后只化成了一声阿弥陀佛 夜晚 李平安辗转反侧 没了张松的呼噜 他倒是有些不太习惯 反而睡不着了 李平安枕着老牛的腿 自己的另一边 再也感受到熟悉的气息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是千山万水的静 和静在咫尺的远 他略微愁怅地叹了一口气 老牛 我忽然有点想念那家伙了 老牛伸出另一个蹄子 安慰式地摸了摸李平安的头 李平安笑了笑 行吧 以后不管他叫张从兴了 改名叫张应器 谁让他耸了一辈子 最后应了一把呢 张松留下的魔剑石确实好用 飞剑细雨磨了几日 便愈加锋利 剑身摇曳 就像是一道流光 在镇腰关 还有一个好处 便是可以看别人打架 基本上是三天一小打 五天一大打 有时候是单打独斗 有时候是一伙人打另一伙人 虽然是打架 但也很知道分寸 不能误伤平民百姓 不能在城里打架 否则会招来巡逻的卫兵 所以一般打架 都是事先约好 在一个茶馆里 双方相互放损话 随后在郊外相互捉对厮杀 很少闹出人命 但也不代表没有 李平安每日最大的乐趣 便是听说谁谁打架了 拎着一个小板凳 屁颠屁颠地 带着老牛跑去城外 去看别人家打架 打完一架 休息一回 再转到另一家去看 并且还与其他看热闹的人 互相帮助 哪有热闹可以看 大家便相互通知一声 沉浸在一种和谐欢乐的气氛中 有打架的便有劝架的 要劝架 就要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否则不会有人卖你这个面子 长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日 李平安带着长青去城外看热闹 结果长青和尚看不过去 跑过去给人家中三品的休式劝架 阿弥陀佛 打架是不好的 打架是不对的 请二位卖平僧一个面子 你俩握握手 还是好朋友 二人当然不会听一个和尚的话 谁知道 长青不依不饶 莫及个没完 最后 他二人合力将长青和尚揍了一顿 随后各自离开了 李平安背着长青回了家 在回去的路上 李平安歉意地说道 长青 我收回我说的话 怎么了 长青肿着脸问道 论劝架 还得是你 某一日 李平安掰着指头算了算日子 自己来镇腰关 已将近四个多月了 找到了大道符文 虽然只是其中一枚碎片 不过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实力提升了不少 也长了许多的见识 他和老牛坐在一处山坡之上 遥望着远方 李平安想着 自己是时候该回去了 实际上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事 最近镇腰关并不太平 据说妖族又要打仗了 每隔几十年 妖族都会大张旗鼓地 来镇腰关找麻烦 李平安觉得 以现在自己的等级 可能都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反正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 各地的景色也都看了 临走前 跟万事格的伙计 打了一个招呼 这些日子 李平安没少帮着万事格 做一些杂火 二人也算是老朋友了 所以 李平安决定 还是跟他说一声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说不准以后再来镇腰关 还要人家照顾 伙计听说李平安要离开了 深深叹了一口气 语气中难掩失落 没了你 以后半夜母猪惨叫怎么办 老尼姑肚都丢了 又该如何 九十岁老太惨遭毒手 又如何应对 李平安 看得出来 你很舍不得我走 真的要走 嗯 是时候回去了 伙计无奈 掏出一个红包 一个人穷家富戮的 日后要多注意一些 李平安道 行义我领了 但是这钱我真不能要 伙计 你真不想要 李平安 难道这还看不出来吗 李平安打包好了 自己的所有东西 最后关上了门 对这个自己住了 几个月的屋子 多少还是有些舍不得的 不过终究还是要离开的 临走时 他摘了一朵小红花 扛着竹竿 牵着老牛 慢悠悠地走了 长青也决定要回寺院了 二人在郊外告别 一句再回 便诀别天下无穷远 草长应飞 清风拂过山岗 长青和尚望着李平安的背影 那道身影就那么走着 仿佛无所谓前路 看尽日出日落 便已是无忧无悔无憾 两个小狐狸 阿白阿红也在山坡上冲 李平安招手 火机将母猪产后护理的案子 高高挂起 等待着下一个踏入镇腰关的人 小灰狗吐着舌头 努力修行 梦想着 有一天将大仇人景欲踩在脚下 张颂的墓碑前 一朵小红花随风远去 山风吹过 吹得林子沙沙作响 李平安哼着歌 踏着轻快的步伐 意气风发 似乎脚下有着走不完的路 鼓道之上 一辆马车缓缓驶过 马车内坐着一位 穿着一身青丝绸衫中年人 眉宇间透着一股 刚正不恶的味道 一旁风鱼的妇人 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你说你干什么不好 偏偏去那穷乡僻壤的地方当官 妇人怀中 还抱着一个不足三岁大的孩童 中年人面对媳妇的指责 只是憨厚地笑了笑 中年人名唤长剑 是一名欺贫小官 围观清廉 也正因如此屡遭贬斥 最后被贬到了一个小县 此时正带着家眷 准备前往任职 老爷 看着天似乎要下雨了 那边好像有个庙 我们就去庙里休息一宿吧 赶车的黑脸汉子道 群山之中 有一座古寺 古寺已经存在了多年 即使在这穷山屁水之地 也仍然拥有一百余名和尚 常见带着夫人孩子 以及唯一的家仆黑脸汉子 走进寺庙 向寺庙的掌室和尚 展示了自己的官碟任命书 委婉地说明 自己想要在这住一宿 寺庙自是不会拒绝 因为算起来 常见所管辖的县 就包括了这个古寺 真是的 这里怎么这么脏啊 妇人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今儿她是心情不顺 所以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 常见也只是笑笑不说话 说起来 自从跟了自己夫人 当真是没想过一日得福 妇人曾经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看不中那些顽固子弟 偏偏看中了穷小子常见 后来 常见考上了功名 但常见的性格 本就不适合混迹官场 这世道清官好官 本就不好混 妇人嘴上虽然抱怨 却从来都是在背后 默默地支持着自家夫君 看着妇人忙碌的身影 常见笑了笑 有妻如此 服服何求 妇人 我去外面看看 妇人也不知是没听 还是故意没搭理她 常见傅着手走在寺中 一切都是那么的清幽 那么的宁静 让人心无旁骛 仿佛置身于无人之境 雨说下就下 风一吹 将寺庙笼罩在一片雨雾之中 隐隐有一种天上宫缺的感觉 这时 常见忽然注意到 在寺庙外 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 身边还有一头牛 一人一牛 躲在树下避着雨 男人蹲在地上 手里拿着半张饼子 一手拎着一个酒壶 为何不进来躲雨 常见问 李平安抬起头 之前有个和尚说 要给多少多少钱 才能让我进去 我身上没钱了 常见打量了一眼 对方的穿着 估计是嫌弃 这人太穷了 没油水可炸 事风日下 就连寺庙这种地方都不干净 常见开玩笑室地说道 谁说你没钱 你不是还有一头牛吗 李平安道 他呀 他是我兄弟 老牛点了点头 对这个回答很是满意 除非你加钱 话还没说完 老牛已经一口咬住了 李平安的大腿 这雨还要下一阵子呢 进来吧 我去跟住持说 李平安也没有多废话 道了一声谢 便带着老牛走了进去 寺庙的住持 因为常见的缘故 当真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还给李平安安排了一间缠房 和一顿膳食 然后叫人打了水 洗了澡 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衫 照顾得仔细 舒服 李平安洗了澡 躺在软榻上 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 准备美美地睡上一觉 然后明天继续赶路 屋外 想起了破风之音 常见的仆人黑脸汉子 此时正挥舞着场景 场景舞动 或潇洒 或刚猛训捷 每一朝每一事 都带着狂风 李平安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会儿 黑脸汉子便被妇人叫去干活 不久 天便黑了 李平安裹着被子 外面下着稀稀利利的雨 寺庙里的和尚都已经睡下了 整个寺庙几乎一片漆黑 只有月亮 隐隐透出一丝亮光 给人一种压抑之感 寺庙深处的一座偏殿当中 一片漆黑 只有一盏油灯 散发着昏暗的光芒 披着大红金边袈裟的僧人 有的敲着沐鱼 有的捏着佛珠 念着降妖除魔的大金刚服魔咒 他们或手持法器 或手持法杖 或唱着乐曲 目不转睛 神色平静 而他们面对的不是神佛 而是一群被同所困住的男男女女 这些人是山下村庄的百姓 此刻 却无一例外 皆是神情麻木 眼神呆滞 仿佛是中了什么邪术一样 乌鸦在空中掠过 留下一连串的响动 李平安从软塌上爬起来 提着裤子走到外面 来到茅厕 黑暗中 有人跟他一样提着裤子走过来 是常见的家仆 那个挥着长戟的黑脸汉子 黑脸汉子身后 还背着那柄长戟 这让李平安想起了张松 那家伙也是睡觉拉屎 都背着一柄剑 哎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时 呼的一道黑影 嗖的一声飞了进来 李平安和黑脸汉子都察觉到了 只不过 二人反应则截然不同 什么人 黑脸汉子大叫一声 立马起身追了过去 李平安则慢悠悠地提上裤子 转身往回走去 那道黑影一顿 随即不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逃得更快了 站住 黑脸汉子拔腿便追 黑影迅速没入了黑暗当中 黑脸汉子追了片刻 四处寻去 不知何时 自己跑进了寺庙的后院 隐约能听到念珠碰撞的声音 偶尔还能听到 衣衫摩擦的声音 黑脸汉子皱着眉头 疑惑地 像有亮光的房间看去 一望之下 他吃了一惊 原来这间宽敞华丽的房间里 灯火通明 有一张大床 床上盖着一张薄薄的床单 一句句凹凸有致的洞体 若隐若现 大概有五六个美貌女子 古怪的是这些女子 皆是神情呆滞 一动也不动 好似一尊塑像 一阵古怪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屋内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狭长的身影 待黑脸汉子看清了 不由的头皮发麻 那是一只只手臂长短的蜈蚣 黑脸汉子正欲 伸手去拿身后的长脊 却被人一把抓住了 少安勿躁 李平安的声音响起 黑脸汉子皱眉 你抓我几把干什么 李平安 什么人 黑暗中响起和尚的声音 李平安和黑脸汉子 则迅速回到了禅房 外面响起了嘈杂的声音 僧人们也发现了 这闯入的黑衣人 蜈蚣 寺庙 呆滞的人 李平安拿出符文碎片 在群里发言 虽然不知道群里其余四人的身份 但是他们知之甚多 对于修行也颇为了解 小天心 有人知道一种 能让人失去意识的蜈蚣吗 静姬的老鹰 能具体一点说说吗 静姬的老鹰秒回复 似乎对于李平安很是上心 李平安想了一下 小天心 似乎是可以钻入人的大脑 静姬的老鹰 再具体一点呢 李平安本就是随便问一下 再具体的一点 他便不知道了 只是将当时的情况 尽可能地描绘了出来 快乐的大男孩 如果是千足便好了 这时 快乐的大男孩也冒了出来 小天心 那是什么 快乐的大男孩 是一种蜈蚣 能够寄生于人体 不久后便会控制人的身体 之前在青州 便有邪修养殖过这种蜈蚣 甚至夺取了许多修士的身体 险些酿成灾难 小天心 那岂不是很糟糕 快乐的大男孩 对于普通人来说 自然很糟糕 可对于我们这些 修炼人体密藏的特殊之人来说 却是个好事情 千足体内的能量 能更好地帮助我们 开拓六米 完善内部 静姬的老鹰 没错 而且千足蜈蚣 蜈蚣也可以用来做药影子 有价无事 快乐的大男孩补充道 若是真发现了千足 可别忘了兄弟们 李平安若有所思 如果那些蜈蚣 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千足 那自己岂不是赚大发了 只是还需再调查一番 确认下来 一夜无眠 一日清晨 外面的雨虽然停了 可是看着天气 估计不久后 还会下一场暴雨 常见和妇人 决定带着孩子 在寺庙里多待两日 李平安也顺势留了下来 准备等到天黑再一探究竟 李平安膳食和常见一家 安排在了一起 妇人虽身穿搞素衣裳 脸上薄湿之粉 但也掩不住她的美貌 肤色白腻 一张鹅蛋脸 胸脯风挺 若是细细打扮一番 当真是个令人迷醉的有物 只是一开口 干哈呢 吃饭别舔手指头 妇人一巴掌 拍在怀里孩童的手上 刚摸完屁股 也不嫌脏 一边说着 一边用不善的眼神 盯着对面的李平安 这家伙已经连续吃偶晚饭 李平安感受到了对方的视线 埋头吃饭 心中疑惑 我吃的是斋饭 又不是他家大米 为什么 他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一旁的常见低声道 好了 娘子别生气了 再不吃饭就要凉了 我能吃得下去吗 妇人气鼓鼓道 以常见的性格 自然不会在寺庙里白吃白喝 更何况律法上有明文条款规定 虽然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 早已形同虚设 可常见却还是固执地坚守着 所以在寺里的吃住花销 都坚持自己付钱 自然包括被他找来 且口袋比脸还干净的李平安 一个月就那么点俸禄 还好心给别人付钱 妇人瞪了常见一眼 常见只是露出苦笑 李平安听了这话微微一愣 随即吃下最后一口饭 拿起茶水倒入碗里 将碗里剩下的米 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最后又捡起桌子上 掉的一个饭粒 扔进嘴里 向常见到了谢 便回房间去了 夫人 你小点声 肯定是被人家听见了 常见埋怨道 夫人插着腰 信念一瞪 听见就听见 咱家又不是什么地主老财 再说 他都是那么多了 晌午时分 寺庙来了一群拜佛的人 似乎也是山下的村民 在寺院僧人们的带领下 他们在每一座佛殿前念佛 非常的虔诚 就连常见和夫人这种普通人 都觉得这些村民十分的诡异 仿佛是提线木偶一样 夜晚 黑脸汉子来找李平安 询问他昨晚的事情 我怀疑这个寺庙里有猫念 黑脸汉子道 李平安心说 不用怀疑 肯定有猫腻 正常寺庙 哪里会养手臂粗细的蜈蚣 哪里会有赤裸的漂亮的女人 老爷让我去附近的衙门 调集人手 你老爷是 新任的县令 这是恐怕 可不是一两个捕快便能解决的 只是李平安知道自己 就算是说了 对方也并不会去听 便没有多言 俗话说 月黑杀人夜 风高放火天 借着月色的掩护 昨夜出现的那道黑影 再次落了寺庙当中 寺庙守夜的武僧 明显比之前多了一倍 还不止 黑影落在一棵树上 悄无声息地观察着四周 寻找着最合适的机会 黑影身材娇小 穿着一身黑衣 脸上蒙着一层黑色的面纱 在黑暗中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幽灵 看样子 你对自己的潜伏能力 很有信心 这时 一个声音呼得在耳旁响起 黑影一惊 几倍一凉 还没等有所动作 一个冰凉尖锐的物件 便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小心线 这时 黑影才注意到 树梢上竟然还有一个人 茂密的枝叶 遮住了李平安的身形 只露出一双苍白的毛子 李平安道 原来是个小姑娘 这儿可不是 小姑娘该来的地方 女孩一咬牙 摸出腰间的匕首 李平安原以为是奔着她来的 没曾想让女孩 刀锋一转 直奔自己的咽喉 这是要见自己一身血 可真够狠的 李平安一手抓住她的手腕 怎么 你是死士 被人发现了就自杀 落在你们手里 还不如死了 女孩咬紧牙关 李平安说道 我可跟那些和尚不是一伙的 我是新上任县令的手下 当 当真 你看我这个样子 像和尚吗 女孩摇了摇头 不像 跟我讲讲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好像县令大人禀报 女孩犹豫了一下 对方比自己强太多了 并没有必要骗自己 随即便将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平安 一年前 村庄瘟疫蔓延 此地的住持便宣称 只有体内 接受了用佛光谱化过的一种蜈蚣 方可得到佛祖的庇佑 免除瘟疫 并且还保证 这种蜈蚣对身体绝对没有害处 刚开始这话 没被多少人相信 可随着一个又一个百姓 接受了蜈蚣 众人发现他们 非但不受瘟疫的影响 而且一个个都是生龙活虎 似乎比以前更有力气了 体内的能量 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也就不由得 他们不信了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部分人便逐渐失去了自我意识 仿佛变成了体现母 女孩是村子里 唯一没感染瘟疫的信任 再加上早年间 受过一个云游道士的指点 所以才能免遭无往之灾 于是他这些日子 便一直试图寻找 解救村民们的方法 李平安越发确定 这寺庙里的蜈蚣 便是快乐的大男孩 和静机的老鹰口中的千足 这么说来 这寺庙里的和尚 全是帮凶 女孩道 寺庙里有个法号慧能的小和尚 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住持许诺士成之后 会让每个和尚都能得到长生 他们所有人都成了住持的帮凶 只有那个小和尚例外 李平安了解了大致的情况后 点点头 明白了 我去打探打探情况 你在这里不要动 李平安想着趁此机会 潜伏进去看看 女孩忙说 我跟你一起 这儿的地形我都熟 李平安略一犹豫 便答应下来 二人轻而易举地翻过了高墙 进入了后院 在一处亮光的偏堂停了下来 堂下有三间近视 靠墙的一张长桌上 放着一尊白玉观音 还有几本经书 还有一条红鱼之类的法器 三间近视 共有七个和尚 此刻正低声讨论着 哪家的妇人漂亮 一个和尚说 王老二的婆娘 屯儿翘 一个和尚则说 张大狗的婆娘 胸襟宽广 第二间近视内的和尚道 改名咱们一起玩玩 干嘛改名 就明日 王老二和张大狗 要是敢说一个不字 嘿嘿 女孩低声骂了一句下流 随后又对李平安说道 我之前也尝试过 可顶多就是在外面徘徊 每个有亮光的屋子 几乎都有人日夜不停地把守 李平安沉声道 那说明你的前行功夫还不到家 知道最顶尖刺客 是如何前行的吗 女孩有些兴奋 说道 我知道 就像是画本小说中的刺客 完成自己的目标 还能不被任何人发现 李平安点头 没错 你能教我吗 女孩眼中闪着亮光 李平安淡淡一笑 手作剑指 腰间九葫芦中 吐出一抹流光 与此同时 李平安从窗外翻身而入 杖刀出鞘 刀光一闪 划出一道弧线 一颗头颅便飞到了半空 第一间屋内的另一个和尚 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李平安一脚踢在了咽喉之上 顿时想喊也喊不出来了 第二间屋子和第三间屋子 接连传出闷响 随后再无声音 李平安收刀入鞘 潜伏成功 女孩在窗外目睹了全部的过程 眼中的亮光被迷茫所取代 这 便是最顶尖刺客的潜伏技巧吗 进来吧 解决了 李平安抬脚向里面走去 女孩跟在后面 看着地上和尚的尸体 一瞬间有些怀疑人生 这是潜伏吗 李平安淡淡地解释道 三流刺客 杀死自己的目标人物 二流刺客 杀死所有发现自己的人 而一流刺客 则是杀死自己看见的所有人 明白了吗 女孩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懂了 走进最后一间屋子 屋内有七八个不宜百姓 皆被铁链缠着 正疯狂地挣扎着 女孩仔细看了一眼 摇摇头 不行了 意识已经被全部被吞噬了 身体完全被那种怪物控制 李平安注意到 铁链上有某种力量 上面印着佛家的印记 应该是某种秘书之类的 李平安抽出刀 女孩道 没用的 普通刀剑对他们 刷 话音还未落 李平安一刀便砍掉了其中一人的头颅 一只巨大的蜀蜈 从头颅的缺口处 暴露在空气当中 气息锁定 李平安一双苍白的毛子中 浮现出一团属于蜈蜈的气 气息并不算太过强大 想想也是 除了镇腰关那种特殊的地方 其他地界高手 可并不是遍地走 你想找死 估计还得碰运气呢 蜈蜈剧烈地挣扎着 似乎是想逃出来 可是锁链上的佛印 牢牢地将他困住 李平安让女孩先看着这些东西 自己则找了个角落 拿出大道符文碎片 跟群里的小伙伴们联系 小甜心 千足蜈蜈是不是全身黑甲 长着两对透明翅膀 消息发出不久 很快便收到了 快乐的大男孩的回信 快乐的大男孩 没错 你真的发现千足了 在哪 小甜心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做法 李平安忽略了他最后一个问题 虽然群里表面和谐 可五人都在有意无意地 打探着互相的底细 从而夺取对方手中的符文碎片 快乐的大男孩 可以 不过老规矩 千足蜈蜈需要分我一份 禁忌的老鹰 我也知道千足的消息 小甜心跟我交换 快乐的大男孩 明明是我先来的 翱翔水里的鱼 小甜心 千足的消息 我知道的最多 这时 许久未说话的第四人 也冒出了一条消息 李平安不禁笑了笑 快乐的大男孩 无耻 明明是我先来的 禁忌的老鹰和翱翔水里的鱼 则相对成熟许多 并没有语气争辩 李平安回复道 小甜心 这样吧 你们先报个价 我看看哪个物美价廉 我选哪个 快乐的大男孩 我只要二十只 禁忌的老鹰 我要十五只就够 翱翔水里的鱼 干净利落的报道 十只 小甜心 那我该选谁好呢 李平安内心笑嘻嘻 绝 都给我卷起来 禁忌的老鹰 好 我只要五只 翱翔水里的鱼 立马回到 一只 我只想将千足蜈蜈解剖 快乐的大男孩 算你们狠 小甜心 成交 只用一只便换来了信息 李平安正等待着对方的答案 谁知道快乐的大男孩 仅跟着一条消息发来 证明那地方肯定有一只千足蜈蜈蚣王 至少拥有四亿 被千足蜈蚣附体后 普通人基本上六个月 就会被完全吞噬意识 千足蜈蚣天生自带内丹 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本身的战力并不强大 所以存在十分稀有 最大的弱点便是千足蜈蚣王 他一旦死了 由他排除的千足蜈蚣王都会死去 正是因为种种特性 所以千足蜈蚣 对于修炼人体六蜜的人来说 具有很大的价值 快乐的大男孩一口气发了一大串 最后又补充了一句 快乐的大男孩 羊的 老子得不到的东西 你们也别想得到 小甜心 这条消息免费送给你了 李平安愣了片刻 这 便是传闻中的被迫白嫖 禁机得老鹰 你狠 说吧 便不再说话 似乎是下线了 随后 群里没了动静 李平安收起大道符文 美滋滋 白嫖原来这么爽 李平安转身走回房间 提着杖刀 将千足蜈蜈的头颅砍下 只是他的身体仍旧在挣扎 被砍掉的头颅 也在地上蠕动着 李平安一脚将他的头颅碾碎 果然如快乐的大男孩所说 内丹不碎 身体不亡 李平安用气息锁定 判断出内丹的位置 随即一刀毙命 接下来 李平安如法炮制 将几条千足蜈蜈的尸体 都装进了临时找来的麻袋当中 滚开 放开我 我可是力不认命的县令 你们要干什么 管你是什么老十字县令 那个瞎子呢 没看见啊 便在这时 外面传来声音 李平安微微皱眉 对方这便忍不住动手了 几个武僧拉扯着 常见一家三口 两个武僧抱着身材风鱼的妇人 脸上带着迎笑 放开我 妇人抬起膝盖 狠狠地撞在一个武僧的胯下 武僧吃痛 当即给了妇人一个巴掌 把他摁在地上 正欲不轨 早看你第一眼 老子就忍不住了 要不是住持说那黑脸汉子 有几把刷子 不让我们节外生枝 早把你给办了 话音未落 武僧身子一僵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一抹流光在周遭穿梭 在夜色中回荡 虚语间 几名武僧便都没了气息 夫人 夫人 常见盲扶起自家娘子 美貌夫人外表看着胸 实则早被吓傻了 李平安一伸手 收回飞剑细语 是 是你 常见一惊 很快便反应过来 盲拱手作医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李平安笑道 要谢就谢你自己吧 一报还一报 当时 若不是常见好心 邀请李平安入寺 李平安恐怕早就离开了 不会发现这寺庙内的猫腻 更不会在此时解救 常见一家三口 美貌夫人拍着丰收的胸脯 微微抬眼 看了一眼李平安 想起自己白日时的冲撞之举 行了一个万福 低声道 付到人家不懂事 还望先生莫要计较 李平安自是不会就因为 这点小事心生怨恨 在这边 哒哒哒 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不出片刻 他们这面禅房 便被数十个僧人团团围住 李平安无奈摇了摇头 看样筋儿没那么容易了 偏偏在这时 远处又响起了马蹄声 快 把这里围住 一个也不要放跑 黑脸汉子从衙门搬了救兵 及时赶到 大胆刁民 竟敢谋害我家老爷 救兵 李平安忽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遇态 大批的兵族将这里团团包围 皆是身披铁甲 手持武器 把他们都给我拿下 黑脸汉子 威风凛凛的喊道 长剑似乎觉得 该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昂首挺胸的走上前来 本官是力不任命的县领 劝你们放弃抵抗 才有一线生机 一切邪恶 终究会被正义制裁 而本官便是正义的化身 只是这通话 反而让这些和尚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和尚道 你们还真是自掘坟墓 动动 寺庙内忽然响起了几声钟声 紧接着 那些身披铁甲的士兵 像是忽然试了神一般 在月色的笼罩下 他们的脸色逐渐变得苍白无比 有的不安地喘息着 有的高高扬起头颅 发出丝鸣 山下 几个村子的村民 纷纷迈动脚步 向寺庙走去 这 这是 礼平安心一沉 这恐怕便是千足乌公 完全附身之后 在经过佛法的压制 便成为了他们控制的兵器 篓子似乎是捅大了 周遭的空气 好似凝固了一般 似乎连风都吹不动了 月亮在乌云的后面 静悄悄地移动着 像是一种不祥的预感 等待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爆发 这便是你找的援军 李平安打去道 黑脸汉子表情更黑了 老牛 带他们进屋 李平安嘀吼 老牛摸了一声 张开双蹄 将长剑一家三口 和一身黑衣的女孩抱了起来 闪身钻进了屋内 黑脸汉子气沉丹田 喝道 来吧 杂碎们 说吧 竟然率先发难 一拳轰了出去 直接将其中一名士兵 重重砸在地上 砸出一个大坑 尘土飞扬 周围的兵族 一股奶的冲了上去 黑脸汉子 拳脚打出一阵阵破空之音 那些士兵 一个个像是皮球一般 被打得滚来滚去 只是 那足以令普通人 死上十次的伤势 落在这些士兵身上 却仿佛不痛不痒 无非便是被击飞得更远一些 或者脑袋被砸得粉碎 很快便又再次爬了起来 黑脸汉子心中 硬生生将其撕成两半 只是那名被撕碎的士兵 却仍旧生龙活虎地向他扑来 李平安微微皱眉 这便是千族蜈蜈 完全融合之后的成果 这还只是普通的兵族 如果真让他寄生了一名修士 那该有多可怕 猛然间 李平安想起快乐的大男孩 曾说过关于千族蜈蜈蜈的消息 有千族蜈蜈 就证明这地方肯定有一只千族蜈蜈王 黑脸汉子眼见这群怪物 像狗皮膏药一样难缠 勃然大怒 伸手去抓身后的长脊 却被李平安一把抓住 黑脸汉子转头 不解道 你又抓我几把干什么 李平安忽略了他的虎狼之词 这儿交给你了 说吧 施展缩地成寸 从包围圈中逃了出去 黑脸汉子一愣 想着这家伙 不会是独自跑了吧 可是又一想 对方确实没什么义务 跟他并肩作战 罢了 黑脸汉子挥动长脊 长脊在他手中 就像是一个风车一般 发出呼呼的声音 兵族虽然汉不畏死 可是根本无法近身 靠近一步 便会被重重打飞出去 食鱼杖开玩 有和尚试图阻拦李平安 李平安却是根本不做搭理 非一件细语眨眼间 便刺出了八件 和尚们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这时 李平安注意到 一个小和尚 从一旁探出头来 这小和尚 穿着一身青布袈裟 面容清秀 背着一个五尺多长的布包 看样子 似乎是要趁乱逃跑 李平安想起 女孩口中所说 给他消息的惠能小和尚 当即落在他的面前 你是惠能 小和尚吓了一大跳 随即点点头 正 正是 李平安没有多废话 我是来帮你们的 知道这寺庙 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吗 除了住持 很少有人允许进去 惠能点头如捣算 有的有的 跟我来 大殿的深处 穿过一条长廊 便有树盏琉璃灯 灯下嵌着一颗明珠 照得灯火通明 殿内坐着一位老者 面对着诸佛 这个是我们住持 惠能低声道 住持一身暗黄色的袈裟 料子质地极好 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 一双眼睛却很是平静 一双大耳垂的老高 在明珠的照耀下 他的身上似是笼罩着一层佛光 看起来就像是一尊活佛 见李平安突然闯入 他并未有任何吃惊的表现 阿弥陀佛 施主可愿意听听老那的故事 住持的声音 给人一种慈悲的感觉 让人很容易平静下来 仿佛无法拒绝他说的话 不愿意 杖刀一划 一股雄魂厚重的气息 在大殿中激荡开来 住持的头落在地上 惠能小和尚眨眨了眨眼 愣在原地 哪那么多废话 我赶时间 李平安已经感知到了地下的动静 惠能很快回过神来 似乎对这儿很熟悉了 启动地道的开关 在此地不要动 李平安嘱咐了一句 便闪身入了地道 惠能则望着住持的头颅 正正地发着呆 千族乌宫 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但同时他也曾救过 住持祖爷爷的性命 这地界 闹饥荒是常有的事情 而在饥荒中人们 要么是被吃 要么是吃人 住持的祖辈 却靠着这种千族乌宫 来作为食物 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也因此 千族乌宫 被他们家族奉为了神明 他们的使命 则是确保千族乌宫 可以生存繁衍下去 而让他繁衍的方法 只有一个 献祭人类 会能双手合十 喃喃道 叔父 一路走好 这一切该结束了 很快 李平安便与那只巨大的千族乌宫王 碰上了面 黑甲 六翼 如同一条大蛇 一般巨大 在地洞的半空中盘旋着 没有废话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吐出一口气 握住杖刀刀柄 在虚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 千族乌宫王侧身闪过 洞壁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黑色的碎石四处飞溅 千族乌宫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宛如一道闪电 李平安并没有多大压力 果然如快乐的大男孩所说 千族乌宫的本体并不强大 找准时机 高高跃起 一刀劈下 听风刀法93% 旋转的寒光 笼罩了方圆七尺的范围 所过之处 地面如被一柄巨大的利刃划过 寒光瞬间变到了千族乌宫王的身前 以一种匪夷所思的美感 将它切割成两半 瞄准的不是他的身体 而是体内的那颗内丹 千族乌宫王巨大的身体 重重倒在地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问题 这么大 我怎么带走 清晨的光芒徐徐洒落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苦涩的泥土的芬芳 那些被千族乌宫寄生 没有过身的人 逐渐苏醒了过来 其余人则是彻底离开了这个世间 千族乌宫在临死前 从他们的体内钻了出来 似乎是想回到母亲的身边 黑脸汉子拎着肠挤 大口吐着粗气 结束了 长剑带着夫人从房间里走出来 几人都好似如获新生一般 看着眼前的场面 长剑很快镇定下来 找幸存者 通知知福 上报朝廷 这儿递解出了这么大的事 朝廷上竟然还一无所知 对了 那个 那位先生呢 长剑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还不知道 那个救了他们的瞎子的名字 黑脸汉子摇了摇头 长剑又看向那个女孩 女孩也一脸猛然 我只知道 她是一个顶尖的刺客 刺客 嗯 女孩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阵阵飘飘的清风 轻轻地翻起了行人的衣巾 带着露水的柔叶轻轻浮动 旷野里响着一片轻微的速速声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李平安和老牛一人一把刀 正分割着千足乌公 老牛 咱们发了 李平安找了三个大袋子 都没能将千足乌公的尸体 全部装走 一来 这些东西个头不小 二来这东西 实在是推多了 不能浪费 吃 李平安让老牛 将千足乌公 简单处理了一下 自己则去匹柴 老牛拿出身后杯的大锅 煮了一锅的千足乌公汤 老牛 让我尝尝你的手艺 李平安一口下去 哦 李平安蹲在一旁 忍不住呕了出来 这 这是人能吃的 老牛 你是故意做这么难吃的 还是不小心 老牛 猫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一边强忍着难闻的气味 一边告诫自己 绝对不能浪费 这么珍贵的东西 当即忍着一口气 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哦 临终时不时传来呕吐的声音 千足乌公的臭味 又浓又烈 几乎要把李平安的胃 都给熏晕了 李平安大口吐着气 本以为是老牛做的难吃 然而无论是煎烤油炸 都让李平安 有一种想吐的冲动 忍着恶心 连续吃了四五只 到了晚上 胃部逐渐发热 便有一种浴火焚身的感觉 李平安当即修炼起来 使自己的泥丸 入观想状态 忽然移动 气血畅于四肢 用意往后一饮 冲入泥丸 停止片刻 一上一下 一往一来地盘旋 然后慢慢收拾 越慢越好 一遍又一遍 形成一股气流 把异物排出体外 哦 李平安吐出一口之夜 这是消化了千足乌公 剩下的废料 对身体没有半点用处 头一次觉得 修炼这般难受 胃里翻江倒海 想吐 可是吐不出来 老牛 摸 你可遭老罪了 萨尔关 大随与突厥的交战之处 额毛般的飘雪 染着鲜血的旗帜 残之断海 每一片落叶 都掩盖着士兵的大刀和长枪 这是一片杀戮之地 磅礴而冰冷 即将构成一幅 辉弘的历史长卷 这片曾经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草原 如今 只剩下了一地的尸体 血腥味 咳嗨嗨 小七赵木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他四下望了一眼 似乎已经没有活人了 拖着沉重的脚步 脚尖在雪地上一蹬 像是离开了一道口子 这时 忽得看见一个人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穿着一身突厥人软甲 头发用一根金环竖着 突厥士兵 突厥士兵拿着一杆长枪刺了过来 赵木捡起一柄弯刀 二人互相扑了过去 在地上滚来滚去 半晌之后 突厥士兵喉咙上 已被刺穿了一个血洞 倒在地上 死得不能再死了 只是赵木也好不到哪去 他挣扎着站起来 迷茫地望着四周 该去哪 能去哪 他就这样茫然地走着 走着 回家 回家 夕阳宛如一轮火轮 渐渐消失在暮色中 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丽 恍惚之中 他看见了一道人影 和一个牛的身影 人影牵着牛 从远处的夕阳中走来 老牛 我们要回家了 木 火光跃动着 噼里啪啦的作响 噼里啪啦的几声响 火星从火苗顶端迸发出来 随着氛飘得很高 赵木苏醒过来 借着火光看去 只见一个男人 正在一边吃东西 一边发出呕吐的声音 果然 还是吃不惯这玩意儿 李平安无奈地说道 老牛 你也补一补 老牛嫌弃地撇过头去 你 你 你是 啊 你醒了 李平安丢过酒葫芦 喝点酒暖暖身子 赵木解开酒葫芦 酒香扑鼻 忍不住喝了一口 本想再喝一口 可这酒实在是太辣了 片刻的功夫 喉咙越来越胀 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酒里有多 很快 赵木便否定了这个可能 自己本就是重伤 对方要是想杀自己 何必多此一举 不是只敢持续了一会儿 赵木觉得 身体中神奇地恢复了一些力量 多 多谢救命之恩 无碍 你是大随的军人吧 这是怎么了 李平安长途跋涉 刚刚从镇妖关归来 对于发生的一切尚不知晓 自从大随常公主领兵 驻官以来 便与突厥城对峙之势 刚开始 双方不断地骚扰 派遣小规模队伍袭击 突厥本以为大随这次又是小打小闹 给长公主刷刷战绩 为日后继位做铺垫 谁知道新年一时 大随突然发兵三十万 兵分五路朝着突厥人 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突厥人生性蛮横 肆意争战 仗着强攻快马之能 在中原几乎没吃过亏 可这次确实的的确确的一场血战 这么说 前面便是战场了 赵木点点头 何止是前面 这儿到处都是战场 突厥人已经将这里围住了 打算将我朝的军队 在这里围死 李平安叹了口气 哪儿都不太平安 哦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低声嘀咕 真叹娘的难吃 赵木奇怪地看着李平安 穿着一身单薄的青衫 冰天雪地的倒也不嫌冷 还带着一头牛 牛身上挂着许多麻袋 过碗瓢盆 好像是把家都搬来了 Excellent等于Omicron星号 哎 牛牛叹了一口气 这一路上 自己背的东西 是越来越多了 还好 这小子有点良心 老牛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人书 趴在地上翻看起来 赵木看着这奇怪的一幕 咽了一口兔沫 在下小气赵木 先生 怎么称呼 李平安 李平安吃完了 喝了一口烈酒 压了压这股千足无功的味道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220-250 二全音乐LV3 400-000-000 自至下品领鼓 听风高法 93% 拔刀树星号斜辽出窍 727-300分号百分号 龟西弓 93% 燕子川云纵50-51% 技能 气息锁定 68-69% 黄色命格 君子不忘洞 洞必有道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人体六命 李完 已完成20-25% 金金 天门 长金 玄泉 天鼓 尚未开发 一路走来 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新的技能 可总体上提升还是蛮大的 六命之一的泥丸 也完成了四分之一 这时 脚步声忽然响起 一个身披铁甲的中年男子 亮亮呛呛地走了过来 看见李平安先是一愣 似乎是分不清对方的身份 但是当目光看向赵木的时候 心里顿时一息 对方大随的标志性盔甲 他自然是认识的 我是总棋邓乾坤 二位兄弟 赵木忙站起来 小气赵木 参见总棋大人 邓乾坤喘着粗气 指了指李平安 这位 这位是 赵木一愣 他也不知道李平安的身份 过路的行人 李平安淡淡道 行人 邓乾坤眼睛一转 却是没有多说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 也不允许他多说什么 铁锅似乎炖着什么东西 传来阵阵 恶臭 邓乾坤闻着锅里恶臭的味道 紧紧皱着眉 李平安吐出一口气 你也吃点 还要走一段路呢 邓乾坤内心虽然是拒绝的 可也知道 这时候能有一口吃的便不错了 邓乾坤看了一眼锅里的东西 这 这是蜈蜈 一咬牙 狠狠咬了一大口 哦 李平安感同身受的笑了 这东西他吃了一路 现在虽然已经习惯了许多 可总是有一种吃大便的感觉 赵木 邓乾坤二人 抢逼着自己吃下的小半块 却说什么 也不愿意再吃了 总齐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赵木试探性的问道 邓乾坤道 还能怎么办 逃回去 屁股后面全是敌军 现在他们能做的 也就只有 寻着大部队而去 最好是能在路上 多收一些大随的散兵 或者遇见还没被打散的军队 方能有一线生机 就像是返航的大雁 相互帮助扶持 在战场上 一个人独自逃跑 存活的概率几乎为零 前面有护人家 走了这么久的路 终于看见了一护人家 赵木连忙跑过去 喷喷 老丈 老丈 我们是大随的士兵 想讨一口水喝 里面有动静 却没有开门 邓乾坤二话不说 一脚将门踹开 屋内只有一对母女拿着菜刀 惊恐地看着赵木 别怕 我们不是坏人 赵木扫了一眼 确定这破旧的屋内 没什么其他人 邓乾坤则凶神恶煞地 看着这对母女 女儿窦寇的年纪 瘦瘦小小 活像个不倒的小冬瓜 只是手臂却缺了一只 显得极为的突兀 倒是那个母亲 长得还算是耐看 母女二人跪在地上 说着别脚的话 无非便是饶命之类的 我们是大随的士兵 这对母女才稍稍安下神来 李平安走进来 有吃的吗 再弄点热水 这冰天雪地的 只有自己带的千足乌公还能吃 只是那玩意儿 如果不是为了修炼 打死李平安都不愿意吃的 妇人哆哆嗦嗦地不敢回话 想来这对母女家粮食也不多 李平安从口袋里 倒出剩下的一小块银定 这是两月前 杀了一伙匪徒领的赏钱 花得七七八八 现在也只剩下这一小块了 不过肯定是足够了 李平安将银定递给妇人 邓乾坤瞥了一眼李平安 仿佛是看见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妇人抿了抿嘴唇 万万没想到 对方竟然还能给银子 心中大喜 忙去了厨房 又让女儿去烧了一大锅开水 邓乾坤和赵木则用开水洗去了身上血污 换上了妇人给的干净粗不衣裳 顿觉身上舒服多了 这时 李平安注意到妇人的女儿 好奇地望着自己身后的二胡 这叫二胡 见过吗 女孩摇了摇头 妾声声地说道 没见过 李平安笑笑 随口问道 你家里怎么连的男人都没有 爹被抓走了 抓壮丁 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 你的 眼睛 女孩好奇地问道 我是一个瞎子 女孩摇了摇自己左袖子里空荡荡的手臂 说道 那咱俩很像 你的手臂是怎么回事 之前二德子书带着突厥人来 一群人脱我衣服 我划伤了一个人 他就把我胳膊砍掉了 女孩十分平静地说道 像是在说一件平常的小事 畜生 赵木低声骂了一句 李平安沉默了片刻 很疼吧 嗯 不过后来就不疼了 女孩看着李平安的眼睛 那你的眼睛是被谁弄瞎的 我呀 我从出生就看不见 女孩轻声道 那你好可怜啊 李平安笑笑 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 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女孩佩服地说道 大叔 你真勇敢 便在这时 厨房忽然传来声音 原来是邓乾坤见色起义 一把抱住做饭的妇人 便要向李屋走去 赵木下意识地出声制止 邓总齐 您 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 废话 邓乾坤没太大一回事 当然是玩这女人了 赵木沉声道 总齐大人 这不太合规矩吧 邓乾坤催了一口吐沫 合个屁规矩 你脑子坏掉了 没听刚才那小丫头说 他们早就被突厥人给玩烂了 咱们玩玩怎么了 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了那些突厥人 可 可出发前上头可是严令禁止 骚扰百姓 营猎女子 一律重罚 怪不得你还是一个小妻 邓乾坤哼了一声 便不再搭理她 正要将妇女拖进屋子里 手腕忽然一紧 像是被钱子夹住了一样 别多事 惹来是非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邓乾坤瞪了一眼李平安 正欲发怒 却感受到了对方手中的力量 想起来自己已经是光感司令了 这才信信地放开了手 虽是放开了手 却给了妇人一脚 娘的 快去做饭 妇人胸前露出一大片白肉 只是用手捂着跑去了厨房 扫兴 邓乾坤低声骂了几句 转身要走 身后人却拍了拍她的肩膀 邓乾坤转过头 不耐烦道 又怎么了 好歹她也是一个总妻 现在虽然落魄了 可脾气还是有一些的 白光一闪 邓乾坤喉咙被划出一道一尺长的口子 鲜血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你还是死在战场上为好 李平安轻声道了一句 随即从窗户将尸体抛了出去 老妞 老妞不情愿地走过来 抬起尸体 走到远一些的地方 开始刨坑 埋湿 一碗白水煮野菜 还有用米糠熬的一锅粥 一碟咸菜 米糠就是谷物的外壳 非常的锋利和粗糙 没有多少营养 人体的胃来说也很难消化 一般人家都是用这种东西喂猪的 不过就算是这东西 李平安和赵木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李平安自从吃过千足无功后 感觉这世界上 已经没有比那玩意更难吃的了 赵木没有看见邓乾坤 以为他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赌气没来吃饭 便问道 邓总奇呢 李平安没有回话 伸出一根手指 在桌子上点了一下 他的手指肚上 沾着一颗血珠 赵木愣了一下 看向李平安的眼神变了变 一个总奇说杀就杀了 赵木不敢再吱声 闷头吃饭 很快一锅米糠粥 和白水煮野菜 便被吃得一干二净 咸菜都没有剩下 李平安一抹嘴 一点油水都没有 肚子根本没有什么感觉 赵木肚子也没有半点的感觉 下意识地想起了 李平安带着的那头牛 只是看李平安的样子 并没有要吃那头牛的打算 所以他也只是想了想 李平安拎着竹棍走了出去 估计是想着寻一下其他的食物 可这冰天雪地的 当真是不好找 周围别说小动物的影子 光秃秃的树枝上 就连树皮都没了大半 想必也都是 被一些买不起粮食的人给啃了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坐下 靠在老牛的身上 老牛 我好 李平安一边说着 一边抚摸着老牛饱满的大腿 忍不住抿了抿嘴唇 老牛递过去一个千足无功 哦 李平安一闻这味道 险些将刚才的东西全部吐出来 你个死老牛 李平安一巴掌拍在他身上 不就是想吃你一个腿吗 小题大做 老牛捏了一个雪球 气愤地忽在他的脸上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你杀人我帮你埋尸 你做饭我帮你烧菜 你钓游我划船 你找机缘我帮你预测 就差你拉束帮你擦屁股了 忘恩负义的东西 李平安拍了拍脸上的雪 抄起一个雪球扔了过去 别闹了老牛 李平安忽然捕捉到了一阵脚步声 从声音上听应该是男子 还有甲咒摩擦的声音 很快 一个长相有些猥琐的男人 领着一群突厥士兵 朝着村子的东边走去 这猥琐男子便是二德子 二德子本是村里的闲汉子 后来不知道从哪攀上了突厥人 成为了狗腿子 在村里耀武扬威 无人敢惹 二德子会说几句突厥语 正跟突厥士兵交谈着 谁家谁家的姑娘长得俊俏 突厥人之所以被称为蛮夷 便是因为语言这一点 在三交的影响下 九州大部分正统国家 都用着统一的语言 当然也不乏像突厥人这样 近些年兴起的部落 李平安根本听不懂 他们说的是什么 虽然不怕这几个突厥人 可是杀了之后 恐怕会引来麻烦 便悄悄地走了 有人来了 赵木忽然耳朵一动 女孩爬到窗户边 看了一眼 是二德子叔带着突厥人来了 二德子 赵木眉头一皱 就是带突厥人来你家 害得你被砍了一条胳膊那家伙 女孩点点头 你快躲起来吧 二德子叔很厉害的 这种畜生 你还管他叫说 娘亲说他要是生气了 会把我们都杀了 他常来吗 女孩语气有些低沉 嗯 偶尔会来找我娘亲 赵木握紧了拳头 看着那群家伙的嘴脸 恨不得冲上去 将他们一刀刀剐了 你快去地窖躲起来 赵木知道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 匆忙钻进了地窖 很快 门被推开了 二德子跟突厥人道 这便是我说的张氏母女 家里男人参军死了 随后又用张氏母子听得懂的话道 这几位是从前线来的大官 你们娘俩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跟着军爷走 随军迎记 赵木脑海中一下子 冒出了这个四个字 张氏咬着嘴唇 脸色惨白 二德子 我 我可以跟你们走 能不能放过我女儿 二德子皱眉道 这是什么话 让你们去世带你们过好日子去 留你女儿 在这谁样活 那还不活活饿死了 张氏嘴唇哆嗦 眼神中满是怨毒 却是不敢发作 丈夫在的时候 这二德子曾经还跟他丈夫 学过一段时间的铁匠活 那时候 一副老实的模样 一口一个师父师娘的叫着 谁知道却是一头白眼狼 这分明是要将他们母子逼上绝路 二德子有些不耐烦的说 行了 别废话了 赶紧走吧 你看看这村子里 哪还有女人了 就你们娘俩 还在 一个突厥人对二德子说了一句什么 二德子一笑 行 全听大人的 反正这天色 还早来得及 一边说着 一边降门关上 几个突厥人便嬉笑着走向张氏母女 躲在地窖当中的赵木 嘴角都在颤抖 紧紧握住了腰间的刀 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 要理智 可是最后 终究还是没忍住 窜了出去 从背后将一刀插向了一个突厥士兵的心窝 吼道 畜生 我曹你娘 赵木突然冲出来 将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赵木率先囊死一个 想要拔出刀 可是却卡在了里面 一个突厥人很快反应过来 抬脚便将赵木踹在一边 屋内算上二德子 一共有四名突厥人 赵木抱起杀了一个 却还剩下三个 二德子忙躲到一旁 赵木急忙一闪 突厥人的弯刀砍在地板上 张氏抄起厨房的菜刀 一刀劈在了背对着自己的一个突厥人的脑袋上 那突厥人发出惨叫声 转过头目目言睁 看样子 仿佛是要将这夫人撕碎 只是刀光一闪 整把刀掉在地上 人也倒在了刀旁 李平安将二德子踩在脚下 手里还拎着一个兔子 刺几人 刺几人 我也是中原人 大哥 我也是中原人 赵木揪起二德子 一头扎在他怀里 膝盖狠狠一顶 直命二德子胯下 二德子惨叫一声 痛得直接瘫软在地 大哥 我我 我是中原人 中原人不打中原人 赵木哪肯罢休 抓起旁边的扁担 罩着身上 就是一顿削 别打了 别打了 饱受二德子欺负的张氏 在一旁劝道 二德子捂着裤裆求饶 脸色惨白 感激地看向张氏 师娘 师娘 师娘救我呀 赵木怒道 这家伙这样对你们娘俩 你现在还护着她 张氏将一把尖刀递给赵木 轻声道 用这个 二德子 这个兔兔好可爱 女孩盯着李平安手中的兔子 李平安舔了舔嘴唇 待会儿他会更可爱的 女孩蹲下身子 嘟着小嘴 冲小兔子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李平安忽然道 其实我以前也断过一条手臂 真的 真的 女孩狐疑地看着李平安的手 可是为什么会长出来 因为有个老神仙告诉我 你不要放弃希望 要积极乐观地活下去 过好每一天 然后我就照他说的做了 过了很久很久 我就得到了一颗鲜丹 然后手臂就长了出来 女孩眼中闪过亮光 很久很久是多久啊 就是很久啊 我手臂虽然长出来了 可是眼睛还没有复明 我就一直按照老神仙的话 坚持到了现在 等着他再给我一颗药 让我复明 女孩沉饮了片刻 随即重重点头 那我以后 也要积极乐观地活下去 李平安笑了笑 李平安搜了搜几个 突厥士兵的尸体 银子没发现多少 但是有一些值钱的物件 想必也是从哪收刮来的 这是老牛走了回来 猫 尸体都处理干净了 没有发现其他敌人 李平安点点头 嗯 做得不错 再探 老牛翻了个白眼 嘀咕着 也不知道加点工资 成天就知道压榨本牛 赵木和李平安 规划了一下路线 在萨尔关 突厥人已经形成 关门打狗之势 大随几乎很难逆转局势 现在他们的实力 再强 也是砧板上的鱼肉 但是谁也说不准 毕竟大随真正的优势 是以三教为首的 朱子百家修士 赵木虽只是一个小旗 可是对这一代的地形很熟悉 知道突厥士兵兵力的薄弱点在哪 否则如果遇见成剑制的 突厥士兵 别说李平安了 就是一般修士都很难应付 修士不是神 世人就会死 这定好逃跑的路线 李平安又去了一趟二德子家里 从中找到了许多粮食 半袋大米 一袋面 一篮子鸡蛋 四斤多的黄豆 高亮面 猪油等东西 大战之后 这些东西在村子里都极为的稀有 单说那猪油 在饥荒的时候 便可以救人性命 李平安仅带了一些炒熟后的黄豆 和小半袋小米 毕竟之后还要轻装上阵 带太多的东西影响速度 剩下的全留给了那对母女 并且将之前发现的一处隐蔽的山洞 告诉了二人 叮嘱他们先在洞里躲一段时间 避一避灾祸 否则谁知道之后还会发生什么 母女二人千恩万谢 又要给李平安和赵木磕头 被二人拦住了 趁着夜色 两拨人分道扬镳 小女孩临走时 摸了摸李平安的眼睛 眼睛眼睛快一些好 随后解释道 这是阿爹教我的 你的眼睛肯定会能好起来的 李平安笑着揉了揉她的头 学着她的语气 以后平平安安 过上幸福的生活 女孩灿烂一笑 天色越来越暗 雪下得越来越大 地上的积雪也越扬越高 李平安一步一个脚印 很快脚印便被新的积雪覆盖 雪下得太大了 压得周围的树木 都发出咔嚓咔嚓的脆响 赵木打了个哆嗦 冻得浑身发抖 抓着我 李平安道 赵木一愣 不明所以 但还是伸出手去 顿时一股温暖的感觉 从手心之中传到周身 寒冷逐渐被打散 二人走了 大约能有七八个时辰 李平安呼的止步 前方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是弩箭破空之音 有敌情 李平安在冰面上开了一个洞 青山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倒也不觉得冷 身上沾满了羽毛一般的雪花 李平安摸了摸鼻子 吐出一口寒气 咚 成了 李平安解下竹竿上的鱼线 说实在的 他实在是太庆幸自己 当时在淮路书院 让春秋和夏禅 为自己弄来了这鱼线 一路上靠着这根鱼线 不知道吃了多少美味 时间上早 李平安搓了搓手 准备钓几条鱼 炖一锅鱼汤尝尝鲜 老牛搬来一块石头 又给李平安擦了擦上面的雪 李平安便坐在石头上 想象着自己能钓到几条 又肥又大的鱼 和神和神 给我李某人和老牛一个面子 不一会儿 一条鱼荡针上了钩 李平安淡淡一笑 和神老爷 你还真给面子 一边说着 一边慢条丝里的拖着鱼线 把那一尾鲜活的鲈鱼 拖了出来 李平安解下鱼钩 眉毛一条 一尺许长的大鱼的银色鳞片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出尘 旭日东升 雪似梨花 忽颜卓站在冰河的另一头 披着一件白色披风 搅上一双乌断短靴 清俊儒雅的面容上 绽放出一抹柔和的笑意 静静地望着李平安 又抓到一只落单的 李平安在老牛身上 擦了擦手上的水 将竹竿上的鱼线重新缠上 就你一个 忽颜卓道 你不也一样 李平安扯出一个笑容 手握杖刀 膝盖微微弯曲 下一瞬间 整个人如同利剑一般射出 忽颜卓微微一笑 右手做剑绝 隔空一点 动作潇洒随意 手腕上的飞剑手环 如同活了一般 在空中轻轻一滑 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 李平安不退不闭 嘴中吐出一个字 去 腰间的九葫芦中 飞剑细语飞掠而出 叮 的一声轻响 两柄飞剑在空中相逢 刚一接触 飞剑细语 便被对方凌厉的剑光击退 只是却成功为李平安拖住了时间 眨眼间 李平安便已跃到了冰河中央 有意思 忽颜卓手中 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匣子 随手一甩 同样的一剑 同样的轨迹 同样的迅捷灵动 李平安挥刀 枪的一声挡住了这一剑 气息锁定全开 捕捉着对方飞剑的痕迹 风雪擦着尖头落下 这一剑又狠又快 从他意想不到的角度 斩到了他的膝盖 就在这一剑刺出的刹那 在李平安的感知中 血也飘了起来 周遭的声音入耳 丁的一声 剑剑在空中相交 一缕火花在黑暗中飞出 忽颜卓双眼中的赞叹之色 毫不掩饰 忍不住道 好 忽颜卓运转周身灵气 为我之前小看你而道歉 说吧 匣子中又飞出树道剑芒 一剑接一剑 就像鱼身上的鳞片一样 层层叠叠 没有半点缝隙 令人心悸的剑光 让人分不清 哪一剑先出 哪一剑会先到 就像是突然喷水的金泉 剑起漫天水珠 变幻莫测 让人防不胜防 李平安心念一动 除了那条重伤的蛟龙之外 这人恐怕是自己 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强的一人 对方年纪不大 却已有这等修为在身 李兄 赵木剑李平安钓鱼 久久未归 担心出了什么状况 便带着几个兄弟 来寻李平安 谁知恰巧目睹了 李平安与胡烟卓交战的场面 剑鸣声在李平安的耳中 响如雷震 飞剑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伤口 鲜血徐徐流淌而出 只是每一剑 都被李平安避开了要害 亦或者被他用杖刀击飞 胡烟卓忍不住皱眉 心道 这人到底是谁 单凭一把刀 居然能与自己耗了这么久 赵木向胡烟卓射出一剑 毫不意外 在中途被一柄 飞剑拦腰斩断 退后 胡烟卓冷声道 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手中剑绝一变 剑气如排山倒海般 倾泻而出 周遭的一切 都好似在被撕碎 李平安握刀的手 止不住的颤抖 耳边只有尖锐的破空声 逼得他往后退去 胡烟卓面色平静 结束了 在他的感知中 李平安已无路可退 李平安将刀尖向下一挥 在冰面上 划出一道刺耳的声响 成了 哄 下一瞬间 冰面剧烈的破碎开来 从方才一交手 李平安便以暗静 震动脚下的冰面 整个身子顿时没入了水中 只听叉的一声 冰屑四箭 连带着胡烟卓脚脚下的冰面 都出现了裂痕 胡烟卓向后跃起 便在这时 一抹寒光掠过 飞剑细语 从刚开始被一击击退后 便被胡烟卓忽略了 此刻 却忽然窜了出来 胡烟卓腰身一扭 姿势优美 有如鱼鹰掠水 眨眼之间 便掠到了岸边 碰 面前的冰面 在同时破开 李平安持刀一斩 带起一片冰凉的水花 胡烟卓没料到 对方速度如此之快 脸色微微一变 只是这一刀确实很快 但可惜的是 这一刀要跨越两张的距离 才能够斩到他的面前 胡烟卓万一尘 便要化招 然而 破 得一声 他的衣袖被一股禁风扫中 衣袖裂开了一道口子 李平安竟然将手中的杖刀 飞了出去 胡烟卓不禁一愣 只是很快便想通了 这下子 李平安手中可再无武器了 估计也是明白自己没什么机会了 想要拼死一搏 可惜 杖刀擦着胡烟卓的衣袖掠过 胡烟卓坚决点向李平安 失去了杖刀的李平安 就像是失去了獠牙的恶狼 已再无威慑 胡烟卓正欲取了李平安的性命 然而下一刻 胡烟卓的身躯顿时被冻穿 只露出一节短短的刀身 他浑身一颤 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痛 周身的力量像是气球一般 被瞬间放空 这 老牛出现在胡烟卓的身后 接过了李平安飞过来的杖刀 并且顺利插入了胡烟卓的身体 胡烟卓不可思议地转过头 望着那头从来就没有在意过的大飞牛 我 你 老牛嘴角轻轻勾起 将杖刀抛给李平安 李平安握着刀 模样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发丝上沾满了冰茬子 浑身湿漉漉的 血虽然止住了 可是血迹还在 一身本来十分干净的青衫 此刻也变成了乞丐的袍子 等等 胡烟卓完全接受不了这种失败 李平安一挥刀 干净利落地将对方的头颅斩了下来 反派死于活多这个定律 李平安一直没有忘记 估计胡烟卓到死都没有想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败在李平安手上的 胡烟卓死后 被他用秘法控制的大胡子 也恢复了正常 为了防止对方有援兵 李平安对胡烟卓迅速进行了巴施 只是胡烟卓身上带的东西繁多 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有价值的 哪个是无用的 所以李平安略意犹豫 直接扛着胡烟卓的尸体跑路了 想着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下手 李兄 你没事吧 看着李平安一身狼狈 赵木忍不住问道 不碍事 这话并不是在逞强 李平安虽然看起来狼狈得很 可实际上受的伤都不是致命伤 再加上龟西宫与泥丸的恢复能力 血很快便止住了 虽然还有些虚弱 不过那都是大战过后的正常状态 休息一会儿便好了 赵木抿了抿嘴唇 李平安扛着尸体跑路 他尚且还能理解 只是 赵木看了一眼李平安拎只手拎着的脑袋 一行人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李平安将胡烟卓的尸体放下 开始搜刮这个修士身上的宝物 其余人也没什么意见 见了李平安和胡烟卓交手之后 大家都觉得安全回家的几率更大了 胡烟卓的第一个宝物便是一个小匣子 里面有大约一十二饼飞剑 只是以李平安现在意念 控制飞剑细语还可 与其分心 还不如专心控制一饼飞剑 所以李平安便将小匣子收了起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两袋零食 品质不菲 一个小盒子装着的灵丹 却不知道作用 丹药迈向极佳 宛如上好的红色水晶一般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异香 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护身符 通体金色带着一股肃杀之气 只是此刻 却碎成了两劫 估计是失去作用了 不过李平安也没有扔了 而是装进了袋子里 一切处理好之后 又休息了一会儿 队伍便重新出发 在路上 看见了许多大随士兵尸体 这些都是想要逃出去的士兵 结果被突厥人乱箭射杀了 众人看着不免有些心凉 咱们这几个人还不够 李平安道 组织起来 方能有一些抵抗之力 李平安自然是有私心的 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 想冲出突厥人的包围圈 回到大随 着实有些不太现实 不过 如果一群人在一起 运气好的 能够幸运地冲出去 尤其是像李平安这种 有些本事在身上的 期间 他们也遇到了许多散兵 赵母和大胡子几人 便主动将他们召集起来 只是很好 有人愿意跟他们 几人当中 只有赵母是一个小旗 自然不会有什么说服力 走了五六日 李平安他们这一伙 人才拢了二十余人 林子中 有几批人浩浩荡荡地走着 最多的一批 大概有三百人 其余的也不少 并且 还有不断地从四面八方的散兵 加入他们 看起来很有安全感 可一旦遇到小谷的突厥士兵 估计会立马崩溃 赵母匆匆跑回来 李兄 你说得果然没错 咱们屁股后面 便跟着一群突厥人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并不着急 李平安淡淡道 猫追老鼠 自然不会着急 他们这是 想把咱们一网打尽 一群人看起来聚在一起 很有威慑力 实际上却跟纸糊的一样 那我们怎么办 回头干他们 干 赵母一惊 可我们这是在 撤退啊 他原本是想说逃跑 可又觉得有点不太体面 换成了撤退 李平安笑道 兵败如山倒 现在突厥士兵 估计不会想到 我们还敢反攻 可我们突什么呢 李平安沉声道 告诉这群溃兵 跟着我们能打胜仗 能活命 赵母召集了他们的小队 满打满算 一共二十五人 而跟在他们身后的 一只突厥兵 足有一百余号人 人不太够 于是李平安骑着老牛 来到众人身前 大声喊道 有没有血性男儿 愿意跟我去把 后面那群突厥人给灭了 一群溃兵并没有停下 只是冷漠的瞥了一眼 随后继续迈动脚步 跟着大部队向前走 虽然他们的数量 是身后追兵的几十倍还多 李平安清了清嗓子 便开始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怂包 娘的 一群卵蛋子 后面就有十几个人 把你们追成这样 李平安故意说 少了身后的追兵 不得不说 在市井混了这么多年 李平安骂人的本事 是一流的 曹你娘的 你再说一遍 李平安笑道 怎么 骂你们不愿意听 有本事的 跟我灭了后面那群突厥人 就你一个瞎子 今儿你要是能把爷打倒 爷就听你的 那人几步冲上来 行笔巨隔 李平安抬脚将他踹飞出去 还有谁 李平安道 就你们这个样子 就是找死 跟我杀后面的突厥人 大家一起回去 先前那个 被李平安踹倒在地的汉子 亮枪的爬起来 看了看李平安 一咬牙 娘的 干了 早他娘的 憋一肚子气了 很快 憋又走出来四五人 算上之前的二十五人 李平安又拢了二十多人 一共四十余人 伏击 自然需要弓箭 李平安让他们 其他溃兵手里去抢弓 有的士兵 手上还拿着弓 一个溃兵不愿意给 被大胡子扇了两个嘴巴子 娘的 你拿着这玩意逃命啊 告诉你 老子们可是要去伏击突厥人 你怎么打人呢 那溃兵极为委屈 大胡子微风的走了 很快 便凑集了二十多只弓 拿弓的人埋伏在林子中 第一轮便要将全部建设完 等溃兵走完了 过了好一会儿 突厥人才出现 慢悠悠的跟着大随溃兵的队伍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刹那间 所有人都成了靶子 鼻息 突厥人被打猛了 完全没想到 会冲出来一群大随溃兵 李平安率先骑着老牛冲了过去 老牛像是一个移动的山丘 将拦在身前的士兵要么撞飞 要么一脚踏在身体上 惨叫声响成一片 而突厥人递过来的长枪 在老牛身上 好像是挠痒痒一样 李平安的目标是 这只突厥小队的将领 突厥将领没有头盔 头上只系着一条布巾 手中握着一杆长枪 枪头锋利 不要乱 突厥将领大喝一声 随手一挥 长枪便发出一声尖锐的破空声 带起一片巨大的枪花 李平安从游背上高高跃起 一伸手 直接将突厥将领提了起来 比拎着小鸡仔 没有难到哪里去 杀 见了这一幕 众多突厥人都被吓傻了 四十余名大随溃兵 则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吼叫着冲了上去 这场战比想象中的容易得多 以损失了十亿人为代价 便击溃了一百余名的突厥士兵 活着了一名突厥将领 李平安等人再回去 李平安拎着这个突厥将领 齐老牛绕着众人跑几圈 众人打了胜仗 皆是兴奋地叫着 很快便吸引来了不少人 毕竟在大家都逃命的时候 能出手反击 并且还真的做到了 甚至活着了一名突厥将领 振奋人心 就好比是妻子 见到了多年为归家的丈夫 九汉冯甘霖 众人喜出望外 也都为这场胜利欢呼起来 仿佛是看见了希望 他们被千里迢迢地派到这里 深入腹地 结果被突厥人打得惨败 本来是已经失去了希望 结果现在又重新找回了 对胜利的渴望 李平安又带着人 组织了几次反攻 效果显著 不久后 他们便成为了最大的一支溃军 大概能有一千号人 赵木望着浩浩荡荡的队伍 看着李平安眼神中满是敬佩 他们像是游荡在敌人包围圈里的 一股幽灵 撕扯着那些因为胜利 已经近乎失去了 所有防备之心的突厥人 期间也遇见了几次突厥斥后的攻击 不过都被他们打退了 终于在一个夜晚 他们到了萨尔关 这场战役 本来是大随主动进攻 从萨尔关将突厥人击溃 谁知道 因为轻敌冒进等种种原因 导致了惨败 突厥人立马调及大批骑兵 将萨尔关站住 便将大随溃兵的桃鹿堵死了 随后关门打狗 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追赶溃兵 这也是为什么 李平安带着这群溃兵 能冲到现在的主要原因 可是萨尔关已经被堵死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便是强闯萨尔关 否则等后面大规模的突厥部队赶到 那便真的没有希望了 只是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想的 经过前几次的战斗 在他们眼里 李平安现在已经是神了 如果现在李平安说回头 跟突厥人的大部队拼了 估计他们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冬天的夜晚漆黑而漫长 凉气袭人 赵木抬起头 望着这月亮 对李平安说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走到现在 李平安道 人多力量大 多亏了大家团结在一起 赵木问道 明天 我们真的能赢吗 李平安磨着刀 头也不抬 不好说 不过我知道 如果不是一事 我们肯定会说 你家在哪 安北四镇 你呢 赵木 我 我家在玉门关 这场账大随会赢吗 谁知道呢 虽然败了一仗 可大随的国力摆在那里 二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 赵木似乎十分紧张 小腿都在发抖 之前他们面对的 只是小谷的突厥斥候 可现在面对的 则是大批突厥精锐的士兵 这次如果我能活着回去 便和妖妹结婚 赵木如是说道 李平安停下动作 这话可不新说 怎么了 赵木不解 没怎么 只是有个定律 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你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 赵木愣愣地点头 明白了 李平安收起了魔剑石 将杖刀重新插入竹棍当中 走了 镇守萨尔关的突厥人 大概有几千人 李平安他们 自然不会正面对上这么多人 几千人分布在萨尔关 实际上每个关卡要点 也就几百人 可是防守严密 武器精良的几百精锐士兵 又岂是那么好对付的 即使是真的冲了出去 这些人恐怕也是实不存一 然而留在这里 估计最后的意也没了 自古便是辞不长兵 情不利势 义不理财 善不为官 李平安头一次体会到了 当将军的感觉 也是头一次体会到了 这些人将性命交付于你 而你带他们走的路 很有可能是一条断头路的滋味 不过李平安从来不是 优柔寡断的人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场战争的胜负 也从来没有想过 左右千余名士兵的命运 他也没这个能力 李平安能做的最多 便是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借助他们的力量 冲出突厥人的包围圈 在这个过程中 或许能带着一些人活着回去 不至于全部被突厥人围杀在此 李平安笑道 老妞 咱也算是做了一回将军 夜色 飞雪 前方连成一片的星火 身披铁甲 凶猛威武的突厥士兵 月色笼罩不住的黑暗中 破旧的衣衫 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溃兵们 在这儿铸扎的是突厥三百余人青旗 火光跳动着 狂风在军营中回荡 首营的士兵蜷缩着身子 破口大骂着鬼天气 风越来越大 雪越下越大 士兵们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 不过有了这天气 大随士兵想必都不用他们围剿 便先冻死在雪中了 整个丘陵都是一片白茫茫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 令人窒息的寒意 嗯 那是什么东西 突厥士兵惊呼一声 黑暗中走出来一道巨大的身影 一头黑牛 牛 这儿怎么会有牛 估计是谁家跑出来的吧 另一个突厥士兵兴奋到 这回有的吃了 烤牛肉 突厥士兵舔了舔嘴唇 几个人围了上来 正准备将牛牵回去 杀了吃肉 月色下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雪亮的刀光如一轮弯月 像一阵风般掠过他们的头顶 落在他们身前 眨眼间便倒下了三人 鼻血 随着一声大吼 撕破了寂静的夜晚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只见近千名 类似野人一样的存在 从黑暗的树丛中跳了出来 他们一边尖叫着 一边冲了过来 突厥人反应极为的迅速 只是冲过来的溃兵 总数是他们的脊背 李平安骑着老牛 挥舞着大刀 对着四周就是一阵乱砍 乱石乱飞 树木折断 刀锋呼啸 声势骇人 冲 有些人的兵器被斩飞 有些人被这一冲一斩的力量 震得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有些人勉强扛住了这一刀 却被震得手臂发麻 冲婴便是凭着一股气 这股气散了 这群溃兵便也没有活路了 只有冲 汗不畏死的冲 人群中爆发出一声怒吼 一名身强力壮的突厥大汉 踢着长枪冲了出来 狂叫着冲上前去 片刻 枪下便添了几名大随溃兵的亡魂 是随军出征的武者 这便是李平安 不愿独自与军队对抗的原因 每支军队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随军出征的武者 经历无数生死搏杀 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实力 可不是单纯的武副能够比肩的 再加上军队的配合 就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 那些各以长生为目标的练气士 遇见他们都要退避三射 毕竟前者求的是胜利 后者求的是得到修仙 只是溃兵冲过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极大拖延了庶名随军武者的脚步 让李平安找到机会 带领庶名精锐撕开了一条口子 刀光剑影 血肉横飞 厮杀之声越来越是凌厉 越来越是杂乱 激烈 两座丘陵城 击脚之势隆起 中间是一片平地 突厥人分扎在两处 这样无论哪一方受到攻击 另一方都会有所准备 大随溃军冲下山坡 向最后一处丘陵冲了过去 乱剑如雨 血肉横飞 Soul 一只利剑贴着李平安的耳边划过 只是身后那人 却没有李平安那么好的身手 被射了个正正 凄厉地惨叫声此起彼伏 有人倒下 有人翻滚 却没有人停下 因为现在停下 等待他们的是死亡 只有冲 一往无前的冲 方能有一条活路 剑雨只是暂时延缓了冲来的人潮 溃兵们有的举起了盾牌 有的举起了铁甲充当保护 只是 突厥人的剑雨实在是太过密集 仿佛迎面来的是一堵墙 黑压压的一片 难以逾越 是突厥人的剑阵 有人大吼 众人脸上纷纷露出绝望的神情 李平安摊开手掌 露出半截宣纸 写着一个封字 赵木等人也照着李平安的吩咐 将李平安事先交给他们的封字取出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地吐出 封气 质地有声 风从身后吹来 从那渐渐消散的硝烟中吹来的 带着白骨鱼铁血的味道 带着马蹄声和刀枪的厮杀声 卷起漫天的飞雪 打在人的脸上 打在盾牌上 打在铠甲的锚钉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哄 在白雪矮矮的地面上 离出了一大片的空地 积雪被风吹得四处飞溅 就连几棵树都被拦腰吹断 密集的箭雨 在狂风中消散了身影 冲过去 回家 这群拼死一搏的士兵 在这一刻 显露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感 那是一种悲壮的精神 翻过沟壳 沟壳和障碍物 冲入了敌阵当中 雪夜下 迎接他们的是 汉勇无比的突厥士兵 月光照在他们的铠甲上 反射着寒光 让人不寒而栗 突厥人以为他们是来冲赢的 所以战斗的格外的勇猛 然而实际上 这些人只是想撕开一个口子 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回到大随的军中 溃兵虽然人数众多 但是长途跋涉 又是溃头 战力自然无法与以一代劳的突厥人相比 甚至他们手中的大部分的武器 还是捡来的 所以 李平安一开始 便不是要带着他们歼灭敌人 而是冲出去 只是规划好的事情 往往有时会发生变故 比如此刻 突厥人的抵抗超乎了预料 而这群溃兵 在临死之际的战斗力 同样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心比剧隔 因为谁都明白 冲出去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溃兵中不乏几个实力强劲的武夫 虽做不到以一当百 可是以一当十 还是能够做得到的 李平安手握杖刀 鼻尖充斥着血腥味和风雪的气息 鲜血顺着刀身划过 浸透了血液 染红了一片血海 这个夜晚注定不平静 驻守此地的突厥降临起研 怒吼着什么 手中握着一杆长矛 狠狠地劈在一个大随士兵的脑袋上 他的上身没穿铠甲 刀刃打在身上 只砍出一道白点 两名大随士兵冲过去 起研一拳拍在了一个士兵的长枪上 巨大的力量 让枪尾直接捅进那名士兵的胸腹 连哼都没有哼一声 便倒了下去 几个士兵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不敢去招惹对方 起研举起长枪 一声爆壳响起 杀了他们 这一吼伴随着浓厚的气血之力 所有人的声音 仿佛都被这一声大壳给压了下去 宛如平地上响起了一声惊雷 突厥士兵士气大振 下一瞬间 潜伏在人群中的李平安找到了机会 脚下生风 施展出缩地成寸 扶桑术所画的杖刀 轻而易举地穿破了起研的护体钢器 从心脏处破开 鲜血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众人纷纷愣了一下 怎么也没想到前一秒 还是仿佛无敌战神一般的存在 下一秒 便被人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正经人谁跟你玩正面 主打的就是一个骗 一个偷袭 杀 李平安的声音丝毫不比起研弱 此刻他浑身浴血 手里拎着突厥人降临起研的头颅 身上的气势就像是一尊魔神 让周围的士兵们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杀杀杀杀 赵木声嘶力竭地跟着喊道 紧接着周遭同时响起了大随士兵的怒吼声 杀 震天的吼声 丘陵似乎都在颤抖着 大随的士兵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感觉 身体内像是有一团火在燃烧 在月光的照耀下 溅起了一片片血肉模糊的浪花 一场惨烈的进攻 以一种疯狂的方式进行着 后来 这个故事便流传开来 说书的人在街头巷尾讲着 这个蛮有意思的小故事 话说曾经大随与突厥交战 因为判断失误 导致第一战大败 眼看并要全军覆没 此时 却有一人带领着千余名士兵力挽狂澜 冲出了突厥人的包围圈 此人身高八尺 胯下一头镖匪体状的黑牛 闯入敌营当中 手中一柄大刀 那是御人杀人 鱼鬼杀鬼 勇猛无比 人称 牛战士 北风呼啸 一浪接一浪 营帐内却是温暖的 像是两个世界 刘勇守在帐门口 暗暗瞥了一眼帐内的几位将军 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肃穆 沉默不语 刘勇能清楚地听见外面马丝 咳嗽 铁气碰撞的声音 大营内 正中央坐着一个身穿铠甲的女人 刚刚视察完营地满脸的尘土 却掩不住她那张绝美的脸庞 双眸似水 却带着澹澹的冰浪 长公主柳玉 刘勇抿了抿嘴唇 思绪不由非转 想到了许多事情 最后被歹人逼得走投无路 只好落草为寇成为了刘兵 本以为自己一辈子便这样了 谁想到在大漠中遇见了一生的贵人 李平安 那时李平安说他有一个普通朋友在京城 说不准能帮到刘勇 只是刘勇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普通朋友竟是长公主 后来刘勇跟了夏侯尚将军 在护送夏侯尚将军妻儿的时候 又遇见过一次李先生 这次随军前来 刘勇还特意请了假 去安北四镇寻过李平安 只是却没有见到对方 这时有人来报 禀殿下 有一只残兵从萨尔关冲了出来 什么 几位将军纷纷面露诧意 柳韵放下茶杯 梅梢微微一挑 一位将军道 萨尔关已被突厥包围 他们是如何冲出来的 属下不知 此刻他们正在营外听宣 赵募屁股挨了一剑 腿也被砍了几刀 好在伤都不重 此刻正躺在地上 大口地吃着干粮 他们真的做到了 赵募咧嘴一笑 之前发生的一切 跟他娘的做梦似的 赵募又大口喝了一碗热汤 吐出一口寒气 凭这次的功劳 回去之后便能将妖妹取进门了 这时有人走了进来 哪个是赵募 赵募抬起头 我是 出来 我受伤了 站不起来 赵募是凭着一口气冲出来的 此刻那口气散了 整个人仿佛像是被抽干了一样 让你出来你就出来 那人冷声道 其余几人纷纷眼神不善地 望着说话那人 不得无理 帘子被人掀开 一个女人踏不进来 赵募先是一愣 呆呆地望着对方的脸 在她心中 是有一个美女排行榜的 第一名自然是妖妹 位居第二的 则是家乡唯一的一所青楼中的一位花魁 虽然别人都是那花魁 不知道比妖妹好看多少倍 但赵募觉得自己的妖妹打扮打扮 不比那花魁差多少 这些年 走南闯北 也见识了不少漂亮姑娘 妖妹牢牢地占据着第一的宝座 只是此刻 妖妹 我对不起你 参见殿下 赵募猛然回过神来 能被称为殿下的人 公主 属下先锋又迎小齐赵募 拜见殿下 小齐 刘运微微有些诧异 他没有想到 一个小齐竟然在敌人的包围中 笼络了这么多的残兵 甚至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刘运点点头 你做得很好 我记住你了 赵募强忍住激动 磕磕巴巴道 其实这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李兄的功劳 李兄 是哪位将士 他本名叫李平安 不是军中的将士 战外的刘勇 听见这名字 表情一变 李先生 刘运失了片刻的神 面不改色 轻声道 那 他人呢 说是上茅厕去了 大营 刘运目不转睛地 盯着战场的沙盘 沉思着即将到来的下一场战争 只是脑子里乱糟糟的 刘运快步走进来 一拱手 刘运几乎是下意识地抬起头 刘运吞了口唾沫 这才道 殿下 没找到李先生 估计是已经离开了 要去追吗 空气似乎停止了片刻 随后刘运得到了答复 算了 你退下吧 叫几位将军 来有钥匙相伤 是 刘勇退了出去 老牛拉着绳子 望了一眼警钟 李平安的声音传来 老牛 拉 图景 圆圆的露炉 柳罐斗子 老牛摇着露炉 这东西非常费劲 手摇露炉把 脚底下的冰溜光赠亮 一不小心 脚下一滑 弄不好 人会落井 不一会儿 老牛便把李平安拉了上来 李平安拿着满满一瓢凉水 刚才在下面 他已经喝饱了 这是留给老牛的 老牛喝了一口 冰凉的感觉充斥着口腔 爽 老牛喝爽了 松开了咕噜把 李平安哀悠一声 从井口消失 再次掉了进去 随即破口大骂 老牛眨了眨眼 本牛又不是故意的 李平安露出满足的神色 总算是回来了 老牛 走了 一人一牛 向着远处走去 风雪夜归人 安北四镇 刘济面摊 老牛将备好成分的面条 下进钢筒里滚烫的热水 有熟客走过来 老牛 第二锅面 得嘞 苏鱼有一锅饺子 二锅面 第一锅面条下进去 清水变了面汤 更加浓稠 也添了面条的香气 越煮越香 便让二锅面占了便宜 汤宽一点 面硬一点 加点青油 多放点菜叶 有人说道 好了 老牛一抬头 盯着李平安的脸 哎呦 李瞎子 李平安淡淡一笑 老牛 许久不见 进来可好 好好 我好着呢 老牛大笑 这年头 一分别再遇见了 可不容易 面条熟后过凉水一击 立马捞进碗里 放青菜 撒上葱花香菜 泼上红油油的辣子 乘一勺滚烫的高汤浇到碗里 最后加一勺卤好的羊杂 羊杂放得满满的 像是一座小山 又给加了一盘菜 一碟花生 一大碗红烧猪蹄 还有老牛的 李平安每次点面都要给老牛点一碗 这个习惯老刘还没有忘记 老牛高兴地摇着尾巴 葱花青菜点缀期间 那儿不燥 农香裹挟着羊杂特有的气味扑面而来 一口接着一口 恰到好处 喜无山喂你喉咙 日头刚刚好 边聊边吃 一口气喝完了一锅汤 卵意生发 从头流到脚 彻底绝了凉气 我怎么一路走来 东边都倒塌了不少 李平安咬了一口大蒜 老牛叹了一口气 打仗呗 半年前大随和突厥 在安北四镇打了场大仗 这些人啊 跑得跑 死得死 这好多屋子都塌了 被烧了 李平安沉默片刻 也跟着叹了一口气 希望几个故人都平安无事吧 说起来 李平安对安北四镇感情是特别的 虽然之前在小山村待了十余年 可那时候 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安北四镇才有了一个房子 有了稳定的工作 当杀手也算是工作的话 跟老刘告了别 李平安便回到了自己的小院 小院还是当初马三娘给自己买的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会不会在某个地方又开了一家立春院 想来 生意应该不会差 小巷的青石板已经碎得不成样子 西边的院墙也塌了一块 只剩下了一扇门 门上和墙头上都长满了青草 院墙塌了一半 露出了墙角的房梁 屋子 屋子呢 只剩下一片废墟了 满是凄凉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另一边 阿丽亚家的房子也塌了 李平安有些担心阿丽亚的姐姐 朵哈 阿丽亚去书院了 李平安也走了 家里只剩下朵哈 临走时 李平安拜托王爷的父亲 多多照顾朵哈 以王家的地位 要保朵哈平安不难 李瞎子 这时 走来一个汉子 是向子口把守的一家 虽说没什么交情 但是以前都是一个向子的 抬头不见低头见 偶尔会打个招呼什么的 啥时候回来的 张哥 李平安笑笑 就接儿刚回来 二人又寒暄了几句 汉子道 朵哈说 要是见到了你 让我给你烧个信 他跟着王家去御门关了 果然与李平安想的没错 只是可惜了自己这个院子 汉子叹了一口气 我家之前也这样 后来又重盖起来了 李平安走到院子里 椰枣树也化为灰烬了 只剩下一小节 没有烧完的树木 李平安转悠了一圈 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袭上心头 趁着天还未晚 李平安和老牛 在安北四镇 慢悠悠地晃悠起来 他打听了几个朋友 包括刘二在内的几人 结果都没有得到消息 自己离开安北四镇的时候 正好赶上掩打帮派 刘二因此被关进了大牢 战事紧急 或许他也被拉了壮丁 派往前线 天下若大 想要再遇见一面 何其难也 有些时候说了再见 便是再也不见 安北四镇 现在大部分地方 都成为了军事要地 后方的粮草 通过这里运往前方 大街上满是兵足 这场仗 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 不时的有兵丁 在街上抓壮丁 看样子 安北四镇 不适合再住下去了 从大隋到镇邀关 再从镇邀关 回到大隋 李平安走得有些累了 便想着和老牛 找个安静的地方 好好休息一阵子 顺便安心修炼 正好这次得了一些零食 至于什么时候再次上路 那就随心情咯 最后在小院的废墟中 度过了一晚 李平安和老牛 便踏着清晨的朝阳启程了 三月后 暮色中的小村庄 升起了屡屡吹烟 一层白茫茫的大雾笼 罩在其中 村庄的四周青山环绕 避水长流 李平安和老牛踏着路 沿着田野的小径 在草木和泥土的气味中 向山上爬去 方寸清净地 临山进水四季鸣 偷得福生半日闲 自在逍遥权益鱼 砍完了柴 顺带还打了一只兔子 摘了一些酸酸甜甜的果子 李平安跟着几个早起的村民 打了招呼 慢悠悠地回了家 早餐是一锅薄托 其实就是面片汤 有句谚语 叫做巧夫做不得无面博托 意思便是 巧夫难为五米之炊 吃完了一锅的面片汤 老牛便开始洗碗刷锅 李平安则坐在炕头 一时下沉 进入观想状态 这些日子 他一直在冲击迷惘 偶尔会跟拥有 大道符文的其他人 在群里聊聊天 交流交流心得 这个世界上像李平安一样 修炼人体六米的人 虽然不多 但是也不是没有 他们的目标 只有一个 寻找大道符文 一直到晌午 老牛叫了一声 猫 吃中饭了 中午饭便是白天抓的兔子 家里的口粮不多了 过几日这屋子也不能住了 这屋子之前的主人 去别的地方谋生了 正好想着 有人住在这儿 能为房子添点人气 不至于落败了 俗话说 人要饭寸 屋要人寸 房屋如果没人住 常年没人管理 就会坏得快 这屋子主人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谁知道最近得到消息 在外面混得不咋地 准备又回村里了 他们回来了 李平安自然要给主人腾地方 只是自己住的地方 暂时还没有着落 李平安喝了几大口凉水 这才走了出去 上午和晚上是修炼的时候 下午李平安则会背着二胡 在村子里走走 小山村不比大城市 娱乐生活匮乏 自然也不会有人 因为李平安二胡拉得好 便打赏几个钱 只是小山村有小山村的好 他还是蛮喜欢这种宁静的地方 感觉日子过得悠长 一切都变得很慢 反正他也不着急 一切慢一点 蛮好的 李平安坐在村中心的一棵柳树下 老牛打了个哈欠 安静地趴在一旁 准备睡个午觉 李平安靠在大树上 拉起二胡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 走过来一个汉子 似乎是刚刚下完地回来 一屁股坐在柳树根上 取下头上的草帽 扇着风 从腰间掏出一块汗精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汉子叫刘大栓 是村子里唯一愿意听 李平安拉小曲的人 听完了之后 从怀里摸出一文钱 正要给李平安 便见媳妇从不远处走过来 刘大栓赶忙将钱收起来了 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样 妇人插着腰骂道 听听 干完了活 不知道回家 跑这听一个瞎子拉曲 干脆你也瞎了得了 刘大栓憨憨地笑了笑 媳妇 别这么说人家 妇人瞪了她一眼 赶紧滚回家 说着 便将刘大栓怀里的一个大子 收了回来 什么时候藏的钱 上次卖面时候剩的 长本事了 妇人横眉冷树 说 还有多少 就剩一个 刘大栓从来都只是笑 随后 便被气愤的女人 拎着耳朵回家去了 临走时 刘大栓的右手背在身后 食指和中指扣在一起 轻轻一弹 李平安伸手接过 是一枚大子 原来剩了两个 李平安不禁笑了笑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二百六十到二百七十 这段日子 一心一意地扑在修炼上 妮婉能明显地感觉到 与之前有大有不同 身体各项素质 也提升了不少 只是修炼归修炼 生活总少不了柴米油盐 家里的粮食不多了 村子里也没多余的房子了 李平安便自己 找了个顺眼的地方 搭建一个茅草屋 总的来说 哪都要钱 李平安翻出家里值钱的东西 准备去黑市换一些钱 这些东西 还是上一次 杀了突厥人胡言卓 从他身上搜刮来的 一个小剑侠 里面装着一十二饼飞剑 虽然不是反品 可是对于李平安来说 如同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两袋品质不菲的零食 这个要留着修炼用 而且这东西卖出去 容易惹祸 一个小盒子装着的灵丹 宛如上好的红色水晶一般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异香 经过这些日子的研究 这灵丹应该是必读一类的 一个碎成两节的金色浑身符 李平安想了一下 将碎成两节的金色护身符 和小剑侠装在一起 一日 清晨 便去了镇子上 稍大一点的镇子上 都是有黑市的 没什么稀奇的 贩卖一些走私为禁品 文物古丸 嘶言什么的 李平安和老牛 在黑市上逛了一圈 找到一处当铺 也没有弄点什么 当铺的掌柜一笑 露出一颗金牙 李平安道 当个东西 说着掏出那没碎了的护身符 掌柜看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又仔细瞧了半天的护身符 这 这东西哪来的 捡的 捡的 嗯 李平安点头 掌柜双眼一眯 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招呼李平安进来 李平安露出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容 上钩了 李平安跟着当铺掌柜走进屋内 掌柜随即关了门 又不放心的四处看了看 来 跟我来 我给你看的大宝贝 掌柜如是说道 李平安甘笑一声 大宝贝 走进后院 当下便有三个光着膀子的壮汉 都是青灰色的短衫 脚上绑着一双布鞋 其中一人身上还挂着一把刀 掌柜关了门 似笑非笑的望着李平安 瞎子 这东西到底哪来的 李平安沉声道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掌柜向前走了一步 今儿你要是说不出来这东西的来历 便甭想从这走出去 你不怕官府找你麻烦 今儿老子把你在这宰了都没人知道 老子要是怕官府 就不会在这谋生 李平安点点头 十分识相地说道 二十两银子 这事就算了行不 掌柜忍不住一笑 二十两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挺有家底的 李平安伸出手 那给我吧 掌柜一愣 随即勃然大怒 你小子找消逝吧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老子的名号 二十两银子 你拿好 掌柜恭恭敬敬 对上了钱袋子 李平安颠了颠份量 往肩上一杯 多谢 甭跟我客气 掌柜陪着笑 李平安背着钱走了 二十两银子 足够做许多事情了 一个成年人 一年需要三 六弹米 一个小孩需要一 八弹米 假设一个三口之家 一年需要大概十米九十 也就是说 十两银子左右 便能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 只是李平安修炼人体六米 所耗的能量 是普通人不能比拟的 之前去镇邀关的时候 一路上风餐露宿 一天只能勉强吃一顿饭 最困难的时候 连饭都吃不上 虽然一路上见识长了不少 可修炼却是因此变得缓慢 再加上赶路 也不能专心修行 所以回来之后 李平安才寻思着 找个平静的地方好好修行 将之前的补回来 李平安买了三斤黄豆 猪肉 猪板油 又花高价给老牛 买了一些正常老死的牛肉 价格贵得吓人 不过老牛已经产好些日子了 不给他买一些 实在是说不过去 有了这些钱 李平安又找了一些村子里的人 给自己帮忙盖房子 一听说瞎子找人盖房子 并且工钱很够 刘大栓的老婆急匆匆地赶回家 你跟那个瞎子 关系不是很好吗 去跟他说说 干活带你一个 刘大栓低着头 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瞎子 让人家听见了多不好 心比去哥 那不叫瞎子叫啥 二狗子 夫人美好气地说道 刘大栓低头编着框 人都招满了 我还去干啥 让你去你就去 他之前在村口天天拉去 你时不时还给人的大子 以为我不知道 现在他有钱了 理应照顾照顾你 刘大栓默默地没说话 虽然万般不情愿 可还是抵不过自家婆娘 最后磨磨蹭蹭地 走到了李平安盖房子的地方 双手插在口袋里 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 过了一会儿 又蹲在地上 似乎是不准备去 麻烦李平安了 谁挣点钱也不容易 拽了一根狗尾巴草 叼在嘴里 想着待会儿回去 跟自家老婆解释的理由 刘哥 这时 李平安的声音忽然响起 刘大栓抬起头 李平安道 有事吗 没啥事 溜达溜达 李平安会心一笑 正好 我有事找刘哥 家里要盖房子 人手不太够 刘哥能不能给我大把手 工钱一天两个大子 刘大栓点点头 憨憨一笑 行 李平安炒了一锅子的黄豆 揣在怀里 时不时摸出两个 在嘴里嘎巴嚼着 也因此村里的孩子 极为喜欢凑到李平安身边 因为 你要将他说高兴了 李平安便从口袋里 摸出一把炒熟黄豆给你 小乡村大部分 虽然算不上贫瘠 但也绝不富有 一年到头 谁家孩子能吃点小零食 能吃到炒熟的黄豆 已数不易 二十两银子听起来多 可就是不惊话 李平安大手大脚惯了 没什么攒钱的习惯 有钱了便奖励自己 去镇子上喝酒吃肉 再加上盖房子 请人吃饭 买地 很快 二十两银子就花光了 于是 李平安便又去了镇子上的黑市 李平安拿着那没碎了的护身符 又来到那家当铺 掌柜的当东西 掌柜 你探娘的 换个人坑行不 Excellent等于 Omicron型号 哎 李平安走在街上 轻轻叹了一口气 果然同样的方法 不能用两次 世间万事都有其两面性 小地方虽然有小地方的好处 可是缺点同样明显 找不到什么地方 能赚到块钱 赵哥 我这今年刚租 怎么又交上明年的了 而且 这已经长三次了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 皱眉道 在他对面 是几个身穿短衫的混混 腰间各自别着短棍 这钱又不是我定的 你赶紧交就完事了 赵哥 您再宽线宽线 中年人的语气 近乎哀求 为首的混混道 好 我最后再给你两日 否则这破店 你甭干了 李平安一喜 钱 这不就来了吗 搁几个生意行吗 赵虎昂手挺胸的 迈着步子走在街上 身后跟着七八个坦胸路怀 腰间别着短棍的混混 街上的人见了他们 如碰毒蝎 唯恐避之不及 黑虎帮 骑老大郭恩 曾做过丝颜贩子 虽然身材短小 长相丑陋 却是出了名得很 稍有不快 便白刃相见 杀人不眨眼 逐渐的 这儿的黑恶分子 皆为他操纵 有钱人不愿意惹他们 没钱的人打不过他们 让他们嚣张到如今 这些人但凡有财路的地方 便如苍蝇见血 无所不沾 郭恩狠 手下的兄弟 也学太阳狠 赵虎随手拿了一个 小贩摊子的苹果 目光随意一瞥 就见一个瞎子 拿着拐棍 牵着老牛迎面走过来 手里拐棍 点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响声 赵虎看了一眼 他身后那头牛 彪肥体壮 是一头好牛 当即动了心思 故意拦在瞎子面前 二人不出意外地撞上了 赵虎嘴角一脸 怒道 你他娘的瞎呀 对不住对不住 我这眼睛不好用 还请见谅 赵虎捂着胸口 大口吐着气 不行了 给我撞得喘不过气来了 几个小弟立马 气嘴巴舌地道 小子 你把我大哥撞出病来了 你贪上事了 周围的人见了这一幕 暗自比喻着赵虎 推不是东西了 连一个瞎子都欺负 只是心里这么说 敢出头的 却一个都没有 就连看赵虎 都是用眼神片 生怕被对方发现了 赵虎还有个外号 叫赵扒皮 这瞎子倒霉了 几个小混混 对着瞎子一阵拳打脚踢 瞎子又害怕又委屈 一边躲闪 一边说 别打了 别打了 我脑袋有病 你他娘的 像谁脑袋没病似的 我大哥脑袋长进水知道不 赵虎摆摆手 示意兄弟们停手 随后对瞎子道 本来是想把你扭送到官府的 看你也不容易 既然如此 那便将你身后这头牛赔给我吧 众人心中暗暗脆了一口兔目 呸 恶心 瞎子十分满意 对方先动手把自己打了 然后还要抢他的牛 医药费 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 他在心中默默算着 赵虎见着瞎子没搭理自己 自顾自的嘀咕着什么 上前便要给他一个巴掌 你他娘的 你先一边去 李平安一挥手 轻描淡写的将赵虎扇到一旁 碰 赵虎身子飞出三丈远 翻滚了几圈 最后脸部刹车 溅起一片泥土 黑虎帮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彼时 黑虎帮的老大郭恩正在吃着涮锅子 他今天心情不错 准备今晚去青楼听听小曲 打打牌什么的 谁知道一个瞎子 带着自己的几个小弟就来了 这瞎子还扬言 自己被赵虎几人打了 要求郭恩赔偿自己医药费 郭恩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只有别人给他的分 还从来没有他给别人钱 李平安捂着自己的心脏 瘫在椅子上 不瞒您说 我这心脏从小就不好 您的这几位手下 上去就给我一根报打 郝轩给我衣服打开线了 还有我家这头牛 从小就有抑郁症 本来这些日子都有所好转 经过这么一下 估计病情又要加重了 您看 咳咳嗨 该怎么办吧 郭恩死死地盯着李平安 像是毒蛇开着墙角的老鼠一样 敢问阁下遵性 李平安 郭恩微微眯眼 我郭恩在这混了这么多年 怎么没听过李平安这个大名 刚来没多久 没什么大名 李平安道 郭恩不是傻子 自然能看出来 李平安是故意来找茬的 如果不是他拦着 周遭的兄弟们早就一拥而上了 只是混迹江湖这么多年 郭恩自然懂得其中门道 别人说他狠 其实他从来都是 对那些不敢反抗的小民百姓狠 他清楚地知道 谁能惹 谁不能惹 比如此刻 郭恩即使是知道对方来找茬 也没有立即发作 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三种独自行走江湖的人 能不要招惹 尽量不要招惹 僧尼 老弱 女子 若没有祥人的本领 绝不敢独自行走江湖 郭恩决定先探探路 说道 那阁下觉得此事该如何解决 李平安虚弱地说道 我这心脏一犯病 就得找郎中 好几日不能干活 这吃喝拉撒 还没等他说完 当即便有个黑虎帮的小头目站出来 怒吼 小子 你看娘的 别脸不要脸 你可知我大哥是谁 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竟然上我黑虎帮来敲诈 一边说着 一边踏步上前 哄 下一秒 李平安抬脚 踢腿的路线从右到左 镜头一转 一气呵成 干净利落 这一幕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没有求饶 也没有一声惨叫 哄 那人的后背狠狠撞在墙上 墙壁猛然碎出一个大洞 李平安重新坐下 捂着心脏 一副虚弱至极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模样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 我心脏有病 你不知道吗 您看这是文银五十两 郭恩脑门上全是汗水 李平安捂着胸口 发出声音声 哎呀 郭恩连忙改口 五十两那是肯定不够的 再加二十两 哎呀 我的小心脏啊 再加二十两 那肯定也是不行的 郭恩感觉自己的心在低血 只见李平安一手捂着心脏 一手掐着自己的人中 老牛也学着他的模样 用蹄子掐着自己的牛中 郭恩嘴角微微抽搐 最终以一百两文赢了了此事 李平安顿时心脏也不疼了 乐呵呵的 把装银子的箱子 放在老牛身上 老牛高兴的尾巴打着旋 像是小风车一样 走喽 一人一牛 迈着轻快的脚步回家去了 李平安置办了一些家具 又用这些钱 买了几只小母鸡 几头母羊 还养了一窝可爱的小兔子 零食在这种地方很罕见 不过好在手里还有一些 足够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了 时间一晃两个月过去了 李平安有些低估了自己修炼的速度 两袋零食很快便用得差不多了 于是便想着镇子上的黑市上 有没有一些低等级的零食 在黑市中打听了一下 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李平安早有预料 有零食和没零食 对他来说一样修炼 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区别 所以 他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形态 没打听到就算了 这日 李平安刚刚修炼完 穷文负武 不知道是谁说过功夫 本质上是吃出来的 养出来的 边吃边饿 吃以养精 饿以化气 练武只是把内在身体条件显现出来 李平安蛮认同这个观点的 就比如自己修炼的龟西弓 龟西弓 93% 龟西弓本质上便是通过正确的修养养出来的 而不是光靠苦练就能练出来的 需要一点点的培养 磨练 内力要练得越久 才会越深厚 精气神就会积累起来 越积越多 体力也就越强 养炼结合 以养为主 就好像种树一样 把种子种下 保证阳光和水 种子自己会慢慢长成大树 在小山村的这些时日 明显比自己在路上修炼的精进许多 只是前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俗话说 未闻到 难者再发 已闻到 难者再才 李平安现在便属于后者 黑虎帮给的一百两银子 已经快要用光了 李平安苦思冥想了一会儿 砰砰 开门开门 李平安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胖一兽两个男子 小子 新搬到这儿的 知道规矩吗 这半年的年前 李平安一愣 年前 不知道规矩 跟别人打听打听 我们是黑虎帮的 黑虎帮 李平安表情一变 胖男子得意的一笑 怎么 听说过 一旁的兽男子 扫了一眼屋内的摆设 你小子家里挺富裕啊 单纯把以后三年的钱 全交了得了 省得我们兄弟 还得刺刺来 就是 胖男子在一旁帮枪 告诉你我大哥常杀人 李平安嘴角忍不住轻轻勾起 二人不由得皱眉 这小子笑什么 被收保护费 难道这么开心 怕不是一个傻子吧 黑虎帮 郭恩正跟几位黑虎帮的小头目 一边吃饭 一边聊天 很显然 他已经从几个月前 被人讹诈了一百两银子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来 大家干了 干了 众人同时举杯 大哥 大哥 怎么了 火急火了的 郭恩沉声道 颇有一副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的风度 还没等手下人解释 郭恩便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李平安捂着心脏 脚步虚晃 郭 郭当家的 可嗨嗨 郭恩 这小子他娘的 怎么又来了 李平安指了指跟他一起进来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胖瘦两男子 贪坐在椅子上 诉苦道 郭当家的您是不知道啊 我正在家吃着火锅 唱着歌 这两个年轻人 滑的一下 便冲了进来 不讲武德 对着我就是一顿毒打 还让我娇什么年前 不娇就指定没有好果子吃 我这幼小且可怜的心脏啊 郭恩看向两个不争气的小弟 恨不得把他俩得千刀万剐 你说你没事惹这个瘟神做什么 最后 李平安和老牛又扛着一百两银子走了 缠鸣声声催人醉 炎炎夏日红似火 一片过躁喧嚣 行人匆匆 又过了两月有余 天气转凉 秋风来袭 吹落了一地的秋叶 但也吹出了一片蔚蓝的天空 郭恩正在屋里吃着热腾腾的火锅 一边欣赏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一边搂着漂亮的小剑 人生啊 郭恩正感叹着美好的生活 就见一道令他有些崩溃的身影 再次出现 李平安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身边跟着一位黑虎帮的小弟 郭恩都要哭了 你他娘的羊毛 也不能就一个羊身上号啊 一回声 二回熟 都他妈哥们 下大雪了 鹅毛般的大雪 纷纷洋洋 漫天飞舞 弥蒙了远处的树林 模糊了重叠的山林 一个落腮胡汉子 踏着风雪 从远处走来 是县里的捕快卫武 李兄 你要的小报 小山村跟外界几乎是隔绝开来的 平静却也封闭 只有每月县里的底报 时不时传来外界的消息 除此之外 还有一家小报 会刊登一些小道消息 只是小报上的消息 却是真真假假 所以李平安便拖了捕快卫武 每月来巡查的时候 给他带荡月的底报 卫哥 外面冷吧 李平安热情道 快进来暖和暖和 外面飘着雪 屋子里烤着火 锅里炖着猪肉 一大块木柴在噼里啪啦的燃烧着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肉香和松香 卫武抖搂了抖搂身上的风雪 什么味道 这么香 猪肉 卫哥待会儿熟了 带回去一些 卫武客套道 家里不爱吃那玩意儿 李平安自然分得清 二人聊了一会儿 等猪肉熟了 便给卫武装了一盒子 行 我带你嫂子和侄子谢过了 跟我还客气什么 卫武拎着猪肉走了 老牛将报纸摊在桌子上 细细地读了起来 虽然在萨尔关战役大败 但是随着战略的调整 大随紧接着打了两场胜仗 报纸上铺天盖地表达着 对长公主柳韵的赞美之情 李平安挺替他高兴地 照这个势头 以后见了柳韵 要叫皇上了 李平安笑了笑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能在报纸上 看见其他几个友人的消息 长青和尚 阿丽亚 王毅 胖俊 赵琳 锦玉 烟十三 一大锅猪肉 留下自己和老牛的 还能剩下许多 李平安分了几个盒子装下 拎着盒子出门了 村子东口 有一座两镜的简陋茅屋 孤零零地立在雪地里 那是刘大栓的家 刘哥 李平安敲了敲门 很快 门开了 妇人正在炕上数落着自家汉子 见了李平安眼睛一亮 哎哟 平安 以前妇人见了李平安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总怪自家汉子听了曲不够 还要时不时给人家几个大子 可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李平安那可是香饱饱 以前是一口一个瞎子 现在则亲切地成了平安 家里炖了一些猪肉 给嫂子和孩子拿点 李平安递过去一个盒子 肉 小娃娃正玩着小木棍 一听到有肉 顿时便扔下了木棍 妇人难言喜色 说道 哎哟你看你 自己留着吃呗 一个人也吃不完 又聊了几句 李平安道 行 那我先走了 刘大栓抬起头 我送你 风雪袭人 李平安道 回去吧 刘大栓 我送你 走出好远 刘大栓才停下脚步 谢谢 客气 李平安从怀里摸出一把豆子 刘大栓憨憨的笑了笑 你的曲子拉得真好 说完 便走了 这还是他头一次评价李平安的二胡 估摸着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李平安嘴里嚼着炒熟的黄豆 嘎巴嘎巴的响 没有瞎打听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小秘密 人家总不能把一天奖励几次的次数 时间 地点都告诉你 世道不太平 大随在边关打仗 就连远在千里的小山村 都跟着不太平 听闻周遭几个县闹了匪幻 刘大栓早早的起了床 接着他和村里的王老汉去镇子里办点事 王老汉叼着一个汉烟袋 嗨嗨直咳嗽 但还是巴巴的抽着 对于他来说 汉烟便是他的命 等哪天不抽了 估计也离去了那天不远了 离年关近了 日子却不太平了 王老汉喋喋不休的抱怨着 刘大栓闷闷的不说话 王老汉早已习惯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 避避 就在这时 一声尖锐的响声忽然响起 林子忠忽然冒出来十余个身影 手上都拿着真家伙是 是流传到此地的匪徒 为首的一个长着到三角眼的凶恶汉子 开门见山 年关了 爷们没钱花 竟然拿出了钱就过去 拿不出钱便埋在这里吧 他的声音比这呼啸的寒风还要冷 王老汉颤颤巍巍道 好说好说 随即便将口袋里的钱掏了出来 你的呢 三角眼又看向刘大栓 刘大栓翻遍了口袋 也就只有五个大钱 还是娘子让他去买土豆的 就这些了 三角眼冷笑 那就留下一条胳膊在这儿吧 王老汉赶忙道 他的我替他给 我替给他 随即脱下裤子 将缝在裤衩内的口袋撕开 又拿出一个小道不能再小的银钉 还有七八个大子 还望兄弟们能抬抬手 王老汉赔笑 三角眼手摁在刀柄上 放心 你都这么听话 兄弟们肯定抬手 说吧 拔刀便奔着王老汉的脑袋看下去 王老汉吓得面无血色 本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是那刀硬生生地停在自己的面门前 三角眼面色一变 手像是被钳子夹住了一样 刘大栓摁着三角眼的手 沉声道 钱都给你了 干嘛还赶尽杀绝 娘的 给我上 周遭几个匪徒一拥而上 刘大栓将王老汉推向一旁 一拳便将一人砸在地上 顿时就没了气息 他的打斗方式很简单 拳脚 没有多余的动作 一处急死 片刻后 这群匪徒便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 王老汉呆呆地瞪着眼睛 半上说不出话 王叔 刘大栓熟练地买好了尸 不忘对王老汉叮嘱道 王老汉点头 嗯 暮色沉沉 十二具尸体一次排开 正是先前被刘大栓杀死的匪徒 是他吗 是他 不快魏武忍不住笑了笑 找了这么些年 总算是找到了 只是这家伙的实力 魏武道 不急 我自有办法 月亮高悬 李平安正在修行 呼得感受大道符文碎片一动 群里有消息 静机的老鹰 有件事谁能帮帮我 我要杀一个人 价格可异 快乐的大男孩 什么人 静机的老鹰 一个本该死了的人 快乐的大男孩 人在哪 什么修为 静机的老鹰 大随永安县三水村 李平安微微挑眉 三水村 这不正是自己现在所处的小山村吗 过碗瓢盆碰撞的声音 不断地响起 刘大栓正准备午饭 糊糊粥 用筷子一搅拌 跟水似的 一点也不粘稠 上面 还漂浮着一些菜叶子 另外 还有昨儿吃剩下的饼子 刘大栓吹着火 等火烧大了一些 这才站起身 窗外有人影一闪而逝 如果是普通人 肯定发现不了这一变化 刘大栓微微抬眼 片刻后 眼皮又重新搭了下来 轻轻叹了一口气 该来的还是来了 刘大栓的儿子 叫刘小栓 刘大栓家穷 刘小栓一件衣服 穿了一年又一年 已经盖不住 小肚子了 别的小孩子嫌弃他 撒尿活泥 也不愿意带他一起玩 刘小栓便坐在一块石头 自己玩泥巴 这时候 李平安走过来 怎么了 一个人在这儿 刘小栓低着头 贬着嘴唇 他们不愿意跟我玩 他们不愿意跟你玩 李叔陪你玩 李平安抓起一把泥巴 好奇到 哪来的泥巴 用尿盒的 李平安沉默片刻 放下了泥巴 刘小栓忽然抬头 李叔你娶我娘好不好 李平安忍不住笑道 我娶了你娘 你父亲怎么办 不要带家伙了 刘小栓赌气式的说道 他太没用了 不可以这么说你父亲 李平安戳了戳 小家伙的额头 刘小栓扁着嘴 本来就是嘛 一点本事都没有 还不让别人说了 李平安摸着他的头 犬不择家贫 子不嫌母丑 要是李叔是我父亲就好了 李平安摸出一把炒熟的黄豆 就因为我有钱 刘小栓抹了一把鼻涕 有钱当然好了 至少有了钱 我娘就不用每天犯愁了 也不用每天嚼菜叶了 不过钱都是次要的 我爹见了谁都弯着腰 一点骨气都没有 之前黑虎帮的小混混调戏我娘 我爹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怂死了 刘小栓喋喋不休的 跟李平安抱怨着 李平安闲来无事 又陪着他玩了一会儿 直到天快黑了 李说 我要回去吃饭了 刘小栓站起身 不过 他肚子已经圆鼓鼓的了 吃了好几把黄豆 一个劲的放屁 估计晚饭已经省下来了 去吧 李平安拍了拍他的屁股 晚上 老牛不在家 说是出去溜达 但估计是调戏小母牛去了 李平安懒得做饭 便打开糖瓷罐子 里面装着熬好的猪油 往饭里浇点酱油 放点猪油 李平安便蹲在门口 吃着猪油泡饭 夜幕降临 月亮又大又圆 悬在头顶 给人一种惊喜何兮 何去何从的感觉 小山村陷入了一片寂静当中 有的地方亮了起来 有的地方却是一片寂静 凉风袭袭 吹烟鸟鸟 不一会儿 老牛回来了 嫌弃地瞥了一眼 李平安的碗中 没我 你就是这玩意儿 老牛迈着步子走进厨房 很快 火便升了起来 老牛系上围裙 准备做一锅猪肉炖粉条子 火光越来越旺 锅中的热气也越来越浓 香气肆意 这时 刘大栓走来 捧着一个篮子 上面装着几个白面大馒头 刚出锅 香极了 按理说 以刘大栓的家底 这种白面馒头 是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的 或者浇税的时候 用白面底税 现在却蒸了这么多 李平安淡淡一笑 刘哥 家里蒸了一些馒头 给你拿来几个 老实憨厚的汉子 把篮筐放下 随即便坐在那里低着头 刘哥有诗 嗯 能不能麻烦你 明天把我把我家婆娘和孩子送走 送到哪 刘大栓沉声道 送到省城 我省城有个朋友 开一家古玩店的 报酬到了以后 他给你 李平安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只是拿起馒头 咬了一大口 嗯 馒头不错 刘大栓得到了答复 笑了笑 麻烦了 一日 清晨 雨堵白的天空 薄雾明明 刘小栓不满道 这么大早起来干嘛 往常凶巴巴的妇人 此刻只是沉默地拉着刘小栓 刘大栓来来回回地 将行李搬到马车上 一言不发 半晌后 才对李平安道 拜托你了 李平安鞋靠在马车的车架上 懒洋洋地打了的哈欠 微微点头 刘大栓这才转过头 你们到省城等我 我过几天就去找你们 妇人盯着自家汉子的眼睛 欲言又止 放心 刘大栓拉住自家娘子的手 上前一步 妇人忙收回手 趁怒道 多大人了 也不知道休 二人上了马车 爹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刘小栓探出头 爹处理点事 过几日便过去找你和你娘 哦 注意安全 妇人叮嘱道 嗯 刘大栓点点头 妇人不知为何心有点慌 见四下无人 孩子也缩回了头 在刘大栓脸颊轻了一下 都老夫老妻了 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和孩子等你 驾 刘大栓站在原地 望着承载着妻儿的马车离去的方向 直到他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牛车在一条小路上飞驰过 扬起一片尘土 娘 我们为什么要走啊 刘小栓不解的问道 平时能说会道 小嘴不停的妇人 这时候却是难得的沉默了下来 李平安悠悠的拉着二胡 拐了个弯 牛车前出现了一名二十七八岁的男人 身穿青色静装 左手提着一把古铜色的宝剑 眼神凌厉 他孤身挡在道路的中央 如果说其他人是躺壁当车 那么他便是一座山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小小马车 不对 是牛车 看我一箭斩枝 下一秒 牛车从他身上呼啸而过 老牛 木 装个锤子 坐稳了 李平安提醒了一句 他站在车头 手中握着杖刀的刀柄 四周的竹子摇曳 风起 树道人影相继而出 娘 刘小栓小脸惨白 此刻 他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爹让他们去省城了 这是 仇家找上门来了 李平安缓缓抽刀出窍 冷森森的一道荧光击事出 如镜般的刀身 冷气森森映出竹林 刃口上高高的烧刃中间 凝结着一点寒光 仿佛不停的流动 宛如一道银色的刘光 越远看越清晰 更增添了锋利的良意 自从得了张松给的魔剑时 杖刀和细语飞剑 都愈加锋利了不少 一道弧线 奇异的气流撕裂空气 就像是从天外飞来的流云 漫步惊心间 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惊的杀机 最诡异的是 他的刀明明是从正面劈来 几人却不约而同的感觉到 一股寒风从背后袭来 片刻后 李平安重新坐下 取出酒胡落 喝了一大口 吐出一口浊气 刘小栓呆呆地望着这一幕 好 好帅 呼 看样子 静机的老鹰已经动手了 前日 静机的老鹰在群里询问 有没有人愿意去大随永安县三水村杀一个人 报酬好商量 虽然静机的老鹰没有明确的说明 要杀的人是谁 可李平安很容易便能察觉到 平静的村庄内暗潮涌动 夜幕降临 村内便多了许多细微的动静 这些都逃不过李平安的耳朵 而静机的老鹰的目标便是刘大栓 这让李平安十分感兴趣 最重要的是他有些怀疑静机的老鹰 现在就在三水村 李平安自然不会错过这个 获得大道符文碎片的机会 待家中的契尔离开后 刘大栓将家里的土炕敲碎 从里面取出一块长条破布 破布包裹着一柄刀 乍一看 像是一根黑色的铁棍 除此之外 还有一块暗无颜色的碎片 大道符文碎片 随后他又找来了一把大扫帚 小心翼翼地将地面上的灰尘清理了一遍 把自家的地窖封好 仔细检查了一遍 做完这一切之后 刘大栓才不缓不慢地关上了房门 用一字锁锁好了房门 走在村子有些泥泞的道上 有早起的村民 跟他打招呼 刘大栓跟以往一样 只是点点头 他走得不缓不慢 仿佛上山要砍一些柴一样 不多时 树道人影紧跟着上了山 刘大栓一直走到山上 山上有三个人在等他 其中一个便是捕快卫武 还有一人是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 一名三十数头的大汉 看起来颇为不凡 卫武将刀垫在下面 然后在石板上放了一瓶酒 四个烧饼和一包烧鸡 吃得正香 是你 刘大栓眼皮一跳 这个从来都是处遍不惊的汉子 微微吃了一惊 卫武嘴角带笑 我也没想到会是你 闲话少叙 东西交出来 或许你能活 新笔巨隔 刘大栓将破步解开 露出了那柄刀 凭你们取不走 那便试一试 卫武取出刀 折指石板上的酒和烧鸡 这些东西死后会放在你坟头 同样的话也送给你 刘大栓 还有一个名字副刀千牛 他常年背着一柄刀 在千牛村出生 所以得了这么一个名号 青天剑的附坚正曾说过 像李平安这种强烈的天罚之人 是独一份的存在 天罚之人虽然罕见 但是也拥有一小撮人 这一小撮人 是寻找大道符文医院 最强烈的一种人 他们修炼人体六命 寻找大道符文 希望有朝一日 能登天正道 刘大栓便是这一小撮人中的一个 死在他手里的人不计其数 从屠灭千牛村 三百一十二户人家 再到永定屠杀 不是在杀人 便是在杀人的路上 然后某一天 他忽然乏了 脑子里不断回想起 被自己杀过的人 男人 女人 老人 孩童 于是 他便将刀和符文碎片放下 来到了这个一山傍水的小山村当中 娶妻生子 看着自家小子 从小猫一样大 慢慢长到现在 听着自家婆娘在耳旁喋喋不休 这样的生活 好像永远都不会腻 他也终于明白了 之前自己杀的那些人 为什么会在自己 劫持了他们的妻儿后 那些人便会甘愿俯首 晚霞烧红了半边天 吹烟鸟鸟的村寨里 不时地传来几声狗肺鸡鸣 仿佛是一个遥远 朦胧的梦 夕阳终于耐不过时光魔力 坠落在山谷里 地上满是尸体 魏武的尸体 便混迹其中 刘大栓亮亮呛呛地走着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有人感叹了一句 刘大栓抬起头 鲜血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 李平安靠在一棵树上 这可怕而壮烈的一幕 仿佛跟他毫无关系 刘大栓愣了片刻 李平安道 副刀千牛 这名字听起来蛮有味道 符文碎片群里 一共有五人 小甜心是李平安自己 静机的老鹰 快乐的大男孩 以及不爱冒泡的 翱翔水里的鱼 而第五人 便是从未说过话的 副刀千牛 我 妻儿呢 不用担心 我家老牛会一直 将他们送到省城 得到了妻儿安全的消息后 刘大栓挤出一个笑容 勾搂着背 歪着脸 睁着一只勉强睁开的右眼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 别说是普通人 就是修饰受了这样的伤 恐怕也早就凉透了 可是刘大栓 却凭借着天罚之人的身躯 扛到了现在 只是生机已断 再无可能 他重重摔倒在地 想着大婚那日 想着家里的屋子 想着自己的娃娃 想着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刘大栓嘴唇如动 也算是 罪有应格 你 你是什么人 我 李平安淡淡一笑 跟你一样 一个寻找大道符文 平平无奇的江湖人罢了 九州某处 静机的老鹰 无奈叹了一口气 果然 短时间内召集的那帮废物 不是副刀牵牛的对手 不过 还好老子还留了一手 副刀牵牛的消息 我已经提前放出去了 希望他手里的大道符文碎片 是被人拿走了 而不是丢在某处了 否则真就是大海捞针了 头疼啊 找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 副刀牵牛的下落 最后反倒是这个结果 静机的老鹰揉着额头 快乐的大男孩 小甜心 翱翔水里的鱼 这三人会是谁 取了副刀牵牛的碎片 娘的 要不是老子脱不开身 静机的老鹰思索片刻 决定先放出一条消息探探路 静机的老鹰 副刀牵牛死了 是哪位做的 报酬我还没给呢 李平安心中冷笑 报酬 这家伙可真会说话 恐怕到时候来的不是报酬 是刀片吧 你装 我也会装 小甜心 死了 怎么死的 谁干的 一问三连 快乐的大男孩 副刀牵牛 已经消失好久了 之前还欠他一个人情呢 可惜了 小甜心 这时 许久未说话的 翱翔水里的鱼陷了身 翱翔水里的鱼 也就是说 咱们当中有人手里 有了两块符纹碎片 一针见血 静机的老鹰 没错 群里沉默了片刻 翱翔水里的鱼 快乐的大男孩 跟你买个消息 翱翔水里的鱼 忽然转移了话题 快乐的大男孩 什么消息 快乐的大男孩 一直是群里的情报贩子 贩卖各种情报 似乎就没有 他不知道的事情 翱翔水里的鱼 关于中州突厥人的消息 快乐的大男孩 哦 你还对这个感兴趣 翱翔水里的鱼 我想知道突厥人的战略部署 快乐的大男孩兴奋到 突厥人最近在和大随打仗 这消息可贵啊 翱翔水里的鱼 价钱你开 李平安微微皱眉 翱翔水里的鱼 似乎很在意 突厥跟大随这场战争 莫非他或他 感慨自己的运气足够好 本来是想在小山村隐居一段时间 谁知道阴差阳错 又得了一枚大道符纹碎片 算上之前的那一枚 总共两枚了 还差三枚 便能够筹齐一枚完整的大道符纹 这速度比李平安预想的 要快上不少 日子恢复平静 山晋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东风如界 李平安一如往常 拉完了小曲 慢悠悠地回到了家 今天的晚饭 简简单单弄了一个烤兔子 一份清蒸鱼 一盘烤鹅 三龙大馒头 三斤羊肉 和一串卤豆腐干 十个鸡蛋 老牛 今儿伙食不咋地呀 李平安抱怨道 老牛翻了个白眼 有的诗就不错了 还挑三拣四的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李平安一边踢牙 一边道 老牛 前几日买的糕点放哪儿了 我在甜甜肚子 老牛 你小子属猪的 小山村今年的收成并不太好 再加上边关战事 各地税收提升了一倍不止 周遭的几个县 也起了匪患 所以穷苦人家 只能吃一些鱼心草 前把菜 把野菜用白水煮了 或者下锅炒 油水肯定是不会放的 一家人就靠着这些东西 维持基本的生存 村里人都知道 李平安家里日子过得好 所以 时常会来向李平安 借一些粮食 李平安偶尔会借一些麦糠 肉和米面 却是很少借的 一来 自己修炼人体六米 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 二来 借完之后 这些人都还不起 你借了一个 便有第二个人来朝你借 村里这么多人 李平安总不能每家 每户都借给他们 生米 恩豆米愁 这日 李平安又在家里煮了肉 弥漫的肉香 很快便吸引了不少孩子 一个个趴在大门外 瞪着眼睛 口水都流出来了 李平安全当作没看见 反正他也是一个瞎子 也不会觉得尴尬 刚开始时 他是会分一些肉 给这些孩子的 毕竟几个孩子嚼着树叶 眼巴巴地看着你 多少还是有些愚心不忍的 只是后来 大槐树家的蔡嫂得了便宜 便让自家孩子 次次来李平安家门口盯着 得了李平安给的肉 就赶紧拿回去 然后再跑过来 站在李平安家门口 李平安都被气笑了 这是哪有当羊毛号啊 这也就罢了 拿了这么多人 蔡嫂连个谢字都没有说 上一次 李平安还听见蔡嫂 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 于是以后 蔡嫂的孩子再来 李平安便不给了 因为这事 李平安得了不少埋怨 蔡嫂说 李平安家里盖房子的时候 自家男人出了出了多少力 半句也不提李平安 当时给的酬劳 而且还管饭顿顿有肉 李平安也懒得跟他反驳 跟对方计较这些 反倒是显得没有格局 只是以后便少搭理 他们家便是了 李说 李说 一个扎着羊脚边的小女孩 抬起头 咧嘴一笑 是王寡妇家的孩子 二鸭 这是我娘让我送来的 二鸭拿着一个小袋子 袋子里面装着大枣 王寡妇男人死在了战场上 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家里也过得紧紧巴巴的 之前李平安常常给这些孩子 一些黄豆 或者吃肉的时候 给他们挤块 王寡妇家里做了一些好吃的 或者摘了一些新鲜的果子 便给李平安带去一些 虽然知道李平安家里 什么也不缺 但好歹是一片心意 李平安没有拒绝 拿起一颗红枣 尝了一口 觉得香甜滋润 不错 正好 今儿炖了猪肉 你拿回去一些 二鸭一双大眼睛 直勾勾的盯着锅里 将想吃二字写在了脸上 不过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我娘说不能再吃李叔的肉了 李叔挣钱也不容易 李平安笑笑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有时候能帮 便帮一把 虽然不求回报 但你好歹到一声谢 心里记着好 像菜嫂 别说感激了 反倒是觉得 你给他东西 是正常的事情 这便让李平安很是不爽了 炖了这么多 吃不了 你李叔饭量很小的 李平安道 老牛瞥了他一眼 撒谎都不打草稿 二鸭吞了口唾沫 撒鸭子跑了 似乎是怕自己意志力不够坚定 李叔再见 李平安无奈摇了摇头 他刚来小山村时 最开始住的房子 便是王寡妇男人 给自己张罗的 心比剧鸽 之后 人家也没少关照自己 所以王寡妇男人死后 李平安也时常关照他的妻女 一抱还一抱 王寡妇家 二鸭匆匆跑回来 嫂子给你李叔了吗 王寡妇正在做饭 头也不回地说道 给了 二鸭吐着粗气 怎么了 被狼撵了 二鸭认真地说道 娘 还好二鸭跑得快 否则又要忍不住诱惑 被李叔的猪肉所吸引了 王寡妇笑道 这就对了 以后李叔给你吃的 可不能再要了 欠人家多大一个人情呢 知道了 你李叔眼睛看不见 就算有一些积蓄 可是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二鸭点头如捣蒜 娘 今天吃什么呀 不一会儿 晚饭就摆上了桌 西粥 腌菜 还有野菜 餐点粗粮做成的窝头 王寡妇手里则拿着豆饼 豆饼之类原本是卫生口的 可在寻常百姓家这东西 便用来冲击 相比之下 玉米已经算得上是细粮 至于大米小麦这些更高级的细粮 还不够给官员交租子 哪里能给老百姓自己享用 二鸭盯着自己碗里 粘稠的粥 又看了看娘亲碗里的清汤寡水 娘 我不爱喝粥 你喝吧 二鸭把碗推了推 你吃吧 娘不饿 王寡妇知道女儿的心意 喷喷 王姐 李平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招呼道平安你咋来了 今儿家里又炖了一些肉 给你拿来了一些 这 哎呦 你看你又拿这些东西做啥 没多少 还有家里一袋米 为了 李平安又怕王寡妇拒绝 便算是借的吧 王寡妇欲言又止 指得道多亏了你了 敢明儿便还你 王寡妇虽然穿着粗布衣裳 可是长得漂亮 风吹日晒的皮肤却也焦嫩 男人没死的时候 家里日子不错 所以身材较为风鱼 五官也好看 男人死后 村里人有好多个光棍上杆子来献殷勤 还有个地主 想那他做小妾 王寡妇都看不上 李平安却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人都是献殷勤献了一阵 见占不到便宜 便及时止损 王寡妇能感受得到 李平安是真的对他娘俩好 说人家别有企图吧 人家一个瞎子 也看不见自己的模样 自己还带一个孩子 更何况 以李平安的家底 要想娶妻 村子里谁家小姑娘 不是上杆子去啊 毕竟人家 那可是天天过年 顿顿吃肉 离开了王寡妇家 老牛小眼一番 原来这小子好这一口 早知道当初就不给你和柳云千一元了 看看 李瞎子又去给王寡妇送肉了 蔡嫂语气中尽是埋怨 这两人指不定是什么关系呢 也是见 刚死了 男人便勾搭其他人 蔡嫂加了一口菜叶子 人家吃肉 连口汤都不给咱喝 你说当初 要不是咱们他能住上房子 一个外来户 现在可好了 有钱了一点好也不念 对面的老菜头没说话 蔡嫂回到 你说这里瞎子哪来这么多钱 天天吃肉的 谁知道啊 要不你找人问问 那谁不是在县里当捕快吗 年关过后 小山村的日子便开始动荡起来 大随吞并的国家不少 以前安分是因为大随事大 现在趁着边关打仗 不少人开始暗中搞小动作 流寇四起 官府借着剿匪的名义揽钱 百姓没有半点办法 天下不太平 果然躲到哪里都一样 而此时便有一伙流寇徘徊在山中 趁着夜色一人上了山 不是别人 正是村里的老菜头 刘哥 老菜头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今儿不快去县城了 正是下手的机会 你确定那瞎子 家里没别人 被称作刘哥的汉子问道 老菜头当即道 那还用说我跟你说刘哥 他家可有钱了 那家伙天天吃肉 时不时的还分给其他村民 刘哥点头 放心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 那就多谢刘哥了 夜黑风高 风吹得猛烈 看来要下雨了 春雨贵如油 村民们只觉得就连这风都是甜的 不一会儿雨便下了起来 豆子一样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打湿了村道 打湿了屋顶 各家各户也早早地睡了过去 李平安并没有睡 以他现在的经历连续一个月不睡觉 都不会有半点影响 李平安只是很喜欢睡觉的感受 不过为了提升修行的效率 李平安每夜都要修行到四更天左右 清晰的脚步声传入耳中 就是这家 老菜头的声音响起 那瞎子就住在这儿 这时 名叫寿侯的刘寇 忽然有些担忧地说道 大哥 你说他一个瞎子 有这么多钱 会不会是一个隐藏高手之类的 隐藏高手 汉子给了他一脚 你小子话本小说看多了吧 寿侯道 不是都说混江湖的 越看着没有什么本事的人 越不能小瞧吗 众人纷纷冷笑 管他有什么本事 众人不屑地笑了笑 管他有什么本事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功夫再好 一砖撂倒 寿侯搓了搓手 总觉得心有些不安 大哥 要不我外面守着吧 汉子瞥了他一眼 耸祸 告诉你在外面守着 待会分不到你好东西 别怪我 寿侯点头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脏跳得厉害 算了 比起钱 还是命更重要 小心使得万年传 嘎吱 两个流寇正翘着窗户 忽然 门开了 紧接着 一个人影走了出来 几人大眼瞪小眼 未免有些尴尬 两膝过后 老菜头低声道 就是这个瞎子 汉子最先反应过来 动手 当即 几步冲了过来 眼中闪过一抹凶色 伸手抓住对方的肩膀 便要将对方摁在地上 动作一气呵成 倒是有几分功夫底子在身上 众人已经能预料到待会儿的场面了 李平安被摁在地上求饶 然后被他们洗劫一口 最后杀人灭口 然而这一系列的谋划 在最开始的时候出了问题 汉子抓着李平安的肩膀 额头轻轻抱起 可对方却像是一座小山似的 纹丝不动 李平安握住汉子的右手 轻轻一掰 抬脚踹向汉子的膝窝处 汉子哀嚎一声 跪在地上 李平安气息一扫 随后落在人群中的老菜头身上 老菜头 随即恍然 被李平安擒住的汉子咬牙道 放开老子 否则待会儿让你死无全尸 李平安轻笑道 现在你的小命可在我手上 还这么硬气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兄弟 汉子冷笑 流寇们纷纷上前一步 为老大壮士 抱歉 我是瞎子看不见 汉子略意犹豫 现在自己的小命在对方手上 于死网破 对自己不利 陈生道 这样 咱们个退一步 我们兄弟也不为难你 李平安平淡地说道 各退一步 没问题 汉子心里松了一口气 又听李平安继续道 我把你们扭送到官府 然后我回去睡觉 李平安脚尖一点 汉子只觉身后的力量一松 连忙捂着腿站了起来 一抬头 他的兄弟 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 这 汉子瞪大了眼睛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老菜头趁乱想跑 李平安脚尖踢出去一颗石子 哎呦 平安平安 是他们逼我的 跟我没关系啊 老菜头捂着腿肚子 急忙求饶 李平安置若网闻 又给了他一脚 夜色深沉 流寇寿猴正在外面放着风 他挑了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 大雨倾盆 寿猴忽然目光一动 紧接着转身便逃了 很快身影便融入到夜色当中 娘的 果然出事了 还好自己机灵 一日 有流寇进村的消息便传遍了 更加惊人的是 这群流寇 还是大槐树家的老菜头引来的 引狼入室 损人利己 这件事很快便登上了村子的热搜榜榜首 以碾压的姿态 击败了宋老太太杜多被偷的事情 这个老菜头真不是个东西 谁说不是啊 竟然把流寇往村里引 这也就是李瞎子有本事 否则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咱几家还是离得近的 你说这流寇要是抢完了钱 去祸害别人家闺女 老菜头的行为 无疑是惹了众目 老菜头和几名流寇 都被押送入了大楼 最近流寇盛行 势急从全 官府为了树立威望 判了个斩立决 大快人心 一大早 菜嫂便带着咱家孩子 来找李平安 想着让李平安为老菜头说说情 否则老菜头 恐怕就要跟那群流寇一起问斩了 只是连李平安家的门都没进去 甭说李平安不会去为了老菜头这种人去求情 退一万步来说 最近流寇盛行 官府正愁 没法跟百姓和上面交代 此刻 老菜头和这群流寇 忽然窜了出来 就算是当事人李平安去求了情 估计都不会有半点作用 过了仅仅七八天 老菜头和那群流寇 便一起问了斩 成为了典型 据说菜嫂当时便昏了过去 那之后 李平安在村里遇见了两次菜嫂 二人谁都没有说话 菜嫂像是失了魂一般 不久后 菜嫂一家便离开了小山村 毕竟出了这档子事情 村里人也容不下他们一家了 转眼便到了夏天 趁着天气晴朗 李平安在菜园将菜地里种的青菜割了下来 随后来到池塘边 一颗一颗的洗了一遍 池塘边 一群大婶们一边洗菜 一边聊着天 几人的脸上写着愁容二字 哀声叹气的 流寇视力越来越大 听外道回来的人说 竟然开始在围攻县城了 这群流寇无恶不作 抢粮食 抢女人 烧房子 不过好在县城不是说被攻破 就能被攻破的 之前也有留言说过 流寇攻城 不过都被官兵赶跑了 这些流寇 也就只能欺负欺负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等官兵一来 便满荒遍野地跑 要知道官兵调动一次 粮草便是一笔不小的树木 这些流寇 虽然没有太强的战斗力 却像是苍蝇一般 烦人得很 官府便不着急围攻了 而是等着流兵壮大之后 一网打尽 可是城里的百姓不知道这些 闹得人心惶惶 不过说到底所谓的流寇 不过就是过不下去日子的普通百姓 惊人一煽动 便造了反 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 需要一个希望 哪怕这个希望是假的也好 这样一来 村子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又赶上大灾之年 镇子上的米面粮油价格都翻了一番 李平安无声叹了一口气 黑市 日子难啊 我知道 你们日子也不好过 这月的月钱你就少给一些 我也不为难你 黑虎帮帮主郭恩 一副十分贴心的模样 当地酒楼的老板 皮笑若不笑 那是当然 郭哥一向很照顾我们 说完 便让下人拿了这月的月钱 郭恩点了点头 又聊了几句 便带着手下们走了 回到黑虎帮 只见一个熟悉的人影 悠闲地靠在椅背上 郭恩脸色阴沉 嘴角抽搐 李平安拿着茶水 轻轻吹着热气 日子难啊 我知道你日子也不好过 这月的钱你就少给一些 我也不为难你 郭恩 这台词 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大包小包的装着东西回家了 只是刚走出没多久 便被两个贼人给盯上了 大灾之年 这小子一个人扛着这么多粮食 而且还没人保护 就相当于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 在街上走来走去 大哥 你看他背着这么多粮食 那袋子里 似乎还装着银子 这回转了 要不咱俩私吞了吧 私吞 你对不对得起 咱们郭恩郭老大 嗯 郭老大对咱们有治愈之恩 咱们不能忘本 二人一合计 当即便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将李平安给劫了 随后带着粮食和银子 回到了黑虎帮 哎 郭恩正在长嘘短叹 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被这么一个货给沾上了 打又打不过 正在这时 两个小弟兴奋冲冲地跑过来 老大老大 怎么了 郭恩没好气的 老大 我们今天遇见一只肥养 郭恩一看 忍不住一喜 这么多粮食 这么多银子 嗯 郭恩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这袋子 怎么这么像是李平安 刚刚从自己库里取走的 两个小弟沾沾自喜 等待着大哥表扬自己 你们打劫的那人 是不是拿着一个拐棍 还牵着一头牛 郭恩声音颤抖 对 没错 哎大哥 话还没说完 郭恩两眼一翻 险些没直接昏了过去 嗨嗨嗨嗨 熟悉的声音响起 李平安拄着拐棍 亮亮呛呛地走进来 声音颤抖 郭当家的 这日子 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我这刚出门 便被人一顿暴打 钱也被抢了 粮食也没了 到了六月份 流寇闹得越来越严重了 大随在北边和突厥干长 南边的几个遗族 也不老实 不得已只好调集军队 弹压南边的暴乱 这样一来 本来是准备剿灭的流寇 反而愈加壮大 县城的各个村子里 开始争大投兵 事到如此 既然没有奸挤天下的能力 做到独善其身 便遗属不易 不过无论事到是什么样子 拳头大永远都是硬道理 二拳音乐LV3 5000-1000-000 叮咚 恭喜宿主 二拳音乐等级3达到5000经验值 恭喜宿主 获得红色命格 医者人心 命格等级 白青黄红蓝子 获得初级医术 效果 每治疗一人 便会获得相应的经验值 一些本不属于自己脑海中的医学知识 传入到脑海中 丝毫不觉得违和 仿佛便是天生就会一样 刚刚获得了医术 李平安肯定是要试验一下的 想起前日听说 王寡负得了风寒 这个世界 百姓吃一口饭尚且成为问题 何况是找郎中看病 绝大多数穷苦百姓遇到了病 都是硬挺 挺过去了就没事 挺不过去 便两腿一蹬 下辈子见吧 李平安本想着 今儿去看一看 眼下却正好凑了瞧 王寡负家 娘 你喝点热水吧 二丫头给王寡负递来热水 王寡负喝了几口 便再次虚弱地躺下 肚子里没食 身上没半点力气 再加上风寒 这样能好便怪了 李平安虽然时不时地接济他们娘俩 可架不住人头睡 赋睡 用金 官府变着法子 从百姓手中榨钱 如果没有李平安的接济 恐怕屋子早就被抵押了 现在能有个住的地方 便已经不错了 砰砰 敲门声骤然响起 谁 谁啊 二丫吓了一跳 是你裤子说 门外响起杨裤子的声音 杨裤子 因为身材比较瘦小 穿着一条非常宽松的裤子 而且裤子还老掉在地上 所以得了杨裤子这个名号 王寡负眉毛骤起 两家并没有什么交情 更何况杨裤子此人 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这时候突然来家里 能为了什么事 王寡负留了一个心眼 没让二丫给他开门 心底巨隔 杨兄弟啊 有什么事吗 杨裤子黑黑一笑 有什么事进去说 难道还隔着门不成 王寡负略意犹豫 确实不好不给对方开门 何况这光天化日的 亮他也不敢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便穿好衣服 让二丫头给他开了门 杨裤子走进来 四下扫了一眼 随后 目光定格在王寡负身上 哟 这是病吗 王寡负勉强笑了笑 染了一些风寒 王寡负稍还未退 脸蛋红扑扑的 更显娇嫩 杨裤子咽了一口唾沫 直勾勾的盯着 王寡负的脸蛋和胸口 王寡负有些愤怒 却也不好发作 杨兄弟今天来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是来收人投税 人投税 王寡负一惊 这又是什么税 更何况 收税都是有官府的人 这杨裤子算哪根葱 杨裤子道 现在刘寇闹得严重 挨家挨户都要出力 你家没男人 只能出人投税了 我也没办法 都是上头的要求 王寡负眼神不善地望着他 上头 你 杨裤子黑黑一笑 露出一嘴的黄牙 兄弟谋了个职位 说出来怪不好意思的 说着 杨裤子拿出一张文书 现在兄弟是替官府办事 王寡负脸色一变 语气弱了几分 我家哪还有钱啊 杨裤子慢悠悠地收起了文书 表情得意 其实哪有什么人投税 不过是他胡编乱造的罢了 世道乱 城里的捕块忙得不可开交 也没工夫管这些闲事 杨裤子早就垂帘王寡负许久了 便趁着这个机会上了门 于是 做同情状 没钱 没钱那可咋办啊 那你们全家都要被冲军的 王寡负吓得脸色变了变 负到人家冲什么军啊 杨裤摆了摆手 谁说 让你去前线打仗了 去慰问那些士兵 王寡负领回了他话语中的意思 早就被吓傻了 杨裤子话锋一转 不过 家里要是有个男人 要么就是 只能我帮你改一下了 可是这风险很大啊 被人抓住了 那可就 说着 杨裤子伸出手抓住了王寡负的手 不过 以咱俩的关系 只要你说一声 这是我就能给你搞定 王寡负忙缩回了手 你自重 杨裤子笑容僵重 好 既然你不识台卷 那便跟我走吧 去哪 去哪 杨裤子冷哼一声 当然是去军营 慰问那些守城的士兵 你放开我 杨裤子伸手 便去拽向对方的鼓鼓的胸口 只是还没等碰到 就被一只手抓住了 咔嚓 啊 杨裤子还没等反应过来 手腕之上便传来一阵巨疼 疼得他直接跌在地上 发出一声声惨叫 李平安一脚 将他踢了出去 王寡负惊魂未定 看向李平安 平安 他 他是官府的人 李平安一笑 什么官府的人 王杰你被他骗了 杨裤子的这些把戏 怎么可能骗得过李平安 李平安将一袋米放下 听说王姐病了 我来看看 王寡负道 你看这点事 你还来一趟 又给带来一些米 前几次的还没还上呢 不碍事 李平安让二压将门关上 不然外面的惨叫声 有些吵人 王寡负有些担心 杨裤子这么寒 把事情闹大 李平安却全然不在意 正好让杨裤子 在外面叫一会儿 省得再有人想趁着混乱找麻烦 王姐 我给你把把脉 平安 你还会医术 王寡负差一道 李平安微微一笑 略懂一些 王寡负将手伸了出去 李平安本就懂一些医术 再加上医者人心的加持 手一搭 慢慢加力向下按 然后再把力减少一点 把手指再提回原处 反复坐上好几次 王寡负的翘脸 不免又有些红了几分 虽然村里人不讲究这些 可是被一个男人摸着手 到底还是有些不自在 他偷偷去看李平安的脸 抿了抿嘴唇 不像是村子里的其他男人 一副五大三粗的模样 一张脸又黑又黄 李平安因为修炼归西功 再加上寿命一直在加长 虽然不可以保养 可到底还是要比那些个粗汉子 要好看得多 王寡负感受到自己的心脏 莫名的加快了 低下头 不敢再去看 李平安却全然没有在意 指头感受脉 对方脉搏的抵抗力 如果按下去的时候 感觉脉很硬 很实 反弹力度很强 就证明这个脉有力量 要是手指按下去 没遇到多少抵抗 甚至稍一加力 脉就没有了 那这个脉 就是没力量 治疗风寒的方法有很多 却又大有不同 比如麻黄汤症 要求的是卖药锦 而成气汤之类的 要求卖药石 锦 石 说的就是要有力 如果卖无力用了这些方剂 很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使病人虚脱 甚至昏死过去 没什么大事 我给你开一些桂枝汤 不能攻下 只能补养 又麻烦你了 王寡负颇为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无碍 我去给你开一些药 这些日子 你便按着要吃 王寡负望着李平安离开的身影 心中泛起了一丝暖意 暑气未减 酷热难耐 天气热得像个蒸笼 一丝风也没有 愁乎乎的空气好像凝住了 不远处传来知了的声音 偏偏是这个时节 县城乱了起来 外有流寇为城 内有贼子作乱 这种天气 如果任由尸体放置 怕是会生出瘟疫 县老爷也明白这个道理 于是这些日子除了守城 求援 便是让人处理死去的尸体 一律用火葬 李平安在家中囤了一些药材 叮咚 恭喜宿主救治一人 命格医者人心经验医 想来是王寡妇的风寒好了 李平安便觉好似一股电流 划过脑中 这感觉 真不错 平安 平安 王寡妇带着一些自家的枣子 和槐花走进来 家里拿得出手的 也就这两样东西了 王姐 留着自己吃吧 没多少东西 你别嫌弃就行 二人寒暄了几句 又提到了现在外面的局势 这诚会破吗 王寡妇担忧地问道 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 李平安道 按理说一些流寇 绝没这种能力 指不定有什么人在背后搞鬼呢 王寡妇叹了一口气 世道这么乱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李平安劝道 会好起来的 是啊 会好起来的 李平安不禁想到了柳玉 想起 那时他说过的话 如果他能成为一个皇帝 肯定会是一个好皇帝 或许 便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世道乱 李平安在家中享受着暂时的宁静 接而轮到他做饭了 老牛 再趴在门边打着盹 将王寡妇送来的槐花花絮上的花朵摘下来 洗干净 随后 用开水烫了烫 将水分捏去 又加了适量的面粉 让花朵上自带的些许水分 自然均匀地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最后将裹好面粉的槐花 摊在蒸笼里小火慢蒸 扑鼻的清香 闻着 就让人心旷神疑 李平安和老牛 各自捧着一碗槐花饭 坐在小凳上 吹着徐徐而来的凉风 槐花饭味道不免有些淡了 李平安又加了一些蒜泥 辣椒 酱醋等佐料 最后又浇上一勺滚烫热油 像点火一般 激出另一番诱人香气 这才罢实质 老牛 这天下不太平啊 果然到哪儿了都一样 老牛 摸 带到夜幕降临 李平安便又坐在床上 进入观想状态 修炼 虽然体内的力量 没有爆发性的增长 可是能感觉到 在一点点的进步 这对于李平安来说 便已经足够了 转眼 又过去了半个多月 情况没有丝毫的好转 反而愈加严重 城外的流寇势力愈加庞大 城内几乎到了 人人自危的地步 心比去隔 县老爷亦是 每天忧心忡忡的模样 城内大街小巷 皆是有贼人趁机作乱 也分不清 哪些是敌国派来的奸细 故意搞事情 那些是被煽动 想要浑水摸鱼的家伙 而面对这一状况 朝廷却不慌不忙 淡定得很 皇上 当今皇上心里装的是 九州万方 哪里会在乎一两个小县城 朝廷更在意的是 这次变乱会将那些贼人 全部引出来 随后将其赶尽杀绝 城墙上尸体横飞 城内也不断有人被杀死 这种情况下 即使有心防止 可还是必不可免的 有人染了瘟疫 城中的郎中全都被请了来 说是请 倒不如说是被逼了过来 快快抬进来 捕快指挥着抓来的壮丁 将病人抬进 临时腾出的屋子内 这些人全是患了瘟疫的 但是远远看一眼 便让人心寒 只是这些捕快手里 都拿着刀 而且官府说了 还管饭 软硬皆失 也招来了一些不怕死的壮丁 哎 你干嘛 这时 捕快忽然注意到 一个男人拄着拐棍 往这边走来 没看见那里的牌子吗 捕快忽然指住了话头 瞎子 是瞎子 也是郎中 郎中 对 最近这不是闹瘟疫吗 官府四处找郎中 所以我便来了 捕快上下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心说这人没毛病吧 其他郎中躲还来不及 这家伙怎么自己跑来了 李平安察觉到了对方的疑惑 淡淡一笑 医者人心 虽说医者人心 可李平安还是抱着一些私心 命格 医者人心 又有谁能拒绝到的刷经验呢 一旦发现疫病等问题 地方官员都会快马上报 同时 在朝廷的批文下来之前 地方会进行行之有效的隔离 设立隔离区 将患者收容 隔离 减少疫情地区的人员流动性 防止疫情扩散 接下来就是朝廷派驻医官进场 当然 现在这种情况 朝廷派遣医官便不用想了 县城的郎中水平有限 如果这次瘟疫控制不下来 后果可想而知 即使是守住了城 估计县老爷也乌纱帽难保 一间极为拥挤的屋子里 躺着十来好人 屋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就是这儿了 捕快站得老远 生怕被传染上 李平安点点头 多谢了 那捕快又匆匆交代了几句 便迅速走了 李平安象征似的给自己嘴巴 系上了一条毛巾 又将那颗从忽颜拙 身上得到的壁毒株 挂在了脖子上 这才走了进去 一盏如豆大小的灯 照在房间里 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四五日了 官府不让他们出去 也不给他们找郎中 本以为是在这儿等死 没想到竟然真的来了郎中 郎中 救救我吧 我家里还有三岁的孩子 郎中 我知道你们很急 但你们先不要急 李平安示意他们先安静 随后走到最近的一人身前 搭了搭麦 仔细检查了一番 舌他后腻 另外具有头晕口苦 身中倦怠 胸闷那呆 湿热内郁 有果面 难解难分 病是缠绵 每次流行的瘟疫 因为地理 气候 种种因素的不同 治疗与否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大同小异 可也不能一味地套用 官府给这些郎中 单独安置了屋子 一日三餐都有供应 甚至还能看见鱼 大灾之年 能吃上这些东西的 都是诸门之家 只是看着这些食物 几个郎中却都有些难以下咽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分明相当于断头饭 哎 众人哀声叹气不止 与他们不同 李平安大口干完了饭 也不肯停下来 从怀里掏出干粮 嚼着干粮 又喝了点水 然后抓起一把黄豆 吃得香 看得本来没什么食欲的郎中 都不由自主地凑了过去 随后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依着人心 他的脑海中 似有一本本医书 意念下沉 迅速翻开这些医书 人像图 学位 一个个凹凸不平的马点 一页一页地看着 渐渐地踏入了神 争取将每一张纸 每一本书 每一个细小隐藏的地方 都仔细地搜索了一遍 这时有人开口道 我叫李同川 大家都叫我李麻子 不知阁下遵性 李同川因幼年得了一种怪病 后来病虽然好了 不过却留下了一脸的麻子 李同川也正是因为幼年的原因 成年以后 专心于医术上的研究 在县城颇有几分名气 这次绝大多数郎中 都是被不情不愿地请来的 唯独李麻子 是自愿前来的 心比续格 李麻子见李平安面生 县城内大部分的郎中 他都认识 时常向别人讨教医术 唯独没见过李平安 李平安沉浸在医书当中 没有回话 李麻子沉默了片刻 随后有些尴尬地收回视线 有人招呼道 李兄 还是快来商量商量 该如何解决这次的祸事吧 是急 是急 现在是外有流寇内有瘟疫 一个不注意便是城破人亡 几个郎中纷纷点头 点上一盏灯火 便开始各自交流着自己的发现 一夜过后 清晨 不断地有感染了瘟疫的人 被兵族们送进了隔离病房 郎中们疲于奔命 但更多的时候 他们却只能无奈地 用白布蒙住他们的脸 吃饭的时候 每个郎中的脸色都不太好 周遭的一切仿佛 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一场永远不会醒来的梦 他 有的趴在桌子上 有的用手支着脑袋 有的迷迷糊糊 有的心不在焉 李麻子一手拿着半张饼 一手翻着医书 最终只是化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如果有京城的郎中来便好了 这样的小县城 各方面水平都十分有限 李兄 你看 旁边有人对了对他 轻声说道 李麻子抬起头 只肩坐在他对面的李平安 手里端着一个药碗 一手手里拿着一个白瓷勺子 慢条丝里地搅动着药汤 这当然不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是那头牛 正趴在地上 津津有味地翻看着医书 时不时叫两声 仿佛 仿佛在跟李平安交流 李麻子咽了一口唾沫 这个世界太疯狂 老牛 来尝尝 李平安将药汤递给老牛 老牛伸出舌头品了品 喉 喂 不太对 李平安摇了摇头 看样子还要再改进改进 说完 便和老牛旁若无人地离开了 只留下众多郎中 在风中凌乱 随即 忍不住发出笑声 这可能是这么多日子以来 唯一让他们露出笑容的事情 李麻子不忍看这一幕 拉住李平安 兄弟 治瘟疫的事情先缓一缓 想办法先看看你的脑子 李平安皱眉 你礼貌吗 又过去了几日 城内每天都在死人 瘟疫愈发严重 死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 就连两个郎中也身患了瘟疫 眼见形势愈发严重 一些郎中起了逃跑的心思 他们本就是小县城的赤脚郎中 没几把刷子 你让他们治疗一些风寒头疼脑热 还行 治疗瘟疫这种事情 李麻子上架逼着母株上树了 哎 深夜 李麻子深深叹了一口气 其他郎中有的已经放弃了 有的正在谋划着逃跑的事情 有的则装着生病了 医者人心 李麻子自幼遭受过这种身患疾病的滋味 所以他对于那些病人十分感同身受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 人心也 在李麻子看来 作为医者 最大的奖赏往往不是锦旗 不是那些雾化的东西 而是一个又一个病人的痊愈 是患者与家属 发自内心的微笑 只是如今 李麻子柔了柔发昏的双眼 一种无力感 蔓延到了他的群身 或许这就是一名医者的心痛与无奈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病人死在自己面前 这对一个医者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火光一跳 李麻子抬起头 咧嘴一笑 李兄也来了 不同于其他人对于李平安的态度 李麻子倒是十分敬重这个瞎眼郎中 归其原因 在其他郎中哀声叹息 商量如何自保的时候 只有李平安专心寻找着病方 李平安道 月色不错 我想着出来逛逛 这么晚了 李大夫怎么还在这儿 瞎子也能看见月色 李麻子忽略了这个疑惑 说道 我在看看以前的医书 想着能不能找出一些之前没发现的东西 屋内 唯一一只已经发黄的白蜡烛 散发着昏暗的火光 天色这么晚了 李大夫还是应该早注意休息才是 李平安递过去一杯酒 喝口酒提提神 李麻子倒了声谢 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 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每天都有人死去 身为医者 我怎么能睡得着啊 李平安微微摇了摇头 据大随史记载 大随曾发生过131次大规模瘟疫 每一次都是时事久空 尸横遍演 前朝的规矩 一旦有瘟疫 就会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若是控制不住 那就一把火烧了 免得夜长梦多 大势所趋 李大夫一个人的力量 又能做得了什么 不如学那些郎中趁机溜了 或许还能免受牵连 李麻子一愣 望向李平安 脸色已有了几分韵色 郑重地说道 老夫救人并不是为了改变什么 而是为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求医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要不留余力地救他一命 因为我想救 因为我能救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也有些虚弱 屋内最后剩下的半截白蜡心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光泽 似乎是做着最后的挣扎 并不浓烈 却很明亮 李平安淡淡一笑 多谢赐教 告辞 希望李大夫日后 亦能初心不改 说吧 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麻子放下医书 转个头的功夫 却看不见对方的身影了 他走到门边 四下望去 月色明亮 一片寂静 人呢 对方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李麻子正了正 忽然觉得 浑身上下有一股暖流在流动 紧接着原本虚弱的身体 似乎重新恢复了力量 身为医者 李麻子对于自己的身体 尤其的敏感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见了鬼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是回光返照吧 李麻子打消了吓人的念头 正准备重新回去 阅读医书 却忽地发现了医书中 不知何时多了一张药方 这 李麻子连忙展开 半晌后 李麻子恍然大悟地一拍大腿 猛然站了起来 脸上忍不住地露出兴奋之色 握着那张药方如获之宝 是极 是极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 两久 李麻子从兴奋中回过神来 回想起方才李平安说的一番话 又发现 药方背面还有一句话 莫要寻我 李麻子猛然醒悟 是他 他 他叫什么来着 李麻子这时候才想起来 对方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起过名字 众人也只管他叫瞎子 李麻子正在原地 数日后 患者的身上的病症已减轻了不少 看着一个个病人 躺在一张厚厚的稻草垫子上 从死亡的边缘中逃了回来 李麻子如释重负 对症下药之后 感染瘟疫的患者得到了救治的方法 随后采用艾草薰 饮洒熊黄酒 艾叶酒调制的药水 在一区大规模喷涂 从而减少疫病继续传播的可能 很快 这些办法的效果就开始显现 这日 李麻子刚准备出门 便见一群百姓 一窝蜂地堵在屋外 他们三五成群 有的提着袋子 有的拿着粮食 水果 青菜 甚至还有大户送来了一块匾鹅 上书四个大字 玄乎济世 在下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 神医 您便别谦虚了 如果不是您恐怕我们这些人早就死了 就是 神医这是我们的一些小心翼 您便收下吧 面对百姓的热情 李麻子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应付 他行医这么些年 就过得人不计其数 受到的恩惠感谢 也不是没有 只是头一次觉得如此不自在 这种窃取他人成果的滋味 着实让他有些难以接受 虽说是对方间接受益 自己这么做的 可总觉得 李麻子也不是没想过 找一找这位瞎子 如果对方还在县城当中 一个瞎子一头牛 这么明显的特征 肯定会轻易找到 不过想起那日 对方留给自己的一句话 莫要寻我 算了吧 既然他不愿意被人打扰 自己又何必再去找他 只是李麻子实在是想当面 向对方请教医术 与此同时 小山村 医者人心惊艳 一一一一一 听着悦尔的声音 李平安露出满意的微笑 医者人心 不仅体现在医术上 对于身体各项素质的提升 也很大 行走江湖 既多不压身 上一一国 中一一人 下一一病 瘟疫虽然止住了 可是城外的流寇 仍然猖獗如常 虽然还没有破城 可是县城中仍有不少人作乱 夹杂在县城内的奸细 他国的间谍 一些平日里游手好闲的混混 都趁机发难 时常会听到某户人家 半夜传出惨叫声 城中还有不少大户 已经开始暗中联络外面的流寇 毕竟 如果这群流寇 如果真的冲进了城 虽然不至于屠城 但估计也差不了多少 现在两方打点好了 无论哪一方赢了 他们都不会吃太多的亏 因为黑虎帮郭恩的无私奉献 所以李平安家里 暂时不缺粮食 明月清风 书星西雨 却金蝉鸣 这么好的景色 却与外面的喝骂声 嘈杂声 显得格格不入 李平安刚刚修炼完 从房间里走出来 额头浮现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衣服也被汗水打湿 只觉得浑身舒畅 李平安顺势在院子里 练了一套拳法 活动了一下筋骨 又练了一会儿刀 乌鸦和山雀开始鸣叫 老牛蹲在一株大树下 架起了柴火 火堆上正烤着一只肥兔子 和一只野鸡 还有半只烤的红彤彤的肥羊 浓浓的肉香扑鼻而来 还带着一丝焦炭的味道 旁边还放着一个二十斤重的酒篓 边吃边喝 打了几套拳法 李平安才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 他的胃部出现一股暖意 擦了擦嘴 问道 老牛 咱家的钱还有多少 老牛叫了一声 还有很多 够吃一个多月呢 李平安点了点头 看样子 暂时不用去找郭恩寻求赞助了 狠狠咬了一口羊肉 慢慢咀嚼起来 到了夜晚 城外的动静愈发害人 每家都惶恐不安的 生怕贼人真的冲入了县城 李平安坐在院子里 专心致志地磨着手中的杖刀 磨了一阵 他拔了一根细草 试了试刀锋 刀子像个婴儿似的 又嫩又亮 没多久 李平安就听见了院子外传来的嘈杂声 小山村又怎能逃得过这乱世 黑夜隐藏了混乱 罪恶 哀嚎 一群地痞如水般涌来 大吼大叫 吓得家家户户都不敢探出头来看一眼 有人砸了窗户 有人故意放火 有人在远处破口大骂 有人躲在暗处哈哈大笑 乱成一团 混乱的时代 让他们发狂 肆意妄为 开门 开门 十来个地痞 敲着李平安邻居家的门 再不开门放火了 有人威胁道 点火 点火 那户人家吓得瑟瑟发抖 这时 一个人影缓缓走出来 你们这群人实在是太吵了 吵得我都睡不好觉了 几个地痞 有的拿着砍刀 有的拎着菜刀 棍子 凶神恶煞的看着这个站出来出头的家伙 黑暗的胡同中 在禁闭的房门之后 是一道道惊恐的视线 你他娘的找死 当即 便有两个地痞 提出手里的家伙冲了过来 一个地痞手里 提着饼鸣晃晃的刀 估计是从哪儿捡来的 老子这么大的刀 你没看见 李平安拇指与中指并扣 对着刀锋轻轻一弹 只听咔嚓一声 一颗脑袋便被砍了下来 飞出了几丈远 众人愣了半秒 死的却不是李平安 而是那个地痞 李平安抬脚 又将另一个地痞踹飞 呼啸的风声突然炸开 几乎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就像一把尖刀 狠狠地刺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震得所有人都呆住了 跑 跑啊 有人转头就跑 有人亮亮呛呛地跌坐在地 连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唉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世道真乱 他不喜欢太乱的世道 城里的捕快 几乎都被调到城墙上对付流寇 官府人员捉襟见肘 不得已临时招募了一些人 帮着管理秩序 维持治安 县老爷很清楚 越是这种时候 城内越是不能乱 只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李平安昨夜在众目睽睽之下 杀了那些地痞的事情 很快便被官府的人知道了 于是顺其自然的 第二日便有人来找李平安 不是来找麻烦 而是想让李平安帮着管理秩序 充当寻少的捕快 李平安略微犹豫了一下 便答应了下来 一来 当捕快不是白当 手上多少有了一些权利 否则等到官府派来的其他人来压榨自己 交钱交粮食 自己到时候是不交还是交 交 肯定舍不得 而且以那些人贪得无厌的性格 多少家才都不够你交的 不交 毕竟是官府的人 杀了之后 肯定会有不小的麻烦 二来 自己本来每日修炼完 都要闲来无事逛一逛 村子里的人有他一些熟络的人 像王寡妇 终归是不愿见对方遭受无妄之灾 官府破破烂烂 还有临时发的一张带着印章的文书 不体面 太不体面了 说起来 自己从小到大 还是第一次当官 如果捕快 也算是官的话 上小学时 李平安连个小队长都没有当过 此一时 彼一时 第一天寻接 李平安洗了头发 顺便刮了刮胡子 把自己的衣服洗了一遍 换了一件衬衣 剪了指甲 认真地擦了擦皮鞋 把自己里里外外都弄得干干净净 老牛细细打量了一番 给出了评价 有点人样了 李平安敲了他脑袋一下 什么叫有点人样 你兄弟我一直很帅好吧 李平安和老牛 在村子里慢悠悠地转悠着 从口袋里拿着一把炒黄豆 嘎巴嘎巴地嚼着 炒黄豆味道很香 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小山村 这已经算得上是 唯一拿得出手的零食了 而且 黄豆是不折不扣的高热量食物 营养价值非常高 尤其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随时随地都能来几克 横扫饥饿 做回自己 可能是李平安杀了几个地痞的事情传了出去 所以 小山村闹事的人都不敢来了 而且光天化日 虽说官府现在忙得焦头烂额 可那些地痞 还是有些忌惮 不敢在白天闹事 第一天巡街 唯一处理的事情 是几个小屁孩 在树下捅着蚂蚁窝 用树枝捅不够 正准备用水往里面灌呢 似乎是要焦死里面所有的蚂蚁 李平安在他们的小屁股上 一人给了一巴掌 这倒霉孩子 没事祸害蚂蚁玩 不知道现在村子里有坏人吗 都回家去 被李平安一训 几个小屁孩不敢再玩 纷纷跑回了家 李平安蹲下身子 拨弄着一根树枝 将蚂蚁握周围的小沙堆 重新聚好 这才起身离开 一连过去了几日 小山村的夜晚 再次恢复了宁静 期间也有地痞 纠结了一群人来闹事 被李平安随手打死了四五个 便吓得魂飞魄散 不敢再来了 深夜 李平安修炼完了 便骑着老牛拉着二胡 慢悠悠地在村道上走来走去 听见了二胡声 村里的村民顿觉心安 方赶入睡 不知是心态上的缘故 还是外物的影响 如此拉二胡 让他有了更多的感悟 让人受益匪浅 最重要的是 经验获得的比平日里多了不少 在李平安滋滋不倦的寻接下 小山村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虽然日子一样不好过 可总比整日担惊受怕强 黑虎帮 大堂内 郭恩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时不时地抿上一口 县城危在旦夕 连着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自己手下的赌场 机缘 这段时间客源减少了一大半客源 人越来越少 生意也越来越差 郭恩深深叹了一口气 在他对面坐着一位面色红润 和蔼可亲的胖老头 是清水帮的帮主老孙 穿着一身长袍 手里拿着把折扇 腰间挂着一个大玉佩 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股儒雅之气 老孙本是个美考中举的秀才 年岁建长 谁知道竟然后来成为了黑帮的首领 县城多半要完了 老孙道 我看未必 郭恩放下茶杯 刘寇终究指示 刘寇成不了什么大事 老孙冷哼一声 刘寇是小 你可知这背后牵扯了多少势力 那以您的意思 郭恩试探性地问道 那些大人物派人找到我 让我们配合他们在暗中将县城搞乱 事成之后 你我便能一步登天 说得容易 即使是县城被攻破 大隋会坐视不理 老孙冷笑 大隋现在北边和突厥交战 国内一军四起 南边一族虎视眈眈 这大隋是要亡了 兄弟 越是在这种时候 越是要做对选择 办赏之后 郭恩似乎被说得有些心动了 犹豫着问道 那你准备怎么做 老孙道 先从三水村开始 三水村最近招了一个捕快 有几分实力 似乎是一个武者 我之前派去的人 被对方打杀了不少 郭恩不屑道 哦 武者有什么了不起的 终归还是凡人 一拥而上 不怕砍不死他 武者确实有几分实力 可到底是肉体繁胎 架不住人多 老孙点点头 这个人杀了我这么多兄弟 我肯定不会放过他 何况杀了他 也是给那些人提一个醒 跟官府合作 只有死路一条 二人一拍即合 郭恩脸上洋溢着笑容 似乎是觉得自己 捡到了什么大便宜 现在县城确实岌岌可危 俗话说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两边压薄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是城外的流寇 还是城内的官府 当晚 郭恩便与老孙 带着一众兄弟 向着三水村而去 哎 师父你看那些人 一个寻接的年轻捕快 忽然发现了一行人 老捕快忽然捂着眼睛 啊 快来看看 为师的眼睛 好像出毛病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看不见 年轻捕快疑惑 老捕快故意叫着 哎呦 带一群人走后 老捕快才重新睁开眼睛 四处看了看 快走快走 年轻捕快好奇道 师父 刚才那群人 我们不去管管吗 看样子来者不善啊 老捕快给了年轻捕快一个巴掌 你他娘的尖出门 脑子落家里了吧 一个月几百文 你玩什么命啊 年轻捕快挠了挠头 大地已经沉睡了 微风轻轻地吹着 除了偶然一两声狗的吠叫 冷落的街道 唯有二胡声悠悠 李平安骑着老牛 走在黑沉沉的夜下 今夜的夜格外的深沉 只有风吹过 吹过路边的杨树 朦胧的月光下 看不到几颗星星 李平安忽然停下脚步 耳朵动了动 哦 来了这么多人 老牛 走 惠惠他们去 在夜色的掩护下 数十名汉子走到了村口 这些人都是两个帮派中的好手 人不再多 再惊 人带多了 反而会容易出乱子 郭恩拿着一柄开山刀 刀伸长 刀背后 能一刀砍断别人的脑袋 年轻的时候出刀 眉头都不皱一下 眼睛都不眨一下 正好这段日子 生意不好 再加上被李平安那个温神压榨 让郭恩记载了一肚子的火气 郭恩记载了一肚子的火气 郭恩没地方发现呢 老孙笑道 已经许久未见 拼命三郎出手了 郭恩年轻时汗不为死 带着一股狠劲 即使是身上比他厉害的 都不是他对手 俗话说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不要命的 郭恩脱了衣裳 浑身上下都是猙獰的刀疤 提着一口开山刀 仿佛现在出现他面前的是一头硕大的熊瞎子 他也能一刀将对方劈成两半 今儿你便瞧好了 郭恩自信道 二胡之声越来越近 来了 老孙提醒道 郭恩横刀在胸前 叶峰呼啸 乌云挡住了最后半边明月 遮住了星辰 那道人影也终于出现在了郭恩眼前 郭恩看着熟悉的人影 看着熟悉的牛 愣在了原地 哦 老孙道 小子听说你很能打 敢不敢跟我们兄弟交交手 李平安不禁一笑 哦 你兄弟很能打 老孙哼了一声 能打有个屁用 知道这位重量级人物是谁吗 郭恩嘴角微微抽搐 你 他娘的吹牛 别带上我 老孙又道 今儿你要是给我郭兄弟 跪下磕两个头 说不准我郭恩兄弟 能饶你一命 李平安微微一挑眉 哦 郭兄 要不咱俩交交手 交手 交个屁 郭恩急忙扔掉了手中的开山刀 三步画作两步 跑到了李平安身旁 李爷 我要告发 此人与贼人合作 又要陷害李爷 那你是 李爷 事情是这S样的 这家伙找到了我 想让我跟他一起偷袭您 李爷你也知道我秉姓纯良 为人忠厚老实 断断不能做出这种事情 本来想要拒绝 但是一想到他要对您不利 我是寝室难安 于是我以身似虎 对其虚异为蛇 终于获取了对方的信任 就待这时反水 生死之际 最能激发一个人的潜力 短短一瞬间几乎耗尽了郭恩毕生的智慧 李平安沉阴片刻 淡淡一笑 郭老大真是费心了 郭恩满身大汗 喘着粗气道 一切为了李爷 应当的应当的 老孙正正地站在原地 任由叶峰吹拂着他那张冷峻的脸 剑梅斜插在鬓角 透着一股阴沉 他怎么也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郭恩会突然反水 郭恩大喊 我郭恩与罪恶势不两立 老孙一脸问号 老孙死了 走得还算是安详 半炸箱之前 郭恩突然反水 老孙大怒 便准备将郭恩与李平安一袋杀了 老孙早就防着郭恩 清水帮的整体实力 也略高于郭恩的黑虎帮 这次带来的都是清水帮的高手 所以即使郭恩反水 老孙也并没有怕 给我上 把他们全杀了 老孙抽出武器 今日 老夫要大开杀箭 话音还未落 李平安便从远处扔来一块砖头 在空中划出一串爆响 噗 得一声砸在了老孙的脑袋 溅起一片细化 老孙的脑袋没了 身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站在原地 片刻后跌倒在地 看着这场面 再看看李平安轻松自在的表情 郭恩咽了一口唾沫 还好自己激励 否则 现在倒下的就是自己了 老大就这么被人打死了 清水帮的人纷纷一愣 仿佛是看见有人刚装完了逼 结果便被人家扯着脖子 刹了几个大嘴巴子一样 李平安迈开脚步 不须不及地向清水帮的众人靠近 不得不承认 拳头大确实是一件好事 一时之间 哀嚎声不断响起 黑虎帮的人站在一旁 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清水帮的豪手倒下 由衷地佩服老大的英明果决的判断 有手下问道 老大 我们去帮忙吗 帮 帮个屁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二十余人有一半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剩下一半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而对面的李平安连口大气都没喘 对付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扔石子 临走时拍了拍郭恩的肩膀 洗地的事情交给你了 放心 郭恩点头如捣蒜 一日 清晨 村民们陆陆续续起床 晨风吹来带着一股血腥味 没多久 清水帮里通外敌的事情便被官府公布了 老孙一死 清水帮输到胡孙散 这可乐坏了支线老爷 忙让人抄了老孙的家 龙共搜出了金叶子一百多两 银子若干 铜钱无数 家产全部没收 清水帮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部充军 清晨的余光 清晰地照在李平安的脸上 虽然县城外边正在打仗 可日子还得过不适 所以街边的早逝并没有冷清 只是不同以往 商贩们并没有大声吆喝 也没有吵闹 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三碗大羊肉泡馍 配上三斤肉干和两壶烧刀子 李平安吃得津津有味 修炼完之后 筋疲力尽 然后美美地吃上一顿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全部吃完 感觉自己有七分饱了 于是又要了两碗馄饨 补下了剩下的三分 哥 李平安打了个宝格 多少钱 不要钱 不要钱 贪主忙道 不要钱 贪主有些心疼 却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官爷每天都要寻接 保护一方治安 心里去哥 这点东西 就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他杀了清水帮帮主的事情 只有黑虎帮的郭恩 以及几个手下知道 对外宣称是被郭恩杀死的 感谢更谈不上 自己是在小山村巡逻 官县城里的人什么事 贪主看李平安的眼神 分明带着畏惧 无非是因为 看见了他身上穿着官服 真不要 贪主演技精湛 十分热情地说道 哎呦 官爷 您就快收起来了吧 以后常来吃 说是常来吃 但以李平安的饭量 要是真的常来吃 恐怕不出几日 便要将他家 吃得家破人亡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那便算了吧 看着李平安离去的身影 贪主叹了一口气 娘的 数猪的吃这么多 自己占便宜不够 还要给自己牛点一份 真贪娘的不是东西 贪主低声骂骂咧咧 一转头 便瞧见手边的桌子上 摆着一摞子大子 贪主愣了半秒 自己什么时候把钱放这儿了 细细数了一下 觉得有些不对劲 片刻后 猛然醒悟 方才那官爷点的所有东西 加在一起 与这钱刚好对得上 贪主惊得目瞪口呆 吃饭付钱本是天经地义 可他却觉得 这似乎是什么 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小山村待的这段日子 让李平安收获颇丰 远行有远行的好处 折服也有折服的益处 数百个呼吸之后 他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 意念沉静 呼吸变得顺畅 思维变得清晰 瞬间有一种归属感 酸 麻 胀 痛 痒 他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并且痛苦越剧烈 感觉就越敏锐 练功如包损 层层深入 全身如在蒸笼之中 连一滴汗都出不来 每一个毛孔都高高鼓起 汗水在皮肤下翻滚 向泥丸推进 感觉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 修炼人体六密 不仅要吃得住苦 还要受得住累 每一处穴道 经脉 都像是被一根滚烫的钢针 狠狠扎在上面 刺得他骨节发胀 浑身抽筋 李平安明白 突破便在今朝了 那些难吃的千足乌功 再加上这段时间的静心修行 让李平安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可能 两久之后 一股清凉质感席卷全身 四肢百骸都有一种舒畅的感觉 片刻之后 只觉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 都透着一股凉意 仿佛有一股极细的气流 从他体内钻了进去 成了 龟西宫 93%至94% 人体六密 李丸 已完成25%至30% 许久未有突破的龟西宫 终于再一次突破 李丸也从25%到了30% 每一处经脉之中 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 体内仿佛是从一汪水潭 变成了一汪深潭 每一个翘穴 每一条经脉 都化作了无穷无尽的宝藏 从内到外 从五脏六腑到每一寸肌肤 每一根汗毛 都变得无比的通透和欢快 李平安缓缓地站了起来 试着将体内的气血凝聚起来 谁知他心念一动 气血便随之而动 几乎达到了一种收放自如的地步 随后又来到屋外 轻轻一跃 整个人如同一片清凝的树叶 随着气流的涌动 腾空而起 不错 真不错 李平安重新跳回院子里 兴奋到 人头都懒得抬 大惊小怪 李平安尝试着抬起手 调动体内气血 龟西宫虽然只是从93%到94% 可是带来的变化却极大 龟西宫进展十分缓慢 可一旦突破 便是质的飞跃 初学之时 看似轻描淡写 但是 学着修炼的精进 便能在刹那间连加数股尽力 一股强过一股 连连不绝 李平安左掌合拢 右掌往前一按 一股无形的力量 便如潮水一般 汹涌而出 哄 尘土飞扬 草木横飞 老牛发出一声哀嚎 李平安本是瞄准了一旁的木板 结果却打偏了 他也没有想到 这股力量竟然这么大 险些脱手 老牛站起身 怒气冲冲地盯着他 李平安 老牛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不一会儿 院子内传来一人一牛的追逐 打斗声 来一份酱牛肉 李平安对小滩滩主如是说道 滩主奇怪地 看着一人一牛 怎么着 这是刚被谁打了 老牛顶了他屁股一下 李平安改口道 两份 来两份 用了两份酱牛肉 才把老牛哄好 一人一牛走在街上 老牛 现在这牛肉可真贵啊 平常牛肉也贵 毕竟牛是要耕地的 法律上明确规定禁止无故杀牛 只是要想找法律上的破绽 可太容易 比如病牛 正常死亡的牛 再比如朝廷规定 私自宰牛是犯法的 但没规定吃牛肉是犯法的 所以 不仅老百姓吃 官员和富豪也吃 还吃出各种花样 什么水煮牛肉 烤牛肉 牛肉干 应有尽有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规矩 都是给那些底层的穷人制定的 李平安嚼着酱牛肉 点点头 好吃是好吃 不过珍贵 老牛白了他一眼 不就花了点钱吗 瞧你小气那样 李平安道 来都来了 正好去黑虎帮找郭恩借点钱 米面粮油什么的 阴天下雨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到了九月份 刘寇的攻势越来越猛 伤亡的官兵越来越多 有几次 刘寇甚至攻入了城中 幸好都被官兵打退了 报纸上一次又一次的说着 要相信官府 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县城岌岌可危 有可能一夜醒来 刘寇已经攻入城中了 城内的气氛变得愈加紧张 压抑了起来 仿佛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四更天时 城外忽然传来一声巨响 整座城池都能听到这声巨响 镇的人头晕目眩 树木都在颤抖 是火气 这群刘寇竟然在用火气攻城 这下更坐实了 在这群刘寇的身后 有南方几个遗族的影子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 朝廷终于出手了 据说是派来了数位 怀鲁书院的儒家修士前来 小县城的人 哪里知道什么是儒家修士 众人聚在一起 一轮纷纷 不派军队来 派几个读书人 哪有什么用啊 就是就是 竟弄一些没用的 我看那是悬了 怀鲁书院 李平安不由地想起 景玉 阿丽亚 赵梨儿 胖郡几人 就连这只侠客笔的 主人都是书院的院长 如果真有 怀鲁书院的大儒感到 估计流寇围城 会很快被解决 只是真的会有吗 怀鲁书院的修士 会轻易来这种地方 话而言之 哪个大人物 会在乎这种小地方 恐怕即使是 整个县城的人都死绝了 皇上他老人家 都不会在乎 还是那句话 皇上心里装的是 九州万方 县城的百姓不重要 南方搞事的遗族不重要 没有遗族 却对皇上很重要 转眼 又过去了三四日 县城的局势愈发不乐观 似乎已经到了 淡尽粮绝的地步 流寇的攻势 一次比一次凶残 完全就是在男人命天 再加上城中 不断有他们的内影 乘机作乱 如果朝廷的支援再不到 估计破城便在这两日了 小山村 因为李平安之前 杀了十余个找市的地痞之后 再无人赶来这闹市了 仿佛成为了 小县城内的一片 室外桃源 中午时分 太阳把树叶都晒得卷缩起来 直了扯着长生 吵个不停 就像是村子里的疯狗一样 吵得村子里的人心烦意乱 给闷热的天气 更添上了一层烦躁 李平安端着一碗棒子粥 加了一根咸萝卜 坐在院子里 便听有人喊道 书院的神仙来了 大家赶紧去看看啊 据说还会飞呢 能够从天而降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李平安也颇为好奇 想着去见识见识时 书院的哪位 来了小县城 此时 有仙人降临的消息 早就传开了 官府的牙翼敲锣打鼓 满大街的叫嚷 一来是为了稳定人心 二来是为了震慑敌人 众人全聚在广场上 等待着这位仙人的到来 李平安和老牛蹲在外围 手里裹着一把黄豆 自从流寇围城以后 很少有这么热闹的场面了 人头攒动 杂乱无章 还有不少小贩抓住了商机 临时将货摊搬到了这里 有卖茶水的 有卖瓜子点心的 甚至还有看向算命的 李平安还是蛮喜欢这种热闹的氛围 县太爷府邸 县城今日难得的穿了官服 戴上了帽子 子子细细梳理打扮了一番 自从到起流寇以来 县城就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 不仅要抵御外面的流寇 还要防着城内的奸细 他陆陆续续给朝廷 写了几十道求援的折子 结果都石沉大海 朝廷只给了一句话 城在人在 这分明是将人往死里逼 前些日子还闹了瘟疫 如果不是有李麻子 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办法 怕是这城早就被攻破了 虽然事后 李麻子跟自己解释过 治疗方是一个瞎眼郎中研究出来的 可对于县城来说 能解决瘟疫便是最重要的 至于是谁解决的那不重要 一个瞎子 或者即使是一头母猪 都无伤大雅 主要的问题是瘟疫解决了 只是瘟疫解决了 这流寇的问题 却是越来越严重了 眼看县城危在旦夕 终于救星来了 怀禄书院 平民百姓不知道怀禄书院 堂堂一线的县城自然是知晓 这个天下学子都仰慕的地方 而请 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 带着两个小孩 三水县县城张德彪 恭迎书院先生 那人穿着一身白衣 手里拿着一把折扇 一看就是个风度翩翩的书生 玉树临风 配上那一袭雪白的如山 只看一眼 就让人感觉到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年轻人点点头 在下有礼了 张德彪心中暗道 不愧是书院学子 当真是与众不同 年轻人轻摇折扇 事情我都知晓了 既然我来了 县城大人尽刻把心放在炉珠里 张德彪一笑 这是什么奇怪的比喻 这是自然 不过本官还有一事 想要请求先生 这些日子流寇为城 人心惶惶 所以想请先生在人前落个像 也好让大家安心 年轻人点点头 出风头的事情便交给我吧 言罢 手指一扬 剑起 一道白光闪过 腰间长剑出鞘 宛如龙鹰虎啸 一剑在手 年轻人淡淡一笑 左手捏了个剑绝 往前一推 长山鼓杖 逼出一片如山般的钢气 随后常见诡异的浮在半空 年轻人踩剑而行 我去眼 两个小娃娃赶紧跟上 还没问先生姓名 张德彪看得目瞪口呆 早就听说有修饰 能够遇剑而行 当真是神气无比 年轻人嘴角轻轻勾起 李平安 呸 说顺嘴了 书院景域 随即 寒光四射 长剑飞驰而去 带起一片强风 这些人怎么还不来 不会是骗咱们的吧 时间一长 众人便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更有阴谋论者想着 这该不会是官府的 什么阴谋之类的 就在这一片 惊疑不定的议论声中 牙医们敲响着锣鼓 警告众人不要瞎说 何须的阳光 透过稠密的树叶 洒落下来 成了点点金色的光斑 李平安刻着瓜子和王寡妇 以及几个熟悉的村民聊着天 这时候 忽然听见一阵热闹 是仙人来了 仙人 哪儿呢 哪儿呢 众人纷纷站起身来 过了一会儿才知道 不是仙人 而是神医李麻子 前线日子爆发的瘟疫 李麻子一战成名 当地的百姓对其感激不尽 所以一出现 便引起了轰动 李麻子笑呵呵地 冲每一个打招呼的人点头 他目光一扫 忽然视线定格在树下的 一个熟悉的身影 李麻子正了片刻 神情激动地望着对方 清风佛洞 一片一片的叶子 从上往下飘落 不经意间 就落入了李平安的发烧 仔细一看 隐约间 他的身上 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光 没有丝毫的波动 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举手拥有神之间 都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味道 带着一种 飘忽不定的飘渺气息 仿佛你一伸手 他便会消失 李平安淡淡一笑 伸出一根手指 放在唇间 噓 意义分明 李麻子会心一笑 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视线 仙人来了 便在这时 听见一声大吼 众人纷纷抬头看去 只见半空中三道人影 正在迅速逼近 怀路书院仅欲见过诸位 怀路书院春秋 下馋 见过诸位 随着三道声音的响起 只见刺眼的天空之上 三枚黑点正在急速放大 其中一人白衣飘荡 隐隐带着一丝攻击性 就像是一把出鞘的利剑 夺目至极 让人不敢直视 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完全看傻了眼 这 便是仙人 乘风而来 御风而归 破 在众人仰慕 敬佩的神色之中 锦玉啪击一声 大头朝下插在了地上 众人 李平安默默无脸 嗯嗯 锦玉两条腿 在半空中乱动 快 帮帮我 春秋和夏馋 无奈指的凑过去 用力将锦玉拔了出来 锦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 轻壳一声 诸位 我们三位乃是怀路书院的学子 有我们在 区区流寇只可拼 他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众人 露出自信的表情 好思想借着这句话 挽回了一些颜面 众人沉默不语 锦玉脑袋上 还粘着一朵地上的小红花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半点说服力都没有 这时 有安插在人群中的气氛组 是 我们应该相信官府 相信锦玉先生 对 没错 别看锦玉先生年轻 实际上战功赫赫 没错 我也听过锦玉先生的大名 锦玉先生曾经斩杀过数百位大妖 在一声声虚假的赞美中 锦玉险些迷失了自己 终于周围的人逐渐相信了 毕竟从那么高的高度摔下来 没有摔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一种奇迹 锦玉哈哈一笑 得意地插着腰 搜 半空中他的那柄飞剑 不偏不倚地落下 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脑袋上 哇 众人纷纷一惊 锦玉身子一僵 直挺挺地倒下了地上 师兄 救命啊 人群乱成一团 隐藏在人群中的敌国的探子 见了这一幕 暗自摇头 忍不住笑了笑 可笑 书院竟然派了这么个货来 随即便离去了 锦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嗯 这是哪 恍惚之中 他看见了李平安 锦玉大惊 卧槽 老子死了 你这倒霉的货 怎么也来黄泉路了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头 嗯 声音铿锵有力 暂时没什么大碍 下馋松了一口气 外面的春秋喊道 春秋 不用挖坑了 师兄不会死了 外面 正在卖力挖坑的春秋 一听这话 顿时急了 什么 不死了 白费力气 挖了这么大的坑 锦玉 暮色已经模糊起来了 群山在夕阳的照射下 染上了一层薄薄的红韵 蟋蟀开始在村道旁的竹丛中 细声吟唱 原本水田里 还有青蛙在打鼓式的鸣叫着 可这个世道 青蛙早就被人捉没了 李平安炖了一大锅的排骨 又加了粉条 土豆 大白菜 柴火不时咯吱咯吱地发出声响 香味肆意 李平安又给自己和锦玉 各自倒了一杯酒 来 干杯 干杯 庆祝我们的重逢 锦玉脑袋上裹着纱布 模样很是倒笑 兄弟 你怎么在这儿 锦玉好奇地问道 李平安便悠悠地讲述起 自己这一路上的经历 从大隋到十万大山 沧海 云州 再到镇妖关 春秋和夏禅 听得津津有味 随后几人又聊了起来 现如今城外的流寇已经成事 并且背后有南方的遗族 一旦处置不当 祸患只怕就更大了 大乱将难以收拾 锦玉叹息道 一路走来我都看见了 本来便是遭了灾 流民越来越多 啃树皮 啃草地 甚至一子而食 李平安说 朝廷准备怎么做 不知道 这次也是老是得到了消息 所以想着让我来看看 几年未见 锦玉成长了不少 只有身上的傻气没变 如今手握大权的 官员豪宅遍地都是 连肉都吃腻了 而平民们又饿又饿 还要忍受科捐杂税 谁知道朝廷的那群人 是怎么想的 说到这儿 锦玉顿了顿 话说兄弟你努努力 把长公主娶了得了 让他回家养胎去 从此以后 咱哥俩统治天下 解决这点小事 不还是手道青睐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说正经的 你准备怎么办 春秋和夏禅两个小家伙 大口大口地淡着饭 时不时点一下头 锦玉自信一笑 把心放在铁锅里 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哦 锦玉道 之前发生的一切 不过都是我蒙蔽对手的手段而已 让他们误以为我是一个废物 降低他们的警惕心 然后 结结结结 李平安皱眉 嗯 咱们吃的不是铁锅炖吗 怎么变成魂殿长老了 算了先吃饭吧 锦玉道 李平安这才觉得有些饿了 只是二人看着锅内空空如也 春秋和夏禅打了个宝格 你俩聊完了 三日后 李平安坐在院子里 拿着酒葫芦 一连喝了几大口 狂风夹杂着倾盆大雨 落在房檐上 落在院子里的砖瓦上 发出海潮般的声音 李平安的思绪也随之离去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他有一种直觉 自己平静的生活要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 将会是另一种未知的生活 想到这儿 他又喝了一口酒 他倒是满享受这种过断日子 换一种生活的漂泊之胆 李平安笑了笑 锦玉哼着歌 撑着油纸伞走出来 兄弟 没有穿那件青衫 而是穿了一套黑色金衫 把头发散开重新系上 用黑色面找遮住脸 李平安不喜欢那帮在背后 作乱细作 自己好不容易过几天 安生日子全被他们搅和了 笑风月 刀光剑影 心风血雨 快意恩仇 李平安觉得自己 既然是江湖人 那便该有个江湖人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 现在身边有大哥了 如果是一个人 李平安也就忍了 说好了 我只是辅助 你是主公 锦玉自信一笑 那是必须的 你想当主公还不给你呢 哥才是主角 风吹过锦玉的头发 当真有点小帅 锦玉迈着优雅的步伐 护得被门槛办了个亮枪 哎呦卧槽 一个狗吃屎摔在了地上 什么 天币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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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玛 星号星号星号 这狗闭门槛 我尼玛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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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这家伙 到底靠不靠谱 深夜 现成城外 营帐外的火把 摇曳着火焰 帐内升起一堆柴火 烤着一只鹿腿 香气四溢 带着黑色眼罩的叶豪 脱下湿衣服 光着身子 一边烤着衣服 一边吃着鹿腿 大帐中 几名流寇的统领 齐聚一堂 桌上摆着一张地图 正商议着进攻的计划 叶豪是这群自称 异军的流寇 推举出来的首领 当然 只有少数几人知晓 他这个异军首领 完全就是摆设 真正能够发号施令的是 背后的遗族使者 叶豪将几个统领的意见汇聚 便起身去找遗族使者 此时 遗族使者正在一个单独的营帐内 做着诡异的仪式 帐篷里的摆设很简单 只有一盏灯 一张地毯 还有一块大毛皮 铺在地上 遗族使者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无边沾帽 穿着一件胡球 外面套着一件五颜六色的白色大袖 长袍上有一个骷髅头 脚上穿着一双粗布的农夫鞋 装扮十分诡异 叶豪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 手底下兄弟 现在都有些坚持不住了 这块骨头推 难啃了一些 说到这儿 他顿了顿 抬头看了使者一眼 上一次的瘟疫 也被对方解决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的粮食 兵器都是问题 粮酒 使者缓缓开口 你 是在怪我 属下不敢 叶豪盲道 只是 就连神使大人布下的瘟疫 都能被对方解决 我怀疑县城当中 会不会隐藏着某个隐居的神秘高手 使者冷哼一声 隐居的神秘高手 我看你是有了意想症 叶豪善善地低下头去 不再说话 使者张开手臂 放心吧 一切都交给神明 叶豪点头秤势 便在这时 有下属匆匆来报 将军 将军 何是如此惊慌 县城 县城 县城被攻破了 叶豪眼睛一亮 不是 是县城反攻了 什么 城下 一匹匹战马 发出一声声短促 而兴奋的思鸣 马蹄声骤然响起 接着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 冲啊 战马的身体猛的一沉 四体在地面上一蹬 仿佛一道红色的潮水一样 冲了过来 县城反攻了 这让围城的流寇 一时之间没有防备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 很快流寇便重新组织起来 援军也在赶来的路上 一波又一波的人马 匆匆离开大营 奔赴战场 县城似乎是在做着 最后的拼死挣扎 欲要杀出一条出路 流寇们自然不会随他所愿 只是如此 大营便空虚下来 夜风吹过 四野一片喧闹 虚雨过后 枯草着火 帐篷燃起了熊熊大火 很快 蔓延开来 狂风一吹 变成了一片火海 远远看去 像是一片晚霞 军营之中一片慌乱 有人在睡梦之中被火烧醒 也有人被活活烧死 远处 春秋和夏蝉两个娃娃手捏法绝 站在两个阵法的方位 脸色苍白 走水了 黑暗中燃起的红光 如同无常的索命之音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股妖气在盘旋 带着浓烟与灼热 夹杂着肆意妄为的呼啸声 便在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名流寇拎着水桶 匆匆向中军大营奔去 大营中是遗族的神使 以及统帅夜豪 只是 那名流寇停下脚步 望着不远处的中军大营 与周遭的营杖隔开了很长一段距离 火焰还并未蔓延到此处 而且周遭守卫森严 不 不好了 不好了 流寇匆匆跑过去 站住 守卫拦下了他 不好了 有有官兵偷袭 那名流寇气喘吁吁地说道 官兵 哪来的官兵 守卫一惊 那流寇大口吐着气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守卫急了 上前一步抓住他 快说 手中长剑一旋 带起一道荧光 滑出一道弧线 直取那名守卫的脑袋 随即剑势不停 向四面八方刺去 又快又狠 每一剑都直指凶腹要害 剑光如金蛇乱闪 虚余之剑 剑下亡魂便添了石余道 化作流寇的锦玉 手持三尺长剑 如入无人之境 闯鹰 嫡邪 嫡邪 有人大叫 可是他们的声音快不过 那并带着一股杀伐之气的剑 剑光如风 快如闪电 一名卫士拦在了锦玉的身前 怒吼一声 似要应接锦玉一剑 只是对方的身影呼的一遍 卫士心中一领 抬头一看 只听得刷的一声 那名卫士胸口中了一剑 血如泉涌 身子一颤 向后倒去 火势逐渐被制住了 更多的兵族如潮水般聚了过来 锦玉身体一矮 躲过了射来的箭矢 然后纵身一跃 一剑斩下了几名弓箭手的头颅 守卫的士兵 只能看见一道鬼魅般的身影闪过 随即锋利的光芒便到了眼前 他只有一个人 杀了他 就在锦玉接近大营的刹那 营中忽然窜出树道人影 拦住了他的去路 果然是遗族的人 锦玉附建尔利 怀路书院的学子 我没想到 你竟然蠢到会敢 独自闯入大营 如家修事又如何 人海战术烟 也能淹死对方 锦玉哈哈一笑 朗声道 海盗无边天作案 山灯绝顶我为风 我锦玉 一时之间 竟然都被对方这番气势震慑住了 海盗无边天作案 山灯绝顶我为风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说出这番话 锦玉再次举起燃血的三尺长剑 你们不逃吗 一人硬着头皮道 我们 也不是好惹的 这话说的在气势上 便弱了几分 尿急了 锦玉嘴角勾起 你们不逃 那我逃 说吧 转身便跑 火光的映照下 人影传动 流寇们手持各种各样的武器 朝着锦玉扑过来 这群人有的穿着皮甲 有些人则是穿着一件厚厚的皮药 身后还挂着一张长弓 也不知道 到底是从哪搞来的这些装备 刚跑了一段路 箭矢便像是水一样泼了过来 锦玉在身前挥舞出一股剑风 将剑拦了下来 这些流寇的武功虽然一般 但人数实在是太多了 这一群人刚刚倒下 又有一群人围了上来 锦玉提着剑 嗷嗷地跑着 这家伙不是单纯地跑 而是围着营地转着圈跑 一个遗族的修士 隐藏在人群当中 欲要偷袭锦玉 却在冲过来的一瞬间 被锦玉一剑挑翻 不知道小爷 我是怀路书院 百年难得一剑的天才靴子吗 就平年 再练个一百年吧 锦玉出手很有章法 尽量避免 雨在那些杂鱼身上浪费力气 而是集中精力 应对几个遗族修士 很快 便三个遗族修士 死在了他的剑下 锦玉一个大跳 越过人群 再次直奔人群身后的遗族修士 你爹来了 行号行号 中军大营 统帅叶豪听着外面的动静 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致 瞥了一眼遗族使者 便准备悄无声息地退出去 在这站着 马尔又躺在女人大腿上舒服 他的后背刚沾到银杖的帘子 一只手忽然拍了拍他 嗯 叶豪下意识地转过头 寒光一闪即逝 叶豪身子正了片刻 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人影 片刻后 扑通一声 无力地倒在地上 李平安坦然走了进来 遗族使者背对着李平安 嘴中念念有词 一缕黑烟从他的体内渗出 李平安哪里会等他放大招 一刀递了过去 碰 刀光一闪 却像是撞到了某种坚硬的物体 被弹了回来 使者冷笑 老夫这散灵阵堪称修士的可心 无论你是武夫 还是炼骑士 下三品修士嘎嘎乱杀 甚至中三品修士都难以应付 李平安皱眉 如此厉害 使者转身 遇见老夫算你倒霉 就等着被吸干体内灵气而死吧 四周的气流 立刻变成了黑色 一股阴冷的气息 充斥在整个空间之中 在半空中扭曲成一团 李平安露出恐惧的表情 这 这是什么 使者哈哈大笑 不出片刻 你体内的灵气便会被吸干净 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李平安 什么 我体内的灵气会被吸干净 不要 不要啊 使者癫狂地喊道 绝望吧 发出绝望的声音吧 随着他气力的声音响起 空气中血腥与暴虐更深 一股阴森的威压 陡然在每一寸空间里 升腾而起 那冲天的杀气 几乎充斥了每一寸空间 更是给人一种窒息的压迫感 李平安逐渐支撑不住 跌倒在地 半盏茶的功夫过后 李平安躺在地上 浑身僵硬 四肢不停地抽搐 使者放下茶杯 估计已经吸得差不多了 对方心脉已经快要断了 气血也微弱到了极点 使者一挥手 解开了阵法 便要离开营帐 顺道狠狠踢了李平安一脚 这小子暂时还不能杀了 活人比死人有用 忽然变故突生 李平安猛然抱起 搜 使者急忙后退 同时脚尖一跳 直接撞在了对方的脚边 轻而易举地 化解了对方的攻击 使者退到一个安全的距离 面露惊讶 不可能 他的双臂并没有麻痹的感觉 也没有鲜血流出 并无大碍 但是迈向却出了问题 十分平稳 甚至平稳的有些过头 像是睡着了一般 在自己的手臂上 赫然扎银色的细针 周遭的血脉 似乎被封锁了一般 医者人心 针法 针灸之力 以气为度 针下汇聚经脉之气 六针归位 散气 使者气韵丹田 以神引气 破血而出 搜搜 银针被他从手臂上震飞 虽然迅速便破了对方的针法 可却被李平安抓住了一瞬间的空隙 使者的衣袖 被一股禁风扫中 衣袖裂开了一道口子 他想也不想 大袖一挥 一股无形的力量爆发出来 将那飞溅细雨 卷在了袖中 燕子穿云纵 缩地成寸 砰 咔嚓一声巨响 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李平安的膝盖 狠狠撞在使者的脑门上 浑身暗静窜出 刺入了对方的骨骼 使者身子亮腔的后退 震得他 险些直接晕了过去 方一落地 李平安便又挟出一刀 在对方肩口 划开一道口子 鲜血鼓鼓而出 这一切都只发生在 电光火石之间 使者的反应不可谓不迅捷 只是李平安的速度太快 五步以内 同境地炼气势 对上武夫 绝无取胜的可能 李平安虽然不是武夫 可是实力却不弱于 下三品的武者 出招灵力 丝毫不给使者反应过来的机会 使者喉咙一痛 一缕鲜血 顺着喉咙流了出来 郑狱施展法术 只是寒光一闪 再度奔着他的头颅来 薄如蝉翼的刀锋 带着可怕的力量 让人心惊肉跳 好锋利的刀 使者堪堪躲过 这时袖口忽然扑呲一声破开 李平安手捏剑绝 去 血量的飞剑 距离使者的咽喉 只有一寸的距离 扑呲 风喉见血 飞剑细语插入了使者的咽喉当中 鲜血渗适了剑锋 使者喉咙里 发出乌液之声 意识像是掌中的流沙 迅速消散 他瞪大了眼睛 可能 李平安又补了一刀 轻声道 抱歉 我不是修水 还有 我眼计不错吧 李平安扶下身子 在使者身上摸了摸 意外摸出一袋零食来 自己的零食已经用光了 正好缺零食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虽然对李平安没什么用 可留着以后能换零食 或者干脆直接找锦鱼换零食 还有自己帮忙 肯定不能白帮的 李平安算了算自己的报酬 原本说好 自己打辅助 事成之后一百零食 可现在看来 自己完全就是主公 Boss都是自己单杀的 所以这个价格 至少也要翻个几倍 要他五百零食 再加银子若干 李平安算好了价格 随后一手拎着使者的头 一手拎着流寇名义上的首领 夜豪的尸体 大步走了出去 景玉正在顽命的狂奔 几千人围堵他一个 竟然能被他跑到现在 不简单啊 李平安慢悠悠的 从怀里掏出一把炒熟的黄豆 递给旁边一个跟他一样 在外围看戏的士兵 怎么样兄弟 我看大人挺厉害啊 是啊 那士兵欣喜的接过黄豆 一个人竟然就敢闯大营 真是厉害 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 那士兵忽然注意到 李平安脚边两个圆滚滚的东西 因为天黑 他也没看得太清 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 李平安摆摆手 没什么 两个草团罢了 草团 那士兵皱了皱眉 过了片刻 又好奇地低下头 仔细看了看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了一大挑 这分明就是两颗人头 而且还是义军的统帅 与神使的头颅 士兵的五官几乎都扭到一起了 颤颤巍巍地抬起头 看着李平安 李平安不紧不慢地嚼着黄豆 表情淡定 士兵咽了一口吐沫 点点头 兄弟 不用麻烦 我自己来 说着 举起自己手中的棍子 一狠心 在脑袋上打了一下 整个人直接昏了过去 景欲捂着屁股 嗷嗷大叫 忽然 他瞥见了在外围嚼着黄豆 看戏的李平安 表情一惊 几步窜了过去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不是让你接应我吗 李平安道 原本想着接应你来着 但是我想 既然你把人都引走了 干脆就进去杀他们的措手不及 是吗 你还会随机应变了 打探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李平安指了指地上的两个人头 有用的信息没打探到 只有这个 景欲看着两个人头 沉默了片刻 这 这个也 也不是不行 说着 景欲将插在屁股上的利剑拔出来 表情销魂 既然你都得手了 干嘛不早说 李平安淡定地说 我怕他们把你打死 景欲吼道 你是怕他们把我打不死 杀了他们 一群人乌泱泱地围上来 李平安将两颗头颅扔入人群当中 看好了 你们的老大已经死了 想活命地赶紧扶地投降 冲在最前面的人先是一惊 随即正正地望着叶豪和神使的头颅 老大死了 什么 是统帅的头 没错 那个是神使的 景欲得意洋洋地插着小腰 中气十足的吼道 伏地不杀 话还没说完 一只利剑便擦着耳边划过 杀了他们 为老大报仇 流寇的另一个统领迅速反应过来 老大死了 那岂不是他就是老大了 还有这种好事 景欲嘴角微微抽动 这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呢 李平安道 我就说吧 还得打架 这工钱 我得跟你算明白了 待会儿再算吧 景欲身影一闪 啊 方才喊话的统领惨叫一声 胸前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朝阳 微风 细流 陈希徐徐拉开了帷幕 一缕金色的阳光 透过云层洒向大地 李平安和景欲背靠背坐着 原本说好我打辅助 结果现在又帮你杀幕后主使 又跟你深入敌营 李平安掰着手指头 跟景欲算着这笔账 景欲解下李平安腰间的酒壶 喝了一大口 吐出一口浊气 感慨道 还好不是正规军 否则咱俩几条命都不够死的 要是正规军 我也不会跟你一起来 李平安道 还有别转移话题 供钱的事情 景欲 我请你吃面 滚 打发叫花子呢 景欲黑黑一笑 逗他娘的哥们提前伤感情 提感情伤钱 景欲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你兄弟 我什么时候拆过事 话说回来以后 咱哥俩在一起 保准能做一番大事业 不吹牛皮 你兄弟 我在书院 那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别人家出师了 还在叫阿姨 你兄弟 我还没出师 就已经让阿姨叫了 李平安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还有 听说了吗 刘寇被灭了 有消息灵通的人 最先得到了消息 哎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据说是怀路书院来的 仙人入敌营 一人一见 便将整个刘寇 全部剿灭了 一听这话 众人顿时露出了 狐疑的表情 这怎么听起来这么假呢 爱信不信 等着吧 再过不久 官府便会传出信来了 很快 到了晌午时分 官府的通告便贴了出来 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困扰了县城书院的阴霾 终于一扫而空 刘寇平了 反贼夜豪 以及遗族的奸细 就地扶诛 只抓到了一些小头目 刘寇当中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一些流民 被裹挟着 加入了不明不白的义军 怎么处置这些人 接下来便是官府 要操心的事情了 据说 昨夜跟仙人一起去诛杀贼寇的 还有一人 街头说书人 正在讲着 自己从亲戚那里 得来的一手情报 啊 什么人 能跟仙人一起杀贼 如此厉害 说书人娓娓道来 话说这人平地身高八尺 圆壁狼腰 头大如斗 腰宽腰圆 一张朱砂脸 面短腮阔 眼如铜铃 并脚如刀 眉毛如墨 旱下一缕红须 双臂力大无穷 威风里净寒风流 傲慢中隐寒杀气 只见那遗族使者大喝一声 待 挨者何人 那神秘好汉高声道 江湖英雄好汉 手持轻风三尺剑 斩尽生平不平视 一寸寒芒一寸风 利刃光芒照避空 啪 金唐木一拍 将众人移震 说书人继续道 只听争的一声 那好汉拔剑出鞘 只见剑身呈淡青色 犹如一汪清水 在烛光的照耀下 泛着寒光 说书人讲得有趣 再加上刘寇被评定的消息 实在是振奋人心 不一会儿 便聚集了李三层外三层的人 砰砰砰 县衙街道的两旁 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引得百姓纷纷围了过来 牙翼敲锣打鼓 吆喝着 几乎整个县城的人 都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 争先恐后的往里面挤着 都想亲眼再见一见这位仙人 想当初第一次见仙人时 他们心中 还对这个不靠谱的仙人 有所怀疑 景玉和春秋夏禅 在人群的簇拥下 慢悠悠地走着 跟众人打着招呼 县城热闹得 像是过年一样热闹 据说还要举办数日的庙会 让百姓们见识一下 这一天的盛况 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 正午时分 烈日高悬 微风似从天上吹来 带着冷月寒心的凉意 和银河的水气 李平安喝了一口凉酒 仿佛引进了正午阳光的 酣畅香西 平安书 平安书 是王寡妇家的二鸭 王寡妇抱着二鸭 周遭还有十几个村民 平安 一起走啊 去见识见识仙人 刘寇被灭了 咱们也去高兴高兴 众人有说有笑的 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因为刘寇的事情 这些日子担惊受怕 现在好了终于解决了 李平安笑了笑 我待会儿再去 你们先去吧 那你快点来啊 待会儿赶不上热闹了 众人边走边聊 唉 你们知不知道 这次击溃刘寇的不止仙人 还有一个身高实实的壮汉 真的假的 这还能有假 据说能壮汉能够推云土雾 撒斗成兵 一人有模有样的说道 一群人渐渐远去了 李平安笑而不语 端起酒碗抿了一口 身高实耻 吞云土雾 撒斗成兵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他没打算去凑那个热闹 出风头的事情 交给景玉便好了 那家伙巴不得出名呢 试了服衣去 身藏身语名 当然 报酬也是不能少的 于是 一日 李平安见了景玉 便仔仔细细的 跟他说了一下 自己前前后后的付出 并且应该得到的报酬 景玉看了一眼明细的账单 沉吟片刻 你他娘的 连个兜当部 都不留给我吗 李平安饮了一口茶 那给你留一条兜当部吧 景玉 傍晚 景玉穿着一条兜当部 遇见带着春秋和夏禅 便离去了 风声呼啸 一个不注意 兜当部便被风刮跑了 景玉 哎呦卧槽 夏禅连忙捂住眼睛 师兄 耍流氓 春秋眨了眨眼 伸出手比了比大小 随即露出不屑的表情 就这 一个老太太正在院子里 借着月光织着布 呼得一抬头 眉毛皱在一起 好白的屁股 随着流寇的评定 朝廷大力表彰了 县城的各个官员 以及百姓 在这次做出的贡献 象征性的调拨了一些金钱 粮食 最重要的是 县城周遭的交通要道 恢复了通畅 与其他县互通有户 保证了县城的粮草供应 而且 这次凡是被拉了撞钉的人家 都得到了相应的补贴 这也算是官府做的唯一一件 不算好事的好事 百姓们松了一口气 终于又能过上一段时间 安稳的生活了 人嫌桂花落 夜进春山空 依靠着景玉赞助给自己的资源 李平安十分富足地修炼了好一阵子 这日 李平安拎着酒壶落 刚从镇子上回来 便见县城里送信的老张头 在自己家门口停下 怎么了 老张 有你的信 老张道 我 李平安微微挑眉 目前只有景玉和春秋夏禅 直到自己住在这儿 何况刚刚见过不久 那还有谁能给自己写信 李平安好奇地递给老牛 老牛 看看 有我的信 李平安将信递给老牛 老牛看看 是谁给咱写信了 老牛 细细读了一遍 阿利亚 大叔听景玉师兄 说你现在在三水城 阿利亚很想你 所以就给你写了一封信 赵铃儿也很想大叔 不要说是我说的 姐姐给我写过信了 她说 最近都很好 要是见了大叔 替他报个平安 大叔 听他们说 我现在已经算是练气势了 阿利亚现在每天都很努力 等阿利亚更厉害了以后 就能给大叔治眼睛了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能看得出来 阿利亚是真的想自己了 信族有十几章之多 大多都是一些 他平常的小事 比如跟赵铃儿吵架了 跟赵铃儿和好了 胖郡上毛测望带指 在外面蹲了一页之类的事情 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 最后一页 阿利亚 大叔 那个在玉门关的傻大的情识 你还记得吗 就是傻傻的那个 说话结结巴巴的 他拜师龙虎山了 哦 李平安微微挑眉 他自然是记得秦时的 当时入龙虎山 还是自己给介绍的呢 自己腰间养剑葫芦的主人 便是龙虎山的天师 虽然现在龙虎山衰落了 不过底蕴还在 东山再起 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据龙虎山那老头说 算上秦时 再算上他自己 和门口那条黄狗 足有两人狗 嗯 未来可切 龙虎山开山一试 听起来蛮有趣 如果有机会 可以去看一看 不过找个时间 确实是要去京城一趟 原本说好 等景玉回京城一个月后 便把欠自己的零食送回来 结果这都两个月了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估摸着这小子是要赖账 早知道当时连兜党部 都不应该留给他 那党部看起来 还蛮值钱的呢 眼看着要过年了 李平安拎着一个袋子 去了一趟县城的黑市 这是上好的冰丝衬衣 这个是月白祥云文的宽腰带 还有一双上好的丝绸袜子 这些能换多少钱 当铺老板皱眉 这 这他娘的哪有人买 你耍老子玩呢 李平安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袜子 而是仙人穿过的袜子 仙人 就是前段时间 击败流寇仙人景玉 您看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吗 不信 你闻闻这味道 原汁原味 当铺老板仔细闻了闻 嗯 确实很上头 有点酸菜味道的 当铺老板又仔细看了看 那衬衣和裤子 嗯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 不过这袜子 这样吧 打包价五十两银子 这袜子就当送你了 最后经过讨价还价 价格定在了二十五两 李平安拿着钱回了家 自从流寇被剿灭后 日子变得重新凝静下来 李平安一如既往的每日修炼 拉拉二胡提升经验值 和自己的寿命 没事的时候 便在村子里转悠着 日子过得充实又悠闲 村口永远是最强的民间情报组织 村口大妈的能力堪比锦衣卫 李平安便揣着一把黄豆 混迹在其中 与他们围在一起 坐着晒着太阳 身体前倾 时不时附和两声 说他们说是千里眼和顺风耳都不为过 扎堆聚在一起八卦闲话 东家长李家短 信息传播速度惊人 大事小情似乎都能说上一把 不过有些事情传着传着就变味了 比如村头老留死了一头羊 传到村尾说老留死了娘 出去几年不回村 被说成进了大牢 反正有些事 他们虽然不知道真相 但传着传着就成了真相 最开始 他们讨论的重点都是李平安 毕竟李平安是新来的 还是一个瞎子 新笔巨隔 并且家里还天天吃肉 这很快便成为了话题 有人说李平安在城里做着人口贩卖的生意 有人说李平安其实是盗墓贼 不然哪来那么多钱 李平安想了一下 觉得任由谣言这么传下去 也不是个事 老爹说过 只能用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于是 李平安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村口的情报大军 村口大军也不是坚不可摧的 相反十分脆弱 众人聚在一起 谁先走 谁就会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比如 此刻刘大爷回家要做饭了 前脚刚离开 便有人道 你说老刘家 那个女婿 还有什么活都不干 张当娘道 就是 我听说小两口一直要不上孩子 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过了一会儿 张大娘走了 你说老张太太那人 做事真不地道 就是就是 李平安时不时点点头 天色欲晚 村口只剩下最后三个人了 李平安翘着二郎腿 嘴里嚼着黄豆 剩下的两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不愿意先走 担心自己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 其中一人道 李平安微微一笑 拉住另一人 那要不咱俩再聊会儿 猜疑恋就这样形成了 比熬 这些老头老太太 再来一百个都不是李平安的对手 就这样一连持续了七八天 这日李平安如往常一样 拉完了二胡 轻车熟路地来到村口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坐下 今儿其他人都还没有来 空荡荡的只有李平安和老牛 闲着也是闲着 李平安盘腿坐着运气调息 老牛则从他口袋里拿出黄豆 在嘴里嘎嘣嚼着 不知不觉 傍晚夜幕渐渐落下 东边几颗明星乍现 点点星光渐渐增多 李平安回过神来 嗯 怎么村口还是空空如也 一个人也没来 李平安好奇地打听了一下 这才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 全部在家些着了 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再去恐怕就没命回来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还有两日便要过年了 等年一过 李平安便准备去京城 向锦域讨债去 树枝随风而动 传来摇晃声 绿瓦青砖 高檐飞起的古朴农舍 充满了烟火气息 鸟鸟欢声笑语 老牛系着围裙 在厨房里忙着做菜 李平安则写着对联 二人分工明确 王寡妇家 二丫头穿上了新衣服 高兴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别弄脏了 王寡妇将包好的汤 让二丫头拿着 记住 给你平安书之后要说什么 二丫头道 平安书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这是我娘让我给你带来的汤 还有我娘喜欢你 想请你跟我们一起过年 王寡妇俏脸一红 在她脑袋上敲了一下 娇春道 什么混账话 这话是谁交给你的 二丫头揉着脑袋 委屈道 不是你说 想请平安书一起过年吗 我说的是前一句 王寡妇咬唇 二丫头黑黑一笑 扭头跑了 王寡妇急忙道 见了你平安书 不要瞎说 知道了 二丫头穿着一身粉色的小棉袄 脚步轻快 一手里拿着一个糖葫芦 一手拿着饭盒 里面装着娘亲包的汤 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 看起来很是可爱 平安书 平安书 二丫头大声地喊道 只是喊了几声 都没有听见回忆 平安书 王寡妇在家准备着今儿的年夜饭 虽然家里不富裕 可一年到头 只有一天这么个日子 自然是要吃好一些 王寡妇往锅里添了一瓢水 脸上带笑 娘 娘 这时 二丫头急匆匆地跑回来 王寡妇连忙回过头 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发烧 只是没看见李平安 不由地问道 怎么了火急火燎的 你平安书呢 平安书 平安书 走了 什么 母女二人匆匆赶到李平安的家 屋门没有关 李平安似乎已经预料到他们回来了 锅还是热的 似乎是不久前刚热过菜 春联也是新铁的 屋内留给了王寡妇一封信 信上的内容很简单 大致意思便是 去京城讨债去了 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短则三五个月 长则三五年 屋里还有一些米面粮油什么的 留给你了 别浪费了 我还留了一些钱 麻烦你有空帮我照看一下屋子 悟念 娘 娘 二丫头个头不够 点起脚尖来 好奇地望着 信上写什么了 王寡妇挣了片刻 挤出一个笑容 没 没什么 你平安书出远门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二丫头小嘴一扁 险些就要哭出来 王寡妇轻声道 或许明天 或许 谁知道呢 远处绵延的山 云雾缭绕 仿佛看不见尽头 二胡之声悠悠地响起 老牛身上 驮着李平安的全部家当 东西越来越多了 有两袋小米 一袋大米 一包腰子 几个烧饼 两头鸡 一只兔子 甚至还有一只羊 老牛还要负责 时不时将跑偏的羊赶回来 李平安则慢悠悠地走着 仿佛是出来浇游的一样 老牛表情哀怨 气愤地给了他一提子 青山 威风 浮云 不用担心选择 不用担心 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走过 有一句话说得好 你看过的书 走过的路 都会化为血肉 融入你的灵魂 李平安哼着小哥 叮咚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二百九十杠三百 破三百岁了 李平安微微挑眉 老牛 咱的寿命到三百了 你说仙人能活多少岁 会不会以后这世界 就剩下咱俩了 老牛屁股后面的尾巴 打着旋 蒙 本牛不关心 仙人能活多少岁 你他娘的 能不能给加点工资 李平安只当做没听见 继续拉着二胡 前方长风浩荡 天地辽阔 云河县 虽然叫县 不过因为地处偏僻 规模也就相当于一个镇子 在云河县外 树里之外的一处山林中 有四道人影 正快速走着 这四人看着装便知道 应是江湖的舞者 其中一个女子 砸着高马尾 心比去隔 弯弯的柳眉 身材娇小玲珑 快一下 别被那妖女追上啊 走在最前面的一人说道 不行了 杜舟气息太弱了 找个地方先歇息一下吧 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 被一个汉子背着 山间的雨来得十分迅速 冷无声息 恍惚间 漫山雨雾紧随身后 一路追龙上来 还好 发现了山腰立着一座庙宇 远远望去 似乎并不大 只是黑漆漆的 没有一丝光亮 一行人刚一冲入庙门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雨滴 便呼啸而下 雨又急了不守 这雨下的真结 有人抱怨道 衣服都打湿了 去哪弄点木材啊 嘻嘻嘻呼 轻微的呼吸声传来 谁 几人本能性的拔刀抽剑 全身绷紧 片刻后 黑暗中有一个身影摆了摆手 随即 火光升起 别激动 大家都是来躲雨的 那人轻声说道 几人警惕性的打亮了对方一眼 听对方说话平缓温和 又见对方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 瞎子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将之前收集的木材聚在一起 随后升起火来 火光顿时充斥了妙语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先前休息的时候 忽然来了感觉 不由的便沉浸在其中 等回过神来 全身上下 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又躺了一会儿 三两下便打酣了 等醒过来 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 身上也有了一种舒爽感觉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老牛 锅 老牛 把身上的锅解下来 在里面倒了一些水 架火 煮汤 李平安则拿出来一块羊腿 放在篝火上烤了起来 一边用蒸汽控制着火的温度 一边撒着蘸料 手法十分娴熟 不一会儿羊腿好了 配着烧饼 一口肉 一口汤 香味扑鼻而来 令人垂涎欲滴 几人在一旁看得直焰兔目 唐山走上前 兄台 可否也让我们取取暖 分我们一些吃的 我们会付钱 李平安摆了摆手 无碍 遇见便是缘分 一起来吃吧 那就多谢了 几人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下 喝了一些热乎乎的汤 这才觉得身子重新暖和了一些 净庄女子照顾着受伤的男人 怎么样 不行 脉相太弱了 再这样下去 我怕杜舟支撑不了多久了 唐山叹了一口气 淑真气也没有用 现在还是尽快找个郎中 几人沉默下来 脸色阴沉 李平安啃了一口羊腿 说道 诸位这便是缘分 你们要找郎中 便在这里遇见了在下 净庄女子寻声望去 正了片刻 莫非先生是郎中 正是 李平安点了点头 唐山忙道 还望先生救我兄弟性命 无论什么要求 先生尽管提便是 医者人心 救人是本分 李平安淡淡道 几人看向李平安的眼神 纷纷一变 没曾想这年头 还能遇见这种郎中 不过 李平安话头一转 钱该收还是要收的 总不能喝西北风 不是 从他们一进门 李平安便听见了 他们腰间钱袋子碰撞的声音 更何况 他们脚步有力 气息绵长 都是练家子 这年头穷文富武 练武可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 唐山善善一笑 方才还在佩服对方的侠义心肠 不过 人家收钱也没什么毛病 现在救人要紧 于是道 先生放心 只要您将我兄弟治好了 多少钱我们都出 李平安伸手搭了搭那名伤者的脉搏 若有所思 随即伸手射出几根银针 这一针是先凝住病人的中气 再在太乙学和气海学上各扎了一针 体内有邪气 李平安微微皱眉 不是普通武者所伤 医者人心 又在对方的身体各处扎了几针 这才化解了对方体内的邪气 银针已然变了色 一套针法下来 杜舟的额头上 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些虚弱 就像是跑了几天几夜一样 但是他的真气 已经可以自如地运转了 杜舟吐出一口浊气 多谢 李平安淡淡一笑 无碍 我再给你开一套药方 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切记之后半月莫药新房 几人站起身 向李平安拱手道谢 又按照约定付了银子 一记在手 天下我有 古人成不起我 医者人心惊艳 二十 这一次 抵得上就二十个普通人了 李平安将银针收回 呼得 感受到外面有一个黑影闪过 又是一只雪白可爱的小兔子 李平安舔了舔嘴唇 迅速追了出去 外面的雨水 哗啦啦地下着 一路追去 李平安戴着梭帽 嘴中念叨着 东风下雨东风晴 再刮东风就不灵 晚上下雨白天晴 晒得你草青又青 小兔兔别跑了 寻着小兔子的气息 很快便抓住了这兔子 一伸手便揪住了兔子的耳朵 将它提了起来 竟然有肉吃了 小兔子两条腿疯狂地蹬着 李平安轻笑道 别挣扎了 接受你的命运吧 这时 忽然从旁边又跑过来一只灰兔子 哦 一次遇见两只 这时 那灰兔子竟然出乎意料地 跪在了李平安身前 灰兔子一下子 竟然跪在了李平安面前 李平安微微一愣 饶有兴致的一笑 灰兔子跪在李平安面前 又拿出几根胡萝卜来 指了指李平安手上的白兔子 叽叽喳喳地不会说话 不过意思却很明显 是要用手中的胡萝卜 换李平安手中的白兔子 胡萝卜看起来不错 这个时节还能有这种胡萝卜 当真不容易 李平安略意犹豫 伸手接过胡萝卜 灰兔子一喜 连忙又给李平安磕了两个头 李平安收了胡萝卜 满意地点点头 忽得又探出手去 他速度极快 还没等灰兔子反应过来 便将他抓了起来 李平安道 嗯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信用呢 李平安微微一笑 这样如何 你带我去找更多的胡萝卜 我就放过你 灰兔子和白兔子对视眼 似乎也明白 现在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指的相信对方 于是 便带着李平安 来到了他们的洞穴处 灰兔子回头看了一眼 被李平安抓在手里的白兔子 很快 便在洞穴中 挖出了小山堆式的萝卜 这是他们过冬的食物 也是灰兔子 向白兔子求婚的聘礼 灰兔子把萝卜推了推 仿佛是在说 只要把我老婆放了 这些全是你的 李平安伸手将他抓了起来 糊涂 把你俩吃了 这些胡萝卜 也都是我的 灰兔子 白兔子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 李平安忍不住一笑 放开了两个小兔子 逗你们玩呢 记住了这世界上最坏的便是人了 以后别轻信强着给的承诺 两个小兔子呆萌萌地眨着眼睛 李平安拿起两根胡萝卜 用袖子擦了擦 递给老牛一根 转头 走了 瘦了你磕的几个头 不让你吃亏 李平安扔过去一本摘抄的炼气功法 这是那时从医族使者身上搜来的 只是对李平安没什么用处罢了 袁剑被李平安留了起来 准备去卖钱呢 两个小兔子好奇地看着那炼气功法 李平安走了一段路 忽然 那小灰兔子和小白兔子又跑了回来 头上顶着一个箩筐 框里装着一些胡萝卜和其他的食物 两个小兔子冲李平安郑重地行了一个礼 随后又迅速跑了 李平安笑着拿起箩筐 庙内 嘎啦 嘎啦 还没等几人从杜舟恢复过来的欣喜中走出来 屋顶便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 那声音仿佛是有一条蛇在上面爬行 几人脸色顿时一变 是那妖女 哥哥 哥哥 刺耳的声音响起 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挠着黑板 听得众人眉头不由地皱在了一起 果然是那妖女 几人同时起身 抽出刀剑 虽然气势很足 可从表情上来看 他们并不想面对这妖女 这妖女乃是他们半路偶然所遇 郑乔见对方正在吞噬一个孩童 江湖少侠哪里有不出手的道理 结果非但不是对方的对手 还被人家撵了一路 黄山喘着粗气 紧紧握着手中的刀 吩咐其中两人 你们俩去保护杜舟和那位郎重 那郎重呢 黄山这时才发现李平安不见了 刚才出去了 杜舟受了伤 而那个瞎眼郎中又刚刚救了杜舟的命 自然不会抛弃对方 庙宇的门轰然被撞碎 是一位身穿红衣可不女鬼 神色猙獰 黄山一声抱贺 挥一刀便砍 只是却被红衣女鬼用细腻的双手轻松挡住 看得人瞠目结舌 随后一挥 轰 黄山急忙闪过 身后的庙墙上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吐石飞剑 触目惊心 双方的身影交织在一起 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旁人根本插不上手 然而 最强的黄山也仅仅只是坚持了几个喘息之间 便被击溃 一起上 静庄女子挥一动手中的冰刃 与另一位舞者一左一右 同时攻了上去 刀光如雪 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 只是刀笑声戛然而止 静庄女子只觉得一股寒意从头梁到脚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 仿佛一股强大的灵魂气息已经锁定了自己 似乎只要自己一动 就会受到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红衣女鬼出现在了她的身前 一只有力的手掌已经捏住了她的脖梗 冷笑道 你们这些人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什么地方都没搞清楚 竟然就赶来惹老娘 黄山挥一刀欲救 红衣女鬼大袖一挥 扑 砰 黄山喷着血飞了出去 右臂向内扭曲 那柄上好的钢刀都被震裂一个巨大的口子 余下几人见了这一幕 只觉手脚冰凉 这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便在这时 有一道白色的剑光从外面的黑暗中窜来 如同一缕曙光 刺破了庙宇内的一角 一刹那 红衣女鬼发出一声惨叫 李平安戴着梭帽站在庙宇之外 喝了一口烈酒 又嚼了半根胡萝卜 女鬼闪电般的褪至远处 瞳孔顿时一缩 就像是一只面对利剑的狐狸 愤怒地望着那抹白光出现之处 喉咙中发出嘶嘶的声音 联想了三声 何方修士敢在此地放色 他大袖一挥 红色的丝线箭矢般射出 李平安靠在庙宇外 手中剑决一变 剑气凝聚成一道白光 蕴含着一股诡异的力量 挡住了如潮水般的血红色的死力气息 鼠背安敢现身 红衣女鬼又吼了一声 有声音似从远处传来 温和平静而有力 哼 不敢 几人听了这话 不惊一愣 不是应该说你不配之类的吗 红衣女鬼一双虎目中 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目标一转 猛地冲向她最近的静庄女子 刘你不得 那个平静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与此同时 剑身上形成一道气幕 锐利之气从剑身上喷涌而出 寒光如雨 快如奔雷 来吧 红衣女鬼大喝一声 摆出架势 蒸蒸 一连串的金铁交明之声响起 火星四箭 每一箭都是致命一击 显向还生 声音红亮如罗 一次又一次地扩大 带着强大的力量 轰击在红衣女鬼的精神中 李平安手中的胡萝卜 已经吃完了 她的手里没有剑 身上也没有一丝杀气 不禁笑道 再来 随着声音的响起 妙宇内 一剑刺出 剑身光芒大圣 带起一股让人心悸的呼啸之声 这一剑又快又狠 不给对方半点喘息的机会 但见一道血光闪过 这名红衣女鬼的右臂已倒在地上 鲜血淋漓 红衣女鬼心中一惊 知道对方这一击非同小可 双臂一张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她的身上爆发出来 争得一声巨响 她居然在仓促之间挡住了这一剑的突袭 只是强大的冲击力 把她震得倒飞出去树掌 她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向后退去 好强 红衣女鬼羽剑退出妙宇外 飞剑细雨继续前进 卷起无数羽壶 震走无数剑之 精英的羽珠从剑尖滴出 仿佛一把油水凝聚而成的剑 在雨中轻轻地颤抖着 发出一声声剑鸣 她的身体被牢牢地粘住 让她原本轻盈地身躯一阵 顿时如泰山压顶一般 发出一声惊呼 她的身躯被震得向后飞出 撞倒了一棵粗树 树枝纷飞 她也被震得倒在地上 挣扎不起 她的双手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眼前一黑 胸口像是要炸开了一般 只听嗡的一声 险些失去了意识 饶命饶命啊 这时候 红衣女鬼才想起来求饶 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看见见的主人 更不用说与其过过招了 便在这时 一道黑影出现在她身侧 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 将她提了起来 向后一推 千军一发之计 她已经脱离了剑尖 刺骨的剑气 令她不寒而立 走 哟 跑了 李平安微微挑眉 实力不咋地 跑得倒是挺快 细雨在半空中停留了片刻 随即转了的弯 从空中坠落 像是一道流星 回到养剑葫芦当中 庙宇内 黄山几人皆是神色茫然 方才 那是什么 有人诧异地问道 莫非是有路过仙人途经此地 几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口 盲运功调息 劫后余生 这令他们有些恍惚 如果不是那柄仙剑突然出现 恐怕现在他们已经变成尸体了 莫非这便是传说中的修士 黄山点头 我曾经见过有人遇见 不过却没有这般厉害 我们遇见修士了 他会受我们为徒吗 杜舟兴奋道 不止杜舟有这个想法 其余几人也是一席 练气势并不是大白菜 满大街都能看见 相反 十分的稀有 别说一些平静的乡村地区了 就连一些大城市 你都很少能看见练气势 与之有什么接触 更是难上加难 不多时 李平安拎着一箩筐的萝卜 慢悠悠地走了回来 黄山睁开眼睛 不由地说道 你可真是幸运啊 哦 李平安将箩筐放下 怎么了 杜舟笑道 别打听了 怕吓到你 那场面嘖嘖 杜舟想起方才那一幕 不由地还是一阵后怕 在女鬼面前 他们好似孩童一般 被玩弄于鼓掌之上 而反过来 女鬼在那柄飞剑面前 却跟他们一样 变成了孩童 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杜舟摇了摇头 胆叹道 哎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李平安道 吃点胡萝卜 我先给你们疗伤 麻烦了 黄山点头道谢 黄兄 你说那女鬼会不会再回来 义无者担忧地说道 黄山沉阴片刻 应该不会 那女鬼吃了苦头 不敢再来了 女鬼不来 那出手的仙人怎么也不来 我还想目睹一下仙人的风采呢 杜舟望着妙宇外 神色中满是期待 在普通舞者看来 修士与仙人没什么区别 嘿嘿 我看你是想拜人家为师吧 废话 谁不想入修行之道 得到长生啊 李平安淡淡一笑 抽出迎针 为几人疗伤 等几人都恢复了一些 却迟迟未见仙人来 于是停了 几人受了伤 都需要修行 一行人便向着最近的云河线而去 天黑路滑 到处都是陡峭的山峰 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 几人勉强能通过 山路弯弯曲曲 雨过天晴 要穿过去 当真是费了好大的劲 两久后 终于到了云河线 云河线 周围都是一片险峻之地 像这种小线 李平安一路走来 见得很多 无疑不是穷苦之地 可云河线却全然不同 青石铺路 柳树环抱的农家小院 陈云透过层层之叶 洒在这红砖青瓦的房舍 瓦房 砖墙 大宅院 没见过其他豪华的地方 而是在这种穷山僻壤之地 这地方怎么可能如此富裕 见有外人来了 村民们十分热情地招呼他们进了村子 好酒好菜 很快便端了上来 几人受了伤都不能喝酒 再加上长途跋涉 被那女鬼穷追不舍 此刻 早已是心疲力竭 美美地吃了一顿 便很快就睡了过去 天光大亮 李平安悠闲地在村子里转悠着 想着吃点早餐 小县城里的人见他 是外来客 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县城约莫有一百余户人家 并不大 但是日子过得十分富足 每一个营面的百姓 几乎都是穿金带银 李平安有些怀疑 这县城里是不是有几座金矿 带着这个疑惑 又逛了一会儿 李平安觉得有些饿了 便找了个饭馆点了一些东西 喝上几杯酒 一盘热气腾腾的羊肉 就端了上来 随即小二又陆续端来了许多美食 不一会儿便摆满了一整个桌子 李平安疑惑道 这些东西我没点啊 这道佳肴是以当地自然放养的小山羊为原料 以独特的配方烹制而成 带着一股淡淡的山味 对于喜欢吃羊肉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道美味佳肴 还有这几道 都是用三斤以上的母鸡和新鲜的骨头熬制而成 每隔四个时辰都会换一次 保证了汤的鲜美 小二给李平安 一一介绍着桌子上的几道美食 听得李平安一连茫然 有一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 李平安先尝试着喝了一口汤 汤虽然不是很浓 但味道却很浓 不会太咸 越喝越香 吃完了饭 掌柜的坚决不要钱 李平安离开饭馆 这地方怎么看 怎么觉得有些怪异 黄山几人一觉醒来 天色已经大亮 昨夜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身上的疼痛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他们受了伤 准备在这地方多休息几日 李平安也准备多留两日 手头上还剩下最后一些零食 干脆全部用光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一处山洞中 红衣女鬼亮亮呛呛地回到了洞府 此时她双臂静断 体内气息凌乱 五脏六腑皆是受损 将她救出来的男子道 那人法力高超 定是某派的弟子 不过还好 咱们甩开了 红衣女鬼吐着粗气 洞内还有血食吗 男人道 没有了 我让人去县城里寻一寻 问问最近有没有陌生人来 尽快 放心吧 原来这山上的妖怪 和县城内的百姓 达成了协议 每当有人经过县城 百姓们便好吃好喝的供应 随即将他们 骗到这些妖怪的家门口 成为这群妖怪的食物 并且制造假象 为妖怪打掩护 每当有修士 或某个官员经过 百姓们便绝口不提 山上妖怪的事情 相对应的 这些妖怪 也会为县城中的百姓 提供富裕的生活 像是小丑鱼和海葵 二者相互依存 共生于此 今天天气不错 但是山风还是很冷 乌云像是一块帷幕一样 黑压压地布满了整个天空 在大风呜呜的区域下 历历七七 如气如素 给人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李平安刚从修炼中回过神来 这天气应该吃一顿 热乎乎的锅子 再配上香烈的美酒 说干就干 当即便和老牛走在街上 寻找着店铺 一边哼着山歌 一边享受着新鲜的空气 绕着绕着 忽然绕到一处小巷 就见几个男人 在巷子口的一户人家 排成一排 正等着走进去 哦 这是在做什么 李平安好奇地走过去 这时 排在前头的一个男人转过头 打量了李平安一眼 外来人 李平安点点头 男人淳朴一笑 来前面 这是在做什么 好东西 李平安进了门 又走过一条小路 男人知道李平安是瞎子 还好心地为他领路 来 前面 前面 院子中央 有一个铁笼 笼子里 关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女人 旁边围着几个男人 一个男人 正在里面熬战呢 李平安停下脚步 这 玩得挺花 李平安不禁皱眉 憨厚汉子 推了推李平安 道你了兄弟 李平安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还真是城中戏一场 山明笑断肠 憨厚汉子皱眉 这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被关在笼子中的女人 长得很漂亮 皮肤白皙 看起来不像是小县城的人 倒像是谁家的附加千金 身上带着伤口 眼神中满是绝望 直到看见了李平安 他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次 看见过这种 来小县城的陌生人了 可当他向他们求救时 换回来的 只有一顿毒打 女人本已经绝望了 只是当他看见 李平安的时候 忽然正了正 那张脸映衬着四周的光线 带着一种瑰丽 而苍凉的色彩 女人一双无神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了一圈 嘴唇动了动 救 救我 我我是镇虎山张真人的女儿 救我 你要什么 我父亲都会给你 李平安没有动 甚至表情都未变 憨厚汉子脸上的笑容 僵住了几分 对李平安道 兄弟 别听他胡说 这女人脑子有问题 说完 又转头对那女人吼道 娘的 又不长记性是吧 看待会儿打死你 李平安悠悠地说道 这女人拐来的 憨厚男人双眼一眯 嘿嘿一笑 兄弟 出门在外哨管一些闲事 否则容易挨事 说着话 一手摸到了腰间的刀子 拔出半截 意味明显 李平安面色未改 憨厚男人伸手拍了拍 李平安的肩膀 这女人今晚陪你 行不 兄弟 一边说着 一边做了一个顶胯的动作 李平安淡淡笑了笑 我爹也说过 他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出门在外 遇见了什么事 躲着点 即使你看不惯 心中不爽 也要忍住了 憨厚男人笑道 这就对了 你爹挺伤道 女人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 是啊 他能指望一个瞎子做什么呢 碰 憨厚男人身子一僵 倒在了地上 李平安收回手 面容不变 慢悠悠地说 但是 我从来不听我爹的 我努力修行 如果还不能看谁不顺眼 就干谁 那我还修什么 老话说得好 富贵不回乡 入锦衣夜行 都是一个道理 周围几个人很快反应过来 一起围了上来 其中一人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 毫不留情地砍了下来 老牛护驾 李平安道 一道黑影闪过 众人眼前一晃 便不约而同地 以不同的姿势飞了出去 老牛站在李平安面前 灵力的目光扫过周围 嘴里还嚼着李平安 刚给他买的牛肉干 没白给你买牛肉干 老牛嘴角勾起 那是自然的 一分钱一分货 李平安将自己的外衫拖了下来 给笼子中的女人递过去 来吧 我们说说报酬的事情 女人叫张雨婉 是镇虎山张真人的女儿 两年前 张雨婉与有人露遇此地 察觉到了妖气的存在 谁料被县城中的百姓暗算 有人也因为保护他而生死 只是对于张雨婉来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还不如死了呢 张雨婉父亲张真人 乃是中三品修士 自幼便开始钻研倒数 二十岁出头 便有了一身本事 开始在江湖上斩妖除魔 只是张雨婉 却没继承父亲的天赋 修为低下 一腔热血 对于父亲口中的江湖 充满了向往 谁知道初出茅庐 便见识到了江湖的险恶 初出茅庐的少女 遇见了身怀大义的热血少年 二人经历种种 生死与共 相濡以沫 迎师纵马醉西楼 二两春风抵酒前 可那终究只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蛮为这个姑娘惋惜的 杀 杀 我要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张雨婉低声念叨着 李平安喝了一口酒 什么也没说 在这时候 他自然不会劝这姑娘放下仇恨 方能得到救赎 这都是屁话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若经我苦 未必有我善 现成的百姓既是利益获得者 那么就应该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这些年还不知道有多少人 遭了他们的毒手 李平安叠了一个纸鹤 用侠客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又加了一根女人的头发 随后放飞 纸鹤便带着女人的头发 飞往镇虎上 便在这时 曹杂的脚步声陡然响起 一群手持棍棒刀枪的汉子 冲了进来 一人吼道 娘的 狼心狗肺 我们供你吃供你鹤 你竟然帮着别人对付我们 就是 你小子还有没有点良心 李平安笑了笑 没有 在下是杀手 杀手指认前 娘的 甭跟他废话 干死他 两个手持短棍的汉子 最先冲了过来 别打死了 要活的 这时 一个唇厚的声音忽然响起 山上的红衣女鬼受了伤 正好需要血食 这人虽然是个瞎子 不过能一个人打得过三五个壮汉 想必也是习武之人 肯定对红衣女鬼的胃口 李平安正在为章鱼碗疗伤 在他各个穴道上 皆扎了数针 章鱼碗身上看起来 没有受多么严重的伤 似乎休息一些时日便好了 可实际上 之前他便被妖怪打伤 再加上一直未能休养好 所以体内留下了病根 如果不是及时调节身体 恐怕活不两年 初时章鱼碗只觉伤口又痛又痒 而后便麻木了 动弹不得 两个壮汉几步便窜到了镜前 眼看着手里的短棍便要削上去了 李平安头都未转 将手里牛肉干撕成两半 一半丢出去 猛 那两个汉子还没等冲到镜前 便见一道黑影闪过 紧接着 二人像是撞到了一堵高速移动的墙 瞬间飞出树掌开外 老牛嘴里叼住了牛肉干 表情名重 只要牛肉到位 仙人都干费 众人纷纷吓了一跳 这怎么突然跑出来一只大黑牛 章鱼碗常常吐出一口气 李平安轻声道 以后尽量不要跟人交手 尽量也不要动幕 啊 院子中时不时传来惨叫声 老牛冲入人群中横冲直撞 将一片又一片的人群击倒在地 众人像无头苍蝇般乱窜 有的挥舞着手中的短棍 有的垂胸大叫 有的在地上爬来爬去 大胆竟敢在我云河县道士 此时一声爆合响起 紧接着一道人影窜了出来 一掌机向老牛 那是一个身穿白袍的年轻人 气息伶俐 这时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老者穿着一件老旧的道服 手里拎着三尺清风 长云道长 众人见了老者 顿时大喜 老牛中了白袍年轻人一招 仅仅只是后退了数步 愤怒地冲对方打了个响鼻 老者站在李平安面前 道友为何无故伤人 李平安头都未转 是他们需要打我的 我这算是正当防卫 长云道长看着地上几个 被老牛活生生踩踏而死的尸体 冷声道 道友觉得此刻说这种话 还有意义 李平安以气收针 说道道长何意 莫非是没看见这群人 助纣为虐 谋财害命 长云道长一挥佛尘 道友误会了 他们也只是被山上的妖怪胁迫的 李平安一笑 我倒看他们失乐在其中啊 而且他们被山上妖怪胁迫 莫非道长也被胁迫了 没看见被他们杀的人 长云道长义愤填膺道 平道来此已有两年多了 自然晓得其中关键所在 这些村民是被眼前的利益所猛逼 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他们自然会反省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心理去隔 孰能无过 村民无辜 为何要痛下杀手 李平安又是一笑 老道士啊老道士 你的学问真是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这些村民无辜 被他们害死的其他人便不无辜了 你眼睁睁看着他们作恶 现在又爱为他们出头 长云道长面色一变 被对方那句学问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气得心中一阵悸动 道友 你已犯下杀念 如今又出言不屑 那便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就是 长云道长杀了他 竟然如此侮辱长云道长 长云道长的所作所为 岂是你能理解的 众多村民纷纷附和 长云道长道 道友 切莫再执迷不悟了 李平安笑道 送你一首藏头诗 草色悠悠露漫漫 你和水来物相伴 马迟远野心所向 笔漏草炉毒偷欢 长云道长沉默了片刻 似在思索这首藏头诗的意思 片刻后 神色更加愤怒 长云道长身旁的白袍男子 伸手握住剑柄 忍着怒意 咬牙切齿道 师父 仿佛只要长云道长一声令下 便要将李平安斩成两劫 长云道长深吸一口气 给这位道友一些教训 是 白袍男子大踏一步 反手一挥 背后的长剑已握在手中 双目如垫 剑锋一横 轻轻一步 便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气势 在下冲虚 白袍男子还没等介绍完自己 还没等众人脸上赞叹之情落下 下一瞬间 他的脑袋便被狠狠摁在了地上 碰 执意交手 白袍男子顿时就没了气息 李平安表情冷漠 这一幕 让四周众人先是一论 旋即又是一惊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长云道长也被这一幕惊住了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李平安轻笑道 来吧 老东西 看你很不顺眼 便打死你 在李平安的照顾下 黄山等人恢复得不错 就连伤得最重的杜舟 现在已经能出门溜达溜达了 几人在山脚下转悠着 想着能不能遇见那天救了他们的仙人 哎 你还别说那个瞎眼郎中 手艺真没得说 杜舟道 前几日 他感觉自己离鬼门关 只差一脚了 这才短短几日 不仅能走路了 还能跑 能大跳 甚至做个漂亮的倒挂金钩 黄山道 到时候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 这些日子 没少照顾咱们 几人点头称是 你说咱们能不能遇见那天救咱们的仙人 一人忽然道 一柄会飞得见 真是太帅了 要是能见一面便好了 靖庄女子道 你以为仙人是那么好见的 哎 那是什么 黄山突然表情一变 便在这时 哄 两道人影一前一后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山中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一株大树被一扫而断 夜飞如雨 声势骇人 长云道长 闪电般冲了过去 双手一合 大鹤一声 射 狂风从他两袖中激荡而出 三人和豹都抱不过来的巨数 被狂风拦腰轰断 就算是百经巨石 估计也会被吹得四分五裂 李平安身影落下 手持扶桑刀 斩 一刀斩出 轰的一声巨响 这一刀没有任何花哨的刀光 缓缓地落下 简简单单的一刀 却充满了勃勃生机 更有一股狂暴的杀意 在其中涌动 刀势锁过之处 别说长云道长施法 换出的狂风 就连大地都被斩出一道深深的裂痕 一直延伸到数十丈晚 长云道长颓然倒地 惊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那惊险的一幕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 这 长云道长盲使出顺身符 瞬间出现在十余障开外 嘴中念念有词 普告万灵 土地之灵 左摄右继 不得望惊 是 长云道长错过了李平安的实力 此刻终于明白了 有时候站出来替人出头 是容易出人命的 土地爷快快卸身 长云道长身穿的道袍 也是一件低品级的法器 能够提升使用者的速度 再加上他一连用了几张保命的顺身符 便想着对方一时半会 应该追不上 于是 一回头 正瞧见寒光 奔着他的头颅而来 这么近的距离 这么快的速度 他根本就躲不开 长云道长大脑一片空白 完蛋 何人敢在此地闹事 就在这时 雷鸣般的声音响起 在石杖外的山坡上 被压断的树枝 像是被狂风吹起 卷起漫天的树叶 宛如山崩之势 凶猛之极 轰隆隆的巨响 响彻山谷 一名身材魁梧 满脸横肉的大汉 阴声而出 无奈此地土地 滚 土地只觉身躯 被一股可怕的进风 吹得向后倒去 喷一声 摔在树杖外的树根下 地面一阵 两眼一黑 李平安一脚踹开 快如雪 快如闪电 一处急走 一闪急逝 长云道长身子一僵 脑袋飞出好远 片刻后身体瘫倒在地 山间云雾缭绕 太阳在雾中 洒上某某红韵 似语似雾 罩住了群山 土地公咽了一口兔沫 不敢再多待 连忙身躯一尘 重新扎入了地下 李平安也没理他 毕竟一方土地公 若是被杀了 怕是会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剩下的 便交给张云婉的老爹吧 李平安慢悠悠地下了山 只见黄山等人站在山脚下 呆愣愣地望着自己 李平安笑道 没事我出来 溜达溜达 仅仅三日后 张真人便带着一对人马 匆匆赶到了新河县 随行的还有一众家属 张云婉失踪两年 家人都以为他出事了 祖母也因为忧伤过度 一年前便去了 此刻 在听女儿诉说了原委之后 这位镇虎山现任山主张真人 未发一言 脸色沉得 好似能凝出水来 他先是跟李平安道了谢 郑重地鞠了一躬 多谢阁下出手相救 救小女一命 在下只是拿钱办事 各取所需罢了 实在担不起真人如此大礼 张真人沉声道 无论如何 这份恩情 我镇虎山张家记下了 若是日后有需要 阁下尽可来我镇虎山 李平安拱手道 多谢真人 张真人又道 这次出行匆忙 阁下若是愿意 不如与我同回镇虎山 也好能让我们好好答谢阁下 李平安连忙推辞 直到等改日有机会 再去拜访 张真人只好递上一个储物界 走得匆忙 只有这些了 还望阁下木耀嫌弃 这还是李平安第一次见储物界 不过却并没有表现出一副 香巴佬的模样 而是拱了拱手 那便多谢真人了 张真人道 里面仅有一千余枚灵石 还有若干丹药 实在是拿不出手 李平安面不改色 无碍无碍 李平安得了报酬之后 当日便离开了云河县 先生 先生 这时 黄山等人匆忙追出 此刻 这几个出出茅庐的年轻人 终于想明白了 仙人原来变在他们身边 听说李平安要走 于是忙追了出来 一直追出两里多地 才看见了李平安的背影 秋风如比 宝占夕阳 李平安坐在老牛身上 叼着一片树叶 嘴角带着一丝懒洋洋的笑容 先生 几人叫了几声 却不见李平安停下 并且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远 先生 等一等 黄山喊道 早一些离开云河县吧 前方顺着风飘来 恐怕很快 云河县便会不复存在了 事实也正如李平安所料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云河县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片火红 一片云雾 仿佛将整个云河县 都笼罩在一片梦幻般的世界里 无边无际的火光 在这黑夜中 以最魅惑的姿态出现 呼啸的风中 传来人们的惨叫之声 云河县 云河山中 山神抬起头 望着半空中那道人影 咽了一口唾沫 苍白地解释道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误会 张真人浮在半空 浑身弥漫的气势 就像是一柄巨大的利剑 带着一股霸道而狂暴的力量 被气息锁定的整座大山 都被一股如玉如海的威压包围 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山峰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一般 酝酿着一股肃杀的气氛 笼罩在每一寸空气之中 那是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威严 仿佛神灵降临人间 只需要一口气 就能将人活活压死 误会 圈养妖魔 纵容其作恶 这是误会 我 山神惊恐的浑身发抖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下一刻 张真人一脚落下 哄 视若天青 整座云河山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大难过后 整个云河县周遭山区的妖怪 全被一扫而空 云河县被一把大火烧尽 便在一片荒芜之中 两道身影跳了出来 是一挥一摆两个兔子 两个兔子早已有了灵质 见了这幅景象 不免有些瑟瑟发抖 其中一个灰兔子 手里还拿着一本功法 是那日 一个瞎眼男人给他们的东西 虽然他们现在 还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不过应该是好东西 大手笔 足足一千余枚零食 还有若干丹药 这些丹药 李平安大多都用不上 他试了一下 自己只能从零食 聚气丹 气血丹 几种吸取力量 余下的东西 都可以去京城换取零食 接着又试着 吸收了几枚零食 这些零食橙色上架 每一颗都有石头大小 闪闪发亮 藏在京风之中 比李平安先前得到的 要好得多 趁此机会 李平安让老牛 为自己保驾护航 随后便专心致志的 进入了修行状态 天地灵气 对李平安毫无作用 李平安修的是人体六米 极为的难熬 只能用时间点点的磨练 修炼人体六米 更多的人群 还是一些到了中三品的练气势 他们觉得自己近身无望 便转修炼人体六米 企图寻找大道符文 这样做的好处 便是能够在保证 自己寿命长的同时 提高自己未来的可能 李平安忽然来了修炼的感觉 有时候修炼便像是上毛测 你蹲了一天的毛坑 可能都拉不出来 但是很有可能 忽然你来了感觉 不到半秒钟就喷了出来 此刻 李平安便是这种感觉 继续开拓尼丸 李平安感觉自己的元神 变得更加凝实 一边修炼 一边感受着身体的细微变化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一开始 他还有些不习惯 但习惯了之后 就感觉成为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一转眼 七八日过去了 李平安短暂的入关 又很快出关 山风吹空铃 萨萨如有人 天高云翼 山清水壁 风和日丽 草木气息扑鼻而来 凉凉的沁人心脾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翻过一座山岭 来到了一处郁郁葱葱的山谷之中 横着歌 随手摘了一个果子 趁着新鲜劲 赶快尝上一口 清新鲜美 不久后 京城 一人一牛 一路不紧不慢地赶到了京城 李平安哼了一声 说道 我李平安来京城就三件事 讨债 讨债 还是他娘的讨债 老牛鼓掌 精屁 第二次来京城 李平安雄啾啾气昂昂 挺直了腰板 随后便从城墙外的 一处狗洞中钻了进去 这年头 去哪都要通关文书 恰巧 李平安没有 他和老牛都是黑户口 经不起查的 老牛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却是文明的一大步 猫 老牛体型太大 无法从狗洞钻进去 李平安只好在后面 猛踢他的屁股 老牛 猫 扑 一个屁直冲李平安面门 老牛摇晃着屁股 猫猫地叫着 你在我屁股后面 我很没安全感 碰碰 远处有焰火升空 李平安好奇道 今儿是什么日子 京城 第二次来到京城 李平安牵着老牛 尽可能地挑一些鸡脚嘎拉走 他第一次来京城 便杀了锦衣卫张家一门 而后被通缉离开了京城 但还是要小心为上 来了京城 自然是要大吃一顿 毕竟李平安现在可是有求人 他摸了摸手上的储物件 将腰板挺个笔直 头颅昂起来 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 老牛 随便吃 老牛也昂起了头 一副要吃掉两头牛的样子 一人一牛 来到京城一家饭馆 一进门 就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 还不到饭点 所以饭馆里 只有零星几个食客 客官 您要点什么 李平安道 小二 给我和我兄弟整点印菜 您兄弟 小二疑惑的向李平安身后看了看 只看见一头牛 这就是我兄弟 李平安拍了拍老牛 老牛硬气的挺起了胸膛 这 小二愣了一下 不好意思客官 我们店内不允许生畜入内 老牛邪魅一笑 不允许 你不知道我哥们有钱吗 上 哥们 用钱砸死他 老牛期待的望着李平安 李平安微微挑眉 不允许 随即转过头 老牛 既然这样 那也没办法了 你先去溜达溜达 我吃个饭再出来 老牛 老牛气的登了李平安一脚 你还是人吗 李平安揉了揉屁股 伙计 能不能通融一下 不行我多给点钱 伙计摇了摇头 无奈的说道 这个确实没办法 我们店内有规定 不是说您给个几钱 几两银子就可以通融的 李平安 那我要是给个几十两呢 来 您里面请 您 里面请 吃点什么 您随时吩咐 李平安递过菜单 菜单里有的 全要一遍 好脚好菜 吃完之后 李平安和老牛边吃边喝 气氛轻松愉快 吃完后扎了扎嘴 意犹未尽 便又点了几份饭后小甜点 随后便开了个房间 回屋睡觉去了 准备明儿去怀路书院 李平安可以少睡觉 但并不代表他不用睡觉 更何况睡觉 吃饭 拉响乃是人生一大乐趣 李平安还不想放弃自己这个爱好 没有什么比吃完饭 睡一觉更舒服的事情了 午后的阳光暖暖 带着一丝凉意 却又带着一丝清新 有云有雾 没有现代城市的喧嚣 没有汽车的鸣笛声 让人很容易平静下来 等李平安醒来 已是黄昏时分了 夕阳的余晖将窗户镀上了一层金色 阳光透过窗纱打在身上 暖阳阳的 认识生活啊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老牛趴在一旁打着盹 李平安皱了皱眉 一巴掌把他拍醒 你这个年纪 你这个阶段 你怎么能睡得着觉 调戏完老牛 李平安又开始了往日的修行 继续冲击尼丸 争取在筹齐五片大道符文之前 将尼丸开拓成功 如果用抽象的比喻 尼丸便是耕地 而李平安便是一头老牛 需要勤勤恳恳地耕地 虽然说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耕坏的地 可架不住李平安 时不时会从二胡系统中 获得寿命 一亩地和百亩地 都是慢条丝里的完成 他不是很在乎速度 但是很注重质量 所以李平安修行得极为缓慢 直到现在 尼丸才开拓着30% 夜深了 外面却没有静下来 这里属于商业街 京城的主要商业街 通宵不绝的 有的 甚至整夜 都会点燃街边的油灯照明 半夜三更 也是人流不断 甚至连外卖小哥都有 只不过是 换了一种称呼 客人过来按着菜单点了韭菜 便可回去等着 等着厨师做好饭菜后 便会吩咐外卖小哥 按照订单顺序 立刻安排送餐 约 多接可办 一些文人 辖士 辖客 更是懒到了极致 用飞哥传书附上地址 以及点的餐 店家做好后 命令小二送去 李平安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一人一牛 走在夜市当中 手里拿着韭菜饼 拌凉皮 灌费肠 遭羊蹄 遭螃蟹 老牛看得眼花缭乱 每一个摊位钱 他都忍不住好奇 想要多看几眼 李平安只管吃 这个好吃 这个也不错 牛筋软糯 而不失嚼劲 一口接着一口 恰到好处 稍微有点钱的人 则坐在二楼 喝茶 吃点心 花点银子点几个卖艺的女子 吹拉弹唱来助兴 砰砰砰 远处烟火不断升空 越响越热烈 李平安拉住一个人 好奇地问她 是怎么回事 这才知道 原来是长公主率领的军队 在边疆打了大胜仗 大获全胜 歼灭突厥主力 收降不重十余万 突厥败局已定 无力回天 剩下的便是收尾工作了 这些鞭炮 李花都是在为庆祝这场胜仗 李平安这些日子都在路上 没有时间看底报 此刻 听说柳韵打了大胜仗 不由地笑了笑 于是决定再啃个猪蹄 庆祝一下 锦玉镇定自若地说 是这样的 我因为刚来此地 昨晚订房间时 老板娘说房间已满 但最近推出一款拼房服务 就是付一半房费 给原来的房客 就可以入住 问我要不要体验 之后她把我带到二楼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妹子 虽然房间事实不止无两银子 但这种创新理念 还是比较贴心的 我觉得 还是应该鼓励一下 这种新兴的产业 不快点了点头说道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锦玉摇了摇头 没了 你去的是一家 无证经营的青楼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交罚款 要么蹲大牢 锦玉毫不犹豫 果断交罚款 交了钱 办理了手续 好了 签个字便可以走了 锦玉拿起笔 写下了三个大字 随即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平安逛青楼 跟我锦玉有什么关系 锦玉迈着步子 慢悠悠地向怀路书院走去 怀路书院 那扇门敞开着 里面的青树探了出来 没有工筹交错 没有车马的轰鸣 只有朗朗的读书声 儒家书院 几乎可以说是 大随读书人 梦寐以求之地 然能进其者 却是少之又少 大随开国数百年 这里笼共 出过四十余位状元 榜眼 探花 竟是更是不计其数 每日来这里参观的人 不在少数 虽然进不去 不过在外面 能够沾沾读书之气 也是极好的 一些读书人 甚至是拿着书卷 在外面打了个地铺 李平安和老牛 便混迹在其中 书院不是谁 想进就能进的 李平安也没什么身份 所以只能在这里等着 看能不能遇见熟人 他和老牛 已经在这待四五日了 李平安啃着刚买的地瓜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周遭的书生 要么是在读书 要么是在写字 科举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改变命运 走上官场 平步青云的选择 可是其中难度 堪比登天 范靖中举 讲的便是此事 范靖 考试考到五十四岁 终于中了绝 然后呢 然后就疯了 李平安出读时 只觉得可笑 但是 当他了解到可惧的难度后 便觉得范靖中举风了就对了 不风反而奇怪了 寒窗苦读数十年 仍然名落孙山 没有功名傍身占99% 甚至他们可能 并不是因为财数学浅 没有高中 而是在之前的资格审查环节 就被淘汰下来 Exce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哎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哎 这时 旁边有一个读书人 也叹了一口气 望向李平安 忽然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味道 兄台 你是因为科举一事 而心烦忧愁 李平安摇了摇头 我只是忽然觉得 跟你们比起来 自己更快乐了 每日吃吃喝喝玩玩 兴马摇江 长阳自私 纵情于山水之间 想自然之美景 读书人 最可气的是 旁边那头牛 甚至还点了点头 读书人哼了一声 咽去安之洪湖之至 李平安笑笑 并没有反驳 读书人放下书 似乎是被李平安 刚才那一番话刺激到了 不服气地说道 他日我若金榜提名 必能有所成就 你说纵情于山水 无非便是在一亩三分地 你的眼界太窄了 你可知中州有多大 九州有多大 传说在万里之外 还有一处镇妖关你 可曾听闻 我的境界 你岂会懂 不过是当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 混日子罢了 说什么姓马游江 徜徉自私 读书人一口气 说了一大串 盯着对方 李平安也不恼 嚼着香甜的果子 似乎并不想回应 不过察觉到 对方的目光后 这才点了点头 做恍然大悟状 您说得很对 是我唐突了 读书人听了这话 心中这口气 才顺了下去 又瞥了一眼李平安 觉得这家伙 也没有那么不可理喻 读书人心道 毕竟是个瞎子 眼界窄很正常 不对 他根本没有眼界 我跟他计较个什么劲啊 读书人摇了摇头 觉得自己刚才那番话 未免说得有些毛坑里跳远 过分了 自己堂堂一介如生 人家本来就瞎了 在这自娱自乐 自己有必要去对人家吗 越想越觉得尴尬 读书人倾咳一声 正想再说点什么 忽听人群一阵骚动 快看 是书院弟子景玉 景玉 心笔句歌 哪呢 哪呢 景玉这个名字一出现 原本正在专心制制 读书写字的众人 忽然放下了书本 纷纷抬起了头 只见一个风度翩翩的身影 出现在前方不远处 身躯凌凌 相貌堂堂 白衣黑发 衣和发都飘飘翼翼 不扎不束 微微漂浮 给人一种沧桑之感 眉宇间透着睿 须发飞扬 透着一股洒脱之气 景玉面带笑容 恰到好处 景玉 是景玉 那读书人睁大了眼睛 喃喃道 景玉 是景玉 景玉 一旁的李平安和老牛 猛地站了起来 终于抓住你小子了 读书人略有些诧异 他没想到 这瞎子也知道景玉 不过 想想却也合理 景玉 那可是一个传奇的名字 书院百年难遇的天之骄子 胸脯横阔 有万夫难敌之威风 羽化宣王 土千丈凌云之志气 心雄胆大 似汗天狮子下云端 古剑金墙 如摇地皮修临坐上 喂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读书人一转头 发现身后的李平安 和那头牛不见了 嗯 人呢 啪 一声惊呼传来 读书人忙寻声看去 只见郑笑容满面走过来的景玉 脸上的笑容忽然僵住了 被一记大飞踢 踹在了脸上 四面八方的人都惊呆了 什么 情况 景玉在地上翻滚了两圈 抬起眼睛 呃 李兄 李平安冷声道 老牛 带走 木 老牛直接将景玉扛了起来 两道人影迅速消失 作案手法娴熟 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了 众人好半赏都没有回过神来 书院弟子被人绑架了 华天下之大击 方才跟李平安聊了半赏的读书人 愣在原地 张大着嘴巴 这 这是两个土匪 林子里很少有灌木丛 全是高耸入云的千年古树 树木的枝梢交错着 伸展开来的繁盛的枝叶 如碧绿的云 把蓝天遮了个严严实实 哗啦啦 兄弟 这个事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景玉咽了一口唾沫 兄弟 你听我跟你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原本我想着回来之后 便把灵石给你送过去 你也知道兄弟 我不是差事的人 只是这途中发生了一点意外 李平安脸色一沉 阴森森的笑了笑 喂 我不介意 真的 景玉吸了吸鼻涕 那你能不能别挖了 我看着害怕 李平安和老牛 一人一牛 各拿着一把铲子 在地上迅速挖出了一个大坑 没事 我就挖着玩玩 李平安比划了一下景玉身高 若有所思的说道 嗯 差不多了 景玉 有钱 有钱 兄弟我有钱 轻泪的山峰 搂无阻挡的轻浮 雨撞雾 雾撞雨 行走间 随风扑面 二人一牛走在林子里 景玉道 话说 你是不是听到消息了 什么消息 李平安好奇道 你女人打了大胜仗 要回京城的消息 所以才来京城 想跟人家再续前缘 李平安笑了笑 并不搭话 景玉嘴里叼着根叶子 我看再过不久 便要新皇登基了 李平安沉音片刻 说道他会是一个好皇帝 景玉挠了挠头 转移了话题 走 今晚哥安排你 李平安悠悠的说 你个穷鬼 还要安排我什么 钱 你哥会差钱 当夜 景玉带着李平安 先去洗了一顿澡 然后在附近找了一家酒饲 美美的吃了一顿 当然 这些都是景玉 得师兄付钱 介绍一下 这是我师兄郑无敌 李平安微微挑眉 好 霸气的名字 那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的师兄 郑无敌一双斗鸡眼 看起来十分的搞笑 李平安低声对景玉道 他是故意这样的 还是有什么毛病 当然是故意的 我师兄从不用正眼看人 哦 李平安无言以对 郑无敌冷声道 说吧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 景玉道 师兄 其实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我从小就有个梦想 便是成为你这样的人 郑无敌露出秘之微笑 哎呦 人家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优秀了 景玉趁热打铁 师兄 你不要再谦虚了 郑无敌发出阵阵笑声 师弟 其实你也是很优秀的 以后若是遇见了困难 仅可以跟师兄说 景玉眼睛一亮 不用等以后了 就现在师兄借点钱 郑无敌瞬间恢复了严肃脸 不借 你这变脸也推快了吧 景玉又软磨硬泡了一会儿 结果都不见效果 无奈 只得将李平安拉到一旁 你不是会写诗吗 写一首 给我师兄看看 为什么 当然 是让我师兄知道 你牛巴 让他愿意借钱给我 李平安皱眉道 这不好吧 我的原则 景玉补充道 然后 我才能有钱还你 李平安沉默了一下 我是个默得感情的杀手 只认钱 没有原则 还有没有事了 没有事我先走了 郑无敌站起身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景玉连忙拦住 师兄 师弟我知道你 酷爱诗词 正好我这位朋友 是个诗词大家 今儿正好有一首佳作 请师兄见赏见赏 诗词 郑无敌战术后仰 斗鸡眼一转 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景玉吹嘘道 我这位朋友 可是颇有诗才 郑无敌道 可否念来听听 景玉低声对李平安道 看你的了兄弟 李平安思索片刻 说道 我还是写出来吧 从腰间抽出狭刻笔 郑无敌的斗鸡眼呼的一闪 呃 这是院长的狭刻笔 李平安点头 正是 郑无敌张着嘴巴 我 这 老牛 严莫 李平安手持狭刻笔 卧笔如金石 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着 每一笔之间 都有一种韵律般的韵律 起起伏伏 行云流水 侠客笔在李平安手中 如臂之时 一气何成 郑无敌伸过头去看看 一笔一画 都透着一股古老的韵味 提案顿挫之间 净显身后的功力 其中蕴藏的笔意 随心而又肆无忌惮 古朴而又优雅 好字 郑无敌忍不住感叹 过奖了 两久 郑无敌从字中回过神来 看向那首诗词 一字一句念叨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经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郑无敌倒吸一口凉气 斗鸡眼瞬间变好了 抬头正眼看了李平安一眼 李平安收笔 淡淡道 卓作 还请郑兄赐教 仅欲发出嘖嘖的惊奇之声 不过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 师兄 您看这个钱 郑无敌沉默片刻 好说 好说 他们口中所说的钱 自然不是普通的银子 而是在修饰中流通的货币 零食 算上利息 再算上路费 李平安要了锦鱼五百块零食 再加上之前的一千多块 如果能再把张真人 给自己的储物界中的其他东西 拿出去卖一卖 应该能凑个两千块零食 嘿 自己成为资本家了 李平安高兴地将东西 全部收入储物界当中 这些零食够自己修炼一段时间了 锦鱼目光落在李平安写的那首诗上 双眼微微一眯 怀路书院 一间书斋内 一张小桌摆在正中央 桌上一个白铜墨盒 一根羊毫 以及一叠古书 钟大家望着桌子上的一张宣纸 久久不能回神 宣纸自然是没什么好奇的 真正吸引他的事 宣纸上那短短二十八个字 人生得意虚敬欢 末世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大财 大财 钟大家连续感慨了两声 李先生真乃大财 可惜不愿入我书院 钟大家长长叹了一口气 极为得不到这个大财 感到惋惜 却又为大随上有如此之人 感到庆幸 这时 钟大家忽然注意到 这首词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某年某月有人做此诗 接怀景欲 钟大家 这个景欲也退不要脸了 万为我的弟子 读书人的脸面在哪里 脊梁在哪里 笔在哪里 钟大家拿着笔 在后面又加了一行小字 变成了 某年某月有人 做此诗 接怀景欲之诗子游 钟大家字 自由 嗯 这才像点样子 钟大家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平安盘坐在房间内 必须调气 心无杂念 一面默念听风刀法中的心法 和龟西弓 一面回想之前种种 与人交手时的得失 就在他全神贯注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房门打开 迅速收敛心神 景欲走进来 说道 我跟老师说好了 走 带你去怀路书院见识见识 李平安点点头 他准备去怀路书院转转 一来是因为手上 还有一些值钱的东西 像是张真人给他的各种担药 对他都没什么用处 不如拿来换取零食 二来 也是想趁此机会 见见阿丽亚 赵琳儿 胖郡三人 随后二人一牛 便来到了怀路书院 怀路书院 四季风 因为山风同时存在四十只景 因此得名 山楼依山而建 常有李许 高低不一 也不知道何时起 便有书院弟子 在此地摆摊 刚开始只是卖一些书法文字 久而久之 此地变成了大杂烩 卖什么的都有 并且相对于怀路书院 设立的官方市场 包罗信更加广泛 什么都有 甚至之前还有出售 师姐盖过的原味被子 竟然要二十零食 气得景欲 当场买了五床被子 狠狠谴责了一番 这种不正当的行为 李平安还是第一次来 这种修行者的急事 半空中繁星点缀 无数夜光蝶翩翩起舞 夜市内热闹非凡 卖什么的都有 担药 法器 化妆品 衣服等等 甚至还有卖宠物的 那是灵宠 锦鱼介绍道 很可爱的 而且养大之后 还能帮你战斗 李平安道 看起来蛮有趣的 说完 便感受到了 身后传来老牛忧怨的视线 李平安不由地笑了笑 忙改口 我有老牛就足够了 其余灵宠在我眼里 不值一提 老牛得意洋洋地 挺起了头颅 走了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一处 适宜摆摊的空地 锦鱼说 你把要卖的东西 摆在这里便好了 李平安将对自己 无用的一些丹药 还有之前杀户严拙 抱的一些装备 全部摆在了摊上 锦鱼道 记住了待会儿 别人要是问你 这丹药怎么样 你就可劲吹就完事了 李平安为难道 可是我也不会骗人啊 锦鱼得意一笑 看样子 还得让我给你 传授一些吹牛笔的经验 兄弟 这丹药怎么样 这时 一个青年询问道 李平安 大哥这您可问对人了 不是老弟跟你吹 你手上拿的这颗丹药 夺天地之造化 乃是人间仙丹 尿用无穷 扶植脱胎换骨 可令人起死回生 更可化解世间奇毒 长生不死 语化成仙 也不是没有可能 李平安上嘴皮子下 嘴皮一碰 卖出了两枚丹药 只是后续的发展 却不太给力 这些丹药 在这个包罗万象的小市场里 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偶尔的顾客 也仅仅只是扫了两眼 而且能来这转悠的 大多都是一些情侣 结束了一天的修行 来这溜达溜达 看着街道两旁的小滩 看着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 倒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诸子百家 除了佛家的老徒驴 几乎都不禁止男女双修 甚至十分提倡 又等了半个多时辰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可光顾李平安小滩的人 却寥寥无几 紧遇到 这样下去不行啊 想想办法 不如让你家老牛 表演的大鸟碎大石 老牛 默 李平安沉思片刻 随后在立牌上 又添了一行字 卖单要送情诗 周遭的情侣本就多 见了送情诗这三字 很快便有人来了兴趣 送什么情诗啊 有人问 李平安道 买了不就知道了 可以先看看吗 李平安摇了摇头 那对情侣摇摇头 便走了 不过这种类似 抽盲盒的形式 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很快 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就站了出来 这颗玉器丹怎么卖 三十枚零食 我去 你怎么不去抢 平常一颗玉器丹 也就十五枚零食 这颗玉器丹 橙色虽然不差 可也不至于高出两倍的价格 李平安笑而不语 那人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即将到手的漂亮小女友 一咬牙 两顿饭前二爷 我要了 先说好 要是施不好 可别怪我翻脸 周围的人都好奇地 想要看看这其中的名堂 李平安递过去一张 准备好的纸条 众人全都凑过来 纸条缓缓打开 那人轻声念叨 两情若是酒肠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一字一句 声音不大 却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周遭纷纷响起 议论之声与复读之音 两情若是酒肠时 则则 写得真好 众人或赞叹 或品位 或超 或墨 或思 或物 这时 又听那瞎眼贪主道 可 只有前十名才能获得情诗 先到先得 我要五个聚细蛋 不 十个 怎么着也得丢两手吧 哎 别抢 我要我要 这些我包了 有人财大气粗地喊道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地摊上摆着的东西 被一扫而空 李平安卖得虽然贵 可是并不多 对于这些弟子来说 无非就是用一些零花钱 得一手情诗 何乐而不为 队伍已经排起了老长 李平安只好说道 抱歉了诸位 今日的卖没了 什么 后方顿时传来抱怨之声 没有了 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明天还有吗 李平安黑黑一笑 和景欲 老牛 带着自己的小钱钱迅速溜了 溜了溜了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细细数了一下 算上自己储物界里的零食 现在一共有两千多零食 发财了 当真是发财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 知识果然能够带来财富 李平安甚至有一种 想抱着老牛 轻一口的冲动 随后 把零食全部收纳入储物界中 有了这些零食 李平安有信心 将你丸开拓至百分之五十 甚至更高 景欲兴奋地搓着手 兄弟 说好的我的那份呢 李平安道 自然是少不了你的 咱俩都是兄弟 说着 李平安大方帝 从袖子里排出五文钱 拿去 买两个肉包子 别说哥不照顾你 景欲 你是狗吗 肉包子 上下还要三文钱一个 李平安皱眉 早说啊 你这人 随即 又给了景欲两文钱 剩下一文 买碗粥喝 别夜着了 李平安贴心道 今儿阿利亚他们还有修行任务 要想见面 只能等明日 天色已晚 李平安准备回去修行 景欲却说 什么 美好的一天 才刚刚开始好吧 随即 与李平安勾肩搭背 踏着月光 穿过一座雅致的庭院 来到了一家热闹的静雅小楼 灯火通明 功愁交错 欢声笑语 私竹曼妙之声 随风飘荡 怎么又是这种地方 景欲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不是要喝酒吗 这儿的酒最好了 李平安无奈 转面一想 反正是景欲请客 一进楼阁 一股胭脂粉的味道 扑别来 哎呦 两位公子这边请 景欲豪气道 上酒 你们这最贵的酒 最漂亮的姑娘 老宝笑呵呵地答应了 李平安疑惑道 你小子连买头大蒜 都要奖价还价 吃饭从来都是舔着脸 蹭吃蹭喝 怎么一来 这种地方就这么大方 景欲道 吃窝头逛青楼 该省省该花花 酒确实不错 让人难以拒绝 还有这儿的菜也不错 尤其是炒面 李平安化身干饭机器 大口大口地吃着 只有吃饱了 才有力气修行 桌上的菜几乎都是他吃的 每一道都干干净净 李平安拿着馒头 沾着最后剩下的一点菜汤 吃得津津有味 哎呦 公子 怎么这么能吃啊 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凑过来 李平安笑笑 并不搭话 女人伸出玉手 轻轻抓住了李平安手中的馒头 微微一笑 眸中水遮屋绕地 魅意荡漾 小小的嘴角微微翘起 红唇微张 李平安沉声道 你可以不要拿我的馒头吗 讨厌 就不会换一个轻一点的称呼吗 你可以不要拿我的宝贝馒头吗 扮上后 女人终于明白了 自己在对方面前的吸引力 恐怕还抵不过一个大馒头 吃完了饭菜 摸了摸肚子 青楼里一片和谐 并没有什么挑适的公子哥 或者其他熟悉的场面 景玉已经去房间逍遥快活了 李平安也去房间了 不过却是一个人 在桌子上摆出几枚零食 便准备开始修行 不过在这之前 李平安仔仔细细搜查了一遍房间 心比去隔 连地角缝都没有放过 捅了捅天花板 在墙壁上敲了敲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又仔细看了看四周 发现墙壁上连一丝缝隙都没有 小说中这种房间 一般都会有暗门之类的东西 不过现在看来 应该没什么事 出门在外 安全第一 检查完毕 李平安打开窗户 低声道 老牛 老牛 老牛从后院的罐从中探出头来 青楼自然不会允许带着牛进来 老牛一个大跳 跳进房间里来 桌子上还有为他准备的美食 李平安盘膝坐在地上 静下心来 开始修炼 在神识中 李平安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忽然根本就不是身体了 而是一种没有实体的意识 就像是一片漂浮的浮屏 不能在任何地方扎根 只能在一个地方飘荡 一夜过后 李平安精神抖擞 还没等出门 一群捕快便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 出来 都出来 把裤子穿好 哎呦 玩得挺花 这绳子干什么用呢 还他娘的玩多人 一时之间 各种各样的声音响起 乱哄哄闹成一片 有人光着屁股便跑 有的人趴在地上 有的人大呼小叫 破口大骂 嘿 又是你小子 不快看着锦玉 老子他娘的一天抓你七回 锦玉自豪地挺起了胸膛 仿佛是在说看没看见 我 一天七次都没问题 李平安默默无脸 这都什么事啊 长公主回京 又正巧赶上考核在即 京城内一些野鸡妓院 被封停了不小十余所 还好 朴在大随并不算是犯罪 顶多是交一些罚款 在这签个字 就可以走了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写下两个大字 锦玉 嗯 与此同时 锦玉毫不犹豫地 写下了三个大字 李平安 随后二人在衙门外碰面 锦玉道 你不会留的是真名吧 李平安淡淡一笑 怎么可能 出门在外 谁会傻到用真名 锦玉哈哈笑道 就是就是 还是咱哥俩聪明 从衙门出来 李平安老牛和锦玉 便来到了一处茶馆 接儿约好了阿丽亚 赵琳 胖俊三人在这碰面 点了一壶茶 一边品尝 一边等人 这时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呼得一阵骚动 刹那间 人群像是被刀子切过一样 走出一位老者 细眉细眼 阴勾鼻 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 几名身材魁梧 满脸横肉的壮汉 这本没什么奇怪的 骇人的是 他们身后跟着一头大虎 身躯庞大 人在他面前 就好像是虫子一般 一行人威风凛凛 仿佛是周遭人群为无物 这时 有人被挤了出来 那猛虎见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猛然发出一声怒吼 尾巴一甩 腾空而起 锦玉哼了一声 这群家伙 一看便不是大随人 估计是嚣张惯了 到了这儿竟还敢如此放肆 碰 猛虎扑了个空 已经有人率先将那人就走了 周围不知何时出现了 猛虎身披轻甲 戴着黑色面罩的人 为首的一人向老者一拱手 这位仙师还请管好自家灵宠 老者哼了一声 并未搭理 轻轻一挥手 猛虎这才止住了身形 不过仍旧贪婪地望着周围的人 老者身后的庶民身材魁梧的壮汉 也是脸上带笑 不以为意 这些大随的鹰犬 怎敢动修行者 果不其然 身披轻甲的护卫 并未阻拦他们 而是退到两侧 老者一行人 仍旧嚣张地走着 等着吧 有好戏看了 景欲轻声道 等一行人走出了一段路 忽然注意到 周遭的百姓都不见了 奇怪的是 四周的摊子还在 下一瞬间 嗖嗖嗖 黑乎乎的弩箭 一窝式地涌过来 刹那间 所有人都成了靶子 被一根又一根的箭矢刺中 这些弩箭速度来得极快 这几个练器士 完全没有时间做准备 即使仓皇应对拦住了几根 可是四面八方的弩箭 像雨一样泼来 这种弦弩 又厚又重 专门用来对付修士 一旦射出去 护身真气都会被震碎 就算是气罩 也抵挡不住 更不用说这几个练器士 那只巨大的猛虎 成为了火靶子 生生被扎成了刺猬 为首的老者修为最高 一边怒吼着抵抗弩箭 一边拔腿便跑 眼看就要冲了出去 有两道人影 一左一右闪过 军中五者 二人修为并不比老者高 只是配合得当 不出几个回合 方才还气势汹汹的老者 便成为了一具尸体 身穿轻甲 头戴面罩的护卫 开始有条不紊的 清理地上的尸体和血迹 半盏茶的功夫 一切恢复如常 又过了一会儿 摆摊的重新出现 仿佛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李平安在三楼的楼阁之上 饮了一口茶 果然 做人要低调 木秀鱼灵 封闭催之 仅遇到 长公主回京 这帮家伙挑这个结果眼 在京城放肆 简直是背着粪楼满街窜 找死 是 过了一会儿 三道身影 匆匆跑了过来 大叔大叔 人未到 生仙智 李平安抬起头 嘴角带着淡笑 几年不见 阿丽亚已经变成了大姑娘 长大了 少了几分志气 少了几分天真 容貌也多了几分变化 眉眼间 已经有了几分少女的风韵 大叔 阿丽亚惊叫道 紧接着一个剑步冲了过来 抱住了李平安 他不是汉人 虽然在怀路书院待了几年 可骨子里 还是带着一族少女的大胆 逗大的泪珠 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 大叔 我想死你了 在异地他乡多年 这期间 连姐姐都未见过一面 这时候见了李平安 别提有多激动了 李平安安慰似的 拍了拍他的脑袋 好了好了 现在都是大姑娘了 别哭了 相比起阿丽亚 赵琳就显得真病许多 白衫飘飘 腰间系着一根铜色的丝带 一头绣发 衬着他雪白的肌肤 赵琳儿大家闺秀 从小受到儒家文化熏陶 自是不会像阿丽亚一般 在这几人中 他跟李平安的关系 也不像阿丽亚那般亲近 所以只是笑着 冲李平安点了点头 李平安回忆一笑 便漂亮了 威风撩起长发 赵琳儿脸上的红韵 就像晚霞扑洒 胖君迫不及待地说道 先生 先生 我呢我呢 胖君还是圆鼓鼓的一团 没什么变化 要说有 也只是比以前更胖了罢了 妞妞 阿丽亚抱完了李平安 转身又去抱着老妞 我好想你啊 妞妞 故人相逢 总是让人开心的 最好的相遇 便是久别重逢 李平安很喜欢这种重逢 却又知道 这些人不会陪伴自己走下去 终如有一日 这世间上 再没有任何自己的故人了 就像雪泥红爪 偶然留下痕迹 过不了多久 就会被命运的大雪覆盖 今夜是京城的大日子 九城庆祝 公主大胜回京 估计登基 便也就在这两日了 满城的灯火 让天地间多了几分朦胧 多了几分祥和 大叔 快一点 阿丽亚手里拿着根糖葫芦 嘴里还叼着一块点心 那边有人表扬杂耍 李平安笑笑 慢悠悠地牵着老牛 跟在几人的身后 这时 迎面走来一支武士队伍 四个人敲锣 四个人打鼓 武士的人紧随其后 赵琳儿故意放慢了脚步 一个没注意 险些被武士的人给撞上 李平安伸手将他往自己这边拽了一下 怎么了 心不在焉的 这种热闹的地方了 你们就在京城 不常来吗 赵琳儿摇了摇头 平日里都在书院修炼 现在是什么品阶了 儒家一品巅峰 赵琳儿轻声道 李平安微微挑眉 笑道 没想到现在都这般厉害了 以后可以要照着大叔 赵琳儿低头轻轻一笑 偷偷瞥了李平安一眼 他有些不明白 阿丽亚为什么要管李平安叫大叔 明明看起来一点也不老 锦玉不知道跑哪看美女去了 胖郡被阿丽亚 拉着大不留心地向前走 胖郡道 先生和琳儿都被甩在身后了 慢点走 阿丽亚说 快点走 别打扰人家说悄悄话 什么悄悄话 哎 那有肉包子 胖郡的注意力 很快便被肉包子吸引走了 阿丽亚回头看了一眼 神似拒谨的赵琳儿 赵琳儿人长得漂亮 再加上修行天赋高 所以十分受欢迎 小小年纪便已招来了 许许多多同龄弟子的爱慕 其中不乏一些天资出众之辈 只是赵琳儿对他们的态度 皆是不冷不淡 恰好地保持人际关系 却又不与他们过分地交往 赵琳儿曾经跟阿丽亚偷偷说过 自己喜欢谁 在他心里 那个在安北寺镇温文尔雅 教他们写字念书的李平安 才是他的白月光 至于什么时候喜欢上的 或许是在李平安挥笔写字的时候 或许是李平安在温温教导他们功课时 或许是在李平安为他们做一顿饭的时候 又或许是李平安专心制制拉尔胡的时候 来到京城之后 赵琳儿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 认识了更多的人 写得好 诗词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更不用说李平安还会做饭 这些儒家修士 基本上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哪里会做饭 对了 李平安还会拉二胡呢 李平安不是傻子 他自然察觉到了赵琳儿对自己的感情 只是 他注定回应不了这种感情 不过 他也没有必要多说什么 时间会磨平一切 等时间一长 赵琳儿便会明白 原来这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牛逼的人存在 再一回想 自己当初喜欢的瞎子 可能会一笑了之 说上一句 原来我还喜欢过他这样自嘲的话 所以李平安只是挥手 将前头的阿丽亚和胖骏叫了回来 大家一起走 免得有些尴尬 阿丽亚在一处地摊 买了四个面具 李平安选了一个牛面具 给自己戴上 转过头 对老牛道 老牛 好看吗 老牛点点头 李平安 像你爹吗 老牛 木 李平安捂着屁股 笑呵呵的便跑 很快 他便与几人走散了 李平安在一个没人的空地停下来 生了个懒忧 嗯 是时候该离开了 来京城本来就是 为了找锦衣讨债 顺便看望一下阿丽亚他们 现在钱要回来了 见阿丽亚几人 过得也还不错 书院中也没有人欺负他们 毕竟能进书院之人 心性都不会太差 很少会有像小说中那种 仗势欺人 肆无忌惮 不择手段之人 越与他们相处 便越能让李平安 感到些许的伤感 现在阿丽亚他们虽然 也踏上了修行之路 寿命会比普通人长 可无论如何 他们总会有生肖道语 受缘耗尽的那一天 李平安自认为 自己是一个感性的人 终归还是不愿面对 太多的生离死别 老板 这个炒饭要十分 周遭的人太多了 老板摊位前都没有座位了 李平安只好让老板 给自己打包了 周遭全是人 李平安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适合吃饭的地方 倒也不着急 只是担心炒饭凉了 他便带着牛面具 拉着老牛慢悠悠地走着 正好晃悠到了 猜灯迷的地方 迷灯有四面 三面贴提签 一面贴臂 此灯又名谈碧灯 猜众者接签 或小礼品留念 迷灯前已然汇聚了不少人 李平安没什么兴趣 猜灯迷 这都一些小孩子玩的把戏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这次灯迷的奖励是什么 听说是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李平安听见的 一只可爱的麻辣兔头 哦 李平安顿时来了兴趣 挤进人群当中 有人轻声念叨 有言在先 寸土不让 猜字 李平安忽然开口 诗 古寺已修竹 李平安 等 人有他则变大 李平安 一 说话的那人转过头 是一个奇貌不扬的汉子 看了李平安一眼 李平安笑笑 抱歉兄台 兔子是我的了 汉子转过头 看向身旁戴着兔子面具的女人 女人罕见的一笑 这个兔子可不是用来吃的 李平安微微一愣 转过头 方才人太多没有注意到 此刻听见了声音 才反应过来不由的一笑 好巧 是啊 好巧 晚风吹动着树叶 月光拉长着一对声音 月光如流水一般 薄薄的轻物浮在周围 二人坐在一处台阶上 四下安静得很 柳韵拖着腮 一双眼睛弯成了月牙 妩媚中透着一股异样的风情 李平安手里捧着炒饭 闷头吃着 柳韵瞥了一眼 醒到 又不会有人跟你抢 你吃吗 李平安抬起头 逛了许久 确实有些饿了 柳韵尝了一口 味道确实不错 这些年 你都在做什么 我 李平安回忆了一下 自从自己从京城出发 一时之间 似乎不知道从哪开始讲起 发生了好多好多 你呢 柳韵愣了一下 苦笑 我也是 好多好多 有时候觉得蛮累的 说起来最轻松的时候 还是跟你在小山村的时候 李平安笑而不语 柳韵望着夜色 眸子里蒙上了一层雾气 绝美的脸蛋上 浮现出一抹难以言喻的神色 不知不觉间 两人聊了很久 聊到了过去 聊到了现在 聊到了未来 就像几年前在小山村时一样 我可能要到皇帝了 李平安打了一个宝格 十份炒饭早已吃光了 听说了 要提前恭喜你了 柳韵想笑却笑不出来 低着头摆弄着地上的石子 晨曦徐徐拉开下了夜的帷幕 又是一个绚丽的早晨 一缕金色的阳光 透过云层洒向大地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我该走了 柳韵点点头 轻声道 嗯 在 再见 李平安忽然背过身 再一转过来 手中捧着一团野花 你会是一个好皇帝的 加油 柳韵笑了笑 谢谢 李平安转身就走 挥了挥手 神色淡然 仿佛每一步都踩在大自然的韵律上 给人一种清爽俐落的感觉 走得飞快 却没有一丝尘土飞扬 奇长的背影在朝阳下 显得格外的洒脱 半月后 皇帝在慈宁宫去世 五月念三 卯时 百官齐聚 长公主柳韵登基 登基极为顺利 军功在身 威望已无人能及 在百官的注视下 柳韵身穿明黄色的龙袍 一步步登上皇位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柳韵微微一晃神 然而那魔恍然 只停留了片刻 便化作了肃然与弹幕 老妞 这个地方好 李平安四处打量着这个山洞 隐蔽 通风 有水源 最重要的是安全 李平安翻了一下 确定这儿应该没有什么宝藏 传承之类的东西 要是真遇见了那种东西 不但对自己没用 反而会很麻烦 容易昭示 再三确定 连洞内的地都被他刨了三尺后 才终于安下心来 将储物界中的灵石拿了出来 开始修行 今日起 闭关 三月后 某处山洞 哦哦 洞外隐隐传来一个怪异的声音 苍凉中带着一丝喜悦 别跑 话音未落 一条黄色斑纹的巨大黑影 带着一股腥臭的味道 从山顶扑了下来 那是一只猛虎 猛虎一边跑 一边惊恐地回头望去 只见身后两道黑影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自己 很快 山坡里的声音 变成了一声轻微而尖锐的呼啸 接着是一声巨响 呼 李平安拍了拍手 看着猛虎的体型 估计够吃两顿的 老牛扛走 将猛虎扛回山洞 老牛熟练地抽出扶桑刀 开始割肉放血 三个月以来 现在山洞已经被李平安规划得 井井有条 里面放着一盏用动物油脂做成的灯 将整个山洞照得一片通明 洞穴里还开了一个窗户 让月光可以照进洞内 随着月亮的升起 洞内的光线也会变得明亮起来 东南角则摆放着一些器皿 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 有一个木头搭建的床板 四周铺了一层柔软的草地 上面铺着一张瘦皮 有一口大水缸 还有两只小母鸡 李平安伸手在鸡窝里掏了掏 微微皱眉 小五 我不得不批评批评你了 你最近几天的工作效率 实在是太低了 以前平均一天能下两个蛋 现在两天下一个 我对你很失望 鸡的名字 于是李平安将那只象征着下蛋镖兵的牌子 从小五面前拿走 放在了小六的鸡窝前 嗯 小六这几天表现不错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趁着老牛做饭的功夫 李平安坐在木床上开始修行 短短三个月 零食已经用掉了三分之二 泥丸早已能够突破了 不过被李平安一直压制着 不急 根据李平安的估算 现在仅有90%的概率能够成功 9%的概率失败 剩下1% 很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修行方面 李平安一向谨慎小心 生怕出了一点意外 自己可是天乏之人 谨慎一点总没错 欲速则不达 反正都是向前走 走快一点 或者走慢一点 对李平安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伟大的师爷曾说过 酒要一口一口地喝 路要一步一步走 步子卖得太大 容易扯着蛋 李平安又抓起五块零食 老牛 猫 可以开饭了 除了烤虎肉 还有一锅野菜汤 季菜 早春时节的季菜 口感特别鲜美 既能吃又能煮 可以炒菜 也可以用来调馅 后山有一大片 民间有宴雨 三月三 季菜当林丹 一口肉 一口汤 给个神仙 也不当 李平安肯干净了两只虎腿 打了个宝阁 吹着山风 吃饱喝足 骑着老牛在外面转悠转悠 偶尔敏一口酒 远处的山巒 被金色的阳光 镀上了一层光玉 无意间就成了一幅风景画 忽然 李平安耳朵一动 脚步声 这深山老林里 哪来的人啊 走 老牛看看去 山谷之中 一袭白衣女子 正被几道黑影追逐着 脸上带着惊恐之色 一边往前跑 一边回头看着 他似乎是想催动扶转 可是心急择乱 半晌也不见有什么效果 很快 身后四个身穿静装的男子 便追了上来 快追 别让这女人跑了 四人显然都是舞者 不多时便将白衣女子摁倒在地 毫无反抗之力 大哥 怎么处理 一人问道 既然被他看见了 只能杀了 生意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杀了 有点可惜啊 几人对视一眼 随即便开始脱女人的衣服 娇嫩的身躯 一寸一寸的暴露在众人面前 女人无助的大叫着 一个汉子一边脱裤子 一边道 叫吧叫吧 叫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站在树上的李平安 微微皱眉 身灵 女人 被追杀 这剧情怎么有些眼熟呢 他摇了摇头 默念了一句 九葫芦中的飞剑细语 阴声而去 在空中一抖 漠然化作三尺白光 嗖 什么人 有声音从远处传来 破喉咙 片刻后 白光收回葫芦内 白衣女人正了正 连忙起身 四名舞者 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女人四处看了一眼 却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影 只好拱手 朗声道 在下是云剑宗弟子江月白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回应他的 只有风声 等了一会儿 江月白试探性地问道 前辈 您还在吗 仍旧没有人回应 已经走了吗 江月白心有余悸地 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 如果不是这位神秘前辈出手 恐怕自己今天就要栽了 这帮混蛋 竟然杀死孩童 将尸体卖给邪秀 回去定要禀告尸门 随即江月白便匆匆离开了 待江月白离开后 确定他气息消失了 李平安才走了出来 现在正处在自己修炼的关键节点 他可不想出什么差错 李平安将四人的尸体搜刮了一下 这几个人出来的匆忙 所以 身上都没多少油水 加起来 也就只有二十余枚零食 还有树枚汽血丹 真穷 李平安吐槽了一句 那边 老牛已经将坑挖好了 为了防止对方身上 有什么能够被追踪的东西 李平安又将四人的衣服烧了 老牛把尸体扔进坑里 先埋石头 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 处理完一切 李平安便回到了山洞 一边走 一边清理脚印 口中默念 启动隐藏模式 将洞内的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 堵到洞口 封上唯一一扇窗户 保证空气流通的同时 又很难让人发现 洞内一片漆黑 没有一丝光亮 黑暗就像一张毯子 把李平安和老牛 裹得严严实实 李平安开始打坐修炼 还剩下将近七百块零食 争取将泥丸突破的概率 从百分之九十 转化至百分之百 一个多月的时光 匆匆而去 秋风乍爽 透着袭袭凉意 李平安吐出一口浊气 洞口没有一丝阳光照射进来 山洞内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终于 是时候了 李平安能感觉得到 现在是尼丸 开头升级的时机了 两千余枚零食消耗殆尽 如果其他修炼 人体六蜜的人 见到此番情景 估计会骂上一句杀笔 然后转头便走 照李平安这么修炼 修炼到死 估计都不会有什么成就 修炼人体六蜜之人 多半是在修为路上停步不前 自知已无晋升的可能 转而另寻他路 而修炼人体六蜜 虽然是一条捷径 可稍有不慎 便会有性命之忧 任你修为再高 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炼气室的路子 是宽敞大道 虽然有限制 可是安全性高 稳定 而修炼人体六蜜 便像是高空走钢丝 偶尔会吹来八级大风 话而言之 走上这条路的人 99%都已是无路可走 刚开始 李平安也并没有在意 可是 随着尼丸开阔 精进 他愈加能体会到其中的凶险 不是李平安谨慎 而是形势逼得他不得不谨慎 李平安清了清嗓子 焚香沐浴更衣 为了防止自己紧张 连裤子都没有穿 翘着二郎腿 在洞内拉着二胡 二拳应越LV3 66451000 这个数字不太好 李平安从早上拉到晚上 又从晚上拉到早上 终于 叮咚 二拳应越LV3 66661000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将之前 买的新衣服穿上 正准备 打坐突破 灰尘尘的天底下 忽而来一阵凉风 很快落地下起雨来了 死 李平安表情一变 老天爷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 这兆头不太好啊 一日 无风 天气晴朗 李平安细心观察了一下 又伸手拔了老牛几根毛 一根根数着 今日事宜突破 今日不是一突破 今日事宜突破 直至数到最后一根 事宜突破 李平安又伸手拽了一把牛毛 重新念叨起来 今日事宜突破 今日不是一突破 如是反复四次 都是事宜突破 第五次的时候 最后一根 不是一突破 看样子 今日不是一突破 李平安转头继续修行去了 老牛低头 看着一地的牛毛 表情委屈 又过了两日 今日事宜突破 今日不是一突破 如是反复五次 都得到了一样的结果 今日事宜突破 而且 今天天气晴朗 并不会担心雷洁的危险 李平安又在森林里转了一圈 确定今日没有什么大佬 在此地打架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这才回到山洞 老牛 我突破时不能被打扰 一切便交给你了 成功了之后 我请你吃牛肉干 老牛郑重地点了点头 默默地叫着 兄弟 都交给我吧 为了牛肉干 呸 牛肉干什么的 都是次要的 主要的是 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李平安盘腿坐下 身旁摆放着树莓汽血丹 突破的时候 万一力竭能够用得上 老牛瞪大了眼睛 警惕地盯着洞口 正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 突然肩膀被拍了一下 老牛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回身就是一脚 大胆小贼 竟敢打扰我兄弟突破 老牛 是我 李平安接住了老牛的一脚 老牛诧异地望着李平安 不是突破吗 李平安道 嗯 突破成功了 老牛 这他娘的 还没有老子尿一抛尿的时间长呢 要个屁的护法 李平安挠了挠头 他也没有想到会这般容易 主要还是准备得太过充分了 杜绝了所有发生意外的可能 这就好比是攻打城池 城池内只有一千名守兵 原本只需要多出对方三倍的兵力 拿下城池 便绰绰有余 更有胆大妄为者 用两倍 甚至是少于对方的兵力去攻打 而李平安 足足准备了一万名精兵强将 自然是顺利无比 人体六命尼丸 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 体内气息充盈 仿佛渗入五脏六腑 进入人体后 五脏六腑都变得干净起来 仿佛带走了他身体中积累的所有毒素 呼吸之间 带着一种宁静 幽远 幽长的味道 就好像是一片清澈的星空 没有丝毫的污染 体内的真气 在经脉中缓缓运转了几圈 然后盘旋在泥丸当中 顿时 神志变得更加清晰 肌肉放松 血液也变得更加顺畅 心比去隔 人体六命 果真是神奇 不过进度确实是太慢了 李平安安慰自己 不着急不着急 金金 天门 长金 玄泉 天谷 尚未开发 李平安淡淡一笑 我还真是个小天才 只是临时用光了 该去哪弄点 李平安将大石头移开 一边向山下走去 许久 没去山下了 骑着老牛 悠哉悠哉地向山下走去 山脚下的路 就像是一条飘带 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镇子 轻时扑旧的街道上 零零散散地走着三两个人 有的背着篮子 有的推着独轮车 行人们穿着草鞋 穿着短衫 头上带着一顶硕大的竹鞭 李平安四处寻了一圈 突然闻到一股 令他欲罢不能的香味 最终在一家饭馆停了下来 忽然 怀里的大道符文碎片 一阵悸动 是群里有了消息 快乐的大男孩 听说了吗 龙虎山要举行开山仪式了 静机的老鹰 龙虎山 不是早已经衰败了吗 快乐的大男孩 毕竟底蕴还在 我可听说 这次老天师招了一个很有天赋的弟子 静机的老鹰 再有天赋也没用 要想再赴曾经的辉煌 至少也要再等个百年 快乐的大男孩 谁有龙虎山新弟子的消息 我出两百零食 李平安吃包子的动作 忽然一停 两百零食 小甜心 要什么消息 快乐的大男孩 什么都行 快乐的大男孩 在群里一直扮演着情报贩子的角色 李平安略意犹豫 便将自己知道的 一些关于秦时的信息 告诉了快乐的大男孩 这不是什么秘密 如果快乐的大男孩真想知道 肯定还会有别的渠道 零食不要白不要 快乐的大男孩 这个老天师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小甜心等我一会儿 我把零食传给你 传 怎么个传法 李平安颇为好奇 忙找了一处没人的地方 九州某处 房间内传送阵法大开 一人口中念念有词 阵法中央扶着一片大道符纹碎片 那人捏了一个法绝 与此同时 中州大随 李平安感觉到 自己符纹碎片微微一震 两块符纹碎片产生了共鸣 紧接着 半空中出现一个小袋子 李平安伸出手指 将其夹住 细细一数 袋子里足足有三百余梅零食 快乐的大男孩 小甜心 咱俩好久没交易了 多出的一百零食去喝茶吧 李平安 大佬 请收下我的膝盖 说起来 自己刚刚突破 需要稳固一段时间 别人着急 他不着急 还是那句话 欲速则不达 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去龙虎山转转 见识一下龙虎山的开山仪式 顺便放松放松心情 毕竟闭关修行了这么久 想到这儿 李平安结了饭钱 回到山洞 收拾好东西 暂时阔别了这个 自己待了数月的山洞 老妞 走了 李平安戴上梭帽 山道难行 越走越窄 山风也越冷 虽然不好走 可对于李平安来说 这也不算什么 施展燕子穿云纵 如屡平地 不多时变到了半山腰 路上也能看见几个荒谊 只不过没有异族罢了 又路过一处荒谊 里面有人在生活 这处荒谊 算得上是这地界最好的了 里面有几个年轻的男男女女 纯红齿白 看起来应该都是傅家子弟 出来游玩的 听见声音了 纷纷转过头 看着李平安 其中三个男的有些警惕 可是看见李平安是瞎子 并且只有一人后 这种警惕心便消减了大半 李平安微微一笑 天晚了 在这避避风 不知可否打扰到诸位了 李平安话说得客气 毕竟这荒谊 也不是对方家里的 对方自是不会拒绝 便道 没事 我们也是来这休息一晚 李平安拱了拱手 随即走到一处空地 不一会儿 老牛走回来 背上背着一些柴火 这让几个年轻人看得有趣 兄台 你这牛还会捡木材呢 李平安笑道 是啊 这牛通一些人性 兄台 我们这儿有点吃食 要不要一起来 其中一个男子好心道 李平安道了一声谢 说自己也带了吃食 不用麻烦 天色黑得很快 柴火很快便升了起来 这群年轻人有说有笑 看起来十分的活泼 其中一个名叫楚韵的漂亮女孩 好奇地盯着李平安 一时之间 有些摸不准对方的年龄 对方略有些沧桑 肯定是比他们大上不少 大说 你是准备去哪儿 李平安愣了一下 才明白过来 对方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 我就是出来嫌溜达溜达 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那你的眼睛 众人都看过来 其实他们也挺好奇的 一个瞎子 不好好在家里待着 反而学人家出来爬山路 也不怕出了事 李平安笑笑 没事 我有拐棍 还有牛 大说 既然你眼睛都这样了 为什么还想着出来溜达 李平安 世界这么大 当然想出来转一转了 大说 你真乐观 敬你一个 一人拿出一壶酒 这时 一阵风吹来 发出乌夜之声 山风呼啸 吹得山谷隐隐作响 几个年轻人将驿站的门关上 边吃边聊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年轻人话就是多 年轻有活力 这时几人忽然嗅到一股香味 好像 几人纷纷转头看去 只见李平安正在一旁煮着面条 上面 还点缀着葱花 和一些牛肉 这几日 李平安大鱼大肉吃腻了 决定吃一些素的 翻滚的热气扑边来 众人仿佛闻到了汤汁的咸香 面条的芳香 牛肉的鲜香 以及菜叶的清香 大叔 你出门还背着铁锅 那个名叫楚运的漂亮女孩 好奇道 出门在外 不能苦了自己 李平安感受到了几人的视线 又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要一起吃点 方才 他们也大方地邀请自己 现在李平安自然是要问上一句 好啊好啊 这群年轻人一点也不客气 李平安 我只是客气客气而已 李平安只得又抽出一些面条 多下了一些 大叔 不用下这么多 我们吃不了多少 楚运见李平安又下了一大锅 连忙说道 李平安道 误会了 这些都是我吃的 一群人一边嚼着大蒜 一边咕噜咕噜地喝着面汤 看起来很是香甜 外面下起了雨 隐约有雷声出现 大叔 你要不跟我们一起走吧 楚运道 下雨了 山路很滑的 就是 其余人也纷纷赞同 李平安本想拒绝 奈何几人实在是太过热情了 要是摔了可就麻烦了 大叔 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 李平安只好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反正他也要下山 随即几人又拉着李平安玩起了游戏 欢声笑语入耳 李平安在心中感叹一句 年轻真好 这时 李平安神识微微一动 腰间的侠客笔也产生了悸动 荒逸内响起一个威严的声音 而等为何饶我清修 几人纷纷站了起来 神经警惕 那声音威严无比 自有一股射人的气势 显然是内功高强之人 是 是那个神像 众人抬头看去 只见荒逸东南角立着的 一尊泥素木雕的神像 正在隐约散发着光芒 青烟鸟鸟鸟飘荡 众人心中一震 这是 神兵显灵了 几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的男子 拱手抱拳道 我等无意扰仙人清修 若是仙人 介意我等这便离开 外面风雨已至 而等便再次安心住下吧 多谢仙人 几人连忙道谢 青烟在半空中汇聚 浮现出一道身影 嘴角挂着一抹傲然威严的笑容 当真如同一尊神奇 在他的身上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威压 让人不由自主地 生出一种敬畏之心 众人有一种 欲要跪下膜拜的冲动 参见仙人 仙人目光微微一扫 随即目光落在几人中 长相最为漂亮的楚运身上 明媚好齿 身段纤细 该胖的地方胖 该瘦的地方瘦 根骨不凡 仙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你可怨随本作修行 踏入长生之路 楚运一愣 我 众人纷纷转过头 看向楚运 楚运脑子一时也有些猛 仙人神色肃穆 周身散发出一团 天青色的光滑 在他身后 形成了一片青色的星云 这场景足够惊人 几个年轻人 被唬得一愣愣的 凡人终归是凡人 短短数十载光阴 丫头 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年轻 可是十年之后呢 二十年呢 你会衰老 变成一个老太婆 别说美貌了 恐怕走路都是问题 如果踏上修行之路 你将会青春涌驻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认识更多的人 达到更高的境界 清朗的声音 就像是从天而降 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不免被对方口中 所说的世界吸引住了 与仙人比起来 他们这些凡人 当真如同井底之蛙一般 楚运也明显 是被说动了 嘴唇微动 几人看向他的目光 不由地带着几分艳险 这种机缘 不是只会出现在 画本小说当中吗 主角跳崖 重伤才能获得 仙人唇角微微移动 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笑容 本座再问一遍 你可以愿意 我 我 楚运抿了名嘴唇 正要稀里糊涂地 将那句 我愿意说出来 扑呲扑呲 这时 角落里的李平安 淡定地吃着面 吃面声忽然变得很大 也不见他站起来 仙人目光随之看去 神色中颇为不满 喂 大叔别吃了 仙人将士了 一旁有人轻轻对了对李平安 低声道 李平安淡淡一笑 嗯 确实装得挺像一回事 大叔 你说什么 别瞎说 那人有些急了 现在可不是乱说话的时候 李平安从面里抬起头 一大锅面条 已经见了空 站起身 摸着肚子 这才开口道 在下与阁下并无冤仇 本不愿插手此事 只是这几个年轻人心性善良 毕竟一个锅里吃过面 还望阁下高抬贵手 他这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这人装神弄鬼 又要点名相貌最好的处运 心思用屁股都能想得出来 不过如果不必要 李平安还是希望能避免与其交手 听李平安这么说 几人一时都有些茫然 大胆 声音透露着怒意 让众人心神一震 面色大变 控制不住双膝 直接跪在了地上 恐怖的威压 如同大雨当头泼下 确定是仙人没跑了 哼 起来 李平安轻轻一跺脚 身影挡在几人面前 起来 李平安脚轻轻一跺 众人当即便觉身上的压力 消散于无形 各自松了一口气 漂浮在半空中的人影 栩栩开口 看来阁下也是修行之人 即使修行之人 因之尊卑有序 何敢如此放肆 装神弄鬼 李平安气息外露 一股庞大的气势 骤然爆发 只觉热浪扑面 震得仙人的身影 摇摇欲坠 最后竟然消散于无形 找死 那神像化作了一片血雾 双掌一抬 一股狂风呼啸而出 宛如春雷乍响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势 向众人席卷去 李平安手握刀柄 刀出如清风拂面 轰的一声 离得近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气息 呼 刀锋划出一道弧线 就像是从天外飞来的流云 漫步惊心间 却透着一股令人心惊的杀机 那个装神弄鬼的家伙 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便被一分为二 再无声息 原来是一只黄皮子 黄皮子 能吃吗 楚运等人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此时他们也明白了过来 原来所谓的仙人 不过是这只妖怪 在装神弄鬼罢了 大 大叔 李平安淡定的浆锅和烧烤架 全部收起来 哇 大叔 你好厉害啊 大叔 大叔 你怎么知道他是妖怪的 大叔 原来你是神仙啊 一群人围着李平安叽叽喳喳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 真正的仙人果然都低调 一想到自己刚才 竟然跟着仙人勾肩搭背 众人便不由得一阵兴奋 大叔 你会腾云驾雾吗 大叔 修行真的能长生不老 青春永驻吗 楚运好奇地眨着眼睛 虽然知道了 那所谓的仙人是妖怪 可是刚才对方口中所说 确实是把楚运说心动了 青春永驻 这对于哪一个女孩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李平安淡淡一笑 忽然指着几人的身后 你们看那是什么 嗯 众人纷纷回头看去 什么啊 有什么 几人瞪着眼睛 好奇地回头看去 只是身后什么奇怪的东西 也没有 楚运最先反应过来 转过头来 哎 仙人大叔呢 原本还站在这里的李平安 不知何时消失了身影 干干净净 就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一阵风从庙外吹了过来 带着一丝凉意 青春河边生起一片轻柔的雾碍 山巻被涂抹上一层柔和的乳白色 老娘 再把火声大一些 吹烟鸟鸟 慢慢烤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股奇异的香味 便从肉上散发了出来 黄鼠狼的肉不仅干柴 而且有一股腐臭味 吃进嘴里 骚味不散 不过对方好歹是成了精的 吸收天地灵气 所以 味道不是普通黄鼠狼能够比拟的 嗯 味道还不错 李平安咬了一口 点头评价 最重要的是 这东西吃下去 很快便感觉到 体内生起一股热流 有一种浴火焚身的感觉 不过 很快便被李平安压制下去了 一些武夫 独喜欢猎杀妖兽 用妖兽的精血洗水乏卖 趁着吃饭的时候 老牛翻开地图 确定他们没有走错 随后一人一牛 朝着龙虎山而去 宾州县 属河东郡 河东龙虎山 曾经那也是响当当的名号 每一任天师 无论是在大随 甚至是在九州 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能在大随少见的 与怀路书院比肩的存在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龙虎山人才逐渐凋零 衰败 现在 也就只剩下一座道观 和曾经的传说了 街道上 一位道长穿着一身长袍 端坐在一张墓椅上 右手握着浮沉 左手握着一柄玉尺 牧视前方一个美貌妇人 嘴角倾着一丝神秘的笑意 道长 您看我 那美妇穿着一身血残的颈袍 腰间系着一条玉色的腰带 看起来十分的滑贵 身材凹凸有致 老道士盯着妇人 巍峨的胸脯 与众心肠 妇人 平道一向喜欢直言不讳 美妇人忧心忡忡道 道长且说 我承受得住 老道士咽了一口兔沫 我可以尝试一下手感吗 嗯 啪 老道士摸着红彤彤的脸颊 无奈叹了一口气 望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委屈说道 现在的社会人心太复杂 都说了 平道喜欢直言不讳 见天色不早了 道士正要收摊离去 却见一人向他走了过来 本来没什么奇怪的 只是这人身上挂着的酒葫芦 却是他的 老道士也没一条 悠喝 是你小子 李平安微微一笑 拱手道 见过老天师 当初在御门关一见 这老道士 抢了自己一块烧饼 二人因此结缘 李平安给他推荐了秦石 老道士则将养剑葫芦 送给了李平安 走走 喝酒去喝酒去 老道士拉着李平安便走 我跟你说你给我介绍 那个徒弟真不错 就是人呆了一点 凡是认死脸 一边说着 一边买了一些酒肉菜 老道士难得的大方 这个这个 还有这个全都要 李平安笑着点头 谭主笑道 哎呦买的可真不少 一共两千银子 两千银子是吧 老道士一抹口袋 故意大声道 哎呦 我今儿出门 好像忘记带钱了 然后 转头看向李平安 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 该怎么办呢 李平安的笑容将在脸上 下一秒 果断躺在地上浑身抽搐 一手掐着自己的人中 我 我病犯了 老道士看了李平安一眼 不由得心中感慨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真让您破费了 李平安满怀歉意地说道 老道士皮笑若不笑 没事 小钱小钱 山道宽阔 并无险峻之处 左右各有一座山峰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座山字 沿着山路一直走 很快便看见了龙虎山的全貌 有一个身影 站在一块巨石上 滋滋不倦地练着拳 昂首挺胸 神色坚毅 宛如一座山 巍峨不可撼动 正是小结巴秦石 秦石一转头 看见师父旁边还有个人 稍稍愣了一下 然后 有黑的脸上露出喜色 先生 李平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结实了不少 仙 先生 你你怎么有空来了 秦石科巴的毛病还没有好 听说龙虎山开山一事 特地来见识见识 秦石憨厚地笑了笑 没来龙虎山之前 心比句 这个世界上维尔 对他好的人除了娘 便就是李先生了 不仅救了他一命 就连拜师龙虎山 都多亏了李先生 老道士手里 拿着买来的东西 我去准备今天的晚饭 秦石 你带着臭小子 好好转一转 秦石忙不迭地点头 一片翠绿的竹林中 一条宽约一丈的平路 两旁的竹林 就像是一条长长的巷子 一路上 秦石给李平安 介绍了许多龙虎山的名胜之地 东拉西扯走一路聊一路 你师父都叫你什么了 李平安随口问道 就教了我一招 一招 嗯 秦石点头 几年前 老道士带着秦石入了龙虎山 当日拜师时 便教了他仪式拳法 秦石兴奋地练了一个时辰 便学会了 然后让老道士再教他几招 老道士便说 再练练 于是秦石又练了半个多月 觉得自己已经将这招琢磨透了 师父 我还想再学一招 彼时 老道士正在看着春宫图 头也不抬地说道 招不再多 再精 要是别人 恐怕早就急了 这老道士 恐怕就会这一招吧 不过秦石是个一根精 既然已经拜了老道士为师 便对其说的话深信不疑 便十分耐心地一招一式地练着 随着时间的加深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招 但是练透了之后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先生 这这 便是白玉晶晶了 咱们龙虎山最最最厉害的地方 秦石和李平安 在一座高塔前停下来 高高的楼阁 静静地出立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 天上白玉晶 十二楼五成 仙人俯卧顶 结发寿长生 远远看去 那楼阁就像是一柄倒悬的利剑 直插云霄 散发着一股灵力的气息 任谁也不会想到 在这深山之中 竟然还有这么一座灰红的楼阁 密言重叠 层层上收 每层均有堪 其紧轨力壮观 一共有十二层 每一层都有一条笔直的石阶 从塔角一直延伸到塔顶 秦石解释道 白玉晶乃是龙虎山的圣地 被誉为山水之圣 神明之府 正因为有了他 此地能能镇压一切 术法 无坚不摧 难以撼动 师父说 说中三品修士在其面前 任何术法都不能施展 这么神奇 李平安好奇地问 可以进去看看吗 秦石摇了摇头 我们 我们进不去的 师父说 白白玉晶一直在等一个有缘人 李平安念头微微移动 能镇压一切术法 相当于静魔石之类的存在 再等一个有缘人 这怎么听起来 好像都是为了自己而准备的一样 李平安笑了笑 或许只是自己想多了而已 秦石说 虽然进不去 不过 我们可以凑近了去看看 李平安向前走了两步 在石碑处停了下来 以防万一 还是远远地在这看着吧 李平安不愿惹太多的麻烦 先生 我们离近了去看啊 李平安笑笑 算了 就在这就行了 秦石面露疑惑 这时 老道士远远地跑过来 臭小子快开饭了 哟 在这干嘛呢 秦石道 我 我带先生参观参观白玉晶 老道士点了点头 干嘛站这么远 李平安倾咳一声 这儿挺好 我怕走近了出事 老道士哈哈一笑 出事 能出什么事 李平安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但是心底就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还是 算了吧 老道士摆摆手 哎 放心吧 有老夫在能出什么事情 难道你还能把我这龙虎煽动他了不成 李平安面露难色 对方越这么说 自己心中这种预感便愈加强烈 于是 李平安转移了话题 还是先吃饭吧 只是 他也不愿意去 老道士便越要将他拉过去 今儿必须去看一看 我就不信 你过去能咋地了 没办法 李平安心中安慰自己 可能是想多了吧 等越过了石碑 走进白玉京 我就说吧 什么事都没有 老道士得意道 放心吧 这白玉京 下一瞬间 咔嚓 石碑碎裂 紧接着 大地发出轰轰的声音 大地迅速地断裂开来 一层又一层的泥土在地面上炸开 就像是被炮弹点燃了一样 白玉京在微微颤抖 散发出一股让人心悸的气息 像是一头洪荒巨兽 张开了血盆大口 要将人一口吞下 卧槽 老道士一句优美的国粹 脱口而出 李平安苦笑道 果然出事了 秦时面色一变 师 师父现现在怎么办 跑啊 老道士大吼 三人一牛把腿便跑 师父师父 那白玉 轻轻飞起来了 老道士转头一看 只见巨大的白玉京拔地而起 闪烁着一片荧光 像是一道银色的闪电 石头碎裂 尘土飞扬 刹那间石屑纷飞 宛如下了一场雪 整个龙虎山都在迅速地塌陷 巨大的动静 引起了整个县城人的注意 地牛翻身了 快跑啊 大街上顿时乱成一团 卧槽 家没了 老道士猛了 哼 硕大的白玉京 猛然向三人逃窜的方向追来 宛如流星划过长空 飞奔中的三人都吓了一大跳 要是被白玉京砸一下 估计不死也残废了 他追我们干什么 李平安大声道 谁知道 老道士转头又看了一眼 好像不是在追我们 是在追你 说着便抓住自己的徒弟 闪到了一旁 白玉京发出一声巨大的鸣叫 直接向李平安射来 只是李平安并没有被砸成肉饼 巨大的白玉京 在半空中猛然缩小 紧接着窜入了李平安的脑海之中 他只觉浑身一震 眼前一黑 仿佛有什么东西 压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然后便没有然后了 李平安愣了片刻 意念之中感受到了一座塔楼 白玉京 老道士 哦 李平安 我就说我不去吧 五日后 龙虎山 坐在一片废墟之中 如果眼神能杀人 李平安现在已经被老道士杀死十万次了 好消息是 白玉京能被李平安从意念中放出来 一旦被放出来 周遭之地便能禁止一切 包括中三品在内修饰的书法 简直便是杀人越货 居家旅行必备的法宝 坏消息是 一旦李平安和白玉京 分开到一定的距离 白玉京便会自动飞回到 李平安的意念当中 李平安歉意地笑了笑 那什么 事已至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干了 随即将酒葫芦里的酒意引而进 现在别说开山仪式了 爷俩从今以后住哪都是问题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李平安将自己身上的零食 全部留给了老道士 又表示自己一定想办法解决此事 随后才下了山 毕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也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了 老道士看自己的眼神 一天比一天凶狠 寒风一挂 老道士缩在角落里 表情委屈 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 让你嘴欠 让你嘴欠 情时不知疲倦地 在哪搬着石头和木材 似乎是准备重建龙虎山 老道士喝了一口闷酒 嘴里嘀咕着 他奶奶的 这么多年了 一个弟子都没能开启白玉京 却被一个外人给拿去了 都是命啊 李平安意念微微一沉 便能在石海中 望见那座白玉京 想一想 以后如果跟别人打架 别人拿出一把剑 自己直接祭出一座塔楼 那画面 想想就他娘的搞笑 在龙虎山的时候 老道士便跟自己说过 白玉京的作用 可不仅仅只是镇压竖法 或者说镇压竖法 只是它的一个附加功能 真正的宝藏 是白玉京中的传承 只不过可惜的是 李平安无法修行 他的传承无论有多大 对他都没用 倒是这个镇压竖法的作用 让他很是看重 李平安无法使用竖法 那么如果以后遇见了练气使 只要祭出他 大家顿时都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上 不错 想一想还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自己本意只是想出来溜达溜达 没想到白嫖一个宝物 还把人家山门给拆了 不过 白嫖真爽 一人一牛走在路上 神色平静 接下来该去哪儿搞零食呢 老牛你说呢 猫 两年后 浮云青雷 隐隐出金折 月黑风高 天气微凉 春雨伴随河风 悄悄降临 犀利有声 平天急许春愁 几个汉子将一个年轻公子 护在中心 走在雨夜当中 这公子腰间 旋着一柄长剑 手中摇着一把折扇 一步三摇 长得眉清目秀 面如官玉 身材高大 举手投足之间 便如清风拂柳 走在最前面的落腮胡汉子 呼得一抬手 指住了众人的脚步 众人纷纷摸向腰间的武器 神色警惕 便在前方不远处 一人穿着一身青色长衫 平躺在一块石头上 头靠在一根松枝上 头上戴着一顶斗笠 利帽 下垂得几乎遮住了他的脸 胸前半场着 腰间系着一根粗大的腰带 手里拿着一根竹竿 什么人 洛塞胡冷声道 等了你们好久了 李平安打了一个哈欠 坐起身来 周易 刘大璐 李练 说着 李平安将怀里一叠的通缉名单拿出来 手上都是有着不下于五条人命的练气势 对了 最值钱的还是你 李平安伸手一指 只向中间那个年轻人 山神之子 李三郎 你一个人便知三百零十 不枉我在这儿等了你们一个多月 被称作李三郎的男子冷冷一笑 如同蛇蟹 富贵险中求 不过 你可要知道富贵后面可有个险字 洛塞胡男子扫了一眼四周 警惕道 就他一个人 公子小心为上 凭洛塞胡的经验 一个人敢在这儿赌他们 绝非常然 李三郎冷哼一声 怕什么 这一路上都让我憋屈死了 让我会会这小子 公子 还是让属下先试试他的身手 本公子说了 我要会会这小子 公子 洛塞胡还欲再劝 不要废话了 李三郎向前一步 衣袖一展 李平安略一拱手 请赐教 李三郎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也学着对方的模样 还了一个礼 便在这时 一道白光从李平安身体中飞掠而出 在半空中化作一个巨大的塔楼 如同陨石一般 直挺挺的向几人砸来 白玉精 李三郎惊了 卧槽 什么玩意 不过这招数实在是太粗糙了 李三郎吃了一惊后 随即露出不屑的表情 郑玉施展土盾之术 土盾 土盾 嗯 李三郎忽然发现 自己施展不出来土盾之术了 要命的是 自己的脚已经因为土盾之术陷入了土里 然而身子却怎么也陷不进去 公子 洛塞胡汉子欲救 却发现自己也施展不出术法 郑玉伸手将李三郎拽出来 哄 白玉精重重落下 地面发出剧烈的震动 仿佛一座大山压了下来 李三郎和洛塞胡汉子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一声 估计已经被砸成肉饼 其余几人倒是跑了出来 只不过最强的洛塞胡和李三郎已死 李平安又早有准备 趁着几人还没从惊变中回过神来 纵身一跃 手中握着扶桑刀 一刀斩出 化作了一片刀墓 不出斩查的功夫 地上便多了几具尸体 几人身上十分富裕 尤其是那个叫李三郎的山神之子 储物界中虽然没有多少零食 但是有不少法宝 许多价值连城的金叶子 其中看起来成色不错的法宝 便有不下十余个 李平安将宝物装起来 用麻袋把几人的头颅装起来 随后把麻袋放在老牛身上 竟然收获不小 老牛 猫 李平安满意地笑了笑 伸手收回了白玉京 李三郎和洛塞胡男人的身子 早已被压成了馅饼 李平安只好拿了他们半截手指 李三郎估计到死前 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的腿 没有因为土盾之术 而被地面卡住 那么他肯定会躲过白玉京的压制 毕竟这东西落下的速度 实在撑不上有多快 又或者李三郎提前知道这座宝塔 可以进发 只是战场上 从来就没有如果 白玉京主打的便是一个骗 偷袭 白玉京重新回到李平安的石海当中 顿时 李平安便感觉到 身体的一部分力量 像是被抽走了一样 白玉京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释放的 每一次释放 都需要在李平安的意念中充能完毕 基本上每隔十余日 才能释放一次 蜀山 幻剑阁 号称中洲第一剑派的 整个名山都被白云掩埋 一片银白 李平安孤零零地坐在一角 桌上放着竹棍 端着韭菜 自珍自饮 沉默寡言 过了一会儿 一个年轻人欢快地跑出来 平安 平安 这次多亏了你了 这个李三郎作恶多端 杀了好多修饰 总算是伏法了 这是你的报酬 李平安道了一声谢 从一包零食中抽出几块扔给年轻人 多谢了 小刀 小刀嘿嘿一笑 互帮互助 互帮互助 李平安订了店一大包零食 笑道 今儿可以吃一顿好的肉 走出幻剑阁 老牛在外面等着他 一人一牛 悠哉悠哉地向远处走去 李平安是一年半以前来到的鼠山 成为了鼠山的一名门客 像他这种人 在鼠山还有很多 不是鼠山弟子 却为鼠山办事 在幻剑阁接任务 换取奖励 鼠山虽然弟子众多 可有一些事情 是鼠山中人不方便露面的 何况事务繁多 鼠山弟子 自是不能整日执行任务 所以便需要他们这些门客 做一些脏活累活 即使是死了鼠山 也不会心疼 相对应的报酬十分丰厚 回到自己在鼠山的茅草屋 李平安关上房门 打开地窖 走进里面 随后启动周遭陷阱 以防有人偷袭 老牛 为我护法 老牛看着画本小说 头也不抬 误扰 请你吃牛肉干 老牛立马跳了起来 我看他娘的 今天谁敢动我兄弟 李平安将零食和一些丹药 摆在周围 沐浴更衣 随后 熬出少许药汁 为自己服下 之后 他又倒了一杯酒 倒在地上 这杯酒 敬道家天尊 又接了一杯 这杯敬佛陀 这杯敬儒家圣贤 这杯敬兵家老祖 这杯敬墨家 不一会儿一缸酒 几乎全被李平安 撒在了地上 想了一想 似乎没有该敬的人了 这杯敬自由 这杯敬死亡 最后 这才自己低头喝了一大口酒 今日不成功便成功 几个时辰之后 周遭的空气中 夹杂着货大货 小类似爆炸的声音 紧接着 又是一声更大的声音 从更浅的地方传来 茅草屋被掀翻了 正在门口 为李平安护法的老牛 嚎叫一声 捂着屁股 飞出几丈开外 地窖内传来李平安低沉 且富有旋律的笑声 老牛连忙跑过去 摸摸地叫着 李平安 李平安 李二狗 这家伙 不会是走火入魔了吧 成了 终于成了 这种靠努力 和汗水获得的成功 实在是太令人兴奋了 尼丸 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 龟西宫 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六 李平安周身都黏糊糊的 可是却感觉无比的舒服 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力量 肌肉中的力量 已经快要爆炸了 让他有一种 想要大战一场的冲动 就像是一汪干涸的湖水 突然被注入了一股活水 充满了勃勃生机 滋养着他的身体 让他变得更加强大 李平安在意念中 看了一眼自己的数据面板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450 二拳音乐LV3 8888-1000 自制 夏品领鼓 听风刀法 百分之九十三 至百分之九十四 拔刀术星号邪聊出窍 百分之七十三 至百分之八十 燕子川云纵 百分之六十 技能 气息锁定 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五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情能捕捉 黄色命格 君子不忘动 动必有道 红色命格 医者人心 修炼心法 涅槃精 已获得宝物 细语飞剑 养剑葫芦 扶桑刀 魔剑石 白玉金 侠刻笔 果然 在鼠山这种地方 修行事半功倍 李平安从地窖钻出来 这才发现 屋内一片狼藉 盆栽碎了一地 草屋顶也塌陷了一半 还有一半也摇摇欲坠 看样子 支撑不了多久了 看样子 还得抓紧时间找个住处 这次任务 赚了足有八百多枚零食 可以过一顿时间好日子了 李平安双手负在身后 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牛 但是也不能太过于骄傲 做人要低调 为了 又补充道 做牛也是一个道理 老牛 那你答应我的牛肉干 嘿 我刚才说的话 你全都忘了吗 做牛要低调 吃什么牛肉干 喝点粥就行了 老牛一蹄子 踢在李平安屁股上 你就是不想给我买牛肉干 这几天是鼠山的大日子 门下新一代弟子 将外出历练 修行是其次 主要是为了让这些弟子 增长增长见识 每五年一次 除了新一代弟子之外 其余弟子也可参加 表现良好的弟子 还会获得其他奖励 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弟子来说 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以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他们日后的修行 有着极大的好处 虽然有随行的门内长老做护卫 一般不会有危险 可是弟子人数众多 再加上一些天资出众之辈 肯定是要去一些高端的药材 那些地方 大多都是凶险之地 所以 发生意外 也是难可避免的 这时候 一些弟子 往往就会请一些人做护卫 大部分都会选择蜀山门内的师兄师姐 只是这些人的价格一向高昂 有时候一些弟子 也会寻求于蜀山的门客 蜀山 公厨 李平安给老牛点了一份牛肉 又点了一锅羊肉 一壶酒 最后 要了一份凉菜 酸姜皮蛋 要是平时 这些东西 肯定是不够李平安吃的 只是蜀山的食物 自然不是普通的食物 所用的食材 都是圈养的零售 配以特殊的佐料 对于修行者身体极为滋养 相对应的价格十分高昂 平常 李平安是静都不愿意进来的 只是偶尔完成一两个任务 才会和老牛进来搓一顿 犒劳犒劳自己 这时 忽然旁边走来一个人 李平安 是我 李平安声音有些沙哑 那青年道 吃完饭 外面见 好 李平安一口答应 随后青年便大不留心地走了出去 周围三三两两的视线聚过来 这些人都跟李平安一样 是蜀山的门客 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 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李平安最近风头太盛 一连接了几个任务 狠狠赚了一笔 同仓是冤家 很难不遭人嫉恨 李平安早就习惯了 这种事情发生 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平静地吃完一锅羊肉 一仰头 将最后一点酒喝了下去 神清气爽 随后 拿起竹棍向外面走了出去 舞到台上 果然有人在等他 是一位老者 年静古稀 留着一把长然 穿着一身干净的道袍 神色肃木 周遭有零星几个蜀山弟子 吃饱了饭再看热闹 不过大多数还是蜀山的门客 方才给李平安传话的青年 便在其中 来了 周围有人小声道 带李平安走上五道台 老者一缕胡须 双眉深邃 陈声道 在下舞台南 刘云武 自幼拜入舞台南 一心修行 奈何师父兄长陆续先世 舞台南凋零 不得已投入蜀山 成为一名门客 今日之事 还望包涵 李平安微微点头 轻声道 理解 这不是假话 他确实理解这位名叫刘云武的老者 估计对方出自某个贫穷的小山村 偶然败尸入了仙门 本以为自己求先求到的机缘 然而事实便是 五台南 不过是万千宗门中的一粒尘埃 为了获得修行的资源 只得放下自己名门 正派掌门的身份 投身蜀山 成为了一名拿钱办事的门客 如今 又要为了这些门客共同的利益 来对付李平安 李平安理解他 但是不代表李平安会因此服软 从而放弃那些让人眼红的任务奖励 刘云武眼中闪过一丝自嘲 双手掐绝 双手隐约有雷光跃动 沉稳中透着一股清零 显然是一位实力不俗的高手 则则雷光觉 这老头有些实力 一旁的几个鼠山弟子轻声议论着 可惜年纪太大了 这般年纪才这点修为 实在是没什么前途 有人摇了摇头 得罪 得罪的罪字 刚从刘云武的嘴中吐出 砰的一声巨响 他的下巴上挨了一记重击 紧接着刘云武闷哼一声 胸口仿佛被千斤重锤 狠狠地砸了一下 眼前一黑 整个人倒飞而出 从擂台上摔了下来 重重地摔在地上 两口鲜血狂喷而出 双肩一颤 周围的门客皆是面色沉重 得罪 李平安略一拱手 便敲着竹竿走远了 太阳坠下了地平线 天空中的火烧云 渐渐回归了洁白 李平安收拾了一下倒塌的茅草屋 这时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响起 我是 怎么了 茅草屋外站着一位女弟子 身穿穷鼻鹰唇 柳眉弯弯 上着百花山 下树百褶裙 娇小可爱 我是小穷风的弟子秦妙妙 我这有个任务 你要接吗 李平安从茅草屋中走出来 按规矩 你应该去换剑格挂牌 他们都说你厉害 秦妙妙漂亮的眼眸眨了眨 他们 是谁 我几个朋友 之前都找过你 是他们介绍我来的 那进来吧 秦妙妙点点头 打扰了 他试探性地走进去 视线四处的乱飘 与其说这是住人的屋子 倒不是说是 猪圈 马鹏 秦妙妙实在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干脆便在一旁站着 李平安端了一壶茶水 指尖传出热气 用蒸汽烧开 不一会儿便冒起了蒸蒸热气 喝茶 谢谢 秦妙妙小口抿了一口茶水 好奇地看了一眼李平安的眼睛 李平安道 说说你任务的具体情况 秦妙妙放下茶杯 娓娓道来 这次的历练 我想要去南疆的乌谷之地历练 寻找蛇浴果 但是此行太过危险了 而且我的修为才不过二品巅峰 所以就想着来找人陪同 李平安微微挑眉 蛇浴果 转头便对老牛说道 老牛 查查蛇浴果 老牛 猫 老牛嘴里嚼着牛肉干 从茅草屋东南角厚厚的一落书中 拿出一本来 很快便找出了关于蛇浴果的详细信息 老牛一边看 一边默默地叫着 听完了老牛的讲述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心中给这趟行程估了架 随后才问道 你准备出多少零食 一千 李平安毫不避讳 一千太少了 秦妙妙善善地笑了笑 他也知道一千零食确实有些少了 然而 宗门每月给他的阅历也就五百零食 应付平日之初 买一些修炼用品 这一千零食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李平安见对方没有再提价 也就明白了对方是真没钱 那便没什么好谈的了 一千零食还不至于让自己跑一趟 那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李平安端起茶 已经是在送客了 他可不是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大善人 这种亏本买卖可不会做 秦妙妙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一咬牙 我愿意 李平安 姑娘 年纪轻轻 不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老牛抬起头 你要说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李平安抿了抿嘴唇 你 愿意什么 我愿意 分你一半蛇育果 作为剩下的报酬 你知道蛇育果的具体位置 嗯 我手上有一份地图 秦妙妙忙不迭地点头 李平安略意犹豫 秦妙妙咬着嘴唇 内心忐忑 终于 李平安微微点了点头 成交 秦妙妙大写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主峰 是整个鼠山最高的一座山峰 就像是一座璀璨的神殿一样 带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威严 此刻 数百名鼠山弟子聚集在广场上 小穷风的人来了 小穷风弟子不多 参加这次历练的 只有不到十名弟子 秦妙妙变在其中 不多时 大殿之上各有十四人走了出来 气势顿时变得庄严肃穆起来 他们有的手持如意 有的手持浮沉 各个先锋倒鼓 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敬畏之心 鼠山十四丰的风主 最中央那位便是鼠山宗主 执法长老先说了一些骗汤话 随后 是负责这次历练的长老 又叮嘱了几句 鼠山宗主闭着眼睛 打着瞌睡 这时 一旁的副门主 用胳膊肘对了对他 师兄 该你讲话了 宗主反应过来 抹了一把嘴上的口水 啊 我还要说吗 副门主冷声道 昨儿不是给你发言稿了吗 宗主挠挠头 嘿嘿一笑 一看便是给忘记了 这时候主持弟子说道 现在我们有请宗主 为我们讲两句 宗主轻咳一声 既然这样 那我就讲两句 只说几句而已 也是想了想啊 说哪几句呢 那我就说这几句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几句不够全面 将来呢 再给我补充几句 我只说最重要的几句就行了 虽然只是很少的几句 可是 你别小看我说的这几句 有着很重要的几句话 众人 副门主 嘴角微微抽动 好了 各门弟子选择历练的地点 随着一声令下 各有弟子向非洲走去 前往不同的历练地 也有不少弟子没有动 而是去与在一旁等待请来的门客 或师兄师姐会合 秦妙妙四处寻着李平安的身影 哎 人呢 妙妙 你不是找了一个门客吗 这时 同门的司徒雷问道 秦妙妙勉强笑了笑 他 好像还没来呢 你是不是被骗了 你找的谁啊 应该不会吧 司徒雷道 现在还没来 你八成是被放鸽子了 算了吧 到时候咱俩一起走 也不用外人 这位是我家的门客 刘一刀 四品修士 站在司徒雷身后的刀客 微微汗手 算是打招呼了 秦妙妙有些失落 可是我定金豆腐了 司徒雷道 放心吧 等咱们回来以后 再找这个家伙算账 眼看 那搜要去巫谷之地的非洲 便要出发了 秦妙妙无奈叹了一口气 只能如此了 秦妙妙心中 将那个瞎眼的坏蛋骂了几遍 那可是足足一千没零十啊 他攒点积蓄容易嘛 越想越委屈 险些都要哭出来 登上非洲 去巫谷之地的弟子 不多 一共只有十几个 随行的长老道 准备出发了 心笔句哥 等等 正在迅速朝这边蹦来 非洲已然离地了树杖高 秦妙妙惊喜地叫道 李平安 李平安施展 燕子穿云纵 纵月如飞 老牛单脚发力 轻轻一弹 身子就如同一缕 青烟四顶 一人一牛 同时落在了非洲上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李平安轻吐出一口气 秦妙妙摸着自己的小心脏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李平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怎么会收钱办事 我这个人一向很有原则 只是半路上出了一些意外 什么意外 秦妙妙好奇 李平安淡淡道 主风太高了 爬起来有些费时间 老牛点头表示同意 累死本牛牛了 爬 众人纷纷一呆 老太太钻被窝 给也整笑了 头一次听说有人爬主风的 您搁这儿玩攀登者呢 司徒雷低声对秦妙妙道 你找这人靠不靠谱啊 秦妙妙无奈笑了笑 两日后 非洲平稳地行驶在半空当中 云开一条缝 阳光洒落在大地上 万风凌厉 云海茫茫 当真是一幅奇景 非洲上的几人一边闲聊 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 看着那飘渺的云雾 看着瀑布般的飞铺 迷离地憧憬着人生 秦妙妙则闭目打坐 似乎对眼前的美景 丝毫不感兴趣 妙妙 你放心 这次我会帮你的 司徒雷道 秦妙妙睁开眼睛 笑道 谢谢 司徒雷又看了一眼 非洲尾的李平安 轻声道 妙妙 这些门客不乏阴险狡诈之辈 你要小心 嗯 放心吧 秦妙妙点头 李平安从储物界中取出一些药材 随后又从老牛身上将锅拿出来 开始熬制药材 一边熬一边时不时尝尝味道 医者自医 李平安和老牛已经查过资料了 乌骨之地满是毒虫毒蟹 有奇花异草的毒药 也有各种毒虫毒物的毒药 有的奇形怪状 却是罕见的药材 有的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却带着一定的毒性 依靠着红色命格医者人心 李平安在医术上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 所以这次去一来是为了赚取零食 二来是找一些药材 李平安准备给自己配一副强身健体的药 这些日子的修行 让李平安体内微微有些虚 修行从来都是不是一蹴而就 除了靠饮食来补充足够的营养之外 还需要熬练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健 这样才能更顺利地度过接下来的时间 并且自己吃不完 还可以拿出去卖换取零食 一举两得 李平安一边熬药 老牛在一旁拿着笔写写寂寂寂 一人一牛配合默契 惹得几人都纷纷奇怪地望着他 蜀山灵兽不守 可像这样奇怪的灵兽 却还是 有些少见 黑沉沉的叶仿佛无边的浓墨重重地涂抹在天际 连星星的微光也没有 非洲山的几个弟子几乎都在闭目修行 李平安则是忙着研究药方 你会拉二胡 说话的是一个面容稚嫩的小不点 头上竖着发际 没有配件 腰间插着一根齿巴的笛子 李平安道 吃饭的家伙 可以拉给我听听吗 李平安笑道 乖小朋友 其他人都睡觉了 明儿再给你拉 小不点顿时急了 你才是小朋友 你全家都是小朋友 本座是蜀山的长老 李平安一愣 哦 小不点面容稚嫩 圆脸淡 高鼻梁 模样绝对不超过十岁 小不点一拍胸脯 本座是蜀山的长老 道号清风 李平安拱手道 原来是清风长老得罪得罪 清风长老指着李平安身后的二胡 太无聊了 你拉二胡给我听呗 可是他们都在修行呢 清风长老哼了一声 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人 如果二胡之声 就能扰乱他们的心神 便就此离开蜀山吧 李平安没再坚持 拿出了二胡 毕竟对方是蜀山的长老 没必要得罪 二胡之声悠悠 滑破叶的寂静 悲凉的气氛中 带有浓浓的忧伤 凄凉优越 却十分柔和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幅凄凉的画面 大雪像鹅毛似的飘下来 凄凉哀怨的二胡 在熙熙风风的飞雪中 发出凄厉欲绝的鸟养之音 呼 司徒雷猛然睁开眼睛 从观想中回过神来 清风长老瞥了司徒雷一眼 微微皱眉 司徒雷有些羞愧地低下头 其余几人额头上 都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汗水 显然是在极力忍耐 清风喝了一口酒 双眼微微眯着 李平安感受到了周围人的变化 不由地停了下来 清风示意他继续 一边观察着非洲山各个弟子的神情 二胡声让人捉摸不透 飘忽不定 四远四近 充满了悲凉 在无奈之中 却又带着一丝愤怒 令人产生身临其境 不禁沉浸其中 每个人的心中 都仿佛被一股无处宣泄的悲伤所填满 陆续有人几人撑不住 从观想状态中脱身而出 更有甚者大口喘着粗气 清风轻轻叹了一口气 秦妙妙也迫不得已 从观想状态中脱离出来 诧异地望了一眼 拉着二胡的李平安 这是 什么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低声讨论着 这个拉着二胡的瞎子 这个瞎子哪来的 好像是小穷风秦妙妙 请来的门客 还有谁 还有谁坚持到最后了 只剩下林雪师姐了 众人纷纷像坐在东南角的 一个白衣少女望去 那是一位俏丽的女子 白色的衣裙 曲线玲珑 配着一柄长剑 通天风风主之女林雪 随着时间的流逝 林雪脸上的表情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清风长老伸手搭在林雪的肩膀上 算了 莫要硬挺 林雪猛然回过神来 明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寻生望去 直勾勾的盯着传来 二胡声音的源头 叮咚 恭喜宿主 二拳音乐LV3 89001000 寿命450-460 李平安回过神来 收起二胡 冲众人歉意地笑了笑 刚开始便被李平安 二胡扰乱心神的人 原本还有些羞愧 例如司徒雷 可此刻众人全都没抗住 就连林雪都没有支撑到最后 顿时便觉得心安理得了 忽略了打量自己的奇怪目光 李平安和老牛 继续研究自己的药汤 一路无话 三日后 非洲挺进了此次的历练之地 乌骨之地 一轮明月仍然高高地挂在天空中 在人间洒下一片昏暗的光 乌骨之地的空中 徘徊着一层灰暗色的气体 将整个乌骨之地笼罩在其中 充满着死亡的气息 看不见一丝光亮 也没有任何声音 就像是一片死寂之地 清风长老插着腰 身体小巧玲珑 叮嘱道 这里便是乌骨之地了 多余的废话 我就不多说了 想必你们来之前 也打听过这里的危险性了 如果遇见了生命危险 及时联系我 乌骨之地最危险的 便是毒核蛊虫 切记要谨慎行事 谨分师叔之命 去吧 清风长老大袖一挥 几人纷纷遇见而去 李平安将黑乎乎的铁锅收起来 背在身上 老牛身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这铁锅只能自己背着了 骑在老牛身上 老牛跟上去 清风道 用飞的 别骑你那牛了 李平安转过头 飞 正常人谁会飞啊 清风皱眉 你一个炼气室 连低空飞行都做不到 我不是炼气室 李平安淡淡道了一句 清风看着一人一牛离开的背影 露出一个大大的疑惑表情 这秦妙妙 到底是找了一个什么人 乌骨之地 众人走在一条阳长小道上 一路向前 密林之中 很少有灌木丛 全是高耸露云的千年古树 树木的枝梢交错着 伸展开来的繁盛的枝叶 如碧绿的云 把蓝天遮了个严严实实 到了这里 几人已经不能低空飞行了 开路的两名弟子 拎着发光的淡银色物体 照亮着前方的路 微风过去 枝叶发出速速的响声 李平安牵着老牛 跟在众人身后 周遭的雾气 或多或少带着一些毒性 以防万一 几名弟子都提前准备了一些 B毒用的丹药或者法宝 脚下的路弯弯曲曲 忽高忽低 起伏不定 虽然走起来有些吃力 但却丝毫不影响 他们前进的速度 周遭时不时响起一些奇怪的声音 都是隐藏在暗处的毒兽 亦或者是毒虫 这还只是在外围 隐藏在暗处的猎手 暂时还不敢对他们出手 扑呲 李平安反手一刀 斩了一只挂在树上 欲要扑过来的螳螂 枯木螳螂 因身体形态和颜色类似枯木 因此得名 是个很好的药材 李平安装进麻袋里 随手又摘了一朵地上的花 用鼻子嗅了嗅 嗯嗯 三叶菜籽花 不错不错 装进麻袋里 干燥的松针 夹杂着一些野生植物的味道 装进麻袋里 树皮 还是有毒的 装进麻袋里 这个是 算了不管了 装进麻袋里 李平安低声哼着小哥 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感觉自己走进了一座金山 遍地都是金子 这时 呼听前方传来一声野兽的咆哮 一股腥臭的气息扑面来 那是一头通体灰褐色的野兽 他早已躲在草丛中 凭住呼吸许久 目光凶狠而贪婪地盯着众人 虎形的身躯 但却有着一条歇尾一般的尾巴 尾巴的尖端 闪烁着锋利的光芒 司徒雷挡在秦妙妙身前 知道是自己表现的时候了 然而 走在前面的灵雪 却抢先一步出手 手捏着剑绝 一缕细碎的剑影飞射而出 那只野兽顿时一分为二 落在了地上 司徒雷尴尬地笑了笑 一旁的门客留一刀 露出了一丝诧异的神色 好剑法 如此年纪便有这等剑法 司徒雷颇为羡慕地说道 自然 灵雪师姐可是通天风风主的女儿 天赋一禀 李平安蹲在地上 戳了戳那只野兽的尸体 转头 对灵雪道 他的尸体你要么 请便 多谢 队伍越往前走 分道扬镳的人便越来越多 虽然都是来巫谷之地的 可是目的不同 最后只剩下灵雪 司徒雷 秦妙妙 几人 又走了二十多步 拐了个弯 前面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司徒雷说道 就是这里了 地图上所说的射心地 若是心智不坚定 修为不足的人 怕是会承受不住 有一人道 我师兄说他们上一次经过这里 队伍里便有一个弟子 被影响了心智 对同伴们出手 司徒雷瞥了一眼 在后面挖着土的李平安 对秦妙妙道 要不你还是让他留在这里吧 你也听见了 他连低空飞行都做不到 万一待会儿被影响了心智 对我们出手 我们还得费心照顾他 秦妙妙也有些迟疑 随即走过去 对李平安受了顾虑 很快 秦妙妙走回来 冲司徒雷摇了摇头 他说 让我们不用管他 司徒雷微微皱眉 罢了 良言难劝该死鬼 他确实是没什么恶意 最多就像是跟秦妙妙单独相处而已 也是真的担心 李平安被摄心地影响 而带来更大的麻烦 一行人开始走进摄心地 这次换成了李平安打头 这样即便他出了事 也好能让其他人反应过来 李平安并不在意 大步走了进去 道路虽然有些狭窄 可是十分平坦 是一条很好走的路 李平安走了数步 转过身 耸耸间 示意众人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情 接着又有两人走了进去 刚踏进去 二人顿觉心神一荡 还好早有准备 在原地停留了斩茶的功夫 调整好状态 这才敢继续向前走 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懈怠 司徒雷观察了一会儿 看起来这摄心地也就这样 妙妙你跟在我后面 嗯 秦妙妙点了点头 在司徒雷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 谢谢司徒师兄 声音甜如静蜜 让司徒雷倍感舒适 心旷神疑 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 看我的吧 说着 大步便走了进去 似乎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能耐 他走得很快 司徒雷转过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下一秒忽然身子后仰 双手着地 肚子高高抬起 身子一扭一挺 一加一息 喉咙里发出嗷嗷嗷的声音 开始四处乱窜 李平安 其行种 众人 司徒雷从昏迷中回过神来 仿佛只是睡了一觉 他的天灵穴上 以及各个穴道上都扎着银针 见他醒了 李平安收回银针 我 我怎么了 司徒雷满脸疑惑 李平安什么也没说 司徒雷挠了挠头 发现周围人看自己的眼神 都有些奇怪 嗯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 他又问起了自家的门客刘一刀 刘先生 刚才我怎么了 刘一刀沉默片刻 深深看了一眼自家公子 如果刚才不是李平安及时出手 司徒雷都要脱裤子拉出来了 只是这种事情 要是实话实说 司徒雷估计会当场自杀 于是刘一刀说出了善意的谎言 什么也没发生 真的吗 真的 穿过射星地 林雪要向西去 而秦妙妙等人向东行 秦妙妙一行人 寻着地图上标示的铁盆骨 所在而去 越往巫谷之地深处走去 此地岔路极多 错综复杂 像是一座大迷宫 越走越深 越走越险 只是走在最前面的司徒雷 却没这个感觉 一路上都在与秦妙妙闲聊着 他虽然也是第一次来巫谷之地 可是家中有人曾不止一次来过这里 司徒雷倒听徒说 再加上书读得多 所以知道许多真真假假的事情 哎 妙妙 你知道南疆的人都会下什么鼓吗 秦妙妙摇了摇头 司徒雷便长篇大论地讲了起来 从南疆的蛊虫 讲到南疆的历史 又讲到南疆的风土人情 唰的一声 短促而锐利的剑铭骤然响起 带着一道令人心悸的剑光 就像是一条从地狱中窜出的毒蛇 带着一股阴森的死气 司徒雷反应很快 一个滚得翻单手掐绝 整个人几乎趴在了地上 面色大变 秦妙妙握住剑饼 心有余悸地向后看去 一柄血亮如雪的长刀 横在了李平安的咽喉上 刘一刀握住长刀 眼神凌厉地盯着李平安 方才 那一剑便是出自李平安之手 司徒雷瞪着眼睛 忍不住破口大骂 卧槽 你他娘的要做什么 李平安面色不变 伸手指了指前面的那棵树 司徒雷愤怒地走上前来 你想杀了我啊 刘一刀眼神一闪 这才发现前方的一棵巨树上 盘绕着一只巨蟒 无声无息 仿佛他就是树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李平安及时发现 恐怕现在 走在最前面的司徒雷 现在就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公子 司徒雷转过头 顺着刘一刀的视线望去 旋即他心头也是一阵 不由惊呼出声 仅仅三寸长的飞剑细雨 化作了一道三尺长的剑气 平滑至极地 刺穿了这只巨蟒的头颅 那是一只青色巨蟒 大的像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巨龙 身上的鳞片闪烁着不祥的光芒 呼 司徒雷重重吐出一口气 拍了拍自己的小心脏 刘一刀脸色有些阴沉 收了刀 瞥了李平安一眼 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从李平安发现那条巨蟒 再到出手击杀 刘一刀都毫无反应 直到剑鸣声骤然响起 才意识到发生的事情 最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李平安并没有任何得手之后的得意神情 而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这份镇静 让他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 感觉到了 李平安道 司徒雷平复了一下心情 似乎是觉得 刚才自己有些过于狼狈了 此刻见那巨蟒被杀了 装着胆子走过去 仔细打亮了一眼那只巨蟒 这巨蟒真狡诈 险些就着了他的道 就在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那本已死去的巨蟒 突然张大了嘴巴 发出一声淒厉的嘶鸣 声音不大 却带着一股冰冷的杀意 这一声怒吼 却令人毛骨悚然 就像是一支离弦之剑一般 嗖的一声射了出去 吐出一条长达一尺的毒性 朝司徒雷扑了过来 闪开 两声铮铮刀铭响起 刘一刀和李平安同时出手 这两刀来得太快了 快得让人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 刀锋已经飞到了身边 两条人影一左一右 左边的李平安手一抖 舌头飞了出去 而右边的刘一刀 却慢了一步 司徒雷眼里只有一片鲜红忽然炸开 鲜红中还有一道湛然的铁光 强烈的腥风充斥着周围的空间 司徒雷险些便吐出来 李平安将舌头踩在脚下 擦干净刀身上的血迹 收刀入鞘 留一刀走到司徒雷的身旁 公子没事吧 司徒雷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迹 大口喘着粗气 短短片刻 他便经历了两次生死 这对于一个从小便在家中专心修行 很少有过磨练的司徒雷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秦妙妙攥着拳头 从刚才到现在 一切都发生在井井刹那间 别说出手了 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李平安在处理巨蟒的尸体 嘀嘀咕咕 这蛇胆可是好东西 留着回去泡酒喝 这蛇肉一看就鲜美 夜晚火光在黑暗中越冻着 李平安正在烤着蛇肉 四个人围坐在火堆旁 其余三人便看着李平安 自顾自的大口吃着蛇肉 踏入修行之道的修士 一般都会尽可能地戒掉口腹之欲 有利于修行 即使是一些修为低下的修士 也仅仅只是靠着壁骨丹 来维持体内的能量 只是李平安全然不在乎这个 狠狠咬了一口蛇肉 一股浓郁的肉香 在口腔中弥漫开来 咸香中带着一丝辛辣 带给李平安一种多层次的味蕾享受 司徒雷想起白天的事 便是百感交集 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瓶封存完好的酒 又拿出两个精巧的酒杯 那个 李 司徒雷一时之间 有些想不起李平安的名字了 李平安 秦妙妙小声提醒道 司徒雷举起酒杯 十分歉意地说道 李先生 你今儿救了我两次 我 我敬你一杯 他之前确实有些瞧不起李平安 可白天一世 让他彻底改变了这一想法 本来就是没有历练多久的少年 心高眼低到还算正常 李平安笑笑 自然是不会跟一个孩子计较 他没有那般小肚鸡肠 也没有那般咸心 酒喝了一口 带着奇怪的酒香 并没有让人觉得 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反而觉得身体异常的舒服 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晕眩的感觉 酒不错 李平安评价道 司徒雷芒道 这叫果酒 李先生喜欢 回去之后 我让人给李先生送去一些 与白天的态度 判若两人 一人一牛吃完了一条巨蟒 便躺在树叉上 李平安拉着小曲 老牛则在秦妙妙给的地图上 研究着接下来的方向 月光穿过树荫 露下了一地闪闪烁烁的岁域 守在外围的萝莉长老清风 正一个人有趣地望着跳石子 树木在风中摇曳 山谷中有一种幽名的美丽 忽然 清风神色一变 神石扫过 脑海中浮现出清晰的画面 我去 这两个倒霉弟子 还真遇见麻烦了 清风长老迅速向弟子出事的方向而去 他的任务 便是在弟子遇见生命危险时 及时出手 几日的功夫 便有数名弟子 迫不得已联系了清风长老 先后被清风长老救了出来 这些弟子无一例外 都是自诩天资优越 有的请了师兄师姐为自己这次行程提供保障 只是贪多嚼不烂 在巫谷之地稍有不慎便会中招 接下来的行程 略微平淡 虽然偶尔遇见了一些毒虫 野兽 可实力都不强 被顺利解决了 又过了两日 他们找到了地图上所标注的地点 然而 这一区域的蛇芋果 早已先被人给摘走了 秦喵喵叹了一口气 看样子 我运气不太好 司徒雷安慰道 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说不准出了蛇芋果 还能找到其他的药草吗 在司徒雷的安慰下 秦喵喵勉强露出一个笑容 秦喵喵略有些歉意地对李平安说道 之后的报酬 我会还给你的 原本说好了 找到蛇芋果后 分给李平安一半 算作剩下的报酬 可现在蛇芋果没找到 秦喵喵只好背负起了债务 李平安毫不在意 算了吧 这次来我收获也不小 既然如此 那咱们便暂时分开吧 我还有一些事情 诸位保重 秦喵喵问 李 李先生 你要去哪 李平安道 没什么 随便逛一逛 不如我们 话还没说完 李平安和老牛便以脚下生风 迅速消失在了三人视野当中 秦喵喵有些失落的低下头 他原本想说 不如我们一起陪你去 谁知李平安走得这般快 估计是有些嫌弃他们过于累赘了 不过想来也正常 李平安本就是奔着报酬来的 现在蛇芋果被别人抢先拿走了 白跑一趟拿不到报酬了 人家凭什么还照顾你 而且先前遇见那只古怪的蟒蛇 如果不是李平安及时出手 恐怕自己和司徒雷 可能就葬身于蛇腹之中了 更不用说 现在人家连剩下的报酬都不要了 司徒雷看着李平安离去的背影 竖起一个大拇指 敞亮 在林中及时的一人一牛 迅速向东南方向奔去 先前老牛 查看那张秦妙妙给的地图时 在结合之前读的 有关于乌骨之地一些书籍 意外让他 发现了一种名为心灵草的所在地 同样是价值不菲 老牛 快点 这次要是转了 给你记头功 李平安有些兴奋地 拍了拍老牛的屁股 一人一牛 刚刚拐过一处山崖 就听见一声巨响 夜空中出现了一道红色的火光 前方不远处有人在斗法 蜀山弟子林学手 持一柄玉白色的长剑 剑身清澈发亮 好像成名的秋水指而不流 长剑吞吐自如 飘洒轻快 矫健优美 出剑之快 令人目不暇接 仅凭这一点 便可看出 骑在剑上的造诣之身 然而好胡也架不住群狼 围攻林学的 足有七八人 而且都是好手 配合得当 林学身上 很快便多了数道口子 不远处站着一名巫师 身穿宽大长袍 手持法器 这次围杀 便是他组织的 目的便是报复蜀山 没有什么比杀了通天风风主之女 更加能令蜀山震怒的了 李平安和老牛 躲在灌丛中 只露出两个头来 老牛还拿了一片子挡在脸上 用作伪装 只露出一双卡哇伊的大眼睛 林学脚下那片地 便是李平安要寻的药草 只不过 现在也被摘光了 估计就是被林学全部摘了去 气息锁定信号探查 李平安心思转动 围攻林学的几人实力 对于自己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重点在于 那个尚未出手的巫师 对方修为 大概在四品 只是气息没有外露 所以并不好判定 他是否隐藏了实力 再等一等 林学不愧是 新一代弟子中的翘楚 虽然被步步紧逼 但一时半会 对方也奈何不了他 而且自有一套奇妙的身法 左转右转 配合着他精妙的剑法冲刺 边打边走 竟然冲出了包围圈 然而 就在这时 那名一直未出手的巫师身影 呼的一闪 从手臂上穿出一只飞虫 嗖的一声弹起 张开獠牙 一口咬在了林学的肩膀上 这一击并没有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可这一击的变化 却让他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 附着在其中的毒气 很快便侵蚀了林学的身体 巫师正欲乘胜追击 耳旁突然有破空之声响起 心中一惊 还有帮手 盲及时收了手 向一旁闪去 只见 左侧人从中 已有一条人影腾空而起 是你 林学眼神有些错愕 巫师冷声道 多管闲事 看来阁下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李平安淡淡一笑 九个人 我可能打不过 不过带人逃跑的本事 还是有的 拦住他 巫师低吼 其余八人纷纷围了上来 李平安却呼的转身 声东击西 直奔那名巫师 吃我一拳 吃我一拳 李平安大吼一声 哄 李平安体内爆发出一股能量波动 紧接着一座巨大的塔楼 从他的体内寄出 看着半空中那道坠落的巨大身影 巫师嘴角微微抽搐 这是一 一拳 巫师反应很快 双脚一蹬 整个人腾空而起 轻盈地躲开了这一击 哄 一声巨响 白玉京将地面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宛如一道惊雷在天空乍响 让人心惊肉跳 这尼玛是什么玩意儿 还好自己闪得快 这一砸下去 绝对能把人砸成肉酱 再吃我一拳 巫师不敢大意 调动周身力量 准备迎接这一击 走你 李平安反手将老牛抛了过来 吃我一老牛 他的每一招每一步 都完全超乎了巫师的预料 先是从身体中寄出一座塔楼 现在又扔过来一头牛 这都尼玛的是什么招数 巫师担心其中有猫腻 只得侧身躲过 李平安手中杖刀横空四杖 向巫师所站之处攻去 巫师骤然发现自己的术法施展不出来 匆忙之下 正准备寄出法宝 孟 倒在地上的老牛 蒙顶在了腹部 巫师表情一变 这一击来得太突然 也太猛了 还没等巫师反应过来 李平安已冲到了进前 一刀封喉 这都是什么零七八糟的东西玩意儿 几个人夹起来 才不过几块零食 最值钱的便是他们手上的武器了 那名巫师手上倒是有许多蛊虫 只不过随着巫师的殉命 这些蛊虫要么跟着一起殉命 要么便是四散而逃了 不过现在要紧的 还是灵雪的性命 灵雪中了毒 坐在地上自行孕息 然而 很快他沉着的脸色便发生了变化 毒物开始发作了 只觉得眼前一黑 眼前惊心乱冒 一股灼热的感觉传遍全身 整个人就倒在了地上 中毒的地方在左肩 柔顺光滑的肩膀上 出现了一道极为不和谐的黑色纹路 正在迅速向周边蔓延 这种毒跟李平安所学 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估计是属于南疆小中毒的一种 李平安已银针封住其气血 随后又为他服下了一颗解毒丹 至于有没有作用 那便要看他的命了 最重要的是 要将肩膀上的毒血吸出来 不能让毒继续蔓延了 深山 冰冷美女 中毒 肌肤之青 这剧情 怎么有点俗套呢 而且听起来就很麻烦的样子 不过 现在人命关天 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老牛点头同意 李平安 无论是人还是牛 不要堂堂正正 已成待人 老牛仍旧点头 太对了 李平安 今天我就一个人 明天他就一个 后天他再就一个 我们就等同于救了一整个世界 老牛继续点头 李平安 不仅如此 救人还能让我们的良心获得安慰 以及经济上的报仇 老牛鼓掌 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种觉悟 所以 李平安拍了拍老牛的肩膀 老牛 上 帮他把毒吸出来 老牛 欧下花线欧 呼呼 咳 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只觉得胸口像是被刀子割了一样 将一团黑血咳了出来 林雪顿觉身体舒服多了 这才发现 自己除了四肢有些冰凉僵硬之外 竟然还感觉到了一股灼热的气息 在自己的体内流转 林雪四处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洞穴当中 回想起方才发生的一幕幕 自己发现了一片心灵草 刚将心灵草收割 便遭到了这群人的袭击 险些就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还好 那人 叫什么来着 林雪就记得 他是谁请来的门客 二胡拉得很好 甚至能扰乱自己的心声 林雪忽然发现手旁 有一张被石头压着的纸条 把你储物界中的心灵草拿走了 其他的东西没有动 就算是救你一命的报酬了 一个冷酷的杀手 好漂亮的字 这是林雪的第一感受 在他印象中 只有儒家修士 才能写得一首这般漂亮的字 他记得对方是个瞎子来着 林雪咬着嘴唇 又仔细看了一遍 这时候 他忽然发现 自己的手臂上缠着绷带 不仅是手臂上 身上的各处伤口 也缠着绷带 一个瞎子竟然能包扎得这般细致 不仅如此 肩膀上中毒的伤口 明显有被人吸吮过的痕迹 一想到一个陌生男人 用嘴喂自己 林雪脸色微红 忽然反应过来 恶狠狠骂了自己一句 林雪呀林雪 你真不是个东西 这毒如此厉害 对方竟然还为自己 用嘴将毒一点点吸吮出来 丝毫不担心他自身的安危 林雪一手捂着中毒的肩膀 久久的凝视着那张 对方留下的纸条 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李平安背着伤心的老牛 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老牛 不就是帮他把毒吸出来吗 至于伤心这么久吗 老牛扁着嘴唇 表情委屈 牛牛我呀 不干净了 以后还怎么混呢 李平安道 老牛 别难过了 回去请你吃牛肉干 老牛 别以为牛肉干就能混弄过去 李平安黑黑一笑 一人一牛的身影 在林子中慢慢消失 几日后 历练到了尾声 众人在乌骨之地外会合 一些弟子必不可免得受了一些伤 不过好在都没什么大碍 秦妙妙虽然没有找到 惺惺念念的蛇育果 不过收获也颇丰 林雪师姐受伤最重 身上扎着绷带 脸色也有些苍白 更加奇怪的是 回去的路上 林雪和秦妙妙以及司徒雷 频频看向李平安 而且三人神情各有不同 众人一副好奇的样子 不知道这几人在林中发生了什么 李平安全然不理会那些目光 和老牛记录着自己这次的收获 蜀山 历练圆满结束 等非洲飞回蜀山 在乌骨之地待了多日 重回蜀山忽然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众人免不得一阵欣喜 相约晚上聚个餐 放松一些心情 李平安没有参与其中 一人一牛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去 这趟行程收获颇丰 所以他心情不错 等等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林雪走过来 看向李平安的神情 微微有些动容 救命之恩 还未来得及答谢 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平安挥手打断 你不是已经给我心灵草了吗 不用感激我 回到自己的茅草屋 李平安这才发现自己的茅草屋没了 不仅是自己的没了 一群人正在拆除这片区域的所有建筑房屋 拆迁了 我发了 这片区域住着大多都是跟李平安一样的门客 还有蜀山内部的散修 没有师门 没有靠山 自然也就没有修炼资源 李平安拉住一个熟悉的人 问是怎么一回事 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一位长老 看中了这片区域 想要建一座宅子 他们这些人自然便无家可归了 而赔偿 嗯 黄老爷费心给你拆房子 不管你要工钱就罢了 你还敢要赔偿 实在是太过分了 说话的人叫白给 是一位依附于蜀山的散修 平日里还蛮照顾李平安 这地皮可是当初我们高价买来的 现在房子说拆就拆 以后我们住哪 白给义愤填膺的说道 其他人也是一脸悲愤之色 怎么可能说拆就拆 咱们去找执法长老平里去 就是就是 不同于其他人的愤怒 李平安则相对平静许多 还好他临走时 将家里贵重的东西都带了出去 这是他长期游历的时候 养成的一个好习惯 白给道 平安 我们要去找执法长老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去 咱们把事情闹大 将属于咱们的屋子要回来 李平安劝道 白给兄 还是算了吧 咱们寄人篱下 正所谓名部与官斗 现在人家就是官 还不是他们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白给咽不下这口气 领着一群人闹哄哄的 去找执法长老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暂时找不到新地方 便只能先在街边露宿 李平安一边委托万事格的小刀 为自己找一座新住处 一边准备制作一种新的药材 老牛 笔戒 老牛翻出自己寄的小本本 小本本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 把重要的知识点都寄了下来 一人一牛坐在地上便开始研究起来 老牛 记得一定要仔细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老牛咬着牛肉干 点了点头 放心吧 你还信不过我 锅中沸腾的水不断地熬着药 李平安一边计算着时间 一边研究着配方 同样的药方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火候 不同的入药顺序 都会产生不同的药效 所以要严谨 一连几日过去了 拆迁的事情闹得很乱 白给带领一些散修和鼠山的门客 整日在主风外抗议 要求赔偿他们的损失 李平安曾找过白给 尝试着劝了他几次 这种事 还是不要出头的好 白给没当一回事 说自己马上要成功了 那帮人还能杀了自己不成 又过了几日 事情越闹越大 甚至底报都开始报道这场事件 鼠山以前的陈年旧事 也被翻了出来 越吵越凶 不久后 领头闹事的白给 便被爆出了丑闻 很快 白给便成为了众矢之地 曾经支持他的散修 门客对他口诛笔伐 随后鼠山给在这次事件受损的门客和散修 重新安排了地方 并且做出了解释说明 狠狠地刷了一波好感 而白给则被驱逐出了鼠山 临走那天 送他的只有李平安一人 后来 李平安再也没有见过白给 也从来没听别人提起过 那些曾跟随白给一起闹事的人 在获得了补偿之后 便将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李平安蛮味白给惋惜的 白给白给 到最后真的白给了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爱 李平安继续和老牛研究自己的药方 老老实实地 走路的时候想着药方 吃饭的时候想着 就连和老牛一起蹲坑的时候 一人一牛也在不断地探讨交流着 小半多月的功夫后 成了 成了 大功告成 老牛兴奋地叫着 高兴地摇着尾巴 李平安小心翼翼地将要包了起来 仔细一看 药液就像是一团又黑又厚的泥巴 李平安这次一共研制了两种药 药效各有不同 一种是能疗伤的药 药效极是神奇 一沾到伤口 便有一层极小的白色泡沫冒了出来 很快就把伤口周围的伤口都盖住了 连一丝缝隙也没有留下 另一种是强身健体 类似于气血丹一类的药物 比起气血丹 它的特点便是便宜 李平安试验了许多药草 最终从南疆带回来的一种药草中 提取到了所需的成分 而这种草 李平安托人打听了一下 在市面上虽然说不常见 但也是有卖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两种药 那些内门弟子自然是看不上的 但是对于手头特别紧 精打细算的弟子来说 却是十分实用 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身怀巨款的 李平安将两种药收了起来 实际上 他和老牛这次一共做了三种药 前两种是用来交易 换取零食 最后一种 则是留给自己用来修炼的 可现在前两种都做了出来 最后一种 却总是少一味药草 李平安决定 晚上偷偷去药谷试验一下 看看不能炼制出什么 晚上的时候 李平安正准备出发 司徒雷随即便被司徒雷拉着 去旁边一个小酒馆喝了顿酒 上次的事情 要是没有李先生 可能我这条小命便不在了 这杯酒敬您 司徒雷十分真诚地说道 有酒喝有好吃的 重要的还是别人请客 李平安自是十分开心 二人边吃边喝 几壶酒很快就喝完了 自从蜀山历练之后 司徒雷便十分苦恼 曾经对他颇有好感的秦师妹秦妙妙 不知为何竟然渐渐疏远了他 几两酒下肚 司徒雷与李平安大吐苦水 李平安心说 见识了你险些在野外拉出来之后 人家小姑娘能看上你才怪呢 李兄 我这几天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修炼都没法安心修炼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司徒雷搂着李平安的肩膀 继续道 昨儿我实在没办法了 在外面喝着酒 发现一只蟑螂 我今日跟着一个蟑螂聊了起来 把我对生活的看法 对一些事情的不爽 还有生活的压力 发泄给他听 李平安好奇道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不得已亲手把他碾死了 他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是人干的事吗 跟司徒雷告别之后 李平安便趁着夜色 偷偷潜入了最近的药谷 夜晚 药谷 蜀山大大小小有数十处药谷 零零散散分布在蜀山一十四座山峰当中 其中有的戒备森严 严禁弟子进出 甚至是靠近都不行 有的则向李平安现在身处这个药谷 一般不会有守卫 因为这里的东西 基本上不值得别人偷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药味 老牛蹲在不远处 监视着山谷中的动静 为李平安放风 李平安熟练地揪着各种草药 这薅一点 那薅一点 自顾自地念叨着 挖个坑 买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自己的土 自己的地 老牛打了个哈欠 尿意上涌 噓 吴梦熙拎着照亮的法宝 在药谷里四处逛着 最近药谷老有一些人 在这随地大小便 忽然 他听见了某种奇怪的声音 吴梦熙也没一条 迅速走了过去 此时 李平安正聚精会神地 研制着的药草 老牛也没有意识到 他们已经被发现了 他的注意力 全部在开闸放水上 嘘 别动 猛的一声爆喝 直接将老牛的水龙头 吓得断了流 下意识地掏出怀里的板砖 梦 吴梦熙喝道 我是执法院弟子吴梦熙 你是什么人 我是小穷风的司徒雷 李平安如是说道 司徒雷 你在这里干嘛 我 我在这儿制药 吴梦熙上下打亮了一眼李平安 制药 你是刚入门的弟子吧 我以前没见过你 李平安点点头 是一老牛收起板砖 老牛放下了板砖 吴梦熙没好气地说 制药 你撒谎敢撒得再有水平一点吗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敢紧交代 到底是来干嘛的 我真是来制药的 吴梦熙冷哼一声 制药 好 你现在就给我制 你要是能制出来 我倒里洗头 吴梦熙双手撑地 身子悬空 长长的头发落入到水盆当中 不仅还好自己今天穿的不是裙子 吴梦熙烦躁地揉着湿漉漉的头发 恶狠狠地说道 算你狠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要毛巾吗 对了 你小子竟然真的会制药 李平安微微一笑 会一点 可以再给我看看吗 随意 接过一小包药 吴梦熙研究了一番 嘖嘖地发出惊叹声 哎 这种药你还有吗 怎么卖的 五枚零食 这么便宜 这可比普通的丹药 要便宜多了 吴梦熙小眼一眯 嗅到了商机的味道 李平安嘴角轻轻勾起 似乎是猜到了对方的心思 吴梦熙道 你这药槽有多少我全要了 李平安摇了摇头 吴梦熙皱眉 怎么 不卖 李平安道 不是不卖 这样你多找几个人 一起来买 我给你便宜一些 真的 吴梦熙眼睛一亮 随后他又为难道 不行 我是执法弟子 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私自贩卖丹药 药草一类的东西 是触犯鼠山纪律的 而且 你也没有贩卖许可证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那你每介绍一个人 我分你一程的提成 妥了 李平安一愣 好家伙 你这便脸速度比我都快 他本以为 还要跟对方多抹几个回合呢 合作愉快 李平安笑道 吴梦熙 合作愉快 就这样 二人建立了合作关系 跟吴梦熙约好了时间地点 李平安便回到了住处 方才已经在药谷里 寻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药材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 李平安手中出现了一颗 拳头黑色的丸子 药的成分没错 只是保险起见 应该找人试试药 老牛 你他娘的 就不能想我点好事 没办法 李平安只好自己扶拳头大小的丸子 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之后 没什么异常 他才有了一些底气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嗯 味道太苦了 个头太大了 并且制作的材料也很贵 注定了这大碗很难铺开销路 李平安边想边吃 不一会儿 便觉体内升起一股热流 流入胃里 胃里充盈着 紧接着浑身地暖洋洋的 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了起来 最大的感觉就是过瘾 额头上冒出了细腻的汗珠 李平安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 忙打坐修行 两日后 李平安神清气爽地 和老牛走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 吹着凉爽的小风 心情十分美好 一转头 前方四五个人堵住了他的去路 李平安和老牛十分老实地闪到一旁 那几人不屑地瞥了李平安一眼 其中一人道 道还算老实 李平安淡淡一笑 知道我们是谁吗 李平安摇头 那人冷笑 在下江湖人称草上飞 听说你李平安最近在门客中很猖狂啊 别人不敢接的是你接 别人不敢办的是你办 维兄在这儿劝你一句 鼠山的风浪大 我怕你把握不住 李平安明白 他们是故意来找事的 却也只是笑一笑 露出一副十分乖巧的模样 街上人来人往 时不时还有弟子路过 甚至有时还会有个山峰的长老 我大哥跟你说说话呢 听没听见 一人指着李平安的鼻子 李平安面色不变 听见了 草上飞忍不住一笑 看样子 对方也没传闻中那般凶悍 估计就是以讹传讹罢了 现在的年轻人 草上飞拍了拍李平安的脸 十分嚣张地说道 以后老实一点 别看娘的找消 干什么呢 这时 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 是一名榜大妖元的鼠山弟子 草上飞显然是欺软怕硬 不敢招惹鼠山弟子 一手搂着李平安的肩膀 笑嘻嘻嘻道 没事 我们正聊天呢 是吧 李平安露出委委屈屈的表情 点了点头 嗯 高大弟子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一定是草上飞和这些人 正在欺负这个瞎子 然而 草上飞他们 确实没在这动手 高大弟子也爱莫能助 只是告诫他们 不要在此处闹事 便转头离开了 李平安微微一笑 低声说了一句什么 声音太小 草上飞根本没听清 你说什么 李平安 我 我 我 草上飞凑近了 你他娘的声带拉家里了 李平安一跃而起 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洞 啪的一声 草上飞整个人飞了出去 落在了树杖开外的草地上 几人都梦了 直到草上飞吼道 给我赶死他 其余几人一股脑都围上来 对着李平安全打脚踢 李平安不但没有跑 甚至连反抗都没有 住手 高大弟子愤怒地冲过来 他打人啊 他打人 草上飞指着脸上的伤口 理直气壮地说道 是他先动手的 高大弟子看了李平安一眼 只见李平安委屈地蹲在一旁 低着头 瑟瑟发抖 一句话都不敢说 见了这一幕 高大弟子顿时正义赶爆棚 他打你 那也是被你们逼的 草上飞 走 跟我去执法阁 说着 便要将几人带走 是他先动手的 哎 你这人讲不讲道理 高大弟子不管三七二十一 拉着几人便走 到了执法阁 跟执法阁的弟子 简单阐明了情况 嗯 你这个情况不算复杂 看你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行吧 赔点钱也行 那我便原谅他们了 高大弟子摇了摇头 心底实在是太过于善良了 草上飞嘴角抽搐 他娘的 高大弟子对李平安道 绝不能轻易放过 这群欺软怕硬的人渣 李平安道 人哪有不会犯错的时候 冤家遗解不遗解 他还得谢谢我呢 草上飞咬牙切齿 谢谢 李平安淡淡一笑 你看 从执法阁出来以后 李平安便来到与吴孟熙约定好的地点 这处地方用来放置杂物 平常往来的人很少 过了半个时辰 土豆土豆 我是玉米 吴孟熙小声地喊着口令 不一会儿 头带麻袋的李平安冒了出来 吴孟熙吓了一跳 你头上套这东西干嘛 安全起见 要保密我的身份 李平安道 你的同伙呢 吴孟熙轻轻咳嗽了两声 一男一女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这两个都信得过 吴孟熙道 李平安解开两个麻袋 男生道 你这要保证吗 我一个卖药的 能卖你假药 二人又看向吴孟熙 吴孟熙点了点头 我亲眼见过 绝对保证 有了吴孟熙的保证 二人倒也爽快 迅速拿出了钱 李平安告诉他们 你们每介绍一个人 发展一个下限 我就分一成的提成 说着就把二人刚给的钱 抽出一成分给吴孟熙 说的再多 不如做的 二人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李平安嘴角轻轻勾起 已经能想象到 自己生意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的那一步了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 不出一个月 来他这买药的人 就已经络绎不绝 一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根本不用他进行宣传 买过药的人 就自行为他宣传了 李平安研制的药草 物美价廉 在低端市场 简直不要太受欢迎 再加上有一整套 完成的晋升级别 分配收益 发展新人的方法 对于鼠山的低端药草市场 形成了碾压性的打击 毕竟九年义务教育 不是白学的 这些日子 李平安连修行的时间都没有了 一天十二个时辰 恨不得分成二十四个时辰用 完面的制药 可即使如此拼命的胆 依旧是功不应求 小钱钱 小钱钱 外面世界风起云涌 李平安的黑市生意 发展得如火如荼 仿佛丝毫不受影响 虽然累 不过摸着装满了零食的储物件 便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老牛 咱们发了 老牛嘴角轻轻勾起 以后别在大庭广众之下 叫我老牛 太粗鄙了 咱们现在是上流社会的人 李平安哈哈一笑 一人一牛躺在星空之下 十年可见春去秋来 百年可正生老病死 千年可叹王朝更替 万年可见斗转心仪 对于偌大的天地而言 无论是镇压万古的天骄 亦或者是普通的凡人皆是过客 对于李平安来说 何尝不是如此 老牛 牛吃什么 猫 老牛 快一些 李平安喊道 老牛身上扛着大包小包 尾巴上还绑着一根绳子 后面拉着一堆东西 黑市发展的如火如荼 李平安赚了钱 吸取了上一次买房子的经验 所以这一次 还是老老实实租了一个房子 免得到时候血本无归 收拾好了东西 已经是晌午了 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李平安领了下山的牌子 签了字 和老牛向山下走去 蜀山弟子是不可随意下山的 就连他们这些门客也不例外 来到山下的一个镇子 接而是集市 人来人往 都是来买东西和看热闹的人 有的人两手空空 有的人背着担子 李平安和老牛走在其中 享受着这久违的人间烟火味 自从进了蜀山 感觉自己便踏上了修仙之道 与人间接触少了许多 李平安在一处卖鸡的地方停下 老伯 这个老母鸡怎么卖 一百文 这么贵 老伯自卖自夸 俺这只鸡 可能下蛋勒 看样子 小兄弟是蜀山的弟子 李平安笑着点头 算是吧 老伯黑黑一笑 直到自己今儿是遇见大买卖了 这些蜀山弟子 除了修行 什么也不懂 偏偏还财大气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方根本就不还价 李平安微微皱眉 你这母鸡能下蛋 我老汉还能骗你不成 老伯不屑道 你还能有我懂 你们这些蜀山弟子修行厉害 可这堪积的本事 还得是我老汉 老伯语气十分自信 对于这些蜀山弟子 李平安面色严肃 能下蛋的母鸡羽毛缺少光泽 且羽毛不整齐 但机关颜色鲜红 眼睛有神 而不下蛋母鸡的羽毛光滑顺亮 但机关颜色较浅 或呈现苍白状 更何况 李平安拨开老母鸡的屁股 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下蛋母鸡的肛门颜色为白色 且较为湿润 腹部较为饱满 而不下蛋母鸡的肛门颜色为黄色 肝燥紧缩 腹部收缩 你看你这只母鸡便属于后者 最重要的是 下蛋母鸡的粪便饱满湿润 粪便上还会沾上粘液 综合判断 你这只母鸡不属于能下蛋的类型 老伯 李平安 这样吧 这几只鸡我全都要了 你给个实惠一点的价格 老伯抱拳 服了 李平安淡淡一笑 都是一些惊艳之谈 最终李平安以极为便宜的价格 拿下了四只老母鸡 两只小猪糕子 三条鱼 两只绵羊 六只大鹅 李平安背着手 潇洒地走在大街上 一边走 一边东张西望 显得很是悠闲 老牛拿着竹棍 赶着买的各种家禽 市场里响起了欢快的节奏 有人说说笑笑 有人叫卖 有人吆喝 有人低声交谈 还有几个调皮的孩童 在街道上嬉笑打闹 手里提着竹枝 欢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 李平安一手拿着刚刚落好的饼子 一手拿着豆浆 煎锅里煎腊肠的声音 讨价还价的声音 手势的叮当声 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 喧闹声此起彼伏 回到蜀山 趁着天气晴朗 李平安和老牛 开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打造鸡窝猪圈羊窝 哟 这是干嘛呢 身高不足一米四的小萝莉 轻风长老 乘着葫芦飞了过来 小短腿轻轻地落在地上 四下扫了一眼 又是鸡 又是鸭 又是羊的 你要打造一个动物园 李平安解释道 鸡和鸭可以下蛋 羊有奶喝 清风身后背着一个体型 远超于自己的大葫芦 正好我带了酒 从五谷之地回来以后 清风发现 李平安不仅会拉曲 还会做菜 清风便时常来找李平安 名义上来听曲 实际上却是来蹭饭和听曲的 为了乔迁新居 李平安今儿做了一顿美食 一盘烟虾 螃蟹 两盘麻辣小菜 一碟油酥花 清风带来的是一种鲜酒 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唇香 吃一口蟹 再配上一口酒 简直就是人生一大享受 没一会儿 清风长老便趴在了桌子上 呼呼大睡 娇娇小小的一只 小手托着脸颊 趴在桌子上 慵懒中带着一丝妩媚 狱卒轻轻摇晃着 嘴角挂着一抹甜甜的笑容 喃喃地说着梦语 李平安放下酒杯 戳了戳清风娇嫩的脸蛋 没什么反应 嗯 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修炼 关上房门 李平安便开始进行修行 这个老女人总是打扰自己修行 不过在见识过对方醉酒后 一拳将半个山头打没了 李平安便什么也不说了 毕竟清风长老还有一个身份 便是管理他们这些蜀山的门客 也是因为清风长老的帮助 李平安才租到了 这一个便宜实惠的房子 反正喝点鲜酒 对于身体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执法阁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执法阁长老大发雷霆 居然有人在蜀山里出售假药 谁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且还颇具规模 我今天去 竟然有人问我买不买药 比市面上的价格要便宜很多 而且他娘的还有下家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产业链 执法阁在干什么 吃干饭的吗 执法阁长老有些公鸡嗓 骂起人来十分搞笑 不过脾气可是出了名的爆 小罗莉清风坐在下面咬着嘴唇 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时候笑出来就完蛋了 至于什么卖假药的 反正跟他也没关系 新比句格 自己现在管辖的是 蜀山的一些门客 除非这假药是那些卖的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 那些门客要有这本事 谁会愿意在蜀山待着 无非就是在这混吃等死罢了 要是卖 估计也得是蜀山的弟子 尤其是炼丹房的弟子 跟他清风有什么关系 外门 茅厕 李平安熟练的带上麻袋 开工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吴梦希打开了门 来来都排好队啊 一个个来不要往前捡 给我来三十份 一百份一个土豪 胎下一打零食 李平安 每人限量一天只能够买五十份 那我出双倍价钱 李平安义正词言地说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赚钱的同时 我也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钱不是万能的 那我出三倍 爷 这是您的药您拿好 慢走啊 老板 给我来两克 司徒雷也来了 这时候吴梦希忽然冲进来 不好了 执法阁的人来了 大家快逃啊 啊 快跑啊 马德 我刚买的药啊 快走快走 众人瞬间乱作一团 司徒雷惊慌的四处看了看 随即一头钻进了茅厕里 李平安 是个狠人 随即打开早就准备好的地道 和老牛钻了进去 吴梦希和几个团队的核心成员 也迅速跟上 李平安料想到会有今天 早就为自己留了后路 李平安一伙顺利逃跑 将今天的钱分给了三人 并且嘱咐道 这两天我们先休息 等风头过了再行动 三人点了点头 便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了 李平安团伙顺利出逃 剩下的人可就惨了 执法阁的人冲进去 为首的竟是通天风的灵雪 也是老熟人了 一下子就抓住了二十来号人 框框 开门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清风长老看着校园报纸上 关于假药贩子的最新报道 不由得笑了笑 卖药这小子倒是还挺聪明 以前也有人在鼠山 卖过各种各样的药 可是规模都很小 没过两三天 便被执法阁连人带药全部逮捕 他的身材并不魁梧 却给人一种刚毅的感觉 清风愣了一下 再看看自己 一身粉红色的可爱装扮 手里拿着糖葫芦 哦 到底谁是长老 李平安微微点了点头 清风长老好啊 清风愣愣的点头 好 执法阁次开会 还是因为贩卖假药那事 经过检验 这种药不仅不是假药 而且还具有不错的效果 适合一些修为不高的修士 这下子 执法阁长老更加不高兴了 他这是在破坏市场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说完 执法阁长老扫了一眼炼丹房地长老 你们回去好好排查一下门下弟子 到底是谁做的 几位长老纷纷点头 心有余悸 都害怕真是自己学生做的 清风依旧幸灾乐祸地看戏 你们惨了 看来带伞人 也有带伞人的好处 至少不会给自己 惹什么太大的篓子 会议结束后 天已经黑了 清风又喝得醉熏熏的 摇摇晃晃的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这时候 一道身影忽然在眼前闪过 清风定眼一瞧 只见李平安背着一个背包 鬼鬼祟祟的往药谷走 清风皱起了眉头 这么晚了 这小子来这干嘛 于是便跟着李平安 一路来到药谷 只见这小子熟练地拿出钥匙 随即将包里的东西倒出来 清风扫了一眼 都是一些药材 一个不好的预感 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默不成那个假药贩子 是李平安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清风安慰自己 那种药草 至少是二品镜的炼丹师 做出来的 李平安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 发生了错误 清风深吸一口气 揉了揉眼睛再次看去 就是这个思考的功夫 李平安已经炼制出了一包药草 经过这些日子 他的手法愈加娴熟 清风张大了嘴巴 完了 实锤了 假药贩子绝壁 就是李平安 之前还想看热闹呢 结果小丑竟是自己 李平安和老牛做的热火朝天 完全没有注意到 身后杀气腾腾的身影 你在做什么 李平安和老牛 一蹦三尺高 回过头 仿佛带着红眼特效的清风 出现在自己身后 呃 我在 赏月 我看你是在治药吧 你个假药贩子 人脏病祸 老牛悄悄摸向怀里的板砖 怎么办 要不干他 李平安给了老牛一个手势 切莫冲动 酝酿了一下情绪 这才道 清风长老啊 我的家庭情况 你是知道的 我上有八十老牛牛 下有鸡鸭成群 不赚点钱 没办法子养家呀 清风摆了摆手 得得 你快别跟我扯犊子 清风重新打量了他一眼 看不出来啊 你小子还有这种本事 李平安谦虚的笑了笑 跟清风长老比起来 不过是一些不入流的小手段而已 别拍我马屁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 我检讨 检讨这是重点吗 我有罪 这是重点吗 我该死 这能解决问题吗 李平安 那 清风义正言辞的说道 你小子赚钱 竟然不带上我 李平安 清风道 你看你现在这个产业链的下游 虽然发展得很完美 可缺少了一个关键的东西 什么 保护伞啊 清风一拍大腿 这年头没有保护伞 你能做成什么事 您说到点子上了 李平安会议地点了点头 递出一个储物件 长老我懂 我都懂 这些是家乡一点土特产 您别嫌少 清风接过钱 熟练地揣进自己口袋里 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 心道 嘿嘿 以后可以随便喝酒了 自从跟清风长老合作以后 李平安的生意变得更加好了 迅速占领了低端市场 虽然不如高端市场的质量 可是量变引起质变 估计距离零食 自由不远了 李平安和老牛 躺在零食堆里 露出陶醉的神情 嗯 李平安忽然注意到 一颗十分微小的零食 随手扔了出去 这颗太小了 不要 老牛咕咚咕咚 喝下小半瓶酒 打了个宝格 格 闲来无事 拉着二胡 姓名 李平安 寿命 460-500 二全音乐LV3 10000-1000 晋级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紫色命格 育田之树 效果 种植林草收获概率 提升50% 获得加速生长 存活率提高 快速繁殖等功效 获得耕地 土地伤情 施肥 田间管理 农业灌溉等知识 提高种植技能 脑海中的声音陡然响起 一瞬间各种知识 全部都吸收进了脑海中 李平安愣了一下 好一会儿 才全部消化完 一些理所当然的认知 在他的脑海中 一遍又一遍地浮现 旁人经过多年的摸索的知识 却在一刹那 被李平安所掌握 这一瞬间的顿悟 就像是一盆甘露 浇在了他的心头 让他整个人 都是一片清明 系统的声音继续响起 恭喜宿主获得神器 神奇的板砖 顿时 一个金色的板砖 出现在李平安手中 分为轻重两击 重击敲击脑袋 下三品修士 则会直接死亡 轻击则会造成血运效果 特殊效果 可以投掷出去 随时召回手中 哦 神奇的板砖 李平安颠了颠 随后将板砖交给了老牛 自己的法宝已经够多了 老牛 现在还一个没有呢 老牛感动得要哭了 你小子终于想起我了 玉田之术 这个命格十分实用 这么说 以后自己就可以种植灵药了 只是苦于没有地方和条件 只能慢慢等待时间 反正他不着急 有了清风长老 作为保护伞以后 李平安生意越来越好 名气也越来越大 在清风长老的介绍下 也结交了不少人脉 想着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大 于是 在清风长老的介绍下 李平安来到了通天风的一处药谷 这里草木繁茂 灵药众多 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 随风飘荡 隔着一座山峰都能闻到 像是一处动天福地 美轮美奂 宁静祥和 谷底有一道清泉 潺潺流淌 十分雅致 清风长老走在前面 手里拿着糖葫芦 含含糊糊地说道 通天风的风主 跟我是帖子 正好最近要招一个看员的弟子 我就介绍你了 记住啊 到时候不要给我丢人 李平安点了点头 放心吧 走了没一会儿 便进入了药谷当中 药园中栽种了一大片火红色的花朵 每一朵花朵都有七朵 微风徐徐令人心旷神疑 李平安和老牛仿佛是进入了一片金山 感受着药谷中勃勃的生机 不禁沉醉其中 老牛 你看 懵懵懵 老牛 这边这边 懵懵 李平安和老牛 当真是狠狠长了一波见识 小棺木丛里的每一片叶子上 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糖霜 看着就像是一块大蛋糕 让人忍不住想要闻一闻 那一大片的不知名的花 就像是一片雪白的海洋 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 李平安和老牛 现在只能没见识三个字来形容 李 李先生 一个略微惊讶声音响起 是身穿白衣的灵雪 李平安收起没见过世面的神情 淡淡一笑 老牛瞥了一眼灵雪 默默地捂住了脸 似乎是想起来那日不美好的回忆 星号Omega反斜杠星号 灵雪看见李平安 也不由得想起那日的 回忆 李平安为他包扎 为他吸取身上的毒血 低下头 翘脸一红 李平安 你们俩脸红得泡泡茶壶 清风师叔 灵雪拱了拱手 恭敬道 清风摆了摆手 你爹呢 家世昨日下山了 师叔有事跟我说便行 这时 一个弟子走过来 又高又瘦 头上带着一顶高官 背后背着一把古色古香的檀木剑 高士诚 高士诚微微一笑 没想到师叔还能记得我 高士诚是通天风负责药谷的弟子 清风道 你们药谷不是要找人吗 我给你们带来了 高士诚打量了一眼李平安 这位 是师叔新收的弟子 清风挥了挥手 不是 他是鼠山挂名的门客 高士诚狐疑的又看了一眼李平安 你是什么修为 在下 不是修士 不是修士 高士诚皱眉 嗯 李平安微微点头 这些可都是灵药 药谷中需要蛆虫 灌溉翻土 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 李平安谦虚道 略懂略懂 高士诚为男弟犹豫了一会儿 要是平时 他肯定便将李平安轰出去了 只是碍于清风诗书的面子 那你便先试一试吧 这片区域你负责播种 高士诚指定了一处很小的地方 交给李平安 播种看起来十分简单 但在内行人看来 这无疑是一门技术活 要从一大堆种子中 选择颗粒完好 饱满有肉 无病虫害的种子 剔除混杂在两种中的鼻种 病虫害种 然后进行禁种催芽处理 再选择合适的时间 进行播种和移栽 播种方式 也因各种种子而具有差异 一些灵药需要插秧种植 一些灵药就需要撒播种子 株距和每一处种子的数量 如何选种 如何晾晒 每亩播种多少精种子 最合适等等 都是学问 清风跟着林雪与高士诚去喝茶了 将药谷留给了李平安和老牛 李平安喝了一口凉爽的山泉 老牛 干活 紫色命格 玉田之树 半日之后 风拂过 沙拉拉的响 带着山野中自然地 青草与薄荷味道的空气 与蓝天白云相交映 形成一幅美丽到不用加任何修饰的画卷 高士诚三人走出来 放眼望去 一层金黄整齐地铺在田野上 像是金星图上的一抹阳光 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 即将收获的期待 原本是让李平安将三亩地的种子播种后 李平安出乎意料地 将三十余亩全部播好了种子 根据作物种类 品种特性 种植制度 栽培方式 及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选用适宜的播种量和播种方法 无可挑剔 高士诚忍不住点了点头 不仅如此周遭的杂草都被一扫而尽 这些杂草隐藏在林草中间不仅没用 而且还会吸收属于林草的养分 导致林草枯萎发育缓慢 并且十分不容易地寻找 一想到任由这些杂草疯长 越长越多就让人头疼 可现在地里得了林草 像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 纯净的没有一根杂草 没有一丝一样的味道 高士诚倒吸一口凉气 大采啊 清风长老得意地插着腰 听起了平级的胸脯 仿佛是在说 我介绍这人不错吧 李平安就这样成功入职了 老牛 搬家 鸡窝 猪圈都要拆了重建 李平安和老牛 兴奋地拎着自己的家当 搬到了药谷当中 修炼 制药 喂鸡喂鸭 忙碌充实 一切如常 江湖 似乎已经离李平安很远了 但李平安知道 自己早晚是要离开蜀山的 要重新投入江湖 重新过上刀光剑影的生活 劈青球 携长剑 副师叔 携二胡 尹狂歌 纵情山水云为伴 执意师叔月彼林 有些人血里有风 命带一马 天生就注定漂泊一箱 奔走天涯 李平安便是这种人 不过现在还是要过好当下 日子便这样波澜不惊地过着 有许多难忘的经历 却没有那么多的惊心动魄 有一次 李平安和老牛 偷偷地偷了一栏芋头 跑到山下一棵大松树下 生火吃了起来 一边吃着 太阳已经落山了 只是西边有一抹红霞 一人一牛 便靠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休息 那日的夕阳 老牛说 真美 转眼 便是数月过去了 李平安逐渐适应了 看守药谷的生活 并且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照看得很好 很快 他看守的地盘逐渐扩大 李平安每日的任务 除了除草 播种 翻土之外 有时还要巡视检查 以防有歹人 来要骨形不轨之事 不过大多时候 是没人敢这么做的 更多的是一些野兽 比如 此刻 李平安手中拿着钢叉 在月色下的身影 就像是一条 叙事待发的毒蛇 带着一股凌厉的气势 在他的面前 是一大片 比人头还高的灵草 在月光下不安地摇曳着 像是一声轻微的身影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一道细小的身影 在灵草中 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 一闪就是树杖 然后一头扎进了草丛之中 哪里跑 茶 搜 老牛 抓住他 李平安扑了过去 摸摸摸 老牛也跟着扑了上去 从怀里 逃出神奇地板砖 一板砖 削在了李平安的脑袋上 李平安转过头 老牛装作若无其事地 吹起了口哨 片刻后 李平安手里 拽着这只偷吃灵药的茶 茶无助地挣扎着 李平安将它吊起来 让你再偷灵草 茶叽叽喳喳地叫着 似乎是再说 不敢了不敢了 老牛拿着木棍 捅了捅他的屁股 你小子老实一点 茶一阵恶寒 你们要做什么 我可是正经茶 总的来说 药谷的日子是悠闲的 是无忧无虑的 日春作 日若而熙 徘徊在山水间 伴着风声和虫鸣 百年岁月浑浑然好似醉酒 高仰卧东山 像那幽幽白云 到了夏天 谷中没有一丝凉意 温热难当 像是一口大锅 饮水做一个泡澡的地方 冬天时候也可以用来泡温泉 于是他和老牛 在山谷的另一端 架起一条木槽 用一条由树木支撑起来的水渠 把它通到山谷的另一端 再从那里流进深谷 最后流进溪谷 挖了一个大池子 饮水入流 一弯星月高高地挂在天空 在水面上投下淡淡的荧光 增加了水上的凉意 李平安脱了衣服 泡在水里 丝丝寒气 驱散了周遭的暑气 爽 老牛悠闲地翘着二郎腿 感受着水里的鱿鱼在身边游荡 舒坦 跟着平安混 一天吃酒顿 这时候 一个黑影跳进水里 溅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是那只茶 为了感谢李平安的不杀之恩 带来了许多野果 一人一茶一牛 便在月光下静静地泡着澡 好像全天下都没有了烦恼一样 生活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差距 药谷中并非只有李平安一个弟子 还有几名弟子负责不同的地界 此外 还有两名长老 一个名叫陆伯的长老 负责收集药材 心比剧格 看李平安十分不顺眼 时常找他的麻烦 具体原因 李平安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自己也没有得罪过对方 后来 通过灵雪才知情 这位陆伯长老之前 研究出了一种名为白夏的药草 在低端市场上很受欢迎 可是自从李平安的药横空问世 并且在清风长老的帮助下 取得了经营许可证 相比起价格高昂的白夏 众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李平安的药 李平安研制的药 虽然药效不如白夏 可架不住实在是便宜 买一包白夏的钱 购买三包李平安的药 通常是冤家 怪不得这位陆伯长老 看自己不顺眼 不过李平安也对其颇为不满 原因无他 这位长老时常在药谷里贪磨 其他弟子也不敢说什么 只能默认倒霉 李平安来了之后 想着来一个地方 守一个地方规矩 别人都不吱声 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头 更何况 据说陆伯跟风主有些交情 所以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奈何这老东西 一头羊毛蒿 陆伯故意针对李平安 如果任由他这样下去 李平安这份工作 指定要没了 既然他给脸不要脸 李平安也没必要给他留面子 二人因此结了怨 说实话 李平安已经避免发生这个局面了 可自己的生意 以及现在的职位 注定跟对方关系要闹僵的 算了 既来知子安知 只要这家伙不主动找自己麻烦 自己也懒得搭理他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讨厌我 我也未必喜欢你 各走各的人 岂不是更潇洒 何必咄咄逼人 费了口舌也讨人闲 你闲得慌 我可没空陪你 李平安一有时间 就会去山里转一圈 看到自己喜欢的草药 就采摘下来 然后在药谷里精心培育 在鼠山时常能收到外界的消息 这日去食堂吃馄饨的时候 恰巧遇见了小穷风的司徒雷和秦妙妙 看样子 司徒雷还没有放弃 追求秦妙妙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李平安不禁笑了笑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 当真觉得妙趣无穷 司徒雷闲聊道 听说了吗 书院弟子景玉修为到达五品了 秦妙妙皱眉 真的假的 我记得他才多大年纪啊 司徒雷道 年纪轻轻 前途无量啊 哎 那等天才 咱们也就只配仰望其背影了 秦妙妙叹了一口气 司徒雷继续道 据说那景玉有惊天伟地之财 弃吞山河之志 上知天闻下知地理 通晓古今超凡脱俗 李平安 这说的是谁啊 景玉 不对 应该是崇明了 秦妙妙看向李平安 李先生 你听说过景玉吗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没怎么听说过 小报上除了景玉的消息 李平安还意外得知了燕十三的消息 燕十三 南国公府的数字 当时 李平安去南国公府 归还扶桑树的种子 在南国公府住了一段时间 因此结识了燕十三等一干人 燕十三的崛起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李平安 而后又在李平安的帮助下 燕十三拜师大如张太 小报说 一位邪修图了一个村庄 燕十三坠了三千里 将其斩杀 看样子 他们过得都不错 李平安咬了一口饼 淡淡笑了笑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 你路过我 我路过你 然后各自修行 各自向前 各自平淡 各自繁华 闲暇之余 李平安在附近的山上 开垦了一块荒地 种上了一些灵药的种子 一有时间 就会去山里转一圈 遇见了自己喜欢的草药 就摘下来一根 然后要鼓里精心培育 听说了吗 最近又要大考了 哎 我最近修行一点长进都没有 修行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我也是 每天睁眼便是修行 我都要累死了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哎 几名弟子垂头丧气的 从李平安身边经过 要想人钱显贵 必先人后受罪 修行亦是如此 普通人只看见了 修行者的潇洒快意 却不知道背后的艰辛 修行越到后面 就越难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生活是一种磨难 但是对于修行者来说 生活却是一种煎熬 常年累月的修行 很容易迷失自我 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相比于艰辛 精神上的痛苦更多一些 心中积压着一层 又一层的压力和悲伤 却找不到发泄的渠道 这就造成了心理阴影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哎 李平安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们可真惨 不同于其他人 李平安的脸上 总是挂着一丝笑容 这个世界好像就没有什么 能令他感觉到不开心的事情 李平安覆着手 悠悠地走在小路上 自顾自地念叨着 有人求到立千山 有人自在逍遥闲 我独随风声远去 唯愿浅犬先凡间 游丝染染花之镜 轻壁条条白咬过 李平安在锅里煎着肉饼 老牛在外面 将金黄的玉米 黄豆 稻谷 都晒在木架上 茶也来帮忙 方便待会儿蹭顿饭 偶尔风吹过茂密的灵草叶 阳光透过蒲葵的叶子 散发出一股清脆的香气 老牛一边吃饭 一边看着今日的底报 突厥被灭了 首领土门被押送京城 这无疑是最近最惊爆的消息了 剩下的便全是夸赞 这位新任女皇的功绩 对其赞美之类的 看样子 柳韵过得也不错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灵星的新闻 比如某某宗门遭了灭门之祸 某某修士进青楼 被人抓住 某某废材坠牙之后 获得了神秘的传承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啊 李平安感叹了一声 吃完了饭 便回屋炼药去了 这段日子 李平安没有闲着 一直在研究 怎样改善两种药 推陈出新 毕竟不能靠一种药吃一辈子 老牛在一旁熬着药 不一会儿 便熬了一副副药汤 只是都令李平安不满意 几乎全是废品 这时候 茶便来了 即使是这些灵药熬出的废品 对于茶来说也是 最好的补品 咕咚咕咚地喝个饱 热头逐渐吸血 直到月亮逐渐冒了头 李平安又一次失败了 今日一时熬了一堆废药渣子 老牛端来 一只大茶壶和一只大碗 替他蒸了一碗茶 李平安喝了一口茶 这时候 外面忽然想起了陆伯长老的声音 人呢 有没有人呢 李平安放下茶杯 走了出去 陆长老 有什么事吗 陆伯长老斜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取几株两百年的石栏 快去给我拿来 李平安笑容不变 敢问具体是几株 十株 这么多 有单子吗 陆伯长老双眼一瞇 冷笑道 怎么 没有单子 今儿你还不让我拿了 按照规定来取药 都是需要单子的 只是陆伯长老 从来不会带来玩意儿 这样方便他从中贪没 陆伯修为并不高 鼠山的长老这个名号 也没有什么含金量 除了特殊的一些长老之外 像陆伯这种人 就是靠着资历熬上去的 无非便是仗着与通天风的风主 有几分交情 李平安笑笑 哪能呢 我这就给您去取 陆伯长老哼了一声 李平安让老牛 取了十株十栏 却没有交给陆伯 麻烦你在这签个字 十株百年的十栏 可不是小事 一些药谷的弟子 不敢得罪陆伯 有时候 只能自己摸摸背锅 李平安知道 对方看不惯自己 即使隐忍 对方仍旧会找茬 那老子可不惯着你了 好 你很好 留下这句话 陆伯便离开了 李平安虽然不想惹事 但也不怕事 带陆伯走后 李平安继续修炼 他渐渐领悟到了许多东西 每一次修炼之时 都会感觉到一股力量 在体内肆意妄为 这是尼丸带来的效果 每当自己运功的时候 就有一股力量 在自己的经脉之中游走 特别是到了现在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 都会产生一种流动的感觉 这股力量 似乎和外界有了某种共鸣 每一次呼吸 都好似 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转眼 又过去了两三日 李平安本以为 陆伯会找自己的麻烦 然而并没有事情发生 不过这家伙 指不定在背后 搞什么小动作 李平安倒也不担心 会有生命危险 至少在鼠山 对方是绝对不敢这么做的 挖个坑买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自己的土 自己的地 种啥都长人民币 李平安一边喊着口号 一边翻着土 面朝黄土 被朝天 一牛一茬 跟在自己的身后 同样卖力地挥动锄头 一片透明的灰云 淡淡地遮住月光 没错 就这么干 李平安指了指查 润土跟老牛好好学一学 润土 这是李平安给查起的名字 润土点头 李平安回屋子里继续炼药 东陵草 到 三黄片 到 草珊瑚 到 报告长官准备就绪 李平安深吸一口气 开战 老牛和润土 在外面探出头 润土 咱大哥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老牛 没事 我都习惯了 五日后 心要终于出炉了 李平安手里捧着黑球 庄严地说道 我将它取名为大力丸 老牛和润土 啪啪啪鼓掌 经过试验 大力丸的效果 相当于普通气血蛋的三倍 而且吸收速度更快 恢复效果更好 不过 暂时还不适宜直接投入市场 毕竟万一玩砸了 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口碑 可就全毁了 李平安决定 先自己去探探路 看看效果和反馈 于是 他来到了红马脑街 这条街的规模很小 只有几百米长 但是生意却很好 鼠山弟子喜欢在这儿卖一些杂货 甚至还有一些弟子 卖的都是一些衣服 鞋子 鞋袜的 生意也不差 月光仿佛隆起一片青烟 朦朦胧胧 如同坠入梦境 李平安将自己的小摊支起来 等待着顾客的上门 因为是第一天出来卖 所以销量并不是很好 一晚上 李平安只卖出去一份 暗处 有两个弟子正盯着李平安 其中一名弟子问道 是他吗 是他 陆伯长老说了 就是这家伙 他摊上怎么还卖猪肉呢 走 找茶去 二人气势汹汹地走上前去 卖猪肉 李平安道 嗯 都是自己家养的土猪肉 美味又健康 高个弟子道 要十斤瘦肉 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 李平安笑道 好的 老牛 一旁的老牛忧愿地 瞥了二人一眼 说说说 手起刀落 没一会儿 十斤瘦肉便切好了 好了 挨个弟子愣了一下 哦 高个弟子笑道 不着急 再要十斤肥的 不要半点瘦的在上面 得了 很快 十斤肥的切好了 高个弟子道 再来十斤寸斤软骨 没问题 李平安答应得十分爽快 高个弟子和矮个弟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 小子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很快 十斤寸斤软骨切好了 不仅如此 李平安还包了一包零食 您拿好 以后还请多关照 高个弟子错愕了片刻 这让他们想找茶 都没地方找 突出一个懂事 你小子还是蛮懂事的 在这告诫你一句 知道蜀山的神有多深吗 能淹死你知道不 李平安乖巧的点头 多谢师兄教会 我们走 高个弟子和矮个弟子 心满意足地离去了 矮个弟子道 大哥 这小子竟然这么懂事 那陆百长老不是说 这小子是个刺头吗 高个弟子自信一笑 哈哈 那说明咱哥俩霸气侧漏 把他吓到了 二人同时大笑 哈哈哈哈 李平安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 似乎不仅不生气 反而十分高兴 能被他们找麻烦 带二人走后 李平安平静地收拾了摊子 随即来到清风长老所住的山峰 李平安在进去之前 用泥巴沾了沾脸 又故意把衣服弄脏 撕破 这才敲了敲门 砰砰 谁啊 小萝莉清风穿好衣服 嘴里叼着个小型的葫芦 打开了门 哦 平安 爷 你这是怎么了 要饭去了 李平安惨嘻嘻地说道 长老 我被人欺负了 什么 毕竟这保护费可不是白交的 于是 李平安将事情娓娓道来 未了又补充道 清风长老 他这哪儿是在打我的屁股 这分明是打您的脸啊 清风办事的效率超乎了李平安的预料 事情是晚上跟清风说的 人是当天半夜来道歉的 虽然清风长老和陆伯长老同为长老 可这级别和地位 就好四人跟猪的差别一样大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从此以后 陆伯也在未找过李平安的麻烦 李平安还以为 如果按照小说剧情一贯的尿性 这个陆伯日后肯定还会作妖呢 可实际上 这个陆伯在得知自己是清风罩着的人之后 便对自己客客气气 仿佛之前的不愉快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不找李平安的麻烦 李平安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招惹他 说起来 二人本来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于是这件事情 便这么出人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过去了 在这之前 李平安已经挠不出了许多情节 修理因外合走而停歇 只为杀了自己泄愤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果然 小说不能多看 听说了吗 昨儿一个师姐修炼时 走火入魔了 是啊 还杀了一名弟子 自己也经脉 进断而亡了 哎 你说 咱们会不会也有那一天 吃饭吧 两名弟子心中生出一股怜悯之意 似乎是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长叹一声 李平安一边观想心法 一边默默地喝着粥 这几日来 不知为何食欲不振 一顿只能吃半头烤乳猪 三剔包子 五碗米饭了 老妙 我兄弟怎么了 最近怎么才吃这么点 碗里的粥又香又甜 一口气喝了两碗 兄弟 可找到你了 司徒雷发出爽朗的笑声 大步走了过来 哦 司徒兄找我有事 李平安问道 自然自然 司徒雷笑道 现在就有一个任务 报酬丰厚 不知道李兄有没有兴趣 自从靠着麦药赚钱之后 李平安已经很少接任务了 不过偶尔遇见合适的 也会跑一趟 如果长时间不与人交手 伸手总会有些生疏 保险起见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懈怠 要将自己的身体状态 保持着最佳状态 而且还能下山去转一转 又能赚取零食 何乐而不为 什么任务 山下的县城当中 有一座庙出奇的热闹 那是一座一刺二建的破庙 庙上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百姆堂三个大字 庙小妖风大 池浅王八多 通往小庙的山路上 司徒雷跟李平安介绍了情况 县城最近不知道 从哪冒出了一个庙宇 名气很大 吸引了不少人 不过根据传来的消息 这庙宇内供奉的 却不是什么正经的神仙 敢在鼠山附近搞事情 真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想的 当真觉得 鼠山拿不动刀了 司徒雷抬起头 看着匾额上面的三个大字 百姆堂 庙内庙外挤满了人 所有人都捧着一本经文 男男女女站在大殿两侧 一遍又一遍地念着 网声咒之类的话 有几个同男同女提着花篮 还有几个人在烧香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前程 司徒雷四周环绕了一圈 左右看了看 没有发现什么不妥之处 低声对李平安道 李兄 待会儿我进去用设神令 将他逼出来 你想办法将这些普通人的 注意力吸引走 李平安道 上来就动手 万事格的人说了 这家伙手上已经沾了 许多条人命 先下手为强 不用我帮忙吗 司徒雷十分自信 放心 我一个人对付得了 在得到李平安的答复后 司徒雷转过身 走进了庙里 李平安想着 该如何吸引众人的注意力 老牛 这个任务还得你来 不一会儿 庙内忽然响起一阵嘈杂声 老牛 给他们整个活 爹 那个牛好像在后空翻 有个陪同父母来的孩子 瞪大了眼睛 牙牙不要说胡话 母亲拽了拽他的手 头也没回 那牛真的在后空翻 五个 六个 七个 他好厉害啊 父亲道 胡说 这世界上哪有会后空翻的牛 说着 他转过头 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去 瞬间呆住了 竟然真的有一头牛在后空翻 简直不可思议 太不可思议了 一时间人声鼎沸 庄严肃目的场面 此刻仿佛是看猴子 在街头表演一样 再来一个 好 鼓掌声 叫好声不断 李平安道 再给他们来一个倒立行走 荆棘独立 仰卧起坐 老牛 看在你给本牛牛 吃牛肉干的份上 牛牛我忍了 司徒雷走进庙内 手中捏着一张福禄 捏了个法绝 口中念念有词 最后重重吐出一个字 是 星笔区格 庙中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 夹杂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一个身影赫然出现 睁开双眼 嘴角勾起一抹毒蛇般的笑意 鼠山弟子 司徒雷身上浮现一层雷光 妖孽受死 那妖怪松开双腿 纵身一跃 掉头便跑 休走 两道身影在林子中掠出 一前一后 他逃 他追 他插翅难飞 司徒雷脚下浮动着雷光 很快便追上了那妖物 哪里跑 雷光流转 司徒雷周身都是一圈又一圈的光圈 让人眼花缭乱 周围皆都被这股力量震撼到了 气势四处波及 狂风怒嚎 呼呼作响 那妖怪干脆不逃了 反手出刀 战刀之上 火焰雄浑 一人一腰斗得酣畅无比 另一边 尿内 同样是热闹无比 众人围成一团 看着一只奇怪的牛 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头顶大杠 哈哈 噼里啪啦的掌声和呼喊声响起 时不时还有人扔过来铜钱 这让老牛异常的兴奋 李平安不慌不忙地走到庙内 一旁有茶水 觉得有些口渴了 便给自己倒了一碗凉茶 随即一饮而尽 庙前摆满了各种水果 又随手拿了一根香蕉 坐在庙前 自顾自地包了起来 过了一会 李平安一手拿着一块没啃过的西瓜 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块瓜皮 啃得干干净净 铜蕾有这个信心独自应对 李平安便也没放在心上 专心致志地吃着自己的瓜 嘿 你干嘛呢 这时 一个暴怒的声音传来 是一个来庙内祭拜的老头 见李平安坐在地上 大摇大摆地 吃着供奉庙内神像的水果 当即变了脸色 一把夺过了李平安手中的水果 老头压着怒气 你小子太过放肆了 得罪了上仙 没你好果子吃 还不快给上仙上香赎罪 李平安无奈笑了笑 没搭理对方 谁料那老头 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 买了三炷香 随后 递到李平安手中 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伙子 听我一句劝调得罪了上仙 否则会有灾祸的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老头穿着并不是富贵人家 那三炷香 确实也不便宜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 接受了这个陌生老头 算不上好意的好意 结果香 在神像前虚败了三下 随后 将香插了进去 下一刻 便感觉到体内的气少了一分 上次在龟驼城烧香祭拜时 同样有这个感觉 见李平安诚心祷告后 老头才重重 松了一口气 叮嘱道 年轻人要有敬畏之心 以后遇见了什么事 就算是自己看不惯 也尽量不要去招惹 面对老头善意的提醒 李平安笑了笑 问道 大爷 你来拜上先求什么 求我儿子并能快点好 闲来无事 李平安和老头坐在外面 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起来 李平安在小山村待了几年 跟大爷大妈们聊天的本事 早就练得出神入化 没一会儿 就连老头那裤什么颜色 李平安都搞清了 我现在只希望老天爷能带走我 而不是我儿子 老头常常叹了一口气 李平安安慰了他几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吉人自有天相 老头自嘲地笑了笑 不瞒你说 老汉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 好事倒是做了不少 只是从来没见过好报 李平安笑道 行善虽无人知 既得自有天晓 斩查的功夫过后 啪的一声脆响 一棵枯树突然折断 一只怪鸟嘎的一声冲天气 司徒雷重重飞出树杖开外 两眼一黑 险些昏了过去 你 你不讲武德 武德 时代早变了 那妖怪身高两丈有余 周身凝聚香火之力 忍不住狂笑了起来 笑声中满是嘲讽 扑 他正准备上前了结了这个鼠山弟子 结果没走两步 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原本应该化为自己力量的香火之力 此刻却好似毒药一般 他表情猙獰 发出不甘心的乌叶声 轰的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惨叫 妖怪高大的身躯 踉跛着后退了三四步 再也支撑不住 喷的一声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口中鲜血狂喷 香 香里有毒 说完最后一句话 他便摊在地上不知死活 司徒雷眨了眨眼 小小的眼睛中充满了疑惑 欧下华仙哦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司徒雷用妇妖绳将妖怪困住 大功告成 回到寺庙 却不见李平安 等了一会儿 才见李平安回来 你做什么去了 司徒雷好奇地问 处理点事 李平安拍了拍手 你那边处理得怎么样 一切顺利 回去的路上 司徒雷跟李平安说起了这件事 李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分析 有可能是碰� 碰� 司徒雷疑惑 太阳慢慢地透过云霞 二人一牛的身影 拉得老长 从山下归来 老头走在熟悉的街上 跟路过的街坊邻居打着招呼 脸上挂着微笑 自从儿子病了以来 难得见他露出笑容 其实今天的事情 没什么可开心的 在庙里给那个陌生的瞎子 买了三炷香 花掉了他 原本想要为儿子祈福的钱 不过他每日都去庙里祈福 庙里的仙人应该不会怪罪吧 老头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说起来他跟那瞎子聊得很开心 已经好久没跟别人 聊得这么痛快过了 老头回到家 正要开门 却见自己老伴 哭哭啼啼地冲了出来 老周 砸儿子 儿子他 老头面色猛然一变 出事了 砸儿子 病好了 听了这话 不可置信的老头 急忙冲了进去 只见原本躺在床上 早已是奄奄一息的儿子 此刻却是从床上坐了起来 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红光 仿佛跟之前换了个人一样 张嘴便是 爹 老头愣了片刻 大喜过望 好 好好 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在老头看来 能吃饭便代表病情有了转机 看着自己儿子大口吃着饭 两个老人脸上止不住的笑意 吃 多吃一点 老头道 一定是上仙显灵了 一定是上仙在保佑着虎 一旁的老伴道 什么上仙啊 是今儿来了一个瞎眼郎中 瞎眼郎中 老头疑惑 是啊 就你去庙里后 有个瞎眼郎中 来咱家讨一杯水喝 谁知道他喝完茶水 便开始给咱儿子看病 不大一会儿 咱儿子就好了 人家还留了一副药方 老头皱眉 片刻反应过来 脑海中浮现出 不久前在庙中遇见的瞎子 想起对方最后说的那一番话 行善虽无人知 既得自有天晓 狼相自家婆娘 确认了一下对方的长相 完全吻合 不对啊 自己下山的时候 那位瞎眼郎中 还没有下山 而按照婆娘所说 那瞎眼郎中 从自家离开 已经半个多时辰了 算了一下脚程 就算是对方骑马 也来不及啊 那就只能有一个可能了 神仙 想什么呢 老头笑了笑 没有多说 默默念叨着 行善虽无人知 既得自有天晓 接我一招 天地大同 梦 一人一牛 各自捏着棋子 坐在长亭之中对异 润土在一旁 框框的啃着坚果 今儿谁说了 谁洗碗 李平安声音冷漠 老妙 那便别怪本牛手下 不留情了 黑白二子在棋盘上交锋 一人一牛全神贯注 你来我往 打得热火朝天 终于 战火燃尽了 润土抬起头 谁赢了 谁赢了 嗯 平局 李平安点头 老妙 猫 你洗碗 李平安拍了拍润土的肩膀 润土 今儿的太阳很大 天空也很蓝 仙云不染 远山寒带 和风送暖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云卷云疏 让他忍不住想要迎师一手 太阳 真大 天空 真蓝 这风 真探娘的舒服 李平安倾壳一声 自己还是很有水平的 老牛从身旁路过 给了他一个白眼 李平安背着手 走到最近的菜园 他在一处荒地 给自己开辟了一处菜园子 金黄的油菜 一方方四海洋里涌出的一座座小金山 除此之外 还有绿油油的菜叶 肥白的菜梗 都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 仿佛一幅公笔画 瓜果蔬菜 大葱大蒜 亦是成奇成形 李平安随手就拿了一根黄瓜 咬了一口 爽口清脆 清爽可口 不愧是在药谷中长大的瓜果蔬菜 就是鲜美 半空中 忽然传来破空声 一袭白衣 遇见而来 是通天风风主之女林雪 李先生 林雪浅浅一笑 老牛掉头便跑了 一看见林雪 他总是能想起那段不太美好的记忆 林雪递过来一个清单 我来取一些药草 没问题 润土 李平安换来润土 让他去给林雪取药 取这么多药草 是要做什么 李平安有些好奇 林雪道 宗门大笔在即 我要闭关修行了 争取突破三品巅峰 宗门大笔 林雪点了点头 宗门大笔 是鼠山二十年一次的比武大会 目的是 提携优秀一代的年轻弟子 内门外门弟子 皆有资格参加 圣者会获得宗门资源上的清闲 林雪是通天风风主之女 又是这一届的夺冠的热门人选 自然要承受莫大的压力 林雪四下看了一眼 李平安的小菜园 当真是美极了 茂盛鲜嫩的蔬菜 把田地遮得严严实实 西红柿打着嘟噜 辣椒红的像火 黄瓜绿的要滴下来 树上都是又大又圆的果子 在风中摇曳着 林雪愣了片刻 你 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于自幼生在修仙世家的他来说 这一切都感觉到兴起 林中有一座小亭 二人坐在这里休息片刻 在这里能听见林间的鸟语花香 听着溪水潺潺 心旷神怡 微风吹来 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这是一幅画中才有的画面 这种境界 当真是人间绝无仅有 喝杯茶 李平安端来了一杯茶 林雪尝了一口 任由清香在口中蔓延 没有人会做这些 我是说在蜀山 有些人会认为 这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李平安笑笑 浪费时间 无所谓了 反正除了时间我一无所有 林雪望着美景 正正的出神 我之前也中过 可是我父亲说 这些只会影响我的修行 这段日子 他的压力确实太大了 站在更高的位置上 注定了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林雪不知道自己如果输了 那会是什么样一番场景 父母的期望 他人从小到大羡慕的目光 可是林雪的性格 又让他不知道该与何人诉说 只能藏在心里 今日不知为何 似乎是被眼前的美景 所深深的吸引住了一样 不由的将心事吐了出来 渐渐的 他失去了意识 润涂捧着药材跑过来 李平安对他做了个虚声的手势 轻轻抿了一口茶水 又扣了扣耳朵 终于睡着了 这妮子真能说 成群的小蜜蜂 低声哼着小曲儿 对对蝴蝶 在金黄的菜花上翩翩起舞 林雪睁开了眼睛 愣了片刻 我 睡着了 林雪抿了抿嘴唇 看着不远处的嫩哑 他凑过去 看了一眼 脸上就露出了 诗情画意的笑容 真美啊 林雪伸手一摸 发现旁边自己要的药材 李平安已经准备好了 他轻轻吐出一口气 不知为何 似乎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李平安打了个哈欠 宗门大笔吗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不过好像 又有热闹可以看了 不管了 继续修炼 过了两日 司徒雷来找李平安 明儿起 我要闭关修行了 司徒雷兴奋异常 为了宗门大笔 司徒雷点点头 这段时间都不能出门了 所以再来尝尝你的手艺 李平安靠在椅子上 表情惬意 那你可能要失望了 我今儿没心情做饭 司徒雷道 老牛呢 他做也行 据说小穷风 来了一头小母牛 他跑去看热闹去了 司徒雷可怜巴巴的说道 李兄 难道你忍心兄弟 我满心而来 失望而归吗 很忍心 我出钱 李平安立马站了起来 早说啊 不大一会儿 大盘小盘的美味 尽数摆上了桌 嗯 这鸡蛋真好吃 李平安淡淡道 那是自然 这鸡蛋从鸡屁股里出来 到你嘴里 一共用了不到斩茶的功夫 宗门大笔 对于鼠山的弟子来说 无疑是一个大日子 大部分弟子 都选择在这段时间闭关修行 毕竟临阵磨枪 不快也光 甚至一些平日里 混吃等死的弟子 也装模作样地修行起来 没有了宗门弟子 但是宗门的一些任务 还在 这下子 可忙坏了鼠山的门客 小钱钱收到手软 只是一些有难度的任务 这些门客也完成不了 于是曾经跟李平安 打过交道的万事格的小刀 自然而然想到了李平安 他找到李平安的时候 正巧李平安在池塘钓着鱼 宗门大笔在即 大部分弟子都选择了闭关 所以 最近生意冷淡了下来 暂时不需要大规模的制药 修行似乎也遇见了瓶颈 所以 李平安一下子无所事事起来 不是拉二胡 便是在钓鱼 谁在院子弄些花花草草 似乎是提前步入了老年生活 药谷中其他弟子 羡慕的后曹牙都要咬碎了 只能在心中安慰自己 不气不气 今天我的努力 是为了明天更好的将来 混吃等死是没有什么未来的 李平安对此 只是抱以善意的微笑 小刀说明了来意 李平安稍微犹豫了一下 便拒绝了 一来 自己现在暂时不缺零食 二来 宗门大笔快开始了 李平安不愿错过这个机会 前一世 年少时 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总觉得一辈子太长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却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总觉得一辈子太短 想做事 做很多的事 但时间的稀缺性 使得自己只能做出选择 无奈之下 只得放弃很多事情 可这辈子岁月悠长 那就一切都经历经历吧 小刀诧异的问道 老兄 我没听错吧 这还是你吗 李平安笑了笑 竹棍一台 一条活泼乱跳的大鱼上钩了 银色的玉鳞 在阳光的映照下 波光玲玲 老兄 你现在在干嘛 任务也不做 跑这儿来钓鱼 李平安道 钓鱼可以陶冶性情 潜移默化的治好急性子 何乐而不为 李平安抬起头 又道 怎么样要留下来 一起吃鱼吗 小刀失望地走了 过了不久 李平安收到了五封信 分别是锦玉 阿里亚 秦时 王毅的 还有一封没有署名 锦玉的信 没什么有价值的内容 无非就是说 他最近准备闭关修行了 要与勾兰之地势不两立 天下之势有难亦乎 为之 则难者亦亦亦亦 不为 则亦亦亦亦亦亦 李平安很是欣慰 继续往下看去 三月六日 与勾兰之地势不两立的第一日 三月七日 与勾兰之地势不两立的第一日 三月八日 与勾兰之地势不两立的第一日 李平安 下化线 这是戒色呢 还是打卡呢 接下来是阿丽亚的 无非就是说一些在书院的近况 让李平安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 顺道说 胖郡掉毛坑里了 李平安叹了一口气 胖郡这辈子是离不开史了 秦时的信 准确地来说 应该是龙虎山老天师给李平安的信 龙虎山的白玉京 现在还在李平安体内呢 当时 直接将龙虎山弄塌了 老天师信中的大概的意思 就是两个字 打钱 李平安主动忽略了这封信 他是瞎子 看不见信很正常 接下来是王毅的 阿丽亚 王毅 赵琳 胖郡都是李平安从安北四镇带出来的 其余三人都顺利入了书院 只有王毅没被选中 不过有势便有得 现在王毅也被御门关打铁的老莫 收尾了清传弟子 想当初自己的扶桑刀 便是老莫帮忙打造的 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老牛低头看了一会儿 摸得叫了一声 李平安笑了笑 从信上看 大家过得都不错 人生虽有离别日山水 应有相逢时 这路咬马急的人间 大家平安喜乐就好 一个月后 宗门大笔开始了 宗门大笔 算得上是鼠山最热闹的日子了 不但都来了 就连一些门派的掌门人也来了 其余几家也都派来了代表 送上了贺礼 对于鼠山来说这样的盛会 如果来的人太少 那就太丢人了 老牛 润土再加一把劲 一牛一茬在厨房里 忙得热火朝天 炉子上还煮着一大锅肉 锅里的肉还没有煮熟 肉和汤都在沸腾着 做好的菜用锅盛着 摆满了桌子 到时候去广场一摆 自己非得赚翻了 李平安则努力炼药 从清晨一直熬到了晚上 费药渣子都积攒了一堆 一切准备就绪 只带明天去凑热闹 燕飞残月天 这是一个令人不太心安的夜晚 明日是宗门大笔的第一日 鼠山弟子期待这一天 已经很久了 然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 他们却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激动 紧张 彷徨 让李平安不由地想起 前世参加高考时的场景 十年寒窗苦读 决胜变在一招 两天半的时间 让他恍惚的像是一场梦 曾经的艰苦 紧张 忍耐 茫然 都在这两天半的时间里 画上了句号 那种心情 李平安实在是太理解了 然而 跟他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平安抿了一口茶水 盘腿 进入观想状态 青色命格 一心一意 白色命格 勤能捕捉 两种命格同时发动 体内气息或横出 或直送 或内缩 并真家妙 一日 今天无疑是一个好日子 高空万里无云 根据鼠山的天文格所说 接下来一连几日 都是难得的好天气 鼠山小穷风上 人们脸上的表情 都带着一丝不安之色 紧张 不安 兴奋 五味杂陈 哈哈哈哈 司徒雷副手而出 秦妙雷好奇地问 司徒师兄 你突破了 司徒雷咧嘴一笑 没有 众人纷纷撇了撇嘴 不过 师兄我有了十二分的自信 秦妙妙不再搭理他 去问另一个 曾经参加过两次 宗门大笔的师兄 我跟你们说 这宗门大笔平日里 你不能看见的人物 全能见到 而且都是一顶一的天字胶子 要是跟哪个长得漂亮 或英俊的道友对上了眼 就嘿嘿嘿 师兄哈哈一笑 逗得几个师妹小脸微红 众多男弟子 则是一脸亢奋 平日里 他们没什么机会 接触别的山峰的师妹师姐 而宗门大笔 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倒是若是在比武中胜出 拖进了风头 顺道在迷倒一下 年轻貌美的师妹 好了 准备出发吧 这时 风主走了出来 跟众人嘱咐了几句 随即 小穷风的众人出发 各自祭出法宝 扶摇直上 冲进了云海 远处的山峰 一座比一座高 气势恢弘 司徒雷大声说道 出发咯 一道道光芒时而交织在一起 时而分散 纷纷涌向主峰 林雪师姐 这时 有弟子惊呼 是通天峰的人 他们一字 排开向山顶而去 林雪踩在一柄飞剑之上 冲众人淡淡一笑 数月不见 林雪身上的气息 似乎是更加凌厉了几分 曲线玲珑 颜姿绝力 就像是牧春中最后一朵紫莲 温婉婉约 却又透着一股圣洁的气质 让人不敢亵渎 剑光如神龙飞舞 为鼠山平添了几分异彩 众多男弟子仰望其背影 都露出了一丝差异的神色 发出了一声赞叹 哎 你们看那是什么 有弟子大声喊道 伴着呼喊声 众人再次望去 莫非又是哪个世界师妹 只见主峰的半山腰 出现了两道身影 正在往上攀爬 众人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都不免面露诧异 都以为这是什么别样的修行 李平安双手扶在身后 慢悠悠地往上走着 就像是平地行走一般 身后跟着老牛 论图踩在老牛的肩膀上 李平安也注意到了司徒雷几人 微微一笑 算是打过招呼了 秦妙妙惊道 是李先生 司徒雷催动法宝飞过去 李兄 我带你一程 李平安摇摇头 不用 溜达溜达对身体好 那我们先去了 林雪望了李平安一眼 想了一想 飞了过去 那天的事情谢谢你了 李平安疑惑 哦 什么事 林雪道 那日在药谷跟你聊过之后 顿觉心情轻松了不少 李平安并不在意 不必客气 林雪汗手一笑 随即遇见而去 数十道身影 急迟而行 李平安覆着手 淡淡一笑 半个时辰后 李平安和老牛 来到了一片巨大的广场之上 主风 一落到地上 润土便兴奋的东张西望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人 这么多的地方 广场之上热闹非凡 人头攒动 尤其是散客 更是络绎不绝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有热闹可以去看了 老牛 都准备好了吗 老牛 梦 老牛将身后背的箱子打开 饮品 花生瓜子 遮阳伞 最重要的是 还有投影时 可以记录下这些修饰战斗的场面 回去好好研究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广场上弟子们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 各个兴高采烈的讨论着 等待着宗门大笔的开始 瓜子 盒饭 疗伤药草 应有尽有 这时 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李平安边走边喊 老牛和润土 推着小推车跟在后面 很快 便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给我来一份瓜子 这盒饭怎么卖的 五枚零食 这么贵 这盒饭是金子做的 在宗门大笔的会场中 竟然有人来做生意 当真是前所未有 也足够新奇 来看热闹的门客 都好奇地凑了过来 买一些花生瓜子什么的 简单的开场一事后 宗门大笔终于开始了 李平安带着老牛 润土四处转悠 不一会儿 花生瓜子 就全部都卖了出去 找了个遮阳的地方 将余下的瓜子倒出来 准备待会儿看热闹 就好像是高中的时候 看见已经保送的哥们 重新回到学校 趴在窗外 乐呵呵地看着同学们 在教室中埋头读着书 随后自己去小卖铺 买了一杯凉爽的汽水 坐在学校的树下 一边喝着汽水 一边感叹 自己这辈子 都无法体会到高考的滋味了 老牛将凉茶递给李平安 夏天气候偏热多湿 再加上平时大鱼大肉 偶尔喝一些凉茶 对身体有好处 不多是比武打响了 因为人数众多 所以都是每个比武台 同时开战 想看哪一方的热闹 便去哪一方的比武台下面 李平安跳了一个最热闹的地方 通天风的林雪 与另一个不认识的男弟子 林雪绝对是 鼠山新一代弟子中 最亮眼的一个 首先是背景的加持 再加上其天资出众 长相漂亮 明星效应十足 擂台很大 两边各有一排椅子 中间则是一张大桌子 三张桌子一字排开 那是比武裁决人的位置 二人各自行了一个礼 随后摆开架势开打 老牛快 老牛刚把投影石打开 碰 下一秒 那名男弟子身子便飞出了比武台 通天风林雪盛 底下传来欢呼声 林雪事件 林雪 结束了 老牛同情地看了一眼 被打翻在地的男弟子 男人这么快 以后还怎么得了 李平安摇了摇头 这种战斗 根本就没有可接近的经验 不过这只是第一场比试 两有不齐也是正常 等越往后 战斗的质量便越高 李平安翘着二郎腿 喝完了茶 便接过老牛递过来的冰镇西瓜 啃了起来 润土拿着扇子 为他扇着风 在炎热的天气里 一边吹着风 一边吃着大西瓜 让李平安不由地感叹一句 人间真美好 你也来了 远处跑来一个白衣少女 弯弯的柳梅 穿着一条火红色的紧身衣 吴梦熙 李平安的半个生意合作伙伴 也是他才让李平安 开启了自己的药草生意的一步 吴梦熙一双眼睛 完成了月牙 妩媚中透着一股异样的风情 我说 你还真是个穷鬼 都挣了那么多零食 还不嫌够 宗门大笔 也不放过发财的机会 李平安笑笑 谁会嫌零食多 零食再多有什么用 你又不能修炼 攒着当老婆本吗 师妹 这是谁啊 这时 一个长相 有些憨厚的男子走过来 吴梦熙道 师兄 介绍一下这个就是 我的合作伙伴 平安这位是我的师兄张静南 李平安微微点头 算是跟对方打招呼了 张静南沉声道 师妹 快轮到你了 你快去准备一下吧 好 吴梦熙匆匆去了 张静南冲李平安拱了拱手 紧跟着离去了 吴梦熙的实力也不错 老牛润土 换地方 一人一牛一茬 拎着小板凳 转移阵地 吴梦熙的对手 是一名白衣弟子 双方各自报了身份 干净利落地开打 两人同时在高速移动 你来我往 金铁交明的声音 此起彼伏 打得又快又狠 清脆悦耳 李平安能明显地感受到 吴梦熙的攻击越来越快 越来越有节奏感 攻击有条不紊 当对手出现空档 他就用步法快速跟进 打出更多的组合机 以长攻短 以锐攻强 每一招都恰到好处 很快便占据了上风 润土在一旁专心致志地 用投影时将这一画面保存下来 老牛则拿着小本本 一边听李平安说 一边快速记着 吴梦熙的剑太快了 这就造成了速度和方向都无法控制 手尾不能坚固 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只能耗费精力去控制 而这样是不适合持久战的 我要是那人 便尽量避开他的锋芒 当然这只是假设 自己是跟吴梦熙交手那人 如果真是自己出手的话 根本不用避其锋芒 李平安说着说着 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招式 仿佛他真的化身成为那人 在与吴梦熙对决 只要吴梦熙失去了先机 他的见识就会完全发挥出来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老牛恍然 刷刷地在纸上记着 有一个跟吴梦熙同门的弟子 听不下去了 出声制止 看样子 兄台是对我们竹叶峰的见法很有意见 在这说多没意思 不如我们去比试比试 老周 不要惹事 旁边有弟子劝道 被称作老周的弟子没听劝 上前一步 刚才听兄台侃侃谈 想必兄台对于我们竹叶峰很有了解 在下想请教一番 李平安淡淡一笑 站了起来 那名周姓弟子 见李平安站了起来 立即上前一步 抱拳一礼 请 老牛和润土插着腰 七个不服 八个不分地看着对方 仿佛是在说 大哥 干他 这时 就听李平安道 老牛 润土我们走 说完 李平安转身便走 老牛喝茶愣了一下 连忙追了上去 一人一牛一茶 迅速离开了 换了个地方 继续开始之前的事情 为了这点小事 大动干个没有必要 不能耽误了自己的事情 周姓弟子撇了撇嘴 哼了一声 就他张一个嘴 算了 少说两句吧 一场风波还没开始 便已结束 李平安换了个位置 继续看吴孟希的战斗 对面那白衣弟子 一连祭出三道服录 配合他修炼的功法 轰然爆炸开来 一股巨大的力量 好像磨盘一般 不停地碾压着吴孟希 每一次轰击 都有细微的阵法 在不断地形成 不断地壮大 老牛一边翻书 一边记录 关于修饰的战斗方式 李平安觉得自己 还是了解太少了 想完之后 他又把自己放了进去 想象着自己 与其中一人交手 对方用的是什么招式 自己该如何应对 自己先是祭出白玉京 封锁他的所有术法 然后和老牛上去 就是一顿暴打 嗯 李平安点了点头 要是自己就这么干 不多时 战斗便结束了 吴孟希显胜 那名弟子 则赔了一件法宝 练气室就像是 哆啦A梦一样 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 对方从口袋里 掏出来的是什么 李平安紧紧记下了一条 以后跟练气室交手 一定要出手快准狠 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 李平安若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 比武还在继续 有人输了 便有人赢了 有的地方一片寂静 台下根本没有人围观 有的比武台下 却是热闹一片 围观的弟子 聚精会神的看着 欢呼声和喝彩声 此起彼伏 时不时有重伤的弟子 被抬下去 虽说每个比武台 都有长老坐镇 并且规定 不允许伤人性命 可是刀剑无眼 比武之时 兵刃无情 谁能保证谁不受伤 到了晌午 太阳越升越高 有一名弟子 在比武中不幸身亡 那场比武 李平安正好在台下 双方斗得惨烈 用上了能用的所有手段 就拼着最后一口气 结果 一方没收助手 一方已无躲避的能力 长老出手慢了半拍 一死一重伤 惨啊 李平安拎着板凳 看哪个地方最热闹 便凑过去 一人一牛一茶 坐在长凳上 翘着二郎腿 一边喝着酒 一边包着花生 时不时的 还要用手刮击两下 打得确实精彩 不像自己指挥那几招 不过招数不再多 再惊 周师兄加油 吴孟熙得胜不久 此刻正在台下 为同门的师兄加油 李平安磕着瓜子 台上那人正是方才那个 要跟李平安出去单恋的周姓弟子 二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 对面那人攻势如潮 每一招都是出其不意 让人防不胜防 手诀不断变化 时而舒展 时而弹指 使周姓弟子应接不暇 台下堪戏的润土哼了一声 就这点本领 还挑衅我家老大 老牛点头 表示同意 刚才就应该干它 李平安给了他们个一个脑瓜崩 在这看热闹 磕着瓜子喝着凉茶 它不香吗 回去写一份两百字的检查 要加三百字 赞美我的一轮文 润土 人家还不会写字 随着一声惨叫 周姓弟子一声惨叫 从台上飞了出来 周师兄 快护住其心脉 胸前被划出了树道血痕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染红了他的手臂和衣精 快快 长老沉声道 快叫医疗队的人 说着 一掌拍在了周姓弟子的身上 一股浑厚的真气 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 让周姓弟子的脸色 瞬间变得红润起来 李平安微微皱眉 这长老虽然功力深厚 可显然仅仅懂一些浅薄的医疗知识 树叶有专攻 周姓弟子元气大伤 这样用过强的功力 尽数封在他的体内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承受的 李平安身形一闪 施展燕子穿云纵 冲入人群当中 麻烦让一下 一挥手 针如闪电 入穴如风 树根银针刺在周姓弟子身上 又一台手 拦住了还欲传书真气的长老 长老脸色微变 手掌画出一刀半圆 尽力灌骨 呼的一声推出 李平安用力握住 沉声道 再传下去 他就要死了 长老感受到了手上传来的力量 微微皱眉 你是 郎中 李平安以真散气 用暗镜打穴给他活血 又为他服下配置的疗伤丹药 虽无起死回生之力 但内附受创之伤 当真有奇效 这一手段 只是紧急措施 类似于人工呼吸和心脏复苏 剩下的便交给鼠山的医师了 周姓弟子吐出喉咙中堵塞的鲜血 看着李平安 多 多 谢 他谢子还没吐出来 李平安一松手 周姓弟子重重摔在地上 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李平安转身走了 医者人心经验二十 老牛竖了的大拇指 论损还得是你 李平安嘴角轻轻勾起 还是有些小记仇的 润土 刚才的战斗都记录下来了吗 润土点头 老牛 笔记做好了吗 没有 很好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扶着手 一牛一茶 慢慢悠悠地跟在身后 周遭热闹一片 刚才发生的事情 丝毫没有影响热烈的气氛 有的人在比武台中对厮杀 有的人在那里鼓掌叫好 有的人则三五成群地坐在角落里 端着酒杯 看着热闹讨论着赢家 李平安走在其中 嘴角挂着笑容 随后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靠着树歇歇下来 润土端来茶 李平安抿了一口凉茶 哼哼着小曲 让午后何旭的阳光洒满全身 任思绪穿越喧嚣与繁杂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不要懈怠 干活 宗门大比要持续几日 因为弟子人数过多 所以光是第一轮比试 便持续了两日 第一轮的比试者良有不齐 第二轮明显能看出来 强度上升了一个档次 到了第三轮 战斗愈加激烈 各种手段 招式层出不穷 可谓是旗鼓相当 让人直呼精彩 就感觉天天看大片似的 李平安乐此不疲 每日都早早地搬着长凳 挑一个好位置 等待着大戏的开场 至于谁胜谁负 他并不在意 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看客 并没有参与其中 李平安喜欢这种感觉 在场外看着场内的人 为了某个目标 互相追逐 互相较劲 这场胜利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 可对于自己来说 这只是一场好戏 当然 李平安也并不是单纯的看戏来了 他也在这些修饰的比试中 学到了许多东西 高手过招 决定胜负的因素很多 既要看天时 又要看地利 还要看当时的心态 稍有疏忽 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老牛在小本门上记载如下 高明的棋手 每走一步 都要经过深思熟虑 每走一步 就会想到第二步 第三步 甚至更多 而李平安却是个特例 他会直接把气局掀了 润途点头 不愧是我大哥 数日后 三十二强终于出炉了 这些日子高强度的比拼 让众多弟子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 所以接下来的比试 要在十日之后 李平安估算了一下 如果是自己参加比试 似乎不用休息 休息在战斗的过程中 难免会对身体 造成一定的磨损 更不用说一场大战后 体内真气消耗严重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 才能恢复过来 在恢复之前 功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而李平安修炼的归西功 虽然修炼进展极为缓慢 可是优点也很明显 恢复能力强 可以聚集更多的力量 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而且有足够的气血储备 可以应付突发事件 或者大量消耗 利于持久战 李平安点点头 男人就要持久 老牛 都准备好了吗 猫 屋内摆着一个浴桶 里面放着各种草药 这是李平安新研制出的药语 药语对于修饰来说 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般来说 一些武夫都喜欢用其炼体 价格高昂的药命 往往一堆药材 需要几天几夜 不眠不休的提纯 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 所以 李平安便自己将药材 一点点地提炼出来 为此 他专门买了几本药方 做了数次实验 在下浴池之前 他先从三个白色小瓶中 倒出三种液体 仔细一看 药液就像是一团 又黑又厚的泥巴 慢慢地冒着气泡 李平安脱了衣服 钻进去 呼 李平安以意念 引清气入经脉 布山入中丹田 散落星包 灌注气海入下丹田 让浊气从两手食指 手掌心 两足食指 及足掌心排出 食药效完全发挥出来 热流欲望 五脏六腑 都像是被烙铁烫了一般 水顿时沸腾起来 气泡四溅 这种异样的感觉 一直持续到第二日清晨 李平安只觉身体又肿又痒 浑身酸痛 燥热难耐 嗯 从感觉上来看 应该是失败了 这时 老牛和润涂走进来 看见李平安的一刻 大惊失色 我去 润土叽叽喳喳地叫着 李平安半上才懂了他的意思 自己变成小红人了 只见李平安周身泛起了一层的红蕴 又像是被火烧了一样 不仅失败了 而且似乎还有副作用 第二日 李平安身上的颜色变成了黄色 第三日 则是黑色 第四日 是绿色 好家伙 搁这儿七彩阳光呢 直到三十二强战斗打响 李平安仍然没有找到成功的办法 不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吗 我还就不信了 且 李平安翘着二郎腿 收回心神 将注意力放在比武台上 老牛早已调查好了 晋级三十二强的各个名单 甚至还有一些小八卦 比如谁喜欢谁 谁跟谁 因为什么是有仇 人类对于吃瓜这件事情 总是乐此不疲 老牛 呱唧唧唧唧唧唧 李平安磕着瓜子 时不时点头 现在台上比试的二人 一个是竹叶峰的青鸾 一位是小琼峰 名为叶琳的女弟子 二人在没有拜入蜀山之前 便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据说还有婚约在身 而拜入蜀山之后 叶琳因为天资出众 所以备受长老喜爱 得到了许多修行上的资源 进步神速 反观青鸾 因为一次任务 不顾自身安危 舍身救下叶琳 导致修为本源受损 从此沦为他人口中的废物 自那之后 叶琳便主动疏远了青鸾 而台下那个一脸紧张的女子 这是青鸾的小师妹 对青鸾爱慕许久 不离不弃 老牛将故事娓娓道来 李平安心中大呼精彩 这故事要是编成小说 足能讲几百万字了 看看别人 再看看自己 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平凡 故事还没有结束 老牛继续讲述 不知为何 最近这青鸾修为突飞猛进 大有一副后来居上的架势 李平安吐着瓜子皮 估计是少年的外挂到账了 叶琳手捏法绝 火焰化作树杖 向青鸾袭来 却被青鸾一箭斩断 二人实力皆是不俗 再加上有这一层关系 所以周遭满是看热闹的弟子 又是一波飞剑袭来 叶琳吐出两口鲜血 摇摇欲坠 青哥哥 你当真如此狠心 青鸾冷哼一声 用剑身将其击落比武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李平安 Sigma 精彩 属实是点中点了 接下来的战斗同样精彩 很快十六强便分了出来 司徒雷和秦妙妙在摆墙之外 便被淘汰了 十六强晋级的李平安指认识灵血一个 灵血一路杀到四强 最终不幸败北 这场热闹非凡的蜀山大比 历时一个多月 终于落下了帷幕 据说胜者可以获得一件蜀山的法宝 四强 十六强 都可以获得不同程度的奖励 而且 这些人还会下山去历练 不过 那些都跟李平安没关系了 他只是一个看戏的 大戏结束 他便回药谷种地去了 一人一牛一茶坐在屋子里 唧唧喳喳地讨论着比武的细节 李平安说人话 老牛摸摸地叫着 润土鸡里咕噜地说着 让人十分费解 他们三到底是怎么交流的 日子回到了正轨 李平安带着老牛着手开始研究药育 润土则在一旁打下手 年网殉尽时 十来量极弦 转眼 两年半的时间便过去了 李平安盘腿坐在浴桶中 经过两年的研究 药育已经成熟了不少 至少不会像以前一样 身上七个颜色不同变化 许久之后体内的热流渐渐退去 化作一股洪流 在四肢百骸中奔腾 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只要能控制住 就能大功告成 身体在药水中不停地颤抖 每一次呼吸都会喷出一口白气 老牛和润土拿着武器 站在门外为李平安护法 润土一双眼睛警惕地看着四周 这时忽然注意到 地上有一只蚯蚓在蠕动 嗯 当即将蚯蚓竖着劈成两半 免得它影响老大修行 呼 李平安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成了 就像是从一汪水潭 变成了一汪深潭 每一个翘穴 每一条经脉 都化作了无穷无尽的宝藏 李平安满意地点了点头 人呐 日常生活中就因时而忙碌 时而悠闲 时而愤怨 不能一成不变 所谓充实才快乐 老牛 润土今晚吃火锅 李平安语气中掩饰不住的快乐 润土正在捣毁蚂蚁窝 听见李平安的声音 兴奋地转过头 老大 你终于成功了 两年半 跟了李平安两年半 润土的进步突飞猛进 踏上了修行之道 也认字了会说话了 微风轻轻地吹着 除了偶尔一两声缠鸣 药鼓十分宁静 老牛 你就不能给我留一块牛肉吗 李平安质问 老牛没打理他 继续紧紧盯着锅里的肉 锅里的肉和汤都在沸腾着 香辣鲜美 每一片肉都带着一股药香 香味扑鼻而来 令人垂涎欲低 李平安站起身 咱们光吃饭多没意思啊 边玩游戏边吃 老牛和润土眼神中 眨着好奇的光芒 李平安继续说 都是有身份的人 要玩就玩点有文化的 笔作诗 谁做的多谁就多吃肉 我先打个样 以月色为题 且就洞庭奢月色 江船买酒白云鞭 两句诗 我吃两片肉 李平安从锅里捞出了两片肉 细细咀嚼 接下来是老牛 老牛 摸摸摸 李平安点点头 我家老牛颇有文采 你也吃两片吧 老牛也加了两片肉 李平安道 润土 你呢 老牛嘿嘿一笑 这润土刚认字没多久 说话都不利索 别说做失了 润土沉吟片刻 开口道 月色清寒露未熄 满天星斗夜晨微 谁家嘹亮东楼笛 错认横额款竹 雨声彻夜玉龙眠 他食若仿林不宅 惆怅蓝铃旧日田 月色融融样碧蓝 以楼人在斗栏杆 李平安 老牛 下花线 老牛看了看锅里的牛肉 又看了看李平安心比区隔 李平安 老牛 干他 润土 啊 救命啊 药谷中 顿时传来一阵追逐打闹之声 小巫温馨如春 窗外夜色如画 这样的生活 比起刀光剑影侠侣 柔情的江湖单调许多 却多了几分温馨平淡 平安 平安 送信的白鹤 一大早便在窗外叫个不停 见李平安没反应 便破口大骂 瞎子 臭他娘的瞎子 再不起来 我戳你家老牛屁眼了 话还没说完 一道黑影一闪而过 润土一把将白鹤抓住 牛哥 怎么处理 是烤了还是煮了 老牛 蒙 白鹤 他说什么 润土 牛哥说把你吊起来 让你再嘴臭 白鹤松了一口气 只是吊起来这么简单 润土继续道 吊起来弹鸡鸡一百下 白鹤 李平安伸了个懒腰 没理会外面的喧闹 接过信 让老牛给了白鹤信钱 信是景欲传来的 见信如误 还记得我们的三年之约吗 李平安微微皱眉 三年之约 他依稀记得三年前 景欲写信的时候 提过一嘴 三年之后 他们共赴江南 在江南重逢 景欲信上说自己正在大漠 准备赶往江南与李平安会面 李平安犹豫了一下 从这儿到江南路途遥远 何况自己还有生意 炼药的事情 一旦离开了自己可不行 所以综合考虑 去 去他娘的思虑周全 经历的越多 顾虑就越多 失去的越多 顾虑也会更多 人这一辈子 起起伏伏 跌跌荡荡 玉士难免会顾虑重重 瞻前顾后 可跟他李平安又有什么关系 闯荡江湖 血里有风 脚下没根 走到哪是哪 什么时候走都无所谓 被世俗所束缚 那还叫江湖人吗 走 于是 第二天 李平安便跟药谷的人说了一声 估计自己不会离开太长时间 润土跟了自己这么久 也略微懂一些药草上的知识 便将润土留下来 组织上将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了 李平安在润土的胸前 别了一朵小红花 润土郑重地点了点头 交给我吧 老大 临走前 李平安又看望了一眼家里的小伙伴们 艾肯 最近你的表现很好 我要狠狠地表扬你 李平安给了他两朵大红花 艾肯发出红亮的叫声 对此引以为豪 李平安又来到羊圈 美羊羊 你表现得也不错 一边说着 一边伸手挤了一杯新鲜的羊奶 尝了一口 真叹娘的新鲜 阿里嘎多 美羊羊丧 交代好了大部分事宜 李平安便带着老牛 准备下山了 站在山峰顶端 远处一座座山峰连绵不断 白云缭绕 正好有阳光从山的另一端照射过来 在山脊上 头下一片光亮 李平安道 老牛 准备好了吗 老牛背着大包小包 惊恐地摇了摇头 完全没准备好 谁给你的自信 想要遇见飞行 李平安踢了他屁股一脚 看不起我 老牛委屈地扁着嘴 把问号去了 细雨 李平安唤了一声 飞剑细雨 从仰剑葫芦中掠出 悬在他的脚下 底下便是万丈深渊 李平安单脚踩上去 双手扶在身后 老牛 老牛犹豫了一下 像是章鱼一样 缠在了李平安身上 猫 润土冲他们挥手 大哥 牛哥 你们要平安回来啊 李平安淡淡一笑 放心吧 你大哥 我闯荡江湖多年 什么风浪没见过 走你 话音刚落 飞剑细雨猛地窜了出去 在空中留下一道漂亮的弧线 然而老牛和李平安 却留在了半空中 下一刻 一人一牛 发出一声惨叫 从空中掉了下去 大哥 牛哥 润土大喊 一月后 月黑风高 古渡上飘来一夜偏周 一阵风吹过 吹得芦苇纷飞 孤零零的一艘小船上 坐着一位披着缩衣 头戴斗笠的船夫 今儿客人少 船夫便在独自吹掉 这时 芦苇从中一阵悸动 一个头戴斗笠的骑牛人 走了出来 骑牛人一身青衫 腰间系着一条 一尺宽的牛皮腰带 手中拿着一根竹 背后背着二胡 左边腰间 别着一个酒葫芦 右边别着一块魔剑石 还有一根毛笔 他身边的牛更为奇怪 背着锅大包小包的东西 他抬起头 露出一张较为奇怪的面容 不是说长得奇怪 而是看起来奇怪 明明是一张年轻的面孔 却让人感觉到 略微的沧桑之胆 船夫一看来了生意 喊道 坐船吗 多少钱 到凌晨五十个大子 走 李平安望着船夫 嘴角勾起一抹 不易察觉的笑容 船家 生意怎么样 还行 船夫低着头 声音像是这无风的水面 一般死寂 不多时 又有两个人登上了船 一个是妖挂长刀的五人 另一个是女子 二人是夫妻关系 一口气接了三个人 船夫今儿十分高兴 夫人 慢点 那五人明显是跋扈惯了 四下看了看 便对李平安道 那边去 李平安抬起头 没说什么 换了个位置 那对夫妻坐在了 李平安方才的位置 那夫人拉了拉丈夫 小声劝了两句什么 无非就是让五人 不要欺负别人 遭别人记恨 五人撇了别嘴 哎 接着 五夫抛给李平安五个大子 李平安微微一笑 心安理得的揣进了怀里 当真是大方 船行了许久 水面波澜不断 船速油快变慢 渐渐停了下来 嗯 船夫眉头皱了皱 水面起了波澜 船也有了波动 船在水里颠簸着 摇摇晃晃 开始旋转起来 这是怎么了 夫人吓得变了脸色 五人手摁在刀上 满脸警惕 那船夫转过头 咧嘴一笑 诸位 何苦做人 做人多不快活 不如随我做了这野鬼 好生快活 一股进风袭来 带着响声扑面而来 伴随着船夫的笑声 极为甚人 呸 那五人当真是胆子极大 腰刀出鞘 挥刀砍了过去 水面上划出一道又一道的弧线 水花似箭 向船船卷去 深青色的河水 卷起了恐怖的漩涡 五人一个踉跄 险些跌进水中 可那妇人便没那么幸运了 被卷飞了出去 眼看着便要落入冰凉的水中 呼得 一道身影踏在水中 接住了那妇人 李平安两指尖 夹着一方宣指 静 一声令下 当即风平浪静 李平安一挥手 气息外露 扫向那船夫 哗啦 船夫当即身影消散 李平安淡淡道 送你往生极乐 也算结个善缘 五人死死抓住船边 喘着粗气 呼听的船身一震 只听的一声巨响 后弦板已破了一大块 船身一歪 谁已灌了进来 船身不稳 灯时就要翻了个底朝天 李平安一把抓住船 轻描淡写地将其扶正 夫人没事吧 五人扶住娘子 无碍 李平安捡起掉在地上的五十枚大子 那是自己刚刚付过的船钱 这钱我就拿回去了 夫妇二人抬头看去 只见那一人一起 已在水面中愈行愈远 只觉得他们好像是一团淡淡的墨汁 在江南的细雨里 眨眼便消失在了视线当中 江南在李平安印象中 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 小桥流水 船渡人家 杏花微雨 山水如画 这些画面组合在一起 在他心中构成了一幅江南水墨画 李平安和老牛走上一座石桥 江南的景色也慢慢展露在眼前 两岸坐落着许些房子 偶尔有几个名模好齿的江南少女 赤着双足 踏着水波唱着情歌 高大的柳树遮住阳光 倒映在水中的影子 朦朦胧胧的好似梦中 怪不得景玉要选这样一个地方 李平安吹着迎面来的南风 果然江湖和修仙 从来都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他娘的享受 如果只为了打打杀杀 还休个屁 桃叶那尖上尖 柳叶那遮满了天 提起那宋老三 两口子卖大烟 李平安哼哼着小曲 和老牛一前一后 走在烟雨江南当中 他跟景玉约定好的地方 在江南的黄鹤楼上 这里虽是江南 却也只是江南边缘的 一个小村路而已 李平安决定 今晚在这歇歇脚 吃了三条黄鱼和一汤一番 又凑热闹看了一场戏 买了一些吃食 从下午一直玩到 半夜十二点才散了场 哈哈 老牛那场戏真过瘾 李平安笑道 老牛兴奋地叫着 确实过瘾 今儿他们不仅吃了 江南特色酱牛肉 还去看了江南的戏子谷 去了许多风景名胜 只是回来得太晚了 再加上这个时间 来江南游玩的人众多 客栈早已爆满 只能在桥洞底下对付一宿 不过李平安和老牛 早就习惯了 以前没钱的时候 能找到一个挡风的桥洞 那可真是不容易 李平安和老牛一边烤火 一边聊着天 倒也别有一番情调 这时 桥头又来了两个乞丐 看见李平安和老牛 纷纷一愣 一个乞丐喊道 哎 你混哪儿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是我们地盘知道不 得 打扰了 李平安耸了耸肩 懒洋洋的笑了笑 迈步向前走去 连桥洞都没有得住了 老牛 摸 哎 等等 这么晚了也没地方了 你便在这对付一夜吧 这时 其中一个乞丐忽然开口道 李平安转过头 咧嘴一笑 那便多谢了 李平安掰开没有吃完的饼子 分给两个乞丐 聊了一会儿天 便各自睡去了 李平安倚靠着老牛 两个乞丐对视一眼 其中一个乞丐从袖口 拿出一个磨得十分锋利的生锈铁片子 另一个乞丐咽了一口吐沫 大哥 我怕 怕什么 没中的东西 这家伙是外来的 就算是失踪了 也没人知道 二人又低声窃语了几句 似乎是达成了共识 这铁片子能行吗 我觉得有点悬 用这个吧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乞丐眼前出现了一柄锋利的飞溅 这个好 哦 两个乞丐不约而同的抬起了头 明明这么好的风景 却总是有人破坏雅性 李平安整理了一下心情 重新出发 数日之后 按照约定的时间 赶到了黄鹤楼 只是还没等与锦玉重逢 却先碰见了另一个家伙 卖面条了 卖面条了 卖面条的和尚看着李平安 李平安也愣了一下 这也太巧了吧 长青眨了眨眼 李施主 李平安 长青 你怎么在这儿 长青淡淡一笑 李施主 我们俩还真是有缘分啊 天下之大 你我却总是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 阿弥陀佛 这说明李施主与我佛家有缘啊 这和尚总是忘不了 却说李平安顿入空门 得了吧 话说回来 你怎么在这卖上面条了 长青和尚微微一笑 自从镇腰关一别后 小僧略有感悟 闭关之后再次游离四方 奈何盘缠不多 李平安心说 你盘缠什么时候多过 李平安摸了摸肚子 正好我有些饿了 长青大方帝说道 为了庆祝我们的重逢 李施主随便吃 这顿小僧请了 那行 先给我来十斤面条 三十个鸡蛋 剩下的你看着掂量 长青 星号 这么多 李平安淡淡一笑 没事 我垫吧两口 等晚上再吃正式的那一顿 长青 静谧的风符便整个江南 长青和尚坐在桥洞底下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李平安 你为啥被开除了 长青嘴角微微抽搐 我有一句脏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正好 我准备去赴约呢 一起走吧 长青抱着双腿 委屈地说道 去哪 黄鹤楼 干嘛去 干饭去 李平安的理由十分简单 就是在鼠山待太长时 有些无聊 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出来 溜达溜达 就像他当初突然想去镇邀关一样 想去了便去了 黄鹤楼 现如今李平安身价大涨 一顿黄鹤楼 还是吃得起的 今天我请你 李平安十分豪爽地 拍了拍长青和尚的肩膀 长青和尚心中感慨 小僧我不过是请李施主 吃了十几斤的面条 而李施主竟然请我吃黄鹤楼 是我误会李施主了 这时就听李平安道 长青 你是不是不能荤菜 只能吃素菜 长青点了点头 他好关心我 三 李平安 小二素菜不要 全要荤菜 米饭也给我家的猪油一起炒了 长青 二人一牛一边吃饭 一边等着景玉 等到天色欲晚 景玉才姗姗来迟 几年不见 这小子仍旧是一副骚包的模样 小二 把这碗撤了 我们哥仨直接用钢壳 景玉喊道 这是长青和尚与景玉的第一次见面 也是李平安 长青与景玉三人的第一次会面 这一日 黄鹤楼出现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场面 只见三人一牛的周围摆满了酒缸 老牛抱着酒缸喝酒跟喝水一样 李平安和景玉轮番给长青和尚劝酒 周围的酒缸落成了小山 令其他客人汗颜 恰巧有一名修士也在此地喝酒 后来的后来 这名修士故地重游黄鹤楼 忽然想起 那三个早已是威名远扬的人物 曾经在此地饮酒 黄鹤楼因此改名为三雄楼 店门口还竖了三人一牛的木牌 被传为一段佳话 大河巷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李平安高声唱着 三人一牛勾肩搭背一边走 一边唱 唱得声情并茂 热火朝天 他们从黄鹤楼出来 已经将近清晨了 三人一牛整整喝了一个晚上 天刚露出雨堵白 万籁俱寂 东边的地平线泛起一丝丝量 江水静谧 只有轻微的浪花 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比起杀人夺宝 升级练功 李平安更喜欢无忧无虑地喝酒 吃肉 唱歌 一日清晨 三人是在江边醒的 李平安挠了挠头 有些迷糊 我们昨晚 喝得很多吗 景玉带来的仙酒镜头 实在是太大了 景玉头上套着长青的裤衩 喝多 小爷从没醉过好吧 长青抬起头 淡淡一笑 施主说笑了 小僧怎么会喝醉呢 哎 小僧头上怎么有个裤衩 景玉 那好像是我的裤衩 李平安无奈叹了一口气 两人火化了之后 嘴估计都还是硬的 李平安提了提裤子 我裤衩 他扭头看向老牛 老牛 猫 三人重新穿好衣服 景玉这次是有任务在身的 所以要在江南待上一段时间 反正闲着无聊 便陪着他看房子 跟着前客走了几处地方 景玉挑三拣四 总之一句话 太贵了 江南寸土寸金的地方 自然没有便宜的东西 而房费又不在报销的范围 最终景玉找了个 价钱便宜一半的屋子 屋子整体还不错 问前客这地方 为什么这么便宜 这前客支支吾吾的 顾左诱而言他 景玉给了他五个大子 这前客才如实相告 这宅子闹鬼 这房子确实不错 可周围的人时常会听见 有半夜女人哭泣的声音 打更的更夫 有一次想进去瞧瞧端倪 谁知道就见一个白衣女人 飘来飘去 女鬼 哼 景玉提了提裤子 让我略微感到了一点兴趣 就这个宅子了 前客瞥了他一眼 心说这怕不是个傻子吧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劝了几句 说还有别的房子 奈何景玉坚持 并且很爽快地付了钱 前客便不再多说什么 画押签字 随即给了钥匙 当天景玉便入住了 于是又找李平安老牛和长青 在下院子里烤肉喝酒 下次见面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李平安也没有拒绝 于是三人一牛在院子里烤着肉 似乎是忘记了女鬼的事情 事实上谁也没有真正关心 过了一会儿 约上中天 咚 咚咚咚咚 古怪的声音忽然传来 压在井口的石头 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窜出来 卧槽 真有鬼 景玉一下子站了起来 李平安平静地喝了一杯酒 长青和尚双手合十 神情淡然 不一会儿 一团黑气飘了出来 紧接着果真有一个白衣女子爬了上来 只是爬到一半 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 三人一牛直勾勾地望着她 似乎是在看动物园里表扬杂耍的猴子 剧情不对吧 他们怎么不跑 感受到了他们的气息后 愣了片刻 女鬼毫不犹豫地重新钻回井底 打扰了 别跑 景玉大喝一声 手绝一掐 那女鬼顿时便动弹不得 嘿嘿 景玉嘿嘿一笑 舔了舔嘴唇 哟 还是个厉鬼 即那些惨遭横死者 冤死者变成的鬼 或死后没有后代奉丝的鬼 这些冤鬼 野鬼 满腔怨愤 阴魂不散 常青和尚道 阿弥陀佛便让平僧超度了她吧 景玉看了一眼那厉鬼 好奇道 长得倒是蛮漂亮 你是怎么死的 女鬼想不起来了 在死后人会失去很多记忆 但是她身上的怨气 却保留了下来 常青和尚超度了她 在超度的同时 死者生前的记忆 也随之涌入到常青和尚的脑海中 几人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女子本是现成的一个普通农户人家的女儿 因长得漂亮 所以说没的人很多 可也因为长得漂亮 遭了恨祸 被一个锦衣公子辱回了府中 完腻之后 便让人把她送进了这宅子中 宅子中还有许多其他女孩 都是长得不错的女子 被强行辱来 等锦衣公子什么时候想起她们什么时候便来 有时候也将她们赏给手下的弟兄 故意捉弄她们 好让她们受尽折磨 死了 便埋在锦中 娘子 畜生 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锦衣狠狠骂了一句 常青和尚叹了一口气 露出悲天悯人的神色 李平安什么也没说 三人一牛继续喝酒 酒是锦衣从书院带来的酒 自然不是反酒 很快便上头了 娘子 锦衣一拍桌子 那个畜生祸害了多少黄花大闺女 常青一脸阴沉 她接触到了那女子的记忆 是最能感同身受的 那锦衣公子简直就是一个畜生 常常喜欢将漂亮女子投入湖中喂养大鳄 常青深刻体会到了女子的痛苦 绝望 越说越来劲 锦衣拿起酒瓶子重重摔在地上 既然老天爷不受这个混蛋 咱哥仨去给他点教训 你们俩同意不 小僧同意 常青猛然站了起来 老牛 猫 二人一牛同时望向李平安 李平安 哦 刚才通过常青的讲述 他们已经知道了那锦衣公子的身份 定远侯府的儿子 可不是什么普通小老百姓 不过 这时候 几人明显都喝醉了 李平安也有些上头 更何况 现在就好像你跟兄弟们一起喝酒 喝得正尽兴时 你兄弟健一勇为 跟别人干起来了 你好意思坐在旁边古今加油吗 李平安 那就干他 醉香楼 今日整个二层都被人包下了 因为外出许久的定远侯二公子楚莹 又回来了 这是一个令许多人坠坠不安的消息 说起来这楚莹也是一个人物 毕竟坏人这个世界上很多 但是从小就能坏出花样的人很少 十岁的时候 楚莹便已经有连杀三个婢女的记录 到了十二岁 身边就已经有了三个暖手美貌女子 何为暖手 便是在冬天的时候 天气寒冷 可以随时随地 伸进衣服里 在对方的胸脯上取暖 或者在被窝里 将脚伸进去 从而达到屈寒的目的 后来又培养出了一个 喜欢看活人 投入寿池中 被分尸的场面 可谓是臭名昭著 娘的 让你送一次货 不是瓜丰就是下雨 喂 丢在对面男人脸上 对方低着头 一句话不敢多说 楚莹又骂骂咧了几句 把事情给我解决了 否则你也不用活着了 那人忙不迭地点头 楚莹挥挥手 示意她滚蛋 随即老宝叫来几个漂亮的舞姬 各显神通 千娇百妹 或摇尖百辱 或扭臀弯腰 或露出单池 或抬起雪白的臀部 只是笑容中 或多或少透着几分恐惧 这位大名鼎鼎的小侯爷 虽然出手阔绰 可谁知道有没有命花 好在今儿小侯爷没有玩出人命 待到四更天的时候 从后门离开了 小侯爷坐在马车里 闭目养神 马蹄十分有节奏地踩在青石板上 在寂静的夜里 发出清脆的声音 忽然马车停住了 等了一会儿 不见有人扶她下来 楚莹皱眉 这些混蛋是不要命了吗 下一秒 帘子被掀开 一只大手像拎小鸡载似的 将她拎了出来 这时候 楚莹才惊讶地发现 这不是定远侯府前 你们是谁 话还没说出来 脑袋上便被人扣上了一个带子 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 李平安一个扫腿 将她放倒 揍她 李平安 锦玉和老牛 二人一牛 毫不留情地 将大脚印子留在楚莹身上 长青和尚在外围 一直没敢凑上前去 你在干嘛 李平安回头传音 长青和尚传音 小僧 心地善良 有点下不去手 锦玉传音 这种畜生 有什么下不去手 赶紧过来踹两脚 长青脑海里 浮现出那些被残害的女人的画面 深吸一口气 一脚踹在了楚莹身上 楚莹发出一声哀嚎 长青顿时露出舒爽的表情 果然豪爽 不由地说道 阿弥陀佛 李兄锦兄 你们俩说得果真没错 二人一牛 顿时愣住了 方才几人说话 都是用传音 而长青现在 却直接说了出来 让楚莹听见了她的声音 不仅听见了她的声音 甚至还知道 其中有人姓李 有人姓锦 有一个人是和尚 长青忽然反应过来 捂住嘴巴 完了 小僧说出来了 现在该怎么办 不要慌 李平安传音 正准备思考对策 长青忽然眼神一变 不能饶她了 施主 阿弥陀佛 平僧只好送你去见佛祖了 说吧 一掌拍过去 顿时 楚莹的脑袋 变成了一团血污 连惨叫声都没有发出 紧接着 长青念念有词 封住了楚莹的三魂气魄 手中法觉变化 以三魅精之法 催动体内的火焰之息 化作一缕缕火源 在手心之中 升起一团火焰 那火焰中 蕴含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将楚莹的尸体笼罩其中 将其尸体融化 甚至连三魂气魄 也一起吞噬了 很快 地上只剩下一滩骨灰 长青和尚又迅速念起了 佛家的超度经文 《网声咒》 与《地藏经》 念完之后 又抬脚将其骨灰扬了 撒上一层晶莹剔透的粉末 粉末落在地上 不一会儿 地上半点痕迹都看不见了 做完这些 长青和尚重重吐出一口气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的差错 也没有任何的遗漏 李平安 景玉 哦 长青和尚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好了 好 好个屁 景玉忍不住想要破口大骂 一阵风吹来 蒋景玉酒精吹散了不少 他们原本只是 趁着酒精 想要教训教训对方 并没有想要痛下杀手 毕竟对方身份摆在这里 可现在 事情该怎么收场 李平安忍不住鼓掌 瞅瞅 什么叫专业啊 寂静的夜色下 略有些猛逼的二人 一牛愣愣地站在原地 长青和尚做完一切之后 忽然眼神一灵 手指向一旁的树上点去 一缕气息化成利剑 一只停留在树梢上的飞鸟 顿时便被射穿 掉落在地 长青和尚双手合十 这家伙知道的太多了 李平安 景玉深吸一口气 对李平安道 长青是有点变态在身上的 只见长青和尚蹲下身子 现在怎么办 景玉问 李平安道 还能怎么办 可回个家 逃吧 事情闹大了 如果被人发现 定远猴的小猴也被杀了 那肯定会闹得满城风雨 趁着现在还无人发现 当即三人便在月色下的风雨 瞧分别 并且相约 若是有机会十年之后的今日 再次相见 经番良物 豪幸不浅 他日江湖相逢 再当杯酒言欢 咱们就此别过 三人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正所谓人生四大铁 一起扛过枪 一起同过窗 一起分赃 一起批过枪 三人这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 一起扛过枪了 一路上 李平安和老牛脚成加快 毕竟干了杀人灭尸的事情 而且对方还是小猴也 定远猴福 小猴也已经失踪数日了 以前这种情况也有 可总会叫人知回家里人一生 可这一次 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定远猴极为疼爱这个二儿子 生怕出了意外 请了修士用寻器术寻找 结果连半点踪迹都没找到 得出了一个最坏的结论 要么小猴也已经被人杀了 要么就离开了此地 最后只得用出隐魂术 隐魂上身 结果 折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小猴也的魂魄 小二 上酒 李平安坐在路边摊 喝着廉价的米酒 紧一口便皱起了眉头 先前喝多了锦玉 从书院带来的酒 再喝这种酒 总觉得不对味 果然 人不能想太多福 这儿有人吗 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是一个捕块 而且还是一个女捕块 头发用一根红色的丝带 竖了起来 干净利落 周围的桌子 都被人坐满了 在得到李平安的答复后 女捕块这才坐了下来 老牛 喝酒 老牛埋着头 咕咚咕咚 喝下半壶酒 吐着舌头 这酒真难喝 李平安教训道 嘿 你还嫌弃上了 做牛不能忘本 有两钱不能飘 咱们以前连这酒都喝不上吗 老牛撇了撇嘴 那女捕块看得有趣 出声道 你这头牛倒是有趣 李平安笑笑 自然 女捕块越看着人 越觉得有趣 只见他取出一张宣纸 写了一个字 随后 把酒碗压在上面 用手扣在碗上 悠哉悠哉地哼着小曲 另指手 时不时摸出几颗黄豆 扔进嘴里 一副潇洒快意的模样 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 以仗柴门外 临风听木缠的江湖客 不一会儿 酒碗竟然升起了一股热气 女捕块点了一些吃食 正准备开吃 这时 一群人浩浩荡荡从街头走过来 围首的人抱头还眼 摇簇腰圆 提着短棍 在哪儿呢 给我打 一群泼皮无赖冲了过来 手中拿着棍棒 女捕块见识不好 一脚将一人踹翻 可双拳抵不过四手 更何况是这么多人 县城里虽然治安没有多好 可是敢在青天白日下 对捕块动手 却是极为罕见的 围观的人纷纷探出头来 有的人认识这群人 是刘月阁中的人 刘月阁背后是官府 做的青楼生意 女捕块刚刚上任不久 便调查起了 这青楼暗地里的人口买卖 自然是触及到了对方的眉头 碰 一根棒子打在女捕块吸窝处 痛得他直接跌倒在地 众人见状暗道不妙 这群混混下手没个轻重 要是真打死了这女捕块 可怎么办 说起来这女捕块 也是一个愣头青 惹谁不好 偏偏招惹刘月阁 李平安微微皱眉 只是没有想出手的意思 这群人下手有分寸 不至于将这官差打死 更何况不久前 他和景玉 长青三人刚犯了命案 所以并不想惹事 想着早些回蜀山 老牛正准备拿起桌子上的烧鸡 偏偏这时 一个不长眼的泼皮 将李平安面前的桌子掀翻 老牛愣了一下 眼瞅着那只烧鸡落在地上 我尼玛 猫 老牛一个大飞踢踹过去 直接将那泼皮踹出去数丈远 哗啦一声 又有两个泼皮被打飞出去 远处围观的人顿时吃了一惊 这群混蛋的所作所为 连牛都看不下去了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这些破皮无赖 几乎全躺在了地上 你他娘的知道 我是谁不 你小子死定了 被打翻在地的领头破皮 还在放着狠话 李平安略有些无奈 又惹事了 还是赶紧跑吧 这么想着站起身 一脚踩在了对方的脸上